喂 嫂子 阿爷他喝醉了 你过来接下他呗 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 时生正在屋子里赶搞 数位板上线条弯曲了一瞬 很快就被他布满地擦掉 电话另一头是夜店嘈杂喧哗的DJ乐曲 混杂着女人的娇媚笑音 齐总再喝一口吗 最后再陪人家一下吗 对面传来齐也他发小起哄的声音 应该是把手机拉远了 声音听起来有些模糊 还喝 野哥女朋友要来了 这有什么 齐总时生平静地垂眸看表 凌晨一点半 他有些泄气地看了眼自己没画完的话 心说齐也真不愧是巨婴 这么大了 喝醉后还要别人去接 时生摁灭平板 地址 对面报了市中心一家非常出名的夜店 详细到了包间号码 时生拿上钥匙就出发了 今世的夜晚灯火通明 在一片绚丽到能亮瞎人眼的彩灯当中 时生精准地找到包间 打开门走了进去 他进去的时候动静不小 很快就吸引了包间所有人的注意 齐也的发小王端看见他 笑了下 哟 嫂子来了 时生冲他点了点头 环顾四周之后 目光落在被众人拥挫着的齐也身上 他长相实在出色 风锐的五官在黄眼灯光下显得更加立体 手里端着一杯红酒 止骨鸣晰 尽受有力 而齐也的怀里 坐着个衣着暴露的女人 时生仿佛没看到 静止走过去 一只手搭上齐也肩膀 啊也 回家了 齐也似乎醉得不清 他慢条思理地侧过头来 目光一寸寸划过时生的脸庞 过了许久才反应过来 你怎么来了 王端让我来接你 时生一边说着 一边替他把桌上的钥匙 钱家还有戒指全都收起来 然后费力地把齐也从沙发上拉起 动作麻利且熟练 很显然不是第一回处理这种事情了 从他们五年前确定关系开始 他就是这样 每晚来帮齐也收拾烂摊子的 见他真要走 之前被齐也抱在怀里的女人不乐意了 哎 齐总还没完尽兴呢 走什么呀 女人脸上浮现出不满 暗自瞪了时生一眼 涂着劣质红指甲的手往齐也身上一扒 洁白的脸蛋和露出大半的胸脯凑上去 声音娇软 齐总之前不是说要陪人家的吗 这还没到正习呢 齐也桃花眼微眠 他勾唇笑了下 目光在女人脸上流连片刻 哄道 乖 今天太晚了 明天陪你 女人明显还是不满意 可您下次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我倒是要是没赶上您在 欲语还羞 齐也显然吃这一套 他在女人面颊上吻了吻 叫什么名字 女人脸蛋红扑扑的 Linda 好 Linda 下次还来找你 齐也嘴上甜言蜜语不断 哄得人姑娘直开心 时生倒是扶着齐也的身子 抽空怜悯地看了他一眼 这种风月场上的鬼话 也亏得这姑娘能信 更别说是齐也 好说歹说 把齐也架出座位 王端过来搭了把手 他冲时生露出一个卖乖的笑 嫂子不留下来玩吗 时生 太晚了 得回去 王端开口留人 就没留成功过 文言也不多说 挥挥手就作罢 带人走了 包间里有两个顽裤 凑到王端身边 八卦道 那就是野哥女朋友啊 这么能忍 小姐在野哥怀里 都快扭成盘丝洞蜘蛛了 她愣是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王端点了根烟 失笑道 你们懂什么 那是石姐姐大度 其中一个顽裤舔了舔唇 心痒道 长得倒是带劲 白白嫩嫩的 你说我要是向野哥借来玩两天 话音未落 嘴里一阵湿润 她微愣 发觉是王端把点过的烟色 在他嘴里了 王哥 您这是 不等他反应过来 王端就冲他笑了一下 那笑容格外无害 但下一秒 就见王端抬手往他脸上 狠狠扇了两巴掌 啪啪 包间内安静下来 那顽裤人都猛了 王哥 王端重新点了根烟 手抖了抖 烟灰落在顽裤的脖子上 他眼神阴致 我野哥跟嫂子之间的事情 是你这种杂碎能掺和的吗 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说完 他又溺了眼沙发上 刚才趴齐也怀里的女人 眼底都是青面 夹着香烟的手指 摇摇点了点她 Linda是吧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两点多 时生费劲巴拉地 把齐也往床上一丢 终于能歇口气了 他嫌弃地看了眼 睡成死猪的齐也 打电话叫了家政阿姨回来 让他帮忙给齐也清理 自己则是去厨房煮了醒酒汤 时生发丝微乱 动作间锁骨线条流畅优美 醒酒汤的香味逐渐蔓延 他和齐也 其实只是一纸合约的 金主和金丝雀的关系 这则关系的开始原因 也很简单 时生父亲欠了赌债 坐牢进去之后 那些人就盯上了 还在上大学的时生 负债女长 他们说这是天经地义 但时生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 但他运气一向不错 正发愁 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 齐也带着合同出现在他面前 那时的齐也 就已经初步有了 现在风流浪荡子的苗头 只是在学校里比较收敛 还是A大校草 风云人物 齐也说他和他白月光长得像 一年二十万 替身金丝雀 干不干 时生看着合同结束后 他能得到的金额 连半分犹豫都没有 直接一点头同意 开玩笑 贞杰哪有金钱重要 更别说 后来齐也压根就没碰过他 齐也的原话是 能被我看上 就已经是你走了大运了 还想让我碰你 齐 他还说 要为了白月光 守身如玉 但时生看他后来三不五时 把女伴往家里带的模样 着实也没看出 他哪里有守身如玉了 可能他们父家子弟的守身 都是无关肉体 只在精神的吧 赛博守身 值得拥有 虽然后来时间长了 齐也总爱在外面 说她是自己的女朋友 她的那些狐朋狗友 也一口一个嫂子叫得欢 但 时生关上火 把煮好的醒酒汤端出来 银润漂亮的脸蛋上 都是冷淡的神色 开玩笑 情是情 钱是钱 谁和渣男富二代谈感情 那不纯粹脑子有坑吗 齐也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上午十点了 宿醉后头疼 还断片 昨晚发生了什么 他已经不太记得清 只知道是时生把他带回家的 时生 齐也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顺手往床边一探 触手一片冰凉 昨晚上时生 没和他一起睡 齐也脸色不太好看 一张俊逸的面庞 阴云密布 就在他暗自生闷气的时候 咔哒 卧室门被打开 时生手里端着早餐进来 见他醒了 习惯性露出一抹笑 阿爷 他熟练地把早餐放在卧室桌上 随即从衣柜里 挑出几件衣服 帮齐也穿上 抬手 齐也冷着张脸 让抬头就抬头 让抬手就抬手 等裤子拿出来的时候 齐也推开时生 我自己来 时生顺从地松开 正好 其实他也不想给齐也穿裤子 他心里多少还是有点鄙夷 多大人了 连衣服都要别人给他穿 齐也三两下给自己收拾好 察觉到什么 昨晚上你帮我清理的 时生面不改色 只字不提家政阿姨 是啊 怎么了吗 优秀的金丝雀 必须贴心可人 适当刷好感 没什么 齐也冷了好一会的脸 终于回暖 看起来似乎有些得意 心情不错的样子 他没理会时生 静止走进卫生间洗漱 时生也没管他 等了两分钟 见他没出来 就回自己房间画稿了 昨晚上临时被喊出去接人 害得他稿子都没弄完 公司最近新开了个工作室 专门搞一女游戏 时生负责其中的一名男主 男主人设施帝国皇帝 服饰繁琐且华贵 画起来要费很多心思 时生静下心来 在数位板上勾画了几笔 但可惜的是 没能安静多久 因为齐也那晚一吃完早饭 就来推他房门了 语气很冲 收拾好 陪我回家一趟 时生不得不又停下笔 这种频繁打扰人搞钱的富二代 真是讨厌死了 他不高兴地扁了扁嘴 站起来 声音却乖乖软软的 好 齐也就抱着手臂 靠在门框上 不知道为什么 脸色又变得很臭 正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时生觉得他 现在有点像丑蛙表情包 眉毛眼睛都皱着 嘴巴还明起 但是不敢说 他挑了几件衣服 对着全身静比划了两下 目光透过镜子 落到齐也身上 等了大概两分钟 那人还是没有要动的意思 时生 他转过身 轻声道 我要换衣服了 齐也眉毛皱得更深了 我知道 时生提醒 那你不出去吗 文言 妾挑了挑眉 为什么要出去 我不是你金主吗 他勾唇 本就带着几分斜色的面容 看起来更加不正经 怎么 金主连看你换衣服都不行 时生 行 他对着全身静 解开胸前扭扣 平心而论 时生长得不差 腹白貌美 腰细腿长 用来形容他 再合适不过 但并非是艳丽和清冷的长相 时生长得其实很乖 又乖又纯 性眼淘腮 粉面珠唇 身材风鱼 但不夸张 垂手解扣子的时候 仙长漆黑的睫毛搭拉着 偏偏又有种平静淡然的 茶一般的气质 扣子一粒粒被解开 雪山挺立 七也一张俊脸 不知道什么时候红了起来 猛地转身 发狠道 谁乐意在这看你 少费那点心思勾引我 我是不会碰你的 说完就大塌步走了 还泄愤般把门重重拍上 时生 就挺无语的 谁勾引你了 不是你非要待在这看 还摔门 什么幼稚的小学机行为 时生冷漠地把衣服套上 钱难转 使难吃 出去之后 齐也越想越气 他坐在沙发上 紧紧抿着唇 心里憋屈得很 干脆掏出手机 拨通了发小的电话 我跟你说 时生他又勾引我 真是气死了 也不看看他什么身份 金丝血罢了 真以为能撩得动我 王端 嗯嗯嗯 昨晚上还帮我洗澡擦身子 老子都被他看光了 王端 这样啊 一大早就抱着他那破话 画画画 有什么好画的 老子一个月给他这么多钱 还不够他花吗 王端 就是就是 齐也画阴一顿 他危险地眯起眼眸 你敷衍我 那边王端干笑两声 哪能呢 这不信泡了个妞吗 来 和齐总打声招呼 对面传来娇媚的女声 片刻 王端的声音又响起来 勾引你啊 嫂子他怎么勾引你了 齐也咬牙 他在我面前脱衣服 王端声音明显一阵 当真 怎么脱的 我让他脱的 王端 他欲言又止 你让嫂子脱衣服 然后你说 嫂子勾引你 齐也 有什么问题吗 王端 也哥您开心就好 怕这狗东西 心情不舒畅又骂他 王端拼命找了个理由挂断电话 忙音声响起 齐也阴沉着脸 把手机放下 这个时候 时生也换好衣服出来了 他穿得很得体 白色及小腿的碎花裙子 外面照一件浅蓝色披风 我好了 我们现在出发吗 刚说完 时生就发现 对面那大爷正瞪着他 时生小心翼翼 阿爷 我做错事 让你不高兴了吗 齐也皮笑若不笑 没 你怎么会犯错呢 说完就静止 从沙发上站起来 跟上 齐也说的回家 其实就是回齐家老宅 齐家世代从商 抵运封后 在京市也是数一数二的老牌豪门 每月月底 都有家庭聚会的习惯 所以严格来说 齐也不是富二代 他是富恩代 时生在车上闭目养神 心里则暗戳戳地想 不羡慕 他现在当替身金丝雀 每月也能拿很多钱呢 齐家老宅建在市郊 别墅起得很豪华 占地面积也十分可观 跑车进了院子 齐也停下来 打开车门就走 连背影都透着兴奋 时生自己开车门下来 踏着小高跟 快步跟上去 终于赶到齐也身边 他松了口气 揽住了齐也的胳膊 暗响门铃 出来迎接的是一位 保养得当的妇人 容貌温婉秀丽 见着时生后 立刻露出笑脸 生生回来了 快坐快坐 说着就伸出手去牵她 时生自然地松开齐也胳膊 转而牵上妇人的手 笑容甜美得体 段夫人今天状态好好 皮肤比以前更好了呢 听到这话 段玉宁笑得更开心了 真的吗 我最近新入了一款面膜 特别好用 来我给你试试 时生性膜微量 好啊 上次段夫人 给我推荐的水乳也好用 我都用光了 用完了来找我要啊 我这好多呢 七也被两人落在原地 不满地喊了声 妈 你是不是把你儿子忘了 段玉宁背对着他不耐地摆摆手 少来烦我 我和生生聊天呢 七也 时生转过身 无奈地笑了笑 七 谁稀罕 七也转身就进了厨房 时生和段玉宁坐在沙发上 聊的都是化妆品和保养有关的话题 偶尔还会问起时生的工作如何了 时生开心道 挺好的 老板给我加薪了 段玉宁一拍手 我就说我们生生厉害 老早就该给你加薪了 时生脸红了红 不好意思地笑了 正聊着天 时生脸颊一凉 他下意识朝旁边看过去 只见七也拿着一杯冰过的芒果奶吸递给他 饿了吧 吃这个 芒果黄灯灯的颜色格外鲜艳 段玉宁皱了皱眉 正要说什么 一只修长的手忽然从沙发后面出现 直接端走了七也手里的芒果奶吸 时生正了正 扭过头 鼻尖嗅到一股浅淡的沉香味 接着看到的是 对方吸服袖口上那枚沉淀的极深 色泽厚重的蓝宝石袖口 男人面旁冷硬 鼻梁高挺 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是很薄情的长相 声音却低沉儒雅 他芒果过敏 段玉井 齐也的亲哥哥 时生眨了眨眼睛 乖巧道 谢谢大哥 段玉井垂眸看着他 喉结动了动 嗯 说完便换了只手 把另一杯草莓奶吸送到他手里 随即便在沙发另一段坐下 是他最喜欢的水果 时生手指点了点卑鄙 段玉井可不像是会喝草莓奶吸的人 所以 这杯是提前拿好准备给他的 时生高兴地喝了口 虽然其也不是个东西 但段夫人和段玉井都是好人啊 阿爷 声声芒果过敏 处这么久了 你都不知道吗 段玉宁表情不太好看 眉毛皱着 不是很满意的样子 时生下意识去安抚段夫人 阿爷他平时工作比较忙 忙怎么了 忙就是借口了吗 段玉宁气愤倒 你就是对声声不上心 声声要是跑了 我看你怎么办 说完 段玉宁反应过来 自己倒是呸了三声 算了 这种晦气话 以后可不能再说 他横着眼睛看向奇也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声声道歉 宽敞的别墅客厅 此时气氛沉得可怕 奇也表情阴沉 那双锐利的桃花眼 盯着时生 脸臭得要命 时生 完蛋 自己一只金丝雀 阿里能让金主给他道歉啊 这不纯纯找罪兽吗 奇也不乐意 时生自然也不乐意 他轻轻抓住段玉宁的手臂 要不算了吧 段夫人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下次 我提醒阿爷就是了 不行 段玉宁白手 与众心肠道 生生 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男人都是要训的 你再这么纵容他下去 奇也还不翻了天了 时生尴尬地放下手 哈哈 这样 但问题是 奇也压根不是他男啊 他们俩充其量 就是雇主和员工的关系 哪有雇主给员工道歉的道理啊 时生胆战心惊 觉得自己替身金丝雀的这份工作 朝不保夕 奇也也是百般不乐意 妈 不就是芒果过敏吗 我不记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段玉宁怒容更盛 段玉宁一句话还没说完 从沙发另端便传来一道声音 跟他道歉 时生愣了愣 抬眼朝对面看去 段玉井双腿交叠 手里拖着一盏 还冒着热气的茶 那双眼在镜片底下 深邃黑尘的眼睛 就那样淡然地看着奇也 压迫感惊人 奇也不可置信道 哥 段玉井又重复了一遍 跟他道歉 奇也暗自攥紧拳头 但到底是不敢违抗他的命令 老老实实地和时生道了歉 对不起 生生 我下次会注意的 说这话的时候 奇也桃花眼盯着他 似是警告 时生假装没看到 勉强冷静着点了点头 没事 没事才怪 这龟孙回去之后 肯定又得变着法子折腾他 时生欲哭无泪 但他也知道 今天这事 自从段玉井开了口 之后 就没有转环的余地了 段玉井是他们家投胎 其家家主齐明德 尊重妻子的意愿 让他随了母性 段玉井大了齐也三岁 自小天资过人 刚成年就接管了家里公司 如今他在齐家的话语权 比之齐明德 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 齐也这个渣男富二代 混是大魔王 唯一听的 就是段玉井的话 时生按捺住 有些微发抖的手 喝了口草莓奶昔 稳住 别慌 大不了接下来一个星期 多做几顿饭 多伺候齐也几回 多忍着恶心 看齐也给他表演 时景春宫图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才怪 光是想想时生 都要哭了 接下来和段玉宁聊天 也有些心神不宁 直到边上手机震动了两下 时生打开一看 是齐也给他发的消息 人傻钱多 挺行啊 你 能把我哥和我妈都把倒手 人傻钱多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有能耐 时生手一抖 问遍手机 假装当才什么都没看到 然后抬头 往对面看了一眼 齐也坐在不远处 和他对世上 微微挑眉 露出一抹邪笑 看到这个表情 时生就知道 今晚回去之后 他又要作乱了 罢了 就当红小孩晚 时生低下头 给齐也重新改了个备注 人傻钱多小学姬 完美 他面不改色 继续和段玉宁交谈 当然了 要不我晚点 给您画幅肖像 齐家家宴一般是晚上举行 因为齐明德通常要在公司 带到晚上才能回来 所以中午只有他们四个 在齐家吃饭 段玉宁很喜欢时生 出去和小姐妹打牌的时候 也总爱说自己的戏服 多漂亮 多乖巧 炫耀来炫耀去 这些豪门圈子里的傅太太 都知道了时生的名字 见过几面之后 关系也愈加好了起来 时生饭后 陪着段玉宁和他的小姐妹 在线上打牌 时不时轻声提点两下 段玉宁压根就没输过 几句过去 对面那些豪门傅太太 纷纷抗议 玉宁作弊是不是 每次生生在他旁边 我们都赢不了 就是啊 我都听见生生的声音了 不行 再这么输下去 我买化妆品的钱都没了 生生啊 阿姨知道 你在 我跟你说哦 你从齐家宅子下来 打车到我这边来 阿姨给你做大肘子吃 段玉宁笑着打断她 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心思 不就是想让生生陪你打牌 想得美 时生鸣嘴笑起来 脸颊边凹出两个小漆窝 看起来格外可人 声音清脆 李夫人 下次吧 等我有时间了 再来找您玩 今天家宴走不开哦 哎好好好 段玉宁笑骂 都想抢我儿媳妇 可去你们的吧 一时间客厅里笑语不断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 段玉宁和小姐妹们到了别 就要上楼睡美容觉了 她恋爱的摸了摸石生的头发 在外面好好玩 要是齐也那臭小子欺负你了 过来找我告状 石生乖巧点头 好的哦 段夫人快去吧 段玉宁满意的笑笑 转身上楼去了 客厅里安静下来 石生坐在沙发上 怀里搂着抱枕 觉得有些无聊 没坐一会 她就有些闲不住 跑去外面 花园里玩去了 齐家花园很大 种满了或名贵或寻常的花卉 角落里甚至还有棵枣子树 不过现在不是枣子成熟的季节 放眼望去 只能瞧见聪裕的绿叶 石生在花园边上站着 白皙手指朝玫瑰花瓣探过去 就在她即将碰上花瓣的时候 侧面草丛里 忽然传来一阵细速的响声 石生若有所觉得把手收回来 刚转过头去 眼前忽然出现一道黑影 直直朝着她冲了过来 石生吓了一跳 被扑倒后 整个人往后栽去 身子重重砸在地上 嘶 脸上传来湿热的触感 石生艰难转过头一看 发现趴在她身上的 竟然是只藏壕 石生的脸瞬间就白了 她惊呼啄想从地上爬起来 但藏壕死死压着她 那双眼睛一直盯着石生看 无端叫人胆寒 石生都快哭出来了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 小七 回来 藏壕叫了一声 看了看前方 又低头看了眼石生 最后恋恋不舍地 在她脖梗间蹭了蹭 跳下去屁颠屁颠地走了 石生缓过近来 连忙从地上爬起 她转身一看 是段雨景 那只皮毛光滑柔顺的藏壕 乖巧地伏在她脚边 飞溜溜的眼睛 却还盯着石生看 她害怕地往后退了两步 神情惊慌 好半场才怯声道 大哥 段雨景硬了声 她把藏壕赶到花坛边上 叮嘱她不准过来之后 这才走向石生 受伤了 段雨景问 石生下意识摸向自己的手肘 那有擦伤 一摸就火辣辣地疼 她点头 是有点 但是还好 不疼 话音落下 段雨景便抬眸看她 男人眼眸幽深 可能是因为掌权多年的缘故 这么看 总让人觉得严肃 石生有点害怕 手指拳了拳 注意到她的反应 段雨景身体微微一僵 她气势卸下来 一开目光 闷声道 走吧 带你去上药 说完 不等石生出言拒绝 便抬手握住 她被外套包裹的手腕 拉着石生进了屋 这下石生是想拒绝 等坐回沙发 段雨景找出药膏 准备帮她涂的时候 石生连忙出声 不用 我自己来 段雨景没把药给她 只说道 你自己涂不方便 伸手 石生再不敢拒绝她 乖乖把手伸了出去 上药的时候 客厅里安静得可怕 石生小心翼翼地找话题 那只脏骯 是大哥养的吗 是 段雨景捶着眸 看不清眼底神色 之前一直被我养在自己的房子里 没想到刚来就会伤了你 很抱歉 石生连忙 没事没事 她清了清嗓子 又问 小七 她为什么扑我呀 挺活泼的 客厅里安静了一阵 两久 段雨景嗓音低沉 喜欢你吧 好了 注意伤口不要碰水 石生乖乖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她其实也是有点怕段雨景的 在她面前 石生总是会有些拘谨 总担心稍微做错什么 就会引起段雨景的不满 兴许是石生的走神太明显 段雨景抬眸看了她一眼 单声道 你很紧张吗 石生回过神来 很没幸福力地笑了两声 没有啊 我感觉挺好的 段雨景收回目光 转而将桌上的药品 全部收拾好 是吗 她站起身来 那双深邃沉静的眼睛 看着石生 又道 伤口注意防水 如果必要时候不方便的话 让奇也帮你 石生坐在沙发上 习惯性晃了晃脚 小声吐槽道 她才不会帮我呢 声音不大 但段雨景听清楚了 男人眼底闪过一丝暗盲 嗯 石生恍然回神 连忙说道 没什么 今天多谢大哥了 靠 好险露线 段雨景眉间微醋 似乎是想说什么 但还未开口 两人身后忽然传来奇也的声音 哥 声声 你们做什么呢 石生连忙转过头去 阿野 段雨景没动 他看着听见奇也声音 就迫不及待回应的石生 端起桌上的凉茶喝了口 奇也似乎是 刚从室内健身房出来 穿着一件白色背心 脖子上还挂着毛巾 青年身上的肌肉流畅优美 从不远处走过来的样子 颇有些孔雀开平的意思 奇也的目光掠过自家亲哥 落到趴在沙发上 眼巴巴瞧着他的石生身上 他眼底仍有寒霜 唇角却微微一条 当着段雨景的面故作 轻腻地上手捏了捏石生的脸颊 在外面做什么呢 怎么不过来找我 石生眨了眨眼睛 你吃完饭就走了 也没和我说去哪了呀 听到这话 奇也眼眸微眯 唇角抿了抿 见状 石生立刻改口 我下次会注意的 你去拿我就去了 奇也哼了声 这才满意 勉强哄好面前的小学姬 石生松了口气 不着痕迹地 把对方的手 从自己脸上扯下来 傻逼男人 刚运动完 一身都是汗 就往他脸上凑 臭死了 石生抓着奇也的手 往外面拽 落到段雨景眼里 却是两人轻易地 牵着手在晃悠 他垂眸 单手将凉茶放回桌上 发出清脆的磕碰声响 仿若一个不好意思 打扰弟弟和弟妹亲力的好大哥 段雨景嗓音沙哑 你们玩 我先走了 奇也慢悠悠收回手 朝着段雨景 露出一抹堪称乖巧的笑 大哥再见 待人离开 奇也煞时收了笑 他阴沉着脸色 紧紧盯着石生 你什么时候和我大哥这么亲近了 听到这话 石生有些许错愕 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手肘 大哥的脏骜伤到我了 所以才 奇也打断他 你们真没什么 石生这一下是真的有点生气了 他睁大眼睛瞪着奇也 不可置信道 你有病吧 他是你哥 奇也微微挑眉 他是我哥不错 但谁知道 你会做什么 石生闭了闭眼 正要骂街 但临开口前一秒 忽然反应过来 不对啊 这好像是个绝佳的表演机会 于是 他当机立断 咽下机关枪般涂涂的脏话 转而悲愤又伤心地说道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样一个水性羊花的形象吗 奇也暴毙逼着他 表情不出所料 带着几分暗爽 不然你觉得呢 石生眼眶树得红了 几滴眼泪落下 奇也看得有些愣 喂 真哭了 石生抬衣袖 一把将眼泪擦干 随即狠狠推开 堵在自己面前的奇也 快步朝楼梯走去 上楼 开门 关门 反锁 一气呵成 不出几秒 门外 响起急切的敲门声 伴随着奇也 因为不想 让家人听到 所以刻意压低了的声音 石生 开门了 你真哭了 语气里带着一股幼稚的兴奋 石生里都不理 抽出纸巾 把刚才印挤出来的眼泪擦干净 随即便轻轻哼着歌 从包里拿出电脑 连上数位版 继续工作搞钱 走 那虐恋秦深的剧本 让奇也一个人演去吧 他石生是新时代独立女性 搞钱才是王道 敲门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 奇也收回手 用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他垂下毛子 转而去了另一间卧室 其实奇也知道 石生和段宇景之间没什么 这个猜想光是冒出来 都让人觉得可笑 那可是段宇景 做到他那个身份地位的 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怎么可能看上石生 也就是他奇也 于尊降跪之下 能灵性石生一回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奇也总喜欢像刚才那样 逗弄石生 因为在他面前 石生少有情绪外露的时候 就算是他带着女人回来 当面给石生表演 他都能面不改色地观看 等他们结束之后 再平静地出去 给他们准备夜宵 殊不知石生越是这样 奇也就越想揭开 他那张总是无波无澜的面具 看看他生气时 歇斯底里的模样 奇家的家宴说不上多隆重 虽然彩色丰盛 但一家子满打满算 也就五个人而已 饭桌上的氛围十分融洽 虽然奇也在石生面前是小学姬 但在父母面前 他却是个实打实的开心果 一顿饭的时间 奇也把自己最近做的事情 说了个遍 当然 是隐去了泡八把妹的那部分 把段夫人逗得笑个不停 奇明德年过五十 却没有寻常中年人的 秃头发腮皮九度 穿着板正的西装 眼角细纹明显 但仍就是威严英俊的 他沉默地吃着饭 偶尔会被段孕宁盯着念叨几句 不敢反驳 只认真点头应下 家宴结束后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奇也牵着石生的手 和段孕宁告别 他步子迈得很大 速度也快 全然不顾 石生穿的是高跟鞋 可能是在气石生 今天一整个下午都没理他 等出了别墅区域 来到院子里 奇也第一时间松开他的手 一言不发地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速度之快 让人怀疑他 是要赶着去投胎 石生暗自翻了个白眼 走到副驾驶的位置拉车门 没拉动 他皱了皱眉 下一秒 车窗从里面打开 奇也单手搭在方向盘上 嘴角擒着抹不怀好意的笑 桃花眼微眯 不是和我耍小性子吗 行 今晚你自己打车回去 说完 不等石生开口 奇也直接落下车窗 踩下油门 离开别墅院子 石生 怎么 谁稀罕 你那六百万的限量版超跑吗 他坐的地铁 可是耗资几个亿 石生付费完 下意识摸了摸包包 那里面还装着电脑 说实话 各种东西放在一起 有点重 从这里去地铁站 还要走好久 石生拿出手机 弹算着 要不打个的算了 结果刚刚点开继承软件 后面忽然亮起灯光 意识到后面有车 石生连忙往边上躲去 那是一辆颜色漆黑的车 版型流畅庄严 看车标 应该是劳斯莱斯 接着石生就看到 这辆劳斯莱斯 在自己面前停了下来 车窗降下 段宇景神色淡然 他侧过头看着石生 其也又欺负你了 石生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说有好像有点告状的嫌疑 要说没有 那也无法解释 他现在为什么会一个人 待在院子里 就在石生犹豫不决的时候 段宇景直接替他做了决定 车门自动打开 段宇景把目光收回来 上车 今时的夜晚亮如白昼 连绵璀璨的夜灯挂成掌龙 一路延伸至道路尽头 石生坐在副驾驶上 手指紧紧攥着尖垮包的袋子 他和段宇景是真的不太熟 单独说话都尴尬 更别说同乘一辆车了 不过 石生侧过头看向窗外 觉得段宇景车里的味道 还挺好闻的 浅淡且不腻的香水味道 没有任何皮革臭味 和浓郁难闻的烟草味道 不像齐眼 他车里什么东西都有 杂七杂八的味道混在一起 石生每次上去 都恨不得一家子 把自己鼻子给捏住 石生神游天外 最后干脆打开手机 刷起新闻 段宇景太安静了 于是石生也不好意思出声 一时间 车里只有古典月流淌的声音 半是静谧 半是尴尬 车辆驶过十字路口 石生正出着神 忽然感到背后一样 他稍微一正 转过身去 迎面对上一张憨笑着的狗脸 石生 他下意识往后仰了仰身子 这般动作 果不其然惊动了段宇景 他往石生的方向看了眼 随后严厉道 小七 坐回去 那只黑色的长毛藏骜 委屈得阴明几声 乖巧趴回后座 石生惊魂未定地转回来 没忍住到 所以之前小七 他一直都在车上 段宇景握住方向盘打了个转 五指在夜色灯光下修长明晰 声音低沉 嗯 他抬眸看向石生 担心你害怕 所以一开始没和你说 你会介意吗 石生眨了眨眼睛 他又转头看了眼后座的那只藏骜 小七乖巧地趴着 见石生转过来看他 立刻咧开嘴笑起来 完全没有白天里石生以为的那样凶悍 这么看来 倒是一只很乖很听话的大狗 他笑了声 不介意的 他很可爱 似乎是听到了 藏骚兴奋地仰天叫了声 听到这话 段宇景弯唇轻笑了声 听到动静 石生有些惊喜地看向他 他好像从来都没见过段宇景笑起来的样子 有点好奇 男人面旁总是冷硬的 像是附了一层冰霜 常年身处高位 又让人下意识 觉得他难以接近 以至于知道他笑了之后 石生第一反应是 一眨不眨地侧过头去看 段宇景的长相比奇也要俊朗些 但气质相较于奇也 又更加儒雅内敛 笑起来的时候 令人联想到初春里化为雪水的碎冰 很漂亮 可惜没过多久他就脸了笑 察觉到目光 段宇景侧眸看了过来 两人目光相撞 石生率先反应过来 假装若无其事的模样说道 大哥笑起来很很好看嘛 多笑笑就好了 说完 他立刻又懊悔起自己多话起来 可恶 别人笑不笑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段宇景会不会觉得 他多管闲事 就在石生胡思乱想的时候 段宇景开口硬道 嗯 他语气缓慢 因此显得格外认真 这话母亲要也和我说过 段宇景用一种仿若开玩笑的方式 看来我是应该多笑笑 以免旁人都不敢接近我 等红绿灯的间隙 他转头看向石生 认真道 公司里的人私底下会叫我冰块 我问助理为什么 他说 是因为我不常笑的缘故 你也这么觉得吗 石生 可能是昏了头了 他竟然觉得 这样的段宇景 有点可爱 他咳嗽两声 宽慰道 也没有 大哥还是很和善的 不过是因为你的员工都没见过而已 段宇景 真的吗 石生严肃点头 对对 片刻 男人笑起来 但愿如此 车里的氛围 不知什么时候不再那么僵硬 石生胆子大起来 直接转过身 隔着以备逗小七玩 虽然是脏骚 但小七和寻常人客版印象中的脏骚 似乎有些不一样 他太乖了 温顺又乖巧 看见石生就露出两排大牙开始笑 现在想来 下午的时候 他会把石生扑到地上导致受伤 可能也是傻狗拎不清自己几斤几两的缘故 石生眯着眼笑起来 悄悄去了段宇景一眼后 捏手捏脚地从包里 掏出半根用保鲜袋包着的火腿 递给小七 小七眼睛一亮 耳朵都直直地竖起来 一人一狗认真对视 小七伸出爪子 把火腿扒拉到自己身下 用长毛掩盖住 没人看到驾驶座上 段宇景眼底一闪而过的笑意 半个钟头过后 车辆在市中心的别墅区停下 石生乖巧地和段宇景说了谢谢 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正要关车门 就听见段宇景的声音 从里面传出来 石生 七也经常欺负你吗 石生动作顿住 一时间 这车门他关也不是 不关也不是 这该怎么回啊 察觉到他的情绪 段宇景又沉生到 不要紧张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和七也最后没走到一起 我们也不会怪罪你 我希望你能遵从自己的意愿 做出行动 说完 段宇景声音温和下来 很晚了 回去休息吧 石生松了口气 点点头 拎着包 快步往别墅区大门走 劳斯莱斯一直安静地 停在道路边上 直到女人的身影彻底消失 段宇景靠上一背 闭上眼 轻声道 小七和妈妈说再见 小七在后座上欢快地蹦起来 脑袋伸出车窗 仰天叫了两声 汪汪 在打开家门之前 石生认真做了两个深呼吸 给自己做足了完整的心理建设 这才打开门走了进去 跨过门槛 他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落在玄关的 属于女人的贴身衣物 石生只能装作没看到 关上门继续往前 离卧室越近 那迷你之音就越是明显 石生闭了闭眼 果然 齐也那傻叉 又给他准备了一场 活体春宫表演 没过多久 似乎是察觉到他回来了 齐也略显嘶哑的声音响起 声声 站门口 做什么 进来啊 石生 他只能硬着头皮走进去 卧室里一片混乱 陌生的金发女人 被齐也抱在怀里 媚眼如丝 见石生进来了 便用一种既媚祸又挑衅的眼神 盯着他看 这种眼神 石生再熟悉不过了 齐也每个带回家来的女人 在和他行房的时候 都会用这种眼神看他 但他们最后无一例外 都会被齐也毫不留情地抛弃 石生站在门口 面无表情地 认认真真的cast 齐也口中的围观群众 则 真是好变态的XP 等到一切结束的时候 已经是午夜了 齐也这家伙 习惯坏得离谱 结束之后 也没有清洗的习惯 直接抱着人睡着了 两人完全忘了 边上还有一个石生 得 烂摊子又得他收拾 作为齐也身边 待得最长久的金丝雀 石生明白 现在就是他开始表现的时候了 这关系到他今年结束工作之后 能不能拿到足够的 甚至超出预算的年终奖金 石生拿出手机 熟练地拨通家政阿姨的电话 同时拧开房门走出去 喂 那是我 麻烦你现在过来帮忙收拾一下好吗 嗯对 给双倍工资 打完这通电话 石生神清气爽地回到自己房间 好了 现在只需要等家政阿姨过来收拾房间 再给那对刚刚运动完的男女 擦干净身子 明天再去冒领功劳就好了 美滋滋 石生甩掉拖鞋 直接进了浴室洗澡 一日 石生起来的大早 他提前给家里做好了两人份的早餐 随即在桌上留下一张纸条 在上面十分心机地写着自己 昨晚已经帮他们全都清理过一遍了 起床之后 只要洗漱吃饭就行 做完这一切 石生满意地拍拍手 背着包转身离开家去了公司 不错 他果然是最贴心最敬业的金丝雀 石生所在的公司并不是齐家的产业 因为 他觉得自己在企业手底下工作 就已经够惨的了 如果本职工作还在齐家 那不直接惨得没边了 所以 石生在投递简历的时候 特地选择了和齐家 这座庞大商业帝国 毫无瓜葛的公司 这家公司名叫盛景 那时候才刚刚起步 正是缺人的时候 五年来 公司一步步迈上正轨 流水日益增多 前景蒸蒸日上 石生对自己的现状十分满意 去公司之前 石生在楼下垫子里 给自己买了杯奶茶 这才上楼 去到自己的工位上 盛景的工作氛围很不错 特别是他们这个新开的工作室 员工之间都是老熟人了 没什么复杂的勾心斗角 办公室的总体环境都十分松弛 石生打了个哈欠 连上述位版 有一搭没一搭的画稿 昨天他就已经把男主 利会给弄好了 现在只需要增加一点小细节就行 办公室前端挂了一个 很大的夜经电视 此时正在播报金氏新闻 不得不说 金氏新闻是很懂得如何博人眼球的 开头第一个就是七家小公子 和娱乐圈小花的花边新闻 石生抬头看了一眼 正好看见 那名据说靠颜值出圈的娱乐圈小花身上 目光在那头熟悉的金色长发上 落了一瞬 随即不感兴趣地 重新低下头来 话稿要紧 他不感兴趣 办公室里却有的是人 对此津津乐道 比如坐在石生旁边的那位妹子 他兴奋地拉住石生的胳膊 指着不远处的电视 声声你看 这个月第几个了来着 同事的名字叫童莲 平日里就喜欢追星吃瓜 尤其对七家小公子的花边新闻感兴趣 每次都要拉着周边同时热烈讨论 而石生就是这个经常性的倒霉蛋 石生打了个哈欠 闭着眼睛数了数 好像是第十三个 童莲立刻嘖嘖称奇 你说一个月才多少天啊 他竟然能分别交往十三名女星 不愧是豪门世家的花花公子 佩服佩服 石生随口说道 谁知道呢 可能他铁肾吧 听到这话 童莲微微一愣 反应过来后直接捧腹大笑 他笑眯眯的抬手捏了捏石生 软乎乎的脸颊 看不出来啊声声 你平日里乖乖巧巧的 没想到开口就是黄腔 石生好笑道 怎么 你第一天知道 而且他又没说错 奇也几乎每晚都在和女人私混 一混就要混几个小时 虽然石生总吐槽 他是小学姬 但不得不承认 小学姬拥有两颗非常厉害能挺的铁肾 他扶开童莲的手 别捏了 我的脸就是被你捏大的 童莲笑眯眯的 怎么会 我们生生最可爱了 他拿出一颗巧克力递给石生 那 吃吧 石生没拒绝 此时 电视掠过奇也的花边新闻 紧跟着的就是奇家大少爷段宇景 是有关奇家新产品发布会 童莲立刻兴奋起来 拉着石生说道 你看你看 明明是一家人 段大公子 怎么正经这么多 童莲捧着脸花吃到 而且好帅啊 奇家这两位少爷 怎么都这么好看 这叫我们普通人怎么活啊 说完 他不知想起了什么 晃了晃石生 也不知道 段宇景以后会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听到这 石生倒是认真想了想 应该会很优秀吧 毕竟那可是段宇景 因着奇也 他和段宇景 勉强也能说上一句熟悉 几年下来 石生发现自己 竟然找不到任何段宇景身上的缺点 实在是不可思议 童莲安嚎一声 转过头认真问道 你觉得我有机会吗 石生玩耳 试试 童莲扑斥一声笑出来 说是就是啊 我可没那个能耐 他抓起数位板 随口说道 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天仙 能入段宇景的眼 期待一波 石生无奈地笑了笑 到底是什么也没说 不过说实话 他的确有点好奇 像段宇景那样的人 谈起恋爱来 会是什么样的 他实在是 完美的不像真人 就在石生出神的时候 手机忽然震动起来 他拿起来看了眼 不由得一愣 是段宇景 石生第一反应 居然是偷偷去一眼 旁边的童莲 确定他没有再关注之后 这才开始回消息 SS 大哥 有什么事吗 几乎是消息发出去的一瞬间 聊天框上 就出现了正在输入中的标识 很快 段宇景 今天的新闻我看了 石生过了两秒才反应过来 他指的是 齐也带着金发女星 出入会所的那则新闻 他有些意外 段宇景怎么会看到 齐也在家里 乖宝宝的形象装得非常好 无论是父母 还是段宇景身边 都有他安插的人手 负责把这类有关他的负面新闻 全部隔绝掉 以往爆出这种事的时候 齐家人都是毫不知情的 所以这次段宇景 怎么会突然就看到了 石生顿时一阵慌张 完蛋 这要是影响到 他在齐也手下安全离职怎么办 就在石生纠结该怎么回的时候 那边再次谈出消息 段宇景 这件事是齐也做的不对 段宇景 考虑分手吗 分手 什么分手 分手这件事是他能决定的吗 不 是合同 石生冷静地想 根据五年前 他和齐也签订的合同 距离他们两人和平分手 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在这一个月里 石生只要做好自己小金丝雀的工作 就可以在一个月后 完美地和那位小学肌肤二代 完全撇清关系 因此 这件事倒还不需要段宇景来操心 因为即便段宇景不来劝石生分手 到了时间 他们也会自然分手的 但说实话 段宇景能主动过来劝说他 这点还是令石生蛮意外的 不愧是公平公正 毫不逊思的段宇景 就在石生斟酌着 该如何回消息的时候 聊天框里又是一阵震动 段宇景 抱歉 是我多话了 段宇景 我只是觉得 你能有比齐也更好的选择 石生微愣 随即动了动手指 SS 没事 这是我会和阿野商量的 善良大度 毫不计较 多完美的一只田狗 石生给自己的表现打了满分 那边沉默了许久 段宇景 是吗 你不生气 SS 没什么好生气的 更多的 石生自然也没有解释 否则怎么演好一只 全心全意的小田狗呢 石生简直要笑出声来 可能是被石生惊到了 那边段宇景 再也没有发消息过来 这正合石生的意义 他收起手机 继续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 诚然段宇景是个好人 但等他和齐也的合约结束 石生就彻底和齐家 没有任何关系了 所以还是不要过于深交比较好 至于段夫人 那实在是个意外 他和齐也是同居的时候 被段夫人撞见的 这才不得已把这段关系 捅到了齐家去了 不过 好在段宇宁思想开明 没有让石生提前面对 五百万离开我儿子的狗血场面 反而相处得十分和谐 不过 正是现在这种和谐的相处方式 才会让石生对合约的结束感到麻烦 他可以毫不手软地 删掉齐也的联系方式 却不能不理段夫人 越想越焦虑 石生一拍脑门 瞬间决定不再 胡思乱想 合约结束的时间 不是还没到吗 那现在焦虑那些做什么 全当不存在就好了 石生把一切影响到自己工作 搞钱的事情抛之脑后 强迫自己 完全投入到工作中去 至于段余景 可能确实是被他的舔狗程度 给惊讶到了吧 接下来一整天都没给石生发过消息 石生寻思着 就剩那么点时间了 他得提前把压箱底的合同 拿出来整理好 以便分手的时候 更干脆利落一点 之前那份合同 都是被石生光明正大 放在卧室书桌上的 结果有天不小心被齐也看到了 那个小学机 不知道又哪根筋搭错了 阴沉着连带着合同一顿发飙 质问石生 是不是老早就想和他散伙 虽然石生真的很想点头说似的 然而齐也还是不满意 晚上又带着女人给石生表演 从此之后 石生都是把合同 小心翼翼地放在抽屉最底下 以免齐也看到之后又发疯 临近下班时间 石生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想着 那份合同都埋抽屉底下这么长时间了 等回去之后 可以把它拿出来晒一下 不然都要发霉了 然而天不遂人怨 可能是因为石生五年来 顺风顺水地赚了这么多钱 老天爷终于看不过眼 打算好好给石生一个下马威看看 总之 石生结束一天的工作 筋疲力尽地回到家 想要好好看看 让自己能够拥有如今这一切的 大功臣替身合同的时候 就看到客厅里 有着一名陌生又熟悉的女人 她动作一顿 话了一天搞得石生 脑子艰难地转动起来 在瞬间反应过来 这人是谁 温柯 齐也昨晚带回家过夜的女星 石生记得 她是娱乐圈一位很出名的女爱豆 如今看来 长相确实十分出众 不过 以前比温柯好看的女星 也不是没有 都没见齐也让她们第二天 也留在家里过 看来这个温柯 确实有几分手段 她抿了抿唇 踹掉高跟鞋 换上柔软的室内拖鞋 听到声音 沙发上的温柯 以为是齐也回来了 立刻热情地朝门口扑过来 阿野 你回来了 石生 她露出顺从的微笑 温女士 齐先生还要几个小时后 才会回家哦 见不是齐也 温柯立刻换了一副面孔 她警惕地打量着石生 微台下何知问道 你是谁 石生大脑飞速运转 心说 这可是完事之后 还能被齐也留在家里的女人 轻易得罪不得 于是灵机一动 说道 我是齐先生雇的庸人 闻言 温柯秀眉一皱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石生笑容扩大 温女士和齐先生 今天早上吃的早饭 都是我做的呢 听到这话 温柯勉强性了个七八分 但没过多久 她又想起了什么 不对 我昨晚上见过你 温柯逼问 阿野还喊你声声 叫得这么亲密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石生从容不破 时刻保持微笑 齐先生可能是想 让您吃醋吧 温柯一愣 胡一道 什么意思 石生一有所指 齐先生毕竟是有些 比较超乎寻常的小癖号的 您说是不是 听到这 温柯想起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想起齐也在他耳边说的话 脸颊煞实一红 他终于相信了 石生的说辞 抱起手臂 姿态就像是高傲的小天鹅 说道 既然是这样 那还不赶快 去给我倒茶 说完便转身 回到沙发上坐着 埋怨道 原来不是阿爷 亏得我满心欢喜地过去 温柯转过头 见石生还在原地站着 顿时不满道 喂 还不快去 这完全是一副女主人的姿态了 石生一边感叹 温柯手段之高明 一边低眉顺目地 走去厨房给温柯泡茶 既然这样的 那想来 他的离职 应该会比较轻松的 对吧 石生手脚麻利地 泡好一杯茶 将之小心翼翼地 端到温柯面前的茶几上 温女士 您的茶 石生尽职尽责地扮演着 一名庸人的角色 低眉顺目 如非必要 绝不和主人对视 把茶放好之后 石生自觉工作到位 准备一溜烟 跑回自己房间 谁知道他才刚一转身 温柯的声音又从身后响起 慢着 站住 石生 没完了是吧 给你倒杯茶 就真以为自己 是古代大小姐了 丫鬟就没人权吗 虽然心中吐槽个不停 但身为打工人的石生 很快就找回理智 第一时间面带微笑转过身 温女士 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只要是在我职责范围内的 我都可以帮忙 只见温柯眉头皱着 看向石生的表情十分不爽 面前的女人 应该是和齐也差不多年纪 但长相很显年轻 脸蛋偏圆 性眼清澈 笑起来的时候 看起来又乖又软 既让人想好好疼爱她 又无端 让人想欺负 温柯心里不爽 齐也身边 怎么竟是这种狐媚子 就连放在家里的庸人 都挑掌这么好看的 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要是哪天 他们看对眼了 还不是天雷勾地火 转眼就得滚到床上去 温柯越想越气 他抬眼轻蔑地看向石生 张口便道 都是女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想勾搭齐也 你怕是还不够格 石生 什么玩意 看不出来这漂亮姐姐 还是个狂热的雌精爱好者呢 石生现在的心情 就跟好好走着路 忽然被人为了一嘴屎一样难受 拜托 真不是谁都稀罕你家齐也的 像这种有几个臭钱就到处泡妞的富二代 无论是叫齐也 还是叫断也 石生都没有半点兴趣 接着 温柯还宣誓主权般说道 齐家的女主人 只有可能是我 石生 那请问你将断夫人置于何地 他强行忍住翻白眼的冲动 耐着性子道 温女士 请您相信我 我对齐先生 真的没有任何兴趣 但石生有没有对齐也有没有兴趣 却不是他说了算的 温柯心里万般不爽 趾高气昂道 你不是说什么事都可以吩咐你吗 他偏头从沙发边上勾起自己的高跟鞋 诺 去把它刷干净 没刷白别想出来 石生看过去 那是双唇黑的高跟鞋 把唇黑的高跟鞋刷白 这位姐姐是懂怎么为男人的 石生垂下毛子 脾气很好的接过高跟鞋 好的 温女士 他拎着高跟鞋就去了洗浴室 不就是刷鞋吗 他去 等齐也回来了 他们俩人开始酱酱酿酿 石生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回房间摸鱼了 Nice 不知过了多久 别墅外终于又有声音响起来 石生动作一顿 煞时高兴起来 他好了 你们俩人快天雷沟地火 原地脱衣服 一路跳舞 跳到主卧去 石生正美滋滋的 与此同时 温客也惊喜地站起身来 飞快地朝门口走去 阿爷 欢迎回家 齐也刚打开门 迎面来就是一股浓郁的香水味 女人柔软的身体 扑进他的怀抱 齐也下意识抱住 转而反应过来 他拉开黏在自己身上的女人 皱起眉头 不耐道 你怎么还在这 我不是让你早上立刻离开吗 齐也早上接到大哥的电话 走得急 一时间 没顾上把温客送回去 就让他吃完饭后 自己离开 没成想 这人就这样 在他房子里待了一整天 温客眼神闪躲 但下一刻又撒着交道 人家舍不得你吗 阿爷不喜欢人家了吗 齐也不耐到了极点 一把推开温客 眼神阴质 出去 别以为睡了一晚 就能和我攀上关系 话音未落 他便看到了门口挂着的 属于石生的鞋子 齐也咽下后面的话音 问道 石生吗 温客还委屈着 眼眶里含着泪水 见齐也转移了话题 连忙接话 石生 你是说那个庸人吗 他去给我刷鞋了 齐也敏锐地 捕捉到话音里的词句 他黑着脸 庸人 石生说 他是庸人 男人的表情太过可怕 温客隐隐察觉到 有哪里不对 一时间连眼泪都被吓回去了 他小心翼翼道 是 是他说的 听到这话 一股无名火从心底窜起 他咬牙 庸人 好一个庸人 亏他想得出来 齐也甩开温客 抱住自己胳膊的手 转而朝着洗浴室走去 诶 温客在原地一跺脚 咬牙跟了上去 听到外面的对话 隐隐明白 其中有误会的石生 他更加迈力地刷鞋 别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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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事与愿违 洗浴室的门被大力拍开 石生吓得一缩脖子 他下意识转过身 手里还拎着那双 被刷得快要掉气的黑色高跟鞋 表情格外无辜 齐也紧紧盯着他 眼眶发红 庸人 你和他说 你是庸人 石生小心翼翼地往后退了点 裴笑道 我这不是帕温女士误会吗 我以为你们感情很好 齐也简直要气疯了 他和温客感情好 那他和石生 都他妈一起走过五年了 怎么就不见石生说 他们俩感情好 石生心里是不是压根就没有他 齐也越想越气 半傻 他冷笑道 行啊 既然是庸人 总得履行点庸人的职责吧 文言 石生连忙把手里的高跟鞋举起来 表示 自己已经有在履行了 齐也 他沉着脸 我不是说这个 石生于是 立马又把高跟鞋往背后藏 齐也表情更加难看 这个时候 温客也重新走到了齐也身边 小心地握住齐也的胳膊 阿爷 我 我还能跟在你身边吗 齐也被他说得脑袋疼 妈的 老子是你 能教这么亲近的吗 你以为你是哪根葱 正这么想着 齐也抬眼就看到石生 片刻 他重新露出笑来 齐也自然地把温客搂进怀里 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同时侧过谋 挑衅地看向石生 不是庸人吗 正好 我要带阿克去逛商城 齐也轻描淡写道 你就跟在后面帮我们拎包吧 石生原本以为 不过是一个拎包小弟 能累到哪里去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 自己错了 这何止是累 这简直是累到快须拓 齐也和温客故意捉弄他 专门找那种 又重块头 又大的购物袋往里面放东西 什么含了金属的包包 高跟鞋 金银钻石首饰 更别说基础的衣服裤子裙子 全都用袋子或包装盒装着 甩石生身上 石生怀里抱着一堆纸袋 腰上还系着根绳子 绳子拴着小推车 小推车上装满了购物盒 他一个人负重前行 场面滑稽又难看 齐也带着温客走在前面 丝毫不顾忌身后的石生 他语调懒散 还想要什么 说 温客无嘴害羞地笑起来 阿爷 你对我真好 听到这撒娇的一样的话 齐也面上浮现出一闪而过的烦躁 他懒得遮掩 就那样眸光冷冷地盯着温客 半晌 齐也于光瞥了后头的石生一眼 对温客说道 知道就好 他的所有反应 温客全都看在眼里 他不纯 早在别墅里的时候 温客就反应过来 石生在齐也那的身份 绝对不是庸人那么简单 种种反应来看 齐也很在乎那个女人 甚至不惜利用他来刺激石生 想到这 温客掌心就被指甲钻得 几乎要流出血来 他垂下毛子 掩盖住眼底的嫉恨 洋装轻快道 前面是西餐店吗 阿爷 人家饿了 去吃饭好不好啊 齐也抬手看了看表 晚八点 早就过了饭点 原来他们已经逛了这么久了 那石生 想到这 齐也没忍住 转头看了眼 只见石生静职尽地 抱着怀里的购物袋 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 以免购物袋掉下来 他太过认真 甚至完全没有 注意到齐也的目光 似乎对于他来说 拎包也只是他其中一项 需要认真对待的工作罢了 齐也看在眼里 心中更加窝火 他冷笑一声 看向温客 懒洋洋道 吃 怎么不吃 走 少爷我带你吃大餐 说完 齐也便带着温客 去了最近的西餐厅门口 他们两人出来的时候 打扮得光鲜亮丽 一身名牌 在外迎宾的侍者 露出甜美的笑容 供应他们俩进去 时生抱着一大堆东西 跟在他们身后 灰头土脸 妆都花了大半 他看了眼西餐厅招牌 自觉停下脚步 别说 走了这么久 他是挺饿的 但时生想也知道自己 现在这个样子 别说进西餐厅 就是进奶茶店 都得被当成剪破烂的丢出去 看着齐也投也不回 带着美人进去吃饭的模样 时生打了个哈欠 行 不愧是你 大渣男 原来我也只是你们 普雷的一环罢了 时生抽了个购物袋子 出来垫在地上 然后一屁股坐了上去 怀里原本的购物袋 都被时生塞到小推车上去了 他自己 则是湿湿然坐在垫子上 除了有些恶之外 哪里都挺好的 时生边上 就是尽职尽责 对美味来吃饭的宾客 露出甜美笑容的侍者 他看着这位侍者 从刚才到现在 位置没动过一下 脸上的笑容公式化斑 每次抬起的弧度 都一模一样 时生一眼就瞧出 这是和他一样艰苦的打工人 顿时 一股同病相连的感受 油然而生 时生试图和他搭话 姐姐 你这样 在门口上一天班 能有多少钱啊 听到他的话 试者轻蔑地瞟了他一眼 总比你这个收破烂的工资高 时生 他默默缩回角落 看来打工人和打工人之间 也是有区别的 时生看了眼自己小推车上 挂着香纳 迪奥 宝格力和蒂芙尼的破烂 忽然觉得自己 也还算幸运 他这人别的不行 唯独心态好 虽然作为金丝雀 却被金主拿来当领包小弟 还被扔在西餐厅门口 但这些都不足以打败时生 时生掏出手机 打算给自己点分外卖 刚好今天疯狂星期四 就在时生面 对各式各类汉堡炸鸡 挑花了眼的时候 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喧嚣 他抬头看了眼 只见不远处 嘻嘻闹闹地 来了一堆光鲜亮丽的富家子弟 领头的那位染着红毛 神情张扬 面上带着几分恼怒 嘴里嚷嚷着 不就是打赌输了吗 有什么玩不起的 我那辆跑车给你就是了 今天你们几个都放开了吃 王少买单 那群富家子们纷纷起哄 声音实在吵闹 时生捂住耳朵 正想低头继续给自己点外卖 那头的王少眼睛一瞥 目光就精准地落在他身上 王端愣了片刻 随即眯起眼睛 认真辨认 他身后那些胡朋狗友见状 好奇道 王少 看什么呢 王端没理会他们 看了片刻后 他瞪大眼睛 静止喊了出来 哎 嫂子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时生迷茫地抬起头 王端兴致勃勃地冲过来 毫不避讳地半蹲下来 歪头打量 嫂子怎么在这啊 阿爷呢 意识到来人是谁 时生兴致缺缺 在里面吃饭呢 听到这话 王端微微一愣 试探道 他一个人还是 时生好笑地看着他 齐也你还不了解吗 他怎么可能单独一个人 在这种地方吃饭 听到这 王端别过头骂了句脏话 随即站起来 朝时生伸出手 笑脸乖巧 嫂子还没吃饭吧 我带你进去吃饭去 时生 我不去 往日格外乖巧听话的王端 这次却不乐意了 别啊 为什么不去 你难道不想让齐 他顿住 眸光撇到时生手机里的外卖软件 改口道 嫂子 这种中心商城 外卖员都是进不来的 文言 时生愣了愣 真的 王端面不改色 当然了 他迫不及待道 跟我进去吧 嫂子 我请客 不让你花钱 后面那些不清楚状况的附加子 也跟着劝 是啊 嫂子 王少让你去 你就去呗 虽然不知道 王端为什么要喊这个 在西餐厅门口点外卖的女人叫嫂子 但王端在这堆顽固里地位很高 他们便也跟着这样喊 无法 时生被王端一把拉起来 最终还是被带着 进了这家西餐厅 嫂子 喜欢吃什么随便点 整个京市 还没有我王少消费不起的地方 王端一边殷勤地说着 一边可着劲把时生引到位置上坐下 好巧不巧 刚上楼 时生就看到了背对着他的齐也 他心中不知为何 生起一阵古怪的感觉 齐也带着别的女人上西餐厅吃饭 然后他也被齐也他发小带进西餐厅吃饭 好像哪里都不太对劲的样子 时生有些尴尬地一开目光 试图劝说王端去别的角落 那什么 要不我们去那边吧 那边光线好 王端仿佛没听见 舔着笑道 为什么 我觉得这边光线就已经很好了 诺 还有老熟人在那吗 说着 就抓住时生的手腕 往齐也的方向走 时生煞食一脸惊恐 不是吧 搞什么 他是来吃饭的 不是来搞修罗场的 但王端力气大得离谱 硬是将时生拖到了齐也面前 王端笑容乖张 目光瞥到做齐也对面的温柯身上 唇角勾起的弧度 颇有些挑衅 哟 野哥这是又带了谁在吃饭 这不巧了吗 正好我在外面碰见了嫂子 就把他也带进来了 拼个桌 王端落在温柯身上的目光 含着显而易见的轻蔑 像是在看一头垃圾 他持着刀叉的手 微微一抖 温柯心中泛起屈辱 却又不敢表现出来 只能勉强扬起笑脸 另一边的齐也 倒是皱起眉毛 冷声道 你把他带起来做什么 王端笑了笑 我和嫂子也算得上是朋友了吧 带朋友来西餐厅吃饭 有什么不行的吗 说完 他回头一指身后的富家子弟 诺 他们都是 王端笑嘻嘻的 野哥不是吃醋了吧 齐也神情一将 我吃什么醋 滚开 对嘞 王端成功把人隔应了一顿 随即带着石生去了旁边桌 从始至终 石生一句话都没说 他心虚的 就拆当面给七爷跪下了 石生总觉得 今天自己这个金丝却没当好 问题是 王端好像半点都没感觉到石生的不自在 反而一直兴致勃勃地给他点菜 嫂子 这个牛肉你喜欢吗 培根 但他 还有甜点呢 都老好吃了 要不都各点一份吧 坐在旁边的那几个富家子 也跟着凑热闹 要不把这些贵的都点一遍 我觉得可以 说完 王端大手一挥 真就把这一页菜单上的菜品挨个点了遍 石生 既然这样的话 那他选择直接摆烂 石生目着一张脸 等菜品上来之后 敞开肚子开吃 这小金丝却 今天当也是当 明天当也是当 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 石生假装没感觉到 身后齐也仿佛要吃人的目光 专注地解决面前的一道黑胡椒牛排 呜呜呜呜香死了 感觉饿了一下午的身体 瞬间充满能量 更别说 还有王端在边上无微不至地照顾 王端比旧时代的小四还要狗腿 嫂子 香菜 我已经帮你全部挑走了 喜欢辣的对不对 我帮嫂子多加点胡椒粉 来来来 红酒帮嫂子买上 不要红酒要可乐 好啊 没问题 说完直接踹走旁边的丸裤 让他去帮忙拿 一堆人手忙脚乱地伺候着 时生舒适摆烂 解决掉一整块牛排之后 他欣赏地看向王端 好小子 干得不错 王端眼睛一亮 那可不 我谁啊 他故意凑近时生 嫂子 还得是我 若是换作野哥 说不定连你不吃香菜都不知道 话音刚落 旁边的企业一把将刀叉拍在桌上 忍无可忍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当然知道他不吃香菜 我都他妈和时生认识五年了 我能不知道他爱吃什么 不爱吃什么 时生那可不一定 比如芒果过敏 齐也 我知道的比你吃过的盐度多 那可不一定 比如芒果过敏 齐也 你知道他画画喜欢用什么电容笔吗 你连这都不知道 还献什么阴险 那可不一定 比如芒果过敏 时生你说是不是 时生一击灵 下意识脱口出 芒果过敏 齐也 一时间 空气都安静了 齐也额头轻轻直跳 你光记着芒果过敏了是吗 时生咳嗽了两下 战术性喝水 有点尴尬 不慌 片刻 他开口说道 不就吃个饭吗 阿爷你怎么突然和王端吵起来了 齐也崩溃道 要不是他故意激我 我会和他吵吗 时生 问题是他说的都是实话 时生不敢说 时生保持沉默 他是尴尬了 王端倒是一点都不尴尬 他笑眯眯的 承认吧 野哥你就是在吃醋 闻言 齐也身子一顿 半上才吃笑了一声 对此不至一词 他重新坐回座位 和对面的温柯说道 愣着做什么 吃饭 温柯用力抿了下唇 勉强挤出抹笑来 见状 王端打了个哈欠 别理他 他向来死将 嫂子 来 我们继续吃饭 吃完饭 我带你去兜风 话音落下 旁边齐也攥紧手中刀叉 发出搁置声响 温柯眼睁睁看着银制餐具 在他手中变形溃烂 垂眸 死死咬着唇 一句话都不敢说 接下来 齐也那边安静地落针可闻 王端这边气氛平和 他本就是闹腾的性格 笑话一个接一个 把本来兴致不高的时生 也斗得心情畅快 说起来 齐也身边的那些狐朋狗友 时生最喜欢的 就是王端 因为他足够有眼利剑 在他面前 也不会摆富二代的架子 有钱但幽默少年气 总的来说 时生和他还是很合得来的 最后副长离开餐厅的时候 王端笑眯眯地说道 嫂子 我机车就停商场外面 要不要后去兜风 他抬起下巴吹牛 我技术可好了 嫂子 你只要安心坐我后座 话音未落 齐也直接从后面走来 拽着时生的胳膊就走 时生慌忙转过头 哎 你干嘛 齐也一句话没说 气压低得吓人 眼见两人越走越远 王端脸上的笑 慢慢收起来 他站在西滩厅门口 点燃一支烟 身后有名副家子凑过来 王少 怎么个事啊 王端笑了声 你觉得呢 烟雾缭绕中 王端眼神很深 他和齐也认识这么久了 对方是真心还是假意 王端一眼就能看出来 不过 若是再让齐也这么造下去 王端叼着烟伸了个懒腰 懒洋洋道 等着瞧吧 你们也哥 老婆要跑了 反正我是爱莫能助 被拽出去的时候 时生差点连一副袖口都被扯换 齐也力气实在太大 直到走出去很长一段距离 时生才终于反应过来 等等 还有东西没拿 他指的是 之前那些被时生抱在怀里 差点把他自己压坏的衣服包包鞋子 还有手势 齐也额头轻轻直跳 他怒吼道 你当我是死的吗 你真以为 我会让你提这么多东西回去吗 早就吩咐人过去搬东西了 蠢货 时生 他安静下来 哦 得 又被骂了一顿 时生被齐也拽着上车 他似乎是真的被气狠了 握着方向盘的双手钻得很紧 轻轻一根根浮现 该说不说 看起来还是很可怕的 时生想了想 小心翼翼道 阿爷 你把温女士落在西餐厅吗 齐也 他语气很冲 怎么 他是没长腿 自己不会走吗 时生这下彻底闭嘴了 果然男人全都靠不住 上一秒柔情蜜意共进晚餐 下一秒直接将人落下 带着别的女人离开 身为别的女人 时生压根不敢说话 齐也压根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 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整张脸上阴云密布 就差没直接往上 写我在生气四个大字 时生闭上嘴 一句话都不敢说 换做以往 他可能还会开口哄上一哄 毕竟齐也确实挺好哄的 但这次不一样 时生回想了一下自己 被王端舒舒服服 伺候着的模样 顿时就一阵心虚 时生心虚 齐也则是气闷 他满脑子都是 时生完全不会吃醋的吗 自己可是惩罚了 他一整天 光明正大的 带着别的女人 在他面前轻轻我我 但凡时生情绪失控 哪怕一秒 齐也都不会像现在这样 生气又委屈 但时生没有 齐也闭了闭眼 脸色愈加臭了 两人心中各自都有思量 一直到超跑 驶进别墅区 倒车入库 他们都没说上一句话 这次 齐也仍旧和上次一样 开了车门就走 把时生一个人落下 对此时生并没有在意 他细以为常地独自开车下去 踩着平底鞋 走出漆黑的车库 时生抬头看了眼 前面一个人都没有 估计齐也已经进房了 正好 他也是真没心情去 面对齐也那张幼稚的俊脸 算算日子 只要忍过这一个月 那就是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什么齐也断眼 都别想和他沾边 想到这 时生顿时全身舒畅 心情松快地迈步 往别墅走去 叮 指纹锁打开 不等时生换好鞋 一阵大力传来 直接将他按在了墙上 腰间被桎骨 玄关一片黑暗 下一秒 属于齐也的气息 带着侵略性扑面而来 时生瞬间判断出 他要做什么 齐也要倾他 慌张之下 时生甚至来不及思考 下意识偏头 躲过齐也的触碰 温热触及脸颊 两人全都愣住了 时生全身发着抖 他双手 按在齐也胸膛 用力将人推出去 齐也眼眶通红 死死盯着他 片刻 他声音嘶哑 怎么 不让碰 时生惊魂未定 好不容易才找回焦距 他抿了抿唇 烟红从耳根蔓延到脸颊 使得他看起来有几分羞愤 你 你明明说过不碰我的 文言 齐也冷笑 合同是我你的 我想改就改 时生 他闭了闭眼 勉强冷静下来 合同不是你说改就能改的 就算你现在叫律师过来 对方也得先问过我同不同意 听到这 齐也神情至了片刻 半晌 他咬牙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 不想我碰你 对吗 时生闽唇 不至于词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齐也简直要被气笑了 他盯着时生 说道 行 算你狠 今天不准我碰 以后就算你求我 我都不会碰你一下 说完直接转身回房 客厅也没开灯 所以没过多久 时生就听到 他因速度太快 被椅子绊倒摔在地上的声音 伴随着脏话 时生 牛的 过了一会 开关门的声音响起 时生闭着眼 这才缓缓 从墙上滑到地上 他平复着过于急促的心跳 几乎快要哭出来 妈的 差点就亲上臭男人了 哦 还说什么求着他碰 呸 这个世上能让时生心甘情愿 亲上的只有金钱 而且就算是金钱 也得洗白白干干净净地排队 等着他宠幸 时生越想越气 企业怎么一点契约精神都没有 合同里明明说好了 不会有亲密行为 算了 现在想 这些屁用都没有 时生擦干眼泪站起来 打开灯 一点点走到客厅 顺手把被企业绊倒的椅子 拎起来放好 这才回到自己卧室 进卧室之前 时生还没忘记 把客厅的灯关上 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 时生再也绷不住 扑到床上无声哭起来 他本就不是多坚强的性子 受欺负了 眼泪就憋不住 只能一个人躲起来 偷偷发现 就比如现在 时生抱紧怀里的毛绒雄 觉得光哭不解气 于是爬起来 从书桌上拿起一个本子 就开始画王八 画完还要在王八背上 写齐也的名字 时生冷着脸掉眼泪 在心里偷偷骂齐也是王八蛋 骂完之后 好不容易觉得心里舒服点了 正要洗漱上床睡觉 手机忽然响起铃声 时生拿过来看了眼 硕大的段雨景三个字 他犹豫了一会 现在的时生 不太想看见和七也沾边的人 所以打算先晾着他 时生默默想着 一直不接 说不定段雨景耐心告庆 就不会打过来了呢 于是段雨景 一连拨了三通电话过来 时生 耐心真好 他不情不愿地 把电话接起来 对面的段雨景 并没有计较 他为什么这么久不接电话 而是轻而缓地说着 我早上和七也谈过话了 他说 你们只是暂时闹别扭了 七也想气气你 是真的吗 时生用手直抹干净眼泪 竭力装作没事的样子 压低声音 发出高冷的温声 结果一个没控制住 声音直接开始批插 落在段雨景耳朵里 闷闷地带着点委屈 他一顿 忽略掉身体的异样 段雨景起身面向落地窗 声音柔和下来 怎么哭了 我没有 时生嘴硬 怎么这么容易就被听出来了 段雨景是千里眼 还是顺风耳 他抽出纸巾 力求把眼泪擦得一干二净 声音听不出一丝异样 段雨景没有戳破他的谎言 而是在安静一会后 问道 听人说 七也今天带着别的女人去吃饭了 时生闽唇 心说都到这个地步了 叫段雨景知道也没什么 于是就点了点头 点头之后才反应过来 段雨景看不见 补充应了一声 嗯 不知是不是错觉 他似乎听见对面传来了声叹息 像风一样轻 转瞬就消散在空气中 时生拿不准他打电话过来的目的 手指抠着电话 有些紧张地问道 还有什么事情吗 那边安静了一会 片刻 段雨景轻声说 只是想来问问你的感受 你知道的 我不会因为七也是我的弟弟 就对他偏颇 他垂着眸子 今天上午和你说的话 不是玩笑 段雨景一字一句 认真道 客观来说 七也并不是一个良好的恋爱对象 时生 你是名好女孩 不应该掉在他一颗歪脖子树上 如果你实在想谈恋爱 说到这 他顿了一回 说到 我也可以帮你介绍 听着段雨景对七也的评价 时生没忍住笑了出来 看不出来 段雨景对七也的人品 看得还蛮清楚的吗 他咳嗽两声 憋着笑说道 七也知道 你作为他的亲哥哥 是这么评价他的吗 段雨景嗓音平静 我只用客观事实说话 不得不承认 在听到七也被段雨景 如此评价之后 时生的心情 好了不止一心半点 看吧 他就说 七也是本人渣 就连七也他亲哥 都是这样认为的 时生三两下 用画笔勾勒出一只小王八 顺势问道 你说会给我介绍对象 真的吗 段雨景 他看着窗外夜景 眼睫垂下来 盖住眼底晦暗的神色 嗯 时生把画笔一丢 这么好啊 不过想想还是算了吧 他语气轻快 毕竟我才和七也分手 无缝衔接什么的 不是我的作风 听到这话 段雨景那边回复的 意料之外的快 你们分手了 时生歪了歪头 没有啊 我只是说说而已 哦 不知是不是错觉 时生觉得他这话的语气 好像有些失望 但没过多久 这个念头又被时生甩出去了 他们没有太多 可以聊的话题 没过多久 便匆匆挂了电话 时生在床上做了会 起身从书桌抽屉里 找出那份压箱底的合同 他再次把这份合同 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目光最终落在 合同末尾的结束日期上 算算时间 最后剩下的 也不过短短几十天罢了 他和七也的这段孽缘 很快就能结束 时生常常呼出一口气 放下合同 转身去了洗浴室 听说了吗 隔壁工作室 又请明星代言了 他们有钱呗 目前我们公司最赚钱的 不就是他们部门 请的是谁啊 好像是名女爱豆 叫 叫温客 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童连正在工位上 给时生涂指甲油 指尖冰冰凉凉的 时生眨了眨眼 小声问道 好了没有呀 没呢 童连捧着时生的手 神情严肃 相信我 亲爱的生生 这个指甲油的粉色 真的和你很配 时生半信半疑 真的吗 当然了 童连信心满满 甜妹就是要配这种嫩粉色 我的手艺你放心 绝对不会涂到外面去的 时生垂眸看着指甲上 那层浅浅的指甲油 是低饱和度的粉色 配上它白皙的肤色 看起来确实很漂亮 时生看了眼 自己没画完的稿子 又催了一遍 好了吗 彼时童连正在涂最后一只指甲 快了快了 大功告成 话音刚落 前方忽然传来阻掌的声音 时生 童连和时生 连忙正经危坐 尤其童连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电脑屏幕 假装自己刚才没有在摸鱼 时生站起来 有什么事吗 组长上下打量了他一会 说道 隔壁工作室缺人 你去拍摄场地帮帮忙 时生当即垮下来脸 说白了就是过去 当免费劳动力 但组长都发话了 哪有不去的道理 时生收拾好工位上的东西 在同连同情的注视下离开了 隔壁工作室负责的是 盛景前些年推出的一款 MOBA网游 上线一个月便火爆全网 短短几年内便成为了国内 MOBA网游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时生以前也在那个部门当过原画师 不过后来被调到现在这个工作室了 因此 和那边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挺熟的 时生老老实实地跟在组长身后 往拍摄场地走去 到了地方之后 时生往设置绿幕的地方看了一眼 立刻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温科 时生表情一僵 怎么是他 这就是传说中的 有缘千里来相会 他有些无措地看向组长 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我具体是来做什么的呢 组长 看到那个大明星了吗 做他的贴身助理 时生 他深呼吸 我能和别的同事换一下工作吗 组长看向他 不行 做贴身助理这件事 是那位亲自开口说的 时生 他就知道 组长拍拍时生的肩膀 说了句好好干 然后就离开了 时生欲哭无泪 老老实实走到绿幕边上 手里拿着矿泉水 等着温科结束拍摄后 给他 伴随着摄像头的咔嚓声响 温科这一场的拍摄 很快就结束了 似乎是早就看到了时生 导演一喊卡 温科便静止走到时生面前 时生一声不吭 把矿泉水瓶盖拧开 递给温科 温科没接 他抱着手臂 挑剔地把时生上上下下 全都打亮了一遍 最终 目光落在时生的指甲上 温科秀眉微皱 紧接着 他一把将时生手里 拿着的矿泉水瓶打翻 在时生惊讶的目光中 微抬下巴就要道 这种档次的水也敢给我喝 买杯星巴克的冰美食 要你命是吗 说完 他目光下移 轻蔑地看向时生的指甲 还有 离我远点 劣质指甲油的味道 熏得我头疼 时生看了眼 被甩到地上的水中贵族百岁山 又看了看被温科嫌弃的粉色指甲 最终明智地选择不吭声 他仰起笑脸 星巴克是吧 我现在就下楼给你买 说完转身就走 温科在后面瞇着眼睛 懒洋洋打了的哈欠 然后说道 我不报销 时生 他心痛地看了眼自己的钱包 随即亲切地表示 这没什么 不过就是二三十块钱嘛 又不是付不起 接着就准备下楼买咖啡了 他们说话没闭着人 温科有恃无恐 工作室的工作人员都看出来 他在故意刁难时生了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大多数人全都坚口不语 以免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 有几个往日和时生关系好的同事 互相对视一眼 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 等时生买完咖啡回来 就发现 拍摄场地的氛围 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太安静了 上次来的时候 这里还吵吵闹闹的 很热闹的样子 现在则是 时生不着痕迹地往周边看了眼 接着就发现 几名有些熟悉的同事 正在对着他挤眉弄眼 时生 什么鬼 就在他满腹疑问的时候 温科的巨傲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来 回来了就傻站在那做什么 没看见 我都要渴死了吗 时生猛地回神 连忙上前把冰美式递过去 温科一把夺过冰影 嫌弃地看了时生一眼 随即厌烦地一开视线 离我远点没听见吗 身上的味道难闻死了 说完 还伸出一根手指 横着放在鼻尖堵住 时生老老实实地后退了一步 忍忍 反正温科也不会一直在他们公司工作 只要熬过这一天 盛景就还是他的快乐老家 但显而易见 这一天并不是那么好熬过去的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温科接下来的拍摄进度 出乎意料地慢 拍摄人员心头冒火 却又不好表现出来 毕竟温科的咖位摆在那 最近还爆出了和豪门少爷的绯闻 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 而温科也愈加肆无忌惮 他拖慢进度的原因 似乎就是为了捉弄时生 一会说自己冷 一会又说自己热 时生给他电风扇他不要 硬要时生站在边上 给他手动扇风 金贵的跟古代大小姐似的 腿上还搭着时生的外套 温科攥着外套布料 口中嫌弃的不停 什么料子啊 扎死人了 时生 他好脾气地说道 要不您把衣服给我 我去给您找块料子 软和的不来 温科一台下巴 腻着时生 我就要这个 说完 惬意地闭上眼睛 坐在躺椅上睡着了 任由时生在边上满头大汗地 给他手动吹风 没过一会 导演又开始喊温科过去拍摄 温科抽着一张脸醒过来 站起身时 腿上的外套掉落在地上 他眼也不眨地 就踏着高跟斜踩了过去 外套布料上 瞬间多了几个脏印子 温科本人却好像仿佛 什么都没发现 朝着绿木前走去 时生把扇子放下 活动了下酸痛的手腕 弯腰把自己的外套捡起来 他看了眼 自己衣服上被踩出来的黑印子 并不太在意 又不是洗不干净 不过这种刻意刁难人的方式 确实挺让人不耻的 想到这 时生就打开电风扇对着自己 从旁边的大箱子里 拿了瓶水出来 喝了一口 结果还没休息多久 就听见温科又在喊他 时生 过来帮我补妆 这他妈不是化妆师的活吗 时生放下刚喝一口的水 不情不愿地站起来 朝温科的方向走去 果不其然 又是好一通刁难 终于等到中午饭点 听工作人员说 可以暂时解散了 时生松了口气 转头就打算回自己办公室 跟童林一起去食堂吃饭 结果还没走出几步 就听见身后温科的声音传来 慢着 我让你走了吗 时生脚步顿住 他转过身来 果不其然就看见温科 一脸不善地盯着他 那张美艳动人的脸上 竟是巨要的神情 你是我的贴身助理 就算旁人都走了 你也得留下来伺候我 听懂了吗 时生没说话 他觉得这个人真是 有够烦的 温科接过旁边工作人员 递过来的盒饭 时时然拉起时生的手 放在他掌心 过来 喂我吃饭 时生 他抬头看向周围的工作人员 对上视线后 他们纷纷一开目光 假装和这件事没有关系 时生深吸一口气 他面无表情地 把盒饭盖子打开 温科满意地点头 对了 就是这样 看到旁边的勺子了吗 你把他 啊 话音未落 温科就发出惊恐的叫声 只见那盒饭连盒子带饭粒 被时生用力拍到了他的头上 温科的头发和脸上 都沾上了粘稠的饭粒 和味道明显的酱汁 精心准备几个小时的装造 全部作废 温科美丽的脸上 五官扭曲 时生 你怎么敢 时生反问 我怎么不敢 妈的 本来被叫来当免费劳动力 就烦 伺候你几个小时 就真以为自己是封建社会大小节了 还一直把他当狗使唤 我怎么不敢 我敢得多了去了 你昨天上赶着舔齐野的时候 怎么不这么直到枪 更别说昨晚齐野干的混账事 庄庄渐渐累加起来 时生烦的想把这个比世界炸掉 温科愣住 他神情慌张 谁舔齐野了 我们是自由恋爱 你别胡说八道 时生 我胡说八道 要不要我把昨晚的视频发出来 给你看看 温科彻底乱了手脚 时 什么视频 时生冷笑 你觉得呢 温科手脚冰凉 删掉他 你给我把他删掉 你说删我就删 你是真的把我当蠢货了吗 时生讽刺道 说完 他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身后温科还在崩溃地大喊大叫 我要终止跟你们的合作 终止合作 这就是盛景的员工吗 你们就让他这样欺负我 拦住他 给我拦住他 时生加快脚步离开 边走边打电话 发飙过后 就是一整个心虚后怕的状态 毕竟他说到底也只是个小员工 要真因为他搞黄了公司 和温科的合作 那老板小鞋 都够他喝一壶的了 慌乱中也不知道 按的哪个号码 时生急急忙忙说道 怎么办怎么办 我刚把公司的合作伙伴 给吊了一顿 对面安静了好一会 两久 低沉温和的男生想起 是吗 因为合作伙伴欺负你了吗 听到这个声音 时生微愣 接着把手机放下来 看了眼背住 硕大的段雨景三个字 差点忘了 他手机的最近的一则通话记录 就是和段雨景 因此紧张之下 很容易按到这个号码 他原本是想打给同联来着 不过 这个时间点 段雨景不应该在上班开会吗 怎么秒接 这个时候再挂断 就显得有些奇怪了 时生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说 嗯 之前就有矛盾 然后今天他刁难我 话音落下 时生就听到电话对面 传来拉开椅子的声响 段雨景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 也没有询问别的 而是绕开这个话题 说道 我记得你所在的公司是盛景 时生眨眨眼 嗯 是 这边段雨景翻开一打材料 看着文件上笑得艳丽的女星 说道 盛景最近合作过的女星 有一个是叫温克 我记得就是 她被曝出和其也有恋情 听到这 时生半天没说出话来 直到电话那头的段雨景 开始低声催促 怎么不说话了 时生这才回过神来 他有些心虚的应道 是他 不用太担心 段雨景声音里含着点笑意 其实前些日子刚入股盛景 话语权还是有一些的 如果是担心被炒鱿鱼的 完全没有必要 说到这 段雨景顿了顿 又道 如果你想让温克终身 不再与盛景合作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要你想 说这话的时候 段雨景声音低沉而坚定 时生意识到 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段雨景确确实实是在为他出头 因为过于震惊 时生说话都有点磕巴 这 这倒是没有必要 他小声说道 只要我在公司不被针对就好了 段雨景允诺 好 还有什么要求吗 好像无论时生提什么 他最终都会答应一样 时生干把扒道 没有了 简单的问候过后 电话挂断 段雨景眸光微锤 看着手机 半晌才抬起头来 声音重新恢复成 严肃正经的模样 会议继续 刚才目瞪口呆 看了好一会的骑士员工们 纷纷低下头 心照不宣地 互相传递着暧昧的眼神 而时生那一边 却一直到电话挂断之后 都久久没回过神来 这就 解决了 虽然很不愿意相信 但电话挂断之前 段雨景就是那样说的 就在时生愣神的时候 身后忽然传来组长的声音 时生 你给我站住 你知道 你闯多大祸了吗 时生一个机灵转过身去 抿着唇看向组长 组长怒不可遏 正要继续斥责 手机却突然震动起来 他不得不捧出手机接电话 按下接通键之前 还不忘伸手指点点时生 已是这是没完 哎哎 老板你说 是是 就是因为那个时 什么 时生眼睁睁看着组长的表情 从谄媚变成正愣 再到疑惑 那双眼睛 则是缓慢地移到了时生身上 电话挂断后 组长神情复杂 他盯着时生看了好一会 就像是在疑惑 自己养的山鸡突然蜕变 然后长出微雨 变成一只闪闪发光的金凤黄一样 梁九 组长一挥手 你走吧 没啥事 听到这话 时生松了口气 说了声好 就转身打算开溜 离开的时候 还听到组长 在那用力踹了下墙壁 妈的 老早就看到温柯不顺眼了 这下好了 遭报应了吧 紧接着就是一场串魔性笑声 时生放缓脚步 捏手捏脚地离开 盛景石堂 什么 你真把和饭空的傻逼脑袋上了 童连一个激动 直接喊了出来 时生连忙按住他肩膀坐下 示意他小点声 吁吁 别激动 童连一拍大腿 怎么可能不激动 话虽如此 但他还是压低声音 看不出来啊 圣圣 你原来这么刚的 时生咳了咳 低调低调 这不是温柯欺人太甚吗 说着 他就把温柯刁难他的手段 一一赘述了遍 童连听得直皱眉头 他感叹了句 这人耍大牌 接着想到了什么 又问 那 你摔完就那么跑了 老板没怪你 说到这 时生眨了眨眼 低着头扒了两口饭 没去看童连的眼睛 略有些心虚地说道 没有啊 组长人还挺好的 童连看着他 就差没把自己脑袋 也按饭盆里的模样 敏锐地眯起眼睛 不 对 静 你都把他们工作室的合作伙伴 砸成那样了 都没找你麻烦 小生上 你后台挺硬啊 时生 没有 还说没有 童连双眼放光 开始胡思乱想 难道说 我们圣锦的大总裁 终于长了眼睛 在看到生生你绝美的容颜之后 开始恋恋不忘 在看到心爱之人 被温室小而欺辱后 冲冠一怒为红颜 眼见童连越说越离谱 时生赶忙制止 听 stop 童连黑黑傻笑 独自沉溺在 由他幻想出的绝美爱情中 看着好友的模样 时生叹了口气 并不打算再和他继续这个话题 时生边吃饭边 打开手机 他点开聊天软件 目光不由自主 落在后头段雨景的聊天框上 还真是说搞定就搞定了 时生感慨 段雨景好男人 说到做到 和齐也那个狗畜生 形成鲜明对比 你说明明是一对爹妈生的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总不能是因为段雨景 虚长的那点岁数吧 就在时生胡思乱想的时候 童连伸出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回神的大美女 时生看向他 眼神询问 嗯 童连一脸凝重 怎么老是出神 我和你聊天呢 能不能认真点 时生乖巧点头 嗯嗯 那你想说什么 童连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 我好像看到被你砸了一脑袋盒饭 那个傻逼女明星 就在你身后朝你跑过来了 时生 他转过头去 正好看见温柯灰头土脸的来到他面前 声音嘶哑 时生 我们谈谈 盛景楼下 咖啡厅 温柯明显是刚把自己收拾完才出来的 脑袋上的脏东西 已经全部洗干净了 只有发烧末尾 还有些湿润 一片寂静中 时生小口小口地喝着拿铁 半上 他主动开口问道 所以 你想和我谈什么 温柯面色不善 死死盯着他 你去找齐也了 时生不明所以都歪了歪头 无缘无故地 我找他做什么 再说了 我和他住在一起 想找他 难得还要挑时间吗 温柯用力攥着手 那为什么 他们都不肯给我讨回公道 时生 今天你把饭撒我身上 我还没有找你算 账 听到这话 时生略有些无语 难道不是 你先刁难我的吗 他开始觉得无聊了 如果你喊我来 只是为了翻旧账的话 那我暂时不想奉陪 说完就打算离开 等等 温柯连忙叫住他 神情慌张 他先是朝着四周警惕地看了看 这才压低声音命令到 视频 删掉 时生不明所以 什么视频 温柯咬牙 昨晚 我和齐也得的事情 他神情拘谨 隐隐带着慌张 时生好像明白 他想说的是什么了 中午产生争执的时候 他为了让自己的威胁更有效一点 选择了张口瞎便 哪有什么视频 那时的时生拎东西都还来不及 哪里能腾出手 再去拍视频 他又不是闲得没事干 但现在显然不能这么说 时生装出一副气定神闲 稳操胜券的模样 说道 我为什么要你删 删了好让你继续威胁我吗 温柯一夜 他脸颊胀的通红 气氛的咬唇 温柯现在满脑子想的 都是不能让那个视频流出去 搭上齐也这条线的时候 温柯和他背后的团队 就开始大肆造势 试图营造出齐家二少郑公夫人的身份 若是视频这时候流出去 所有人都会知道 是他上赶着倒贴齐也 而不是 温柯当初满心以为 凭借自己的美貌 只要足够努力 日久天长 齐也肯定会软化 最终心甘情愿地留他在身边 但事情并不如温柯想象的那么顺利 比如面前这个 看起来温软甜美的女人 就是他往上爬路上的绊脚石 温柯闭了闭眼 尽量平复自己的情绪 我花钱和你买 时生连视频都没有 哪里能和他做这笔交易 于是一口回绝 不干 听到这话 温柯忍无可忍 他一把拍在桌上 愤怒道 你别给脸不要脸 他那张美艳的脸上 神色扭曲 五官因为气氛扭作一团 风度全无 你以为你就很毫无把柄吗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 俯身靠近时生 说道 泼了我一身盒饭 我都闹成这样了 上头竟然都没有 对你进行任何处罚 温柯红艳的唇沟起 得意洋洋道 时生 你后台也挺硬啊 你身边的同事知道 你是靠着上头的男人 才做到如今这一步的吗 时生 他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温柯 温柯被他的目光触弄 你这是什么眼神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时生垂头喝了口拿铁 姐姐 你别得意 等我把这件事捅出去 我看盛景哪里还敢继续要你 等这件事曝光 你身边的朋友同事都会知道 你是个靠出卖身体往上爬的婊子 你会被盛景辞退 今世其他的科技公司 显然也不会要你这种有钱客的员工 到时候 说完了吗 低沉的男生响起 带着些许不耐烦的情绪 温柯声音顿住 时生也愣住了 他缓缓把拿铁放下来 抬头看 断雨景 他什么时候过来的 不用在公司忙吗 时生小声喊了句 大哥 段雨景捶眸看了他一眼 嗯那生算作回应 接着便目光严厉地看向温柯 他长相俊朗 甚至比齐也还要出色几分 带着金丝眼睛这么看人的时候 有种天然的 不怒自威的气场 这位小姐 你的粉丝知道 你私底下是这样嘟嘟逼人的形象吗 温柯认出他是谁了 每天都在电视新闻上 被轮番播报的齐家大公子段雨景 稍微关注点财经新闻 都不可能不认识他 温柯一时间说不出 自己该高兴还是慌张 被打断说话后 他再开口便有些结巴 段 段先生 我只是和时生在 段雨景没耐心听他说下去 眉间微微促起 直接道 小姐 我知道你最近在纠缠齐也 但我希望你清楚 齐家不会让一名心机深沉的女人嫁进来 更别说现在坐在你对面的 是我们家的正牌儿媳 他眼神冷漠 毫不留情地打击温柯的所有自尊 如果不想再和齐也分手后 还丢掉自己的事业 最好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并对时生道歉 温柯的表情已经完全僵住了 原本的八戒心思也淡了个一干二净 屈辱的神色爬上温柯脸颊 他紧紧攥着双手 缓慢地看向坐在他对面 同样不在状况内的时生 温柯恨极了 他这副茫然无措 好似格外纯洁天真的面旁 他甚至想把时生的这张脸撕烂 但那是段雨景 他要是真想做什么 段雨景单手就能让他在娱乐圈彻底混不下去 最终 温柯全身颤抖着看向时生 露出一个笔窟还难看的笑 对不起 时生 他强迫自己说完这句话 接着便完全承受不住 哭着跑出了咖啡厅 时生愣在原地 下意识转头去看温柯离开的背影 他跑得太急了 途中还撞到了咖啡厅的员工 引起一阵骂声 时生颇有些尴尬地收回视线 顿了下 转而看向段雨景 轻声问 大哥怎么过来了 问这话的时候 时生低下头喝了口拿铁 自然也就没有发现 那一瞬间段雨景僵住的身子 片刻后段雨景垂眸说道 刚好要到盛景谈合作 就想来看看你 嗯 身为大哥来公司看望弟媳 好像也还说得过去 总不能让人来谈合作的老总 和他一起待在咖啡厅里 时生三两下 把剩下的拿铁喝完 开开心心站起来 说道 好了 我们回公司吧 段雨景目光落在他脸上 停留了挺长一段时间 以至于时生下意识摸了把自己的脸 怎么了吗 他紧张兮兮的 从口袋里抽出湿纸巾 擦了擦嘴 段雨景笑了声 摇头道 没什么 走吧 哦 咖啡厅里就在盛景楼下 想回去要不要多久 时生落后段雨景半步 跟在他侧后方 这样的距离很安全 不会让公司里的员工瞎想 一直到进了电梯 两人面对着这电梯门 电梯门非常明亮 能完全照出两人的身影 时生不太好意思跟段雨景搭话 便百无聊赖地通过电梯门 盯着对方的西装扭扣看 电梯一层层向上 段雨景微侧过头 看向站在自己身边的时生 眸光闪了闪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片刻 他主动开口说道 那就是齐也在外面养的小情人 不知道为什么 时生总总觉得 这话由段雨景说出来 有些许的刺耳 他一边付匪对方身为大哥 却没有半点 要给齐也留面子的打算 一边点头道 嗯 是的 而且 齐也也不止 这一个情人 如果一夜情对象都算情人的话 那齐也的情人 都能绕整个惊世一圈了 听到这话 时生似乎看到段雨景眉间皱了起来 不过只有一瞬 因为紧接着 段雨景就又问了一句 还喜欢齐也吗 问这话的时候 段雨景的语气格外认真 时生眨了眨眼睛 避开段雨景的视线 故意开玩笑说道 大哥怎么老问我这个 齐也要是知道了不得气死去 文言 段雨景不治可否 齐也不是问题 如果你不喜欢他 就没有必要勉强自己和他相处下去 他说得很诚恳 我相信 不只是我 母亲肯定也能理解你的想法 提到段雨宁 时生不可避免的有些难过 他安静了一会 果断选择岔开这个话题 不说这个了 大哥你到盛景来 是谈什么的 逃避虽然可耻 但有用 段雨景也很识趣地 和他一起绕过刚才的话题 回到 盛景最近对新开的工作室很上心 拉了很多企业投资 歧视就是其中之一 听到这话 时生眼睛一亮 新开的工作室 不就是我们部门吗 段雨景扬眉 是 时生很感兴趣地询问 那你打算投多少 他对自己所在工作室的事情 还是蛮上心的 毕竟男主之一就是他画的 时生看男主 就跟看儿子一样 游戏能不能火 活到什么程度 跟投资方爸爸也有很大关系 时生一双性眼亮晶晶的 段雨景捶眉看了他片刻 勾唇笑道 你想让我投多少 时生微愣 问我 嗯 段雨景点头 眼眸平静 安静一会 时生嘟囔道 那我当然是觉得 越多越好了 段雨景笑了 怎样才算多 时生眨了眨眼睛 这问题不好回啊 说多了 显得他从中作梗 说少了 又显得他矫情 于是 时生开始胡言乱语 那当然是 砸他十几个亿 能把我们整个工作室 买下来的程度 到时候 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反正有钱 今天弄这个方案 明天弄另一个 搞砸了也没关系 反正有金钱兜底 时生畅想 到时候 我就算一天给男主 换件新衣服都行 文言 段雨景 没忍住笑出声来 笑过后 他仰起眉 好 时生声音顿住 他问 好什么 段雨景侧头看他 当然是投他十几个亿 让你天天给男主换衣服了 骑士和盛景的合作谈了很久 直到临近下班时间 时生才看到段雨景和工作室的总经理 一起从办公室走出来 总经理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 想来是谈得非常愉快 时生又想起中午的事情了 他敢在段雨景看过来之前 把脑袋低下 他不会来真的吧 但刚想到这 时生又觉得不太可能 投资很正常 但投这么多 就是冤大头了 虽然看老大那笑眯眯的样子 就算不是十几个亿 也绝对不是小数目就对了 工作室今晚不加班 旁边的童连 飞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和时生打过招呼后 就离开了 时生关掉电脑 背上包准备走人 兜里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打开一看 是段雨景的消息 段雨景 你待会怎么回去 时生一边下楼一边打字 按亮电梯后 他低头回了一句 SS 坐地铁 对话框上方 迅速出现对方正在输入中的字样 没过多久 段雨景 其也不爱接你吗 SS 他可能是在忙吧 SS 没事 我一直都是坐地铁回去的 要不要多长时间 段雨景 是吗 其也一不用继承家业 二不用管理公司 据我所知 他没有什么地方是需要忙的 看到这句话 时生抿了抿唇 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 但又说不太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叮 电梯门打开 时生走出盛景大楼 段雨景正好发消息过来 段雨景 刚好谈完生意 顺路 送你回去 看到这句话 他微微一愣 连忙抬头看去 只见熟悉的劳斯莱斯 停在盛景对面的路边 见他看过来 车窗缓缓降下 隐约能看到段雨景的身影 时生站在原地思考了两秒 接着迅速朝车辆走去 便宜不占王八蛋 有车不走偏要挤地铁 那不蠢蛋吗 过了两分钟 劳斯莱斯缓缓驶离盛景大楼 路上两人聊了挺多的 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他们默契地没有谈起起也 氛围轻松得多 时生越发觉得 段雨景是好人了 这次 段雨景将车开进了别墅区 停在起也的别墅门前 帮他打开车门后 男人单手持着方向盘 能看到手背上明显的清金脉络 通过车窗 他温和地和时生道别 下次见 车窗缓缓合上 车辆沿着来时的路驶了出去 时生在原地站了一会 只觉全身轻快 他转身 开门回家 一进去就听到烟灰缸 被用力砸碎的声音 时生皱眉看过去 只见起也双目赤红 面色略显憔悴 死死地盯着他 和我冷战 然后跑去跟我哥见面 时生 你胆子怎么就这么大呢 家里的东西 已经被砸得七七八八了 起也是真的动了大怒火 不仅仅是烟灰缸 椅子 桌子 碗筷 抱枕等等 只要是在起也身边的 基本都被他砸坏了 但这么多东西 愣是一个都没砸到时生脑袋上 雷声大雨点小的幼稚鬼 时生觉得他好奇怪 怎么什么稀奇古怪的醋都吃 起也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他微皱着眉看向起也 你能不能不要什么醋都吃 那是你大哥 起也双目赤红 眼底竟然弥漫着一层水雾 他神经质地念叨着什么 半晌 起也愤怒地盯着时生 用力把身旁的倒在地上的木椅 又踹了出去 崩溃地大喊大叫 又是这种眼神 你觉得我在屋里取闹对不对 你每次都这样 我一和你吵架你就这样看我 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合你心意 时生 他皱了皱眉 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正常金主和金丝雀 吵架会是这样的吗 起也的反应 是不是太激烈了点 你说话呀 你为什么会从我哥的车上下来 时生常呼出一口气 解释道 大哥他去圣锦堂合作 结束的时候我正好下班 他顺路送我回去 话音刚落 起也便冷笑一声 顺路 顺他妈的路 我哥住的地方 跟这里隔了个十万八千里 你说他顺路 听到这话 时生有点证人 这一点他倒是不知道 时生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大哥就是这么说的 他放缓语气 阿爷 别闹了 起也 你又是我在闹 他胸膛剧烈起伏 泪水从眼眶中落下来 声音哽咽 你每次都这样 看见起也这样 时生越发觉得不对劲起来 这家伙该不会 就在这时 起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他死盯着时生 嘴里永远没有一句好话 恶意满满的猜测 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 明明已经跟着我了 还老想着勾引别人 时生 你老实告诉我 除了我哥 你还看上谁 起也嘴上胡言乱语 拳头却钻得死井 像是下一秒 就要去找别人干假 一时间 别墅里安静的落真可闻 时生没说话 仿佛刚才被侮辱的人 不是踏实的 但他越是冷静 起也的情绪 就越是崩溃 他上前几步 抓住时生的肩膀 半是控诉 半是逼问的说道 你一天都没找我发消息 你就这么不想我碰你 谁知道你在盛景 都做了些什么 盛景的那些老板 员工 说不定全都被你勾搭了个遍 毕竟你一向有本事 每次带你出去 都有一堆人想要你 我要挖了他们的眼睛给你看 时生闭上眼镜了镜 他拨开起也抓住 他肩膀的手 诞生道 起也 你是不是喜欢我 话音落下 起也掺杂侮辱的 碎碎面停住 他们对试着 别墅里安静的可怕 起也猛地往后退了几步 他仿佛才回过神来 眼底恢复清明 脸上竟然带着惊慌 起也色力内人道 你在胡说什么 就凭你也想让我喜欢 时生冷静地看着他 见他如此说 时生垂下眼 是吗 最好是这样 他伸手把病脚的头发撩到耳后 看向起也 认真询问道 既然不喜欢的话 那你刚才说的那些 都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既没有勾搭你哥 也没有勾搭盛景的老板和员工 很抱歉 让你失望了 我恐怕没有你 以为的那么大魅力 时生玩耳 脸上带着点笑看他 阿爷 这样你满意了吗 起也抿了抿唇 他现在看起来格外狼狈 发了这么久的火 起也头发凌乱 身上穿的休闲服 也已经发皱 被不知是玻璃还是磁片的东西 划破了袖口 他盯了时生一会 随即冷着脸 戴上钥匙 快步走出家门 没过多久 外面响起跑车启动时的 剧烈轰鸣声 时生站在原地 打了个电话给家政阿姨 让他过来收拾屋子 自己则是回了房间放好包 若无其事地 进了淋浴间洗澡 起也的反应 还历历在目 时生闭着眼 将拆开的肥皂盒 丢进垃圾桶 这种烂黄瓜富二代的爱 可能还没这块肥皂之前 京市郊区 盘山公路 这里向来没多少人 久而久之 便成了顽固子弟们 飙车释放多余精力的地方 震天的引擎轰鸣声 连绵不断 其中掺杂着前来助兴的女孩 兴奋高亢的声音 机车轮胎 在地面快速摩擦出的火星 擦亮夜色 王端叼着根烟走过来 顺手接过旁边女孩 递过来的矿泉水 然后交到刚下车的棋野手上 怎么个事啊 野哥 不是说今晚不出来了吗 王端笑眯眯的 吐出一口烟圈 刚结束完极限运动的棋野 解开头盔 满头大汗 毛子漆黑如墨 带着点说不出的力气 他一露面 公路上的女孩们 或多或少都露出惊艳的神色 慢慢往棋野那边靠近了点 王端瞥了他们一眼 又看向身前的棋野 心里吃笑 表面却什么都没说 棋野一口将矿泉水喝了大半 喘着气道 想出来就出来了 你管这么多 声音里含着火气 还不小 王端唏嘘一声 信口猜测到 莫不是和嫂子吵架了 他眼睁睁看着棋野的身子顿了一下 接着便见他嘴硬说道 跟他有什么关系 王端笑而不语 烟雾缭绕中 他一双眼睛微微眯起 片刻后 王端将烟头摁灭 打了打衣服领子上的灰尘 脸上笑容依旧 那就是了 野哥 男人吗 对老婆低头有什么 要我说你就去和嫂子道个歉 说不定就和好如初了呢 棋野表情一致 接着 他皱起眉 别他妈瞎叫 我让你们喊声 嫂子你们就当真了 棋野从王端手里抢过烟 点上 神色意味不明 玩玩罢了 闻言 王端眉毛扬起 半晌才滴滴地笑起来 玩玩 玩玩好啊 他转身上了自己的机车 轰鸣声中 青年放肆的笑声格外刺耳 玩玩就玩玩 野哥 你以后自个儿别后悔就好 话音落下 王端便驾着机车时远了 棋野眉目烦躁 推开想要蹭上来的美女 冷漠地想 后悔个鸟 王端就是个傻逼 自从那天晚上 两人吵架过后 时生和棋野 就没再互相发消息说过话了 棋野甚至开始三天两头不着家 以前好歹还会打电话 叫时生去接他 现在不了 那小子直接宿在夜总会 时生也乐得清闲 白天在公司工作挣钱 晚上一个人几百平的大别墅里休息 还没人打扰 毕竟棋野不着家 就意味着时生不用费心伺候他 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时生那边岁月静好 棋野这边却无聊颓废的 就插下地插秧了 他这几天都泡在夜店里 天花板上彩灯闪烁 棋野怀里没抱着人 他独自坐在沙发上 捧着手机不知道在干什么 旁边那几个平时和棋野玩的好的顽固凑上去 笑嘻嘻道 野哥 怎么这么狼狈啊 你不是说和嫂子只是玩玩吗 怎么吵架 被赶出来的是你啊 棋野 他烦躁地皱起眉头 把这群民显幸灾乐祸的家伙挥开 有完没完 老子只是不想回去 看到他那张脸罢了 顽固们互相对视一眼 纷纷笑起来 要不想看到嫂子的脸 分手让他搬出去 不就得了 总归那套大别墅是野哥的 他还能做不了主不成 说白了就是 野哥自个儿咽不下这口气 又不舍得拿嫂子开刀 只能自己把自己赶出来呗 每次都是这样 五年前 他们就听齐野说 他包了个女大学生 然后没过两年 齐野就开玩笑说 那是他们嫂子 看在齐野的面子上 见了面 他们都对那姑娘客客气气的 原以为对方翻不出什么花样 可谁知道时间越长 齐野就越在意那姑娘 吵了架也不回家 就隔夜总会酒吧什么的地方泡着 然后过几天 再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过 若无其事地回去 一问吵架的时候做了什么 才知道 别说动手打人了 齐野连人家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 身子更没 他们这些顽固 私底下都说 齐野是花钱买了尊大佛 在家里供着 稀奇 过了几个小时 王端神清气爽地从楼上下来 见齐野还跟着雕塑一样 坐在沙发上没动 王端唇角擒着点笑意 凑过去说了句 干嘛呢你 见有人过来 齐野飞速摁灭手机屏幕 但王端不用猜都知道对方在做什么 他一扬眉貌 盯着嫂子的聊天框看呢 见被戳穿 齐野更加烦躁 没事干你就滚蛋 少来烦我 王端嘻嘻哈哈地当作没听见 见嘻嘻道 野哥 迈出道歉的第一步是非常关键的 齐野脸上怒容浮现 让我给他道歉 他有脸 王端 他择了声 挠了挠头 不道歉 不道歉也行 见王端开始不说话 齐野便自顾自抱怨 你知道前几天晚上 他说什么吗 他问老子是不是喜欢他 开玩笑 老子会喜欢他 话音落下 包厢内一片寂静 王端还有旁边的顽裤 全都眼睛一眨 不眨地盯着他看 齐野面色一沉 你们什么表情 王端咳嗽两声 没 就是觉得野哥你好运气 我们都觉 话音未落 电话的叮铃声响起 王端闭上嘴 打开手机看了眼 先是敷衍地说了几句开场白 过了几秒 他叼咽的动作就顿住了 对面不知道说了什么 王端神情逐渐变得严肃 严肃中还掺杂着尴尬 挂断电话后 王端抬头看向齐野 表情说不出的 复杂 半晌 他才支支吾吾道 野哥 林婉婉回来了 煞时间 全场寂静 齐也眉雨间脆上冰霜 沉声问道 你说什么 王端硬着头皮又重复了一次 林婉婉 齐也初恋 六年前 因为家族企业犯事 被长辈送往帝国躲风头的 齐也的白月光 消息传过来的时候 时生正在家中吃午饭 今天公司放假 他原本是约好了 和童年下午一起去逛街的 结果几天没联系了的齐也 忽然发了条微信给他 让他吃完饭收拾收拾 和他一起去机场接人 时生不得不百般抱歉的歌调 和童年的约会 转而换身衣服去机场 彼时齐也已经在别墅外面 停好了车 时生拉开车门进去的时候 听见齐也竟然在哼歌 对方心情似乎很好 发现这点后 时生略微有些诧异 但到底是没有多说 安静地系好安全带 咳嗽两声表示 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他转过头去看齐也 结果正好发现 齐也也在看他 只是不知道为何 他的目光颇有几分嫌弃 半晌 齐也吐槽了句 穿的什么东西 时生 他假惺惺地露出一个笑 当然没有齐少穿的好看 齐也回了句那是自然 接着就发动车子 朝着机场驶去了 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 但时生明显感觉到 对方明里暗里 看了他好几次 眼神说不出的 幸灾乐祸 时生不知道 自己这个形容对不对 但他就是觉得 齐也这副样子 像是没憋什么好活 期间王端还给他发了消息 花心待人还算好的富二代 嫂子 你现在在野哥车上 SS 对 怎么了吗 花心待人还算好的富二代 在去机场的路上 SS 嗯 那边近了一会 花心待人还算好的富二代 那什么 野哥要是说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你可千万别当回事 他就是贱的 想刺激一下你 后面又说了很长一段 时生看在眼里 不是很明白 对方是什么意思 但只要联想到机场 接人 金主和替身 通晓百八十本狗血烂俗小说的 时生觉得 好像也不是那么难猜 果不其然 齐也将跑车停在机场外面 带着时生火急火燎地冲了进去 人来人往中 时生跟在齐也后面 眼睁睁看着他兴奋的抬起手 摇摇和什么人挥着手 就在他内心琢磨着应对方案的时候 齐也反手攥住时生的手腕 带他冲了出去 又在即将接到人的时候 松开时生的手 给了刚下飞机 提着行李箱的女人 一个大大的拥抱 他们热情相拥 时生看到了女人的脸 对方有着一双 和他极其相似的信念 只是面部轮廓 比起他要更加尖锐一些 多了几分精致 时生了然 原来这就是齐也的白月光 确实和他长得有几分相像 抱上了 然后呢 表面上淡定的一批的齐也 陷在脑子里 岂是一团乱麻 他忍不住回头 去看时生的表情 只见对方神情自若 看着林婉婉的目光 隐含欣赏 甚至还带着点匪夷所思的 欣慰 这个词一从脑海中出来 齐也心中就一阵揪宁 说不出的难受 可能是因为 齐也出神的时间太长了 林婉婉拍了拍他的背 笑道 怎么 一段时间不见 还是这么黏人 齐也身体有一瞬的僵硬 不过很快就恢复过来 这么多年也不跟我通择电话 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就那样 读了几年书 林婉婉说着 就将目光落在后面的石生身上 唇角带笑 那是 齐也神情一顿 片刻后 他语气轻松道 我女朋友 话音落下 林婉婉表情一僵 他微微闽唇看着石生 目光陡然变得饱有身意起来 石生倒是无所谓 他兴致勃勃地 朝着对面的女人打招呼 你好啊 说完又看向齐也 不给我介绍一下吗 不等齐也开口 林婉婉便把自己的名字说了出来 他定定地看着石生 目光在对方 与自己极其相似的性眼上停留片刻 随后不慎在意地一开目光 唇角笑容扩大了几分 时候不早了 回去吧 齐也 好 说完便主动帮林婉婉替行李香 他们二人并肩在前面走着 聊些国外求学的话题 但大多数都是林婉婉在说 齐也安静听着 时不时附和两句 这就显得跟在后面的石生 像是毫无存在感的电灯炮工巨人 石生背着包 没忍住打了个哈欠 恰在此时 前方的林婉婉回过头来 调笑道 刚才听阿爷说 你现在是在盛景的工作室做画师 石生猛了两秒 随即反应过来 点头说 嗯 是的 林婉婉笑起来 那不正巧了吗 我回过后的第一意想 就是去盛景求职 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听到这话 石生事先落在女人唇角的笑容上 颇有些不自在 那是挺巧的 进了一会 他又补充说道 盛景近些年确实发展得很好 老板也很随和 去那不会亏待你的 林婉婉眉毛微挑 当然不会 他们谈话的时候 齐也就单手插都在边上等着 神情隐隐带上几分不耐 说完了吗 林婉婉反应过来 立刻说道 好了 阿爷 你怎么还是这么心急 语气中都是亲密 齐也臭着脸 说了句 你们聊起来都不管我 说完便继续提着行李 向往前走 只是眼角余光 有意无意地 瞥向后方的石声 这一幕 林婉婉没有错过 他不动声色地岔开话题 对了阿爷 我在国外的时候 遇上名教授 年纪轻 长得也挺帅的 齐也的注意力 瞬间被吸走 他不满道 有我好看吗 笑声响起 好不好看 令说 不过确实和你长点像 眼间自己又被忽略了 石声也不在意 他打开手机看了眼 正好瞧见王端 给他发的无数条消息 全都是在窜夺 他到齐也面前 大闹一顿什么的 石声眉毛轻轻一挑 直接将聊天记录 全部删除 他怕是疯了 才会在这个时候去闹 被齐也厌弃不说 退休金都不一定能拿到 得不偿失 说话间 三人来到车前 齐也习惯性 开车门去驾驶座 等他插好钥匙 往边上看过去的时候 却正好看到 林婉婉的脸 女人的侧脸 娟秀温雅 见他看过来 表情还有些诧异 怎么了吗 齐也没说话 皱着眉看向后座 果不其然 石声就抱着包 跟小学生一样 乖乖坐在后面 齐也 心头火起 察觉到他表情不太好看 林婉婉仿佛才反应过来 连忙说道 不好意思习惯了 我这就去和声声换个位置 不用 齐也硬邦邦地说 他转回来 双手握住方向盘 夏合冷硬 你坐着就好 林婉婉 欠就地看了石声一眼 石声歪了歪头 不知道他在演什么 好奇怪 林婉婉在副驾驶上 也一直和齐也聊天 没过多久 他摸到窗边凹槽里的一只口红 林婉婉盯着看了一会 问道 这是 齐也看了眼 石声的 文言 林婉婉扯了扯唇角 这样 石声一直都了解 齐也脑子有坑 但他没想到 齐也能坑到这个地步 眼见跑车驶向的地方 越来越眼熟 一个荒谬的猜想 在石声脑海中浮现 他在后座小心翼翼地问道 阿爷 我们这是要去老宅 齐也嗡了声 声音里含着点笑意 是 正好我儿回来了 带你们一起回家吃饭 有什么问题吗 石声 没有 没有个屁 齐也他妈的脑子 被门夹了 带着前女友和现女友 一起回家吃饭 亏他想得出来 虽然严格来说 石声并不是齐也的女朋友 但在齐家人眼里就是啊 更别说王端之前都和他说了 齐也和林婉婉的恋情 当年可是传得沸沸扬扬 也在段夫人和齐家家主面前 走过门路的 这多尴尬 果不其然 当齐也带着他们俩 摁响门铃 段玉宁走出来开门 看见齐也 他下意识想微笑 目光一瞥 又看到了旁边的林婉婉 段玉宁的笑容缩小 再往后看 是孤零零落在两人身后的 他内心轻定的儿媳石声 段玉宁 笑容彻底消失 这一切不过在两三秒中间 林婉婉笑意恋艳 段阿姨 好久不见了 迫于面子 段玉宁勉强笑道 嗯 确实好久不见了 说着他又看向齐也 目光严厉几分 怎么带着娃儿过来了 还有声声 段玉宁闽纯 从两人身后 把石声拉了出来 心疼道 声声怎么在后面 齐也你怎么回事 语气是藏不住的轻易 林婉婉脸上的笑容 僵了几分 直到这个时候 他看向石声的目光 才终于认真起来 林婉婉没有想到 自己出国六年后 齐也的新欢 竟然能搞定段夫人 当年就算是他 都没能让段夫人彻底认可 林婉婉的表情有些难看 但在场的这些人 都没有发现 段玉宁忙着安抚石声 他说了几句客套话 让齐也带着林婉婉 去沙发上 坐着叙叙旧 自己则是牵着石声 去了厨房 林面上说是 去给客人准备吃的 实际上进了厨房的段玉宁 第一时间把门关上 着急地问 声声 怎么回事啊 齐也怎么把你和那个 一起带过来了 石声老实回答 不知道 阿爷的朋友说 那是他初恋 初恋什么初恋 段玉宁打断他 心疼地摸摸石声的头发 当年我就不同意 他们在一起 就是年纪小瞎混着玩的 再说了 他们家当年那些事情 剩下的那些话 还没说出口 就被段玉宁咽了回去 他看了眼 被关上的磨砂玻璃 神情严肃道 今天的事 你都老实和我说说 石声就把这件事 美化了一遍 然后说给段玉宁听 没提路上 齐也和林婉婉相谈甚欢 也没提自己 跟在后面 像只卑微的舔狗 只说了去机场接人这件事 但段玉宁左思右想 都觉得齐也不可能那么老实 他太了解男人的 那些劣根性了 更别说当年齐也 为了林婉婉 和家里闹得那么大 段玉宁眉头紧皱着 就怕石声为了齐也 委屈自己 变圈味道 生生别怕难过呀 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 齐也那臭小子 竟知道给你添毒 待会看我怎么教训他 石声抿了抿唇 露出一个笑来 问题是 他其实也不喜欢齐也 但石声看了看 段玉宁一份甜蜇的模样 又把这话揉碎了 往肚子里咽 管他呢 在段玉宁眼里 他和齐也 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齐也做了那么多混账事 自己到时候 就说他被伤透了心 从此水泥封心不再爱 石声冷静下来 帮着段玉宁 做了个水果拼盘 段玉宁把水果拼盘递给石声 说道 你去送 然后又小声说 你到时候就跟林婉婉说 家里的水果只够做这个 希望你别嫌弃 做出父主人家的样子来 听到没有 石声 他会不会被齐也垂死 看着段玉宁坚定的眼神 石声无奈点头 厨房门被打开 石声端着水果拼盘走出来 轻手轻脚地 放到林婉婉面前的茶几上 他学着段玉宁的语气和神态 说道 不好意思啊 家里只有这么点水果了 希望你别嫌弃 刚说完 石声就在心里 给了自己一巴掌 因为这句话 齐也抬头看了石声一眼 眉毛微微上挑 眼尾微弯 石声甚至在里面 看到了点笑意 想起他们冷战之前 发生的事情 石声的心 一点点沉了下去 但他面上 还是什么都没表现出来 镇定自若地 坐在两人对面 眼观鼻鼻关心 主打的就是一个 别人不Q我 我就咬死了当个哑巴 林婉婉的表情不太好看 自从石声 说了那么一句话之后 他扯出一副笑脸 说了句没事之后 就继续和齐也聊天了 林婉婉 说起来 你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提到这个 齐也有些不太高兴 但还是凑着连老师回答 就大学的时候 恰好就碰见了 觉得他还挺漂亮的 大学啊 林婉婉笑着 那岂不是我刚出国那段时间 齐也 嗯 你出国一年后 听到这话 林婉婉有些震惊的模样 这么久 那是当然 齐也故意看了眼石声 像是为了凸显出什么一样 说道 你这么好 我哪舍得无缝贤见 石声 有时候带小朋友 就是挺心累 一不小心 就会被气到 林婉婉倒是被这话哄得 挺开心的 脸上笑容愈发甜蜜 就在他们越来越嗨的时候 段玉宁也从厨房走了出来 既然晚回来了 那齐也 去把你爹还有你哥 都叫过来吃顿饭吧 正好段玉婉也说 最近要回家办点事 段玉婉三个字一出来 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了一瞬 石声是有点出神 齐也是有点怂 林婉婉眼睛却是一亮 他笑着说 大哥也要回来啊 正好我从国外带回来一些礼物 可以送给他 听到这个称呼 段玉婉嘴嚼扯了扯 敷衍的嗡了声 什么身份 就叫他家小景大哥 许是看出段玉婉的冷淡 林婉婉有些尴尬 正想着改如何补救 就听见旁边 齐也吃味地问了句 只有我哥有礼物 我没有吗 林婉婉立刻接上话头 之前在车上不是给你了吗 齐也耍赖 不行 我要比哥多一个 段玉婉皱眉看着他们 脸上闪过一丝不爽 最后坐到了石声边上 捧着石声的手拍了拍 明明是在老宅 但客厅里的气氛 却和以前不太一样 以往都是段玉婉 带着石声聊天 没有旁人说话的份 但今日不知怎变 却是齐也和林婉婉聊得嗨 段玉婉不怎么开口 林婉婉却好像完全没有察觉到 现场古怪的气氛 坐在齐也身边 巧笑嫣然 就在他们聊得正欢的时候 老宅大门被打开 母亲 熟悉的声音响起 在场众人皆是一愣 石声扭头看过去 段玉婉一身正装 看起来像是刚从会议上下来 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神情冷淡 他好像没看到林婉婉 目光第一时间落到石声身上 紧接着 林婉婉站起来 脸上挂着惊喜和热情的笑容 大哥回来了 真是好久没见了 我在帝国给你带了点礼物 要不要看看 说着 就趁着段玉婉走过来的功夫 开始翻包 找到了 大哥 就是这个 大哥 段玉婉目不斜视地 从他面前走过 在石声边上停下 男人声音和缓 你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 为什么 石声愣了会 接着小声说道 没什么 他努力把段玉婉的注意力转移开 大哥 你看后面 林小姐他喊你呢 段玉婉眉头猝起来 他微侧过身 眼底印出林婉婉的影子 林婉婉唇搅动了动 正要说什么 就听见段玉婉 带着些微疑惑的声音响起 不好意思 你是 林婉婉笑容瞬间僵硬 客厅里的气氛 一时间变得有些尴尬 林婉婉站在原地 表情难看 最后还是齐也站出来 哥 这是婉儿啊 以前和我们住对门的 兴许 是为了表达亲近 他还半开玩笑地说了句 算是我俩的小青梅 段玉婉不嫌不淡地看了齐也一眼 与其莫名有些凉 是吗 不记得了 说完遍 直接在石声旁边坐下 林婉婉手里的礼物 送也不是 收回去也不是 总之无论怎么处理都尴尬 最后还是被他放回了背包 林婉婉低垂着头 听着齐也和段夫人的谈话 手掌钻的死井 眼底都是晦涩的情绪 没过多久 齐也又开始试图让段玉婉 记起林婉婉 期间不止一次 偷偷瞥向石声观察他的反应 哥 以前你上高中 我上中学 婉儿还分别来给我们送午饭 这你总不会不记得吧 段玉婉手里端着杯热茶 文言抬眸看了他一眼 漫不经心道 林婉婉顿时期待地抬起头来 齐也 是吧 我就说不会不记得的 婉儿做饭 段玉婉不紧不慢地打断他 那饭送给同桌吃了 他说盐放多了 咸得他牙疼 众人 林婉婉扯了扯唇角 这样啊 那次饭我确实没做好 客厅里充斥着说不出的火药味 石声察觉到了 但他并不想管 默默捧着茶喝 就在这个时候 段玉婉婉放下茶杯 清脆的磕碰声响起 他掀起眼帘 眼眸黑尘 今天是你去接的他 听到这话 齐也微微一愣 是我 哥 带着石声 齐也 嗯 客厅里安静一瞬 随即传来段玉婉的冷笑 他抬眸看着齐也 意味不明地说了句 好样的 下意识地 齐也出了一身冷汗 他小声喊了句 哥 段玉婉没硬 却也没说其他的 而是从沙发上站起身 说道 想喝些什么 静了大半天 石声恍惚 才反应过来 是在问他 石声咳了声 然后非常没骨气地说道 都可以 随便 段玉婉却没有随便了事 他问 上次的草莓奶昔 文言 石声信眼微亮 用力点头 好 段玉婉唇边勾起点笑意 嗯 说完便走向厨房 全程没往林婉婉身上看一眼 没过多久 厨房响起些水果和榨汁的声音 段玉婉眼底划过一丝笑意 扬声喊了句 小景在亲手做呀 听到这话 石声愣了愣 接着就是一阵慌乱 他 让段玉婉下厨 察觉到石声的紧张 段玉婉轻轻拍了拍他手背 以示安抚 切水果的声音停下来 段玉婉出现在厨房门口 原本一丝不苟的衬衣袖口被挽起 金丝眼镜摘了下来 露出一双漆黑的眸 男人声音淡淡 冰箱没有现成的了 只能先做 说完 他顿了顿 看向石声 嫌弃吗 石声一个机灵 连忙回道 不嫌弃 段玉婉扬眉 似乎是笑了下 好 说完就返回厨房继续了 段玉宁神清气爽地回过头 拍拍石声的手 语气慈哀道 我这大儿子平时忙得很 自从跟着他爸跑公司之后 就不怎么进厨房了 连我这个当妈的 都不怎么能吃到他做的餐点 这次就当是 沾了生生的光 话音落下 客厅的氛围愈加古怪 察觉到林婉婉的目光 石声头都不敢抬 只能硬着头皮附和 这天杀的修罗场 为什么要落在他身上 只有林婉婉 他坐在沙发上 表面上不动声色 低头时眼睫却一直在颤 段玉井 亲自下厨 女人亲历的眼眸底下 是满到快要溢出来的嫉恨 这场家宴到最后的氛围 都非常古怪 往日里 齐明德虽然话少 但多少还是会说两句 今天却一句话都没说 沉默得不像话 饭桌上气氛沉闷 虽然齐家没有不给面子的直接赶客 但无论从哪方面 都结结实实地透露出 不欢迎三个大字 齐家不欢迎林婉婉 同样也不赞同齐也不打商量 就把林婉婉带回来吃饭的举动 这就导致林婉婉的处境非常尴尬 吃过饭后就匆匆离开了 甚至没让齐也送 齐也当然着急 带上车钥匙就要追上去 段玉宁面色沉下来 站住 齐也停下步子 他转过身 无奈地看向段玉宁 喊道 妈 玩儿好不容易回来 他在国内就我们这家熟悉的 段玉宁直接打断他 什么熟悉 我和他可不熟 年近五十的女人目光伶俐 当年他们家捅出的篓子 就已经够大了 他父母欠了那些工人这么多血汗钱 到现在都没有还上 齐也不乐意听这些 你也说了 是娃儿的父母 那些和娃儿都没有关系 段玉宁立声道 你以为林婉婉就什么都不知情吗 客厅煞事安静下来 齐也哑声 妈 别叫我妈 段玉宁气的脸颊发红 他还抓着石生的手 你以前如何荒唐我不管 但现在不一样 齐也 你是有女朋友的人了 你当着生生的面 把林婉婉带回家 你让他怎么想 让我的面子往哪个 他显然是动了真怒 齐也嘴唇涅如 想再辩解些什么 但还未开口 齐明德便开口 行了 住嘴 别气你妈妈 齐也指的住嘴 他看向石生 石生和齐明德一起 熟练地安抚着段玉宁的情绪 段玉宁气得不轻 一时半会哄不回来 齐明德就想先带着他回去睡觉 但段玉宁不乐意 他看着齐也 明显是还想教训两句 就在这时段玉宁说道 妈 你先回去休息吧 弟弟的事情 我会解决的 段玉宁一向信任他 听到他发话了 便放下心来 狠狠瞪了齐也一眼 被齐明德扶着上楼休息 临走前还不忘和石生亲热一番 生生放心 在我这 你永远都是我的儿媳妇 石生内心软了一片 他抿唇 轻声应了句号 带长辈两人走了 段玉宁抬头 远远地看向齐也 没说话 但那双漆黑的毛子 不怒自威 齐也后背发凉 喉咙上下动了洞 低声道 哥 段玉宁声音冷沉 丝毫不留情面 去祠堂跪着 我就是气不过 你说生生多好一孩子 齐也那小子 怎么就是不知道珍惜呢 齐家老宅二楼 主卧内 段玉宁还在续道着 那个林婉婉 他小时候我就不喜欢 精明太过 不用问都知道是他爹妈教的 整日里扒着齐也和小景 尤其喜欢黏着小景 你说他一个小姑娘家 我也不好意思明说 只能装作不知道 面子上好歹还过得去 谁知道齐也那小子不争气 竟然和他 说到这 段玉宁一拍床踏 气得住了嘴 齐明德一下下拍着他后背 安抚道 好了 别气 阿爷还小 难免有拎不清的时候 段玉宁这时候 听不得旁人给齐也辩护 当即就冷冰冰道 你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还觉得齐也做得对 齐明德一噎 等时不敢说话了 主卧里安静的落针可闻 段玉宁正在气头上 直言 我看她是的老婆跑了 才知道后悔 齐明德点头附和 嗯 是这样 越说段玉宁就越着急 老齐 你知道我的那些个小姐妹吧 他们全都惦记生生好久了 要是生生和齐也分手 他们肯定把自己儿子推出来 哎呀 我真是 段玉宁气得真情实感 好像下一秒 自家儿媳妇就会跟着别人跑了 齐明德正想再安慰几句 接着就听妻子说道 让生生跟着齐也那浑小子 真是委屈死了 要是先遇到的是小景 话还没说完 齐明德就重重咳嗽起来 连忙说道 说的什么话 段玉宁也意识到不妥 闭了嘴 过了会 又低声说 但你瞧齐也那样子 我真怕 生生受不了跑了 老大带生生 其实也还不错 齐明德心想 何止是不错 想起饭桌上段玉宁少数几次开口 都是在给时生出气 他叹了口气 到底是没有多想 搂着段玉宁道 好了 先休息吧 而孙字有儿孙福 要真出了什么事 那也是齐也该受的 听到这 段玉宁安静了 时生猜到了 齐也会挨罚 但他没猜到会罚得这么重 齐家家法严格 犯了事之后 无论在外面多风光 到了家都得乖乖挨罚 去祠堂罚柜 一般意义上来说 都伴随着挨鞭子 但段玉宁已经开口了 那么无论是谁来劝 都没有用 齐也在原地战了会 最终还是咬牙去了祠堂 段玉宁叫了个下人跟着齐也 并将甩鞭的任务交给他 三十鞭 一鞭都不能少 段玉宁说 下人低眉顺目地道了生好 光听着就知道 肯定很疼 时生坐在沙发上 目送齐也远去后 才小声说句 会不会罚得太重啊 闻言 段玉宁转身看向他 说道 不重 他应得的 男人站在时生面前 眼眸垂着 神色看不太清 但说话时 语气却格外认真 齐家没人会这样欺负老婆 段玉宁唇角 机不可查地勾起一个弧度 声音几乎是带着点诱哄的意味 除了齐也 听到这话的时生 若有所思 所以 齐也算是齐家唯一一个败类 不愧是他 一日清晨 段玉宁从睡梦中醒来 听说昨晚齐也被弄去祠堂罚柜 还挨了三十道鞭子 也只是微微一愣 接着就不慎在意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 在他看来 齐也那性子 就是得磨磨 昨晚齐也和时生 也是在老宅里休息的 毕竟闹了一天 齐也还挨了鞭子 说什么都累 段玉宁下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齐也趴在沙发上 掀开衣服 让时生帮忙涂药 两人都没说话 但气氛勉强还算和谐 但段玉宁看不过去 他走到沙发边上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怎么 自己没长手 要生生给你涂药 齐也猛了一瞬 他扭过头 确定自己的伤势在后背上 顿时委屈道 妈 我要能涂到 除非跟章鱼一样长八只手 段玉宁 八只手都不够你折腾的 齐也 大早上的出完气 段玉宁觉得舒服多了 他让时生把药放下 说道 生生的手巾跪着 给你涂药 呸 时生本来也不太乐意 给齐也涂 听到这话 一点犹豫都没 就把药膏放下了 齐也嘴角抽搐 心说时生 到底是给他妈 灌了多少迷魂汤 他不情不愿地 从沙发上坐起来 艰难给自己涂药 见他还能动 段玉宁就知道 齐也伤得不是特别重 当即就带着时生 到沙发另一个角落叙旧了 段玉宁和他小声 说着悄悄话 齐也要是欺负你了 你就打电话和我说 还有那个林婉婉 你放心 我们都不喜欢他 就齐也那个二愣子眼下 他要是欺负你 你也打电话给我们说 时生乖巧点头 好哦 我会的 唉 段玉宁恋爱地看着他 又补充道 他要是连我们的话都不听 你就直接打电话给老大 给小景 知道不 文言 时生眨了眨眼睛 打给段玉景 他略微有些出神 直到段玉宁喊他 总之就是不要让自己被欺负 知不知道 时生回过神来 用力点头 知道的 段夫人 两人的对话 没有持续太久 齐也自己给自己疗草 涂完药之后 就开始催着时生离开了 段玉宁自然不满 揪着齐也耳提面命 你小子悠着点 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生上 你看我不收拾你 齐也表面上阴得欢 实际心里完全不当回事 段玉宁 还有那个林婉婉 不要再和他来往了 不然生生会伤心 听到没有 听到这话 齐也开始不耐烦 知道了知道了 说完就拽着时生往外走 时生着急忙荒地和段玉宁挥手告别 这次段玉宁在门口看着他们 齐也不得不帮时生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 等他上去之后 自己再上车 但刚一进车里 齐也边一边系安全带 一边语气漫不经心低说道 我儿刚回过没地方住 在他这段时间没找到房子之前 就住在我那 有意见吗 说完 就垂眸看着时生 像是在期待他的反应 时生只觉得 那三十边 还是没能把他打怕 他露出一个笑容 看起来乖巧甜美 十分宽容大度 没有呢 房子是阿爷的 阿爷想让谁住 就让谁住 齐也左看右看 没在时生脸上 看到任何极度失态的表情 他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心头不知为何格外烦躁 齐也在心里骂了句脏话 但问题 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齐也和林婉婉的效率非常快 早晨在车里 刚说他要在家里住 等车子开回别墅面前 时生就看到林婉婉 踢着行李箱 站在大门口了 时生 而齐也 他名义上的金主 毫不意外地从车上下来 朝着林婉婉走去 看背影 两人刚见面就开始相拥 林婉婉靠在齐也的肩膀上 嘴唇张合着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时生自己老老实实下车 心说 齐也这速度够快啊 能让林婉婉这个时候 就等在别墅外面 还能拿到别墅区的通行令 要么是齐也昨晚上 刚挨完鞭子回房间 连药膏都还没抹 就火急火燎 开始给林婉婉打电话 要么就是齐也大清早刚起床 就迫不及待打电话 给林婉婉交代事情 怎么说 如果光从这方面看的话 齐也着实是个好男人 仅限于林婉婉 时生在内心感叹了一番 原地转了两圈之后 见齐也和林婉婉开门进去了 这才紧紧跟上 玩儿 家里有点乱 别嫌弃 这是齐也紧张的声音 时生听在耳朵里 静莫名觉得这眼高于鼎的富二代 有点舔狗的意思 接着是林婉婉 温柔和善的声音 不会的 忘了吗 你高中那会 房间那么乱 还是我每天帮你整理的 时生 那姐姐你很牛啊 这么小就这么贤惠 倒也不必把他觉得 高中男生都脏死了 特别是齐也 房间肯定乱得跟狗窝一样 难怪林婉婉 能做齐也的初恋白月光呢 就冲着不离不弃 无怨无悔 给人收拾房间的田螺姑娘派头 他不做谁做 果然机会 都是努力的人的 像时生这样 婉来一步 还喜欢私底下骂金主的小金丝雀 这不就被比得毫无还手之力了吗 正这么想着 齐也忽然喊了时生的名字 他回过神来 条件反射露出一抹极甜的营业笑容 怎么了阿眼 齐也眯着眼眸盯着他看了一会 转头见林婉婉 已经进浴室洗澡了 便穿过客厅 走到时生面前 问道 我只是叫婉儿过来住一段时间 你不要乱吃飞醋 时生扬起的笑容 有一瞬间的僵硬 这小子 哪里看出他吃醋呢 小孩子就是爱脑补 但出于职业操守 既然齐也觉得 他有在吃醋 那为了不服齐也的面子 时生还是从垂下毛子 乖巧地硬了下来 好 见他硬了 齐也毛子亮了顺 他咳嗽两声 好了 你回方去吧 时生点点头 正要回去 接着又听到齐也的声音 等等 你先去厨房下个面 晚儿今早来得及 还没吃饭 时生脚步顿住 接着转过身看向齐也 问道 是林小姐这么跟你说的吗 齐也扬眉 是啊 时生保持微笑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林小姐是想让你做饭给他吃呢 话音落下 齐也神情一僵 他不耐烦道 我哪里会做饭 你去 时生 妈的 死直男 段余景都会做饭 你怎么不会 他甚至还会做草莓奶昔 放下包 时生叹了口气 直接去到厨房 他的饭其实做得并不好 就连下面也只是普通的手艺 水烧开 面化软 倒有导生抽 撒盐弄点胡椒粉 最后 还打算加一把小葱和香菜提鲜 当还没放下去 时生就担心林婉婉不吃 于是探头出去厨房问了句 阿爷 玩吃葱和香菜吗 齐也正坐在沙发上 翘着腿玩游戏 听到这话有些猛 他想起时生也吃 于是说道 吃的 这下时生放心了 往里面放了一小把葱花 和几根香菜 面好了 时生把面端到餐厅 鄙视林婉婉正好从浴室出来 他发稍微湿 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一号的白衬衫 眼眸失亮 脸颊泛着点被热气蒸出来的红 美人出狱 好衣服叫人移不开目光的美景 时生撇到那件衬衫胸口上的刺绣镖 认出这是齐也的衣服 他微微抬眉 目光看戏一样落到齐也身上 对方果然看待了 难有衬衫 只不绝杀 时生正在心里感叹着 旁边林婉婉就注意到了他 女人面色有一瞬的难看 故作不在意地问道 生生 也住在这里吗 齐也回过神来 点头说是 林婉婉抓着衬衫一摆地手紧了紧 随即看向时生 说道 我衣服没带够 借阿爷的衣服穿一会 生生不会在意的吧 文言 齐也也看了过来 时生当然不会在意 直接摆手道 没事的 林小姐 饿了吧 我给你煮了面 就在餐厅 听到这话 林婉婉有些诧异地看了眼时生 女人脸上没有任何愈怒的神色 看起来是真的不在意 是过于神经大条了吗 林婉婉眼下谋底一样 勉强点头硬了身后 这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真叫人不爽 他去到餐厅 一眼看到桌上摆放着的 放了葱花和香菜的面条 林婉婉抿唇 他坐在椅子上 手里握着筷子 神色颇有几分伤心 时生打眼一看 就觉得不对 一阵隐隐地 不妙的预感涌上心头 果不其然 下一秒 林婉婉就红了眼眶 委屈地问道 这面 是你下的 时生心说 我又哪里惹到这个姑奶奶的 连忙回道 是我 怎么了吗 我吃香菜过敏的 你不知道吗 时生哑然 这我怎么知道 我和你之前也不熟 林婉婉神色更伤心了 你撕自家的香菜 时生一口否认 不是 我问过阿爷了 他说 你吃香菜我才 话音刚落 林婉婉就控制不住掉下眼泪 委屈地抽气起来 听到动静 齐也立刻走到餐厅 一头雾水 怎么了这是 林婉婉愤恨地瞪着他 你让生生给我的面条里放香菜的 对啊 你不吃吗 我香菜过敏 林婉婉哭着喊了出来 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不过是分开六年 你就连这都忘记了吗 时生 齐也 齐也连忙安慰 抱歉 我不知道 我真不记得了 我这就帮你把香菜都挑出来 说着就要上来挑香菜 林婉婉一把推开他 我不要 说完就哭着出了餐厅 时生和齐也连忙跟着出去 接着 他就看到林婉婉 找了间离主卧最近的房 一头钻了进去 时生猛了 不是 大姐 那是我的房间 但很显然 现在除了他之外 没人在意房间的归属 齐也跑过去开门 结果发现门从里面被反锁了 他不得不跑回主卧 掏出备用钥匙 齐也现在脑袋慌的一批 趁这个开门的空隙 对着时生劈头盖脸一顿骂 我说他能吃香菜 你就放 你脑子怎么就这么轴呢 时生 骂完 齐也正好打开门 他飞速冲了进去 一把将门拍上 时生 他表情冷漠 你们小情侣吵架 怪到我身上 牛逼 他们这一安慰 不知道要安到什么时候 时生在原地站了一会 转头跑去厨房 叼了两块面包 一瓶酸奶 和一袋饼干出来 他一边吃东西 一边充满怨念的 盯着着属于自己的小房间 里面还时不时 传出些细碎的声响 时生百无聊来地想着 看来这别墅隔音不太行啊 他以后偷偷骂齐也的时候 给在小声点 不知过了多久 房间门终于重新被打开 齐也带着眼眶通红的 林婉婉出来 看见时生站在外面 林婉婉咬着唇 露出一个委屈 又稍显惊恐的神色 时生咔嚓把微话饼干咬断 心说 又不是我欺负的你 怎么露出这副表情 他弄不懂白月光初恋的想法 他现在 只想回去看看 自己的房间 有没有被弄乱 齐也看到他 表情有些许的不自然 大概也是知道 自己之前那通脾气 发得莫名其妙 但齐也这种垃圾 富二代会认错吗 不会 他假装没看到时生 拉着林婉婉就要走 但林婉婉显然不那么想 他挣了两下 然后站在原地 齐也停下来 怎么了吗 林婉婉看向时生 表情歉疚 对不起声声 我那时候太生气 忘记我和阿爷 已经不是情侣关系了 时生心想那不巧了吗 他和齐也也不是情侣关系 但表面上 还是笑明明毫无借地道 这有什么 没事 齐也握住林婉婉的手 表情不耐 你和他解释做什么 走了 给你安排房间 林婉婉不得不跟着齐也走 走之前还转过头 不好意思地看了时生一眼 时生 他面无表情地 把剩下的饼干全部吃完 则 这演技有点差 看不过眼 时生转身就回了房 他看着自己已然变得凌乱的被褥 嘴角抽了抽 任命地走去重新收拾了 时生收拾得很彻底 被套都拆下来 丢洗一击换新的了 等好不容易清洁完 时生躺到床上歇了一会 打开手机看了眼时间 略微感到头疼 他转头 就跑去和老板请假 请假的消息发过去之后 老板秒回 爆脾气爱指点江山纳南的 好的 收到 放心 时生盯着这条消息 看了好一会 是他的错觉吗 怎么感觉 老板最近对他的态度 殷勤了不少 时生放下手机 正思索着 接下来该干嘛 顶端就谈出来一则消息 花心待人还算好的富二代 嫂子 碰见那个姓林的了吗 SS 碰见了 挺漂亮的 花心 但人还算好的富二代 现在是讨论 漂不漂亮的问题吗 花心待人还算好的富二代 现在是讨论 如何让齐也那个狗笔 意识到他爱你 爱到无法自拔 没你不行的问题 SS 不至于 花心 但人还算好的富二代 至于 花心待人还算好的富二代 我认定的嫂子 只有你一个 旁的妖魔鬼怪 都别想来沾遍 花心 但人还算好的富二代 什么林婉婉 退 退 退 时生看着王端 在网络内头发疯 不是很理解的 扣了个问号过去 然后干脆利落地 关掉手机 开始睡觉 昨晚上没睡好 梦见齐也顶着 满后背的鞭商 还硬要带着林婉婉 到他面前 表演猪八戒被媳妇 他无语地 一晚上醒过来三次 另一边 林婉婉看着齐也 在客房给他收拾行李 心中一阵悸动 他拽着衬衫下摆 语气轻柔 阿野 听到声音 齐也转过头来 怎么了 面前是被他叠得 一塌糊涂的衣服 林婉婉瞟了一眼 嘴角抽了抽 到底是没说什么 转而道 其实我这次回来 没想到你会交女朋友 齐也身形一顿 他继续给林婉婉 胡乱叠着衣服 说道 婉儿 你离开了六年 六年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没有人会傻傻 等一个归期不定的女人 这么长时间都不谈恋爱 齐也自认 不是个多深情的人 他喜欢林婉婉吗 喜欢 但这并不妨碍他 每天花边新闻满天飞 晚上带不同的女人回家 有多刻骨铭心 似乎也没有 他现在之所以 对林婉婉这么特别 很大一部分 是为了弃时生 但为什么要弃时生 齐也自个儿也说不清楚 两人沉默的时间太长 林婉婉抿了抿唇 又道 你和那个时生 在一起五年了 齐也扯唇 没说合约的事情 只点头 是 林婉婉勉强笑笑 这么长时间 感情一定很好吧 齐也终于察觉到什么 他转身看向他 说道 你该不会 还想和我 话还没说完 他腰间一紧 林婉婉穿着他的衬衣 用力地抱住了他 女人的头 就靠在齐也的肩膀上 清新地洗发露味道蔓延 身躯柔软 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林婉婉想修复 他们之间的关系 齐也习惯了 这样的头怀送抱 但林婉婉 终究和别人不太一样 他喉咙动了动 说道 不可能的 婉儿 林婉婉身子僵了僵 他抬起头来 眼底阴晕一片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生吗 提到这个名字 齐也不由的一阵出神 接着他反应过来 咒齐没有些不耐烦 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提他做什么 齐也的语气很严肃 我安定不下来的 婉儿 我们不能维持伴侣关系 但你要是想找我 解决生理需求 我随时都在 听到这话 林婉婉缓慢松开齐也 眼底都是失望 他想起了时生 脱口而出道 那你和他 为什么是伴侣关系 齐也择了声 我和他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和他同居 林婉婉声音哀气 你以前只准我进你房子的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 齐也不打算再和他聊下去了 放下跌倒一半的衣服 撂下一句 你自己冷静一下吧 就离开了客房 只留下林婉婉 站在原地 咔哒 封闭的空间中 林婉婉擦干自己的眼泪 打开手机发消息 L 哥 齐也不靠谱 我得去找段余景 L 只有他能帮我们 对面很快就有了回复 你能搞定他 想起昨晚见到的男人 林婉婉脸颊上浮现出红蕴 他打开相机看了看自己 眼底划过一丝满意 L 可以的 放心 林婉婉住在齐也家里的这段时间 石生过得勉强还算如意 虽然林婉婉总喜欢在他面前 刷些莫名其妙的存在感 但也正是因为 有他 齐也最近都不怎么来招惹石生了 他一有空 都是和林婉婉打情骂靠 说些暧昧的话语 做些暧昧的事情 这就成功让石生空闲下来 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期间段夫人也发了很多消息过来 旁敲侧击地询问林婉婉最近的现状 得知对方如今竟然也住在齐也的房子之后 差点没当场从老宅赶到市中心的别墅区 直接将齐也抱走一顿 石生好说歹说 才把他劝住 林婉婉的存在 对于石生来说 真的没什么 他的生活一如往常 甚至比起以前还要快活三分 平静美好的犹如梦境 只是很快 这份平静就被打破了 起初石生只是在工位上 听说有新员工要入职 并没有多放在心上 直到去了一趟厕所摸鱼的童帘忽然跑回来 神神秘秘地说 今天要入职的新员工长得非常好看 他才勉强提起了一点兴趣 石生勾陷的动作没停 但还是颇感兴趣地问了一句 是吗 有多好看 童帘搓搓手在旁边工位坐下 老好看了 大美女 五官特别精致 他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 就差没把喜欢两个字挂在脸上了 石生故意装作吃醋的模样 说道 怎么 我现在不是你的心肝宝贝了吗 童帘立刻反应过来 怎么回呢 宝宝 虽然我喜欢看帅哥美女 还喜欢加帅哥美女的联系方式 但我发誓我最爱的只有你 石生忍笑 去你的 正聊这天 他们工作室的老板 就领着一名新员工走了进来 老板顶着一头稍显稀疏的头发 手里握着保温杯 说道 大家安静 停一下手头的工作呀 今天我们工作室又来了一名新同事 来 小林和大家打个招呼 花音落下 一道柔和的女生响起 大家好 我叫林婉婉 听到这个声音 抬起头来 果不其然 就看到那道熟悉的身影 林婉婉今天穿得很正式 小西装和包屯裙 配上一头微卷的黑长发 和亮丽的五官 看起来格外漂亮 工作室里瞬间响起热烈的掌声 他们工作室因为游戏性质 男性员工的占比非常少 仅有的那几个 在看到林婉婉的一瞬间 就瞪大了眼睛 童帘压低声音说道 你看 我就说很漂亮嘛 石生眨了眨眼睛 点头 嗯 很漂亮 抛去那点莫名其妙的性子 林婉婉这身皮囊 的确非常出色 恰在此时 林婉婉在老板的带领 下去到工位上 好巧不巧 石生对面就有一个 林婉婉当然看见了石生 两人目光一对上 他便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主动对老板说道 老大 我就坐在这吧 文言 老板欣然点头 他又交代了些工作室的注意事项 接着就离开了 老板走后 工作室的氛围 当时更加热烈 他们团团围住林婉婉 进行自我介绍 童连也不例外 而且因为工位离得近 他只需要站起来探出身子 就能和林婉婉搭上话 在众人的簇拥下 林婉婉耐心又温柔地 回答着他们的回答 见他那边热闹 石生耸了下肩膀 不打算参与其中 低下头继续画稿 但林婉婉 哪有那么容易放过他 应付完其余同事后 他便当着大家的面 对着石生 露出一个惊喜的表情 声声 你也在这个工作室啊 被cue到了 石生自然不能再装眼瞎 他只好抬头露出一个笑 嗯 我也没想到 石生在工作室的人员很好 见林婉婉和他认识 周围同事的态度更加殷切 诶 婉婉和声声认识啊 童连也在旁边眨了眨眼睛 石生还没来得及回答 林婉婉便武纯笑道 是呢 我刚回国的时候就和声声说了 会到盛景来工作 只是没想到 竟然会巧到在同一个工作室 周边立刻有同事附和 回国 婉婉还是海归啊 林婉婉有些不好意思 只是去帝国留学过一段时间而已 那也很厉害了 而且挺巧的 婉婉和声声认识 都是在盛景工作 只是竟然不知道 对方在哪个工作室 听到这 林婉婉别了下头发 说道 我和声声住一起的 本来是想找机会问问的 只是声声平日在家里也很忙 我都没能和他搭上几句话 哇 你们还住在一起啊 声声确实很工作狂 林婉婉那句话落下后 童连不知怎叠 直接坐回了工位上 同事们的注意力 都在林婉婉身上 没怎么关注石声和童连 石声松了口气 凑到童连身边问道 怎么不去 和你的美女姐姐搭讪了 是因为人太多 顾不上你了吗 童连懒洋洋打了个哈欠 看向他 说道 不是 就是突然觉得 他那句话说得有点表 石声 这是能直接说出来的吗 好在林婉婉那边比较吵 没人听到童连的话 石声有些慌乱地 撇到林婉婉那边 确认没人听到之后 这才松了口气 他小声道 你悠着点 这可不是能乱说的话 童连一脸无所谓 这有什么 而且你不觉得吗 说着 童连一双漆黑的眼睛 就看向了石声 认真到 他说的那话 怎么听 都有种故意引人怪罪的意思 而且 童连这次更加认真 而且 你不是在和你男友同居吗 为什么会让林婉婉 和你住在一起 童连表情多了几分忧怨 你们的关系 还没好到那种程度吧 还是说 你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又多了什么好闺蜜好朋友 还是能带到家里住的程度 石声一时语色 他叹了口气 别瞎猜 童连是少数几个 知道他感情状况的朋友 虽然不知道他男友是谁 但该了解的都了解了 童连装模作样的抹干净眼泪 我觉得 你不会那么 没良心地邀请别的女人 而不是我到你家里住 而且 看样子你和那个林婉婉 也不是特别熟 再加上 他话里话外表气外露 他该不会 童连异常认真递下了决断 他该不会是你 男朋友带回家的 说是妹妹 其实是心肝小宝贝的女 姓 朋友吧 石声 某种程度上来说 童连也算是厉害 你不去当真探真是可惜了 石声如此点评 过讲过讲 童连还有些沾沾自喜 我就是在吃瓜这方面 有点天赋而已 说完 他又凑近石声 所以 到底是不是啊 如果是的话 这你都不分手 石声 这不是分不分手的问题 而是敬不敬业的问题 他一脸严肃 你放心 这是我能解决的 童连 你没有反对 说明我说的没错 石声 童连低头看了一眼 说道 我今天穿了双九厘米的高跟鞋 下班后 你带我回家 我拿高跟鞋 戳爆那渣男的狗头 石声 倒也不必 你要真戳爆了 我的退休金就拿不到了 石声 你别冲动啊 这是有缘由的 童连胡疑 真的 这是能有什么缘由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石声糊弄道 这副有事情瞒着的姿态 简直不太太明显 童连盯着他看了两秒 叹口气道 好吧 你不说也没关系 石声松了口气 紧接着就听童连说道 不过你放心 就算其实你才是那个抢占别人 男朋友的小三 我也会无条件支持你的 石声 他简直受不了 你能不能正经点 童连送了他一个非吻外加媚眼 谁让我这么宠你呢 宝贝 石声这下彻底没脾气了 他冷着脸对童连视若无睹 继续画稿 接下来在工作室上班的日子 颇为费劲 因为林婉婉 真的很喜欢表现自己 开会的时候 她是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的 秦老小蜜蜂 散会的时候 她是巧笑嫣然的工作室 交际花 总之就是想刻意忽略她都难 更别说林婉婉 还总是时不时就Q一下石声 声声厨艺一般吧 在家的时候 都是我帮忙做饭 说起来 声声今天上班 都没有等我呢 声声工作的时候特别高了 我叫她 她都不应的 住在一起会不会尴尬 不会啊 我们关系可好了 什么 你说声声不理我 没有的是 童连听在耳朵里 没忍住咬了下咖啡吸管 发那个白眼面向石声做好 这丫头表气冲天啊 那些人都瞎了吗 林婉婉这样整日里 拿她和石声的关系说来说去 那些亲近林婉婉的同事 难免会对石声颇有微词 她能这么快在工作室站稳脚跟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她够大方 经常在午间 给全工作室的人送奶茶和咖啡 当然 童连非常有骨气 比如 现在她手上的咖啡 就是自己买的 石声对这些并不在意 她只想搞钱 不想搞人际关系 但因为林婉婉 工作室的氛围 终究还是发生了点变化 最直观的表现 就是 现在没有那么多人 来找石声搭话了 石声正好乐得清静 这是对于她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至少石声 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但林婉婉应该对此喜闻乐见 石声不止一次看到 她在和同事聊天的时候 忽而看向自己 然后玩耳一笑 那笑容极清和良善 反而这段时间 若有肆无挑拨同事关系的人 不是她一样 石声觉得 她这次的演技还挺不错的 放下数位板 石声转头带着同莲 去食堂吃午饭 以往她吃午饭的时候 周边总是做着许多同事 最近却不同 夸张点来说 方圆石里 没有一个是同工作室的 哦 除了同莲 同莲坐在石声边上 一边缩粉 一边恶狠狠地说 声声 要不是你拦着我 我肯定把这碗螺蛳粉的汤底 砸到那白莲花脑袋上 得了吧你 石声筷子尖加着青菜 你也就嘴上功夫厉害 被戳中心思 同莲干脆装死不说话 过了好半场 她才重新开口 不过说真的 你真要这么让林婉婉 骑在你头上 作威作福 听到这 石声快煎一顿 认真思考了一会 意外地发现 同莲说的有点道理 她现在能容忍林婉婉 主要是因为 她是齐也的白月光 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不好惹怒林婉婉 让齐也和她生气 但这个月过去后 石声和齐也的合约 就过期了 到时候她拍拍屁股走人 林婉婉也就和她 半毛钱关系都不再有 可这只是石声 单方面认为的 在林婉婉心里 自己估计 还是那个勾搭了 齐也五年的情敌 和齐也分手 并不能完全清楚 他们之间的芥蒂 难办 好不容易进了盛景 石声暂时还不想失去 这份稳定的工作 对上童莲担忧的目光 石声宽慰道 再说吧 这是没那么难办 童莲撇嘴 要不然 这小三 咱就不当了吧 石声面无表情地 把一只瞎丸 扔进童莲碗里 再造谣我是小三 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童莲欢呼一声 亲爱的生生 我就知道 你不会是那样 不守道德的人 不过 让石声没想到的是 他被孤立的日子 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大概月中的时候 公司里隐隐传来消息 齐家大公子 给他们工作室 投了一大笔钱 最近要来这边开会 顺便视察 齐家大公子 段宇景 这消息一出来 整个工作室都沸腾了 那可是段宇景啊 整个金是谁不认识他 上次他来谈合作 就已经引起了不小轰动 可惜那时候段宇景 一来就直奔老板办公室 不少员工连他面都没见到 但这次不同 视察 那再怎么说 也得到工作室转转再走吧 石声和同联 正在工卫上 讨论开服卡面怎么话 就听见对面 传来林婉婉和他朋友的声音 那可是段宇景啊 婉婉 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好看 真的 那我岂不是 算了 我感觉还是婉婉你更有机会 什么机会 被段总看上的机会啊 嘘 瞎说什么呢 虽然是否认 但石声和同联 分明听清了 林婉婉语气里的羞涩和期待 二人对视一眼 没忍住露出一抹笑 嘲笑 同联轻蔑道 真是什么人 都敢攀豪门 也不看看 他配吗 再怎么样 被看上的 也得是我们生生好吧 石声差点没把 刚喝尽的水吐出去 同联 我哪里说错了吗 我们生生倾国倾城 国色天香 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 石声忍无可忍捂住他的嘴 闭嘴巴你 好在没有其他人 听到童年狂妄的话语 不然就照林婉婉那记仇的德性 非得暗地里给石声下 不少半字才行 因为段余景的缘故 同事们的心都浮躁了不少 对于他们来说 段余景是比那余明星 还要惹眼的存在 尤其是出色的外貌和家事 听着同事们压低声音的热切讨论 石声忽然也觉得 自己能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被企业看上 签订替身合约 之后还和段夫人关系交好 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石声常常舒出一口气 坐在工位上认真画稿 当然也并没有留意到 林婉婉呼而站起来 落到他身上的视线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很快就到了段余景 要来工作试试查的时候 石声完成了出版的绘制 伸了个懒腰 感觉大脑有些混沌 见状 旁边的童年摸着一杯 温度适中的冰烟拿铁递过去 那喝这个醒醒神 石声感激地接了过来 结果还没喝一口 就有同事喊了石声的名字 声声啊 老板喊你去会议室拿文件 石声不得不放下咖啡 站起来边走边说道 这个时候去拿文件 嗯 同事点头 段总要来视察吗 有些东西还是要处理一下的 好吧 石声跟在同事身后 走向工作室总经理的办公的地方 盛景很看重新 他们工作室新开发的英语游戏 画地盘的时候也非常大方 这就导致员工平时工作的地方 和会议室相隔甚远 石声跟着同事的脚步往前走 但越走 他就越感到困惑 会议室是这个方向吗 虽然他们工作室刚开 但石声也算是盛景的老员工了 会议室怎么看都不是这个方向吧 文言 同事敷衍地应了一声 说道 我们工作室不是有两个会议室吗 这次去了另一个比较小的 文件就落纳了 石声抿了下唇 没说话 走廊越来越深 这种西北角光线比较昏暗 同事用钥匙打开会议室的门 进去吧 文件就在手座上 我在外面等你 石声说了声好 刚刚走进去 身后便传来用力的关门声 紧接着是从外面反锁的声音 同事将要是留在锁孔上 确保从里面打不开 这才松了口气 转身离开 石声在原地站了一会 这才缓慢地反应过来 刚才那个同事 好像就是最近和林婉婉玩的最好的那个 石声皱起眉头 心里觉得不可思议 这些人 该不会为了不让段余景看到他 特意把他锁到这里吧 不是 他们就这么肯定段余景会 看上在工作室 朝九晚五按部就班工作的白领小员工吗 石声感到离谱和荒谬 所以林婉婉真就这么自信 只要把他支走 段余景就会看上他 石声 他看向自己所在的这间小型会议室 试探着动了几个角落 果不其然 没有窗户 断电 监控坏死 石声直接找了个位置坐下睡觉 那名同事回到办公区域的时候 脚步略有些慌乱 见他一个人回来了 童帘微微皱眉 声声呢 同事抿了抿唇 说道 老板把他留下谈事情了 听到这话 童帘这才坐了下来 同事再次松了口气 回到公卫上 林婉婉就坐在他身旁 正对着小镜子补妆 见他回来了 便和上镜子问道 老大和声声要说什么呀 同事扯了扯唇角 没什么 工作上的事情 哦 见林婉婉有些担心 同事愤愤不平道 婉婉 你别总是这么好心 你把石声当好姐妹看 他却理都不理你 林婉婉垂下眸子 你别这么说他 声声其实挺好的 同事追问 那你说 哪里好了 林婉婉又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 同事更生气了 你看我就说吧 他独自生了灰闷气 又道 反正 婉婉你这么漂亮 段总肯定会注意到你的 段总今年都二十八了 身边总不能一直没有女人 哎呀 你别瞎说 林婉婉修男的低下头 掩饰性地摸起了键盘 那双和石声有些相似的信念里 竟是掩藏完美的自得 段余景一向守时 几乎是之前约定的时间一到 他就带着助理来到了工作室 首先肯定是和老板进行谈话 男人面容英俊 唇半偏薄 高挺的鼻梁上是一双微微上挑的凤眼 微言中又透着几分温润 几乎是在他出现的一刹那 办公室里立刻响起窃窃私欲声 林婉婉连忙低下头补了补口红 抬起头双眼放光地 看向段余景 此时男人正边走边和老板交谈 大多数时候 都是老板上赶着献殷勤 段余景可有可无地点头 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男人忽然偏过头 目光落在工作室的一处 但那里却没有他想见的人 段余景机不可见地蹴了下眉 在工作室老板的问候下 又转了回去 面色如常 嗯 是 接着便在对方的引导下 走向老板办公室 待人影离开 工作室里的员工瞬间沸腾起来 一名同事激动地抱住林婉婉的手臂 刚才段总是不是看了你一眼 是不是 林婉婉面色羞红 没有 也可能是别处 怎么会 同事高兴极了 就是你这个方向 咱们这还有谁能比你更漂亮 林婉婉害羞地捂住脸不说话了 童连在他们对面翻了个白眼 不知道的 还以为段余景到他们工作室 是选妃来的呢 要是换在之前 童连恐怕还会跟着同事们 激烈讨论一番 但现在他只关心一件事 时生为什么还没回来 童连不安地抿了抿唇 开始给时生发消息 最后却发现 时生连手机都没戴在身上 工作室和段余景该谈的都谈了 再次了解过游戏设定和发展方向之后 工作室老板便领着段余景 去参观员工们的工作环境 段余景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 老板乐呵呵地说道 这些年轻人就是崇拜段总 段余景不紧不慢地嗡了声 目光在刺缩寻起来 没有 这里没有他想见的人 是去休息了吗 但他记得 时生今天并没有请假 老板带着段余景 在办公的地方转了一圈 边走边介绍 很快就绕到了时生的工卫附近 林婉婉旁边的同事 激动地开始窜多塌 低声道 婉婉 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林婉婉双颊烟红 在同事的鼓励下 等段余景来到这个工卫的时候 他迅速站起身来 极力装作熟人的模样 大哥 话音未落 就见段余景在时生的工卫上停下 手指敲了桌面两下 声音里压着饥不可查的烦躁 时生呢 他去哪里了 工作室内忽然安静下来 段余景的问话响起后 便让林婉婉突如其来的招呼 显得尴尬起来 男人漆黑淡漠的眼神 直落在林婉婉身上一瞬 很快就收了回去 他又问了一遍 时生呢 很快有人反应过来 童连站起来 声声被同事带着去会议室拿文件了 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听到这话 老板插一道 什么文件 我哪有什么文件要他去拿 童连簇 不知道啊 是他和声声说的 说着 他将目光落在斜对面的那名同事身上 此时此刻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他身上 段余景看向他 眸光淡然 眉宇间却翠着一层浅浅的冰霜 在男人的注视下 同事身子微微发着细颤 嘴唇明景 半上说不出话来 老板意识到不对劲 问道 你为什么要跟时生说 我要他去拿文件 同事支支吾吾半天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段余景的面色一点点冷下来 与此同时 童连也慢慢拍的反应过来 煞食气愤的怒吼道 老大分明没让声声去拿文件 那你把他带到哪里去了 你说啊 童连期的面颊通红 我他妈老早就看出你不怀好意 这个林婉婉刚来你就扒着他 怎么 几杯奶茶就能把你收买了 连这种事都帮着他做 值钱怎么不知道你这么便宜 林婉婉面色苍白 他咬着唇 惊恐道 我不知道 这事和我没有关系 童连怒瞪着他 你放屁 老板没想到 会在段余景来视察的时候 出这种事情 脸色黑如锅底 阴沉着脸 喊出了那位同事的名字 段余景眼底神色彻底专冷 他不欲多说 竟知道 你把食生弄哪了 带路 食生睡得浑浑噩噩 这间会议室既没有窗 也没有电 整个就是一暗无天日 伸手不见无止的状态 除了睡觉 好像也没有别的事 可以干 时间过去了多久 他也不太记得清了 只记得自己做了个 极其荒谬的梦 梦见其也为了和林婉婉 与其家恩断一决 裸奔出逃 中途还当着林婉婉的面 抱着垃圾桶 高户屋爱永存 最后 脚滑摔进下水道 落下个半身残疾 其家百般无奈下 选择把亿万家产交给食生 梦中的结尾 是食生抱着财产转移合同 嘎嘎月 结果不等他落完 就被会议室外 框框砸门的声音吵醒了 接着是极其用力地 拍开门板的声音 食生满脸茫然地 从臂弯中抬起头来 眼睛都快睡得睁不开了 视线中出现一个 撑得上高大伟案的身影 还稍微有点眼熟 但食生刚睡醒的时候 迷糊得厉害 半天都没认出这人是谁 一直到腰间被拦住 他整个人被横抱起来 耳边传来熟悉的男声 醒醒 现在感觉怎么样 食生才恍恍惚惚认出 这人是谁 他顾不得用禁称 下意识喊了他的名字 段雨景 段雨景嗡了声 细听之下 竟然能察觉到几分颤抖 怎么样 有哪里不舒服吗 天知道 当他看到这间逼泽阴暗 没有任何光线的会议室的时候 心里有多慌 段雨景不知道食生 被锁在这里多久 他心里泛酸 那些如潮水般涌来一点点 将他覆灭淹没的心疼 让他差点维持不住往日的冷静 他不再多坐停留 抱着食生 直接往私人医院的方向走去 食生回过神来 细白的手指倾拽着男人的领子 脑袋有些猛 我没事 真的没事 然而段雨景听不进去 还以为他在逞强 短短几分钟 他们已经从盛景七楼 到了一楼出口 食生 怎么说 感天动地地媚情 他有些无奈 在喊过几次都没有动静之后 便彻底放弃了 让段雨景放他下来的想法 食生被段雨景抱在怀里 因为对方抱得太紧 多少感到些许窒息 他努力把脑袋从怀抱里钻出来 一抬头 目光正好落在对方锋利的喉结处 再稍微往下点 因为段雨景动作剧烈 西装下内搭的衬衫扭扣散开 露出一小片肌理结实的胸膛 食生的目光在上面落了几秒 很快又红着脸收回来 可 怪性感的嘞 食生配合着紧张的段雨景 在私人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最后 除了睡得太沉引起大脑眩晕之后 没有检查出任何不好的病照 结果检查单仔细看过后 段雨景终于放下心来 唯独食生 他坐在医院长椅上 脑海中不断回响 医生说的那句 睡得太沉导致大脑眩晕 尴尬得简直无地自容 食生低着脑袋 多少觉得自己的 确实心大了些 怎么在那种环境下 还能睡得这么沉的 但是黑乎乎的 真的很好睡觉可恶 就在他忙着胡思乱 想自我谴责的时候 面前忽然出现一杯 还冒着热气的水 食生愣了下 他抬起头 正好看到段雨景 温润平和的眼 见他看过来 段雨景眸光闪烁了下 声音低沉 润润嗓子 食生愁出了会 觉得自己 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于是乖乖地双手 接过水杯 小口小口地戳引起来 身体回暖 他觉得自己 连大脑的眩晕 都缓解了不少 食生咳嗽两声 说道 今天多谢你了 没事 应该的 段雨景说 他眉宇间的冷意 在面对他的时候 散了个一干二净 再谈起刚才那件事 便平和不少 至少从语气 听不出多少波动 之前发生了什么 方便和我说说吗 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 食生于是老老实实的 下午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全部交代完毕后 食生再次喝了口水 段雨景听完 沉默了一会 问道 你和他之间有什么矛盾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 食生冷静地 把自己之前的猜测 埋在心里 一字不漏 谁知道呢 他发神经吧 话音刚落 医院走廊响起 急促的脚步声 童连大老远就看到了食生 他满眼都是自己好友 完全忽略了段雨景 边跑过来边愤恨地喊 声声 我就知道 那女人没安好心 绝对是林婉婉 暗中指使的 她就是怕声声 你的绝世美貌 掩盖掉她的光辉 影响她入段总法眼 嫁入豪门 还好段总会演 石珠剑表达人 接着她看到了什么 童连脚步顿住 声音一梗 段总 食生 沉默 无尽的沉默 感情你现在才看到 只见段雨景眉毛挑起 眼底晃着言语的笑意 那看来 还得多亏我有这项本领 才能把石小姐救出来 最后食生和童连 是坐在段雨景后座 被送回公司的 开车的是段雨景 车上 童连动都不敢动 他手掌在坐垫上左摸右摸 凑到食生耳边低声问 真皮的 食生皮笑若不笑地看着他 你说呢 我觉得是真皮 童连说 食生闭了闭眼 不语他多说 童连有些心虚 他几乎是用七音说的 我这不是没料到段总会一直在你边上吗 我都没看到他 亲爱的 我当时满眼都是你 再也装不下其他人了 食生无语 你这么爱我呢 童连一本正经 那当然 我不爱你 谁爱你 食生被他逗笑了 心说都已经这样了 再追究也没有任何用处 便打算将这个话题掠过 但童连显然不这样想 他紧紧盯着食生 问道 说 你和段总什么关系 食生 受害者和健义勇为的社会好公民的关系 童连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食生假装没听到他在说什么 直接闭眼 童连推了推他 激动到 我都看见了 不 不止我看见了 全工作室的人都看到了 段总臂力好强 单手就把你整个拎起来了 好帅 童连咽了咽口水 你说段总西装底下长什么样 注意力不由自主 被带跑偏 食生又想起来 之前无意瞥见的那小半胸膛 他欲盖迷章地咳嗽了两声 回道 还能什么样 人样 童连择了声 声声 你真的好没意思 他说着就掏出手机 打开某音符视频软件 给你看好东西 食生凑过去看了眼 十个视频 九个肌肉男 还有一个阳光软萌小奶狗 他十分敬佩地 把目光收了回来 好怪 再看一眼 车子停下 车门自动打开 食生和童连从车上下来 下意识跟随段雨景的脚步 往盛景走去 但不知道为什么 食生总感觉自己身上少了点什么 说不出来 他现在脑子有些混沌 食生跟在段雨景后面 把自己上下看了看 一个脑袋两只手 好像什么都没缺 但就是不得尽 他转头问童连 我好像忘了什么 童连面色平静 你是说外套吗 割段总胳膊上搭着呢 食生 童连微笑 你还说你和段总没什么 食生低下头 熟练装聋 半晌 他抬头看了眼 果不其然 自己的小外套 就被折叠着 搭在段雨景小臂上 西装革履的段总 浅色蕾丝边蝴蝶结小外套 怎么看怎么为何 犹豫一会 食生最终还是上前说道 段总 衣服我 自己拿着吧 段雨景脚步微顿 片刻后财温生说 不碍事 你刚从医院出来 不方便 食生觉得自己 没什么不方便的 他只是脑袋有些晕 又不是缺精少两了 但段雨景神色很认真 认真倒能让食生误以为 自己真的得了 很严重的病的程度 最终他还是 善善地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半晌 食生察觉到什么 偏头看了眼 只见童连面色平静 眼底却闪着奇异的光 食生醋眉 你又在挠补些什么 没什么 童连说 现在就算你劈腿渣男出轨段总 我也不会有半点怀疑 食生 童连攥紧拳头 在心底呐喊 那可是段总啊 齐家大公子段雨景啊 前段时间出席发布会 代言的那位当红女星 想靠段总进点 都在试一下 被工作人员拉开 期间还想让段总帮忙提一下她的包 结果下一秒 就被段总以身体不适的理由拒绝了 敷衍的理由 天知道那奢侈品包 就是个轻巧的装饰品 用小拇指拎着 都毫无压力 段总拒绝的原因 可想而知 这样一个是红颜如尘土 不敬女色的大人物 竟然会把食生抱进医院 还帮忙拿衣服 再加上之前 童连平复自己的心情 她的闺蜜食生不好说 但段总肯定心里有鬼 她说的 回到工作室的时间不算晚 进门的时候 周边同事总若有若无地 把目光落在食生和段雨景身上 来回转悠 生怕不知道他们在看 食生劝说自己忽略那些视线 静止走到自己工位上 进了工作室后 便自然而然地变成 食生走在前面了 段雨景不仅不慢地跟在她身后 手上拎着的外套格外显眼 周边眼神更怪了 食生落座 在桌上看到了自己手机 她松了口气 转过去微微欠身道 今天多谢段总了 那这衣服我就 无需多言 段雨景主动把衣服还了回去 恰在此时 工作室老板也屁颠颠跑了过来 身后 还跟着一名抹眼泪的女人 食生看了眼 发现正式把她 关到会议室里的那名同事 老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段总 你看今天这事 我确实是没想到 这些小姑娘家家的性子节 做事冲动 我已经骂过她了 实在不好意思 让段总白跑一趟 话音落下 工作室内却陷入了寂静 段雨景半天都没说话 她漆黑的眼眸 落在两人身上 压迫感极强 老板愁出了两下 道段总 片刻后 段雨景才诞生道 骂了两句 这事就完了 老板一愣 随即意识到什么 说道 那段总的意思是要 身后那名抹眼泪的同事 灯时露出惊恐的神色 段雨景却笑了 看起来温和儒雅 我能有什么意思 只是希望您能公平处理罢了 贵工作室内部的事情 我不好管 多的 我也不好多说 您说是不是 这话重重砸到老板 和同事心上 老板嘴唇张合 看了看食生 随后收回目光 点头道 段总说的是 此事 我们定然公正处理 段雨景微微汗手 和老板又闲聊了两句 之后便看向食生 好了 那就由你来和我说说 你们工作室海报 和例会的汇制进度吧 食生手指拳了拳 抬头便看到 段雨景眼角蕴藏的笑意 他抿唇 心下一松 好 段总请看 另一边 老板意味深长地 看向身后的同事 一锤定音 收拾东西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带段雨景离开后 工作室的氛围尤其古怪 那名故意把食生 锁进会议室的同事 正在哭哭啼啼地收拾东西 盛景前途无量 在这个时候被辞退 还有职场霸凌的前科 他之后找工作 应该会非常艰难 工作室里的人 除了童帘之外 其余的连大声呼吸都不敢 工卫对面 林婉婉小心翼翼地站起来 试图帮那名同事收拾东西 但刚一靠近 就被同事猛地用力推开了 啊 林婉婉被推得往后倒坐在椅子上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那名同事紧抿着唇 目光堪称仇恨地注视着林婉婉 他们造出的动静 很快便引起了全工作室的注意 各种隐晦的目光落在他们二人身上 林婉婉哭得楚楚可怜 我 我只是想帮你收拾东西 同事冷漠地盯着他 半上 他压着火气说道 要不是你 我怎么会被圣锦开除 林婉婉一惊 他流着泪 并不是我让你去做那些事的 就算是为了我 你的手段也过于激进了 要怪 也是怪 林婉婉说着 便看向了石胜 结果还未触到石胜的目光 旁边童帘一眼横过来 看什么看 你也想被开除 林婉婉如同受惊的兔子般缩了回去 童帘最看不惯他这副白脸做派 还要再骂些什么 手臂却被石胜拦住 带着明显的安抚意味 是不让他继续说的意思 童帘只得作罢 七 林婉婉一双肋眼看向同事 意思不言而喻 但那名同事并非傻子 这段时间 林婉婉一直明里暗里 和他说自己与其家有关系 待他追问起来 林婉婉却死活不愿意说 但看他身上穿着的名牌 确实像那个阶层的人物 便一直没有怀疑 所以他才会日渐起那样的心思 以为讨好林婉婉 把石胜挤兑走 日后多少也会有他的一份好处 谁知道 谁知道段余婉婉 压根就没把林婉婉放在眼里 反而是石胜 他咬着唇 擦干净眼泪 收拾东西的速度加快 却没有立刻离开 这名同事绕到了石胜的工位面前 抓住他的手 言辞恳切 对不起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你和段总说说好不好 别让他开除我 拜托了 石胜看了他一眼 镜子把手抽了出来 没说话 继续画稿 旁边桐莲看戏般瞧着他 同事抿了抿唇 改为抓住石胜的衣角 拜托了 圣圣 我真的知道错了 要不是林婉婉穿多我 我也不会做那样的事 我赔你钱好不好 你要多少 说到这 石胜终于停了笔 同事以为自己看到了希望 脸上煞事扬起笑容 却见石胜轻声道 但并不是段总要开除你啊 你好像求错人了 同事笑容顿住 攥着石胜一脚地手松了些许 石胜两根手指夹着电容笔 歪着头好整以侠地打量他 段总又不是盛景的人 他也说了 这是不归他管 你要求 也应该去求老大 同事抿了抿唇 心脏猛烈坠下 是 段总是没有开除他 但段总说的那些话 只要长了脑子的人都能听懂 老板不可能为了他一个小员工 得罪段总和歧视的 同事吸着鼻子 那你帮我求求老大 头顶传来一声轻笑 同事抬头看去 只见石胜唇脚勾着 像是听见了什么笑话般 你这话说的 我为什么要替一个 伤害过我的人求情 我脸上是写了傻子两个字吗 同事猛地坐到地上 完了 都完了 他浑浑噩噩地从地上站起来 走路时神情空洞 落过原来的宫位 他脚步顿住 抬手就给了林婉婉一个巴掌 啪 这一巴掌来得突然 林婉婉完全没有料到 而打了一巴掌的同事 已经转身离开了 四下无声 林婉婉脸颊发烫 周边隐晦帝来的目光 像是又一个巴掌落到他脸上 他愤怒地看向对面 石胜 闻言 石胜抬起头 疑惑地问 怎么 是我删的你吗 林婉婉 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最终捂着脸 哭哭啼啼地 朝卫生间的方向跑去了 带人走后 童连伸了个懒腰 声声 帅死了 石胜眨了眨眼 露出一个颇有些害羞的笑容 看起来无辜得很 和刚才果决冷酷的气人模样 截然不同 童连凑到石胜肩膀上 看到他家青青宝贝 在数位板上画了一只卡通兔子 见状 他接过石胜的电容笔 戳了两下 在兔子胸口 处画了一个黑色的爱心 黑心兔子 晚上下班的时候 林婉婉头一次没和石胜搭话 冷着脸边打电话边离开 石胜也不在意 他自顾自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快出去的时候 还有同事叫住他 低声问 那个 声声 段总 石胜打断他 想知道段总的消息 新闻上都有的 问我做什么 同事连忙点头 是是 不好意思 打扰了 石胜灿然一笑 怎么会 能帮到你我很开心的 同事 嗯 石胜开开心心地走了 这份好心情 一直持续到他 走到盛景楼下 看到那辆属于 企业的炫酷骚包超跑的时候 宣告结束 石胜的脸 一下就垮了 他在原地站了会 转头就打算去乘地铁 结果还没走几步 身后便传来 超跑鸣笛的声音 属于企业的 独特的叫人方式 石胜吸了口气 最终任命地朝着超盘走去 果不其然 林婉婉正坐在副驾驶 抱着企业腰 哭哭啼啼 企业一只手 按着他的后脑安抚着 那双风流的桃花眼 看向石胜时 便多了几分冷意 今天是你在公司欺负的碗 石胜 不是 话音落下 林婉婉哭得更伤心了 企业眼底流露出烦躁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石胜 出息了 会欺负人了呀 说完便 直接拿起林婉婉的包 石胜闭了闭眼 不打算听我的解释吗 企业手掌 还停留在林婉婉后颈上 他散漫道 没必要 说完 他放缓了语气 玩 坐好 我们回家 林婉婉抹着眼泪 眼圈一阵红润 趁着企业开车换挡的功夫 眼尾一瞥 挑衅地看向石胜 石胜没什么表情 一直到企业载着林婉婉离开 他才发出一声责 富贵渣男和倒贴贱女 绝配 说着 石胜提着手上 两个沉甸甸的包 在马路边上站了一会 是坐地铁 还是老老实实走回去 就在他出神的时候 一辆颜色低调的兵力 缓缓停在他面前 石胜反应过来 他透过车窗看了会 大哥 嗯 段雨景目光贴过石胜手里 多出来的包 唇角绷直了几分 上车 他说 石胜心说 其也管天管地 总管不到他亲戈头上去 坐段雨景的车 就等于给自己 套了一层保护罩 百利无害 石胜欣然上了副驾驶 段雨景的心情似乎不太好 一路上都没话 兵力七弯八管 最后竟然停在一个垃圾桶边上 车门自动打开 石胜一脸猛地看向他 满脑袋都是问候 段雨景沉申 把那个女人的包丢了 石胜一下子还没缓过进来 谁 段雨景猝了猝眉 仔细回想了下 道 其也带回来的那个女人 哦 林婉婉 石胜看着手里的包 有些犹豫 这样不好吧 段雨景七黑眼眸看着他 声音沉稳 丢了 出事我兜底 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石胜瞬间毫无心理负担地 把属于林婉婉的包往外面 垃圾桶里一丢 随后神清气爽地坐回副驾驶 他脸上愉悦的神情过于明显 驾驶位上又传来轻笑声 石胜摸了摸自己的面颊 妈的 这波段雨景绝杀 超帅 属于其也的红色超跑 很快便回到了别墅区 他下车之后 先是再往前走了几步 然后忽然想起什么 又倒退回来 给林婉婉开车门 林婉婉下来的时候 眼眶还是红的 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楚楚可怜的兔子 他一边吸着鼻子 一边伸手去牵齐也 齐也拿着手机 不知道在看什么 察觉到林婉婉的手蹭上来之后 竟也没说什么 任由他牵着了 林婉婉唇脚微微勾起 他心里其实很是自得 有了女友又怎么样 他离开六年 回来后 照样在齐也心里 有不可抹灭的地位 就算是石胜 也得靠边站 而且 从他们刚见面的那一天开始 林婉婉就注意到了 石胜和他的眼睛 非常像 谁知道齐也找石胜 做女朋友的时候 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林婉婉心情愉悦 回到家后 齐也第一时间坐到沙发上 手臂揽在沙发后坐 姿态嚣张且狂野 林婉婉小声喊了他的名字 齐也漫不经心地应了声 林婉婉面上浮现出欣喜 他同样坐到沙发上 钻进齐也怀里 把自己略微红肿的脸颊 凑到齐也面前给他看 阿爷你看 我这里都是被石胜拖累的 话音戛然而止 齐也刷手机的时候 并没有避着人 看什么都光明正大 以至于刚才林婉婉在他怀里撒娇 抬起头时 却看到他手机里 竟然放着石胜的照片 他身体僵硬了片刻 好半上 才小声委屈道 阿爷 你怎么在看他 想看就看了 齐也漫不经心道 你不觉得这张照片拍得很好吗 照片应该是不久之前拍的 地点就在盛景 石胜扎着低马尾 头发稍微有些乱 坐在宫位上 和身旁的童年聊天 眼角唇边都带着笑意 看样子是别人拍的 的确很漂亮 但是再漂亮 对于林婉婉 来说都是令人生厌的 他围绕着丛唇 阿爷 为什么要看他 你明知道 我不喜欢他 这个时候 林婉婉总算不再装模作样了 听到他的话 齐也发出一声痴笑 他将手从一背上收回来 不再圈着林婉婉 声音懒散 她是我女朋友 我为什么不能看他 仅仅是因为你一句不喜欢吗 话音落下 林婉婉正愣住 他柔弱的眉宇间 浮上一层掺杂着诧异的惊恐 一 林婉婉抬眼看去 这才发现 齐也的眼神 竟然算得上冰了 他惯常是这样的 别人面前和你装得温情默默 然后便露出 本来的风流薄情面目 就算是六年前 他们刚恋爱的时候 对于他们的恋爱关系 任凭别人怎么说般配恩爱 私底下 齐也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所有的恋爱纪念日 情人节日 都需要林婉婉主动开口题 齐也才会嗷一声 去敷衍地买件礼物 怎么会忘了呢 林婉婉心头浮上惶恐 若是齐也不再对他特殊 那他又该如何攀上 今世的上流社会 和断与紧接触 更别说齐也 本就是喜心厌旧的性子 林婉婉唇角弧度僵硬 委屈地唤了声 阿也 可话还没说出口 齐也便打断了他 林婉婉 我没那么傻 如果还想留在我身边 最好是别让我生气 青年仍就是笑着的 眼底的神色却冰冷至极 林婉婉手发着抖 最后在齐也的目光注视下 嘴角上扬 扯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客厅里安静一瞬 外面却响起了门铃声 是时生回来了 听到声音 齐也第一时间 从沙发上站起来 顺带轻逆地 把林婉婉拦起来 笑容暧昧 走啊 亲爱的 林婉婉顺着齐也的力道 乖顺地跟在他身边 往门口走 为什么时生一回来 就故意和他做出 这副亲密的样子 齐也真如他所说的 对时生半点都不在意吗 出于自尊 以及不想再在时生面前出仇 就算心中百般不怨自己 被荡枪使 但还是端起笑容 跟着齐也将门打开 但是下一秒 林婉婉的笑容 就僵在了脸上 不仅是他 还有齐也 大哥 门外的人竟然是段雨景 男人立于危暗的天色下 身姿挺拔 他比齐也还要高出半个头 此时眼眸微垂 那双漆黑的眼睛冷沉 时生就站在段雨景 后方一点的位置 眼睛一会落在地上 一会落在天上 就算是狐假虎威 也给他弄得里 不直气不壮的模样 看起来倒是有几分可爱 但现在的齐也 显然来不及看时生了 他心底一阵慌乱 满脑子都是段雨景 怎么会突然出现 还带着时生 而林婉婉 早在看到段雨景的一刹那 下意识把手 从齐也臂弯间抽了出来 但那一幕 还是被段雨景看到了 他眼中一冷 意味不明道 弟弟倒是好兴致 偏下女朋友 带着其他女人回家 我是不是还应该夸你一句 齐也哑然 在大哥面前 他惯常是一句反驳的话 都说不出来的 齐也嗓音尖色 大哥 主要是这次玩 他因为生生的缘故 受了欺负 说这话的时候 林婉婉面上 闪现过一丝慌乱 阿爷 我没有 段雨景冷笑声 是吗 他是这么说的 男人轻蔑的目光 落在林婉婉身上 不管是不是 齐也现在也只能点头 是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不把你知识同事 将时生所在废弃 会议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为什么不说 是因为你也觉得自己不占理事吗 听到这话 齐也瞳孔皱缩 林婉婉 说完 又飞速看向时生 对方被段雨景牢牢护在身后 齐也想看他一眼都难 见局势扭转 林婉婉慌乱解释 不是我 我没有指示同事去锁他 是那个人自己去的 齐也 生生在工作室 人员一向很好 若不是你从中作梗 怎么会有人平白无故去害他 齐也知道自己现在一定得做点什么 不然段雨景开口一句话 就能停了他的卡 林婉婉显然被突然发飙的齐也吓到了 他身子发着抖 眼中含着泪水 啊也 时生在段雨景背后探出头来 正好看到这一幕 他觉得此时的林婉婉 有些像在风中摇曳的白莲花 整个人看起来孱弱又可怜 恰在此时 齐也注意到时生 一个剑步冲过来 抓住时生的手 语气哽咽着道歉 声声 对不起 被关的是我不知道 这次是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表面上是求时生原谅 但实际上是在求段雨景 时生性眼里 心说不就是装可怜吗 谁不会啊 虽然身为金丝雀 不能明着给金主添赌 但受惊委屈了之后 心灰意冷的金丝雀 去寻求庇护 也是情有可原的对吧 时生正开齐也的手 往段雨景身后躲去 声音窃窃的 我不知道 你和大哥说吧 这个晚上过得兵荒马乱 齐也被段雨景停了卡 他一个屁都不敢放 林婉婉在得知自己的背包 被丢进垃圾桶之后 哭着闹了一场 但最后的结果 却是被段雨景赶出别墅 可齐也不知道 脑子有坑还是怎么的 在林婉婉被赶出去之后 当着段雨景的面追了出去 再次成功把段雨景惹怒 他留下一句 坚持要留下他事吗 那好 时生我带走了 在你脑子清醒之前 别来烦他 说完 不等齐也反应过来 段雨景直接带着时生回了车 车辆发动后 时生坐在副驾驶 偏头透过后视镜 看到了狼狈追上来的齐也 转瞬就被甩远了 时生眨了眨眼睛 面上闪过茫然 这股茫然 一直持续到了段雨景家楼下 男人帮他开了车门 手里提着他落在座位上的包 声音低沉 走吧 进去 时生莫名其妙地 就跟着段雨景到了他的别墅 好玄才反应过来 时生站在别墅门口 眼底闪过一抹无措 我 我住哪 有客卧 说完 段雨景便打开门 示意时生先进去 在门口磨蹭了一会 时生最终还是进去了 段雨景的家 就和他在外给人的印象一样 冷硬的黑白灰色调 乍一眼看去 就像是某种等待人买卖的精装样板房 总体来说 毫无生活气息 时生走进去 都害怕一不小心 把什么东西弄乱了 段雨景跟在他后面进来 顺手把门关上 像是看穿了他心中所想 说了句 不必拘束 时生低头看了眼光可见人的瓷砖地板 心说 这不拘束不行啊 感觉给地板蹭上一抹灰 都是对地板的羞辱 段雨景让时生去沙发上坐着 自己则是去查房欺查 时生很听话 段雨景让他坐在沙发上 他就抱着自己的包 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正中间 神情严肃 只是那严肃因着时生微软的脸颊 和刻意鸣起的唇角 看起来有些可爱 段雨景端着茶水出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样正经微作的时生 他目视前方 可能是因为紧张 指甲紧紧攥着包 其上附着一层浅浅的粉色 段雨景不由自主开始思索 现在带他回来 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但这个念头只存在了一瞬 很快就被他自己驱逐出去了 不带他回来 难不成让时生继续在那座房子里 和齐也置气吗 齐也不值得 伺及此 段雨景便垂下眼眸 将这杯刚沏好的茶放到客厅茶几上 轻微的瓷器磕碰声 成功把时生换回神 他抬头 正好望进段雨景 那双漆黑如沫的眼睛 谢谢 时生将包放在沙发边上 捧起茶小口小口地喝着 段雨景没提齐也的事情 也没过问他的看法 只是给时生简单概括了 这栋别墅的布局 最后说到 地下室是酒庄 顶层有电影院和KTV 还有三楼的书房 你想的话 哪里都可以去 说着 段雨景从抽屉里 拿出一把钥匙递过去 备用钥匙 以后下班都到这里来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又问了句 记得路吗 我可以来接你 时生 金属要是触感冰凉 握在手里很有些舒服 他张了张口 却不是回答段雨景的话 而是犹豫到 我就住在这里吗 会不会不太好 时生抬起头 目光中都是忧虑 还有些不自在 察觉到他的情绪 段雨景声音放缓了点 轻声道 难道你还想和齐也住在一起吗 他身边那个女人 你不隔应吗 隔应当然还是隔应的 但并不是那种隔应 他和齐也签的合约 有保密的成分在里面 现在自然是不能叫段雨景知道 于是 时生只好摇了摇头 说道 确实不想 段雨景 那就在这里住着 你在房间是二楼左边第一间 说着 他示意时生站起来 我带你去吧 时生犹豫了一会 最终还是跟着去了 算了 反正这是段雨景提出来的 齐也要怪 也怪不到他头上 更别说 对方现在被停了卡 估计自己都忙不过来 哪还有功夫管他呢 想到这 时生便毫无心理负担地 跟着段雨景上楼去了 反正 不用日日见到齐也那张脸 他还是挺高兴的 客房的空间很大 和外面如出一辙的风格 有些冷硬 时生进去之后 第一时间把窗户的窗帘打开 傍晚暖黄的光照进来 给房间增添了几分暖色 至少看起来没那么不近人情了 段雨景靠在门口 看着时生沐浴在阳光下的脸庞 清零零的信念微亮 比刚进门的时候 多了几分喜悦 段雨景唇边 机不可见地抬了抬 说道 如果你想的话 可以 可以自己带些东西 回来装饰屋子 话音戛然而止 听到动静 时生转过身来看向他 好奇道 可以什么 没什么 段雨景说 你在齐也那边的行李 我今天晚上会叫人去帮你收拾 然后带回来 不行 时间还不合适 现在说那些太唐突了 时生点了点头 谢谢大哥 不客气 说完 段雨景便转身出去了 他走后 时生放松地坐到床榻上 虽然今天发生的事情挺乱的 但段雨景看起来 好像挺开心的样子 从客房出去后 段雨景接到了段明德的电话 大概意思就是 问他今天为什么 落了这么多工作 都在做什么 段雨景什么也没解释 只说 今晚会把工作全部补上 谈话间 段明德咳嗽了几声 听说 你把阿爷的卡停了 嗯 段雨景靠在主卧门框边上 目光毫不避讳地 落在客卧的那扇部门上 眼神说不出的深邃灰暗 他做了错事 简简单单 甚至透着敷衍的一句话 段明德听后 却没有过多追问 是吗 那就让他好好反省一段时间 父子俩都不是多话的人 简单聊了两句后 很快就挂断了电话 段雨景将手机收起来 他在原地站了一会 这才转身回主卧 段雨景住的主卧 和时生住的客房 中间仅仅只是隔了一道 称不上宽敞的过道 门当户对 是每天早上起来 都能迎面撞见的程度 到底是没有丝毫准备的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时生多少有些不自在 他待在这间干净的客房里 打开笔记本电脑 地上有个黑色的行李箱 是段雨景的人送过来的 里面是他在企业家的生活用具 刚才时生打开看了看 该有的都有 东西一应俱全 他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随便找了部 最近大伙的据点开看 才看了不到半个小时 手机忽然震动 现在这个时间突然来找的 除了齐也就没别人了 时生掏出手机看了眼 电话备注和W信备注一模一样 人傻前多小学机 他有些无奈 接通电话放在耳边 静止走到窗户边上 没案免提 对面齐也的声音含着怒气 你赶紧给我回来 时生把手机拉得离耳边远了点 声音平和 仿佛无缘无故挨骂的人 不是自己似的 阿野 这话你恐怕得和大哥亲自去说 听到这话 对面的齐也声音一顿 他情绪稍微稳定一些了 接着又说道 我不要 大哥停了我的卡 我现在声无分文 哪敢再去找他 你去帮我问 时生 察觉到他的沉默 齐也不太高兴 你什么意思 你不想说 不是 时生叹了口气 信口胡周到 我已经和大哥提过了 他不答应 我一直问 他估计也嫌烦 齐也狐疑 真的吗 嗯 时生点头 齐也总算安分了点 那好吧 说完 他声音扭你起来 那个 今天的事 我不知道是因为灵 话还没说完 时生便温和地打断他 我知道 我不怪阿爷 齐也声音一顿 真的吗 嗯 时生说 是灵晚晚没有告诉你 也怪我没有及时解释 和阿爷没有关系 齐也听了 也觉得是这个理 那你以后 要及时和我说 想起白日里 齐也连一句话 都不用他说 便直接开车离开的模样 时生唇角上挑 声音里含着点笑意 嗯 好 电话终于被挂断 时生把手机收起来 觉得齐也也是够蠢的 给他的台阶 就能顺端爬 也不知道 齐家是怎么养出 这么一个幼稚单纯的小少爷的 不过总归时间也不多了 时生从包里 拿出一个小日历 用钢笔在今天的日子上 画了一个叉 这个月又将过去一天 离他和齐也分开的日子 也越来越近了 时生心情松快 在柔软的大床上滚了一圈 时间一点点过去 大概七点多的时候 房子里传来门铃声 时生犹豫了一会 穿上拖鞋从床上下来 准备到外面去看看 结果刚打开房门走出去 就看到段雨景 从对面走了出来 他一愣 那里是主窝 这么近啊 时生反应过来 大哥 好像有人敲门 女孩声音又轻又柔 段雨景深黑的目光 透过镜片落到他身上 过了好一会 他才嘀嘀地嗡了声 说道 是我订的菜到了 说完 便下楼朝大门的方向走去 订的菜 时生有些好奇 他在门口愁出了一会 最终还是跟了上去 总不能主人家下去忙了 他这个当客人的 赖在屋子里不出去 段雨景说订的菜 时生开始还以为是外门 到了楼下 见到段雨景手里 提着的袋子 他才反应过来 是真的菜 白菜 生肉 四季豆 和一些鲜活的大虾 时生一愣 脱口而出问道 大哥 你是要做饭吗 嗯 段雨景声音温和 我们还没吃晚饭 说完便提着这些袋子 往厨房走去 还抽口说了句 你在客厅待着吧 时生有些不好意思 我也可以帮忙的 文言 段雨景脚步顿住 他把装菜袋子 放到中式厨房的橱柜上 随即转过身来 唇边勤着点笑意 是吗 我怎么记得 你厨艺不是很好 被戳中的时生 顿时一咽 他唇半抿了抿 至少我可以打下手 听到这话 段雨景无奈地笑了 他将鼻梁上的 金丝眼镜取下来 放到厨房外面 声音带了几分哄的意味 听话 今天不是刚进了医院吗 就不劳并换下厨了 时生想说自己没病 但目光却在看见段雨景 那双眉被镜片 遮挡住的毛子 拾顿了一回 男人已经脱下了 正装外套 只穿着白衬衫 和鼻挺的西装裤 袖口被挽上去一截 露出健壮有力的部分小臂 他不常取下眼镜 如今 没了镜片的遮挡 那双眼睛 就显得格外深沉俊朗 饶食一心 只有童袖的时生 也被鼓得失了神 他连忙反应过来 在心里叹了句男色活人 如今 再反驳 好像也来不及了 时生只得乖乖 坐到客厅去 厨房传来 乒乓乓乓的碗碟碰撞声 脉络明显 香味一点点 从厨房溢散出来 时生后之后 觉得感到饥饿 想吃饭 就在他捂着肚子 感到难耐的时候 段雨景从厨房走出来 在冰箱里翻找着什么 接着又去到了厨房 没过多久 段雨景将一碗 冰牛奶燕麦 端到时生面前 先吃这个点点肚子吧 饭很快就好了 时生眼睛眨了眨 他目光堪称崇拜地 看着段雨景 好半生才说道 谢谢 女孩双眼亮晶晶的 压根没有遮掩 见状段雨景眉间微调 你这是什么眼神 崇拜赞叹的眼神 时生认真说道 像大哥这样 上着厅堂下的厨房的 好男人已经不多 我未来的嫂子 一定很幸福 听到这话 段雨景动作一顿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时生 说了一句 是吗 他能喜欢就好 你能喜欢就好 时生觉得 大哥可能是存了点 宴请客人的心思 今天的晚饭尤其丰盛 蒸鸡为虾和炙烤小羊排 粉蒸排骨 红烧肉 青炒白菜 还有山芋排骨汤 放眼望去 基本都是时生喜欢的菜 他有些恍惚 段雨景对他的喜好 还真是了如指掌 林婉婉最近在盛景的处境 比较尴尬 自从那次时生 被关进会议室之后 林婉婉就从工作室交际花 逐渐变成无形中 被孤立的工作室 小可怜 那天因为段雨景过于出名 所以基本上 没有人缺席工作室 除了时生被段总 亲自抱走之外 众人还目睹了 包括但不限于 林婉婉试图搭话被中断 林婉婉和某被开除 同事的爱愤情仇 以及林婉婉被山巴掌 等等等等 总之是好一出大戏 好一场大瓜 再加上时生和林婉婉的工位 离得又近 第二天复工的时候 他们总能察觉到 同事们若有若无 投过来的视线 林婉婉能不能接受不知道 但时生适应良好 看就看吧 又不会少块肉 随便看 就当你们被解的魅力迷倒了 更别说他旁边还有童帘在 童帘这家伙 心直口快 也不怕得罪人 若是有同事看得过分了 他张口就能给人对回去 所以时生的日子过得 还算快活 但林婉婉很快就受不了了 那件事发生之后 工作室里的同事 就开始对林婉婉退避三舍 生怕下一个被利用到 被开除的就是自己 他忍受了好几天 同事们的无视和白眼 终于在第五天的时候 受不了了 林婉婉当着工作室中人的面 走到时生宫位上 生生 我们约个时间谈谈好不好 彼时 时生正在回断雨景的消息 他看了林婉婉一眼 觉得去会会这人也还不错 时生敷衍对回了去稍等 接着便在手机上敲下一行字 简单告诉断雨景 自己今天下午晚点回家 这才抬头看向林婉婉 好啊 就今天下午吧 你想在哪谈 林婉婉报的地址 就在盛景楼下 那家装修精致的咖啡厅 想起不久前 他和温柯的谈话 也是在哪 那是什么公认的谈话 私逼圣地吗 时生叹了口气 好 就那吧 工作室明里暗里地 有人在看他们 林婉婉努力忽略他们的目光 转身回到自己的宫位 见人走了 童连这才凑到时生边上 一脸义愤填膺 看他那个样我就知道 他肯定没别什么好批 声声 今天下午 我陪你去会会他 文言 时生拆了一块巧克力 直接塞到童连嘴里 说道 没事的 既然他约的是我 那我就单独去 说着 他露出一个笑容 况且 现在是法治社会 他还真能献出什么大风 浪不成 那可不一定 童连撇撇嘴 他上次不还窜多那个 谁给你关会议室里了吗 要我说 那个时候 我们就得给他 安个非法囚禁的罪名 省得他 现在又作妖 时生 不是一个兴致 好了 你别说了 优着点吧 这家伙是真嘴毒 要是再说下去 被林婉婉听见了 他一时期不过去找齐也 那童连不得完蛋 时生叹了口气 低头重新看向手机屏幕 段雨景消息回得很快 好 给个具体时间 我来接你 说起来 这段时间段 雨景对他一直都是车接车送 待遇跟千金大小姐也没差了 时生真心觉得 他是爱护弟妹的好大哥 就是可惜了 到月底之后 他就不再是段雨景的准弟妹了 他动动手指 到点的时候 我给你发消息吧 线条小狗雕花点JPG 放下手机 时生重新投入到 无休止的画稿工作中 到傍晚下班的时候 时生收拾东西 率先从走出工作室 咖啡厅里灯光明亮 时生左右看了看 最后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那是一整面玻璃墙 要是林婉婉突然发疯揍他 至少能让窗外的行人及时报警 时生照例点杯生烟拿铁 不知过了多久 林婉婉姗姗来迟 女人夸着香袋的限量款包包 拿着手机放在耳边 像是在打电话 等他落座之后 时生听到他顺势说了句 好的阿爷 爱你 时生 他默默端起拿铁喝了一口 好老土的挑衅方式 冰爽微苦地拿铁下肚 时生感觉自己好受很多 他主动开口 说吧 要和我谈什么 林婉婉却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顾左幼儿言他的说了句 没有给我点吗 听到这话 时生略微无语 想和自己点啊 你提的谈话 还要我给你付钱 多大脸呢 林婉婉神情僵了一瞬 接着 他垂下眸子 时生 你应该知道 阿爷被大哥停了卡 这段时间吃穿用堵都出了问题 你身为他的女朋友 难道不应该带头节俭些吗 时生动作一顿 是他被停卡 又不是我被停卡 关我什么事 林婉婉没语间带着责备 时生 这就是你做的不厚道 虽然我并非阿爷的对象 但我住在他家 现在也不怎么花钱了 你身为他的对象 怎么能这么大手大脚呢 时生忍无可忍 行了你闭嘴 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又不是企业的 你在这瞎操什么信 再说了 他领工资的卡 和领企业发的钱的卡 是分开的 再怎么都不会弄混 少在这给他道德绑架 时生只是长得比较软 性格也称得上软 但这并不代表 他就会任人欺负 说到这 时生也觉得自己表现得有点强势 不符合温柔小一金思绪的设定 当即又揉下声音补了一句 而且 廷卡士大哥给阿爷的责罚 我也不敢干涉 他善解人意 不过 既然林姐姐愿意陪阿爷共度风雨 我也就放心了 想必林姐姐现在也经常接接阿爷吧 毕竟你们感情这么好 不是情侣胜似情侣 连我都得靠边站呢 时生的眼睛叫圆 含着笑的时候波光玲玲 看起来专注又真诚 林婉婉一时间 竟然分不清 他这话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了 他暗自咬牙 林婉婉自己都接不开锅 他刚到盛景没几天 盛景不会这时候给他发工资 吃住全得靠齐也 怎么腾钱出来给他 更别说在盛景当画师 也就那么点工资 他自己都不够花 怎么给齐也 但这话自然不能当着时生的面说 他今天还有别的目的 林婉婉勉强露出一抹笑 轻声说道 前段时间的事情 我向你道歉 也向大哥道歉 劳烦他多跑了那么几趟 林婉婉脸上的笑容愈发真诚 圣圣 不如你跟我说说 大哥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 我好买点 给他送去赔罪 难怪 今天刚一见面就约他来谈话 合着是 打上了段余景的主意 时生面上不显 只是慢吞吞地喝了口拿铁 而后微笑着说道 说实话 我和大哥也不是特别熟 林小姐若是想知道 不如亲自去问问他 闻言 林婉婉面色一阵清一阵白 他若是敢直接去问段余景 哪里还需要大费周章 从时生这里套话 上次去齐家老宅 段夫人不待见他就算了 就连段余景 也完全对他没有印象 想送的礼物都没送成 若不是关系不好 林婉婉怎会拼命想要送礼 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 林婉婉深吸一口气 勉强挤出一抹笑来 生生 算我求你了 你知道的 我刚从国外回来 在国内孤身一人 也就只有阿野能好好待我 你就当帮我这一次忙 让我在大哥跟前好好录个面 正好也能帮阿野求情 我亲自来 行不行 时生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眼面前 这位装可怜的女人 说道 没用的 林小姐 你之前在办公室 明里暗里带着人挤兑我的事情 我没有找你算账 不代表我不打算追究 听到这话 林婉婉动作一顿 他咬了咬唇 声声说的什么话 我怎么听不懂呢 这是打定主意 装无辜了 时生也不惯着他 静止说道 听不懂就算了 你只要知道 我不会帮你的忙就对了 说了这么多也够了 林小姐请回吧 说着就要喊来服务员结账 但还没开口 林婉婉竟是连装都不打算装了 一拍桌案 气愤到 时生 你别给脸不要脸 现在阿爷向着我 你信不信 我只要一句话 就能把你从阿爷身边赶走 这样啊 时生微笑着给他拍了两下手 那你真是好帮帮哦 开玩笑 其也提前结束合约 是要付违约金的 这笔钱 他不拿白不拿 万万没想到 时生竟然毫不在乎 林婉婉气得双目圆瞪 你就这般不在乎阿爷吗 离开了阿爷 你什么都不是 文言 时生慢慢脸了笑 他无奈地揉了揉眉心 真诚道 林小姐 你说你都是二十好几的人了 怎么还跟小孩一样幼稚呢 这世上没有谁是离开了 谁就无法过活的 我在盛景的工作很稳定 就算没占个齐家二少奶奶的身份 我照样能养活自己 时生看着林婉婉 语气里含了规劝的意味 林小姐 我知道 你家曾经也富过 但你现在过得也不差 也有稳定的工作 明明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何必扒在齐也身上 更别说齐也着实不算是良人 那家伙 换女伴 就跟换衣服一样 区区一个初恋白月光 还真不一定能抵得过 外面的鲜花野草 林婉婉攥紧拳头 你是在羞辱我吗 时生 这么多话全部白答 这林小姐是一句都没听进去 时生也懒得和他在这里掰扯了 服务员在这个时候走了过来 时生顺势拦住他结账 刷卡的时候 他偏头看向林婉婉 说道 大哥对表还挺感兴趣的 提点完这一句 时生便大大方方地离开了咖啡厅 走到马路边上的时候 他低头给段余景发了条消息 接着就安生待在原地 等着他来接了 之所以提点林婉婉 是因为时生觉得 依照段余景的个性 就算林婉婉使劲浑身解数勾搭 他也是不会多看一眼的 段余景那人 洁身自豪的程度 和观音座下童子有的一拼 快奔三的男人了 从来没有过石锤的绯闻 就算有人往他身上碰 隔日公司就会立即发帖成青 像是生怕沾了别人的一身污泥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轻而易举的 就被林婉婉勾走 时生默默在心底 给段余景点赞 正出着神 当事人的车 就在他面前缓缓停下 时生熟练地打开车门 坐上副驾驶 段余景今日没有穿正装 衬衫外照着马甲 外搭一件暖鸵色博款长大衣 看起来斯文俊雅 看到他这副打扮 时生就猜到他 今天没有什么重要的会议 难怪这么早就来问他 什么时候来接了 抱歉 让你久等了 段余景说道 没事的 我也才等了一小坏 时生心情颇好的去 骑手指拨弄车上的小摆剑 一双圆圆的信念弯起来 是很高兴的模样 段余景的余光一直注视着他 没忍住问了一句 今天下午是有什么事吗 让我晚些来接你 听到这话 时生不由得又想起 他和林婉婉之间的事情 他眨白了两下眼睛 心生一记 立刻洋装为难地说道 是林婉婉找我聊天 听到这个名字 段余景神色淡下来 是吗 他找你说了什么 就是一些让我帮他求情的事情 时生小声嘟囔着 他说阿爷都快接不开锅了 让我和你通融通融 闻言 段余景从鼻尖发出一声吃笑 他自己没有钱 不能接近其也吗 时生一面在心底疯狂点头 说是呀是呀 一面故作迟疑地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他说得那么恳切 话音在这犹犹豫豫地断开 段余景瞥了他一眼 深黑的毛子里 呈着叫人看不懂的神色 那你要替他向我求情吗 为了表明立场 时生立刻撇撇嘴 说道 我才没答应他呢 上次的事情 我其实都还没表示原谅 闻言 段余景轻笑 干得不错 听到后 时生手指不受控制的拳了拳 段余景很喜欢夸他 昨天时生就发现了 无论他做了什么 主动洗碗 帮忙扫地 就算是多吃了一碗饭 段余景也会笑着说他干得不错 时生被夸得有些忘乎所以 整个人都要飘飘然起来 是的吗 他本来就是这么厉害的 也就那些不长眼的 一直看不到 时生只觉得 往日再起眼那受的气 一瞬间全都释然了 他看着窗外飞尸而过的景象 略有些好奇地问道 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 这明显不是回段余景家的路 段余景纯盼 琴着一抹笑 声音低沉 今天心情不错 正好朋友新开了一家私房菜馆 带你去那里吃晚饭 车辆开过好几条街道 最终在京市西边停了下来 这里靠近城郊 没多少行人 城市常见的高楼大厦也很少 放眼望去 便是清新的橡树 和路边花篮里栽种的各色野花 不是多名贵的品种 但看着莫名喜人 那家私房菜馆 便建在路边 青砖带瓦 带着江南地界的温婉 从这里看 依稀能感觉到 菜馆的后院很大 时生透过车窗 好奇地往外面张望 他很少来这里 如今看着那古朴上翘的屋檐 只觉得自己身上 那来自市中心的尘销 都被洗尽了 段余景绕到副驾驶那边 打开车门 将时生扶了下来 此时已尽黄昏 晨曦地势高 回头便能看到 那轮倾斜的红日 时生眼睛亮了亮 他一边跟着段余景往前走 一边小声说道 这里好漂亮 嗯 段余景应了声 要是不好看 怎么会带你来 闻言 时生弯起眼睛笑起来 那真是谢谢大哥了 说话间 段余景推开私房菜馆的木门 顺势向侧后方退了步 抵着门等时生先进去 两人面上都带着点温和的笑意 映衬着身后暖红的黄昏 清风吹过 静谧和谐 不远处 目睹一切的男人 微微勾起唇角 哟 希克啊 段大公子 怎么有空到 我这来了 听到声音 时生偏头看过去 只见菜馆的过道镜头 站着一位染着红毛 脖肩挂一条大金项链 身穿棒球浮工装裤 打扮时髦的青年人 他看上去年纪不大 面颊侧侧边贴了块创口贴 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 段余景将门关上 诞声道 你上午才丢弟的请帖 那青年七了生 装模作样 说完 他吊儿郎当走过来 目光落在时生身上 饶有兴致道 不介绍一下 段余景垂眸看向身侧的女孩 是我朋友 我邀请她过来的 时生并不怯场 抬手打了个招呼 你好啊 我叫时生 时间的时 声消的声 听完 青年挑起半边眉 目光在这个长相甜软的小姑娘 脸上停留一瞬 随即勾起唇角 许廷川 我的名字 说完 他懒洋洋地把手放回口袋 转身往过到深处走去 跟上来 带你们去包厢 青年背影懒散 说话的腔调 带着点淡淡的狂妄 时生暗道 这人怪嚣张的 面上却没显露分毫 跟在段余景身边往前走 许廷川把他们带到了 三楼最尽头的一间包厢 进门前 时生抬头看了眼门扁 上面刻着翠竹轩三个字 进去之后 段余景帮时生拉开椅子 这才落座 看到这一幕 许廷川吹了声口哨 又在两人看过来的时候 说了句 我去后处看着 就离开了 包厢门再次被关上 时生愣了会 转头问段余景 他是这里的老板吗 嗯 段余景点头 这家私房菜馆 就是他开的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时生感叹道 真是完全看不出来呢 我还以为像这样 漂亮的私房菜馆 老板会是那种 穿着长马褂 文质彬彬的人物 文言 段余景低笑出声 他从桌上端起茶壶 在两人杯中倒下茶水 说道 许廷川的确长得不像好人 但很有才华 这家菜馆里的装饰品 大多都是古董 有他从世界各地逃回来的 也有他从家里的带出来的 听到这话 时生的目光 落在角落的花瓶上 顺着他视线看过去 段余景说 那是十万块 花音落下 时生眼睛瞪大了点 见状 段余景唇脚上扬 他举了举手中的茶壶 说道 这是兵猎展 外界拍卖价 已经到了三千万 时生眼睛再次瞪大 身子甚至开始后仰 骗我吧 段余景 当然没有 许廷川是古董世家的人 文言 时生肃然起敬 大哥 你不要说他是坏人 像这样家里有钱 还能独自到外面 开私房菜馆创业的富恩代 已经非常少见了 简直事无被楷模 他是个好人 女孩说的一本正经 神色极其认真 段余景终于还是 没忍住笑出声来 成功引来时生不满的邓氏 他勉强憋住笑 嗯 你说的对 两人互相谈了点有的没的 没过多久 许廷川就再次回到了包厢 他直接在两人对面坐下 翘着腿 双手交叠 坐姿嚣张豪放 自从知道这私房菜馆寸土寸金之后 时生看许廷川的目光 就充满了崇拜 有钱 好有钱 和段余景的有钱不一样 因为这些古董 时生总觉得 对方有钱的格外有逼格 注意到他的目光 许廷川意外脑袋 懒洋洋道 时生 你和段余景怎么认识的 他要字很清楚 喊段余景全名的时候 毫无顾忌 时生正犹豫着如何回答 身旁的段余景却淡淡道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 少问那么多 菜呢 许廷川稍微直起身子 目光颇有些新奇地 在他们两人身上打转 而后气了声 倒是呼得紧 恰在此时 一群逝者走进来 将小事全部端上来 菜色丰盛 南方和北方的都有 酱汁浓稠 摆盘精致 光看着就令人胃口大开 时生目光落在其中一份 用小碟子盛着的浅黄色方膏上 那是什么 形状看着根桂花膏似的 段余景出声 豌豆黄 要试试吗 听到这话 时生连忙点头 段余景毫不客气地 把原本在许廷川那边的 豌豆黄转到 他们两人面前来 许廷川 豌豆黄口感细腻 入口即化 味道香甜 时生只吃了一口 就喜欢上了 席间 三人的话并不多 只许廷川对时生很感兴趣 话里话外 都是在询问他的年纪工作什么的 时生觉得没什么 想说的就都交代了 饭吃到一半 他抿了抿唇 觉得自己该补妆了 便起身去了洗手间 带人走后 许廷川挪位置 坐到段余景身边 问道 就确定是他了 这话问得模糊 乍一听还 搞不清楚意思 但段余景点了点头 神情不似作为 许廷川吃笑出声 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来 抽出一只烟家在指尖 你是诗心疯了吗 段大公子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不是你弟弟他媳妇吗 话音刚落 段余景从许廷川手上 把烟抽走 而后干脆利落地丢紧垃圾桶 在许廷川震惊的眼神中 他只淡淡解释了一句 他不能闻烟味 说完 男人掀起眼皮看向他 同仁深黑晦涩 他和我弟 八字没一撇的事情 你乱说什么 就这还八字没一撇的事情 许廷川简直要被他气笑了 整个京市名流圈子 谁不知道段夫人宝贝他而媳妇 我妈都天天念叨 说段夫人找了个好媳 你管这叫八字没一撇 许廷川 这下是真想把段余景脑袋撬开 看看里面是不是进水了 段余景神情淡淡 似乎并不把这当一回事 他打断许廷川源源不断地牢骚 说道 齐也不喜欢他 许廷川 你怎么就知道 齐也不喜欢他 虽然 话说到这 他又顿住了 齐也的花明 在整个京市圈子里 都是响当当的 这半个月 换一个女伴的坐态 瞧着的确不像是对女朋友 用情至深的模样 沉默了一会 许廷川说 但这也不是你 勾搭你弟弟女友的理由吧 堂堂段总 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怎么偏偏 看上身边的弟媳 不能抽烟 许廷川于是摸着烟河琢磨 实话跟我说 你不会是 有点什么变态的癖好吧 段余景 他看了眼许廷川 脸上丝毫没有被冒犯的不悦 没有 许廷川择了声 又问 那你那个弟媳 话还没说完 他就被段余景一个眼刀打断 许廷川只得咽下那 令人不爽的称呼 改口道 那你那个小心上人 知不知道你心思 段余景沉默着 没说话 见状 许廷川哪里还能不明白 他用力鼓了两下掌 竖起大拇指 赞赏道 哎呀呀 你也有今天 许廷川满脸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 那姑娘要是真跟了你 那才叫刺激呢 见段余景仍旧不说话 许廷川也并不着急 他将烟河揣回口袋 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哼着歌 等时生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包厢里的氛围 好像不太对劲 尤其许廷川 除了看向他的眼神 意味深长之外 嘴里竟然还唱着过呀 骂过情关的调子 他不觉就有些紧张 小心翼翼地 坐回自己原来的位置 接着凑到段余景身边 小声问 我出去的时候 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段余景面上 没有任何漏洞 一派从容之色 没什么 聊了点生意上的事情 文言 时生有些疑惑 是这家私房菜馆吗 段余景顿了下 而后点头 是 时生于是弯起眼睛 不用太担心了 这家菜馆的味道很好 如果肯宣传的话 生意应该会很火爆 段余景露出一个笑容 嗯 说得对 他给时生碗里 咬了两勺汤 三言两语 绕过这个话题 对面的许廷川 看着他们 又是一声吃笑 待吃过饭 许廷川送他们出去 段余景替他拉开车门 随后绕到另一边 驾驶座上 就在这时 时生这边的车窗 忽然被人敲了两下 他转过头去 正巧看到许廷川 站在外面 时生连忙降下车窗 问道 有什么事吗 许廷川没说话 只是亮出手机二维码 示意他家上 见状 时生有些震愣 他下意识回头看段余景 家吧 没事 段余景温和道 想着许廷川 多少也算是大哥的朋友 时生最终还是扫了马 加上好友后 他习惯性点开对方的朋友圈 明晃晃的三天不可见 时生扬了扬眉 一动手指打算退出 结果下一秒 见面跳动了一瞬 上面刷新出一条最新的朋友圈 是许廷川刚刚发的 时生点进去看了眼 没有配图 简简单单一句话 你也有今天 我等着你被长辈打断腿 云里雾里的 时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他举着手机去问段余景 大哥 他这是和谁起了矛盾吗 段余景只看了一眼 接着便咳嗽了几声 耳间略微有些红 面上却不动声色 他向来如此 想一出是一出 时生 真的吗 嗯 段余景随意道 他小的时候 去了趟零饮寺 回来就说 要当和尚 自己跑去卫生间剃头发 剃完头发出来 他妹妹就哭 跟他母亲说 哥哥洗头的时候 把头发都给冲走了 时生满脸佩服 好有个性 真洒脱 所以他后来去当和尚吗 段余景轻笑 被许富用棍子揍了盾 半个月没能下床 听到这话 时生手指微微一颤 你们大家族 家法都这么严格的吗 见时生似乎是有些担忧害怕 段余景捶下眼眸想了想 说 没有 主要是许廷川小时候比较皮 自己剃了头 还要帮他妹妹剃 这才被揍的 时生顿时就可怜起许廷川的妹妹 也是挺遭罪的 碰上这么个哥哥 也是挺遭罪的 段余景微台没烧 没有否认 是这样 吃过晚饭后 回程的天色就彻底暗了下来 等到段余景别墅前的时候 已经接近晚九点了 时生有些困 现在只想快点回房 然后睡觉 和段余景打过招呼后 他便带上换洗衣物 直奔浴室 段余景看着他 拿着睡袍和浴巾 风风火火地走进去 他坐在客厅 耳边是从浴室传出来的 稀稀利利的水声 段余景垂眸 手边是一本枯燥无味的哲学书籍 放在以前 他睡前都能看上好几页 如今却心不在焉的 有些看不下去 可能是因为在许廷川的私房菜馆 喝了点酒的缘故 段余景柔柔眉心 不知过了多久 浴室的水声停了下来 开门声传来 似乎是没有想到 段余景会在客厅 看到人之后 时生愣了愣 然后小声问道 我在浴室没有看到吹风机 能帮我拿一下吗 应该是不习惯洗完澡后看到异性 女孩面上带着点红韵 他穿着光滑的丝绸睡衣 湿润的黑发被鲨鱼夹杂起来 有没擦干净的水滴 顺着发尾滴在女孩 白皙的脖梗和锁骨上 再往下就是 段余景克制着收回目光 他站起身 好 段余景走到客厅那排柜子附近 却在拉开柜子之前顿住 然后转头去了另一个方向 他去到厨房 给自己倒了杯冰水 听着不远处翻开柜子 找东西的稀疏声响 时生在沙发上 多少有些坐立不安 一直住在别人家里 多少还是不太好 他原本只是随便乱想 到后来却越来越觉得 自己想得很有道理 他们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 本来就不方便 再加上过段时间 他们就连大哥和弟媳的关系都不是了 自己住在这里 更加明不正言不顺 到时候和企业分手 这么多年攒下来的钱加上工资 车子和房子又不是买不起 倒不如这段时间提前看看房 然后再和企业分手之前搬进去 时生暗暗下定决心 吹完头发就去网上看看房 正琢磨着 段雨景的声音从头顶响起 帮你插好 时生下意识点头 等段雨景直接把吹风机插头插到 客厅沙发边的插座上的时候 他想阻止就来不及了 其实他原来是想回房间吹的 注意到时生的目光 段雨景自然地看过来 怎么了吗 时生欲言又止 只言又愈 最后任命地说道 没什么 在外面吹 就在外面吹吧 又不会少块肉 时生接过吹风机 将之前就准备好的毛巾 垫在肩膀上 嗡嗡的声音响起来 客厅里格外安静 除了吹风机震动的声音 再也没有其他声响 段雨景手边 依旧是那本枯燥的哲学书籍 他翻开其中一页 眼皮微垂 好似认真的看着 但实际上 只有段雨景自己知道 他连这一页的第一句话 讲了什么都不知道 身旁的女孩刚从浴室出来 周身都是清新的柑橘香味 顺着那点微弱的夜风 吹向他鼻尖 好奇怪 明明是一样的沐浴露 但这味道在石生身上 似乎又和自己的不太一样 在这样精密的夜色中 更加勾人心鲜鲜 段雨景抿了敏唇 他低头看书 神思却恍惚 段雨景捧着书 愣是一句话都没看下去 他烦躁地撇向别方 目光恰好落在身侧石生 裸露在睡衣外的小腿上 如玉石般洁白银润 小巧而饱满 段雨景喉咙上下一滚 克制着一开视线 他好像又需要一杯冰水了 石生把头发吹至半干 常常舒出一口气 好了 他精神抖擞地站起身 将吹风机放回原位 和段雨景打过招呼后 就回了房 原地只留下一个段雨景 看着人完全消失在楼梯拐角处后 他这才缓缓收回目光 睡前一个多小时 石生被看房软件里 那些花里胡哨的房子迷花了眼 添加了的靠谱的中介后 他这才安然入睡 想到过不久 自己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房奴 一日石生睁开眼睛的时候 就乐得在榻上滚了两圈 起床前还和中介约了下午去实地看房 换好衣服洗漱完后 石生神清气爽地出了房间 这个时间点 段雨景刚把做好的早餐端出来 是热腾腾的馄饨 各个皮薄线大 石生胃口大开 再次在心底 把段雨景的手艺夸了个底朝天 早餐吃到一半 对面段雨景忽然开口 今天很高兴 石生动作微顿 他抬起头来 这都被大哥发现了 段雨景轻笑 从出房间到现在 你嘴角的笑就没落下来过 石生下意识碰了碰自己的嘴角 没这么夸张吧 女孩面颊柔软 此时脸了笑 刻意绷紧唇的模样 有种别样的可爱 段雨景眉毛微扬 问道 所以到底是什么什么事 让你这么高兴 石生小口吃着馄饨 犹豫了一会 最终还是说了出来 我打算买房了 到时候就不用一直麻烦大哥 住在这里了 花音落下 客厅里安静了一瞬 段雨景动作顿了顿 石生毫无察觉 他咬着一颗馄饨送进口中 开心地翘脚 对面 段雨景神色却冷了下来 他不再说话 慢条丝里地 把碗里的馄饨解决掉 过了好一阵 等石生把馄饨全部吃完后 段雨景才诞声说了句 住在这里不开心吗 听到这话 石生抬起眼看向他 也没有 石生想了一会 实话实说 很舒服的 早晚都有大哥做的饭 都很好吃 段雨景看着他 神情平静 那为什么还要离开呢 石生愣了愣 半晌 他小声说不太方便 没什么不方便的 段雨景说 我们话说到一半 他自己倒是停了下来 好像 确实不太方便 住一起的时间长了 难免落人口舌 段雨景自己是半点不怕 但若事关及石生 他很难不多顾忌些 两人沉默了一会 不知过了多久 段雨景声音里 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尖色 这样也好 你找房子 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懂的 随时可以来问我 石生连忙点头 好的好的 他松了口气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 石生觉得 好像回到了以前叛逆时候 非要搬出去住 被父母连番训话的时候 石生由衷地说道 大哥 有时候真的觉得你 就像我父亲一样 气场强大 无所不能 段雨景 他困惑地 略有些不敢置信地 看向石生 石生接着又继续说 也像我的母亲 特别是每天早起 做饭的时候 段雨景 他闭了闭眼 心中波涛汹涌 万般无奈 最后却只能纵容地回一句 好了 吃完了吗 把碗给我 自以为夸到了人心 砍上的石生 石生非常乖巧地 把碗筷递给段雨景 等段雨景 把两只碗都洗干净后 石生又坐上他的车 由着段雨景 把他送到盛景楼下 石生内心感动得稀里哗啦 像段雨景这样帅气多精 温柔专一的男人 真的不多了 他在内心小小地惋惜了一下 下车后和段雨景道别 目送车子开远 石生这才迈步 朝盛景大楼走去 但还没进到大厅内 石生就听见 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男生 石生 停下 这声音简直熟悉的可怕 石生抿了抿唇 转身看过去 果不其然 是齐也 短短几天不见 对方好像颓废了点 下巴上有星星点点 没刮干净的壶茶 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齐也便气冲冲跑过来 拽住石生的手不放 你不是说会和大哥说吗 怎么现在还和他住在一起 齐也应当是气狠了 刚见面大发脾气 你就是故意的对不对 说什么 会过几天跟段雨景说 实际上整天心安理得地 待在大哥家里 石生 他想插嘴说些什么 但齐也很显然 并不给他这个机会 齐也这段时间过得并不好 眼眶通红 衣服上的褶皱都没运平 声音里甚至带着哭腔 我早就不想 和我住了是不是 昨天还和大哥一起出去吃饭 我被停了卡 饭都吃不起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 眼见这人越说越愤怒 石生不想在大街上 给别人看戏 趁着他说话的空隙 直截了当地打断道 所以 你是饿了吗 我可以带你去吃饭 齐也原本要说的话 全部堵在了嗓子眼里 他红着眼睛看他 倔强道 我吃过饭了 嗯 我知道 石生敷衍地应了句 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叹了口气 在齐也紧紧盯着的目光下 拿出手机打电话给领导请假 简单两句说明情况之后 石生把手机收起来 专注地盯着齐也看了一会 齐也要面子 见状立刻凶狠地喝道 看什么看 再看 把你眼珠子都挖掉 石生扬眉 抬腿走了过去 眼见人突然靠近 齐也警惕地皱起眉头 你做什么 我告诉你 本少可不是 话音未落 面颊上忽然附上一抹温热 他顿时就愣住了 是石生的手 石生神情平静 见齐也刚才还骂声 不断地嘴得了空闲 便解释道 脸上有脏东西 现在擦干净了 齐也 恍若被安抚好的大型犬 齐也神情有些震愣 反应过来后 面颊上迅速浮现出红韵 结结巴巴道 哦哦 他垂着眸子 本就是锋利外放的长相 刚才怒气冲冲 盛气凌人的模样 齐也不用猜 都知道自己当时肯定很可怕 轻而易举被安抚下来后 他有些忐忑地问道 你不生气吗 石生弯着眼睛看他 我为什么要生气 齐也看着他 面色愈加红了 有什么好生气的 石生想 当时的齐也 看着就像一头 面目争鸣的大黑熊 石生忍了好久 才没直接笑出声来 再说了 他和齐也 总共也就只有 这么最后几天的相处时间了 暂时忍让了一下 又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之前都已经忍了这么久了 石生带着消息后的齐也 打车去了一家高级餐厅 是齐也没被停卡的时候 最喜欢去的那家 刚坐下 石生就招呼服务员 开始点菜 他对齐也的口味和喜好 了如指掌 闭着眼睛都能点 看着熟练点菜的石生 齐也心里最后一点郁节 也完全消散不见 他在心里幼稚地想着 就算石生 现在住大哥家里 但那又怎么样呢 他们两人在一起五年了 石生知道他的所有喜好 无论是对食物的喜好 还是习惯穿的衣服品牌 常开的跑车 有这些 哪里还怕石生会离开他 想到这 齐也总算好受了些 等菜上来的间隙 两人没有说话 石生是不想说话 齐也则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过了不知道多久 齐也总算开了个小口 你什么时候 从大哥家里搬出来 石生 很快了 这话没个具体 齐也不喜欢这样 眉头末尾的回答 很快是什么时候 石生也没有隐瞒 等买了房子之后 就可以从大哥家里搬出去了 听到这话 齐也先是一点头 随后才猛然反应过来 买房 你买房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 石生疑惑地看着他 当然是拿来住啊 齐也抿了抿唇 面上是不耐烦的神色 那我呢 你不和我一起住了吗 听到这话 石生眼眸闪了闪 短暂私存过后 他觉得 还是安抚齐也的情绪最重要 便将买房的具体原因隐瞒了下来 只说了句 当然是和你一起住了 房子先买总是好的 齐也看着他 仿佛是想从石生脸上 看出什么来 但他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齐也撇了撇嘴 没忍住又问了一句 买了房之后 就会从大哥家里搬出来吗 嗯 石生笑着点头 还会从你家里搬出来 石生心情不错 倒也无所谓齐也的态度 而齐也也总算彻底平静下来 低着头一言不发地吃饭 他吃得很急 但到底是从大事家里出来的少爷 并不会让人觉得 他姿态粗鲁 石生平静地看着他 脑子里东想西想 最后不知怎的开口问道 对了阿爷 你和林小姐最近相处得怎么样 话音落下 齐也吃饭的动作一顿 他面上划过一丝不自然 你问这个做什么 石生 不能问吗 齐也一夜 他烦躁到 就那样 还和以前一样 林婉婉这段时间 还是住在他家里 一开始 齐也还硬气着 想要父母松口去劝劝大哥 但齐明德和段夫人 压根不吃他这一套 齐也实在饿得不行了 去找林婉婉要吃的 结果林婉婉给他买了一包方便面 还歉疚地说 自己的钱只够买这个 终究不是滋味 当时陪在他身边的 如果是石生 肯定不会这么敷衍 齐也最终 还是跑到自己那帮狐朋狗友 那里蹭吃的去了 但他有自己的傲气 蹭了一顿之后 就不好意思再去蹭了 这要是被石生知道了 肯定又会朝他一句 死要面子活受罪 吃过饭 石生又好生好气地 劝了齐也许久 这才把这尊大佛哄地回去 他甚至还自掏腰包 给了齐也几千大洋 让他拿去花 齐也看着那点钱 眉头皱了两下 说道 不够我以前零花钱的零头 石生 他勉强解释道 目前我手上能拿出来的 只有这么多 齐也想说 那我之前每个月 给你的工资呢 但话到喉间 又被他自个儿验回去了 算了 石生一向爱财 自己给他的钱 他估计都好好收着 没舍得用 就这样 还能舍出几千给他 齐也在心里 不无得意地想 看来真是爱他 爱到了骨子里 等好不容易 把齐也劝回去的时候 已经接近中午了 石生寻思着 正好在外面买个午饭 再去公司 他提了一碗卤面 和一份炸鸡上楼 刚推开工作室的门 就听见了里面的喧哗声 注意到他进来后 声音安静了一瞬 石生并不在意 他提着东西 回到自己工位上 然后将炸鸡放到铜莲面前 说道 吃吧 给你点的 铜莲立刻感动得两眼飙泪 额亲爱的 我就知道 全世界你对我最好 说完就迅速拆开 装着炸鸡的袋子 挑出一只鸡腿 放进石生的鸡面碗里 石生边吃边看 昨天初步弄好的草稿 在心中盘算着 今天要从哪里开始戏话 结果刚看了没一会 对面工位忽然传来惊叹声 啊 晚晚你这张立会好漂亮 什么什么 我看看 啊 真的好帅 对面立刻嚷嚷着 围了一圈人 把林婉婉围起来的 大部分都是画手 多数情况下 看话不认人 很快就把之前的不愉快 给忘干净了 围在边上一个劲夸赞 林婉婉被夸得面颊红润 说道 也没有 对面工位上 分为好的离谱 童连抬眸看了一眼 随即就不感兴趣地 收回视线 石生倒是有些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历会 让这群人兴奋成这样 注意到他的目光 童连犹豫着放下炸鸡 鬼鬼祟祟地凑过去看了眼 他们关系实在不算好 他只看了一眼 就赶紧跑了回来 石生问道 怎样 好看吗 童连犹豫着说 好看是好看 林婉婉化工不差的 主要是那身衣服好看 设计挺巧妙的 说完 他顿了顿 老实说道 就是有点眼熟 听到这话 石生连忙把手掌压低 嘘 小声点 他们这些搞立会和设计的 最怕听到的 就是眼熟抄袭这几个词 沾上了就得惹一身心 工作室的男主立会 都是早就确定好了的 现在主要是设计几套男主的活动 和主线赠送的衣物 童连撇了撇嘴 我知道 但就是眼熟嘛 不过 是在哪里看到过的 我已经记不清了 记不清 那就更不能乱说了 石生教训道 知道了 童连乖乖道歉 继续解决自己的炸鸡 工作室的画师们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把自己的设计 发给老板 让他过目 石生把自己手上 这套衣服的细节 全部完善之后 放心地发到了经理邮箱中去 大约下午三点 老板临时通知 开了场会议 会议上 总经理大家赞扬了 林婉婉交上去的稿子 也就是这个时候 石生看到了那张 被全工作室画师赞扬的设计 的确很漂亮且独特 是一件带点西方神秘学味道的男士礼服 用色厚重且大胆 布料上的暗纹别具一格 金银首饰的装点合理点睛 外照一件曼特系扣披风 是足够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 就算是石生不喜欢林婉婉 此时心中也不由得感到一阵佩服 会议室里响起鼓掌声 林婉婉就坐在石生对面 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 童连是全场唯一一个没有鼓掌的人 他皱眉看着屏幕上的设计 久久没有说话 一直到会议结束 工作室里又开始有人三三两两的 和林婉婉搭话 毕竟是得了领导青睐 那件设计确实也画得不错 不少画师都想和林婉婉搞好关系 除了童连 他一从会议室回来 就打开电脑 在浏览器上搜索着什么 连稿子都不画了 石生注意到他的动作 在查什么 童连刚想回答 接触到石生干净的目光后 一时间又有些说不出口 没什么 生生你先自个玩吧 临近下班的时候 他们工作室的官博发了一条博文 锦号练与兰安 男主心服社 今天工作室的优秀作品 公爵阁下们还满意吗 配图正是林婉婉交上去的设计稿 他们工作室开发的 已由名字教练与兰安 故事背景发生在未来星际 主控的人设是帝国公爵 盛景是近年来 镜头十足的游戏新场 不缺钱 运营也很给力 已由工作室刚成立那会 游戏宣传遍布全网 因此 练与兰安虽然还没有公测 热度和粉丝量却一点都不低 这条博文底下 自然一片好评 全部都在夸奖这件衣服的设计 官博一经发出 转发量就破了万 工作室内部自然也很欣喜 纷纷来给林婉婉道喜 林婉婉笑得有些腼腆 羞涩地迎合着众人的夸赞 婉婉 你是怎么想到 给衣服加入神秘学元素的 真的好独特 林婉婉的声音响起 刚好最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还在家里买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 学了挺久的 哇 婉婉你知识面好广啊 还好啦 只是一些业余的小兴趣 听着这些对话 时生不由地感叹 双方的交谈技巧都蛮低级的 他收拾东西 打算早点下班 然后去看房 结果刚把东西收拾好 就听见林婉婉喊了声他的名字 时生抬眼看了过去 林婉婉带着笑 面上有些忐忑 声声 你觉得我的设计怎么样 是小心翼翼地讨好模样 周围那些捧着林婉婉的同事 不知为何停了下来 他们俩的矛盾不是秘密 时生看了眼周围的人群 不想惹事 便淡淡地说了句 挺好的 文言 林婉婉松了口气 你喜欢就好 我想着 你在公司待这么久了 应该会对这些更有经验 所以就想着问问你的意见 这语气 时生不由地多看了他一眼 他喜欢有什么用 这衣服又不是给他设计的 而且 什么叫在公司待久了有经验 所以想要问问意见 他这个老员工的设计 没得到表扬 反而是林婉婉这个刚入职 没几天的新员工 因为一份设计大放异彩 再加上林婉婉那副无辜的神情 很难不叫人多想啊 眼见着林婉婉还要说话 时生提前开口 嗯 说得对 你的想法是对的 以后你要是在设计上有什么困难 尽管和我说就是 我会不计前嫌 竭尽全力地指导你的 加油 说完就看了眼表 掐着点朝工作室大门走去 他走得潇洒大方 林婉婉面上表情却是一致 时生满脸轻松地走了出去 他一边走一边刷手机 页面正好停留在博文底下的评论区 没一会 时生翻到评论区最底下 目光落在最新一条评论上 只有我觉得这稿子和帝国那名叫 Inx Lied画师笔下的OC辐射很像吗 因为是刚发出来的评论 浏览量并不高 没有多少人关注 时生也是碰巧才看到这条评论 等他不小心退出去 再次点开关博响去看看的时候 评论已经不知被顶到哪里去了 时生往下翻了许久都没看到 帝国画师Inx Lied 时生默默记下这个名字 多了个心眼 倒不是说硬要扒出林婉婉的过错 而是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那受损的不单单是林婉婉 还有他们整个工作室的利益 一篇疑似抄袭的设计稿 被炼羽兰安官勃发了出来 那岂不是游戏还没发行 就会让工作室陷入公关危机中 时生抿了抿唇 不确定那条评论 有没有被其他人看到 到底事关一名画师的轻语 他不敢妄加定论 同为画师 时生更能明白被污蔑抄袭时 想要洗尽嫌疑有多麻烦 所以 他暂时没有去惊动林婉婉 而是拿出手机搜索那条评论上 提到的画师名字 一直到出了盛景的办公楼 坐到中介开来的车上时 时生都还在忙着搞全网搜索 美女 先看哪套 中介坐在前面问道 找见最近的 时生说着 便重新将注意力放到了手机上 中介说了声好嘞 汽车开始启程 一直到十几分钟过去 车辆到达目的地 时生都没能在网络上找到这名画师具体的作品 Inx Laya 因为是外国画师 再加上比较小众 在国内的报道并不多 偶尔有营销号转载截图Inx Laya的画作 但永远只有那么寥寥几幅 无法看到其他更多的作品 自然也就没办法找到那副 据说和林婉婉的设计稿 十分相像的OC辐射 时生头疼的揉了揉眉心 还是晚上回去之后 开个梯子 到外网去看看吧 国内估计是找不到了 中介带他来看的第一套房子的地段不错 靠近地铁和城市BCD 出行方便 小区内的设备也很完善 无论是绿化还是健身器材 亦或者是小区超市和诊所 全部都修缮得非常漂亮齐全 时生跟着中介找到洞房 坐上电梯到了所在的楼层 里面有些简单的装修 一眼看过去 窗明激进 最让时生满意的是 那个有几十平米的圆弧形大阳台 摆上草木装饰后 肯定很好看 又跟着中介跑了几套房之后 已经临近傍晚了 大约七点多钟 时生满身疲惫地换鞋进门 而后整个人扑到沙发上 眷懒地不响起来 好嘞 他已经很久很久很久 没有几个小时 这么勤快地不停换地方了 虽然只是去看看房 时生把自己整个脑袋 都埋在柔软的沙发垫子里 正打算就这样糊弄着小气一会 便察觉到自己面颊边的头发 被撩了起来 他觉得有些痒 缩了缩肩膀 想把自己捂得再严实一点 但刚刚缩回去一点 身边忽然传来 段雨景含笑的声音 刚回来 不喝点水吗 时生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他嘴唇好像有些干 在沙发上待了几秒 时生像只树懒一样 缓慢起身坐好 眼皮半搭着 他头发有些乱 边上蓬蓬地翘起来一点 面颊白皙柔软 段雨景刚才帮忙撩头发的时候 碰到过 此时想起来 指腹间不由自主地 互相碾磨了片刻 他藏起眸中暗色 温和地换了时生的名字 时生这才抬起眼皮看向他 段雨景手里握着水杯 朝着他晃了晃 男人身量很高 私自在家的时候 总喜欢把西装外套脱掉 剩下一件宽松的白衬衫 能很好地将宽肩斩腰勾勒出来 时生默默欣赏了一会 然后接过段雨景手里的水喝了口 不冷不热的温水 极大的缓解了时生 看到段雨景时被勾起的噪音 感觉大哥无论什么时候 都很赏心悦目呢 时生感叹 他将温水一口引进 然后乖巧地把杯子递回去 谢谢大哥 段雨景微勾唇脚 没事 你先回房间休息吧 放好了 我叫你 时生点头 嗯 好 他拎着包上楼 往自己房间走去 兴许是忙了一天 身体和精神都极度疲惫的缘故 时生很快就睡着了 再次醒来 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 打开枕边手机看了眼 很好 九点多 是可以吃宵夜的程度了 时生从床上坐起来 穿着拖鞋就走了出去 口袋里的手机则是一直在响 他饿得头晕眼花 暂时没心情去看 到了客厅 时生一眼就看到了 餐桌上摆放的各种美食 主食和夜宵一应俱全 谢黄粥和麻辣小龙虾的香味 熏得时生两眼冒惊心 他不自觉吞咽了下口水 目光落到客厅落地窗前的段雨景身上 男人将衬衫袖口往上叠了一部分 背对着他正在打电话 听到动静后 段雨景转过身 眉间是还没来得及散去的寒霜 看见时生 那些冷意逐渐消退 段雨景朝他歉意地微微汗手 而后用手指了指电话 表示自己有事在忙 时生立刻善解人意地点头 自个儿坐到餐桌前吃饭了 他咬着谢黄粥 浅尝了几口后 便发出满足的溃胎声 三两下喝完 又加了几块可乐鸡翅 之后便戴上一次性手套 准备开始包瞎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段雨景正好挂断电话 从落地窗前走了过来 见时生要包瞎 他温声开口 我来吧 说着便从另取了一副一次性手套 给自己戴上 见状时生微愣 他小声说道 这不太好吧 他又不是残废 干嘛还要别人帮忙包瞎 段雨景认真看向他 你前段时间不是说 要养好指甲 然后去做美甲吗 文言 时生疑惑道 什么时候的事 我说过吗 嗯 说过 段雨景面上带了点笑 上周送你去上班 路过美甲店的时候 你说的 听到这 时生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他恍然大悟 那时候啊 当时 汽车路过美甲店 时生就顺口提了一嘴 到最后 自己都不太记得了 那时候段雨景在认真开车 听到他说话 也只是淡淡应了声 竟然到现在都还记得 时生吃饭的动作一顿 不由自主地多看了他一眼 怪兮兴的 一日清晨 时生是被狂轰烂炸的电话铃声吵醒的 因为昨天晚上睡得很饱 所以被吵醒时 也不觉得有多烦躁 电话刚接通 对面就传来 童年撕心裂肺的喊声 先是用一声尖锐报名做开场白 以示激动 紧接着的是 类似于人类反祖般的猿猴叫声 林婉婉那个家伙 做不出来这么漂亮的设计 那要真是他一个人 做出来的母猪都能上述 我跟你讲他不是之前 在帝国留学吗 正好帝国有个小中话师 叫Anxelaya 我昨天晚上特地挂梯子 去外网翻了好久 终于 在人家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 专辑专栏里 找 道 了 那 福 化 简直一模一样 他还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真他妈鼻涕往脸上抹 自找难看 托同莲的福 时生现在是彻底清醒了 他打了个哈欠 慢吞吞地把自己 从被窝里扒出来 说道 找到了证据了 那你还愣着做什么 去跟老板说 听到这话 原本还在不停刀逼刀 吹嘘自己一个 晚上的战绩的同莲 立刻住了嘴 他善笑两声 我不敢 时生明白了 对比突发我 我去说 同莲 收到 紧接着就是接收到 消息的叮当声 还好 只要处理得够快 趁着玩家们还没发现 及时删掉官博并道歉 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时生把那两张图片 发给老板 便直接起床去洗漱了 原以为对方 很快就会回复 但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到时生吃完早饭 坐上断雨井的车 工作室经理的聊天矿 都没有动静 怎么回事啊 没看到吗 还是说请假了 一股莫名的不安 涌上心头 他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 打开某黄色大眼软件 果不其然 昨天发布的那条官博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被玩家们攻陷 原来这就是 贵工作室制作出来的游戏 连男主的衣服 都要抄袭外国小众化师 禁用的OC辐射 顾不起靠谱的化师 那还做什么游戏 趁早解散算了 都这么久了 还没个动静 蓝安的公关是死了吗 我很喜欢 InxLiar 这名太太虽然不火 但在国外 还是有一批很稳定的粉丝的 InxLiar明确说过 OC辐射禁用 蓝安是听不懂吗 蓝安烂透了 大家火收拾收拾 去隔壁梦华路玩吧 抵制蓝安的评论 一夜之间多了几千条 一眼望去 简直是罢评的程度 石生顿时感到一阵窒息 发布这些评论的 有普通玩家 也有对家买来的水军 同样是还未发行 就斩获不少热度的 同体踩手游梦华路 甚至在昨天晚上 事情开始发酵的初始 就给蓝安的这条官博 点了个赞 今天一大早 更是直接晒出了 男主心辐射 佩文重点突出了 原创两个字 可谓是嘲讽拉满 对家的这一通 煽风点火 蓝安的处境 顿时更加恶劣 石生头疼 他摁灭手机 靠上一臂装下 注意到石生的意状 段雨景回头看了他一眼 随即车辆的速度慢下来 他语气沉稳 怎么了吗 一大早就不高兴 石生犹豫了一会 还是把刚才的事情 跟段雨景说了 他听完之后 眉间稍微醋了起来 又是林婉婉 做出来的乱子 石生黏黏的点头 对呀 又是他 他没忍住抱怨道 你说 这人为什么不能 好好消停一会 成天竞虾搞 这些乱七八糟的 对 我们公关又有的忙了 只要是做游戏的 特别是他们这些 坐椅游的 就没有不被玩家骂的 但注定会被骂盒 还没发行 就被骂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概念 石生他们工作室 无论是画师 还是文案 都是女性居多 成立这个游戏的初衷 就是打造一个 完美的虚拟恋爱体验 是要朝着市场主流进发的 画工文案策划运营 无意不是精雕细琢 若是因为林婉婉 一张抄袭的设计稿 毁掉心血 那是真的会发疯 石生隐隐能察觉到 出了这样的事 林婉婉恐怕是不能善了 驾驶坐上 段宇景修长的手指倾 敲方向盘 似乎是在思考 下一秒 石生就听见他问 你还想林婉婉 留在盛景工作吗 听到这个问题 石生愣了一回 随即干脆利落地说道 当然不愿意了 看着他坐腰 我就全身起鸡皮疙瘩 他丝毫不掩饰 对林婉婉的厌恶 实话实说道 他就算什么都不做 我也不喜欢他 因为这样的人 实在太恶心了 听见他这样说 段宇景反倒有些意外 他原还以为石生会心软 谁知道对方 明显比他想得要理智很多 段宇景笑了声 随即轻描淡写道 那就开除他 这话一出 石生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问 开除 嗯 此时两人已经到了 盛景大楼的车道边上 段宇景将车停好 转过头专注地看着石生 林婉婉能进盛景 本身就有 齐也在背后帮忙的原因 我让他离开公司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听着这话 石生一时间有些激动 抄袭这是可大可小 毕竟官博底下虽然闹得厉害 对工作室的影响也还算大 但只要处理得当 态度诚恳地发张公告 并撤销原稿 顺便采取补偿措施 这是很容易就能过去 至于对林婉婉的处罚 他背后是齐也 因此 就算工作室里的同事 因为这点彻底疏远他 他们的经理 也不见得会直接开除林婉婉 但这个时候 段余景说他 能让林婉婉离开盛景 石生眼底带着点犹豫的神色 这不太好吧 真的可以吗 段余景 为什么不行 石生解释说 你也不是盛景的老板 插手这件事不太合适 文言 段余景发出一声轻笑 带着点玩味 他语气温和 说道 圣圣 你知道我给你们那工作室 投资了多少吗 突如其来的亲密称 忽让石生有些无措 他将了一会 多 多少 段余景比了两个数字 石生的眼睛逐渐瞪大 接着整个人都开始恍惚 段余景饶有兴致地 看着他傻眼的神情 悠悠然道 所以 你身为我的 弟妹 在工作室 也是有话语权的 你不喜欢林婉婉 告诉我 或者直接和你们老板提 他不会不同意 石生 所以他原来是关系户吗 还是这么大的关系户吗 那天他只是随口开个玩笑啊 为什么段余景 真能投这么多钱 他有钱没处花吗 石生陷入迷茫 被这巨额数字 震惊到结巴 我 段余景看着他 猴肩微痒 倾壳几声后 语气里带了点引诱的意味 以后如果有想做的事 直接告诉我 生生 我不会拒绝你 生生 老板还没回消息吗 生生 生生 童连一脸喊了好几句 石生这才反应过来 他猛地回神 听清楚之后便颇 有些尴尬地说道 还 还没有 说着 便把手机亮出来 给童连看了看 童连狐疑地看着他 生生 你今天怎么回事 魂不守舍的 没什么大事 石生敷衍回了一句 随后岔开话题 都到点了 林婉婉怎么还没来 文言 童连眯起眼睛 但到底还是没说什么 顺着石生的方向说道 可能是知道自己闯祸了 不敢来了吧 工作室里安静得可怕 公关是今早来上班的时候 发现不对劲的 现在正在紧急撰写道歉文稿 顺便删除昨天 发的官博 三三两两的谈话声里 都掺杂了林婉婉的名字 语气大多不满 石生一边漫不经心地回想 刚才段宇景和他说的话 一边再次点开那幅 被林婉婉抄袭的辐射稿 他们这些画师 特别是混迹二次元的 那一批 就特别喜欢搞OC 也就是原创角色 还会给这类原创 OC设计专门的服饰 人物背景 和完整的世界观 Inxly Ad这件稿子 就是他家OC的辐射 并且明确标注了 禁止抄袭 禁止商用 Inxly Ad是帝国画师 在华国除了一小批画师之外 没有其他人认识 林婉婉是从帝国留学回来的 恐怕就是从那个时候 认识到的这名画师 Inxly Ad的画风很鲜明 他钟爱西方神秘学 无论是OC还是辐射 一或者是插画 都带有浓浓的神秘学元素 相比之下 林婉婉抄袭并改动出来的那件辐射 就显得有些拙劣了 石生没心思弄画稿 转而点开了公安 刚才发出去道歉声明 策划给出的补偿计划 是开服后 每名玩家都能从商城里 免费领取一套男主的课金服装 以及足够二十连的抽卡道具 下了血本 诚意满满 成功平息了大部分玩家的情绪 处理和补偿的速度都够快 好在没有酿成大祸 声明发出去没多久 工作室的大门被推开 石生抬头看了眼 发现进来的 竟然是总经理和林婉婉 他们一起过来的 石生微微皱眉 工作室的氛围更激进了 抄袭 这是足以跟随画师一生的污点 刚才道歉声明底下的评论区里 甚至有玩家提议 要把抄袭的那名画师公布出来 林婉婉闹出来两次或是 工作室的同事 已经对他没有任何好感了 石生甚至听到不远处 几名公关商量着 到时候和老板提一嘴 老板要是同意 就把林婉婉的名字PO上去 对此 他并不在意 既然做了 那就要承担事情暴露之后的后果 前方 林婉婉面颊苍白 眼眶通红 眼尾坠着一颗泪珠 他模样生得不错 做出这副表情的时候 颇有几分惹人恋爱 老板则是面色铁青 但石生分明看到他进办公室前 看了眼手机 眉间松动了些许 林婉婉哭哭啼啼地跟在他身后 也进了办公室 正思索着 旁边童连便直接拍掌称快 漂亮 这次林婉婉必被开除 石生没说话 物字垂着眼睛思考着什么 童连抽空看了他一眼 见他不是很高兴的模样 便问道 怎么拉声声 为什么不高兴 石生抿了抿唇 低声道 我看老板的神情 不像是要开除林婉婉的样子 童连扬眉 这有什么 你不是和段总关系好 让段总把林婉婉开除不就成了 话音落下 石生立刻发出一阵咳嗽 他红着脸 你乱说什么 虽然 虽然段于婉早上的确是这么说的 但那能一样吗 童连目光落在石生明显泛红的脸颊上 他皮肤白 稍微有点红韵 就特别明显 童连择了声 意味深长道 不要害羞嘛 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他神神秘秘地凑过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几天都有人来接你上下班吧 车子都不换一下 一眼就看出来是段总的了 石生 他上班的时候来得都比较早 基本上没多少同事 所以 童连到底是怎么看到的啊 石生微微瞪大眼睛 你怎么看到的 见状 童连扬起唇角 不是吧 真被我猜对了 石生 童连无辜道 上次你下班的时候 我有东西忘拿了 就回了盛景一趟 然后看到你上了一辆车 离得远我看不清 只能看到是黑色的 就盲猜了一下是段总 没想到真是啊 石生 他把逐渐靠近自己的童连推开 你走 童连于是又嘻嘻哈哈地凑过来 哎呀 别害羞嘛 又不是什么坏事 我保证不会说出去的 过了会 又问 所以生生 你现在和段总是什么关系 他不提还好 一喊这个昵称 石生就又想起段雨景 在盛景楼下时说的话 男人声音低沉 语气认真 明明没有多少刻意的卖弄 却无端引人遐想 当时 那个氛围多少有点 石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他深吸一口气 一定是因为段雨景的长相和声音 太有迷惑性了 这才让他这个雄鹰般的女人 被迷花了眼 正想着 旁边传来童连的声音 声声 你这一脸私穿的表情 是在思考些什么 石生 他悠悠道 你完了 我诅咒你 一辈子找不到一米八 八块腹肌肩黑皮的狼狗年下弟弟 童连恶然 好恶毒的诅咒 石生不理他 站起来朝总经理办公室走去 清楚地听到里面零碗碗的啜气声 紧接着 总经理的声音响起 我知道我知道 你别哭了 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到时候和同事们好好道个歉 我相信他们会原谅你的 再后来 石生就不耐烦听下去了 他直接打开门走了进去 办公室门被拍开的动静不小 总经理面色不渝地看过来 却在看到石生时愣了愣 面上随即带了点笑意 你怎么过来了 我 话音未落 石生便冷冷开口 总经理不打算把他开除吗 有抄袭前科的画师 恐怕不太适合继续待在公司吧 林婉婉瞪大了眼睛 满脸惊愕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或许是因为石生的语气和表情 都过于理所当然 林婉婉失声喊了出来 你在胡说些什么 石生瞥了他一眼 但然道 有什么问题吗 林婉婉闭了闭眼 眼眶湿润地看向总经理 这场闹剧来的突然 总经理看了看林婉婉 又看了看石生 不知道想了些什么 短短几秒时间 就出了满脑门的汗 察觉到总经理的表情不对 林婉婉心头一跳 咬着唇哭诉道 老板 我保证会改的 这次的事情只是个意外 我话的时候没想那么多 老板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七少介绍我来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高兴 我不想丢掉这次机会 还搬出了起野 老板更为难了 他看向石生 张了张唇 但到底顾忌着林婉婉还在这 没说什么 而是先挥手道 林婉婉 你到外面去等着吧 林婉婉哭得抽抽答答 听话的转身离开了 路过石生的时候 暗地里狠狠弯了他一眼 石生并不在意 待人离开 总经理立刻走到石生面前 压低生意 语气里带着点讨好 石生啊 你和林婉婉 多少也是同事一场 这么多天下来 总得有点感情吧 这事也不是不能解决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公关 不是就弄得挺好的吗 林婉婉年纪也不大 就比你大个一两岁 她平常还时常念叨你呢 这事要不就这样算了 总经理擦擦汗 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心里不乐意 但都是女孩子 你们彼此要不就多点宽容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何必闹到上头去呢 石生垂着眼睛 他倒是看出来了 总经理这是看他平常性子软 想从他这里入手吗 可石生又不傻 他完全笑了一下 见状 总经理以为这是半妥了 便也笑起来 这不就对了 你们就各退一步 我可没说我要退 石生打断他 总经理面色一僵 什么意思 石生面上还带着笑 一派和善的模样 嘴上却半点不让 老大 林婉婉是什么样的人 我相信 你比我更清楚 说我们两关系好 是不是有点太可笑了 总经理 抄袭必揪 他说他这次是不小心 那下次呢 难不成每次因为他造成的麻烦 都要全工作室来背锅吗 总经理面露难色 明显是在纠结 石生观察着他的神色 随后说道 我也不想把这件事闹大 只是站在公司立场上来说明 有抄袭污点的画师 我相信 没有哪个正经公司会要 盛景也是一样 听完这一席话 总经理算是明白 这一查不给他个交代 恐怕是没法过去了 想到石生背后的人 总经理就是一阵惆怅 同时也觉得奇怪 石生和林婉婉 一个背后是段宇景 一个背后是齐也 段宇景和齐也可是亲兄弟 现在他们俩对上 那齐家的这两兄弟 总经理隐隐觉得自己 不小心窥探到了一部分豪门秘星 他咳嗽几声 心中有了决断 我知道了 你出去吧 把林婉婉喊进来 石生 好 他转身走了出去 房门外 林婉婉看着他的目光 极其怨毒 石生目光落在他身上 礼貌地微微汗手 随后平静地离开 林婉婉气得面目扭曲 正要低声咒骂 就听见石生说了句 老大喊你进去 林婉婉一顿 最终还是先转身进了办公室 他给自己挤出几滴眼泪 气楚道 老板 话音未落 他便听见总经理不容拒绝的声音 收拾东西离开吧 盛景不需要有抄袭前科的话师 林婉婉整个人顿住 不可置信道 石 什么 石生一身轻松地 回到了自己的宫位 见他回来了 童年从桌子上 拿出刚才外卖送到的奶茶 诺 给你 谢谢 石生接过来 将吸管插了进去 童年王总经理的办公室看了眼 小声问道 你刚才大麻去了呀 文言 石生一脸凛然 行好是 杨正宝 童年 他摸了摸自己的手臂 觉得你这样说 应该是有人要倒霉了 说着 就看了眼对面空置的宫位 果不其然 没多久 林婉婉便红着眼眶出来了 他脚步急促 全程没看工作室里的任何一个人 急匆匆收拾好宫位上的东西 这一幕童年轻飘地吹了声口哨 说道 看吧 他自己也觉得丢人 工作室里传来压低的讨论声 石生却有些心不在焉 他刚才分明看到 林婉婉离开的时候 抽空狠狠瞪了他一眼 依照此人的尿性 肯定是要到齐也面前 好好哭诉一番的 到时候 这对男女又得来找他麻烦 石生顿觉头疼 他叹了口气 狠狠吸了一大口奶茶 让石生没想到的是 报应来的比他想象的还要快 五间食堂 石生有些心不在焉 就连童年和他搭话 都是一回应一回不应的 童年感到有些奇怪 你今天怎么回事 兴致一直都不高 石生垂头丧气道 没什么 只是在感叹生活的艰辛罢了 童年 你说话真是越来越高深了 我听不懂 正说这话 食堂门口的方向 忽然传来喧哗声 不知为何 石生心头一跳 他回头看去 果不其然 齐也带着林婉婉 冷着一张脸 静止朝他的方向走了过来 意识到 他们是要做什么之后 石生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们怎么敢直接在公司 就找他麻烦 这事要是一闹 公司里会有多少人说闲话 这两个人 是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 那两人越来越近 几个小时过去 林婉婉就好像削减了不少 看起来是 哭了一场狠的 不等石生开口 他便挽着齐也的手臂 哭喊道 石生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绝情 但我们好歹 也是朋友一场 你至于做得这么绝吗 石生皱起眉 正要说什么 林婉婉立刻打断他 我知道你极恨我和阿爷感情好 但是石生 我和阿爷高二那年就在一起了 虽然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我和他 从来就没有分手过 石堂不知什么时候 彻底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若有若无地 看着他们的方向 石生在心中冷笑 好一个 从来就没有分手过 林婉婉那话一出来 就连齐也都愣住了 他微微皱起眉 想将林婉婉的手 从自己身上扯下来 但林婉婉哪能让他如意 直接钻得更紧了 戒面上划过一丝不耐烦 正要说些什么 就听见石生在对面淡淡开口 这里不适合谈话 我们去外面 齐也微正 将目光落在他身上 石生面容平静 看起来丝毫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影响 他抿了抿唇 心里划过一阵不爽 把之前想说的话咽下去 顺着林婉婉道 不了 就在这吧 花音落下 周围的窃窃思语声明显变大了 石生眉间一点点促起来 他看向齐也 男人面色阴沉 风味的毛子直勾勾看着他 摆明了是要给林婉婉成场面 石生说不清楚自己的心里的感受 只觉得这件事挺荒谬的 他知道齐也的脾气 自高自大 且幼稚的可怕 但石生也确实没想到 他会蠢成这样 公司里这么多人看见了这场闹剧 若是不及时澄清 可想而知 会有多少流言传出来 谣言是能杀人的 石生的脸色一点点冷了下去 旁边童连犹豫着牵住石生的手 他不知道石生和这两人之间的纠葛 但仍旧本能地去安慰他 我没事 石生冷静道 他冷眼看着林婉婉 平静道 是吗 分没分手 可不是你一张嘴就能说清的事情 仗着齐也没有帮石生辩驳 林婉婉嚣张道 不然你问啊 不然我们打电话给段夫人吗 石生说 话音落下 林婉婉面上闪过慌乱 石 什么段夫人 齐也的母亲啊 石生唇边缓缓露出一抹笑来 看起来极其和善 段夫人作为母亲 总不会不清楚孩子的感情动向吧 说起来 段夫人还挺喜欢我的 不然我们现在就打电话问问 石生敢直接惊动段夫人 连忙惊慌地去看齐也 希望他能出手帮忙 但没想到的是 齐也竟然看都没看他一眼 而是直直地望着石生 从开始的时候 他就没有选择帮石生 原来是也不打算帮他 意识到这点后 林婉婉笑容勉强 何必呢 这只是我们的私事 没必要惊动长辈吧 再说了 段夫人事务繁忙 你是怕了吗 石生直白道 林婉婉面色一僵 怎么会 此时 打给段夫人的电话给接通 段玉宁柔和含笑的声音响起来 喂 声声啊 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 石生案的免提 特地将声音调到最大 因此 只要是离这里不算太远的 都能清楚地听到段夫人的声音 柔和细腻 带着显而易见的亲密 石堂那众人的表情千变万换 竟然真的是段夫人 林婉婉的面色已然很难看了 她害怕事情败露 竟然不管不顾地 就要去抢石生的手机 但还没动手 童年便毫不客气地 拎起桌上餐盘 狠狠砸到了林婉婉头上 啊 属于林婉婉的惨叫声 瞬间爆发出来 在食堂上空盘旋 听到这声音 段玉宁顿了顿 她轻声问道 声声 你那边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 段夫人 石生语气轻柔 带着明显的低落 我就是想问问 齐也他 当年到底有没有 和林婉婉分手 一提到这两人的名字 段玉宁几乎是立刻就反应过来 声音煞事大了起来 声声 是不是齐也那个混小子 又带着人来欺负你了 石生没说话 只是轻轻抽气了声 不就是装可怜 谁不会啊 听到哭声的段玉宁更加生气 但碍于对面是石生 他还是压着声音 尽量轻柔地说道 乖呀生生 把手机给齐也 我教训教训他 石生装作惶恐的模样 不 不用 段玉宁的安抚 声声你放心 齐也和那个姓林的 早就分手 我们齐家唯一认定的儿媳妇 只有你 齐家唯一认定的儿媳妇 只有你 食堂内的同事听到这个消息 纷纷露出惊恶的表情 大新闻啊 这是 林婉婉面目猙獰 他原本是带着齐也 来找回厂子 给石生添堵的 但怎么也没想到 最后出丑的人 竟然会是他自己 就在他大脑飞速运转 想着如何补救的时候 对面段玉宁的声音 再次响了起来 还有 林家的事情 在当年也是大新闻 他父母贪污受贿 卖下工人血汗前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我们齐家 怎么会让这样家事的 女人进门 话音刚落 林婉婉就发出一声尖叫 他身上近视乌浊 满身混杂的菜味 林婉婉狼狈的喊道 你这个畜生 畜生 如果不是因为我 离开了六年 阿爷身边 怎么可能会有你的位子 你这个贱人 贱人 说着 便要仰手打十声 但还没落下 就被童年眼疾手 快地挡了下来 童年力气大 还练过几年散打 三两下就把林婉婉 推了出去 并直接嘲讽到 自己特地跑过来 丢人现眼 还要动手是吧 你来啊 看看是你打得赢 还是我打得赢 这场闹剧 最终由林婉婉承受不住 倒退两步后 跑出食堂作为结束 时生简单和段夫人 解释了几句 之后便温声挂断电话 他抬头看向齐也 随后默然地一开视线 转头对童年道 我们走吧 童年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齐也 虽然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状况 但仍旧乖乖跟着时生出去了 林婉婉跑了 齐也却还站在原地 两人经过他的时候 齐也伸出手 攥住了时生的手臂 时生脚步顿了顿 随后用力 把自己的手抽回来 快步往前走去 直到这个时候 齐也才恍惚明白过来 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 周边一直有人朝这个方向看 齐也思索片刻 抬腿追了上去 时生 但时生冲耳不闻 此时他已经走到了电梯处 时生带着童年进去 迅速按下关门键 将齐也拦在门外 定 电梯缓缓向上 他没有心软 也不打算再和齐也 继续纠缠下去了 毕竟算算时间 今天正好是他和齐也 结束合约的日子 只剩下几个小时 差不多是他下班的时候 时生给总经理打了个电话 让他安排人 把齐也赶出去 听到是要把齐家二少 赶出去之后 总经理愣了愣 再三确认 要赶出去的是不是齐也 时生冷静地说是 总经理沉默了一阵 最终硬了下来 并且更加坚定了 时生的背景肯定不简单 毕竟是 能让段余景给他撑腰 顺便把段余景的弟弟齐也 赶出去的狠人 肯定也是大人物 总经理二话不说 就吩咐门口保安 去把齐也架出去 楼下电梯口 齐也的面色很不好看 时生当着他的面离开 他自然气得不行 但今天这事 的确是他做的不对 齐也在心中骂了声 同时心中 升起一股 类似于事情脱离掌控的 不妙预感 他知道时生办公的楼层在哪 便焦急地 等在另一架电梯边上 但电梯刚刚到这一层 后方忽然出现几名标形大汉 一左一右地 把齐也整个人架了起来 接着便往外面走去 齐也猛了一瞬 而后开始剧烈地挣扎 你们在做什么 快放我下来 知道我是谁吗 再不放我下来 我要你好看 几名保安充耳不闻 只说了一句话 公司闲人免禁 请你出去 齐也气得面颊通红 扭转身子 就要开始和他们打架 但保安个个都是粗汉子 齐也这种整日里 抛在酒吧KTV的花架子 自然打不过他们 才三两下就败下阵来 顶着一脸淤青 被扔了出去 那几个保安站在盛景门口 眼睛一眨 不眨地盯着他 像是生怕齐也又冲进去 齐也这辈子都没这么丢脸过 怎么可能继续待在这里 他眼神凶利地 瞪向这几名保安 转身离开 同时 心里那股不安愈发浓烈 齐也顾不得去找那些保安的麻烦 而是疯狂地去打师生的电话 但十几分钟过去 黑着脸 守住带兔 他就不信了 时生还真能一直和他耍脾气不成 童连是亲眼看着时生 把齐也的电话给删除拉黑的 按下拉黑键的时候 时生眼底的利器有如实质 好像下一秒 就能把齐也团成一团吃了 总之可怕得很 他也不敢问时生 是怎么和这位金氏顶级富二代扯上关系的 但肯定不一般就对了 童连暗中给时生比了个大拇指 说道 亲爱的生生 你还有什么惊喜 是朕不知道的 时生鼓起脸颊 低声倾诉道 齐也好讨厌 时堂这么多人 他是存心要让我出丑的 童连赶忙附和 对对对 他就是故意的 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 虽然不知道自家姐妹和齐也的纠葛 但只要顺着他毛驴就行了 时生垂下毛子 一个人生闷气 手里有一搭没一搭的画稿 陆陆续续有同事从时堂上来了 目光有意无意地落在时生身上 带着探究 期间还有一些同事 想要过来搭话 讨好时生 毕竟是段夫人亲口认定下来的儿媳妇 搭好这条人脉 总不会出错 要是换做以前时生 可能还会搭理搭理 但现在他自己都一脑门黑线 哪里还有心情里他们 留意到时生的情绪 童连直接把这些意图 靠过来的人全部赶走 插着腰道 看什么看 没见着人 心情不好吗 再靠过来我就把你们都杀了 听到这话 时生一愣 唇边没忍住 明起一抹笑 被童连这么一恐吓 那些人全都不敢再往前 毕竟刚才在食堂 童连直接把餐盘往人脑袋上 砸得很人行为 可是都被大家看到了 这姑娘泼辣得很 他们可不想没巴结上时生 反而还惹一身心 但那些无关人等都离开后 童连松了口气 这才转头去看时生 对方情绪果然好了点了 正眨着一双猫似的性眼盯着他瞧 因为刚才委屈过 此时眸光格外水润 童连看得心口一阵苏麻 我的个老天爷啊 放着你这么个大宝贝不要 去要那个白莲绿茶婊 齐也是不是有病 眼光也太差了吧 没关系 时生说 反正我也不喜欢他 听到这话 童连眨了眨眼 真的 当然了 时生手里转着笔 此事已经完全收拾好心情 只是声音还有点闷 我下班后 就去和他分手 童连认真点头 说得对 先和齐也分手 然后再去搞他哥 段宇景一看 就是贼身情贼认真一男人 到时候 你就带着段宇景 去齐也面前打他的脸 时生面旁一红 称道 你瞎说什么呀 童连笑嘻嘻的不说话 从自己抽屉里 拿出一包薯片递给他 日头逐渐蜥移 眼瞅着就要到下班时间了 时生是看着表一点点数过来的 此时的心情 多少有些复杂 又轻松 又有点忐忑 时生深吸了口气 再次看了眼时间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段宇景 发来一条消息 今天什么时候来接你 对哦 还有段宇景 时生咬了咬唇 开始慢吞吞地打字 今天有点事 不用来接我了 我跟齐也回去 消息发送出去后 聊天框上立刻出现 对方正在输入中的字眼 但直到好几分钟过去 段宇景的消息 才发送出来 好 他要是欺负你了 来找我 时生发了个OK的手势过去 他松了口气 在童连关切的注视下 卡着点离开工作室 一直到盛景楼下 看到那辆骚包的红色跑车 他才知道 原来齐也一直在这里等他 时生微微皱起眉 没说话 静止走过去 拉开副驾驶的车门 坐了上去 注意到他后 齐也猛地回神 表情凶利地瞪着他 正要说什么 就听见时生 说了一句 不回家吗 听到这话 齐也愣了愣 后回去 不跟大哥住了 时生点头 性质不是很高的模样 女人的表情很平静 没有一丝波澜 只有眼尾一抹红 让齐也窥到了一点端倪 时生哭过了 为了他 想到这 齐也心中一阵暗喜 连忙也不再说话 开动车子 往家的方向开去 一路上 两人都没说话 时生耳朵里塞着耳机 正听着舒缓的乐曲 时生自己打开车门 踏着小高跟走向别墅 进门后 便直奔自己房间 他从床垫底下 找到了被自己藏起来的替身合约 脸上露出一抹释然的笑 时生带着合约下楼去到客厅 彼时 齐也刚把车停好进门 他心仰难耐 盘算着 今天只要好好和时生道个歉 中午的事 就算过去了 那时候是他脑子犯魂没想清楚 这才惹了时生伤心 只要好好解释 他们肯定就能重归于好 这么想着 齐也便露出一个笑容 看到客厅沙发上坐着的时生 他连忙走了过去 生生 今天的事物 都过去了的事 就不要再提 时生笑着打断他 随即将替身合约扔到桌子上 笑容甜美 语气正式 齐先生 合约的生效时间到期了 我们可以分手了 话音落下 齐也刚才还笑着脸 一点点冻住 时生仿佛没看到 自顾自地说道 齐先生 尾款记得节欧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在时生那句话落下后 别墅里久久没有其他声响传出 齐也的脸色 阴沉得可怕 时生看清楚了他的表情 但并不在意 而是再次将替身合约往前递了地 示意他签字 总归合约都到期了 就算齐也再不愿意 也没法硬将他们再次捆绑在一起 一片寂静中 齐也刚进来时的笑容全然不见 手掌用立地钻紧 止鼓发出明晰的歌之声 男人的眼眶 一点点泛红 他死死盯着时生 一字一句道 你就这么着急 和我撇清关系 时生微顿 面上带着些许的疑惑 合约到期自动作废 我来找你签字 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他原本还想说 正好他们俩结束关系后 齐也就能光明正大的 去找林婉婉弹情说爱了 但转念一想 又觉得这样说 显得他多在意这件事事的 便没有再提 齐也敏纯 倔强道 我不签 时生沉默了一会 最终说道 不签也可以 反正签字结束只是个形式罢了 时间到了 合约自动作废 我可以 现在就把合同留在这离开 说着便把合同一扔 站起身准备出别墅 但时生才刚离开椅子一会 齐也便气急败坏地吼了句 坐下 你不准走 他手里握住笔 声音哽咽 为什么要走 我们明明可以续约 听到这句话 时生重新坐下来 无奈地看着他 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名 无理取闹的孩子 我们已经在一起五年了 齐也 我不能一辈子都栽在你身上 更何况 齐也压根不值得他这样做 齐也表情愈加难看 他的所有情绪几乎都写在脸上 明明白白地不高兴 他想不明白 我对你不够好吗 你为什么非要离开 这句话落下 时生眼底闪过迷茫 对他好不好 齐也自己心里没点说吗 这人该不会真以为自己大情圣了吧 时生脸上是一闪而过的嫌弃 他不想再和齐也多废话 直截了当道 签字吗 不签我走了 齐也被逼得眼睛通红 只觉得心中一顿一顿地难受 他哑然 嘴里说不出一句话来 齐也沉默了很久 最终还是缓慢地将茶几上的钢笔拿起来 在合同的结尾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名字 厉透纸背 仓促又不甘心 他齐也从生下来开始就精尊欲贵 身边的人无意不是捧着他顺着他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签名写上去后 齐也猛地将手中钢笔砸在地上 伴随着剧烈的喷声 齐也恶狠狠地盯着时生 别怪我没提醒你 走了就别想回来了 时生在心中倾巢了句正和我意 面上却露出客气疏离的笑容 齐公子放心 绝不会再回来爱你的眼 说完 他斜跨着自己的包 一身轻松地站起来朝别墅大门走去 大门缓缓关上的刹那 他听见屋内传来男人暴怒的吼声 和家具被推翻的巨响 时生并不理会 他深吸了口高级小区那夜晚的清新空气 卸下了一直束缚自己的重弹之后 把这个操弹的世界都给看顺眼了 时生没有回头看这座他生活了五年的别墅一眼 脚步轻快地朝着小区出口走去 与他的洒脱不同 在他身后的别墅内 齐也靠在窗边 目光发直地盯着时生的背影 心口的剧痛愈加明显 任性了二十多年的齐大少爷 头一次体验到 事情脱离掌控的滋味 好像有什么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 跟着时生一起离开了 他颓然地靠在窗边 好像瞬间苍老了几岁 今时的夜晚 在各种彩灯的照耀下亮如白昼 周边是零次至比的高楼 各色车辆穿流不息 街边摆着不少小吃摊 在冉冉升起的烟火器中 吆喝叫麦 时生很久没有出来逛过夜市了 因为齐也喜欢在外面鬼混 经常需要时生去接他 或者人不人鬼不鬼地回家后 让时生及时给他做清理 因此 他想到外面 完完都不能 所有人看到时生的第一眼 都会觉得 他是从小到大都没有出过格的乖乖女 但事实上 在他家庭没有出现经济危机 齐也没有包养他之前 时生一直都是家里和学校的小霸王 表面上装得乖巧懂事 其实叛逆期的时候 抽烟喝酒烫头 一个都没落 到了晚上就喜欢和一堆狐朋狗友 往往吧 KTV跑 当时整个学校外面 方圆百里的小混混 都得叫他一声解 只是后来家里出事 时生桀骜不逊的青春叛逆期 不得不宣告结束 头发拉直 陋席戒掉 在高三那年边打工边读书 赚的钱又要交学费 又要替父亲还债 一度过得十分颓废 到了齐也身边 就更要假装乖乖女了 但现在不同 时生坐在吧台边上 眼眸水润 慢条思理地喝着一杯 兵分莫及托 离开齐也之后 他手里大把的钱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酒吧五光十色的彩灯 不断划过女人的脸 将那张白皙 透着微粉的漂亮面旁照得 显出几分艳丽 一名满身惊湿的黄毛 蠢蠢欲动地上前 目光直勾勾地 盯着时生的脸 低声又哄道 美女怎么一个人在玩啊 哥哥的朋友 都在那边卡座上 要不要跟我们一块玩具 时生眼眸迷离 懒懒地看了他一眼 直接转过身去 没礼 哟 还挺辣 黄毛更加心痒 搓着手还要搭话 就听见前方 响起一阵手机铃声 时生动作顿了顿 划开手机看了眼 是段雨景的电话 不知为何 他瞬间感到一阵心虚 时生慢慢拍地按下接通键 将手机抵在耳边 小声说道 大哥 他刚喝过酒 声音粘腻绵软 一下子就被听出来了 段雨景一直紧着的心 在听到他的声音后 瞬间松下 他靠在属于时生的卧房门口 听着对面不知为何的喧哗声 眉头一点点皱起 你在哪 怎么还不回来 心虚欲加浓重了 时生正犹豫着 该如何回答 后方那黄毛就冷不丁地说道 美女 男朋友查岗啊 也推没去了点 要不直接分了根割几个吧 黄毛嗓门大 又离得近 这句话一字不落地 被手机对面的段雨景听到了 时生着急忙慌去捂手机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对面段雨景的声音 陡然变得严厉 你现在在哪 时生被吓了一跳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 正琢磨着 如何蒙混过去 就听见段雨景强硬地命令道 定位发我 立刻 时生嘴角向下一撇 不情不愿地把定位发了过去 他闷闷不乐地用力点着手机 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本来就是想出来玩玩 谁知道走了一个奇眼 还有段雨景管着他 真讨厌 边上这个暴露他行动的黄毛 就更讨厌了 眼见黄毛还要说话 时生眉毛一簇 软着嗓子 冷冰冰地威胁道 现在完了吧 我男朋友要来找我了 被他发现 你在这里勾到我 你就等着被他打死吧 段雨景跟随地址 来到这家酒吧的时候 第一眼就看到了 乖乖坐在吧台前的时生 他长得实在鲜小 极剑的头发柔顺地披散着 手里握着一杯色泽绚丽的莫吉托 在众多群魔乱舞的男男女女中 像指误入狼群的小绵羊 段雨景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大晚上跑到这里来 他眉头轻皱了下 快走几步来到时生面前 莫吉托的度数不高 时生在外面的时候 向来很有分寸 知道自己酒量不行 就不会点那些度数高的酒 面前猝不及防地 撒下一片阴影 时生略有些懵懂地抬头看过去 面前的男人容貌俊朗 锋利地没青醋着 眼底带着薄目 只这一眼 时生就知道自己 肯定要挨骂了 他心虚地一开视线 顺便心里盘算着 如何占据主要时机 赌段雨景个措手不及 趁着段雨景还没骂他 时生把手里这杯刚点的 还没喝过的莫吉 拖色他手里 小心翼翼地说道 这个请你喝 段雨景刚要说的话 被堵到嗓子眼 嘈杂的酒吧中 莫吉托被一双白皙柔软的手 塞到他掌心里 段雨景感觉到 属于女人的指尖擦过他手掌 带起一阵明显的酥麻 他整个人都僵了下 莫吉托清甜的酒香缓缓上升 段雨景微垂着眸 正好对上时生假装无辜的视线 他惯会装乖卖巧 似乎是知道自己这样瞪圆双眼 可怜巴巴看人的时候 很容易叫人心软 兴许是受到酒吧内 躁动氛围的影响 段雨景艰难地移开 注视着时生的目光 面上的怒容已经散去 声音却还是严厉的 怎么大晚上 一个人跑到这种地方玩 还喝酒 时生有些不服气 我都这么大了 凭什么不能到这里玩 又不是小朋友了 听到这话 段雨景低头看他 时生个子不算矮 一米六五左右 但段雨景的身高摆在那 垂眸看过去的时候 小姑娘鼓起腮帮子 抬头生气地看着他 和小朋友也差不了多少 意识到时生开始生气了 段雨景哑然片刻 随后 他妥协般叹了口气 我的意思是 女孩子一个人出现在这里不安全 如果你想来 可以叫上我 听到这话 时生微顿 神情带上几分疑惑 他觉得 这话说得有些奇怪 段雨景是他什么人啊 凭什么他去酒店要带上他 但不等时生细想 段雨景便不动声色地提醒到 前面再找人玩牌 你要过去试试吗 闻言 时生成功被转移注意力 果不其然 看到不远处一堆人聚在一起 桌面上摆着纸牌和头子 还有几瓶酒 他有点心动 时生犹豫着 我不认识他们 要是欺负我怎么办 段雨景说 我在 不会 他语气淡然平静 带着绝对的自信 时生看着他 不由自主地被蛊惑 而后点了点头 没过多久 两人加入到玩牌的队伍中去 年轻的男男女女 玩得热力而大胆 输了牌之后 便是几大杯啤酒下毒 时生也输过几把 但段雨景不让他喝酒 那几杯啤酒 最后都进了段雨景的肚子里 酒桌上玩家向来排外 尤其喜欢欺负时生这种 看起来白嫩乖巧的小姑娘 但出乎意料的是 这一桌没人主动上来招惹他 有人倒是想 但女孩身边坐着的男人 一看就不好惹 虽然看起来是斯文俊秀的模样 但晚上去的袖子下 露出的小臂肌肉结实 力量感十足 姿态从容淡定 偶尔抬眼看人的时候 目光中带着常年 处于上位者的压迫感 只要是稍微懂点形的人 看到男人身上 那些低调名贵的饰品后 就识趣的不会上前碍眼 而这样一名男人 却双腿交叠靠坐在沙发椅上 一只手臂抬起搭在椅背上 正好将那模样 乖巧漂亮的女孩圈在怀里 这是一个掌控欲十足的动作 排桌上的玩家 互相对视几眼 从开始到现在 都是安安分分的 没有一点出格的举动 时生玩得很开心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来 这样放松过了 段雨景垂眸看着他 目光一点点温柔下来 只要有他在 就没有人会不长眼地 跑上来欺负他 几句游戏下来 时生一滴酒都没沾 倒是段雨景干掉了几大杯 发现这点后 时生正好玩地尽了心 他放下牌 礼貌地和这群人 很好的玩家道别 随后被段雨景 牵着手腕离开 玩够了 时生就像是被安抚到位的猫咪 乖巧弟 没有一丝抗拒地 跟着段雨景走 好像不久前 生气控诉的人不是他一样 出了酒吧 时生的整个手腕 还是被他紧紧圈住 没有任何要松开的迹象 时生手指拳了拳 觉得段雨景的体温好烫 是喝酒喝的吗 外面微凉的夜风吹过来 酒精发酵 段雨景脚步顿了顿 注意到这点后 时生眉头皱起来 着急地问道 大哥 你是不是喝醉了 段雨景面色平静 没有 是吗 时生狐一地看着他 顺便晃了晃自己的手 那我们都出来了 你还牵着我做什么 这次 段雨景的反应有点慢 他手掌紧了紧 漆黑滚烫的目光 落在时生身上 声音低哑 带着点疑惑 不可以牵吗 文言 时生愣了愣 可以是可以 他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面颊莫名其妙就烫了起来 时生仓促地转移话题 不说这个 你喝酒了 不能开车 嗯 段雨景说 我喊了家里的司机过来 话音刚落 不远处那辆低调的黑色兵力 就朝着他们的方向开了过来 一名中年男人走下来 拉开后座车门 示意他们上车 段雨景带着时生坐了进去 他的车子被收拾得很干净 没什么难闻的意味 时生坐在真皮座椅上 心情松快地看着窗外的夜景 看了一会 又转过头去看段雨景 他现在可以确定 对方是真的醉了 因为段雨景 现在正微皱着眉头 耳根处还犯着点红韵 时生目光落在他们两人 相牵着的手上 觉得段雨景喝醉后 还怪年人的 正这么想着 他就听见段雨景低沉的声音 从头顶响起 今天怎么想到去酒吧完了 还不让他来见 段雨景的心情有些沉 一想到今天时生 不仅跟着齐也回了家 后来还去酒吧玩 却不通知他的事情 就感到烦闷 他用空出来的那只手 解开衬衫领带 薄唇向下抿着 情绪显而易见 段雨景正想问 是不是齐也诱了他生气了 就听见女孩 那把少量酒液 浸入过的微凉嗓音 平静又淡然地说道 因为我和齐也分手了 心里高兴 话音落下 黑色兵力一个紧急刹车 轮胎在地面上 划出刺耳的声响 这场意外来得突然 段雨景第一时间 将石生护在怀里 好在司机很快 就将车辆稳定住 没有发生什么 太大的意外 他手心冒汗 战战兢兢地转头问道 抱歉 二位没有受伤吧 段雨景摇头 没事 你继续 哎好好好 司机连忙回过头去 顶着一脑门的汗 继续开车 刚才石小姐那番 话出来的时候 他一个震惊 就下意识踩下了刹车 石小姐能在齐家 获得优待 不就是凭借着 二少爷女友的 这个身份吗 若是分手了 那齐家还怎么和他相处 恐怕是没过多久 就得斩断关系 司机一边物字猜测着 一边竖起耳朵 听着后座的声音 石生把自己 从段雨景怀里扒拉出来 而后抬起头 眼神颇有些倔强地看着他 他其实是有些 期待对方的反应的 毕竟不管怎么样 段雨景和齐也 都是亲兄弟 虽然段雨景 此前不止一次 明里暗里地说过 齐也并非他的良配 但他若是真的 和齐也分手 那不就是间接 因为他半个齐家人的身份 而给盛景工作室的投资 想到这 石生心里 生起一股淡淡的心虚 但他并不后悔 他给段雨景 预设了无数个答案 但就是没有想到 段雨景听到这个消息后 第一时间问的竟然是 怎么现在才和我说 满肚子阴谋论 沉浸在段雨景 让他滚下车的幻想中的石生 猛然回过神来 他压然地抬起头 啊 段雨景唇角的弧度 似乎上扬了些许 但转瞬即逝 不知道是不是石生的错觉 他单手握拳在唇边咳了声 说道 你下午回齐野那里 就是为了和他说分手 石生点头 是啊 段雨景扬眉 他双手不自觉在大腿上浇握 而后别过头去看了 眼窗外的夜景 看完又将脑袋转回来 目光落在石生身上 眼底带着一层很薄的 克制的笑意 整个人透露着一种 我很兴奋的在忙 但又不知道 在忙什么的济世感 石生觉得他这个反应挺奇怪的 正犹豫着 要不要主动说些什么 就听见段雨景又问了句 分手后 其也没欺负你吧 石生 暂时还没有 他皱了皱眉 以后会不会还不一定 不过 其也身为齐家二少爷 被一只金丝雀甩了 说出去都丢人 估计也不会自降身段的 再来找他的麻烦 想到这 石生便松了口气 段雨景声音温和 如果他后来给你造出了麻烦 随时可以和我说 听到这话 石生乖巧地点头 但心里想的却是 他和其也都分手了 还是不要 继续和段雨景有联系的才好 不然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但段雨景却好像 直接洞穿了他的想法 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找我 就算你和其也分手了 我们也还是朋友 不是吗 石生眨了眨眼睛 他抬头看过去 段雨景黑眸深邃 眼底带着点宽慰的笑意 显然并不是在说漂亮话 他惯常是真诚的 眼神和语气 无一不认真 鬼使神差的 石生就点了点头 低声N了句 见状 段雨景眉毛抬起 满意地笑了 车辆一路开回别墅区 司机假装什么都没听到 恪守本职地去给两位少爷 和小姐开车门 在车上还不显 下车的时候 段雨景身子控制不住晃荡了下 显然是还醉着 但就算是这样 他也还是要坚持 把石生牵下车 男人掌心滚烫 眼底带着执拗 没办法 石生只得任由他动作 就着段雨景的手走下车 段雨景唇搅勾了勾 他心情愉快地带着石生回家 然后进厨房 给自己煮醒酒汤 察觉到这点后 石生连忙走过来 你去休息吧 醒酒汤我也会煮的 怎么能让醉酒的人 亲自去煮醒酒汤呢 说着 就去拿过段雨景手里的用具 准备把他从厨房赶出去 段雨景眼眸还是水润的 被夺走了厨房用具 也不生气 他就站在门边 一眨不眨地看着石生下厨 石生抽空扭头看了他一眼 发现段雨景就那样 直愣愣地站着 漆黑的眸专注地看着他 不由觉得有些好笑 怎么不回去好好坐着 石生催他去客厅休息 这里油烟中 出去吧 段雨景听见了 但他重重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不要出去 石生觉得他这样 有点小孩子气 怪可爱的 见段雨景坚持如此 他也就不再强求 任由他在厨房当门神 过了没一会 刚才一直安静着的段雨景 不知道想了些什么 开口问道 你给齐爷煮过醒酒汤吗 石生愣了下 有点搞不懂 为什么又提起那个晦气的人了 他抬眼看过去 发现段雨景的眼神非常认真 于是老师回答道 煮过 很多次 因为他经常大晚上喝的人士 不值得回来 话音落下 厨房里安静了好一会 段雨景沉默着没说话 而后又冷不丁说 所以 这是你第一次为我下厨 男人在某两个字上 着重强调 随后闷声道 我更要在这里看着了 闻言 石生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不知道这里面 到底有什么因果关系 但段雨景站得理直气壮 说话也半点不虚 瞧着真相那么回事似的 于是石生犹豫了一会 说道 那好吧 你站着 嗯 段雨景安静了一阵子 然后又问 我下次喝醉了你 还会丢煮吗 说道 如果我在的话 会 听到这话 段雨景有些不高兴 不再就不能煮了吗 石生艰难道 那我给你打个视频 隔空煮给你看 段雨景这下满意了 他矜持地点了点头 石生叹了口气 他将煮好的醒酒汤吹凉 而后递给段雨景 示意他赶快喝完 段雨景喝得很快 几乎是一口闷 他喝完就开始犯困 眼睫半垂着 素来威严的段总看上去 有了几分柔软 石生将他扶到主卧休息 今天晚上段雨景确实喝得有点多 几乎是沾床就睡 石生站在床边盯着他看了一会 最后 没忍住露出点笑容 喝最后的段总 情绪外露 像个没长大的小孩 真诚又执拗 还怪可爱的 半夜十二点 京市市中心的那家酒吧内 依旧人生鼎沸 五光十色的彩光旋转照射下来 将每一个狂欢的年轻男女 映照得迷醉又疯狂 空气中都是唇香的酒叶味道 三楼包间内 十几名在京市称得上 有头有脸的富家子弟聚在一起 桌面上是纸牌和散落的头子 还有开瓶的酒 声色全马 放声欢呼 包厢角落远离喧嚣的地方 男人扬起脖梗 靠在沙发上 手中攥着的酒瓶 很快就见了底 锋利的猴杰上下起伏 没人敢上去打扰他 排桌上的几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下来 朝着角落沙发上的棋也看过去 其中一名顽固抖开烟盒 低声问道 野哥今天这都开了几瓶酒了 怎么回事啊 心情不好 闻言 王端吃笑了声 侧目看向他 雨掉懒散 还能怎么办 老婆跑了呗 这话是压着嗓子说出来的 确保没让不远处的棋也听到 一听到这话 周边这些个顽固子弟 立刻把纸牌一扔 凑过来饶有兴致地问 当真 咱们的准嫂子跑了 怎么跑的 野哥腻了 还是嫂子把他踹了 王端舌头抵着上额 随后杨梅说道 要是野哥提的分手 他怎么会半夜在这里买醉 众人一听 都觉得有道理 但又百思不得其解 齐也是谁啊 今世富二代理 就属他最有头有脸 多的是 女人往他身上倒贴 从没女人主动提分手的道理 王端一眼就能看出 他们在想什么 手中打火机 紧命紧命 最后哼笑着说了句 嫂子是普通女人吗 说完 他远远地腻了齐也一眼 懒洋洋道 再说了 就野哥那狗脾气 嫂子早晚都要跑 提醒好多回了 也就他不当回事 闻言 一名丸裤翘起二郎腿 也不能这么说 都混到我们这份上 不都是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我觉得野哥也没做错什么 再说了 时生也不怎么样啊 花音落下 王端便冷冷看向了他 这一眼不含任何感情 看得那丸裤心中发凉 他后知后觉得反应过来 王端这压丸的起放的下 就是容不得别人说 嫂子一句不好 顿时善善地闭了眼 好在几人关系还不错 王端没有过多追究 他起身离开座位 朝着角落的齐也走去 哟 让我瞧瞧 一二三四五 野哥 你这是要喝到胃穿孔啊 说着 王端就笑嘻嘻地 把齐也手里的酒抢了过来 此时 齐也已经喝得烂醉 他半睁着眼睛 烦躁道 酒给我 滚开 王端不理 他静止在齐也身边坐下 说道 野哥 急傻 嫂子跑了还能追啊 何必一个人在这买醉 几乎是话音刚落 齐也便气急败坏道 谁说我是因为他了 我就是要喝酒 关时生什么事 他管得这么大 王端 啊好好好 不关他的事 不关他的事 他嘴上这么说着 眼底却明晃晃带着点嘲弄 王端唇脚微钩 那以后 嫂子再另找男友 你也不管咯 齐也恨恨地盯着他 你这话什么意思 时生还能找别的男人 王端诧一道 你都能找别的女人 嫂 不是 时生还不能找别的男人了 再说了 你俩都分手了 不就更管不着对方了 王端越说 齐也的眉头就皱得越紧 他用嘲弄的语气说道 刚和我分手 就去找别人 渣女 王端 这人半点没救了 他拍拍屁股 从沙发上坐起来 觉得齐也实在是油盐不尽 正要离开 包厢门忽然被打开 大门被拍开的声音很响亮 包厢里安静了一瞬 所有人的视线 都停留在闯入者的脸上 是个女人 穿着一身白裙 发丝微乱 神情慌张 是极为清纯漂亮的长相 包厢内有顽裤吹了声口哨 来人正是林婉婉 他假装没注意到 包厢内众人不怀好意的神情 静止朝着角落的齐也走去 周边传来丝毫没有压低的一轮声 这妞谁啊 长得跟前嫂子好像 眼瞎吧你 这不野哥初恋吗 就这还初恋啊 感觉没前嫂子漂亮 林婉婉面色难看 他无视掉众人比翼的目光 快步走到齐也面前 轻握住齐也的手 阿爷 都这么晚了 我们回家好不好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齐也又喝了不少酒 他脑子不太清醒 半睁开眼睛 瞧见面前的女人 眉头皱起来 随即一把将林婉婉推开 眼神格外冷漠 齐也收回视线 下意识喃喃道 时生呢 我要他来接我 林婉婉被推得跌倒在地上 瞳孔缩小些许 正愣着 表情不可置信地看着齐也 此时的齐也已然喝得烂醉 打开手机拨打时生的电话 听到手机对面 传来嘟嘟的盲音后 齐也眼眶瞬间变红 一连打了好几次电话 都没接通 齐也气得用力 将手机砸碎 目睹一切的林婉婉咬着唇 努力压抑住内心的度火 站起来颤颤巍巍地 朝齐也伸出手 阿爷 和我回去 和我回去好不好 我是婉婉啊 齐也却看都没看他一眼 静止站起来 朝着包厢外面走去 嘴里喃喃念着石生的名字 王端哈哈大笑起来 他开了瓶红酒一饮而尽 随后垂眸看着林婉婉 声音轻柔 别白费力气了小姐姐 野哥他心有所属 你换个人巴结吧 说完那起手挥了挥 跟着齐也走了出去 顺便说道 我送野哥回去 你们先玩 两人很快消失在包厢门口 林婉婉死死盯着他们 离去的背影 手掌把裙摆都攥出了 深深的褶皱 不远处再次响起 不怀好意的口哨声 小妞 野哥不要你有什么大不了的 来跟哥几个娃啊 林婉婉狠狠瞪着他们 一声不吭地跑了出去 石生 又是石生 哥他到底有什么好的 值得这群顽固子弟 都为他说话 如果这些年 陪在齐也身边的是他 哪还轮得到石生什么事 林婉婉极度地眼眶泛红 长长的指甲 在掌心 划出几乎见血的伤口 他深吸一口气 打开手机拨了通电话 哥 我实在等不及了 能不能现在就白给我寄回来 我要那个贱人身败名恋 一日清晨 石生从睡梦中醒来 感到太阳穴隐隐作痛 他酒量算不得好 只要是喝过酒入睡 第二天 身子便会不太爽力 但好在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石生打了个哈欠从床上下来 换好衣服洗漱完后 便推开房门走了出去 刚走到别墅客厅 他就听见厨房 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 段雨景这么早就起来弄走饭了 想到昨晚上的事情 他不由觉得一阵好笑 段大公子喝醉后的模样 倒是比平时一本正经的时候 要可爱得多 他走到餐厅边 拉开椅子坐了下来 乖乖巧巧地等着段雨景 将饭菜端出来 倒不是因为他懒 所以不想进厨房帮忙 而是因为 每次他想进去帮厨 都会被段雨景 以厨房油烟中的理由赶出去 石生自己对皮肤 都没段雨景那么伤心 没过多久 段雨景便拉开厨房门走了出来 男人鼻梁上没戴金丝眼镜 眼眸深邃漆黑 穿着简单的白色短袖 将整条手臂流畅紧视的肌肉线条 全部暴露出来 腰上还围着一条素色的围裙 活脱脱一副居家好男人 家庭好主妇的形象 石生盯着他欣赏了一会 而后说道 大哥早上好 段雨景汗手摁了声 他解下围裙挂到厨房挂钩上 这才出来 俊逸的面庞上带着几分歉意 昨晚上喝多了有些失态 没拖累你吧 石生眨了眨眼睛 说道 没有啊 他笑着说 大哥酒品很好的 文言 段雨景不动声色地松了口气 说道 那就好 我很少喝酒 不知道喝最后自己是什么模样 就怕给你添了麻烦 不会的 石生有些好奇 那大哥 你谈生意的时候 不会有人给你劝酒吗 段雨景摇头 没 他们不敢 想想也是 都到段雨景这种 在顶尖豪门当中掌权的地位了 哪里还有人敢给他劝酒 石生不由的一阵佩服 大哥果然是大哥 和齐也那个小学机 一点都不一样 别说是劝酒了 就算是齐也身边那群狐朋狗 有启哄说不喝不是男人 他都能把自己灌个烂醉的回来 石生眉头皱了皱 深觉自己这五年来伺候的那家伙 实在不是的东西 而后边一面喝粥 一面又问道 那烟呢 大哥抽烟吗 闻烟 段雨景眼眸闪了闪 他回避过石生的视线 语气平稳 听不出半点不对劲 不抽 石生赞赏地看着他 说道 不抽是对的 容易死 像他以前就是勤工俭学的时候 借的烟 因为当时镇上 有个四十岁出头的老烟鬼的肺牢走了 据说家里花了六位数治疗 最后还是没抢救回来 这消息一出来 当即就把身无分文的小石生给吓坏了 抽个烟还能整出这么多病来 解烟 必须戒烟 为了自己的钱包着想 石生后来是真一次烟都没碰过 接触到他眼神的断雨景 他偏过头去 欲盖弥张地咳嗽了几声 扯开话题聊别地去了 至于送石生到盛景楼下 回去之后 立即把自己柜子里 一大包雪茄和香烟送人的事情 那都是后话了 石生到盛景的时候 工作室里一如既往的安静 或者说 是发现石生在才安静下来的 那天中午在食堂内发生的事情 让众人全部记忆深刻 这种不仅牵扯豪门秘心 还极绿茶白莲 疑似原配和小三的斗争 扎男富二代三者为一体的瓜 最吸引打工人的注意 但石生显然不是 喜欢让自己沦为旁人谈资的类型 进工作室后 直接无视调众人暗戳戳的视线 回到自己工位上 童连转过头小声问 分手了 石生耸了耸肩膀 不分手留着过年吗 童连高兴地握拳 眼睛左右瞟了瞟 又压低声音问 那分手费 石生比了个数字 童连煞时间激动地和石生双双击掌 nice 就是要这样榨干渣男的钱 石生深以为然地点头 两人聊了会天 便去忙自己积压了好多天的工作去了 石生画着稿 心里想的事情却五花八门 待会要去交房屋全款 还要去和段夫人说清楚 他和齐也分手的事情 不过 就算他不去说 段夫人大概也能猜得差不多了 毕竟那天 齐也是直接带着林婉婉 闹到公司食堂 石生有多看重自己的工作 段夫人是知道的 这件事虽然因为打给段玉宁的一通电话 将石生摘得干干净净 但齐也那愚蠢鲁莽 完全不顾及石生感受的行为 肯定让他伤透了心 提分手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石生松了口气 一连解决四五张画稿后 这才起身去了休息室 这个时间点 休息室空无一人 石生给自己泡了杯素冲咖啡 在等待的过程中 给段夫人拨了通电话 没过多久 段玉宁的声音响起 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生生 怎么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了 你和齐也他 石生没有立即说话 他用汤匙搅动着咖啡 没有发出钉点声响 段玉宁就像是预知到了什么似的 深深地叹了口气 石生垂眸 端着咖啡走到窗边 俯视着下方繁华的街景 说实话 他自己心里也不好受 齐也是人渣没错 但段玉宁是真的喜欢他 石生闷闷道 对不起 段夫人 段玉宁 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还不是因为齐也那个魂球 女人的声音带着遗憾 可惜了 我还没等到你改口叫我妈呢 石生眼眸闪了闪 垂着头没说话 段玉宁声音里带着不舍 叙叙叨叨地说 也怪我们 从小就把齐也给关坏了 哪里知道会把他养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过 事情发展成这样 也是那个魂球应得的 段玉宁深吸一口气 温和道 没关系的声声 阿姨支持你的决定 就算你和齐也没有关系了 我也照就喜欢你 声声 我是真心的 石生当然知道 他用力点了点头 随即反应过来打电话的时候 段玉宁看不见 便闷闷地回了声 我知道 哎 段玉宁说 两人聊了会 很快就挂了电话 段玉宁坐在客厅沙发上 神情冰冷 隐隐带着怒容 他挥手叫来管家 说道 把这些年和齐也有关的新闻 全都整理成资料给我看 段玉宁不傻 若齐也当真在林婉婉回来之前 好好珍惜了声声 又怎么会连声声芒果过敏都不知道 齐也那个混账 保不齐是在外面干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才能把声声伤成那样 管家低眉脸目 轻声说道 是 电话挂断之后 时生如释重负 他抬起手抿了口咖啡 目光仍落在这片BCD街景上 和段夫人坦白后 齐家的一切便都与他无关了 他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先是努力赚钱 找男人倒是可以往后挪一挪 毕竟有钱了 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那些男人还不会像齐也一样 给他找各种麻烦 时生眉宇间涌一出浅淡的快意 喝了口咖啡后 便小声哼起歌来 但没过多久 时生看向窗外的目光 微微定住 只见透过干净明亮的窗户 一辆熟悉且骚包的红色跑车 缓缓停在盛景楼下 接着从里面走出了一名 穿着花衬衫的男人 身影太熟悉了 熟悉到让时生感到反胃的程度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那花衬衫男子 应该就是齐也 齐也大上午的 不去喝酒泡吧 跑盛景来做什么 时生心中 逐渐升起一股不妙的预感 他三两下把咖啡喝干净 将杯子洗好后 就走出休息室 回到了自己的宫位上 童连扭过头 把自己的数位板递过来 声声 你看我这个地方的光影 时生看了眼 自然地指点道 我看看 你先是这样 用笔刷在这个地方 两人小声交流着 逐渐进入工作状态后 工作室里也没有多少人 一直盯着他们看了 与此同时 工作室门外 忽然出现一道花花绿绿的身影 来人正大光明地 推开工作室的门 动静却刻意弄得很小声 因此 出了前排的那几个同事 没有人发现 齐也进来了 看清楚齐也的脸 前面那些个同事 瞪大了双眼 正要说话 就被齐也一个 晋升的手势打断 他们立刻闭上嘴巴 齐也昨天被赶出去后 就直接绕过段宇景 和段玉宁 去找了齐明德 让他给自己一个 晋圣景视察的机会 齐明德对工作 和段玉宁之外的事情 都不怎么上心 只是一个去投资公司 视察的机会而已 给就给了 甚至连原因都没问 也没让齐也交工作报告 毕竟家族的企业 本就不指望他 齐也昨晚上喝得烂醉 还是被王端扶回去的 第二天醒来 不仅发现 身上脏兮兮的没人清理 还因为宿醉 造成了偏头痛 甚至连早餐 都没有人准备 以往都是石升先他一步醒来 要么是他亲自下厨 要么是打电话 让阿姨来做饭 自从石升搬到 段玉宁家里之后 齐也就没有准时 吃上过走饭 他抿了抿唇 在工作室环视一圈后 目光精准地 落在角落的宫位上 不知为何 齐也感到心里一阵激动 他加快脚步走上前 却又在看清石升面旁的时候 停下来 齐也面色有些难看 他堂堂齐家二公子 什么时候这么狼狈地 追在一个女人身后过 这次过来 只是因为 想看看石升离了他之后 过得怎么样罢了 想到这 齐也勉强说服了自己 随便找了个离石升 比较近的位置坐下来 旁边正好是工作室里 唯一的几个男同事 察觉到他们一直在盯着自己看 齐也不耐烦地转过头去 皱眉道 看什么看 把你们的眼睛 都给我收起来 几名男同事 瞬间老是收回视线 齐也心里烦躁 心说 这群人盯着别人看 都不打个掩饰 没礼貌得很 想完 便抬起眼 直勾勾的 毫不掩饰地盯着石升看 那目光强烈 倒石升想 忽略都难 说实话 这人刚进门的那一会 石升就注意到了 只是不想理罢了 旁边童连手里 按着数位板 面上表情不动声色 低声说着的却是 那个傻缺怎么过来了 不会又是来 找你麻烦的吗 石升无所谓道 不知道 估计嫌得慌吧 说完 他半开玩笑地说 他要是来欺负我了 你用你九厘米高的高跟鞋 砸他脑袋 童连羞涩一笑 别这样声声 我今天穿的平底鞋 石升 目光下移 落在童连 昨天刚做的阴白骨 着眉甲上 童连赶忙把手藏起来 咳嗽几声 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 继续画自己的稿子 两人打闹完了 石升这才不紧不慢地抬起头 看相册前方那个 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男人 两人的视线撞上 齐也一噎 接着竭力装作 毫不在意的模样 别过头去 见状 石升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不再管他 继续低头做自己的工作 脑袋刚转过去 齐也就开始后悔 他心想 对试一会 说不定石升就后悔了 等着 齐也便信心满满地转过头来 然后就发现 石升已经低头做自己的工作 去了 齐也 他黑着脸 操 以为谁很想和他对视吗 谁嘻哈啊靠 齐也一边在心里骂骂咧咧 身体却诚实地没有动 他这一等 就直接等到了午休 因为齐也的面色 实在太难看了 众人都不敢去和他搭话 只能各自结伴去食堂 石升站起来 伸了个懒腰 他的位置背后 正对着窗户 正五明媚的阳光 洒在他身上 因为双手抬起身懒腰的动作 衣服下摆被戴起来 露出一截白皙柔韧的腰肢 齐也愣愣地看着 猴头不自觉动了动 竟然忘记了转移视线 结果还没看多久 一只手就拿着书 挡住了那抹起色 齐也回过神来 正好看到 那经常和石升带起的女生 瞪着眼睛 怒气冲冲地看他 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之后的齐也 脸色铁青 童连赶忙把石升的手放下来 低声嘟囔道 便宜那渣男了 靠 生生你以前到底什么眼光 看上那么个烂黄瓜 石升不明所以地放下手 想起自己和齐也的相识经历 只能无奈地抱以一个微笑 他牵着童连的手 正打算无视掉齐也直接出去 一名男同事忽然凑过来 问道 石升 你和齐家那位到底什么关系 他从近来开始 就一直盯着你看 这位男同事 平时就很爱吃瓜 此时眼底带着兴奋的神色 身体不自觉就和石升挨得很近 石升还没来得及回答 前方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他微愣 只见齐也怒气冲冲地跑过来 一把将靠近的男同事拉开 死死盯着石升 大发脾气道 谁准你当着我的面 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的 这番驯化来得突然 石升面色冷了下来 他直视着齐也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和你已经分手了 我和谁交往 和谁搭话 跟你半毛钱光线都没有 石升抿了抿唇 带着童连往外走 落过齐也身边的时候 他冷声说了句 齐二公子 曹过管的太宽 此时乍一听到这句话 气得他眼睛都瞪远了 但不等他反驳回去 石升便已经牵着童连 快速离开工作室 原地只留下齐也 和那名无辜的男同事 面对齐也的瞪势 男同事慌忙摆手 不是不是 我和石升没关系 我就是想去听听八卦 齐也冷冷盯着他看了一会 随后收回视线 转身追着石升跑了出去 他的脸色很不好看 几乎是一边追一边唾弃自己 他齐也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区区一个石升 不过是仗着在他身边过了五年 比起之前过夜的女人 多了点存在感罢了 凭什么叫他像现在这样巴巴地跟着 操 简直有病 齐也臭着一张脸 在食堂找了个距离石升 最近的位置坐下 也不吃饭 就死死盯着石升 童连都被这不要脸的盯法 给看得头皮发麻 他转头就小声问道 就这样让他一直盯着 怪瘆人的 石升头都没抬 淡淡道 让他看 随便他 他倒要看看这金贵的大少爷 能盯上多久 果不其然 等到他们一顿饭即将吃完的时候 齐也已经开始坐立不安了 齐也的作风虽然浪荡 但作息却极其规律 早饭午饭从来都是按时送到按时吃 养得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毛病 还从来没有这个点都没吃上午饭过 他饿得肚子不停叫唤 齐也心里一阵委屈 他都这样了 石升怎么能还不管他 这么想着 齐也便站起来走到石升身边 低声道 我饿了 石升看都没看他一眼 饿了就去吃饭 别在这挡道 话音落下 齐也便深吸一口气 以前哪有石升这么硬气 和他说话的时候 他脸色难看得很 我没有你们食堂的饭卡 说到这 石升这才施施然抬起头来 目光在齐也脸上停留片刻 而后说到 齐二公子左转出门 圣井外面的街道边上开的垫子 还能饿着你不成 女人脸上嘲笑的神情过于刺眼 齐也心里感到一阵刺痛 我就想吃你们食堂的饭 童年在边上恨得牙痒痒 石升也同样一阵无语 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要求我给你刷卡呢 麻烦离远点 我们要回去继续工作了 说完就带着童年离开 齐也饭没吃上 还挨了一顿雕 心情瞬间跌落谷底 他深吸一口气 心中忽然感到一阵迷茫 所以他今天到底 为什么要过来找石升 齐也不明白 自己到底在矫情什么 以往别说是女人了 就算是林婉婉走了那段时间 他都没那么荒唐过 但就是觉得不甘心 石升都陪在他身边这么久了 凭什么他说离开就离开 一点招呼都不打 是 他们的确是签过合同 合同总有到期的时候 但那五年的相处时光 石升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动容吗 想到这 齐也心中忽然又升起一阵心虚 但这份心虚还没成形 立刻就被他挥散了 在齐也的世界观中 世界中心就只有他一个 很少能分出注意力去关注旁人 唯我独尊 自高自傲 齐也心中焦躁 他摸着口袋里的烟 脚步不安地在原地打着转 就在他按捺不住 想追着石升上去的时候 手机忽然响了 齐也烦躁地接通 语气很冲 喂 做什么 电话对面安静了好一会 两久 段玉宁平静的声音传来 齐也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回家 听清楚是谁之后 齐也顿时一阵慌张 他语气柔和下来 妈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 你立刻回来 齐也喉咙动了动 色声道 是不是石升和您说了什么 他不说这话还好 一提石升段玉宁就一肚子气 他说什么 他还能说什么 声声性子软 哪里会说你的不好 要不是你们分手 我到现在都还被你蒙在鼓里 你在外面花天酒地成这样 你还有个齐家人的样子吗 段玉宁一声比一声高 恨不得直接把齐也骂死在原地 齐也完全插不进去嘴 你也如片刻 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不知过了多久 段玉宁冷静下来 你现在立刻给我回来 没回来 我就去亲自去抓你 齐也深吸一口气 低声道 知道了 说完就挂断电话 直接往盛景食堂的出口走去 路过电梯的时候 他脚步微微一顿 停下来看了几眼 男人眼底神色看不分明 漆黑忧愁 还有许多叫人看不懂的情绪 两久 齐也转身离开了这个地方 关于齐也的所有心理活动 时生一概不想知道 他不想去探究 齐也追过来时 打得什么算盘 无非就是舍不得 之前的无微不至的保姆 巨婴发觉自己 离了保姆 无法正常生活之后 采取的挽回手段罢了 时生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好的 犯病了还是怎么的 要回去继续 当有钱人家的保姆 傻子才这么干 时生转着手里的电容笔 尽量把齐也 从自己脑海中甩出去 转过头去问童连 下班后 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房 童连眼睛一亮 你什么买的房 就前几天 时生语焉不详地解释了一通 而后到 下班后 我就能拿到房子了 精装修 请你来吃个饭 庆祝乔迁之喜 童连一拍手掌 那我要吃火锅 时生点了点头 好啊 那下班之后 先去超市买点火锅底料 还有肉片蔬菜什么的 还要买锅子 时生干脆连工作也不做 拿出iPad 在上面列了一串清单 下班后 就去超市买 刚列完一部分 他想起什么来 拿出手机 给段余景发消息 大哥 我今天下午去看房 邀请了朋友 就不到你那居住了 过了没一会 段余景的回复就发了过来 请了朋友做什么 吃饭 庆祝我搬家 我不是你的朋友吗 看到这句话 时生愣住 他手指顿了顿 心里盘算着什么 随后咬唇回复 那 大哥也要来我家里 吃晚饭吗 嗯 下午我照就来接你 一直到和童连 一起坐上段余景的车 时生都还没搞懂 事情到底是怎么 发展成这样的 他原本的打算是 慢慢和其家断绝关系 不再来往 但段余景总有办法 从方方面面 渗透进他的生活 再加上 时生也不是什么 特别冷清冷废的人 原本段余宁和段余景 对他的好他做不到 视而不见 只是曾经以为 只要和其也分手 出于大局考虑 段余景就不会主动联系他 没想到这家伙 时不时就去 眼前排的两个人 原本时生 是想陪着童连 一起坐后座的 但段余景 早在他们还没上车的时候 就下意识 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当时童连的表情 兴奋地向正当头 中了五百万美金 一个劲地让时生 往前面坐 然后自己一个人 坐在后面 脸上的笑容十分可怕 时生转头看了他一眼 再次被那诡异的 笑容吓得转回来 兴许是有其他人在的缘故 这一路上都很安静 一直到路过超市 时生眼睛一亮 说道 停停停 我要去超市买点东西 听到这话 段余景二话不说 就找了个停车位 时生打开车门下去 与此同时 段余景也从家驶位下来了 时生看向还在车上的童连 疑惑地问道 你不和我一起吗 童连脸上 依旧是那慈祥的可怕的笑容 他彬彬有礼的一摇头 不用 我就喜欢坐在车上 你们俩一起去超市采购吧 说话莫名地客气礼貌 时生看着他 只觉得童连现在的行为 十分莫名其妙 不过 既然童连不愿意 他也不会硬逼着他出来 只叮嘱了几遍后 就双双离开了 待两人转身 童连立刻伸长了脖子 往窗外看去 不远处的一对俊男靓女 并肩而行 看起来说不出的和谐 童连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是了 只有段余景这样洁身自好 身情多精的好男人 才能配得上他家身上 一想到这两人像小两口一样 在超市里互相挑选东西 童连就激动的要叫出声来 更别说段余景和齐也 还是亲兄弟 今天上午齐也那模样 怎么看都不是甘心分手的那种 女友变嫂子文学 童连光是想想都想的 要流口水 呸 渣男 等段总和他家生生好了 你小子就等着哭去吧 另一边 超市内 时生也搞不清楚 童连怎么会突然犯病 于是十分正经的 向段余景道了歉 段余景则表现得十分善解人意 唇边笑容异常明显 温和地说道 怎么会呢 不会生气的 他做得很好 听到最后那句话 时生有些不明所以 但不等他仔细深究 就听见段余景说了句 前面好像是火锅底料 听到这话 时生连忙抬头 我看看我看看 火锅底料挂的地方有点高 时生抬起头来没看到 于是他倒退几步 点脚仔细看了看 细白的手指朝右边那个袋子折了指 大哥 可以帮我拿一下那一袋吗 段余景的目光追随过去 顺着时生手指的方向 把那袋火锅底料取了下来 顺便翻过袋身 查看了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就是这个 他问 嗯嗯 时生双眼放光 伸出双手 把这袋火锅底料接了过来 他一直很喜欢这个牌子的火锅底料 小时候家里没出事的时候经常吃 两人继续往前 段余景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他手里接过了推车往前走 时生手里就拿了部手机 浑身轻松地查看自己列好的清单 要拿青菜 鸡蛋 火腿 肥牛 早餐肉 还有段余景一一记在心里 从肉类区把时生要的东西 全部放进推车之后 便禁止网果书区走去 等所有食材全部挑好后 小推车看起来已经满满当当的了 时生 很重吧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 段余景斩钉截铁道 不是很重 你休息就好 听到这话 时生还有点不太相信 小推车里的东西都快堆满了 怎么可能不重 他坚持要帮忙 段余景停下来 他侧谋好争以侠地 看着面前这个倔强的小姑娘 杨梅道 我可以单手推车 另一只手把你整个人抱起来 要试试吗 时生脸一红 立刻道 不要 段余景目光落在他脸颊的红韵上 玩儿 那就乖乖站好 别逞能 如果你还要坚持推车的话 我可能得强行把你抱起来 证明一下我的臂力了 话音刚落 段余景就看到小姑娘腮帮鼓起来一点 像是在偷偷咬牙 他一时间没忍住 轻声笑了出来 时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正愣片刻后 便红着脸说道 不要你抱 你想推车就推 反正为的不是我 说完便赌气般走到了前面 小姑娘生闷气的时候 走得很快 从段余景的视角往下看 他就像是一只暴走的小土豆 蓬松柔软的头顶对着他 看起来说不出的可爱 段余景咳嗽了声 连忙跟上去 有意无意地岔开话题 是不是还要买锅和调料品 新房里都还没有准备这些吧 听到这话 时生脚步不自觉慢下来 是哦 段余景看着他茫然的神色 唇角往上勾了勾 跟我来吧 时生于是又乖乖跟到了他身后 等他后知后觉得反应过来的时候 想生气的那股镜已经过去了 怀里还抱着段余景看到觉得可爱 塞给他的一只熊猫玩偶 时生不对劲 他怎么变得这么没出息了 时生手只不自觉揪住熊猫玩偶上的绒毛 暗暗下定决心 下次一定不能这么快被转移注意力 可恶 玩偶好软 好喜欢 等两人从超市出来的时候 童年已经等得有些微米了 不过 当他透过窗户 看到段余景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走过来 而时生怀里紧紧抱了一只玩偶的时候 笑容又重新亢奋起来 段余景将袋子放进后车厢 副驾驶的门 这才上车 目睹全过程的童年舔了舔唇 拿起手机编辑了条消息发了过去 正在柔熊猫耳朵的时生感受到手机的震动 拿出来看了一眼 是童年发过来的消息 提回来的那些是你付的钱吗 看到这句话 时生威了 他就说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 原来是忘记付钱了 当时段余景走在前面 把推车里的东西往柜台前一放 刷了卡就走 全程神情放松 动作自然 时生竟然丝毫没发觉哪里不对劲 他顿时一阵心虚 没有 对面安静了一会 与此同时 后座传来诡异的笑声 嘻嘻 别说了 这门轻是我同意了 整个旅程中 童年都在后座 引引发出诡异的笑声 时生听在耳朵里 着实搞不清楚 他是想做什么 最后看着手机聊天界面上 那句这件轻事我准了 不知为何感到些许心虚 莫名其妙的 就有种玷污了段余景的感觉 时生欲盖弥彰地咳嗽了两声 攥着熊猫耳朵的手 有点用力 算了 段余景没提他就 全当不知道 可能大哥就是单纯的钱多少手 时生收回注意力 目光落在前路上 时不时就给段余景提点两句路线 也不是因为他想说 是因为他都告诉段余景地址了 但段余景 还是时不时就问一句 是这吗 左边还是右边 时生不得不一句句接话 久而久之 最后那点心虚和紧张 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就在时生气恼地 想直接去驾驶 坐上自己开车的时候 段余景就好像打通了人多二脉 一下子什么路都认得了 不再说让时生提醒 时生坐在副驾驶上 终于松了口气 没过多久 车辆驶进小区 这小区算是京市的小高端地段 价格不便宜 寸土寸金 服务也非常到位 小区里诊所超市 一应俱全 入门时 面前还挂了一个非常显眼的 欢迎业主 回家的大字横幅 环境很好 安保措施也到位 段余景眉宇间 那点若有若无的烦躁 终于退去 哪一栋 他问 时生 直走就是 第一条分叉口右拐 终于 三人进了16栋的地下停车场 然后就近乘坐电梯 直接去到13层 指纹感硬锁 时生给他们 拿出备用拖鞋 到了 进来吧 刚一进去 童连就发出赞叹声 哇 好大好漂亮 这是真心话 虽然时生和他说 没自己装修房子 但今装修的房子 已经非常好看了 硬装和软装 都十分符合大众审美 现代化的简洁风格 看着很舒服 童连静直往客厅中间 头柔软的大沙发上奔去 接着一头扎了进去 随即发出满足的溃叹声 喜欢 时生看着他 无奈地笑了笑 断雨景则是先左右看了看 目光在一些 不易察觉的角落上 停留片刻 随后收回目光 礼貌地问 厨房在哪 时生下意识指了个方向 接着在看到断雨景手里 紧紧提着的东西后 顿时愧疚不已 上去搭了把手 断雨景没拒绝 两人进了厨房 放下食材和锅之后 断雨景检查了下垫瓷炉 和抽油烟机 还有水龙头 确定没有问题后 顺势问了句 今天是第一次来看房 第二次 时生认真说道 文言 断雨景轻笑了声 所以是第一次看房的时候 就选好了在这 时生点头 对啊 怎么了吗 没什么 就是觉得 你眼光挺好的 断雨景眼底含笑 解开塑料袋 从里面把扎成一捆的蔬菜 拿出来 放在水龙头下清洗 这是我接手齐家后 做的第一个项目 听到这话 时生愣了下 好半嗓才反应过来 所以 这里是大哥的产业 断雨景笑了声 是 你住在这里 我也放心 看着男人脸上 毫不遮掩的笑容 时生小声嘟囔着 难怪一看到小区名字之后 就半点都不担心了呢 原来在这等着他呢 不过想想也是 整个京市 几乎就没有 齐家挤不进去的产业 时业是如此 互联网金融业也是如此 断雨景恐怖如斯 齐家恐怖如斯 时生不再多想 老老实实地 跟在断雨景身后 寻思找点 自己能干的事情做 不然明明是在自己家里 却还要断雨景来做菜 这也太不像话了点 察觉到时生的意图后 断雨景拿了两根 洗好的胡萝卜递给时生 让他削着玩 就连递过去的刀片 都是套了保护膜 确保不会伤到手指的 当然 削着玩是断雨景 自己心里想的 男人嘴上说的可好听 那就这个 请时生小姐 务必把他们削得干干净净 不留一点表皮 听到这话 时生精神抖擞 放心交给我吧 像是被委托了一件 十分重要的任务 光是这两根胡萝卜时生 就削了十几分钟 果真削得干干净净 半点表皮都没剩下 时生臭屁地拿出两根胡萝卜 放到砧板上 正想把自己大夸特夸一通 接着就发现 就这点功夫过去 断雨景已经处理好了白菜 香菜 辣椒还有生肉 他看了眼自己的胡萝卜 莫名生出点自残行贿的感觉 但这股情绪还没彻底生腾出来 就听见断雨景真心诚意地夸赞道 好干净 干得不错 文言 时生唇脚抿了抿 洋装不在意道 也就一般般厉害吧 看着小姑娘脸颊上藏不住 不停凹陷下去的梨窝 断雨景滴滴笑起来 那就麻烦生生 把这几根黄瓜也削干净好吗 时生 好 厨房外 趴在沙发上 默默听着他们对话的童莲 我勒个逗 这下谁还愤得请你们和小情侣 想到这 童莲在沙发上 犹如贪烙饼般翻了个身 嘴角扬起 发出幸福的笑声 一对好的产品 是女人最好的衣美 他确信 厨房里的两人忙活了那么久 时生全身上下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 反而是断雨景额头上 开始浸出细腻的汗珠 发现这一点后 时生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他思考了一会 跑去灌喜室 把一条新毛巾打湿 然后凝干 再跑回来 点起脚尖 小心翼翼地给断雨景擦汗 察觉到时生的举动后 断雨景身形一顿 他什么也没说 耳根不知不觉 蔓延出一点红韵 随后微微弯下腰 让时生能擦得更省力些 时生倒是什么也没察觉 他眼里只有断雨景 落了汗的额头和脸 重新把断总变回清爽的模样后 时生高兴地弯起眼睛 好了 现在你可以继续做饭了 说完 他抬起眼眸 直直落进断雨景眼底 时生这才发现 他们的距离 好像有点近 正忙往后退了几步 结结巴巴道 我 我去放毛巾了 断雨景神色如常 淡定地看着他 然后点了点头 与其温和 去吧 哦 时生犹如得了命令的小朋友 一板一眼 同手同脚地就出了厨房 好尴尬 刚才不该靠那么近的 时生蹲在角落 犹如一朵发了霉的蘑菇 看上去格外的颓丧 主要是当时的氛围实在太好了 差点忘了 要和齐家的男人保持距离 真不像话 时生沮丧地把毛巾洗干净 落过客厅的时候 正好看到童连躺在沙发上 无所事事 拿着手机也不玩 就看着厨房的方向傻乐 时生不爽地眯起眼睛 是客人又怎样 断雨景不一样 也是客人吗 怎么他就可以进厨房帮忙 时生走到沙发边上 试图把童连拽下来 去干活 快点 童连可怜兮兮地抓住时生的手腕 不要这样吗 我为什么不干活 难道你不知道吗 要不是为了给你们小两口 腾出充分的二人时光 我还不至于 时生黑着脸打断他 恶狠狠道 闭嘴 不许乱开玩笑 好好好不乱开 童连趁机揉了把时生的脸 赶在对方发火前 忙不迭地从沙发上跳起来 他拉着拖鞋 就走进了厨房 他大大咧咧地进去 说道 吃火锅配菜布 我厨艺还不错 给你们上手硬菜 断雨景看了童连一眼 切菜地手断了钝 接着目光转而落在身后 表情一看 就耸了巴基的时生身上 眉毛轻轻地挑了挑 时生被他这一眼看得心虚 连忙转移视线 殊不知这样的反应 在别人眼里更加明显了 断雨景顾忌他的面子 没说话 转回头去继续切菜 但童连显然没有想那么多 直接见嘻嘻地笑出声来 时生脸颊爆红 暗暗给他上了暗杀名单 等一切准备好之后 时间已经接近七点了 时生照着大家的口味 调了火锅蘸料 辣椒面酱油醋麻油 蒜末葱花 剁碎炒香的小米椒 和盐巴鸡精 香得人流口水 童连鼻头不停耸动 随后伸出大拇指夸赞道 不是我说 这玩意战屎都好吃 时生 他怜悯地拍了拍童连的肩膀 好了 知道你喜欢吃那玩意了 我不会嫌弃 你的小众体好的 我们还是好朋友 童连 时生又加了句 但是以后你喝过的奶茶 就不要再丢肠了 童连 我开个玩笑 时生没理他 端着调好的蘸料出去了 此时 断雨景已经把锅子架好 下面开着火 热油翻滚着 里面下了肉和蔬菜 相迷糊了 时生性谋晶晶晶地 把蘸料在三个小碟子里 挨个分了几手 接着就坐下来 等着菜熟了 童连烧了几道硬菜 烤全鸡和酱汁猪肘 怕全是肉 大家吃着腻 还炒了黄瓜片和冬瓜汤 他成了三碗饭 给自己和时生的碗里 淋上猪肘里的酱汁 混着拌在一起 香味蒸腾出来 时生咽了咽口水 尝了一口后 心情瞬间轻快了 好几个档次 时生看向断鱼井 极力推销这款酱汁拌饭 大哥 真的好吃 你一定要尝尝 听到这话 断鱼井的目光 落到那碗吃到一半 能把纯粥都弄脏的 酱汁拌饭上 停留片刻后 又对上时生明亮的眼睛 很快 他微一汗手 好 说着便有样学样地 把酱汁淋在了自己碗里 软烂的米饭上 拌匀之后尝了一口 味道确实很不错 难怪时生会喜欢 这个时候 火锅里的菜品 差不多也全齐了 白菜香菜牛肉丸 早餐肉肥牛卷鱼子福袋 还有被浸泡的 格外软糯的土豆片 漏勺一捞 就是一阵白茫茫的烟雾 断鱼井提前将金丝眼镜 摘了下来 阴挺的眉眼整个暴露出来 童莲差点把自己的筷子摔了 然后默默在心里感叹 自己的姐妹真是好福气 饭桌上 童莲习惯性想照顾自己 柔弱不能自理的好姐妹 结果饭吃到半途 发现压根就不用他动手 人断总就已经把 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好了 一顿火锅下来 断鱼井基本都在帮时生捞菜 他好像格外清楚时生的喜好 捞菜的时候信手拈来 就没捞到过时生不爱吃的 就连那块头贼大的猪肘子 都是断鱼井切成方便食用的片状之后 才给时生送过去的 当然 出于绅士的风度 断鱼井还递了一份给童莲 童莲看了看态度称得上 殷勤的断鱼井 又看了看吃得忘乎所以 迟钝的像钢筋搓成的脑子时生 拨弄了一下自己碗里的饭菜 明明他们没有在秀 但为什么自己还是有种 吃了满嘴狗粮的感觉 他在心里叹了口气 夹起猪肘子狠狠咬了一口 满嘴流油 爽得整个人都哆嗦了一下 等饭吃完 天已经完全黑下去了 时生兴致勃勃地 在客厅放了一个经典的喜剧片子 带着另外两个人一起看 客厅灯光调暗 时生盘腿坐在地毯上 背靠软沙发 手里还端着刚才断鱼井 递给他的低度数鸡尾酒 度数真的很低 国味浓郁 完全能当饮料喝的那种 童连被电影逗得大笑 捂着肚子 眼泪都要出来了 他伸出手 只擦干净自己的泪水 哑着嗓子道 我真的 我怕我笑得眼角膜脱落 哈哈哈哈 笑完 发现没人理自己 童连抽空往身旁一看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简直不得了 合着这部电影 只有他和时生在认真看是吗 段总您的眼睛 是长在生生脸上还是怎么的 还真就仗着人家生生 看不见使劲丁氏吧 是生怕旁人不知道你心思 正胡思乱想着 段鱼井察觉到他的视线 淡淡往边上瞥了瞥 童连一下子就不敢乱动了 段鱼井朝他礼貌地 带着歉意地微笑了一下 随后一开视线 看向夜经大电视 没过一会 那目光又不由自主地 往时生生上年过去 目睹全程的童连 愣是一声不吭 在心里默默鼓掌 宝 遇到这样帅气深情的男人 就嫁了吧 感叹完 他就打开手机 刷新了一下朋友圈 最顶上第一条 就是时生发的动态 简简单单一张火锅图片 上面是三个人碰杯的手 段鱼井身为在场唯一一个男人 万古突出风锐 手指修长 手背引银鼓起青筋 怎么看怎么显眼 童连给这条朋友圈点了个赞 然后忽然想起来 话说声声扇了 那个烂黄瓜的微信好有没 答案当然是没有 不过不是故意不扇 而是没来的吉山 事实上 时生自己都快忘了 他俩还有微信的联系方式 他很早之前 就被齐也的聊天框 设置了免打扰 嫌他出现在聊天界面碍眼 还特地点了删除 以至于当他收到 齐也发过来的质问消息的时候 时生还有些茫然 这人是谁来着 看了眼被住 哦 是齐也 他满不在乎的收回视线 想了想 又直接把齐也的联系方式删除 从此耳边格外清净 时生从沙发上拿了个抱枕下来 搂在怀里继续看电影 一场喜剧电影看完 在场几人都有些昏昏欲睡 菜单播完后 时生打了个哈欠 推了推在沙发上闭眼睡觉的童莲 起床了 回房间睡 听到这话 段雨景不自觉将目光移过来 似乎是想要说什么 但几次张口都没能成功说出来 最后只能掩饰性地咳嗽了两声 时生看电影 把脑子看迷糊了 愣是没看出来 段雨景的那点反常 还在执着于把童莲叫醒 童莲清醒过来之后 直接抱着时生的腰撒娇 说什么 让他抱着他回房间 没办法 时生只能连拖带拽地 把童莲往客房拖去 顺便叮嘱他 一定要洗漱完 才能上床睡觉 童莲躺在床上 懒洋洋伸出手 比了个OK的手势 时生这才关上房门出来 正准备给自己倒杯茶水 润润嗓子 就见屋子玄关处占了个人 是段雨景 男人胳膊上搭着外套 衬衫微乱 露出来的脖梗线条 在昏暗光线下 显得利落又干净 见他过来了 段雨景刚准备 拧开门把手的动作停下 目光淡淡地望向他 时生猛了一瞬 然后问道 大哥 你是要回去吗 段雨景 嗯 他收回视线 轻巧地压下门把手 虽然对方只回复了一个语气词 但时生莫名觉得 大哥的性质 好像有些低落 和在厨房做饭的时候 形成鲜明对比 时生看了眼窗外的天色 已经彻底暗下来了 小区里只有零星几点路灯还亮着 时生心里闪过一丝纠结 一回视线的时候 正好看到段雨景 还在玄关处站着 这地方光线本就不明亮 将段雨景平静的面旁 映衬得愈加落寞 时生仰头看他的角度 其实并不能很好地 将男人的神情全部看清 但段雨景此刻身上的气质太明显了 以至于时生只是稍微 在心底挣扎了一会 便出言挽留道 那什么 天好晚了哦 要不今天就先在我这里卸下吧 几乎是话音刚落 段雨景便干脆利落地 把刚打开的门关上 若无其事地走回来 好 我住哪 时生 好像有哪里不对 但话都说出来了 事已至此 总不好反悔 时生带着男人 去了另一间客房 好在他买的房子 客卧都不小 不会委屈了堂堂段大总裁 段雨景也没有任何挑剔的意思 环视一圈后 微微汗手 笑着说道 环境还不错 那当然 时生抬起下巴 我专门叫人换了床单和被褥 好看吧 段雨景顺着他 嗯 好看 颜色明亮温馨 置身其中 人的心情都会变好 帮着段雨景 收拾了部分东西 时生便要出去 见状 段雨景壮丝无意地问了句 我住这 那你的房间在哪 听到这话 时生正了下 而后指了个方向 就在最当头那里 段雨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眼 同一间房子里 卧室和卧室的距离 当然不能说远 但比起他所处的这间 童连和时生的房间 显然要离得近一些 段雨景垂下目光 掩下自己心中那些不合时宜的想法 努力装作平常的淡定模样 说道 嗯 知道了 说完便温声叮嘱道 已经很晚了 你洗漱完之后 就早点睡觉 不要再忙工作了 时生向来很听他的话 立刻点了点头 没过多久 房门关上 一切归于寂静 段雨景在原地站了一会 平复了下心中繁杂的心绪 转身去了灌洗室 洗漱完后 段雨景发稍微湿 他在脖子上挂了条干毛巾 坐到桌前打开电脑 刚叮嘱了别人早点休息的段雨景 趁着没人管他 又开始熬夜赶工作了 将下午堆积起来的文件全部处理完后 段雨景正要休息 就见电脑下方闪烁了两下 他点开通讯软件 是陈伯发来的消息 段总 小气最近在农庄待不下去了 我估摸着是想见您 还闹了绝食 看到这则消息 段雨景不知想到了什么 眼底划过一抹暗盲 知道了 明天把他送回来 一日清晨 时生强迫自己起了的大早 想去厨房做早餐 毕竟是主人家 身为这个家的主人 当然要把客人们好好伺候好了 时生洗漱完站到厨房 四下环顾后 发现自己只会煮清汤鸡蛋挂面 好像有点寡淡 一点都不封上 他在原地站了一会 随后鬼鬼祟祟的拿出手机 看了眼时间 六点四时 还早得很 时生爽快地下单了外卖 从厨房走了出去 趴沙发上刷手机 大概七点出头外卖就能到 他和童连两个八点上班的打工人 时间充裕得很 事情就和时生想得一样顺利 童连和段雨景夸赞了外卖蟹黄面的味道 给足了时生面子 时生很高兴 大清早的就想开瓶酒庆祝一下 结果还没起身 就被段雨景拦了下来 段雨景温生解释了早晨喝酒的弊端 时生于是心虚地 开始低头认真吃蟹黄面 吃过早饭 段雨景开车送他们去上班 到达盛景楼下的时候 童连非常上道地打开车门 提前跑了出去 留下动作慢了半拍的时生 他看着童连潇洒的背影 不知道这人什么时候这么热爱上班了 正出着神 就听见段雨景帮他开车门的声音 还有在头顶响起的 男人低沉的嗓音 过几天 小七要回来了 作为你请我吃火锅的谢礼 要不要我把他送过来 给你玩几天 不过是一顿火锅罢了 是时生自愿请客的 根本谈不上还要害什么人情 更别说那一大堆食材和锅子 全都是段雨景掏的钱 这么一想 时生就有点心虚 他抬头看了眼 发现段雨景的神情格外真诚 不似作假 时生的拒绝 忽然就卡在嗓子眼里 说不出口了 算了 谁能拒绝小狗呢 虽然从体型上来看 小七是实打实的大狗 大藏熬 但这不重要 主要是为了害人情 绝对不是因为眼缠段雨景的狗 这么想着 时生就非常没有骨气地点了点头 见状 段雨景没毛羊了羊 笑道 好 那我明天把他牵过来给你 时生点头 好的 约定好后 时生从副驾驶坐上下来 朝车边的段雨景挥了挥手 之后就踩着小高跟 快速去到盛景大楼 临到拐角处的时候 时生洋装不在意地 往道路的方向瞥了一眼 段雨景果然还没走 郑贤贤已靠在车边 目光落在他的方向 察觉到之后 时生这急忙荒地移开目光 然后快速往里走去 确定看不到段雨景之后 他这才松了口气 好怪 他为什么要躲 时生把繁杂的心思甩开 抬起头 接着就在电梯门口 看到了等着他的童帘 对方最近这些天的眼神 总是非常的难以明说 谨慎又兴奋 隐晦又夸张 时生观察了他一会 迟疑道 你背着我偷偷进传销了 童帘 他一甩手 瞎说什么 怕时生这张嘴又冷不丁 冒出什么吓人的话来 童帘赶忙插开话题 快说 你们刚才孤男寡女的 在车上都聊了些什么 他们还能聊什么 时生眉头轻皱了一下 想起刚才段雨景说的那一番话 正琢磨着该如何回答 童帘就敏锐地察觉到 他的那一丝犹豫 立刻说道 好了打住 如果是十八斤的内容 就不要和我说了 我纯洁的耳朵承受不住 但是可以发微信告诉我 时生 他欲言又止 你脑子里整天都装的什么东西 时不相瞒 童帘羞涩到 前几天刚刷完一本深夜读物 时生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转身进了电梯 童帘连忙跟上去 他求知若渴的眼睛 几乎要放射出亮光来 时生觉得 他是越发魔症了 直接装作没看到 惹得童帘在电梯里鬼哭狼嚎 上蹿下跳 一直到进了工作室 才勉强恢复成高冷女神的模样 时生刚一坐到工位上 就发现段雨景 给他发了几张图片 黑色长毛的大狗趴在地板上 眼皮懒散地搭拉着 明明面前就是狗粮 但偏偏一个眼神都不往上面放 看起来十分为民 见状 时生抿了抿唇 小七是生病了吗 对面的消息回得特别快 嗯 什么病啊 要不要带他去看看兽医 相思病 不用 相思病 是 他刚才打电话和我说 想跟你一起玩 线条小狗探头点GPG 发完表情包 时生便将手机放下 尽量让自己的心绪放松下来 原来段雨景 也会开这种玩笑 还一本正经地说 小七给他打了电话 小狗哪里会打电话 时生失笑 摇摇头将手机收了起来 明天就能看到小七了 今天下班后 可以先去买一点小狗喜欢的玩具 还有狗饼干 和时生在公司的轻松快意不同 自打齐也被段雨宁一个电话 叫回老宅之后 就已经在祠堂跪了一天一夜了 晚上好不容易被允许碰一下手机 结果就看到 时生在和别人吃火锅 画面中还有一只明显属于男性的手 齐也当即就气炸了 他怎么敢真的和他分手后 就无缝闲见 齐也当即连膝盖和背上的伤口都不管了 一个进发小心骚扰时生 发到一半 发现自己被拉黑 又疯狂去添加对方的好友 无一例外 全都没有被理会 齐也狠狠地踹上墙壁 在雪白墙面上 留下一个深黑的鞋印子 原本以为这样已经够倒霉了 结果就在齐也疯狂重新添加 时生为好友的时候 段雨宁进来了 他抢过手机 一眼就看到了那些 密密麻麻挨挤在申请成为 好友聊天框里的那些暴躁不礼貌的词语 段雨宁什么也没说 他气急返笑 又把齐也拖下去 挨了一顿鞭子 齐也哭得涕泪横流 使劲喊妈 段雨宁看着他 心里却没有半点怜悯 他只要一闭上眼睛 脑海中就会浮现出 管家找出来的那些图片 女人 不停地换女人 一个月里能不重样地 换上二十多个 无论是齐家还是段家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败类 段雨宁的性格 向来是一查必要查到底 甚至找到了经常在齐也家里工作的 家政阿姨 在得知对方带着女人在家里私混 心中止一下无穷的怒火 后悔和自责 就这样 齐也竟然还要去纠缠 骚扰他的身上 段雨宁抬手 冷冷吩咐到 把这里所有的电子设备全部没收 打完鞭子后 就让他继续跪 谁都不准给他送饭 整个齐家内 只有段雨宁说话最有分量 眼下他开了口 下人们便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偷偷给齐也送东西吃 下人挥鞭子时 力道毫不留情 重重打在齐也身上 仿佛能刮下一层肉去 齐也死死咬着牙 愣食一声没坑 他跪在地上 满脑子都是食生 还有食生发的那条朋友圈 凭什么这么快 就和别的男人混在一起了 凭什么 他齐也都还没 仿佛察觉到了 他在想什么似的 身后的鞭子愈加用力 打得齐也整个人都闷哼了声 青年满头都是汗水 落在伤口上 火辣辣的疼 他沉沉吐出一口浊气 好样的 食生 玩我是吧 整个精试圈子 谁能有他会玩 只要他勾勾手指 大把的人往他身上扑 谁还稀罕食生 齐也眼圈渐渐红起来 攥紧手掌 和他玩 有的是时间让食生后悔 自从住进了新房子之后 食生就觉得 世间一切都比以往要美好上许多 就连无聊的上班时间 都让他感到心情愉快 食生乐的工作效率 都提高了好几倍 惹得童年一连回过好几次头来看他 生怕错过食生 一分一秒的表情变化 随后感叹了一句 陷入爱河的女人真可怕 听到这话 食生闭了闭眼 决定把童年的话当成屁放掉 中午午休的时候 食生吃过午饭 便离开盛景 去买了点狗玩具和狗饼干 就怕小七在他这玩的不够尽兴 一直到下午回家 食生都还在翻看段雨景 发给他的图片 是临近下班的时候发的 图片上的小七精神投好了许多 面对镜头一脸憨笑 分明是人人闻之色变得脏骚 但却格外亲人 笑脸显得有几分蠢萌 随之一起发来的 还有一段视频 是小七和农庄主人玩飞盘的画面 小七很活泼 尾巴甩得简直要飞起来 一张狗脸上是肉眼可见的开心神色 看着看着 食生眼眸弯起来 他打开家门 换上拖鞋 将自己往沙发上一窝 手指倾点屏幕 看来小七的相思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没有 到晚上 他又该哭了 小狗也有深夜Amo时间吗 嗯 他比较多愁善感 看到这 食生没忍住 又笑了出来 他琢磨着 自己也可以去养一只宠物 狗狗 不需要别的狗狗 猫 听说猫咪和狗狗容易打架 到时候鸡飞狗跳的 不好打理 食生想了许久 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片刻 随后猛然想到 要不养只乌鸦吧 这想法刚冒出来 手机就再次突兀地震动起来 食生垂眸看了眼 居然是王端 说起来 对方已经很久没和他联系过了 自从和企业分手之后 他给王端的备注 也从人还算好的富二代 变成了规规矩矩的王端两个字 嫂子 你和野哥真没机会复合了吗 看到这句话 食生干脆利落地敲下几行字 绝无可能 真的 那野哥这下要哭死去了 不过既然这样的话 嫂子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 食生脑海中 渐渐浮现出问号 什么叫考虑一下他 对面回消息回得异常快 嫂子 我认真的 外界 对于我王少的风言风语 其实都是假的 我这个人 虽然表面看起来花天酒地 尤其花丛的样子 其实我这一颗心 很早就挂在嫂子身上了 只是由于嫂子是野哥的女人 所以一直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现在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要不考虑考虑我 食生看着对方 犹如连猪泡般 蹦出来的话语 表情无语其冷漠 别装 小心我删你 打完这两句话 食生迅速给王端 设置了免打扰 接着 手指在拉黑剑上 停留了片刻 最终还是撤开了 算了 王端只是喜欢口嗨而已 最不至此 而另一面 不停进行消息轰炸的王端 被母亲揪着耳朵 一边眼含热泪的打字 一边在嘴里嚷嚷着 我都说了 人生生不喜欢我 他真不喜欢我 王母骂他 要不是你成天花天酒地 惹出这么个破烂名声 生生至于不肯做我儿媳妇吗 王母早在几天前 就不知从哪得知了 食生和其野分手的消息 当即就把在外面浪的王端抓回来 让他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结果自然是遭到了 王端的强烈抗议 他坚称自己和食生 只是纯洁的社会主义革命友情 其他任何的杂念 一概没有 王母瞪他 我当然知道了 生生哪里能看上你啊 我只要生生当我儿媳妇 他在外面养几个男人 都没关系 王端 他弱弱道 妈 我是你亲儿子 王母不管 他继续骂 什么亲不亲的 我和你爸不也是这样 王端不说话了 他一面捂着耳朵 假装听不见 一面将目光落在 手机屏幕上的别装两个字上 王端唇角微钩 自嘲般笑了笑 解决完不知为何 恶趣味上头突然过来 捉弄他的富二代后 很好 这就是他今天的晚餐了 过了半个小时 外卖准时到达 时生被箱的一脸迷糊 正打算好好享用一番 段宇景的消息就发了过来 他一面叼着 黏乎乎裹满酱汁的金针菇 一面点开对话框 是一张图片 上面是段大总裁丰盛营养 且价值不菲的晚餐 时生立刻非常上道地夸赞 不愧是大哥 连晚餐都这么有逼格 大拇指点聚PG 公司聚餐 带着他们去了餐厅 你吃的什么 时生看了眼自己桌上的垃圾食品 不知为何 突然从段大总裁 这简简单单一句话里 读出了些许考察的严肃意味 他顿时开始心虚 欲盖弥彰地 把面前的麻辣半推远了一点 谨慎地敲字回复 当然是自己亲手做的爱心晚餐了 比星点JPG 对面安静了一回 没过一会 段宇景发过来一串省略号 你会做饭 时生心里一阵咯噔 我靠 差点忘了这茶 他就会下个面 哪来的手艺做爱心晚餐 果不其然 段宇景下一条就是 拍照给我看看 时生 他看了眼自己的麻辣半 左看右看 怎么都不像是爱心晚餐的模样 心虚更甚 段宇景 就好像十分了解他的动向一样 一点都不着急 更没有催促 就留时生一个人纠结忏悔 两久之后 时生任命地给麻辣半拍照 然后发了过去 接着又不死心 其实麻辣半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只是因为大哥你不常吃 所以不知道 嗯 上次其也吃了一份 拉了三天肚子 时生又沉默了 那是其也肠胃娇贵 他时生铁打的胃 哪里能出问题 正愤愤不平地在心中琢磨 对面段宇景 忽然发过来一条语音 时生心说 这不会是专程来骂他的吧 于是一边心惊胆战 一边乖乖地点开语音播放键 男人低沉舒缓的声音流淌出来 晚上别吃这种垃圾食品 给你重新点了餐 再等一会就到了 二十分钟后 时生拎着从米其林三星餐厅 外送过来的顶级餐品 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算了不吃白不吃 时生拆开塑料袋 把里面的饭盒一道道打开 嗅着从中传出来的浓郁的香气 他转头看了眼 桌上摆着的麻辣瓣 瞬间毫无胃口 时生若无其事地 拎出一只熟透了的 蘸满酱汁的澳洲大龙虾 咬了一口 心说 果然垃圾食品和营养晚餐 就是没有可比性 瞧瞧 多丰厚的蛋白质 时生含泪为二十分钟之前 对断鱼锦饱含不尽的自己忏悔 这是尊大佛 得好好供着 在完全开动之前 时生给这满桌子的真修佳肴 拍了个视频 然后转手就发给了铜莲 成功收获铜莲 鬼哭狼嚎的尖叫之后 心满意足的关掉手机 开始专心致志地享受美食 今天也是完美的一天 Cheer 一日 时生精神满满地进了公司 推开工作室门的第一秒 就感受到了 来自他亲爱的同事们的注目力 他回到自己的工位上 对众多视线熟视无睹 接着问铜莲 是我的装花了 还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有人曝光了 我业于六男的事实 铜莲 他一言难尽地看着时生 装梅花 无论是你遇六男 还是六男遇你都不可能 因为你看着就虚 还有 我绝对不允许 你背叛段总 绝对 本来只是想开个玩笑 结果又被铜莲绕回来的时生 多少有点无语 他再次强调 别提段总 我和他纯有意 铜莲 嗯嗯 纯有意 我都懂 他话锋一转 昨天你发我的鲍鱼大虾牛排骨汤 断总给你的吧 时生顿时语色 铜莲悠悠地看着他 呵 唇有意 时生假装没听到 直接转移话题 我问你呢 怎么我进办公室之后 又有这么多人看我 我最近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吧 你当然是没有 铜莲敲着笔 但是那条烂黄瓜出事了呀 时生 什么 铜莲把旁边的手机拿起来 直接刷新到京市新闻 这家营销号 最喜欢捕风捉影一些豪门恩怨 就在昨天晚上 这家营销号不知 从哪弄来了齐家老宅的照片 照片上 齐也跪在祠堂里 满身边伤 看上去异常狼狈 营销号作者 还零零散散暴露出了一些 据说很内部很私密的事情 说是因为齐也在外面到处浪 气跑了段夫人亲定的儿媳妇 这才在祠堂挨了这么一整晚的打 该说不说 竟然还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这家营销号今是人民或多或少都有关注 工作室里的这些同事自然也不例外 更别说 他们还亲眼见证了 齐也加时生加林婉婉的这一出大戏 会是这样一副表情再合理不过了 时生默默坐了回去 心说齐家的安保怎么回事 怎么里面都能被狗仔拍到照片 不应该啊 他撇了撇嘴 反正不关他的事 就是可怜了段夫人 本来应该清闲的美容打麻将 结果被齐也气成这样 时生喝了口同莲给他带的咖啡 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临近下班时间 段余锦给他发消息 说自己已经到了盛景楼下了 附带一张小七坐在车后做睡觉的视频 段余锦拍摄技术也非常不错 小七这名模特也非常配合 段坐在位置上昂首挺胸 风从敞开的车窗灌进来 将小七长长的狗毛吹得有些凌乱 看起来更加帅气 他脑袋上还顶了个墨镜 非常有饭 此时正对着镜头一眼喊笑 时生捞起随身携带的狗饼干 转身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出了盛景 打开车门坐上副驾驶 时生第一时间将钻了一路的狗饼干递给小七 看见时生后 小七表现得异常兴奋 在后座上蹿下跳 就差没直接从天窗蹦出去了 嗅到饼干的香味后 小七先是高兴地扑过来 而后意识到什么 一双黑药石般的眼睛 犹犹豫豫豫地瞥向断雨景 男人单手搭在方向盘上 缓慢将落在时生侧脸上的目光收回来 对着小七微微看手 见状 小七眼睛一亮 试探性地叼住了时生手上的饼干 一直到胡人吃完 都没听到主人 因为他在车上吃东西 而勒令他出去 顿时高兴地追着尾巴连转几个圈 然后轻易地将自己的狗头 色到时生怀里蹭来蹭去 汪汪 时生笑着将小七的脑袋推回去 对方趁机叼住他的手指舔了舔 见状 断雨景不爽地择了声 不准舔 松开 小七连忙把舌头收回去 在原地委屈地阴拧两声 看着小七湿润的黑眸 时生不由自主地被蛊惑 说道 没事的 小七不脏 说着又去给小七顺毛 断雨景想说不是脏不脏的问题 但零出口又迅速反应过来 眉间稍醋 最终还是将话语咽下去了 小七看了看主人 又看了看妈咪 煞时灵机一动 他当着断雨景的面 又舔了下十生的手指 断雨景看到了 他皱着眉 却什么都没说 小七顿时就明白过来 只要有妈咪在 主人算个屁啊 他立刻热情地又舔了十生几下 把脸色逐渐变黑的亲主人 完全忽视 专心致志地陪着妈咪玩小玩具 断雨景几次想阻止 都找不到什么好的理由 最终只能沉着连启动车辆 小七脑袋上的墨镜 被挂在了狗鼻子上面一点 正好挡住眼睛 十生玩心大起 从包里翻出一条粉红色的丝带 在小七脖子上系了个蝴蝶结 小七丝毫不抗拒 抬手挺胸展示着 最后还试图凑到 被忽略已久的亲主人那展示 十生连忙拦住他 并轻声叮嘱道 你把鼻在开车 不能打扰他 知不知道 听到熟悉的两个字 小七黑眸亮晶晶地转向十生 随后乖乖地叫了两声 表示自己听懂了 他盘腿规规矩矩地坐在后座上 目光瞟向驾驶位上的主人 果不其然就看到断雨景 脸色好了很多 没有那么黑了 小七鬼惊鬼惊地 在心里盘算着 果然还是他最有用 上次在花园 是他扑到妈咪 给把鼻制造相处机会 现在又是他让妈咪开口 承认了主人的把鼻地位 就把他煮成火锅来威胁他了 小七精力旺盛 但还是很乖 看出来十生没那么多精力 陪着他玩了 便自己一只狗坐在后座上玩球 有时还坏心眼地 故意把球砸到断雨景的椅背上 等断雨景眼刀杀过来的时候 又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模样 把脑袋低下来熬乌叫 主打的就是一个幼菜又爱玩 等到了十生家中 十生率先下车后 断雨景将小七从车上抱了下来 小七体型庞大 一身长黑毛 威风凛凛 小区里肯定会有怕狗的住户 十生和断雨景两个人琢磨片刻 一致决定带小七坐货梯 到达新环境的小七 没有半点怕生的迹象 他嘴里叼着十生买的骨头磨牙玩具 咬得嘎吱作响 尾巴甩得飞起 在货梯里绕着十生和断雨景 两人的腿转来转去 断雨景微垂下毛子 声音沉下来 严厉道 坐好 别乱动 闻言 小七立刻一屁股蹲坐在地上 玩具也不耍了 尾巴也不摇了 睁着一双圆溜溜的黑色眼睛 委屈巴巴地盯着十生看 十生被他看得心头发软 没忍住说道 小七什么也不懂 你不要对他这么凶吗 说着 就伸手摸了摸 小七毛茸茸的头顶 断雨景 他看着在十生的抚摸下 身体软成一滩水 眼神挑衅 盯着自己看的某只大型犬 牙齿不由自主地摸了摸 第一次觉得 把狗交得太聪明 也不是什么好事 十生的一颗心 完全被小七勾走了 他根本抗拒不了 这种毛茸茸的乖巧大狗 进到十生的屋子之后 小七嗅到空气中属于妈咪的 熟悉的香味 顿时高兴地 在地上一脸打了好几个滚 断雨景看在眼里 轻吃了剧 没规矩 坐好 小七冲耳不闻 转头轻轻叼住十生的裤腿 扯了扯 原本正在给小七捣狗粮的十生 回头看了眼 瞧见小七控诉的眼神 就知道 肯定是断雨景欺负他了 于是皱眉道 大哥 你别老是欺负他 小七很乖的 断雨景 他纯现平直 退去了点 总是挂在脸上的温和笑意 是吗 断雨景看着小七 轻声反问了这么一句 小七心虚地垂下头 用湿润的鼻子 推着弹球玩 然后站起来 欢天喜地去吃狗粮 十生对于这一人一狗之间的 暗流涌动并不清楚 倒好狗粮 布置好场地之后 便拍拍手站了起来 这样就好了 他在阳台给小七用栅栏 围出了一片专门用来玩耍的地盘 里面摆满了适合他玩的小玩具 小七进去之后 就不愿意出来了 在里面欢腾地跳来跳去 十生陪着小七玩了一会 忽然想起来 断雨景呢 想到这 他从地板上站起来 从小阳台走到客厅 接着在厨房发现了断雨景的身影 他在切菜 看到这一幕 十生脚步顿住 后之后觉得感到些许不好意思 明明断雨景才是客人 现在却是他在做饭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说道 要不我们点外卖吧 也不能每次大哥 来我家里做客 都让你来做饭 说起这话来 十生半点都不心虚 那能有什么办法 他又不会做饭 不做饭 当然只能点外卖了 断雨景低头 切着砧板上的黄瓜 锋利的刀刃落下 寒光将男人生黑的毛字罩 清晰了一瞬 他动作不停 慢条思理地说道 没关系 做炖饭而已 又不会让我少块肉 说着 他炖了炖 又道 况且经常吃外卖也不健康 闻言 十生抿了抿唇 他当然知道 吃外卖不健康了 但他不会做饭 也不喜欢做饭 正胡思乱想着 就听断雨景又添了一句 这样 我给你过个长期的家政阿姨吧 听到这话 十生那漫天飞舞的思绪 瞬间收了回来 他猛了顺 随后立刻反应过来 你给我过 不不不不 被这样强烈地拒绝 断雨景也没有半分恼怒 他好脾气地问道 为什么呢 十生眨了眨眼 不太合适 我可以自己花钱 真要说起来 他和断雨景充其量 也只是普通朋友 哪有普通朋友 又是给做饭 又是给顾家政阿姨的 十生不喜欢亏欠人情 情理之中的回答 断雨景笑了下 并不意外 他声音温和 说的话却一针见血 你舍得花这个钱吗 十生问得好 他确实舍不得 他抗议道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太私密了 我不适合回答 听到这话 断雨景笑了声 他说道 只是一个家政阿姨而已 其实这座小区 给每一位住户 都配置了家政阿姨 毕竟这里也算高端小区 服务肯定到位 我只是动用了一点私权 给你单独配了一个 稳定老实的家政罢了 十生 真的吗 这么高级 那为什么我前几天 没看到家政阿姨 你刚搬进来 物业还没来得及准备 断雨景说道 这么一通解释下来 十生心里好受许多 那就多谢你了 他想了想 又坦坦荡荡地说道 我要做饭最好吃的那个 断雨景笑着点头 好 这个时候 锅里的谁也开了 断雨景回头看了眼 接着说道 你先出去吧 厨房油烟中 又是这句话 十生暗自在心里付匪 身体却非常诚实地 掉头走了出去 顺便轻轻拉上厨房门 他在厨房门口 盯着断雨景做饭的背影 看了一会 不知道想了些什么 随后一身轻松地回到客厅 小七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从站篮里跳了出来 嘴里叼着球 歪头看着十生 十生心情不错 正想再过去陪小七玩一会 就听见手机传来电话铃声 他顿了顿 从桌上拿起手机 发现是王端打过来的 略意沉思后 最终还是接通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 率先从对面冒出的 却不是王端大大咧咧的声音 而是一道熟悉的 低沉且含着暴怒的男生 我不过才离开了这么几天 你就已经连下家都找到了 这声音刚一出来 小七便警惕地伏低声 喉咙里发出危险的呼噜声 随后猛地冲过去 大声嚎叫起来 小七的反应太过夸张 十生慌乱之下 不小心将手机掉到了地上 他顿时一阵心疼 弯下腰想把手机赶紧捡起来 但小七的速度非常快 他一个横扑过去 用自己的长矛 将手机完全遮挡住 然后继续夸张地汪汪叫着 十生皱了皱眉 小七 听到他的声音 小七委屈地阴拧了两声 但很快又把脑袋扭回去 对准长矛底下手机的方向 狠狠叫了几声 十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反应 一时间不敢轻举妄动 而对面的齐也愣了片刻后 就立刻反应过来 这是不是大哥的狗 是不是 大哥的狗怎么会在你那里 大哥也在你那里吗 十生 说话 青年的声音含着几分气急败坏 总叫人疑心 他听到肯定的回复之后 立刻就要发疯 十生现在一门心思 都在突然生气的小七身上 压根懒得理会齐也 静止忽略过去 柔声道 小七 把姐姐的手机还回来好不好 听到熟悉的称呼 齐也的音背 瞬间提升了好几个key 果然是大哥的狗 他在你呢 凭什么 我刚走你就和我大哥搅在一起 你什么意思 几乎是齐也声音响起的刹那 小七的汪声就一同响了起来 几乎要把齐也的声音覆盖下去 小七的表情非常之凶狠 一双黑溜溜的眼睛 瞪着有齐也声音传出的物件 爪子焦躁地在地板上扒拉了两下 这下十生看明白 小七讨厌齐也 想到这一点后 他半点不觉得有哪里不对 像齐也那样的人 被动物讨厌也是正常的吧 这么想着 他便温柔地摸了两下小七的头 说道 乖 让姐姐把手机拿出来 然后我们立刻挂断他的电话好不好 迟迟得不到回应的齐也 乍一听到这句话 沉默了一瞬 接着就是略带哽咽的声音 你凭什么不理我 听到这话 时声烦躁地择了声 这人阴魂不散是吧 就在他耐心耗尽 想要好好跟齐也说到两句的时候 一阵沙沙的声音响起 在开口时 对面却换成了王端 青年声音里 带着点睛是独有的口音 听起来大大咧咧 给人种十分豪爽的感觉 糟 那什么 对不住啊 我这一不小心没看住 就叫野哥拿到我手机了 我的错我的错 再有下次 我一定立刻把自己的手砍下来 给你泡酒喝 时声 对面隐约传来齐也抗议的声音 还有嘈杂的脚步声 想来应该是有人拦住齐也 他揉了揉眉心 嫌弃道 手我就不用了 还有就是 你的手机自己都不知道收好吗 平白叫我受了一次晦气 听到这话 王端嘀嘀地笑了声 嗯 说得对 我王少保证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所以这次能不伤我联系方式吗 就拉黑王端号码的十声 他咳嗽两声 嗯 当然了 王端似乎是松了口气 那就好 他在电话那边 不知道念叨了些什么 一不小心 之前那被咽回去的称呼 又冒了出来 嫂子 要不有时间 我们出来见个面吧 我妈说 话音未落 王端就听到手机对面 传来一针略先耳熟的男声 声声 在和谁聊天 语气里透着明目张胆的亲密 王端声音顿住 一阵稀疏声响后 女孩轻软的声音响起来 没谁 等拿到手机就该挂了 好 男人语气严肃了几分 小七 把手机还回来 狗叫声响起 过了会 十声说了短促的再见两个字 电话 就被挂断了 王端坐在卡座上 垂眸盯着手机看了一会 然后又抬头看了眼 被几名顽固压制在地上的棋野 对方无能狂怒 面颊都憋红了的模样 有些难看 王端颇觉无趣地收回视线 手指在屏幕上轻点两下 耳边传来熟悉的盲音 王端吃笑了声 拎起桌上颜色金黄的烈酒 喝了口 额前湿润的头发散下来 将眼睛挡住了点 男人眼神有些阴影 果然还是被拉黑了呀 大哥 刚才小七一听到棋野的声音 就扑过来抢手机了 十声检查着手机屏幕 确定没有任何寡蹭 或者裂缝之后 这才放下心来 段宇景不轻不重地 给小七的狗头扇了一下 说道 嗯 他不太喜欢棋野 说完 男人声音沉了些 但这也不是你胡来的理由 被骂了 小七喉咙里 发出委屈的呼噜声 确定手机没报废后 十声就把手机 重新放到了桌上 说道 没事 小七有分寸 我的手机 这不还是好好的吗 说完 他话锋一转 又到 但小七下次 也不能抢手机 听到了吗 小七趴在地上 念念的汪了声 表示自己知道了 十声这才满意的点头 他去厨房 给自己倒了杯水 好奇地问道 话说 小七为什么不喜欢棋野啊 文言 段宇景眼神偏移了点 说道 可能是磁场不合吧 他们初次见面 就闹得不是很好看 但小七一开始 就很喜欢你 十声得意道 那当然了 我和棋野那个人 嫌狗憎的可不一样 段宇景目光 落在他唇边扬起的弧度上 轻笑了声 说的是 他看了眼 趴在地上 用爪子捂住眼睛的小七 随后冷淡地收回视线 再次转向十声时 眼底才重新蔓延上暖意 饭快做好了 先去洗手吧 十声乖巧点头 匆匆去了观喜室 洗好手出来 十声坐到餐厅座椅上 时不时用纸穿着拖鞋的脚 逗弄两下小七 就在这个时候 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但这次不是十声的 他看了眼 扣在桌面上的 配色沉稳的某大排机 第一时间朝厨房喊道 大哥 有电话 段宇景声音淡淡 在忙 你帮忙接吧 他来啊 十声有些忐忑地拿起手机 滑动了接通键 正想开口打招呼 对面就迫不及待地说了起来 段大哥 好久不见了 我是晚晚啊 听说您挺喜欢收集名表的 我就给您准备了礼物 就当补商的见面里吧 我现在就在骑士大楼下面 您方便下来见见我吗 十声 他抿了抿唇 小声道 大哥在做饭 现在没时间接你电话哦 林婉婉激动到清晰可闻的呼吸声 煞时一停 片刻后 他声音陡然变得尖锐 充满不敢置信 怎么是你 啊 所以怎么就不能是他呢 十声内心生出一股暗爽的感觉 他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两声 接着语气越发慈祥和蔼 林婉婉 他在电话另一端 都快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了 但只要一想到待会要做的事 林婉婉就不得不忍下来 强颜欢笑道 那 那真是麻烦你了 不客气 是我应该做的 十声光是听他咬牙切齿的声音 就知道 这家伙现在肯定气得要垂墙 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他拉开厨房门 咳嗽两声 将嗓子压得格外甜腻 段大哥 有电话 你来接一下吧 听到声音 段雨景身形一顿 他手里端着成道一半的碗 看了一眼 就见十声脸上挂着无辜的笑容 另一只手还扶着自己的嗓子 男人微微扬眉 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仍旧十分配合地说道 好 说完就将手机接了过来 他看了眼屏幕上亮起的陌生号码 接着放到耳边问道 你好 哪位 听到段雨景的声音 林婉婉顿时激动起来 他刚开口的时候 甚至结巴了两句 段 段大哥 我 我给您准备了礼物 我现在在骑士大楼下面 要不我们出来见一面 察觉到来人的意图后 段雨景眉毛轻轻皱起来 他看了眼外面 扒着厨房门往里面 看好戏般张望的实声 隐隐明白了什么 语气冷淡下来 刚做好饭 没时间去见你 林婉婉的话音 煞事被堵了回去 他红艳的指甲 深深掐进掌心 带来刺骨的痛迷 林婉婉不敢问太多 但仍旧不死心 要不我给您送过来吧 这块表挺出名的 我怕 不用 我不差那块表 段雨景直截了当地打断它 还有 再听他说下去 直接挂断电话 然后将刚才打过来的号码 拖进黑名单 一直偷偷窥评的实声 眨了眨眼睛 问道 删掉了 段雨景看向他 点头 嗯 删了 听到这话 实声盯着面前的男人 看了几秒 然后故意说道 这样不太好吧 怎么说 他也算是你们家的市郊 齐爷也还挺喜欢他的 段雨景微微歪着头打量他 目光停留在实声 略有些夸张的表情上 眉毛一挑 顺着他说道 不会 齐家从来没有承认过他 不说这个了 段雨景熟练地转移话题 糖醋排骨在桌上 帮我端到餐厅去 好嘞 实声忙不迭端起盘子 放到餐厅去了 看到讨厌的人 吃扁 当然很开心了 实声坐在椅子上 双腿交叠翘着小腿 心情颇好的冲出方问了一句 大哥 小七可以吃排骨吗 段雨景的声音传出来 糖醋排骨不能 但我这里有排骨汤 待会给他吃 好 实声拍了拍小七的狗头 乖呀 晚点给你吃 小七冲着十声叫了两声 尾巴悠闲地甩来甩去 此时已将近八点 一轮弦跃悬挂在深蓝的夜幕上 微凉的风 混杂着屋里飘香的烟火气 从窗户口漏了出去 此时的骑士大楼底下 林婉婉裹着针织外套 手里拎着的礼盒 都快被钻得皱巴巴 几次电话打了过去 都被拒接之后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已经被拉黑了 好不容易从齐也那里 套到的联系方式 没用了 林婉婉深吸一口气 转身狠狠地进到路边的车子里 从盛景被辞退后 林婉婉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只能靠着齐也 但齐也最近因为时生的事情 整天闷闷不乐 压根顾不上他 更别说给他花钱了 能维持基本的三餐和住宿问题 就非常不错了 但林婉婉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满足 他在副驾驶座上闭上眼睛 深深吸了口气 旁边驾驶位上的男人腻了他一眼 挑眉道 被拒绝了 林婉婉铁青着脸 没说话 早就猜到是这个结果 男人笑出声来 早就和你说过了 买了表也没用 段余景和我这种顽固子弟可不一样 一块限量的表又怎么样 就算他现在不买 也早就有不少 知道他喜好想要巴结的人 提前给他买好了 哪里轮得上你 林婉婉别过脸去 眼底都是极恨的神色 要不是因为时生 他回国后的生活 怎么会糟糕成这样 那个贱女人 勾引了气也还不够 还要勾搭段余景 贪心不足蛇吞向 迟早遭天谴 似乎是看出了林婉婉心中所想 男人笑着点了根烟 轻而易举地握住林婉婉肩膀 将他转到自己这边 一团白色烟雾被吐到林婉婉脸上 林婉婉厌恶地皱起眉头 男人仰起眉毛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段总不要你 也可以到我这来啊 林婉婉明景纯没说话 面前这男人是企业圈子里的人 有钱但有手好闲的富二代 长得还行 但玩得比企业还花 不知道糟蹋了多少姑娘 林婉婉手上那块 准备送给段余景的表 就是她出钱买的 她实在没有办法了 其也被停了卡 最近还被段夫人 拎回家教训了一顿 除了给她留了个地方住之外 其他什么都给不了 更别说林婉婉现在还丢了工作 哥哥在帝国逍遥 也不管她 为了能过的好点 她只能先吊着这个 突然找上门来的男人 但照羞勇也不是什么善查 利用了她一次还行 要是时间拖长了 也不给个准信 保不齐后面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林婉婉屈辱地攥紧拳头 企图在挣扎一段时间 就听到赵修勇轻描淡写地说了句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张和她相似的脸 你以为我会找上你吗 话音落下 林婉婉面色一僵 她紧紧咬着唇绊 最终主动攀上赵修勇的胳膊 赵总 我今晚跟你 月中的那场晚会 能带我一起去吗 那是京市近期名流圈子里 最盛大的晚会 其家 王家等京市底蕴身后的家族都会出席 自然也包括段余景 但光靠林婉婉一个人 肯定是拿不到情节 只能靠赵修勇 她眼底划过一抹气氛 如果不是石生 她至于为了一封情节 委身他人 其也一句话 就能带着她一起出席 何至于去求这个赵修勇 更何况赵修勇 还是因为她和石生长的相材 听到上方肯定的答复后 林婉婉还紧了赵修勇的腰 将脸埋在她怀里 心里却不停地盘算着 等到了宴会上 她自然有办法 和段余景生米煮成熟饭 到时候 就算她想赖账 也根本逃不掉了 段余景离开前 将小七留了下来 说这话的时候 正好被咬着玩具 到处欢腾的小七听见了 比时段 余景已经到了门口 小七一个箭步冲过来 就把门拍上 将亲主人完全隔离在门外 段余景 石生 她犹豫了一会 要不要开门 没过多久 敲门声响起 石生连忙把门打开 正好对上段余景微沉的脸 她连忙拍了拍小七的狗头 真是的 都还没打完招呼 关什么门 没规矩 小七嗷呜了两声 坐在原地咬了口自己的尾巴 段余景美好气地看了她一眼 最终还是眼不见 心不凡地收回了视线 转而对石生说道 小七要是在你这里不听话 直接打就是了 话音刚落 小七就在地板上 开始抗议地跳脚 段余景一个眼刀杀过来 她又趴在地上 开始粘了 石生弯起眼眸笑起来 段余景见她心情还算不错 在心中盘算了一回 最终还是放过了小七 她声音温和下来 从上衣口袋里 掏出一张信封递给石生 这是月中我要参加的一场晚宴 如果可以的话 能邀请你来做我的女伴吗 听到这话 石生微愣 信封是纯黑色的 被做得很精细 有光照上去的时候 会有彩色的细闪 背面和正面 都有镀金的英文字体 总之一看就格调满满 石生有些犹豫 我 为什么是我啊 我没参加过 段余景笑容清浅 没事 只是一场晚宴而已 你只要打扮好 和我站一起就好了 这样 他们也会顾忌一点 不会总把自家的女儿 推给我认识 妨碍公务 文言 石生有些哭笑不得 相亲都被段余景说成妨碍公务了 这家伙 心里是真没有爱情啊 就在石生摇摆不定的时候 段余景又不动声色地补充了一句 对了 晚宴结束后主办方 会给参宴嘉宾都准备一份礼品 听说是女嘉宾的 是某大牌珠宝 话音刚落 石生便迫不及待地将信封接了过来 我去去去去 他双眼放光 段大哥都邀请我了 哪里有不去的道理 石生严肃道 您放心 布莱是孙子 段余景眉毛微挑 汗手笑道 好 礼服我过段时间给你送过来 最近记得好好休息 石生连连点头 好好好 全部交代完之后 段余景这才离开 门被彻底关上了 石生将信封小心翼翼地收好 然后摸了摸小气的狗头 对上那双乌溜溜的眼睛 石生唇脚抿出一点笑容来 青生说道 你把鼻是好人哦 我都这样了 他居然不嫌弃我爱钱 小气歪了歪脑袋 最后用头拱了拱石生的裤腿 夹着嗓子撒娇 石生带着小气继续玩去了 可能到段余景 那种层次的有钱人 都是不把钱当钱的吧 所以才能这么肆无忌惮地 给一名普通朋友花 可恶 越想就越羡慕 石生将信封放到自己房间 好好收起来 看了眼时间后 决定再陪小气玩一会 再去睡觉 既然答应了段余景会 出席这场一看就很高级的晚宴 那当然是要好好休息 保持好气色了 他将棒球往门外丢出去 小气 接球 小气立刻汪汪叫着冲了出去 这段时间 石生过得非常健康 因为不想给段余景拖后腿丢脸 他每天早睡早起 过得非常规律 面色红润 皮肤干净清爽 气色极好 好到童年今天上班后 见到石生第一眼 脱口而出第一句话 你找哪个男人西洋气去了 石生 他微笑 不会说话 可以闭嘴 嘴巴长在我身上 就是拿来用的 你这种强制别人闭嘴的 才是大坏蛋 童年说着 就朝他甩了个非吻 而后叼着奶茶吸管 将最新画好的稿子 被到石生面前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实力 石生懒洋洋看了他的话一眼 点头并竖起大拇指 好看 非常漂亮 下一个被开会公开表演的 绝对是你 童年气了声 我可懒得出这个风头 对了 咱游戏要上市了 你转发了没 听到这话 石生后之后觉得反应过来 哦 他打开微博 将官博早上发布的 游戏公测通告转发了一遍 这才施施然放下手机 并打开某游戏软件 开始下载炼宇兰安 刚上线过完第一段主线剧情 就把商城里 自己参与设计过的衣服全秒了 石生满意地 看着主界面上的帝国皇帝 嗯 好看 不愧是我参与设计的 最喜欢的男主 童年凑过来看了眼 省点钱吧 开服活动一大堆 老大说 开服服装搞拨大的 好看点的 再弄个绝版啥的 两人聊着天 工作室大屏幕上 忽然切到金氏新闻 主持人用一种十分夸张的口吻 报道着赵市长公子的新女友 石生听到这熟悉的名字 抬眼看了过去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不得了 站在赵修勇身边的那个女人 怎么跟林婉婉长得这么像 她连忙拍了拍身边的童年 你快看 童年于是也抬头看了过去 接着眉毛一挑 却是一副毫不惊讶的模样 是她能干出来的事情 说着 童年又幸灾乐祸道 肯定是因为齐家人看不上她 她才去勾搭这个赵什么玩意的 咱们今世 最常登上今世新闻的 除了齐也 就这个赵什么勇了吧 玩的是真话呀 听说还和齐也的关系挺好 那你们认识吗 石生的目光 在赵修勇那张撑得上 英俊的面庞上收回来 说道 认识不算太熟 但也说过几句话 童年很感兴趣 那她私底下是什么样的 犹豫着说道 挺有礼貌的 做事有分寸 乖 也还挺尊重人 至少在她面前总是端着笑脸 一副活力满满的模样 听到这话的童年 有些不可置信 她又扭过头去看了眼 赵修勇那张帅的有点邪气的脸 顿觉割脸 你确定 不确定 石生摇头 也有可能是装的 比如 看在齐也的面子上 故意做出这样的态度 不过这些和她都没关系 反正也不熟 石生是在15号的时候 收到礼服群的 包裹到门口的时候 小七还一直在她脚边转来转去 求着石生带她一起玩 石生摸了把她的狗头 便着急去取包裹 小七 你乖一点 站在原地不要走动 我很快就回来 小七果真就站在原地不动了 把包裹取回来之后 石生用小刀将包裹划拉开 露出里面被弓整叠起来的白色礼服 礼服的用料 肉眼看上去十分光滑 在卧室柔和的白光下 流淌着细腻温润的色彩 石生能看到 礼服上面密密麻麻镶嵌着的 闪着微光的碎钻 边上还摆了一个红丝绒礼盒 盲采里面是搭配用的珠宝 石生有些折舌 世光看着就知道 一定很贵的程度 她小心翼翼地 用双手将那件礼服裙捧起来 轻手轻脚地将礼服裙 从袋子里取出来 然后展开 紧接着就是眼前一亮 这是一件白色抹胸的鱼尾裙 刺绣精致 其上香嵌勾连着的碎钻 也十分吸睛 从上伸到裙摆的线条 过度流畅自然 裙摆被做得很宽大 能看到后方的托尾 侧边开了一条 差不多到小腿的叉 方便走动 看清全貌的第一眼 石生的眼睛就微微瞪大了 她闭眼平复了一下心情 该死的 活了大半辈子 第一次亲眼摸到这种高定礼服 这种反应 是不是有点太没出息了 不管了 石生小心翼翼地将礼服裙放下 然后打开旁边的红丝绒盒子 接着就被里面凡复的祖母绿吊坠 耳饰和手链晃花了眼 思存良久 石生最后决定 先把这些衣服放下 然后捧起手机 好好拍个照 她没拍自己 而是规规矩矩地 把礼服和打开的首饰 和拍了进去 然后发送给了段余景 做完这一切后 石生将床头信封里的请柬 抽出来看了一眼 宴会开始的时间是五天后 这段时间 还是先把衣服好好收起来吧 免得弄坏了 想到这 石生便要去将礼服重新叠好 收进箱子里 结果他手都还没碰上礼服裙 手机铃声便响了起来 石生连忙走过去看了眼 是段余景 估计是看到 他发的消息了 才打过来的 石生按下接通箭 大哥 上午好啊 衣服已经收到了 段余景认了声 收到了就好 喜欢吗 石生看了眼 那价值不菲的礼服裙 说道 当然喜欢了 好看 废话 礼服上大的钻石 他又不是眼下看不见 还有首饰上那些 鸽子蛋大小的绿宝石 这要是再不喜欢 那就是纯粹脑子有坑 不识好歹了 正胡思乱想着 电话那边传来难声 喜欢的话就穿上看看吧 听到这话 石生微愣 现在 嗯 段余景声音里含着点笑意 衣服做出来 不就是给人穿的 正好现在穿上看看合不合身 之后也好拿去改改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 石生果断硬下 好的大哥 我这就去 段余景温声 那电话我先挂了 传好了拍张照发给我 电话挂断后 石生便将坐在地板上 安静玩球的小气赶了出去 开始琢磨 这衣服怎么穿 费了好大功夫终于穿上了 石生走到桌前拿出梳子 把自己头发理顺了点 这才走到全身镜前去 他没穿过这种正式的礼服 走动时难免有些不自然 石生想了想 又从床底下 把自己尘封已久的红色高跟鞋 拿了出来 然后穿上 不然高定佩脱鞋 多少有点险寒酸了 拿出手机 对着全身镜拍了张 照片 然后找到段余景的聊天框 点击发送 OK 万事大吉 而另一边 骑士总裁办公室内 原本正在认真办公的段余景 听到手机响了声后 立刻将手从键盘上放下来 拿起手机靠在椅背上 微信上唯一置顶的联系人 给他发了一张图片 段余景点进去 接着便是眼眸一顿 照片上石生的脸 被手机挡了一半 但还是能看到 女孩漂亮的脸庞 一双圆润的信念里 含着点微量的笑意 她长了张又乖又纯的脸 身材却半点不含糊 洁白修长的脖梗下 是笔直优美的锁骨线条 再往下是挺立的雪山 和那一把被衣物勾勒的 分外明显的细腰 裙摆下露出来的一节 偶尸的小腿 光滑细腻 弧度优美 对镜子拍的女孩 动作大方自然 随意凹出来的造型 也很有美感 段余景看了一会 猴杰上下滑动 仿佛被烫到了一样 她迅速收回视线 顺便将手机摁面 段余景闭眼平息了回心绪 修长的手指在桌面上清点 片刻后 她打开手机 将照片保存到相册 很漂亮 五天后的复验时间 很快就到了 时生刚下班回家 给自己上了一套 完整的护肤CIPA 面膜都还没来得及 摘就听见门铃声响了起来 她赶忙走过去开门 不出所料 站在外面的赫然是段余景 在她身后 还站了一名 染着时尚蓝绿挑染的高挑男人 看见时生后 高挑男人眼眸一亮 然后高高扬起眉毛 段余景目光柔和下来 刚下班 是啊 时生找了两双闲置的拖鞋 递给他们 笑眯眯地问道 我的面膜没吓到你吧 段余景摇头 没有 女孩子护肤用面膜很常见的 母亲也会用 听到这话的时生 心情十分愉快 真不错 记得有次齐也回家 正好撞到她敷面膜 于是靠在门框上 问她是哪里来的冤魂锁命 时生想先把她的命给勾了 她将不相干的人甩出脑海 看向自己段余景身后的高挑男人 这位是 段余景让出一条道来 是我请过来的造型师 阿洛克 阿洛克带着一身细碎的金属饰品 朝时生打了个招呼 热情道 哦 honey 相信我 你的身材比例非常完美 等你摘下面膜 我绝对能给你画一个 能在晚宴上惊艳四座的妆容 时生抿唇笑了下 那就多谢你了 阿洛克比了个OK的首饰 带着自己的化妆箱就进来了 时生先去给自己摘下面膜 然后换好礼服 这才让阿洛克和段余景进来 事实证明 阿洛克不仅给他化了妆 还在发型和各种小饰品上 花了不少心思 头发背盘起来 将时生修长的脖子露出来 漂亮的脸蛋 也完整无一地暴露出来 镜中的女孩 一点点褪去了残余的稚气 变得美艳 光芒四射起来 段余景克制地将目光 停留在时生脸上 他很好地眼中眸中炽热 朝时生伸出一只手来 声音温润 今天的时小姐很漂亮 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让你与我一起参加晚宴呢 时生将注意力 从镜中的自己拉回来 侧眸看向身旁眼含笑意的男人 他仰起眉 将手搭了上去 配合地调笑道 当然了 段公子 京市上流圈子里的宴会 奢靡又高调 宴会的举办地点 在一家平时不常开放的私宅 这座宅子的主人 花了大心思布置场地 专门用来宴请京市的名流人士 这场宴会 可以是富人们闲暇时的放松场合 也可以是不少年轻企业家 拉拢合作方的宝地 对于齐家来说 参加宴会的目的 就完全是前者了 齐家一大早上 就被母亲拎了出来 按着他好好打扮了一通之后 这才被放出来 早早地送到宴会厅内 他穿着一身花里胡哨的西装 身上叛逆地 带了一堆机灵狗碎的小饰品 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地想 表情十分不耐 王端就站在他边上 瞧了他一眼后 抬手给他嘴里的烟点上 笑眯眯地问道 野哥最近好像干什么 都提不起镜头来啊 这话无异于是 再给齐家伤口上撒盐 他皱着眉头 低声怒道 最近我妈管我管得有多盐 你又不是不知道 草 打得我皮都掉下一层 这个还是最不起眼的 段夫人甚至不允许他联系石生 说怕生生看见他倒胃口 真是草了 搞得好像他很想看见石生似的 这另一个原因 齐也没好意思说出来 但王端何许人也 他压得就是一人惊 看一眼就知道 事情是怎么回事了 但齐家死要面子不可能说 王端也不会没眼色地直接提出来 他湿湿然靠在长桌上 目光百无聊赖地 在场地里缩寻着 在这个时间点来敷验的人并不多 因此 想要在里面找什么人 也轻而易举 王端眼睛一瞥 就看到了抹熟悉的身影 起初还不太敢相信 直到他直起身子来双眼微眯 看清楚之后 就像是发现了什么 极其有意思的事情一样 王端流里流气地吹了声口哨 手掌拍拍齐也的肩膀 微抬下巴折的方向 幸灾乐祸道 野哥 你看前面那俩是谁 齐也烦得要死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宴会入口处 竟来了一男一女 男的长相英俊 甚至带有有几分邪似 女的装束大胆 美艳逼人 正是赵修勇和林婉婉 齐也不慎在意地收回目光 王端倒是露出一副 火酒间的表情 他们怎么会一起出席宴会 那个零什么玩意 不是你初恋吗 怎么和赵家那小子 搅和在一起去了 他兴致勃勃地看向齐也 说道 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 你早就知道了 这么劲爆的事情 怎么不早点后说 齐也皱起眉头 我不知道 闻言 王端脸上 便带上了一丝玩味的表情 他哼笑着 不知道 不知道你还表现得这么淡定 你呀该不会半点都不在意 那个林婉婉吧 听到这话 齐也没有闭嘴 没搭枪 只是眉宇间的烦躁欲胜 不在意林婉婉 那他在意谁 答案显而易见 王端心情 颇好地点了根烟 哼着腔调劈差的不知名歌曲 高兴地朝赵修勇挥挥了挥手 喂 老兄 到我们这来 注意到他们二人后 林婉婉表情闪过一丝不自然 但赵修勇半点不觉得尴尬 就那样带着林婉婉 到了齐也和王端的面前 王端目光好争以狭地 落到林婉婉身上 这是你今晚的女伴 赵修勇语气轻松 当然了 说着 他看向齐也 尾音上扬 做女伴而已 野哥应该不会在意吧 齐也烦躁地拧起眉头 你找谁做女伴 都和我没关系 跟我说做什么 赵修勇耸了耸肩膀 调笑道 这不是怕野哥 你不高兴吗 他说着 就缓住林婉婉的腰 凑到他耳边亲密道 来 和小齐总打声招呼 林婉婉表情僵硬 生疏地和齐也道好 齐也看了他一眼 很快又收回视线 明眼人都看得出 他现在并不怎么在意 这个初恋白月光 见状 王端唇边的笑容更完美了 他将烟灰点到烟灰缸里 姿态轻松自然 四个人就站在宴会厅 角落里闲谈着 林婉婉站在他们边上 始终插不进去话 低着头又是尴尬 又是不甘心 宴会厅里的人 逐渐多了起来 声音也越来越大 不少人注意到 角落里齐家 王家和赵家的公子 开始往这个方向靠过去 企图套近乎 就在齐也烦不胜烦 准备撂下人离开的时候 宴会厅入口 忽然传来嘈杂的声音 其中还伴随着宾客们 刻意压低的惊呼声 齐也被吵得有些受不了 抬齐也目光凶狠地望了过去 却在看清 出现在宴会厅门口的两人时 表情空白了一瞬 见齐也不知为何目光发直 王端走上前 拍了拍他肩膀 然后顺着他视线看过去 干嘛呢野哥 又不说话 我看你是 话说到一半就戛然而止 他目光发直 颇有些不可置信地 看着不远处的场景 只见宴会厅入口处 不知何时 已经被宾客们团团围住了 他们保持在了一个 勉强还算有理的位置上 目光热切 又带着几分探究地 看着进场的那两位 正是段宇景和时生 齐家目前真正的掌权人 段宇景 他的婚事 不知道被惊识多少人家惦记着 而段宇景本人 却洁身自厚 半点花边新闻都没有不说 出席这种宴会的时候 也从来不带女伴 这是第一次 众人的目光 全部都隐晦地 往时生身上撇去 女人有一张十分漂亮的面庞 是很乖巧甜美的长相 身上穿的礼服 佩戴的首饰 无意不是高调奢华 他亲密地 挽着段宇景的手臂 姿态从容 毫不露切 因为穿着高跟鞋的缘故 段宇景刻意将走路速度调慢 就怕累到时生 在外人看来 便是十分温情有爱的一幕 齐也愣愣地站在原地 眼睛一眨不眨地 看着宴会厅入口出的景象 连指尖的烟浆西装裤布料 着烧出了一个洞来都没发现 林婉婉更是煞时间僵住 不敢置信地 看着并肩进场的两人 满眼都是不甘心 赵修勇一时没回过神来 王端却反应迅速 他立刻将烟掐灭在烟灰缸里 快步走了几圈 试图把身上的烟味散掉 而后想也不想 就朝着石生走去 看到王端的动作 齐也猛然反应过来 他钻井掌心 快步跟了上去 段总 石小姐 王端脸上的笑容无懈可击 视线在他们二人身上来回打转 而后克制地收回 段宇景冷淡地点头表示回应 石生挽着段宇景的手臂 唇角抿出温和的笑意 王端看着他 张了张嘴 还想说什么 结果还没说出口 就被厚道的人给扒开了 齐也眼眶有些红 他死死盯着石生 眼底的情绪十分复杂 一直到段宇景出声唤他的名字 齐也才恍惚回过神来 他抬起头看向段宇景 不由自主哆嗦了下 分明是气到了极点 却不得不规规矩矩地打招呼 大哥 嗯 段宇景不嫌不淡地应了声 和段宇景打完招呼 齐也缓缓看向石生 嘴唇捏如片刻 而后露出一个格外牵强的笑 石 石小姐 和他外露的情绪不同 石生半点没因为 齐也的出现而慌望 他露出一个完美的 十分符合社交理议的笑容 就像是对待一个平常的 不常联系的好友那样 温柔的寒暄 小七总 好久不见了 很高兴能在这里看到你 言辞间没有半分熟人 温和礼貌的表象下 是一眼就能瞧出的梳理 齐也哑然 在石生和段宇景的目光注视下 愣是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唯有心肩痛的滴血 几乎快要无法呼吸 石生现在看到齐也 便绝头疼心烦 能维持表面上的礼貌客气 已经是极限了 只要一想到自己 曾经是怎么伺候面前这个巨鹰的 他就恨不得自戳双目 假装自己从没看见过这个人 实在忍不了了 石生挽着段宇景胳膊的手晃了晃 无声催促他快走 段宇景话音一顿 随即反应过来 轻描淡写一句话 将齐也和王端打发走 带着石生去了另一个方向 被落下的两人 明显还有别的话想要说 王端连续呗了好几声 齐也则是死死盯着 他们两人离开的方向 但无论如何 段宇景都没有回头 石生落落大方地跟在他身后 离两人越来越远 片刻后 王端垂下眼眸 他心中不爽 所以他决心 要让齐也更加不爽 王端吹了声口哨 凑到齐也面前 笑嘻嘻地问道 哎 声声怎么会和段大哥 一起来出席这场宴会 他们俩什么时候这么熟了 齐也面色铁青 他狠狠瞪了王端一眼 冷声道 闭嘴 王端耸了耸肩膀 将眉点燃的烟雕在嘴里 表面上什么都不在乎的模样 眼底的墨色 却愈加浓厚 晚宴上的人们推杯换盏 公筹交错 口中聊着的 永远是国际金融贸易 等高大上的话题 石生碗拒掉旁边一名富商 递过来的酒 谨慎地往段宇景身边 伤身上是吓得他一击灵 顿时反应过来 这女人不能惹 连忙自发几倍离开了 石生这才松了口气 他往身后看了一眼 确定看不到齐也之后 这才彻底放松下来 石生不着痕迹地活动了下 被高跟鞋禁锢住的双脚 注意到他的动作 断于警示时地问道 累了吗 我们去角落里休息一会吧 石生没想到 自己细微的动作也能被发现 他有些犹豫 不好吧 他们还要和你谈事情呢 我其实也不是很难受 文言 断于警笑了声 我在哪里都能谈生意 总归不是我主动去找别人 石生顺着他这句话仔细一想 发现好像的确如此 在京市 齐家已称得上居一家独大 向来只有别人主动 找上齐家谈生意的份 还没有齐家放低身段 去找别人谈生意的先例 弄清楚后 石生瞬间没了负罪感 他左右看了看 目光落在少人角落的一张沙发上 低声说 那我们去哪 好 两人便朝着那沙发所在的地方走去了 自打他们 敬验会厅开始 就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 于是 原本少人的角落 也开始逐渐聚集出人群 但终归没人敢靠他们太近 所以 石生仍旧能获得片刻安宁 有人搭着胆子过来谈话的时候 段于景正好抬手 给石生倒了一杯低度数的鸡尾酒 听到有人和他说话 便微微汗手 示意他讲就是了 那年轻企业家立刻感激涕零 开始大谈特谈自己企业的发展前景 段于景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 表情颇有些漫不经心 但只要他肯听 就已经是对年轻企业家的肯定了 他顿时更加激动 就在他想要喝了口水 想要继续说下去的时候 段于景忽然开了口 却不是回应他的问题 而是微微醋眉 将他坐在沙发上的女人 手中的那杯鸡尾酒给拿走了 两杯了 不能再喝 石生有点不服气 他抿了抿唇 据理力争地抗议道 鸡尾酒度数不高的 我不会醉 段于景摇头 语气里含着几分无奈 你的酒量 你自己不清楚吗 三杯你就醉了 石生 好像确实是这样 他被堵得一噎 顿时说不出什么话来了 石生的酒量一直都不好 就算是低度数的果酒 三杯下度后 也能让他整个人晕晕乎乎的 但他又很喜欢喝酒 属于一个幼菜又爱玩的状况 两杯鸡尾酒下度后 石生虽不至于完全失去意识 但脑子也有点混沌 因此竟然也没有反应过来 段于景是怎么知道 他三杯酒就到的 就在石生为了一点酒 暗自生闷气的时候 段于景又给他切了一块小蛋糕 推到石生面前 石生掀起眼皮看了眼 最后勉为其难地拿起来吃了一口 味道还不错 于是一整个小蛋糕 都进了他肚子里 旁边传来段于景的轻笑声 石生面色一红 假装自己什么也没听见 而目睹全过程的年轻企业家 隐隐明白了什么 他试探性地问道 段总 这位女士是您的夫人吗 听到这话 石生正了片刻 慢慢拍地反应过来之后 就是连连摇头 我不是 他微醺的脸蛋上红韵明显 一字一句着重强调道 我们是 朋友 年轻企业家 显然是不太相信 他心里打着鼓 小心翼翼地去看段于景的脸色 却见他唇边竟然浮现出几分笑意 不是那种应酬时客气疏离的笑 而是发自内心感到愉悦时 生出的笑容 年轻企业家挣了片刻 接着就见段于景淡淡看了他一眼 复述了遍他公司的名字 而后说道 你说的的确有道理 过段时间会酌情考虑给你们投资 文言 年轻企业家的眼睛一点点更大 他喜出望外道 多谢段总 多谢段总 他欢天喜地地给段于景 递了自己的名片 离开前 还给时生递了一个感激的眼神 时生 他晃了晃脑袋 不太明白那人对着他笑什么 周围亲眼目睹年轻企业家 拉到其家投资的宾客们 心中自然有了决断 于是 等时生稍微清醒了一点的时候 身边不知何时多了一堆现殷勤的人 他一头雾水 只觉头疼 时生受不了了 借口说自己喝了酒 要去外面吹风清醒一下 毫不留情地撇下段于景离开了 段于景坐在原地 目送着时生离开 而后朝旁边偏了下头 引在角落处的一名逝者 很快追着时生的方向走了过去 宴会里鱼龙混杂 自己打拼出来的企业家 和顽固的二代混在一起 难保会有不怕死的 冲上来打时生的主意 段于景不想让时生陷于困境 他需要保护 好不容易离那群莫名其妙 很热情的宾客们远了点 时生只觉浑身轻松 他穿着一袭白色鱼尾裙 找了个靠窗 人比较少的位置坐下 这里没人 也没有段于景管着他 时生原本是想偷偷摸摸 再给自己倒杯鸡尾酒喝的 但手刚刚碰上酒杯 时生想了想 又老实地收了回来 他是陪段于景过来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算是代表着段于景的脸面 要是在宴会上喝醉了 那丢脸的不仅是时生 还要连带一个段于景 时生老实地逮着甜点开始吃 他没有什么身材管理的概念 该吃吃该喝喝 向来都是随自己开心就好 就在时生快乐地 解决一份小蛋糕的时候 面前忽然落下一道阴影 他抬起头看了眼 发现是一名穿着黑西装 胸前口袋骚包地 插了朵红玫瑰的年轻男人 时生慢慢把蛋糕咽下去 真诚地说道 不好意思 可以麻烦 你让一让吗 挡着他的光了 有点嫌弃 玫瑰南面部 表情顿了顿 他扬起笑容 索性往时生旁边一坐 好啊 说着 便从桌上拿起一瓶 未开封的葡萄酒 在时生面前晃了晃 笑盈盈道 小姐 喝酒吗 早在这男人坐他旁边的时候 时生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了 他眉头轻皱起来 不着痕迹地往旁边退了退 摇头拒绝 不了 我酒量不太好 听到这话 男人眉毛扬起来 语气里那股流利流气 越发遮掩不住 没事 一杯而已 这酒度数很低 不会醉 在这种晚宴上 对一名陌生的小姐劝酒 时生基本确定 这家伙不是什么正经人 就在时生思考着 是搬出断鱼警 恐吓他 还是摘下自己九厘米的高跟鞋 砸爆此人狗头的时候 前方忽然传来 一道清亮的声音 李公子 您父亲找 听到这话 时生抬眼看了过去 试者穿着很普通的衣服 面容并不起眼 语气却不容置疑 男人烦躁地皱起眉头 没看到 我正在忙吗 滚开 闻言 时生抿了抿唇 被明明白白地骂了一通 试者脸上 却仍旧挂着公式化的笑容 说道 李公子 李总催得急 您要是晚去耽误了生意 试者说话点到极致 但那男人显然已经听懂了 他暗骂了一声 不甘心地看了时生一眼 直接拎着酒瓶子 离开了这个角落 见他走了 时生面上神情一松 他感激地朝着试者点了点头 谢谢 试者微笑 随后便温声让他换个人多的地方待着 只有这样 那些顽固子弟 才会有所顾忌 总不能大庭广众之下 直接对他下手 便听话的往人多的地方去了 他还小心翼翼地避开了 其也有可能在的地方 但时生来参加宴会之前 忘了见识 宴会厅里聚集了 京士的一众名流人物 这也就意味着 以前因为段夫人 从而交好的夫人们 也会出席 时生刚一进到人群 耳边就传来一道惊喜的声音 声声 时生转过头去 映入眼帘的 是贵妇那张保养得当的脸 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会 而后言笑言言道 周夫人 好久不见了 周夫人是段玉明的闺中密友 两人近猜 哪个相约一起打牌 也算是时生很熟悉的一位长辈 周夫人脸上洋溢着笑容 显然是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见时生 他连忙快步走过来 说道 声声啊 今天这场宴会 是齐也带你来的 听到这话的时生略有些尴尬 他温和地摇头 不是的 是段大哥 闻言 周夫人眼底闪过一丝惊讶 是段玉景那小子 怎么是他 怎么说 也该是齐也带你来啊 说着话 他脑海里忽然闪过这段时间 因为营销号 而传到满城的齐家传闻 试探性地问道 你和齐也 你们俩 时生也没想要瞒他 温温柔柔地露出一个笑来 而后痛快道 周夫人 我和齐也已经分手了 以后都不会有联系 话音刚落 周夫人眼底便划过一丝亮光 他用力一拍手 惊喜道 哎呀 这么大的好 这么大的事 怎么都不和你周一说声啊 周夫人赶忙往后面张望片刻 然后拉住旁边的侍者吩咐道 快快快 快去把我儿子喊来 角落里喝酒的那个男的 快去 试者急匆匆过去了 时生面上闪过茫然 周夫人 周夫人轻热地拉住时生的手 声声啊 你今年二十次了吧 一直担着也不好啊 和齐也分了也没关系 来来 你看看我儿子 长得可俊了 不比齐也差 才高八斗 一表人才 你看他来了 你们俩认识一下 时生被周夫人牵着手 被迫和他儿子见了面 两相对视 面上都是震惊又尴尬的神色 时生婉拒道 周夫人 这不太合适 周夫人 我说合适就合适啊 刚说完 他便抬起手 拍了自家儿子肩膀一掌 傻小子 不会说话呀你 平白无故挨了一巴掌的周家公子 意识满脸的茫然 就在几人僵持不定的时候 身后忽然传来一道低沉的嗓音 声声 周夫人 几乎是声音响起的下一秒 时生便迫不及待转过头 果然是断雨景 男人穿着板正的黑色西装 神情温润 彬彬有礼的朝着周夫人点了点头 很抱歉 周夫人 声声她现在 暂时还没有要发展感情的意愿 周夫人身为长辈 但在羽衣丰满的段家长子面前 多少还是有点发出 在场的除了时生之外 个个都是人精 哪里听不出来断雨景话里的意思 周夫人不得不遗憾地松开时生的手 目光充满留恋地 看着她的背影 然后转过头去看自家儿子 满眼的恨铁不成钢 周家公子 于是又挨了母亲几个巴掌 简单寒暄过后 段雨景带着时生离开了 她垂眸看着时生 眼底的情绪晦暗不明 你还挺抢手 时生微久 我也不知道周夫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我 我也没做什么 段雨景目光落在女孩白皙漂亮的脸颊上 眉头轻轻一挑 到底是没说什么 她一直都知道时生招人喜欢 但知道归知道 并不代表她能如自己所想的那样冷静应对 段雨景捏了捏眉心 在抬头时表情已恢复如常 她贴心地伸出手让穿着高跟鞋的时生挽住自己 接下来的时间没有让时生离开过自己身边半步 一直到闲暇时 林婉婉持着酒杯出来 抬眼倔强地看着段雨景 段大哥 婉婉敬你一杯 看清来人是谁后 段雨景眉头青醋 她带着时生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一步 淡淡道 不用 林婉婉唇半抿了抿唇 还是不甘放弃 顺着他们的方向又往前走了几步 段大哥 只是一杯酒而已 你现在连这个面子都不肯给我了吗 时生目光落在她身上 却发现林婉婉直勾勾盯着段雨景 一副把她当作隐形人的模样 见状 时生多少有些不爽 她握着段雨景胳膊的手紧了紧 而后用轻易的语气说道 不好意思啊林小姐 段总今晚已经喝过不少酒了 没什么要事的话 还是先请你离开吧 时生毫不掩饰自己对林婉婉的不喜 段雨景也并不觉得 她堪称咄咄咄逼人的态度有什么不对 林婉婉指甲深陷进掌心 她勉强挤出一副笑脸 她就被段雨景无情打断 和你不熟别乱攀亲戚 林婉婉的面色瞬间挥败下来 她深吸一口气 暗自咬牙说道 好段总 林婉婉仰起头 将她那张柔美的面庞完全露出来 眼底闪着晶莹的水光 看起来好不可怜 段总 只是一杯酒而已 喝过这杯酒 我保证以后绝不纠缠你 怎么样 这话说的 好像她这么说了 段雨景之前就摆脱不了她的纠缠一样 时生鼓起脸 感到些许的不开心 察觉到她的情绪后 段雨景撂下一句 你请自便 就带着时生离开了这个地方 林婉婉惊慌地抬起头 正想不顾脸面地追上去 就被不知何时赶来的逝者拦住了 等她奋力拨开逝者往前走 却已经找不到段雨景的身影了 这间宴会厅实在太大 一不留神 就会和身边人走散 林婉婉短时间内 是找不到段雨景的了 她狠狠跺了下脚 眼底满是怨毒和不甘 原地站了片刻后 林婉婉趁着没人 将酒夜倒进盆栽 然后找到了最近的一名逝者 富而过去 不远处 终于摆脱林婉婉的两人 停下步子 时生松开段雨景的手臂 还说我抢手 明明是段总最能招风影点 文言 段雨景眼底漫出点笑意 她无奈道 好吧 是我的错 时生微微歪着脑袋 只承认错误 不接受惩罚吗 没有人敢对大名鼎鼎的段总 说出这种话 段雨景危台没烧 嗓音温润 那时小姐打算怎么罚我 时生装作认真思考的模样 片刻后抿了抿唇 颇有些修难的轻声道 我想再喝一点点酒 就一小杯那种 文言 段雨景失笑 这到底是惩罚 还是小姑娘 借着这件事讨奖力 显然还是有待商权 但想到之前自己应下的惩罚 她只得叹了口气 妥协道 只能喝一点点 时生性谋微量 接着用力点了点头 段雨景给她倒了点酒 笑闹过后 两人继续周旋于宴会各色人事之间 这种场合 只要是在商场上有头有脸的 就算没话 也得被逼着说两句话出来 段雨景带着时生与旁人言笑艳艳 每当有人问起时生的身份 他都会镇定又从容地说道 在盛景工作 盛景 大公司 前途无量 宴会里的宾客先入为主 自动将时生放到了盛景经理之类的职位 夸赞着他年轻有为 时生没有反驳 面上带着微笑 微微汗手致意 在这种场合显露出自己原本的身份 是极其愚蠢的行为 好在有段雨景在 就算有人想追问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帮忙应酬了几句之后 时生便老神在在地躲到段雨景身后清闲去了 连续转了好几圈之后 有人赶在宴会厅关闭之前进来了 竟然是段夫人和齐明德 那可是两尊大佛 注意到他们之后 众人连忙一窝蜂围了上去 段夫人四两拨千斤地 回绝掉现场所有想要和他搭话的宾客 想和自己的小姐妹一起找个亲近的地方聊聊天 结果还没把人给聚起来 他就在人群里发现了两道熟悉的身影 直到走进了仔细一看 他面上浮现出讶异的神色 小姐 声声 时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段夫人 他有些紧张 这还是他和齐也分手之后 第一次和段夫人见面 虽然知道段夫人不是那种人 但时生的皮肤还是不受控制的 扶起一层小疙瘩 他咳嗽两声 仰起笑脸 段夫人 段玉宁的表情有些复杂 他伸出手摸了摸时生的脸庞 几天不见又变好看了 他眼底带着慈爱的神色 今天这身衣服很衬腻 笑容微脸 你带生生来的 段玉宁面上波澜不惊 他只微微点了点头 答道 是 听到这话 段玉宁和齐明德对视了眼 眼底是时生看不懂的神色 没过一会 段玉宁就对着段玉宁招了招手 你过来 我和你谈谈 文言 段玉宁拍了拍时生的手背 便跟着段玉宁去了其他角落 时生知道他们母子俩说话 自己不好凑过来 于是便老实待在原地啃小蛋糕 齐明德站在他身边 他惯常是沉默的 只寒暄几句便闭了嘴 偶尔有不长眼的顽固二代 想凑上来 都会被齐明德威严的气场吓走 时生也乐地拿齐明德 当自己的挡箭牌 悠闲地靠在桌边 而另一边 段玉宁拉着自家儿子到了角落 开口第一句话便是 怎么想到带生生来这里了 宴会里鱼龙混杂 要是一个没看住出事了怎么办 段玉宁眼眸微锤 有我在 不会出事 段玉宁皱起眉梦 你就是太自负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生生并非从小 在我们这个圈子长大 要是被人哄骗了怎么办 段玉宁抬眼看向她 认真道 母亲 生生没有你想得那么脆弱 她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知道 段玉宁抿了抿唇 她本也不是因为这件事 才拉着儿子过来的 段玉宁看了看周围 确定没有人注意这边 这才低声严肃地问道 你老实告诉我 你带生生来这里 到底有没有私心 宴会厅里原本悠扬的钢琴乐曲 不知何时变得激烈起来 以至于众人谈话的声音 都开始放大 酒杯碰撞声 晕着淡淡的香氛味道 无一步招视着 宾客之间轻松的氛围 唯有这处角落不太一样 段玉宁没有遇多久 她很快便回答道 没有 男人眼去眼底滑光 只是比起带不相干的人 生生要更加知根知底一些 段玉宁半信半疑道 真的 段玉宁面不改色 不然母亲以为我如何 仔细观察过段玉宁的神色后 段玉宁勉强信了下去 她不放心地说道 咱们家这次够丢人了 生生要是不喜欢你 你也别往上去凑 不然传出去多不像话 但若是他们两情相悦 段玉宁倒是也想 但她觉得 生生应该是不会和他们再扯上联系了 毕竟出了这样的事情 齐也那小子实在不争气 现在齐也和时生分手的消息 都在太太圈子里传出去了 她的那些个小姐妹 估计都得上手抢 那些少爷虽说没有段玉宁优秀 但要是和齐也比 也是优秀一大姐 段玉宁越想就越是心塞 她挥挥手 无奈道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你和生生关系好 妈妈很高兴 但不要做伤害她的事情 段玉宁语气里 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认真 当然 不会的 母子俩交心过后 很快又回到了宴会厅 齐家家主和家主夫人 以及长公子和她的女伴都站在一起 周围自然是围着一大圈人 不远处 一直默默观望的王端舌尖舔舔了舔舌 转头说道 野哥 你们一家人都在哪 你怎么不过去啊 她语气轻逆 那点幸灾乐祸都被很好地掩藏了下去 齐也这个木头脑袋 当然听不出来 皱着眉头说 我去 我去了不挨一顿揍 都算我妈给面子 她嘴上这么说着 同时心里酸溜溜地想 他们四个人站在一起 倒显得他们是一家人 她这个正统的齐家二公子 倒像是个外人了 还有时生 妈的 一想到 那个女人就烦 齐也于是又灌了自己一瓶酒 旁边 赵修勇在林婉婉脸上亲了一口 吊耳郎当地嘲讽道 有些人啊 就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 齐也狠狠瞪了赵修勇一眼 很快收回视线 林婉婉的视线 则是落在不远处那名侍者身上 侍者工作忙碌 手中托盘里 端着好几杯酒 她和林婉婉对上视线 朝着齐家人聚集的方向走去了 林婉婉不着痕迹地一开视线 转头轻轻和赵修勇说道 赵总 我去个洗手间 闻言 赵修勇松开揽着她腰的手 不在意道 去吧 林婉婉很快便离开了 人声鼎沸中 段余颈接过侍者递过来的酒杯 轻轻抿了一口 随即对身前人应付道 嗯 是 她厌烦地皱了皱眉心 转头去看食生时 那点烦躁才被消散了些 段余颈温生问道 很无聊吗 刚吃掉今晚上 不知道第几个小蛋糕的食生 一脸茫然 刚好最后一口咽下肚 她眨了眨眼睛 小声说 其实没有很无聊 我吃得特别开心 段余颈目光扫过食生 最常光顾的几个甜点塔 默默记下喜好 随后说道 那就好 如果无聊了 我们可以从后门出去 到花园里吹风 听到这话 食生有些异动 她看了眼周围热切的宾客 之后便靠近段余颈 在她耳边问道 会不会有点太引人注目了 段余颈的耳根 以一种极其不可思议的速度 开始红起来 她唇半微明 无端感到有些燥热 抬手解下衬衫顶端的几颗扭扣后 段余颈才围垂下头说 不会 你想去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走 食生性谋微量 好 和段夫人打过招呼后 食生便欣喜地拉着段余颈手臂 兴高采烈地往花园走去 段余颈看着她欢快的背影 摇头笑道 还是年纪小 活泼 齐明德 不小了 段余颈称道 我说小就是小 咱比生生大了几轮了 你不知道啊 齐明德 齐明德 嗯 是还小 宴会厅夜晚的花园格外凉爽 自然清新的花香味 令人心旷神疑 食生舒服的 有想把高跟鞋摘下来 光脚走路的冲动 但好在理智尚存 她高兴了 段余颈被冷风一吹 身体热度非但没有消下去 反而有愈长愈裂的趋势 男人擦了擦鹅脚的汗 她这么大了 就算心仪的姑娘就在身边 也不至于连这点自制力都没有 这种随时随地发情的行为 只有齐也那种毛头小子才会有 刚才她喝的酒有问题 和食生待在一起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权衡在三后 最终决定先再忍一阵子 至少不要刚出来 就拜小姑娘的兴致 食生带着段余颈 在花园里乱逛散步 兴致高昂 她抬头看了眼 而后愣了下 问道 大哥 你脸好红啊 是因为酒喝多了吗 段余颈面不改色 应该是的 她克制着自己 不把目光下移 说道 你先回去和母亲他们一起待着 我有点累了 想去找个房间休息一下 听到这话 食生只好点头 行吧 断余颈露出一抹得体的笑来 好 会的 好不容易 食生赶去了安全的地方 断余颈面色瞬间变得阴沉 她干脆利落地 脱下西装外套 转身朝着宴会厅楼上走去 这座私宅 有专门给贵客休息的套房 无论断余颈住不住 主人家都会提前给他们进门的钥匙 断余颈找到和钥匙相配的房间 推开门走了进去 她要先去洗个冷水走 然后喊医生过来 男人退去上身的衣物 后方却不知从哪窜出一个人来 温良的皮肤直接贴上她的身体 与此同时想起的 还有女人柔媚带着哭腔的声音 段大哥 你看看我 看看我好不好 段余颈身形一顿 她沉着连转过身 抬腿毫不留情地将人踹了出去 段余颈的心情愈加烦躁 那双本就漆黑的毛子 看起来比以往要深沉许多 她没有给林婉婉一个多余的眼神 而是重新套上衬衫 然后走进洗手间 将宽大的浴巾盖到了林婉婉身上 赤裸着身体故意袒露在男人面前 实在是廉价 林婉婉硬生生挨了段余颈那不流于力的一脚 现在小肤痛的她 整个人都蜷缩起来 额头不住往下冒冷汗 但尽管如此 她还是不甘心放弃 匍匐着往前爬了几步 然后攥住段余颈的裤管 段总 林婉婉气喘着 我知道你不舒服 这要裂性强 我能帮你 段余颈扣上衬衫扭扣 呼吸虽然急促 但看向林婉婉的目光 却格外冰亡 她目光落在林婉婉的脸上 发现她面上 也有一抹不自然的红韵 反应过来后 段余颈眼底划过一丝厌恶 竟然为了成事 给自己也下了药了吗 如此手段 如此狠的下心 若是放在打拼事业上 恐怕早就闯出一条出路了 却偏偏要来做这种事 段余颈不再多看她一眼 直接去床头 拨打了宅子管家的电话 嗯 是 五喽 来了个不相担的人 把她带出去 听清楚话音之后 林婉婉面色大变 她心脏剧烈跳动 强撑着站起来 扑向段余颈 不行 你不能把我丢出去 我也中了药 你不应该帮我吗 段余颈眸光冷淡 我没有义务帮你 况且 这要是谁下的 还有未可知 等药效消退之后 她自然会严查宴会听 在今晚发生的所有事情 若真是林婉婉下的药 那她也没必要再在京市待下去了 段余颈轻易不会对女人下手 这次实在是气急攻心 林婉婉还想往她身上扑 最后都被踹了出去 等管家赶过来 把不停哭闹的林婉婉送走之后 段余颈全身已经沁满了薄汗 在给管家打电话的时候 她还顺便喊来了自己的私人医生 医生进门时打了的倒锁 随后打开医疗箱 开始给段余颈检查 一系列操作完毕后 医生咋舌 这要是真烈啊 要不你直接找个女人得了 话音刚落 段余颈就冷冷地看向她 男人眼眸黑尘 不算白皙的肤色 但尽管如此 她身上的威严也半分不少 甚至因为医生的那句话 生出了怒火 医生缩了缩肩膀 善善道 我开玩笑的 那你躺下来吧 我给你打点缓解的药 事先说好 那玩意用处不大哈 打完药之后 你最好自己疏解一下 医生撇了撇嘴 段总 别说我没提醒你 听说打这玩意容易得隐级 到时候 男人的尊严就全没了 你何必呢 段余颈没作声 面色却绷着 如果打个药 就会换影集 那未免有些太废了 医生继续续续叨叨着 你不是有心上人吗 那个石小姐 你找她不就得了 段余颈眉头轻皱 她倒是想 但现在显然不是时候 这么多年来 段余颈多少也算是了解石胜 她若是当真 以这副尊容出现在她面前 小姑娘反应过来之后 恐怕会连夜 提着裙摆跑出去 她爱面子 容易害羞 要真吓着她了 恐怕好长时间 都不会和她见面 段余颈忍不了 她已经忍得够久了 现在若是在一整天 都看不到她 她会痛苦地难以忍受 段余颈淡淡道 现在这样 不就是糟蹋她了吗 丧失理智 被身体欲望所驱使的 亲密行为 无论双方心意如何 只要发生了 那便是不纯粹的 段余颈想把自己 完完整整地给食生 不是现在 听到这话 医生有些唏嘘 心说没想到 这等人家里 也能出世情种 还真是不可思议 要推进去了 会很疼 段总宁忍着点 打完药之后 医生也不好再待下去 叮嘱几句之后 便离开了 段余颈脱下衬衫 光裸着 上半身躺在床上 细汗不断涌出 体内两种药效 开始发作的时候 确实非常难受 她觉得自己 手脚都不能动了 段余颈闭目忍耐着 不知过了多久 床头电话忽然响起 段余颈身体瞬间一崩 痛楚更加强烈了 她烦躁地拿起电话 正想训斥对面 就听见女孩 乖软的声音传了出来 大哥 你在哪里啊 宴会都要结束了 你不出来和我 一起回去吗 怒火瞬间被平息 段余颈甚至觉得 身体上痛楚 都逐渐消退了 她身后细缓 胡了下语气 在开口时 已和平时一般无二 我有点事 今晚就不回去了 你跟母亲他们一起回去 听到这话 时声啊了声 嗓音有些闷闷不乐 你有什么事啊 送我回去都没时间吗 段余颈心里 生起愧疚之情 抱歉 如果她能再谨慎一点 就不用遭这一罪 也不会让时声 一个人回去了 时声本就是随口 抱怨了两句 听见她这么正经的道歉 心情倒莫名其妙地 好了起来 没事的 那我就跟着段夫人回去了 你处理好事情之后 记得早点回来哦 嗯 段余颈感受着身体里 细密的疼痛 心说 自己今晚恐怕是不能回去了 她听到话筒对面 传来了段余颈的声音 时声回了句马上 便凑回来 说要挂电话了 段余颈一句好卡在嗓子眼里 死活说不出去 片刻后 她叹了口气 恳求班说道 能不挂电话吗 话音落下 时声那边安静了一回 她小心翼翼地问 为什么呀 段余颈不太舒服 想有人陪着 时声发觉 有哪里不太对劲 但又不敢提出来 于是乖巧地应了下来 那好吧 我不挂电话 嗯 段余颈唇脚上扬了点 谢谢 时声 举手之劳 小case啊 之后果真没有挂断电话 昏暗的房间里 段余颈闭着眼睛 耳边是时声轻缓的呼吸声 偶尔会传来段余颈和她说话的声音 她好像没有那么难受了 这一整个晚上 两人的电话始终没有挂断 时声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发现手机已经因为通话时间太长 被自动挂断了 她在床上坐了一会 阳光从窗外露进来 照出一小结光滑细腻的仙腰 但很快又随着动作被宽大的一百掩盖 回想了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时声隐约能猜到 段余颈应该是出了什么状况 所以才会没时间送她回家 由于在三后 时声还是决定先给段余颈回拨过去 以免真的出问题 电话很快就被接通了 段余颈的声音恢复正常 不再像昨晚上那样干涩 男人可能是刚醒 声音听上去有些沙哑 怎么了吗 时声眨了眨眼 小声说道 没什么 就是想问问 大哥现在身体好了点没有 听到这话 段余颈从床上起身 抬眼看了眼对面的钟 早上六点半 时间还早 段余颈避重就轻 只是报了个时间 而后说道 还早 等会要我送你去上班吗 时声抿了抿唇 指责道 你还没回答我呢 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他仔细想了想 刻意把语气说得很重 很狠道 别以为我什么都没发现 你昨晚上声音都变了 段余颈抬手揉了揉耳朵 无奈笑道 是出了点事 但问题不大 现在已经好了 听到这话 时声心中一紧 啊 你真的受伤了 你伤哪了 那不是宴会吗 怎么还会让你受伤 听出时声语气里的慌张 段余颈揉了揉额脚 安抚道 没事 本来就没伤得很重 时声撇了撇嘴 瞎说 他看了眼日期 说道 不用你来送我上班 听到这话 段余颈默了一瞬 而后轻声问道 为什么 他眼眸垂着 手掌不轻不重地攥在一起 接着就听到时声 在对面说了句 笨 今天周六 我放假 段余颈 他下滑手机 看了眼日期 还真是周六 还真是病糊涂了 段余颈自嘲一笑 接着重新将手机抵在耳边 抱歉 我不知道 时声从床上下来 你不是不知道 你是病的人是不知了 他对着镜子端向了下自己 然后满意地吹了吹鹅前头发 今天我来看你 你现在在家 文言 段余颈不动声色地直起身子 看了眼熟悉的宴会厅房间 面不改色道 在 你什么时候过来 时声 吃完早饭就来 我会带上小七 嗯 好 段余颈不关心他带不带小七 只说道 路上注意安全 挂断电话后 段余颈立刻从床上起来 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 然后洗漱 最后边推门 边给自己的司机打电话 让他立刻马上赶快来接自己 司机不明所以 但仍旧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 载着老板回家 等到了别墅 段余颈立刻将西装一扔 换上了简单的家居服 再将头发揉得微乱 确保镜子里的自己 看起来帅气且随意之后 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与此同时 门铃响了 段余颈走过去开门 时声穿着简单的T恤 和直筒牛仔裤 手里牵着小七 仰起笑脸和他打招呼 大哥早上好啊 他上上下下观察了一通之后 发现段余颈身上没什么皮外伤 这才松了口气 你看起来 可不像是有受伤的样子 段余颈 本来就没有很严重 说着 他目光下移 看向乖巧蹲坐在地的小七身上 见状 时声摸了摸小七的狗头 你看他是不是特别乖 小七尾巴摇地飞起 段余颈做保守评价 还行 小七立刻不满地叫了两声 回到熟悉的地盘 小七一离开时声的手 立刻就跟撒了欢思的到处跑 果然不是很乖 好在段余颈家里空间大 小七这么一只大型犬蹦来蹦去 也不显拥挤 时声任由他去玩 自己则是揪着段余颈 再次仔细观察了一通 段余颈脾气很好地配合着他 左转右转 就差没把衣服掀起来给他看了 男人眉头轻跳 怎么样 没骗你吧 时声老实摇头 没有 看来 你的确没什么大碍 本来还想怪照顾你的 现在看来 话音未落 段余颈面色一变 他扶了扶额头 不动声色道 我好像突然有点头晕 听到这话 时声立刻担忧地皱起眉头 啊 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不知道 段余颈声音低下来 突然就头晕了 现在好像好了那么一点 说着 他垂眸看了时声一眼 又道 但还是有点晕 时声赶忙拉住段余颈的手 那你快去沙发上休息 段余颈顺从地跟着时声坐到沙发上 双手规矩地放在大腿上 一双漆黑深邃的眼睛 专注地看着时声 时声去给他倒了一杯温水 先喝点热水 段余颈听话地接过去 然后抿了一口 喝了大半后 又抬起眼睛看他 时声抿了抿唇 喝热水 然后要干什么来着 侧体温吃感冒药 好像不对 大哥又不是感冒 但问题是 时声也不知道段余颈身体哪里不舒服 也没办法对症下药 段余颈还一句话都不说 就在时声纠结不已的时候 段余颈笑了声 说道 谢谢你的热水 我感觉好多了 时声 是吗 他有些脸热 绝口不提 自己压根不会照顾人这件事 时声结结巴巴地问道 你到底是哪里不舒服 为什么会头晕 段余颈微侧头看着时声 眼底含着点性味 他不知道想了些什么 最后眉头微微一扬 是受了点小伤 但不在外面 你要看看吗 看哪 怎么可能不看 于是时声用力点头 看 闻言 段余颈唇脚微抬 拉着时声的手 将自己衬衫下摆掀开 露出半角结实的腹肌线条 眼底是委屈的神色 声音却不知为何带了点诱红 伤在这了 有点疼 时声 他脸色爆红 时声惊讶到 在那一瞬间 大脑都是空白的 他目光自然地 落到段余颈露出的腹肌线条上 没过一会 又慌乱地一开视线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现在这样的状况 于是只能干巴巴地说道 这 这不太好吧 时声一边说着 一边艰难地把目光移开 段余颈的眼神 饶有兴致地 落到他晕染着薄红的脸蛋上 唇角微胎 有什么不好的 我确实是这里受了伤 说着 男人的语气又低落下去 不想看吗 好吧 我原本以为你来这趟 确实是为了照顾我的 看来是多想了 时声 他硬邦邦地开口 没有说不看 时声红着脸 故作镇定道 我只是没反应过来而已 又不是真的不帮你看了 他瞪了段余颈一眼 你不要摆出这副 可怜巴巴的样子出来 他是会当真的 听到这话 段余颈眉稍微扬 原来还是能被看出来的 他无所谓的笑了笑 将衣服下摆又掀起来了一点 露出小腹上方 一个颇为争名的伤疤 也不算是说谎 毕竟段余颈前几天 的确被枪械伤了这里 因为大名鼎鼎的段 总不把这点小伤放在眼里 以至于这道刀伤到现在都还没好 恰好方便了段余颈 哄骗时声 果不其然 看到伤疤的刹那 时声神情一愣 脸上因为羞难生起的红韵 消退了得一干二净 他瞪大眼睛 着急忙慌地惊呼道 这是怎么回事 说话间 女孩温热的手 指出到了男人小腹皮肤上 段余颈腰部不受控制的 一阵紧绷 他不动声色地直起身子 低声安抚道 没事 别担心 昨天医生已经处理过了 暂时没什么大碍 时声级的眼泪都要掉下来 那个宴会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有人用刀伤你 段余颈是存了心 要让时声心疼他 但真把人吓哭了 他又有点不忍心 对方不是故意的 段余颈熟练地撒着谎 过道有点窄 适者的餐盘没端稳 刀子掉下来 划身上了 时声眨了眨眼睛 顿时更加担心了 那得是多锋利的刀啊 这么掉下来 都能给你划成这样 段余颈 嗯 昨天穿的衣服也坏了 文言 时声默默回想了下 那件西装 价值几位数 瞬间倒吸一口凉气 心疼得要死 这么多 不等时声感叹完 段余颈又不着痕迹地 把他的注意力拉回来 伤头有点疼 你去帮我找点药可以吗 时声反应过来 连忙点头 好的 他站起来 不放心地叮嘱道 你坐在那不要动 听见了吗 段余颈微笑着点头 但小姑娘的身影 彻底离开客厅 段余颈 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坐姿 他微垂下眸子 正好和地板上的小七对上视线 小七伸出鼻子 在段余颈身边嗅闻了一阵 而后黑漆漆的眼底 浮现出耐人寻味的轻蔑神色 段余颈 他从桌上拿起玩具球扔了出去 小七瞬间如闪电般 追着玩具球跑了 时声在这座别墅里 也住了挺长时间的 但东西一般都放奶 他还是有点搞不清楚 毕竟段余颈把他照顾得很好 很多时候 都是刚想起来要什么 段余颈就去帮他拿了 所以 时声费了一番功夫 才从房间里 把医疗箱找出来 他打开医疗箱检查了一阵子 发现要用的东西里面都有 这才放心拎着下楼 与此同时 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时声停下脚步 摸出手机看了眼 是童莲 怎么这个点突然打电话给他 接通之后 童莲激动的声音 立刻响了起来 我靠我靠我靠 声声你看了 今天早上的新闻没有 林婉婉进橘子了 时声猛了顺 好一会他才反应过来 下意识说道 怎么会 他昨天晚上 不还在参加晚宴吗 童莲 什么晚宴 新闻上说 林婉婉给别人下药 就那种围经药品你知道吧 然后还给自己下了点 第二天大早就被抓了 听到这话 时声眉头轻皱 下药 他下的什么违禁药品 好像是催情的 童莲择了声 玩的是真话 也不知道哪个倒霉蛋 被他下手了 说到这 童莲又反应过来 你说林婉婉参加晚宴 什么晚宴 你咋知道 时声边下楼边说 很无聊的晚宴 是大哥带我去的 我在里面看到了林婉婉 不等童莲多问几句 时声便匆匆说道 我这边还有事 先挂了 童莲想八卦的心思 硬生生歇下 好吧 电话挂断后 时声拎着医药箱 回到客厅 边打开箱子边说道 大哥 你知道林婉婉的事情吗 段雨景漆黑的眸子 看向时声 疑惑的 那声 我不知道 对他不感兴趣 时声一想也是 段雨景可不像是 会关注这些的人 他上手掀开 段雨景的上衣下摆 目光落在对方 犯着红的伤口上 轻声说 你忍着点啊 涂药可能会有点疼 段雨景温声道 没事 你随意就好 时声怎么可能随意 这伤口明显还没长好 边缘泛着点粉色 细看还能发现点血丝 时声抿了抿唇 一边将药水均匀地 涂抹到伤口上 一边谴责道 你昨晚上洗澡的时候 是不是没闭着伤口 确实有几次 没注意的段雨景 他歉旧地说道 抱歉 太忙了 经常忘记 时声说道 你不要和我道歉 受伤的又不是我 段雨景从善如流地改口 那好 我对不起自己 男人说话太正经了 时声不由地抬眼看了他眼 两人视线接触后 时声又立刻收回目光 他涂药时 手指不可避免地 会碰到段雨景的皮肤 不知是不是错觉 时声总觉得 对方身上的温度 好像越来越高了 时声眨了眨眼睛 打算先把药涂完再说 他目光落到男人 紧视的腹肌线条上 呼吸短暂的一致 可恶 段雨景不是常年 做办公室的霸总吗 为什么身材 还是这么有料啊 时声有点心不在焉 到最后 上药都上得磕磕绊绊 他将这一切 都怪到了段雨景的腹肌上 都怪那玩意不懂事 勾引他这个熊鹰一般的女人 时声红着脸把手收回来 说道 上好了 等药干了之后 你再把衣服拉下来 说完就垂眼 去收拾药箱 他有点心虚 不敢去和段雨景对视 自然也就没发现 段雨景的面色 也不太自然 时声提着医药箱 就往楼上走去了 段雨景在沙发上做了会 两久 他伸出两根手指 揉了揉鹅脚 发出一声苦笑 确实是有点高估了自己 小七就坐在旁边 嘴里还叼着玩具球 发现时声上楼之后 他蹦跆着站起来 就要跟上去 结果还没走上几步 就被段雨景喊了回来 站住 小七硬生生停下来 转过头疑惑地看着段雨景 轻轻汪了一声 段雨景朝他招了招手 小七乖巧地重新走了过来 皮是皮了点 但该听话的时候 还是非常听话的 段雨景从面前茶几底下抽屉里 拿出一个小巧的盒子 轻声说道 去给妈妈 文言 小七眼睛一亮 放下玩具球 从段雨景手里 把盒子接了过去 而后一溜烟跑上楼去了 时声刚把医药箱收好 就听到门外 传来小七急促的脚步声 他走上前把门打开 小七兴奋地扑了上来 将小心叼着的盒子 放下来之后 欢快地叫了两声 这是什么 时声将地上的小盒子捡起来 打开之后发现 里面竟然是一枚玉斑纸 颜色翠绿清透 看得出品质上成 时声下得差点 没能把东西捧好 他慌里慌张地把盒子盖上 蹲下来摸了摸小七的脑袋 问道 是段大哥叫你送过来的吗 小七吐着舌头 文言赞同地叫了两声 时声满头雾水 无缘无故 又送他玉斑纸做什么 昨天宴会上领的首饰 都被时声好好收起来了 这个玉斑纸太贵重 日常也不好带出去 想了想 他还是下楼去找了段雨景 大哥 怎么突然送玉斑纸了 这段时间过去 要干得差不多了 段雨景早早将衣服放了下去 文言便抬起头 看向楼梯上方站着的时声 女孩随意地靠在栏杆上 手里把玩着盒子 一双明亮的姓眸 专注地望着他 段雨景和他对视了一会 直到时声忍不住 又喊了他几声 段雨景才看看一开目光 温润道 收着吧 许廷川送你的见面礼 这个名字出来 时声还花了好一阵回忆 半赏才缓缓反应过来 啊 是他 时声胡一道 见面礼送这么贵重 他人还怪好的 说完又有点担心 会不会不太合适 我和许廷川也不熟 没事 段雨景宽慰道 他钱多 本来也应该给 时声心说 哪里应该给了 和七叶分手后 他现在充其量 只是段雨景的 一名普通朋友 难不成他们这群富二代 都流行刚见面 就给朋友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的吗 看出时声的为难 段雨景笑了声 收着吧 他钱多没出放 你就当他搞慈善了 听到这话 时声回过神来 不爽道 什么叫搞慈善 我很穷吗 段雨景扬眉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某位时小姐 是为了顶射珠宝 才肯陪我去参加晚宴的 时声心虚道 瞎说 就算没有 我也会陪你去 段雨景唇边的笑容 欲加意味深长 时声感觉自己 被内涵了 别过头去 不想理人 段雨景饶有兴致地 欣赏了会时声生气的模样 觉得 他怎么样都可爱 欣赏够了 意识到该哄人了 段雨景咳嗽了两声 说道 昨天宴会上的糕点 味道怎么样 时声故意说 比你做的饭好吃多了 段雨景一手厨艺 是为了照顾时声的口味 专门练出来的 因此 他自然不会信时声的气话 他假装没听见 自顾自说 今早上我让人去晚宴 主办方家的厨师 那买来了配方 我现在去做 你想吃哪个 时声 不是 段雨景 一个快笨三了的男人 怎么那么会讨女孩子欢心 他很想十分硬气地拒绝 但时声真的很缠那晚上的糕点 心中几番天人交战之后 时声硬邦邦递报了个糕点名称 段雨景进了厨房 时声坐在客厅沙发上陪着小七玩 没过一会 他猛然反应过来 不对 他来这一趟 不是专门照顾段雨景的吗 怎么又变成段雨景 进厨房给他做饭了呀 与此同时 京市捉球厅 赵哥 你新找的那个女人 今天进橘子了 你知不知道 赵修勇只见掐着烟 闻颜懒懒地掀起眼眸 看了过去 知道 和我没关系 不远处地顽固笑闹着 再怎么说 也算是有过肌肤之亲的女人了 刚到手没多久 长得也带劲 不捞出来多玩几天 赵修勇胆了胆烟灰 漫不经心地眯起眼眸 缓慢道 A货而已 能有多值钱 那女人全身上下 也就脸能看 赵修勇没心思 继续和这群丸固纠结 站起身 朝着不远处的齐也和王端走去 齐也这段时间 刚被段夫人解禁 但好像无论玩什么 都提不起镜头 手里握着抬球杆 半天没打进去一个 王端在边上看着 发出了声吃笑 野哥 实力不行啊 齐也烦躁地 把台球杆子一扔 没心情 他一个人在沙发上坐着 表情十分阴沉 赵修勇和王端对视了一眼 聚在两人眼底 瞧见了看戏的神色 想来是被昨晚上 石生和段宇景 一起出席晚宴的事情 气到了 王端拿起台球杆 对准台球桌上的一颗白球 碰 一杆进洞 王端收起台球杆 从兜里拿出手机看了眼 他点开一只眉山的 属于石生的聊天框 试探性地发了个句号过去 意料之中的拉黑符号 王端择了声 他把手机塞回去 盯着齐也看了回 眼底生出抹性味 还不够 应该让他亲爱的野哥 更狼狈一些才是 王端走过去 带着笑说道 野哥 你想过没有 为什么石生和段大哥 一起参加晚宴 你会这么生气 齐也皱起眉 眼底都是戾气 和你有关 滚开 少管闲事 我关心你啊 王端吊了郎当道 他笑嘻嘻的 如果不是因为关心野哥 我和你说这个做什么 你想想看啊 你身边那么多女人 哪个离开了 让你这么失态过 王端 这次是因为什么 野哥 你心里当真没数吗 齐也捶着眸子 片刻后 齐也心念一动 他抿了抿唇 而后道 你的意思是 我喜欢他 你不喜欢他 你喜欢泡泡烧酒啊 傻乱 王端暗地里翻了个白眼 而后顾坐神秘道 这我怎么知道 野哥 这可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话已经说出来了 齐也再反应不过来 那就是真的彻头彻尾的蠢货 齐也心中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 喜欢时生 王端 他微笑 是吗 这么刁 齐也猛然 从沙发上站起来 面上难眼激动 所以他真的喜欢时生 所以才会因为时生的离开魂不守舍 所以才会一直记恨着时生的毫不留情 所以才会在看到时生和大哥一起参加晚宴时 如此失态 齐也攥紧拳头 神情恍惚 又说了句 我喜欢他 王端点了根烟叼着 心说你喜欢有什么用 人都跑了 但是兄弟就得在这个时候上去砍一刀 让面前这个曾经拥有过 却不知道珍惜的傻逼 好好体验一下世间险恶 他仰起眉毛 是啊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呢 齐也眼底是刚发觉自己心思的惆怅和茫然 文言愣愣地抬起头来 我不知道 王端笑了 你不去把嫂子追回来 他久违地又用了嫂子这一称呼 齐也被这称呼刺激的全身一颤 而后道 你说得对 他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自己和时生 好歹也共同生活了五年 就算是养条狗 五年也足够培养出感情了 时生对他总不能半点都没动心 只要他认真 说不定还真能把时生给追回来 界面上的神情越发飞扬 王端只削看一眼 就能知道他在想什么 在心底发出一声痴笑 他叼着烟 懒洋洋地说道 既然野哥想明白了 那急着你棋开得胜 早日报得美人归啊 王端挥了挥手 拎着台球杆走了回去 半道上还和赵修勇对上了视线 两人互相看了一会儿 而后各自平静地收回目光 去吧 去好好体会爱情的毒打 从前都是时生跟在你这个大爷身后跑 现在总给风水轮流转 让你这高高在上的大爷 也体会一下这等滋味 王端看着马不停蹄 从台球馆跑出去的棋野 眼神晦暗不明 他随手从旁边小弟手里 把手机抢了过来 而后流畅地拨出去一个电话 接通后 王端面上立刻挂上阳光灿烂的笑容 语气都跟之前半死不活的顽固样截然不同 是我呀 王端 也没别的事 就是想提醒一下你 野哥最近好像有点奇怪 他说要来找你什么的 还买了花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总之你先防着点吧 尽量躲着他走 接到王端电话的时候 时生正跟着段雨景在外面商城逛 因为段雨景说小气少了点玩具 时生就主动提出去外面买 本来他是想自己一个人去的 谁知道段雨景非要跟着来 于是又变成了两人出行 时生听清楚王端的话后 眉头皱起来一点 电话挂断后 他咕弄了句 什么鬼 怎么就不能消停点 其野是有病还是怎么的 天涯何处无芳草 光逮着他乱咬是什么意思 怎么看吗 你看起来很不开心 身边响起男人低沉温和的声音 时生回过神来 连忙把手机收起来 说道 没事 一点小问题 再怎么样 也不能当着任大哥的面说 其野坏话不适 时生从柜子上 拿了一个骨头状的橡胶玩具 觉得小气应该会很喜欢 从始至终 都在默默观察他的段雨景 抿了抿唇 他不动声色地问道 是王端打过来的电话 文言 时生讶异 你怎么知道 听到了 段雨景说 他微垂着眸子看面前的女孩 和其野混在一起的富二代 都是纹固 如果他们对你示好 记得多留几个心眼 时生眨了眨眼睛 有些犹豫 我觉得王端还行吧 爱玩是爱玩 但对他真的还算可以 段雨景眼眸漆黑 静默者黑 尤其是以其野王端为首的那群二代 私底下都玩得很脏 也很擅长伪装 接着 他又有意无意地说道 年纪太轻 就是容易拎不清事情 做事幼稚冲动 在外面那样玩 也不懂得爱惜自己 时生被段雨景的话绕了进去 也觉得很有道理 是啊 像其野那样 完全就是一掌不大的小孩 脾气又稠又硬 叫人压根生不出好感 像段雨景那样的 可能是年纪和阅历百在那的缘故 无论是交谈还是相处 都令人感到如沐春风 生不出任何厌恶的心思来 时生叹了口气 说道 我知道的 我会留个心眼的 听到这话 段雨景眉间轻挑 唇角微扬 嗯 好 不过最主要还是看你 我不会干涉 你的任何决定 时生点了下头 知道了 你觉得这个牌子的 临时小七会喜欢吗 段雨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喜欢 不用挑 他什么都吃 时生有些无奈 大哥 不能这样 你不会从来都是随便给小七喂吃的 他喜不喜欢 你压根都没注意过对不对 段雨景 他咳嗽了声 说道 他能吃不就行了 话音落下 时生便叹了口气 小七怎么跟了你这么个不靠谱的主人 从来没被人说过 不靠谱的段雨景 他笑了声 那看来 还得多亏了有时小姐 才没让小七过上苦日子 时生脸一红 哪里能是这么算的 淡话都说出口了 时生便哼了声当作应答 把精心挑选的几袋狗零食 放进购物车 打算回去后 让小七选出最喜欢的 两人买完小七需要的东西之后 便推着购物车去了前台结账 大包小包的东西 被段雨景拎在手里 出去后 直接放到了后备箱 段雨景给时生开了副驾驶的门 带他进去后才转回驾驶座 就在他打算禁止开车走人的时候 车窗忽然被规律地敲了三声 段雨景动作停下 他将车门按下来 属于许霆川的那张桀骜不驯的脸 彻底暴露出来 青年唇半紧领着 眼底是一层浅薄的力气 我后悔了 昨儿你从我这拿走的班纸 一栋楼盘还不够换 得要话音未落 他看到了什么 眉毛呼得扬起 声音带上几分戏谑 呦 你的小心肝也在啊 许霆川多少还是有点分寸的 说这话的时候 特意压低了声音 石声坐在副驾驶上没太听清 只是好奇地朝这边凑了过来 许先生 许霆川可有可无的一点头 目光在石声脸上缩寻了一圈 然后绕回到段雨景身上 继续说道 听到没有 一栋楼盘不够换 段雨景声音平静 贪心不足蛇吞向 小心撑坏了肚皮 闻言 许霆川吃笑 谁会嫌钱多呢 要不是因为 叔叔阿姨又把你赶出来了 许霆川面色一致 他不爽地 看向段雨景 眸光很立 段雨景全当 这人是死得看不见 只淡淡道 你的饭店不是正在营业吗 那里赚的钱不够 你挥霍的 许霆川 他眼皮垂着 眼角形状单薄而锋利 声音粘粘的 玄纸偏了点 没人愿意来 段雨景扬起眉 之前就给你提过醒了 想正经开店 就去市中心 你非说选在市郊 更有室外高人风范 你一个饭店 要什么高人风范 许霆川 他一脸被戳中伤口的愤闷 旁边听着两人对话的石生 没忍住 偏过头去笑了下 他之前确实又觉得 许霆川开店的选址 有种不与世俗 同流合污的清高感 谁知道生意差成这样 注意到石生的反应后 许霆川的反应更大了 他眉头皱起来 反正一栋楼盘不够 你自己看着办 段雨景靠在一背上 悠悠然道 今是一环地段的楼盘 迈出去够你挥霍许久了 不够 许霆川硬邦邦道 那么点字够花多少 段雨景 他没忍住别过头去看了眼石生 果然发现 小姑娘脸上露出了 点阵金外加仇富的小表情 段雨景咳嗽了两声 隔绝掉许霆川和石生相望的视线 说道 自己省吃俭用 够你用半辈子了 之前谈好的事情 没有更改的可能性 至于你的温饱问题 要么卖了那栋楼 要么回去 跟你父亲磕头认错 许霆川一张脸 黑如锅底 不等他再说些什么 段雨景干脆利落地 将车窗按上来 启动油门开了出去 石生从后视镜看过去 便看见后方许霆川 靠在一辆黑色豪车旁 面色阴沉地盯着他们离开的方向 他摸了摸手臂 转回来说道 许先生好阴沉的感觉 这是能说的吗 段雨景 随便说 他不敢拿你怎么样 许霆川这个人从小就疯 但还没无脑到 对他的身边人下手的程度 听到这话 石生稍稍安心了些 然后忽然想到什么 对了 你不是说 那个御班纸是许霆川送的见面里吗 谁家见面里还要用楼盘画啊 段雨景眼睫颤了颤 不景不慢道 他抠 说好是送你的 但不肯白给我 石生 总觉得这个回答非常敷衍 且不认真 他双手交叉跌放在大腿上 我觉得你在骗我 为了保全自己 段雨景毫不犹豫地选择抹黑许霆川的形象 他是个商人 商人全都屈民逐利 许霆川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最喜欢的就是坑兄弟 石生眨了眨眼睛 他想到许霆川那吊铃铛喜怒不定的模样 居然觉得段雨景说的 好像也有那么几分道理 我觉得你说的也对 文言 段雨景唇角微钩 乖 石生没在段雨景家过夜 天还没黑 他就带着小七回去了 小七今天玩得很开心 不仅同时见到了自己的两个主人 还获得了新的狗零食和狗玩具 甚至还有专门给狗狗穿的衣服 小七屁颠颠地跟着石生出门 把段雨景完全落在后头 被母子俩齐刷刷抛下的段雨景 靠在门框上 七黑的毛子看着他们离去的方向 石生以他身上有伤的理由 坚决不肯让他开车送他回去 段雨景拗不过他 只能可怜地靠在门框边上看着 打来的出租车 破开昏暗的天色 将石生送到了小区外 此事已经有些晚了 小七收敛了点调皮的行为 竖起耳朵走在石生前面 白日里漆黑的眼睛 在夜色中透出幽暗的绿色 到底是只微风凛凛的藏骚 有小七在 石生安全感倍增 他顺利地回到自己所居住的楼层 然后进入电梯 定 石生走出来 结果一眼就瞧见家门口 似乎蹲了个人 对方黑漆漆一大驼 看身形是个成年男人 石生刚回来看不分明 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 听到动静 那黑影猛地抬起头来 察觉到石生害怕的情绪 小七瞬间冲了出去 直接将那团黑影扑倒在地 汪汪 汪汪汪 与此同时 想起的还有另一道男生 操 傻狗怎么也在这 熟悉的一听 石生沉默了一会 试探性喊道 齐也 听到自己的名字 那黑影身体一顿 他激动地从小七爪下爬出来 慌乱站起 朝着石生走过去 小七喉咙里 发出威胁的低吼 齐也全当听不见 物资在距离石生两步之外的地方停下来 青年双眼闪着奇异的光 似乎是在兴奋 他手里甚至还抱了一棚有些年的玫瑰花 看清楚齐也的装束后 石生略感不适地皱起眉 他声音冷淡 你在这里做什么 齐也抿了抿唇 小心翼翼道 我喜欢你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石生 空气寂静了下来 这句话不知道又触到了小七的什么敏感词汇 他直接冲上去 撕咬齐也的裤腿 齐也想把他踹开 但一想到这是断鱼锦的狗 一时间又不敢轻举妄动 总归这狗认识他 不敢下死口 于是就没管了 见石生不说话 齐也心头突的一跳 他喉咙上下滑动 声声 石生平静地打断他的话语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点 不要这么幼稚 齐也郑重 他将了一会 过了许久 才干涩着嗓音道 我没有 为什么要这么说 石生眼底神色冰冷 我们早就结束了 你不记得了吗 我知道 但是 石生毫不留情地打断他 我希望你清楚 五年来我们不是在谈恋爱 而是在履行合同上的义务 从来都没有开始过 弹劾重新开始 这话一当头落下 直接就把齐也给砸猛了 他表情愣愣地 眼神竟然有些空洞 手里紧紧攥着的玫瑰花 都要因为过于用力 而被折断 过了好一会 齐也才无法忍受斑 自言自语道 你骗我的对不对 石生皱起眉 我从不乱开玩笑 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你现在跑我面前来哭丧 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之间也没可能 说着 他淡然地收回视线 你自己玩去吧 别再来找我了 小齐也朝着齐也 发出凶狠的肺声 从喉咙里发出的呼噜声 格外低沉明显 石生不想再多给齐也一个眼神 转身便要去开门 但还没走几步 身后忽然传来一阵疾风 意识到是齐也扑了过来之后 石生慌张往后退了半步 好在小齐反应及时 跳上去直接反将齐也扑到地上 到底是只脏骚 小齐认真起来的模样格外可不 尖锐地全齿闪着冷光 一双漆黑的眼睛透着绿色 死死盯着齐也 仿佛只要他再乱动一下 就会被小齐毫不留情地咬穿 齐也身体僵住 终于不敢乱动了 他眼眶泛红 看向石生的眼神格外脆弱 五年来你都没喜欢过我吗 石生觉得 问出这句话的齐也 不是脑残 就是智商低下 他微微歪着头 好笑道 就你那烂黄瓜的性子 谁喜欢你 谁倒八辈子没 丧死了 真以为世界都是围着他齐大少爷 一个人转的 他喜欢谁 谁就必须喜欢他 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齐也眼底居然泛上一层水光 那五年来 你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都只是因为那纸合约吗 不然 石生双手环抱在胸前 一字一顿道 我最讨厌滥娇的人 你不嫌弃 我还嫌你有病啊 说完 他打开房门进去 轻声唤道 小七 回来 小七转过头看石生一眼 而后又转过脑袋 威胁地朝着齐也吼了吼 这才慢吞吞地从齐也身上下来 非一般闪身进门 与此同时 大门砰 得关上 楼道里只剩下一个齐也 他还倒在地上 全身上下灰扑扑的 那树用来表白的玫瑰 早已因为用力过度 而被拦腰折断 粘稠的玫瑰之水沾湿了地板 让齐也看上去 更加可怜灰白 过了许久 齐也失魂落魄地 从地上站起来 神情空洞 他往前几步 走到石生门口 抬手 却迟迟落不下去 他好像没脸敲响石生的家门 毕竟他们在一起 共同生活了五年 这五年来 自己留给石生的 就只有一个滥娇的印象吗 他好像做错了 但开工没有回头见 事情都已经变成这样了 自然也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 齐也靠在石生门前 低垂着脑袋 若是细看 便能发现 他眼眶边上 竟然挂着晶莹的泪珠 骄傲自负 不可一世的大少爷 就这么站在石生门前 闷着嗓音哭泣 但齐也没能在这赖太久 到底是高档小区 安保和防范都是一流的 监控发现 齐也在这里待太久之后 便派了保安 来把齐也磕磕气气地请出去了 齐也不肯走 保安还抽出了警棍 临走前 齐也大声喊了石生的名字 一强之隔 眼什么奇怪的戏码 毫不留情地将他赶了出去 一直到齐也离开 小七都还一脸凶狠地守在门前 石生喊了几声他的名字 小七这才勉强从玄关跑回客厅 他绕着石生的小腿打转 然后用脑袋不停蹭他 石生心里一暖 蹲下来将小七抱在怀里 小七也很配合 轻轻汪了两声 尾巴轻轻摇着 石生有点心不在焉 没想到还真被王端说对了 齐也真的来找他了 但现在找他 有什么用呢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就算齐也回头 石生是喜欢钱没错 但那也是因为五年前 他需要钱去摆平父亲欠下的债款 时间一长 钱对石生来说 便成为了一种执念 但为了钱去和齐也那种人扎好 拜托 他又不是脑子有炮 石生按的摇摇头 奖励似的给了小七一根带肉的大棒骨 还好有小七 还好断雨警 让他带着小七 而另一边 被赶出去的齐也上了车 却半点开车回去的心思都没有 只要一空下来 他就忍不住回忆自己和石生在一起生活的那些年 他一直都被照顾得很好 石生记得他所有喜好 从来都是顺着他宠着他 好像永远没有脾气 一想到 将来石生也会这样对待别人 齐也就痛得心如刀脚 这车是不能开了 齐也喊来了代价 原本他是打算回家休息的 但代价还没来得及发车 王端就打了电话过来 喊他到酒吧去玩 就跟掐着点故意来捣乱似的 王端快活自艺的声音 让齐也更加难受了 他咬牙 不去 王端笑道 哟 也哥今天脾气这么冲啊 让我猜猜 不会是因为表白没成功表白 齐也不想再听他说下去 直接按下挂断键 刚挂断 王端又打了过来 这次接通后 王端明显收敛了语气里的那点嘲笑 真诚道 没事也哥 这表白哪能是一蹴而就的 正好今晚有时间 来我们这玩玩呗 王端深知他现在不好受 于是道 放心 这次酒吧里不糟 绝对不带妹子 兄弟举唇喝酒 怎么样 听到这话 齐也心情总算好受了点 时生嫌弃他脏 以后他都不会出去乱搞了 只是喝酒的话 可以 齐也挂断电话 向带驾报了自己长驱的酒吧 接着便闭上眼假妹了 市中心 酒吧内 王端将挂断的电话随手一扔 随后兴慰盎然地给自己倒了杯酒 见状 旁边王库们纷纷围上来 怎么样 也个告白 成功了吗 王端笑眯眯地看着他们 你们觉得呢 王库们两两对视着 纷纷摇头 这不就是了 王端点上烟 他要是能告白成功 母猪都能上述了 这句话一出 众丸酷莫名觉得 王端好像有些幸灾乐祸 但没过一会 又觉得应该是自己多想了 毕竟王端和齐也那么多年的朋友了 总不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 于是纷纷将这个奇怪的念头甩出去 游子说道 真是唏嘘啊 还以为野哥不会有为情所困的一天呢 毕竟野哥自小就被家里人宠得无法无天 小时候就是混世魔王 长大后更是玩得比谁都滑 家里养着个漂亮的金丝雀还能到外面乱搞 等人跑了 这就开始后悔了 王库们嘴上不说 心里都觉得戏剧性 只是阿余王端在这 都不敢随意议论 这一帮人今天没去包厢 只在大堂包了的卡座 人也不多 上了几瓶酒和几篮水果酒 等着齐也过来了 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齐也才到 王端笑眯眯地迎接他 抬手给他把酒满上 哎 野哥 别的也不多说 把这酒喝了 就当事情都过去了 怎么样 齐也一双眼睛 还带着点哭出来的红色 看起来憔悴又狼狈 不见半点往日肆意嚣张 纵情声色的大少爷模样 他接过王端递过来的酒 一饮而尽 靠在卡座上闭上了眼睛 王端掉了铃铛的 手里把玩着车钥匙 看热闹不闲事大地说 追姑娘都是循序渐进的嘛 这次不成 还有下次 嫂子现在也没男朋友啊 野哥 你别着急 齐也攥紧拳头 倾衡了王端一眼 嘴角扯出抹凉薄的笑 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这种没有感情的混账 怎么可能体会到我的感受 文言 王端微妙的一顿 接着很快反应过来 笑道 我当然不知道了 但我把的妹数不胜数 总能给野哥出谋话策不是 齐也抿了抿唇 烦躁道 没用 他嫌我脏 说这话的时候 可能是自己也觉得丢人 声音放得很轻 但王端离得近 他还是听轻了 他咧嘴笑起来 悠悠然道 话不能这么说啊 浪子回头巾不换 嫂子他肯定是能重新接受你的 说着 王端就站起身来 仔细打量了齐也一会 说道 你看现在的野哥多帅啊 有这样一张脸在 还怕嫂子不肯回头看你 他兴致勃勃地掏出手机 来野哥 兄弟给你拍张照 齐也烦得要死 压根没心思管他 紧皱着眉头 手里攥着酒杯 阴沉着脸 一言不发 当然也没有要出言阻止的意思 王端顺利拍下了 齐也在酒吧醉生梦死的照片 手机屏幕上 齐也那张锋利的帅脸 沐浴在酒吧五光十色的灯光下 显得更加不羁随心 他身上的气质 和酒吧的氛围极为契合 乍一眼看过去 活脱脱一个爱玩会玩的 顽固公子哥 王端叼着烟 打开微信 重新申请了时生的好友 通过后 直接将图片发了过去 配上一个简单的苦涩 小黄脸表情 确保齐也在时生那 绝必没有好印象之后 王端这才放下手机 轻轻热热地揽住 好兄弟的肩膀 来来来 倒酒倒酒 怎么能让七少不高兴呢 这杯算我敬你的 啊 关于王端心里的那些小酒酒 时生一概不知 他看着手机屏幕上 那张齐也的照片 只觉得怎么看怎么碍眼 最终直接把这张图片 在聊天记录里删除了 晦气 最好一辈子都不见 时生落了把小七的狗头 背上包出门上班去了 等到了公司 他就听见办公室里 窃窃私语的声音 仔细一听 居然和林丸丸有关 怎么回事啊 他们 我问童连 还能是啥 童连打了个哈欠 林丸丸不是被拘留了吗 但是后面又被放出来了 听到这话 时生兴致缺缺 哦 就这呀 这种无聊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让这群人 一脸兴奋的聊这么久的 童连看出他心中所想 也觉得纳闷 是吧 不知道有什么好激动的 说到这 他又添了一句 不过 赵林丸丸丸这么做死下去 估计很快又会把自己送进去的 你且等着瞧吧 时生不用等 时生也觉得如此 他打开电脑 他的时和我没关系 今天的我 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 我现在 只想赚钱搞事业 离以前的那些阿杂人远一点 童连朝他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你 新时代女强人 不过 刚才老板下了通知 说要带我们团建去 海岛三日游 时生无可无不可地恩了声 童连继续 费用公司全包 我们只要带个人就行 时生第一时间放下键盘 亲爱的 细说 童连择了声 道 嘴脸 时生反问 你第一天知道 没法 童连只好把刚才老板说过的话 全部再附述一遍 海岛三日游 竟然是真的 时生震惊 老大什么时候这么大方啊 这还是他们一分钱预算 要掰成两半来用的老大吗 以前每次团建 都要大家一起出钱 这次竟然全包 开什么玩笑 童连 现在和以前能一样吗 你忘了 你家段总给我们工作室 投了多少钱 时生下意识 我家段总投了多少 对上童连意味深长的视线 他连忙改口 不对 什么我家段总 别乱说话 童连敷衍他 是是是 不乱说 他自然地转移话题 总之 我们这次能敞开完了 时生也难眼激动 他问 团建能带家属吗 听到这话 童连眼睛一亮 你要带家属 当然可以了 我们哪次说不让带家属了 带带带 最好把你家段总也一起带上 时生喜自知地转过身 捧起手机点进段语警的聊天框 大哥 在不在 对面回得非常快 在 什么事 我们公司说要带我们团建 还说可以带家属 嗯 然后 时生露出高兴的笑容 把字一个个打上去 然后就是 我想问问 我能不能把小气 一起带过去 对面迟迟没有回音 段语警冷着脸 一点点把聊天框里的当然 我都以你删掉 而后冷酷地敲下两个字 不 行 看到这句话的时生愣了下 以为自己是不是哪里惹段语警 不高兴了 于是斟酌着缓慢回话 那好吧 可能确实是问得有些鲁莽了 毕竟归根结底 小气也不是他的狗 是段语警的 时生惆怅地把手机放下 决心不再那么频繁地 去打扰段语警 毕竟大哥身为齐家 现如今的家主 事务繁忙 不可能一直照顾他 而另一边 骑士大楼 段语警看着聊天框上方 显示的对方正在输入中 等了好一会 都没等到下一条消息发过来 微微敏唇 他垂眸重新审视 自己发过去的那句话 是不是有点太凶 段语警眉头一点点猝起来 他没有要怪时生的意思 只是忽然觉得有点委屈 委屈自己在时生心里 竟然还没有一条狗重要 但归根结底 时生和自己才熟络不久 他可能确实操之过急了 段语警不想让这件小事 成为两人之间的疙瘩 直接打字道 单独带小气是不行 但如果把我也带上 那另当别论 发出去之后 他犹豫着点开表情包界面 看着收藏界面里 唯一保存的那个表情包 终于还是发了出去 线条小狗雕花点JPG 察觉到手机震动了两下 时生拿起来看了眼 竟然是段语警发过来的消息 他定定地看了会 原来没有要怪他的意思 吓死他了 时生纯半威名 段大哥 你的表情包好眼熟 我手机里好像也有哎 嗯 从你手上偷的 一本正经的解释 让时生想借口刁难都不太方便 他干脆直接转移话题 大哥想去海岛 应该不用和我们跟团吧 较量直升飞机 去出挖刷就到了 嗯 是这样 但我比较想和你一起去 时生的目光定格在最后这句话上 面皮不知为何突然烫了起来 他连忙抄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口水 正犹豫着该怎么回 就听见段雨景 很快又发了几条消息过来 你知道的 我没什么朋友 也不像齐也那样 可以呼朋影半到处玩 和你相处 让我觉得很舒服 发完最后一句话 段雨景偏头咳嗽了几声 一抹薄红从耳根处 逐渐开始蔓延 时生看到之后 完全没有多想 他甚至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和他相处很舒服是必然的 毕竟他情商这么高 就连段夫人 都能被他哄得喜笑颜开 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 时生心安理得地 好吧 既然你都诚心诚意地求我了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你吧 我会提前通知你的哦 现条小狗雕花点掘屁记 段雨景盯着那表情包看了会儿 已经可以肯定 时生绝对没有搞清楚 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怎么有人可以迟钝成这样 段雨景无奈 却只能老老实实地发过句一句 好 我等你 练雨兰工作室安排的海岛三日游 就在月初 时生边收拾自己的行李 编一本正经的叮嘱小七 到时候不准吵闹 不准大声喧哗 也不管小七能不能听懂 反正小七正经微作 耳朵竖起来 一脸认真的模样 已经成功取悦了时生 他摸摸小七的脑袋 赞扬道 乖小狗 这句话小七还是能听懂的 他当时兴奋地叫唤了两声 收拾好东西之后 时生提着行李箱 牵着狗就出门了 工作室包了一辆大巴车 将他们送往京市的机场 现在那辆大巴车 就停在盛景楼下 里面已经做了不少同事了 时生上车的时候 几名同事看到他牵着小七 都有些害怕地往内缩了缩腿 毕竟是只威风凛凛的黑色藏鸥 初看到还是会觉得害怕 时生紧紧牵着小七的绳子 安抚道 别担心 有我牵着 小七不会乱跑的 而且他很乖 同事们看向小七 这只威风凛凛的大黑狗 果然是蹲坐在地上 吐着舌头安安静静的模样 便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时生找到同莲 他一个人站了仨座 就等着时生和他家属过来 刚一坐下 同莲便兴致勃勃地凑过来 问道 你家属呢 时生提了提自己手里的牵狗声 就在这里啊 同莲 他看着地上对着自己吐舌头 一脸憨笑地赞傲 眉毛抽了抽 别开玩笑了 说正经的 时生无辜道 我当时问你能不能带家属 就是为了把小七带上 你不会是骑士小狗吧 听到这话 小七警惕地汪了声 同莲怒了 我去你的骑士小狗 他愤恨地暴凶坐在位置上 决心接下来的旅程 不再搭理时生一句话 就在同莲独自生闷气的时候 他眼角余光 看到时生 居然没有把那只藏鸥放到座位上 而是任由他蹲在地上 顿时扭过头来开始指责 好啊 还说我骑士小狗 我专门给你家属准备的位置你 不给你家狗子坐 我还以为你多喜 时生温和地打断他 可是这个位置 我想留着给段大哥坐 同莲一句话还没说完就停了下来 他愣了半秒 谁 我想的那个姓段的吗 对啊 段雨景 时生快乐地回答 同莲 他喉咙动了动 你不是说 你家属是这条狗 时生回道 其实这不是我的狗 是段大哥的 同莲唇角抬起一个轻微的弧度 哦 这样啊 我本来是打算只带小七的 但段大哥 说不能只带小七 要把他也烧上 不然就不准小七过来 同莲唇边弧度趋向放肆 可 这样吗 为什么 时生回忆了一下 说道 因为段大哥 说没有人陪他玩 他一个人会很寂寞 话音落下 啪啪两道拍掌声响起 时生疑惑地看向他 不知道同莲在庆祝什么 同莲眼底带着怜悯的神色 摇头笑眯眯道 没什么 你继续和那个小七玩吧 讲个笑话 堂堂段总会缺人和他玩 只要他招招手 大把的人追着段鱼紧跑 也就时生当了针 估计哪天被吃干抹尽了 还要帮着给段总数钱 同莲没有良心 他竟然无比期待那天的到来 大巴里叽叽喳喳吵闹得不停 此起彼伏的 都是同事们吵闹的声音 有人等得不耐烦了 高声喊了句 怎么还不发车 还有哪个没来啊 时生啪嗒巴针开走了 连忙回道 我的 我朋友还没来 那男同事正眉瞥了他一眼 眼底划过一丝意外 接着说道 你不是很有钱吗 怎么去个海岛旅游 还要喊家属来蹭啊 时生没想到他一开口说话 就这么尖锐 愣了半秒之后才到 怎么 不准带 老大都说了能带 你不愿意你和他提去 再说了 现在离发车时间还有二十分钟 你要实在等不及 大可自己打车去机场 现在还赖在这里 不就是为了蹭大巴吗 男同事被这话对得哑口无言 面红脖子粗 低声念叨了几句 听不清的话就坐下了 时生哼道 不知道 以为他多厉害呢 说完就低头给段宇景发信息 童连在边上看着 问道 段总还有多久过来 时生看了眼手机屏幕 很快了 马上 正说着话 前面忽然又传来那名男同事 没有控制音量的声音 不是很有钱吗 其也还来公司找过他 那种富二代玩的那么花 谁知道他背地里跟那些富二代玩了什么 还买了房 我们工资就这么多 他哪来的钱买房 男同事大谈特谈 随意杜撰时生的私生活 周边同事一个都不敢吭声 只让他一个人唱读脚戏 童连怒了 他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 伸出食指着男同事骂道 你他妈在造谣试试 信不信 老娘一巴掌下去 把你鼻屎都给打出来 童连从进公司开始 性格就极其泼辣 对讨厌的人能不逼逼就不逼逼 但惹极了 是真能上手揍人的 男同事一听这话 就缩了缩脖子 不敢再明着说了 他心里气不过 又拉了拉旁边的同事 想再坎坎 结果那同事 直接把自己胳膊扯出来 不理人了 开玩笑 这种随意造女生黄妖的混账 有多远滚多远 以女游戏工作室 本来就女生多 要是这时候 跟着傻逼挨了边 以后在工作室 绝对混不下去 再说了 时生是谁啊 齐家家主夫人 曾经亲定的儿媳妇 就算现在和齐也分手了 那也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 能做出光明正大 和时生对着干的事情 这难得纯纯脑瘫 见没人搭理自己 男同事其闷得不行 就在众人自觉安静下来 眼观鼻鼻关心 拿起手机 在各自小群里聊天的时候 大巴车的车门忽然打开 与此同时响起的 还有男人低沉儒雅的声音 抱歉 我来晚了吗 这句话落下 众人纷纷抬头看过去 来人一身休闲的西装大衣 虽然步履匆匆 一双漆黑的眼睛 轻轻掠过人群 最后定格在时生身上 这是一张前不久才见过 并且日日出现在 京市新闻上的大人物 大巴车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一时间都不敢开口说话 唯有时生在听见动静后 从后方探出头来 有些生气地说道 怎么现在才来啊 段于景老师道歉 抱歉 早上公司事务有点多 我已经有在快速完成工作了 说着 便朝时生所在的位置走过去 没见到人之前 童年嚣张的 好像段于景不来 就要把时生掐死 现在真见到人了 又不敢吭声了 腼腆地朝他打了个招呼 段于景微微汗手 在时生旁边坐下 时生朝他亮出手机屏幕 指着上面的时间 一本正经地指责道 还有十几分钟 你就要错过我们的旅行了 说吧 该当何罪 段于景觉得 他就真的模样很可爱 扬作思考之后 缓慢说道 我身上没什么东西 可以用来道歉 硬要说的话 我付卡里还有点钱 全部转给 你当道歉费吧 说着就要掏出手机转账 时生大惊失色 连忙按住他的手 慌张摇头道 不 不用 我开玩笑的 段于景嘴里的小钱 可不是小数目 要真接了他 可是受不住的 时生瞪圆了眼睛 我开玩笑 你都听不出来吗 段于景声音听起来有些懒 那怎么办呢 我这个人开不得玩笑 很容易就会当真的 那你可一点都不好玩 时生如是点评 段于景扬眉笑起来 对此不置可否 大巴车里安静地出骑 那些离时生位置 比较近的同事们 手机键盘按的飞起 不用猜都能知道 他们在聊什么 童连坐在位置上 阴暗地观察了一波 确定没人是在 说时生的闲话之后 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大巴车一路往前 最终在机场停了下来 一行人从大巴转为坐飞机 登机的时候 旁边就是之前 侮辱过时生的那名男同事 他现在连个屁都不敢往外蹦 生怕时生听到了 想起他来 然后叫段于景收拾他 时生当然注意到了 这名男同事 只是懒得搭理他 像这种人品不端 工作能力还一般的 被踢出工作室 是迟早的事情 时生提前给小七 办了飞机托管 行李箱也被段于景 踢在手里 现在一身轻松 起飞后 还朝着飞机窗外 兴致勃勃地拍了一张 他把刚拍好的照片 递到段于景面前 好看吗 段于景垂眸看了照片两秒 真诚夸赞道 好看 文言 时生又兴致勃勃地 递给前作的童连看 童连忙着刷小说 随意往他手机屏幕上 瞥了一眼 半秒都不到 就收回了视线 然后一个劲夸赞 好看好看 生生里的拍照技术 简直绝了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随手一拍 就是世纪大片 时生面无表情地问 我那张照片上的云像什么 压根没看清的童连 他心虚地低下脑袋 段于景笑了笑 温和道 是一只很可爱的小兔子 时生脸色终于好看了点 轻哼了声 说道 我拍得当然好看了 他将这张图片 顺带定位发到了朋友圈 配文 团剑去海岛玩乐 第一个点赞 王端 看着底下的秒赞 时生还愣了一会 心说王端这人 是时刻蹲在他朋友圈了吗 真是 没过多久 王端又专门戳了他的聊天框 问是去到哪里玩 时生觉得这件事 怎么着都和王端扯不上关系 于是随口敷衍了几句 就放下手机 忙别的去了 顺带关上手机 拿起座位旁边准备的书籍 开始阅读 从京市飞往海市的路程 说远也不远 几个小时就到了 期间工作室老板 还摸到他们这边 企图和段雨景说上两句话 但都被段雨景潦草地打发走了 工作室老板看了看段雨景 又看了看段雨景 旁边昏昏欲睡的时生 顿时觉得 自己好像窥破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 他屏息凝神地退下了 童年饶有兴致地盯着老板离开的背影 在心中叹了句 如此可叫也 几个小时过后 飞机安全着陆 这下飞机前还不知道 下了飞机后 大家才知道 公司竟然还安排了专车 接送到五星级酒店 这消息一出 成功把时生的瞌睡都给惊走了 感叹道 公司这次是真下了血本了 去年隔壁工作室团 见都没这么好的待遇吧 童年煞有介石地点头 那当然了 也不看看 话音未落 他便瞧见段雨景 往他的方向淡淡瞥了眼 童年立刻闭嘴不说话了 他岔开话题 声声你看 街上到处都是海鲜烧烤 晚上咱出去搓一顿吗 时生点头 好啊 众人坐在家常版黑色轿车内 兴致勃勃地看着窗外的景色 为了方便出行 公司选的酒店位置离海边很近 以至于这条通往酒店的道路 都是建在海边 车窗外面就是蔚蓝的海景 还能看到几株漂亮的椰子树 时生舔了舔嘴唇 想吃椰子了 还有生蚝三文鱼 就在这个时候 老板在前面吆喝道 酒店定的两人一间啊 你们和谁住都提前商量一下 到酒店就要安排房间了 车厢内瞬间响起 叽叽喳喳的讨论声 童年一双放光的眼睛 在时生和段雨景身上 来回移动了片刻 而后忽然回过神来 不对 这一男一女怎么想 都不可能被安排到一间房去 更别说 时生也不是这样随便的人 果不其然 这个念头刚一落下 时生便兴奋地抱住童年的手臂 那正好 我们住一间吧 童年当然没意见 他比了个OK的手势 两人商量完 时生这才转向段雨景 问道 大哥 你要和我的同事一起住吗 段雨景 不了 我另行定房 听到这话 时生点了点头 也是 段雨景怎么看 都不像是会和别人 鸡俩人间的样子 时生甚至想象到了 他一到酒店大堂 就大手一挥 包下总统套房的豪迈模样 稍微想想 就觉得好笑 轿车一路行驶到了酒店外 刚下车 他们就看到广场中央 那制作精美的喷泉雕塑 周围都是精心栽种的花花草草 空气都是清新的花草香 酒店外围是精致磅礴的 欧式风格 进去后 便觉金碧辉煌 迎宾人员面带微笑 主动提出帮他们提行礼 时生拿到了 自己和佟莲的房卡 他低头看了眼 604 亲爱的 走吧 好嘞 佟莲说着 便走到了时生身边 目光却还追随着段雨景 只见男人在前台 简单交代了几句 拿出卡一刷 很快就有人 带着他去往电梯 佟莲露出仇富的神情 我都还没住过总统套房 时生看了他一眼 好笑道 你怎么知道 他就一定会订总统套房 佟莲老师回答 小说里不都是这么写的吗 像段雨景这种级别的总裁 出行住酒店 总统套房都是标配 听他这么一说 时生便也觉得有些道理 他感叹道 可惜了 我也没住过 两人说笑着 进了最近的电梯 一路上升到六楼 时生看着门牌号 6101602603 到了604 时生刷卡开门 正要招呼童莲进门 就听见对面608 传来钉的开门声 他下意识转过头 迎面就瞧见了 脱下了西装外套的段雨景 时生一愣 你住这 段雨景微笑着看向他 问道 嗯 有什么不对吗 时生眨了眨眼睛 半嗓才温吞道 没什么 只是有点惊讶 我还以为你会盯 更高档一点的房间 文言 段雨景失笑 我是和你们一起出来团建的 光我一个人待遇高 不太合适吧 时生想想 觉得也是这个礼 于是点了点头 对哦 他想了想 又礼貌说道 大哥你先去换衣服吧 待会我们去海边玩 你穿西装不太合适 段雨景点头说好 两人到过别后 分别进了自己的房间 刚进门 童连就马不停蹄地 打开自己的行李箱 一脸兴奋地说 声声快来 我专门给你准备了泳衣 时生一脸好奇地走过去 我自己有准备的 你给我带做什么 话音刚落 他就看见 童连双手高高举起了 两块轻薄的布料 时生 他看了半天 愣什么看出 这是什么玩意 你举的什么 泳衣啊 童连说道 时生 他艰难辨认着 这难道不是还没成形的 两块布吗 童连择了声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sex 声声你穿上 绝对能把断 绝对能把大家都迷得死死的 时生更觉得奇怪了 我出来一趟是为了玩的 穿什么 也只给自己看 为什么要关心其他人怎么想 童连支支吾说不出来 最后干脆跳过这个话题 细心地找到那两块布料上的袋子 来声声 我们先试试 直到这个时候 时生才看清楚 这两块布料 到底是怎么穿的 他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行 时生如临大敌地 退后了几步 童连追上来 苦口婆心地劝道 声声 这么好的身材 不穿这个就浪费了 时生涨红了脸 抗拒道 那我也不穿这个 穿上童连带的那件衣服 那他妈和裸奔有什么区别 在时生的强烈抗拒下 这两块布 最终被压到了行李箱最底下 童连表情愤懑 声声 你这简直是暴殖天物 时生无所谓 既然是长在我身上 那无论怎样 都不算暴殖天物 童连 好吧 你说的也有道理 他又问 那你带的泳衣长什么样 我看看 时生眨了眨眼 我没带 童连震惊了一会 好扮上才说道 没带 那你带了什么 旧日常穿的衣服啊 还有防晒衣什么的 听到这话 童连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过了好一会 他才心累道 声声 你绝对是还活在清朝 没有 时生矢口否认 我只是觉得 这样比较方便而已 毕竟总的来说 他不是很喜欢将自己 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之下 太多人看他 多少会让时生觉得有些恐慌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来海岛之前 时生就没有任何要穿泳衣的打算 听了他的解释后 童连满脸都是惋惜 他说道 我可是问了 咱们同事十个里 有九个都带了泳衣 来海边一趟 不穿泳衣那还有什么意思 大家都穿的话 你是不是就不会那么抵触了 文言 时生还是摇头 但你那也不是普通的泳衣啊 太露了 引人注目 童连立刻拉开行李箱 又从里面掏出一件正常款式的泳衣 别别扭扭道 其实我还准备了这个 时生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童连 你怎么还戴两套 你是不是暗恋我 童连 啊对对对 是是是 所以这件你穿不穿 这件泳衣挑得很符合时生审美 简单且不张扬的配色 该裹的地方都裹得严严实实 是很积除款的泳衣 再不穿 就有点不识好歹了 时生从童连手里 把衣服接了过来 那你要帮我涂防晒 好 童连喜滋滋地 比了个OK的手势 今天一整天都在赶路 一起出行的同事都很累 需要休息 所以今天并没有算在 海边三日游里面去 傍晚的时候 童连找了个时间 带着时生和段雨景 出门去吃海鲜烧烤 路上还碰到了同事 但时生不是很想和他们打招呼 避开他们选的店铺后 就窝了起来 时生叫了几瓶小唇生 点完菜之后 才装作无辜的模样 问段雨景 大哥 这种路边摊的啤酒 你应该也可以喝的吧 段雨景抬眉笑了 当然 我不娇气 时生于是喜滋滋地 给他倒了杯啤酒 就是这点最好了 段雨景有王子命 但是没王子病 在哪里都混得开 也从不觉得在路边摊吃饭 和在高级餐厅吃饭 有什么区别 他们点的烤生蚝和小龙虾 还有各种海产品 这家店做得很细致 所有海产品的内脏和汇物 都处理干净了 烤得喷香 酱汁和香料 都蘸得极其均匀厚实 光是闻着味儿 时生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上了菜就开吃 童连和时生到处砍大山 谈天说地啥都聊 没过多久 就齐刷刷笑了起来 海边城市一到傍晚就很凉快 闲湿的海风扫过来 轻轻吹起行人的发丝 时生扎了个简单的低马尾 两边刘海落下来 显得非常温柔 此时喝了点小酒 虽然度数不高 但面颊仍旧泛起点驼红 他穿着白T恤和水蓝色的直筒牛仔裤 漂亮得很有烟火气 段雨景的目光 在女孩侧脸上停留了片刻 然后垂下毛子收了回来 顺便撤走了时生手边刚倒好的啤酒 刚伸出手打算再喝一口的时生 他若无其事地把手收了回来 算了 少喝点也好 就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传来一阵压低的喧哗声 接着便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一道清澈的男生在头顶响起 小姐姐你好 能加个微信吗 时生的眼睛缓慢眨了两下 他抬头看过去 面前站着的应该是海市本地人 皮肤偏黑 笑起来露出一口大白牙 很阳光开朗的感觉 年纪应该不大 时生慢吞吞地把嘴里的生蚝咽下去 熟练地拒绝道 不好意思 我不加陌生人的 男孩不死心 接着又说 可是我们不加好友怎么认识 姐姐 我保证不会经常打扰你的 不会经常打扰 意味着还是会抽时间来浅浅打扰一下 时生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 接着更加坚定地摇头 不加 男孩仍旧不死心 双手合十 做了个拜托的手势 苦苦哀求道 真的不行吗 只是一个好友 我以后不打扰你可以吗 现在时生可以确定了 这男孩的年纪真的不大 只是是比他要小一点 鉴于和齐也那么多年的相处经验 这种不懂得看人脸色的男生 内心大多是小学机 以后相处起来 必定得处处迁就 想想就窒息 时生最后干脆扭过头去 不看他了 既然打算拒绝 那就不要给人留下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好连个抱歉不好意思也别说 男孩眼底的光彩 瞬间就暗淡下来 他低声道 好吧 那我能和你拍个话音未落 旁边骤然传来一道压低的男生 说完了吗 说完了 你就可以走了 男孩一愣 慌张把视线抬高 接着就是身体一僵 段于景本就长了张端正威严的脸 平时带笑的时候还不明显 一旦表情冷下来 那漆黑微垂着的神情 简直叫人不寒而栗 男孩不敢再多话 抱着手机慌张跑走了 对面的童年轻壳两声 装模作样地朝自己嘴里丢了支声吼 时生松了口气 抬头真诚道 谢谢大哥 段于景表情还冷着 听到他说话之后 才勉强放松下来 没事 应该的 应该的 具体为什么应该却没说 时生的目光 不自觉在段于景脸上 多停留了片刻 总觉得大哥的同仁 有点过于漆黑了 好像真的在生气一样 但被陌生人 要微信骚扰的人是他 大哥生气做什么 段于景也觉得 自己的情绪来得没有道理 毕竟严格来说 时生现在 和他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 这促吃得毫无道理 但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各种情绪都来得毫无道理 段于景更加 他从小就清楚地知道 自己并非一个顶好的人物 对上时生略有些疑惑的视线 段于景只能强迫自己 露出微笑 没什么 你先吃吧 我去买瓶饮料 见他神色如常 时生也就没有多想 乖巧点了两下头 就收回视线 粘了一只被包掉壳 个头大的小龙虾扔进嘴里 目睹全过程的童帘 他默不作声地吃下小龙虾 说道 生生 你情商好高 时生没听出来他话里的反应 文言不明所以地 抬头看了他一眼 谢谢 不客气 段于景去买了时生喜欢的椰子水 海市的椰子水 是纯手工制作 呈在透明的玻璃杯里 底下还铺了厚厚一层的椰子果肉 他买了两杯 时生和铜莲都有 别老念着你那些酒了 喝多了你又不清醒 时生有点不服气 我已经喝得很少了 嗯 段于景说 你喝得少也会不清醒 时生一下子就泄气了 他老老实实地 把啤酒往边上推了推 然后开始喝段于景 买回来的椰子水 晚上的海市很热闹了 现在又是旅游忘记 夜市里到处都是旅客和行人 旁边一家烧烤店里 人声鼎沸 时生抬眼瞥去 依稀在里面看到了一些自己的同事 其中就有在大巴车上 造他摇的男生 时生有些异性阑珊 这个时候 他们点的菜品都吃得差不多了 段于景察觉到他心情低落 于是问了句 待会去海边走走吗 这个时候不热 防晒也不需要涂 文言 原本还有些年的时生 立刻抬起头来 可以 亲爱的我们一起去吗 突然被K 段于景一眼 然后慌忙一开视线 我就不了 我有点困 想先回去睡觉 二人世界 你们享受就好 他要回去刷小说 刷综艺刷电视剧 时生略感遗憾地说了声好吧 接着就起身去前台结账 这顿饭 这座城市的海滩非常漂亮 沙滩细软 呈现出淡淡的白色 此时正是傍晚 菊黄的落日光辉 洒在海平面上 静谧又安详 沙滩上的人并不多 反正也不热 时生干脆脱了鞋子 赤脚踩在沙滩上 站在海潮边上 抬眼望远出看 段于景主动帮他提着鞋子 女孩看上去很高兴 走起路来极其悠闲 洁白的足弓 在沙滩上留下印记 伶仃的怀骨和雪白腹肉 还有隐隐的蓝色青筋 一同被海水冲洗过 亮眼的惊人 段于景控制着 没让眼神乱瞟 毕竟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 自己应该是有些 难以言说的奇怪癖好的 男人垂眸低咳了几声 时生觉得海市的风很舒服 他张开双臂迎接了一会 而后弯下腰 从地上捡起了什么 没过多久 他就跑向了段于景 将手里的扇形物件递了出去 这个好看 段于景垂眸看过去 那是一只颜色 很浅很漂亮的粉色贝壳 贝壳表面 应该是被水浪冲久了 看上去很光滑 摸上去 有种磨砂般的质感 嗯 很漂亮 段于景看着他说 我也觉得好看 时生将贝壳 小心地收进上衣口袋里 见状 段于景也遇到 没有我的份吗 时生反问 你觉得呢 段于景将他上下打量了一遍 遗憾道 看来我这个大哥 在石小姐心中还是不够重要 连一枚贝壳都不愿意帮我捡 男人摇了摇头 一副不愿多说的表情 时生笑起来 骗你的 他从另一只口袋里 掏出枚颜色偏深的粉色贝壳 诺 这个是捡给你的 段于景的脸色这才好了点 于尊将贵地用两根手指 将贝壳夹起来 然后放进口袋 认真说 知道了 我会好好珍藏的 怪认真的还 时生蹲在沙滩上 捡了根小树枝 开始在海边写字 后方段于景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按下接通键 神色淡淡地和对面的属下谈话 目光倒是一直落在时生身上 嗯 这是不重要 你们随意做 尽量少打电话过来 我 我在忙 说完便直接挂断电话 海边一到晚上就容易冷 段于景将外套脱下来 照在了时生身上 与此同时 海市机场 王端屁股底下 坐着自己的黑色行李箱 一双无处安放的长腿 两项叠起来 脑门上推了支墨镜 正捧着手机 给某位兄弟发消息 还要多久 怎么这么慢 野哥你不行啊 闭嘴 少废话 时生真在这 那是当然了 我的消息还能有假 发完这句话 王端也不管 其也说了什么 直接就把手机撂下了 说来也是离谱 在打探到时生 会来海市旅游之后 王端就马不停蹄地收拾东西 准备往这边跑 结果刚订好机票 就被察觉到 他动向的其也堵住 问个不停 不得已 王端只好把时生的行踪交代了 毕竟他王端 虽然是个喜欢坑兄弟的阴暗笔 但至少 现在还没捅破窗户纸 多少事的透露点事情 但王端还是不爽 更别说其也那个傻叉丫 跟藏不住是 一往海市跑 赵修勇那个神经病闻这味 也就过来了 就他妈离谱 原本他是打算 独自一人过来 给时生一个惊喜的 谁知道跟过来俩搅屎棍 其中一个 还是搅久了 黑的发亮味道 惊久不散的 别说惊喜了 时生估计嫌弃他都来不及 王端眼底闪过阴影 咬牙骂了句脏话 没过多久 前方想起道男生 王端 王端立刻撇下一脸 吃了屎的表情 挤出一个热情宽容的微笑 呦 野哥终于来了 要不你是这个呢 王端比了个大拇指 都追到这来了 嫂子日后肯定非你不要 呸 恶心你都还来不及 死渣子 妾身后就是赵修勇 赵大少出行娇气得很 下飞机的时候 两手空空 身后还跟了几个保镖 帮忙提箱子 你把自己全部家当都带出来了 王端看他 就像在看一只花枝招展的大孔雀 眼底都是鄙夷的神色 不带你最近的心欢了 说这话的时候 王端笑容显得有些诡异 王无带出来做什么 海事又不是没更值得我伤心的 赵修勇敷眼对回了句 听到这话 王端不知想到了些什么 发出声吃笑 一直都在状况外的齐也皱起眉头 你们在打什么哑泥 还有 我是来这找师生的 你们跟过来做什么 王端立刻举起手 事先声明 我不是跟着你来的哦 我是自己来的 你后面那只鬼才是 被指做试鬼的赵修勇 他发了个白眼 嘀咕了巨尼 也就只能成口舌之快 齐也敏锐地转过头 看向赵修勇 你跟着我出来做什么 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赵修勇 过来看你追嫂子 齐也黑了脸 看我笑话 哪能骂赵修勇露出抹笑容 这不是来给兄弟加油助威吗 他一边说一边笑 齐也忽然就觉得他笑得很恶心 他皱了皱眉 说道 你最好是 自从实声明明白白地说 不喜欢他之后 齐也就一连几天没缓过进来 整天都沉浸在自我怀疑的情绪中 他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缺点 觉得自己的确是一身的毛病 王端在边上敷衍地 笨笨阿压了一通 没说对 也没说不对 笑容极其意味深长 齐也这个二愣子 硬是没感觉出来 他现在还有点忐忑 你说 我就这么过去 声声他会赶我走吗 王端提着行李箱往前走 墨镜被他弄下来 架在了鼻梁上 文言毫不犹疑地点头 会 有时候 人还是要有点自知之明 齐也愣了下 薄唇威名 说道 不试试 怎么知道 王端扯了扯嘴角 那当然了野哥 我无条件支持你 他打开手机看了眼 说道 这个点嫂子应该睡了 我们随便找家酒店休息会吧 赵修勇在旁边插了一嘴 不是总统套访我不住 王端骂道 扑张浪费 你自己结账 赵修勇 我看得上你那撒瓜俩走 王端 果然他出来的时候 就应该再小心点 和这俩户挨边准没好事 往前走了几步 赵修勇手机响了 他随意地接通放在耳边 暗得免提 女人矫情的哭喊声传出来 怪耳熟的 王端捅了捅齐也的肩膀 你白月光 齐也眼神冷下来 没有白月光 你乱说什么 北德德 王端举手投降 你只爱嫂子一个吗 我都懂 懂个屁 齐也纯傻叉 三人订了相同的酒店 分别住在不同的总统套房 做了这么多年兄弟 他们该嫌弃的 还是互相嫌弃 王端和赵修勇半夜 还跑一个房间打牌去了 没叫齐也 搞孤立是不是不太好 赵修勇嘀咕着 你管他 王端将一对K摔下来 他抛弃十声都眼不眨一下 还能在乎我们孤立他 赵修勇一想也是 很快就不再纠结了 总归塑料兄弟情 在喜欢的女人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十声一个人就能玩很久 明明只是在海边吹风 但他还是玩得有点累 也不是说双腿酸软走不动路 但只要一看到段雨景 十声就觉得自己 稍微耍点赖 好像也是能被允许的 他蹲在地上不太想动 本来还不怎么困的 结果一看到段雨景 那张温柔带笑的脸 十声就全身放松下来 都快蹲不住了 在他倒下之前 段雨景眼急手快地 把他捞了起来 动作很小心 护着他把他背到了自己背上 好久没被人背过了 记忆中是已经是很小的时候 那时的父亲还没沾上毒瘾 虽然照旧不怎么管事 但高兴的时候 还是会把小十声 放到背上背着转一圈 迷迷糊糊中 十声还住段雨景的脖梗 柔软的面颊 在男人宽阔的肩背上蹭了蹭 和小十父亲宽阔有力的肩背 很像 但是好像又有哪里不太相同 朦胧中 十声只模糊想到 段雨景身上有股很好闻的香味 不是香水味 有点像五肩晒的暖融融的日光 很令人安心 十声抱住男人的 手紧了紧 又往里钻了钻 一女工作室的工作人员 大多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都夜猫子 大半夜不睡觉 跑酒店大堂 结伴吃泡面的比比皆是 于是很多人都看到了 段雨景背着十声回来的场面 缩面的动作停了下来 段雨景没理会旁人的目光 在十声没注意到的地方 他带人其实并不温和有理 相反还带着些习惯性的疏离和冷漠 只是比起冷酷的大哥 显然还是温柔的翩翩君子 更容易获得十声的青睐 十声困倦地在段雨景提示下 掏出自己的房卡 第一 房门被打开 迎面就看到 小七着急地在房里转来转去 看到他们回来了 立刻兴奋地扑上来 段雨景冷声赤道 坐好 小七阴拧了声 顿时就不敢造次了 听到门口的动静 童连从房间深处走了出来 声声回来了 段总 他看到趴在段雨景身上睡的 急安分的十声 唇角弧度翘了一下 哎呀 怎么就这么睡着了呢 多不好意思 说完却没有任何要上去帮忙 把十声弄下来的意思 段雨景也没开口 他淡淡应了声 亲自将十声送回房 童连拾去地没跟着过去 唯有小七欢腾地往里奔 结果被段雨景随手关上的门板砸了回去 顿时发出委屈的声音 段雨景手里 还提着十声在海滩上玩 从而脱下的鞋子 小心细致地将人放到床上后 段雨景盯着他看了一会 神色柔和下来 他在床边跪下 这个角度能让段雨景更好地接触到十声 没做语举的事情 他只是轻轻握住了十声的手 声音低沉 晚安 说完后 段雨景起身走了出去 房门吱压一声又给关上 床榻上 十声眼睫颤了颤 他睁开眼 眼底清明 没有丝毫睡意 声声 起床了 声声 一大清早 童连的声音就从房间里传了出来 他一个猛子扎进十声房间 掀开他的被子就开始挠痒 十声被烦得受不了 只得睁开眼睛 攥着童连不停作乱的那只手 童连双眼放光 宝贝 今天可是重头戏 快穿上我给你准备的泳衣 去大杀四方 十声困倦地揉了下眼睛 有点打不起精神 昨晚上他失眠 想事情想得脑壳疼 现在其实还有点缓不过进来 你安静点 十声说着 就从床上下来 说道 我马上就起来了 童连催他 快快快 别让你加断总等级了 听到这话 十声身体一顿 脑袋又开始疼了 断余景怎么会 他之前一直都当断余景 是自己好大哥的 这种感受 就好比一个玩得很好的异性好友 某天脑子瓦特了 突然和自己告白 尴尬到连朋友都不想做了 更别说断余景 还是齐也他哥哥 虽说 他曾经不止一次羡慕过 断余景的未来妻子 但这也并不代表 他就想亲自去当啊 两人身份还这么尴尬 察觉到他面色不太对 童连担忧地问道 没事吧生生 你不舒服 没有 十声摆摆手 环顾四周后问道 我们是不是还没吃早饭 嗯那 是这样 童连给他拿了一套长服 先穿这个吧 等吃过早餐了 再跟团去海边 十声点点头 他有点心不在焉 换好衣服洗漱完后 便跟在童连身后离开了 童连表面大大咧咧 实则心思十分细腻 察觉到十声心情不好 可能是因为断余景之后 便不再平凡地提起来了 但内心多少有点伤感 可恶 他的CP还没开始 就要宣告结束了吗 草 段总怎么也不像是会惹生生生气的人 但他加生生 也不像是会主动找事的人 童连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只得放弃 甚至带着十声餐厅角落的位置坐下 来 吃这个 童连殷勤地给十声加菜 结果这顿早饭没吃多久 忽然从两人头顶上 撒下一片阴影 童连烦躁地抬起头 谁啊 结果迎面就看到段余景那张俊脸 童连 他立刻收回视线 着急忙慌地看向十声 十声抿了抿唇 决定把昨晚上 自己其实没睡着的事情 牢牢按在心里 接着便抬起头 礼貌微笑道 大哥 早上好啊 听到这话 段余景眼眸闪了闪 他敏锐地察觉到 似乎有哪里不对劲 但又说不出来 只得带着笑应了声 在餐桌旁边坐下 两人之间隔着一段 十分安全的距离 童连眼观比比关心 十分上道地 放弃了给十声加菜的习惯 十声表面上平静地吃饭 被地里却搜长 刮度了许久 都没找到一句可以说的话 心理因素作祟 十声总觉得 自己现在说啥都显得刻意 他偏过头轻壳了声 在察觉到段余景 立刻投过来的视线后 眼底闪过膜 转瞬即逝的慌乱 段余景收回视线 眼洁微颤 怎么会 段余景竭力装做什么都没发现 想如以往那样 帮十声做些什么 他将一只白灼大虾的壳 细细拨开 蘸好酱油之后 就打算送到十声碗里 但很快就被十声避开了 他为敏唇半 笑道 大哥自己吃吧 我早上不想吃虾 怎么可能 段余景没来之前 他就吃了好几只 单纯为了划清界限罢了 十声觉得 在这种事情上 还是不要给对方 无味的希望比较好 不喜欢就不要搞暧昧 十声仔细反省了下自己 觉得以前他的行为 确实说不上清白 那就从现在开始 拒绝段余景的诱惑 碰了钉子的段余景 将白灼虾放回自己碗里 看着桌上堆积起来的虾壳 他扬了扬眉 到底是没说什么 发现了呀 那他就更加不用 小心翼翼地藏着了 于是 十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再次体会到了 段余景无微不至的照顾 他好像忽然就丢掉了 以前的那些包袱 假装听不懂 十声的弦外之音 段余景的体贴 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 他的阴晴并不生硬刻意 往往表现在 渴了后 适时递过来的温水 手脏了后 递过来的湿巾 以及原本冷硬的表情 在对事后 忽然展开的笑容 就 明明什么都没说 却好像什么都说了 十声脸颊有些发烫 他偷瞄了眼 对面的童莲 想要求助 结果 就发现那二傻子 正表情凶恶的 在虐待一只颗 格外硬的白灼虾 压根没注意到 十声的视线 十声 行吧 果然都不靠谱 他接过段余景 手中的湿巾 撂下一句 吃饱了 就开始往房间走 童莲在原地 哎哎哎了几声 连忙起身跟着跑了 段余景 站在原地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半场才扯出 一抹自嘲的笑 不是 圣圣 你和段总怎么了 吵架了 十声有点郁闷 没吵 我就是 就是昨晚上突然发现 他好像有点喜欢我而已 听到这话的童莲 不是 大姐 你现在才知道吗 十声一脸迷茫 我以前应该知道吗 当然啊 童莲一拍大腿 段总对你那阴情境 但凡长了脑子的人 都看出来吧 没长脑子的十声 他弱弱问道 这样吗 十声觉得 也不能多怪他 毕竟他还没和齐也 分手的时候 段宇景就很照顾他 是那种不险山不露水的照顾 十声此前 一直当他是照顾弟妹 现在 现在可能要改成 觊觎弟妹 不对 段宇景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他的 总不能那么巧的 就是和齐也分手之后吧 十声头又开始痛了 他揉了揉额脚 道 算了 别想那么多 你给我准备的泳衣呢 童莲拿出那两块布 十声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童莲哭丧着脸 把另一套递给他 他嘴里念叨着 如果是因为这个 所以才疏远段总的话 我觉得没有必要 生生 从心就好 你对断总是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十声专注地盯着童莲的脸 半嗓都没说出话来 童莲有点着急 你说啊 别装傻 十声张了张嘴 而后说道 大哥他是个好人 童莲 他艰难道 难道你对他 就没有别的 世俗的欲望吗 文言 十声仔细思索了一会 童莲在旁边加把劲 比如 他身上有什么地方 比较吸引你的 听到这话 十声脱口而出 胸肌 童莲 童莲 他直接一拍手 好姑娘 有前途 童莲面颊上 带着兴奋的红韵 怎么说声声 你涂他身子 你下剑 十声觉得有些委屈 是你先说的 童莲一歪头 我原话 是他身上对你的吸引力 可不是你对他的欲望 十声 他干脆耍赖 反正我不是故意这么说的 好好好 童莲哄着他 你是无意的 接着又画风一转 所以 你怎么看到段总胸肌的 他不是整天都穿得 严严实实的吗 十声一开视线 吞吞吐吐到 反正就是看见了 童莲知道他不想说 倒也没逼 只是转头催促他 赶紧换衣服 然后说道 我看段总对你 应该是认真的 我就说我们生生人美心善 也就起眼那个呆子看不上 童莲语气认真 声声 你能力很不错的 就算没有段总 我们老大也不是最赏识你吗 只要在公司多待一段时间 熬熬资历 我们声声少说也是个总经理 所以声声你完全没必要 觉得自己配不上段总 他朝十声竖起大拇指 你就是这个 见状 十声没忍住露出笑容 他从来没觉得自己 配不上段余景过 就像以前 他也不觉得自己配不上齐也 现在也只是觉得 段余景喜欢他这件事 有点荒谬 毕竟曾经他们的身份 就摆在那里 大哥和弟媳什么的 就算十声能接受 齐家家主和段夫人 也不一定能接受 想到这 他便一阵头疼 怎么事情就发展成这样啊 十声纠结地 看着手里的泳衣 问道 我今天能先不去海边玩吗 童连瞪了他一眼 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 行 行吧行吧 十声麻利地 给自己换上衣服 跟着童连走了出去 一路上 都有人往他们的方向看 也不乏有 蠢蠢欲动的男人 想上来要联系方式的 结果不是被十声无视 就是被童连骂回去 等到了工作室集合的地方 便察觉有道视线 落在他身上 一如往常的温和 但是又带着几分灼热 原本自在大方的十声 突然就有些羞难 他抬眸朝人群中看过去 工作室几十个人聚集在一起 他竟然一眼就看到了段雨景 他站在角落里 前面甚至还有几个人拦着 但那漆黑温润的眸子 在阳光下 近乎有异议声光的错觉 十声脸颊红了红 假装自然地走到人群中去 段雨景走到他身边 低声问了句 冷吗 十声细细感受了下 摇头说不冷 段雨景搭在外套扭扣上的手顿了顿 最终还是没说什么 嗯那声就放下了 女孩子穿什么衣服 是他的自由 不需要他来干涉 但看着周围男士 频繁落在十声身上的视线 段雨景还是感到些许烦躁 内心的阴暗不住翻涌着 以至于他眼底神色深沉如墨 但最终都被段雨景 完整地压制了下去 十声长得漂亮 皮肤白 在阳光下几乎能反光 骨肉云挺 每一处肉都长在他该长的地方 符合世上大多数人的审美 站在人群中 他是最显眼的那个 段雨景目光克制 自始至终都手里的落在十声脸上 酒店里海滩很近 这个点过去 阳光并不强烈 是很舒适温和的温度 正好适合涂点防晒霜 沙滩边已经支起了太阳伞 童连王手里倒防晒霜 招呼道 声声快过来 我帮你全方位多角度地涂上一涂 十声过去了 段雨景也自发跟了上来 他过来的时候完全没思考 就是见十声动了 于是他就也跟了上来 直到十声在沙滩椅上躺下 段雨景才后之后觉得反应过来 好像不太合适 他抿了抿唇 在童连调笑 外加意味深长的视线中 移开了目光 段雨景有意无意地挡在了十声面前 隔绝吊旁人看过来的视线 有他挡着 也没多少人好意思去看 工作室那些同事 投来羡慕艳羡的目光 但没过多久 就被段雨景冷立的目光逼退了 怎么说 就和媒体形容的谦谦君子形象不太一致 童连看着段雨景挺直的背影 心说 男人的劣根性果然都是一样的 骨子里就不喜欢自己的东西被觊觎 尽管段雨景 现在还没明媚分的 压根连吃这种飞醋的资格都没有 十声很乖地 躺在沙滩椅上 任由童连摆弄 他穿着的泳衣 其实是很保守的款式 并不出格 但十声并不靠衣着吸巾 童连把十声抱在怀里 在他身上深深吸了口气 声声 你好香哦 十声觉得疑惑 有吗 当然了 童连想了想 一股花香味 可能是沐浴露的味道 十声说着 就走了出去 段雨景速度极快地跟上 他压根就没想要遮掩 十声走了一段路 就被跟得有点烦了 转过头来问 你没有自己的事情吗 干嘛老是跟着我 段雨景没捎微扬 这里我只认识你 只能和你一起玩 十声不信 你随便去人群里揪一个 他们都愿意做你的至交好友的 文言 段雨景朝四周看了过去 目光还挺专注的 但很快他又收了回来 说道 怎么办 我不想和他们交朋友 十声抿了抿唇 那你就自己一个人待着 说完就朝海滩又前进了几步 段雨景不紧不慢地跟上去 就在十声琢磨着 该如何避开段雨景的时候 身后冷不丁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 昨晚你没有睡着 是不是 十声 十声开始心虚 我睡着了 理直气壮的样子 但段雨景还是捕捉到了 那一瞬间对方眼底闪过的慌乱 他笑了 睡着了也没关系 毕竟这是我自己想要告诉你的 我来这里是为了你 和你那群同事 还有小气都没有关系 段雨景漆黑的谋 流露出温和笑意 如果可以的话 我更想和你单独来一趟海市 没有小气 没有同事 只有我和你 海风呼啸而过 漫天云卷云书 十声只能听见 身后海浪翻涌的声音 站在他前方的男人眼神温柔 就算是在海滩上也穿着考究 质地上乘的白衬衫 将他身上所有肌肤遮得严严实实 但边角处却被海浪打湿 露出隐约的肌肉轮廓 十声的目光在那片地方停留片刻 而后很快一开 他面颊有点红 现在傻子都能听出断雨景话里的意思了 更何况 十声自认为他那么聪明 十声想装作没听见 他转过身去看海 但是已至此 断雨景不可能允许他逃避 男人声音慢悠悠的 逃避可不是聪明人会做的选择 你是想让我直说吗 那么 我喜 话音未落 十声慌忙打断他 可以了 你别说了 断雨景适时地指住话头 杨梅笑道 现在肯看我了 十声瞪了他一眼 说道 你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呀 我本来只是把你当大哥看的 断雨景年底流露出无奈的笑意 他说道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应该没有哪个大哥会对弟妹好成这样 男人一装一剑地数出来 同居 一日三餐按时做 接送上下班 赠送首饰 原本十声觉得很平常 应该是断雨景争作老好人 所以才会干出的事情 被这样说出来之后 顿时就有了点奸情的味道 十声 他打断道 好了你不要说了 断雨景笑容威脸 与其认真了些 当然 我说这些 做这些并不是想逼你就犯 喜欢一个女孩从而愿意对她好事本能 而不是为了从女孩身上得到什么东西 我做这些 仅仅是因为你是你 男人笑了笑 你有充足的时间考虑 同意还是拒绝 选择全都在你手上 如果你不愿意 我不会逼你 断雨景朝时声走近了点 微微弯下腰 认真道 所以 这段时间 能允许我追求你吗 时声 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还有拒绝的余地吗 但是该说不说 这种感觉确实 该死得很爽 天地良心 时声其实到现在都是母胎solo 和齐也不算 他充其量是齐也的保姆 谁知道齐也喜欢上自己的保姆 是什么变态的心理诉求 还从来没人这么郑重地和他表白过 时声安静了一会 然后说道 你想追就追 我说不可以 你就不会追了吗 断雨景笑了 那确实 暗恋这么多年的女孩 好不容易说开了 让他不追 怎么可能 时声盯着断雨景那张俊脸看了许久 而后缓慢地一开视线 同时在心里愣愣地想到 这张脸就也还行吧 勉强够得上 做他男朋友的标准 他们两人从海浪边回来的时候 童连正在和其他同事 待在一起打牌 他抬眼看了时声和断雨景一眼 随即就十分敏锐地发现 他们之间的氛围 好像不太一样了 说不出来具体是什么 但就是不太一样了 童连眼眸微眯 目光在两人身上缩寻了一圈 然后缓缓说句 不对劲 时声知道这姑娘 向来跟狗似的敏锐 于是立刻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道 好好打你的牌 童连委屈地抿了抿唇 打出了一对K 不看就不看 搞得和谁很想看他似的 刚这么想完 他又挟起眼睛 偷瞄了一眼 真香 是在一起了吧 是在一起了吧 这氛围都不太一样了 时声自己倒是没什么感触 充其量就是 断雨景现在做什么都不遮掩了 他刚一在沙滩椅坐下 身边断雨景 就给他挣了正太阳伞 在旁边跟个门神一样站着 时声推了推鼻梁上的太阳镜 好奇地问道 你不热吗 不热 断雨景说 时声看了眼他严实的白衬衫 撇了撇嘴 好吧 你说不热 那就不热吧 躺久了 时声又想去体验摩托艇 断雨景担心 他一个人会出事 于是全程陪在旁边 这一进水 男人身上那件白衬衫 就彻底没用了 尸头的布料黏在肌肤上 细腻的皮肤纹路一览无余 海滩边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有不少目光 都落在了他们二人身上 时声全当没看到 他现在唯一的注意力 都放到了摩托艇 还有断雨景横在他身前的那条手臂上 男人的肤色是偏深的 健康的小麦肤色 和他对比起来 差距尤其明显 跟白雪面前 横成了根玉米棒子似的 还壮 穿着衬衣的时候还不太明显 当衣料被禁湿 袖口挽上去一节的时候 饱含力量感的手臂 就无端让人脸红 声声 站好 时声耳根为红 我站好了 你不要老实说话 可恶 说得他心里痒痒的 很无理取闹的要求 但断雨景没生气 他好脾气地笑了笑 之后的话果真少了很多 断雨景眼眸微眯 目光落在小姑娘烧红的耳根处 他不说话之后 那处的红韵 果不其然就消退了下去 有点可惜 正想着 时声脚下的摩托艇 突然有点不稳当 断雨景伸手帮他掉了条位置 两人肌肤相接 明明海水是温凉的 但断雨景身体上的温度 却烧了起来 他强撑着没有动 时声眼睁睁看着 原本还不怎么听 他使唤的摩托艇 被调教的 让往哪边就哪边 眼睛顿时亮起来 他脱口而出 好厉害 断雨景 你喜欢就好 又教了他 稳住身形的方法 断雨景这才慢慢收回手 刚放开 时声就撒了欢似的 往外边跑去了 摩托艇的轰铃声响起 断雨景站在原地 看着他离去的方向 目光一寸不离 就在这时 他身后响起一道女声 你好先生 请问能不能加个联系方式 我 断雨景看都没看 随口道 抱歉 有对象了 女人朝着他视线看过去 入目便是黄眼的白 他明白了什么 知情时序地退下了 与此同时 距离海滩不远的公路上 王端穿着骚包的花衬衫 兴致勃勃地看着海面上的风景 转头说道 哇 嫂子好漂亮 就是可惜了 某人现在没机会靠近 闭嘴 齐也现在听不得这种话 他狠狠瞪了王端一眼 身后赵修勇手里 举着个专业摄像机 正对着海面上 不知道拍些什么东西 王端没理会齐也 他从后边凑过去 看了赵修勇的镜头一眼 然后满脸嫌悟到 偷拍嫂子 你闭个胆 话音刚落 齐也就凑了过来 脸色阴沉得可怕 拍谁 赵修勇把摄像机递给他 一扬眉毛风轻云淡道 怎么 拍个照片都不准 你是石胜什么人啊 他语气嚣张地要命 明显是不把齐也放在眼里 赵修勇和齐也混在一起玩是必然 毕竟都是金氏的浪荡公子哥 就算不刻意结交 也会在各种场合碰到 但一起玩和互相看的上眼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齐也什么感想不知道 但赵修勇老早就觉得 齐也没眼光 还愚蠢 放着石声 不要跑去宠一个落魄千金 还是家里饭是在国内 混不下去 只能带国外那种 这不纯纯脑子有坑吗 眼见赵修勇 现在没有任何 要遮掩的意思了 王端往行李箱上一坐 接着就准备看好戏 令人没想到的是 齐也现在的情绪 竟冷静得可怕 他没有发飙 也没有和以前一样 说些什么狗摇狗的风话 只是淡淡地逆了赵修勇一眼 然后看着摄像机 镜头里的画面 皱眉道 我大哥为什么在这 谁 齐也不耐烦 我大哥还能有谁 不是 段雨景 王端惊得从后方跳了出来 不是 段总怎么会在这里 他也是跟着石声过来的 不对劲 很不对劲 他跳过去把摄像机抢走 调整焦距 看着相机里的画面 果不其然看到了段雨景的身影 王端的重点有点跑歪 凭什么段总 这个整天做工作室的肌肉 比我们这些整天飙车玩 极限运动的还明显 他极度的眼眶发红 凭什么 重点是这个 赵修勇拍了下他脑壳 你没想过生生公司团建 为什么段雨景会跟着吗 此话一出 三人瞬间安静下来 最后其余两人的视线 通通一向齐也 他们两个就算了 要是段雨景 那齐也未明是真的有点惨 而齐也本人的脸色 已经差得不能再差了 他忽略掉其余两人直白的目光 从公路旁 直接朝着海边走去 于是就在石生玩摩托艇玩累了 打算上岸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的时候 不远处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一股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 催使他下意识抓住段雨景的手 果不其然 下一秒就有一颗十分圆润且难看的脑袋 从后方凑了过来 是齐也 石生手掌紧了紧 他明起唇 语气有些冲 你过来做什么 齐也眼底带着薄力 但面上却露出一个笑容 怎么 不能来 他的目光在石生和段雨景 两人身上缩寻片刻 而后定格在段雨景身上 笑容有些勉强 大哥怎么会在这里 段雨景眸色漆黑 他饶有趣味地看了齐也一会 随后淡淡道 跟团旅游 还挺有意思的 很敷衍地回答 但齐也却不着痕迹地松了口气 还好 没有直接承认就好 虽然石生现在还抓着大哥的手 但只要大哥没有直接确认 就说明 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 毕竟大哥不是给了名分 还藏着掖着不给说的人 齐也收拾好心情 转而看向石生 眼神柔和下来 生生 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他笨拙地抛出话题 但石生显然没有 要和他继续纠缠的意思 我和你很熟吗 他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直接拉着段雨景的手离开 段雨景眉稍微抬 在临走前 给了齐也一个不好意思的眼神 身后仓皇赶来的王端和赵修勇 硬生生从那一眼中 看出了些宣誓主权的威胁意味 王端感到略微有点牙疼 虽然本来也没打算 让自己去玷污石生 但乍然看到这一幕 多少还是感到些许难受 毕竟要争论起来 面对齐也他们 还能争上一争 毕竟都是烂人 谁比谁更烂呢 可段雨景不一样 那是真正洁身自好 德才兼备 龙张凤姿的豪门继承人 和他们这些混日子的二世祖 完全不同 和段雨景争 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王端烦躁地将墨镜甩下来 将眼挡了个一干二净 他看向身旁的齐也 正想问他 接下来该怎么办 就见后者二话不说 就冲了上去 跟在石生和段雨景身后 王端 他舔了舔牙齿 低声吵道 舔狗 操 齐也本人却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骂了 他倔强地 跟在石生身后 我和你不熟 我和你不熟 那我们之间的五年算什么 石生懒洋洋道 算我脑子有病 和我在一起 就让你觉得那么不堪吗 齐也声音哽咽 汗珠从鹅角落下 像有根丝现在 一点点剧断他的心脏 我现在已经改好了 是 我以前是蠢 但我现在知道了 我们和 我们重新认识好吗 石生觉得他挺可笑的 他停下脚步 声音里夹杂着笑意 你说的话 你自己信吗 什么叫已经改好了 搞得跟几天前 在王端发过来的照片上 混得风生水起的人 不是齐也一样 石生微笑道 我们充其量 只是雇主和保姆的关系而已 现在合同解除了 我们就彻底没有关系 你还不懂吗 齐小少爷 齐也是真的不懂 或者说 他不是不懂 只是不想懂 现在的齐也 完全可以用装傻来形容 不 不是这种关系 合同上 写得清清楚楚 是女友 你是以我女友的身份 和我住在一起 不然我凭什么 让一个保姆 和我住在一间屋檐下 身旁 段宇景微微眯齐眼眸 合同 什么合同 石生懒得和齐也在这掰扯 没可能了 你离我远点 连这都要跟来 你豪门公子哥的风范呢 齐也一噎 他顿时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石生也懒得在和他掰扯 连段宇景的手都不拉了 静止离开 段宇景在原地没动 他眼眸微眯 眸色深沉 男人将袖口对折上去 漫条丝里的潮齐也问道 我怎么不知道 你们还有合同 我和他是假玩 和你才是真玩 段宇景的话音落下 齐也半上没坑上 后方的王端和段宇景也意识 到哪里不太对劲 合同 什么合同 他们男女朋友之间 为什么会签订合同 签合同就算了 还保姆 石生一直觉得自己 在齐也那边是保姆的身份 开什么玩笑 王端觉得荒谬 但现在这个气氛 似乎容不得他开口说话 的确是这样 他去了眼齐也和段宇景之间 剑拔弩张的氛围 最终还是石像地退下了 开玩笑 在这个时候凑上 去不就是自讨苦吃吗 还不如趁着这个时间 去找石胜 这么想着 王端果断地转身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身后还跟着赵修勇 原地只欲留下两个人 齐也声音干涩 面上带着些许的慌乱之色 没什么 段宇景看着他 淡淡道 说实话 别让我重复第二遍 他在齐家机威慎重 齐也只要看到段宇景就发出 被这么一下 但却还算硬气 齐也不傻 他知道 这事要是捅出去 他再去追石胜 也没有任何底气了 本就是他一纸合同 强迫过来的关系 中间还将人伤成这样 父母和兄长 只会觉得他懦弱无能 更加不允许他去打扰石胜 齐也现在 已经完全放不下了 他满脑子只有那么歉眼 放弃的念头 只要一出现 便会让他痛不欲生 齐也摇头 咬牙道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这是我和生生之间的事情 你无权探究 也无权干涉 文言 段宇景没第一时间说话 他只用那双漆黑深沉的毛子 盯着齐也 目光压的人 直透不过气来 齐也全身僵硬 后背嗖嗖地往外冒冷汗 其实他也知道 段宇景若是想收拾他 有千千万万种方法 是 父母是很溺爱他 但真正器重的人仍就是段宇景 段宇景做出的选择 他们不会干涉 不会阻拦 再多再多 也只是在事情结束之后 来安慰齐也几句罢了 段宇景不慌不忙 用绝对的 上位者的姿态 亲密着齐也 语气清懒 我记得父亲前些年说 要把你送去M国深造 你还记得吗 话音刚落 齐也全身一僵 M国 那是距离京市 距离华国 都分外遥远的地方 前些天时生 又删了他的联系方式 顺带拉黑 新建的号 也是刚加上 就被拉黑了 再今世还好 他要真去了M国 可就真的再也见不到石生了 爱也好 恨也罢 只要石生还记得他 认得他 那就不算太糟糕 但要是去了M国 齐也眼眶通红 眼底弥漫着雾气 他看着段宇景 问道 我们好歹是兄弟 你就是这样对我的 兄弟又如何 段宇景声音里 没有丝毫偏袒的意思 做错了事就该罚 你七家二公子的身份 并不是你的保护伞 齐也 你被家里养得太任性了 任性 石生也说过他任性 他明明已经二十好几了 为什么还是说他任性 齐也声音发抖 最终 他颓丧道 我说 我都说 石生没去齐也和段宇景 他静止 回了童连带的地方 怎么了吗 生生 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童连刚打牌赢了几百块 正是乐的欢快的时候 石生在他身边坐下 没什么 只是碰到了个 很不想见到的人 齐也啊 童连脱口而出 石生有些震惊 你怎么知道 能让生生讨厌成这样的人 真心不多 齐也孤且算是一个吧 童连的语气 格外理所当然 他伸了个懒腰 将刚赢得的钱里 抽了一百放倒石生怀里 说道 说吧 是不是那个死渣男 又跑来见你了 嗯 石生声音郁闷 你说他何苦呢 我现在 和真的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童连随口说道 可能男人就是贱吧 说着 他又问 段总呢 他没跟你一起回来 石生 他留下来跟齐也说话好像 童连一拍手掌 得 这是要找渣男算账了 石生 他看了童连一会 然后问道 亲爱的 你觉得段总怎么样 童连张口就开吹 玉树林峰一表人才 风度翩翩 幽默多金身事 有理完美对象完美老公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可以跟你说 三天三夜 石生 倒也不必 他有些怀疑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说了当然不能算 童连打来的哈欠 得你自己觉得 你觉得段总配得上 我刚才说的那些吗 石生没思考多久 然后重重点头 配得上 当然配得上 要是段宇景都配不上 那世上还有谁可以 童连 那不就得了 他说道 当然 还是要生生你觉得好才好 你喜欢段总 那你就答应他的追求 不喜欢 那也没必要勉强 童连张口就是彩虹屁 毕竟在我看来 你配玉皇大帝 都是玉皇大帝高攀 石生 他摇了摇头 无奈道 你真是够了 童连笑起来 抱着石生蹭了蹭 石生坐在原地 他是喜欢段宇景的吗 这点还有点商榷 他觉得再怎么样 也不能就这么轻易地答应吧 结婚都得有个求婚的仪式感 段宇景就表了得白 连实际追人的行为都没有 他怎么能如此轻易地 就答应呢 太容易得到的 都不会被珍惜 石生深知这个道理 他决定 先调一调段宇景 就在石生暗自下定决心的时候 前方传来王端快活爽朗的声音 石生 又见面了 石生抬头看了眼 很快又一开视线 见状 王端心下一个灯 他连忙加快脚步走过去 怎么了吗 我哪里惹是小姐生气了 没什么 石生懒散到 单纯不想和齐也玩的好人说话而已 王端 我和齐也玩的一点都不好 话音落下 石生 赵修勇一顿 偏头看过去 王端照就面不改色 我和齐也都是假玩 和你才是真玩 我对齐也不满很久了 真的 要不是因为他发现了我的行程 我都不会和他一起来这里 石生扯了扯唇角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反倒 旁边童连拍了拍手 感叹道 精彩 实在是精彩 石生不知道童连在惊讶什么 你一副看穿了世间所有套路的表情 是怎么回事 童连 有感发意 他一脸的高深莫测 石生觉得古怪 便也不再管他 于是转看向王端 你敢把这话到齐也面前再说一次吗 王端眨了眨眼 我为什么要让他知道 似乎是知道自己这话说得突然 王端挠了脑后脑勺 插开话题道 不说这个了 石小姐 段总怎么会和你一起来海事 不是你们工作室团建吗 文言 赵修勇也从后方凑了过来 他脸上是探究的神情 是啊 石小姐什么时候跟段总关系这么好了 两人堵在石生面前 追问着他和段于景的关系 这种态度本能地让石生感到不愉快 他不爽道 怎么 我和谁玩的好爱着你们了吗 语气有些冲 赵修勇愣了愣 意识到自己问的有些唐突 连忙找不要 那个 我不是那意思 就是单纯想问问 那也和你们没关系 石生眼眸微台 我和你不熟 和王端也只是平常的关系 你们和我说 这些是想表达什么 赵修勇雅然 他不想惹石生生气 偏偏对上他又嘴笨 最后只能木闷地说一句对不起 石生烦躁道 说完了吗 说完了就走 奇了怪了 不过是来团建 怎么老碰到这帮人 石生烦得要命 也不想再和他们周旋了 还不走 王端知道 没有转环的余地了 长叹一声后便打算从这里离开 见人要走 石生不着痕迹地松了口气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赵修勇忽然停了下来 他喊住石生 开口说道 你还记得我吗 石生愣了两秒 你不是齐也他兄弟吗 不是这个 赵修勇低声说了句什么 他抬眸看了石生许久 石生总觉得 他眼神好像很有些深意 但具体是什么 又说不太出来 最终赵修勇提前一开视线 苦笑道 没 没什么 抱歉打扰你了 说完便转过身 背对着石生挥了挥手 是一个再见的姿势 五年前金氏A大 他们其实见过几面 那时的赵修勇 还是一个没被赵家认回的私生子 而石生是艺术系的戏花 人缘好性格也好 社团招生上 赵修勇在大热天 被套在厚重的玩偶府里 热出满脑门满后背的汗 来往的学生中 有人热情地跟他合影 也有人满怀恶意地拍打他 赵修勇为了那点工资 硬生声称了好几个小时 最后历劫倒下之际 看到有双嫩如白偶的手 朝自己伸了过来 彻底失去意识之前 他看清了石生的脸 再后来 赵修勇被认回赵家 被当成二公子 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今时生活实在迷人眼 赵修勇沉迷其中 无法自拔 直到那日 齐也领着一名极为眼熟的女生 来到酒吧包厢 说这是他女朋友的时候 赵修勇才恍然回过神来 他正愣地看了石生许久 下意识推开怀里抱着的女孩 好像已经回不了头了 赵修勇将墨镜撂下来 眺望不远处的海景 王端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骂道 你装什么神尘 赵修勇 你给老子滚 这事说起来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交代完之后 齐也心中莫名忐忑 他甚至不敢抬头 去看断雨景 许久之后 他听见头顶 传来断雨景低沉的声音 你碰他了吗 齐也顿了下 而后老实道 合同上没写 我想过 但是他不让我碰 说到这 齐也还觉得自己挺可怜的 断雨景冷冷看着他 想了许久 最后说到 回去自己去祠堂领发 齐也错愕地抬头 不可置信道 为什么 我不服 明明是你请我愿的事情 你凭什么让我 凭你没有身为齐家人的担当 断雨景垂眸看着他 齐也 自己做的孽 就自己来偿还 你已经耽误了他五年 凭什么还要奢求更多 断雨景厌恶地看着他 你唯一做得对的 就是五年间 没有真的糟蹋过他 男人 将挽起的衬衫袖子放下 眼底下弥漫着一层阴影 还是不要再呆了 我现在不收拾你 等回了齐家 编子我亲自来抽 天空万里无云 童帘拉着石升在海边堆沙堡 他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了一只小海螃蟹 玩心大气地 将螃蟹放在了沙堡最顶上 螃蟹可能也是被晒得有点累了 动了动钳子之后 就没再翻腾 安心当着吉祥物 断雨景过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石升两腿 并着跪在沙滩上 雪白的腹肉挨挤在一起 从腰到腿的线条凹凸有致 流畅自然 显出点微妙的风鱼 叫人不太能坦然去看 断雨景喉咙动了动 仓皇一开视线 他将目光上移 又看到石升将扎着的头发 披散了下来 乌黑的发丝 和雪白的腹肉交相灰映 视觉冲击极强 断雨景咳嗽了几声 没急着打招呼 而是先去海边摊子上 买了几瓶冰水去火 缓过境后 他朝石升走了过去 沙堡的一个小屋顶 抽出空来回了句 堆沙堡呀 你看不见吗 断雨景挑眉 现在看到了 他目光定格在石升乌黑的头顶 思绪不自觉飞得有些远 断雨景是没有处子情节的 但听到齐也那番回答后 他却不可避免地震懵了片刻 男人骨子里的劣根性无法去除 平时伪装得再好 也总会在不经意间 逐渐显露出些许 断雨景头一次真心实意地感觉到 自己不是个好人 他柔了柔眉心 安静地站在石升旁边等待着 毕竟是他守了这么多年的姑娘 只是多追一会而已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石升让断雨景追多久都没关系 只要到最后 石升奔向的怀抱是他就行 夏日的海边温暖舒适 天边云卷云舒 映衬着傍晚海平面上橘黄的晚霞 像是刚调好的一杯墨迹托 色调温和又宁静 海滩上升起了篝火 工作室里的同事们 围着篝火坐了一圈 笑闹声自始至终都没停歇过 这个时候已经有些冷了 脑勺上几缕碎发从鬓角滑落 将流畅的脸型勾勒出一个更加明显的弧度 断雨景坐在他身边 衬衫已经干透 唯有额前还有些湿发 显得他眼神愈加沉愈 有人抱了把吉他再轻声弹唱 众人都很给面子的鼓掌欢呼 石升笑着看了一会 然后想起些什么 凑到断雨景耳边问道 你和齐也都聊了些什么 断雨景目光落在女孩洁白柔软的耳垂上 正愣了一瞬 而后才说道 没聊什么 一些家常 文言 石升略有些紧张地问 你没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他吧 听到这话 断雨景没稍微抬 哦 那你说说 我们是什么关系 听出男人语气里的调侃 石升不甘示弱地说道 当然是追求者和被追求者的关系了 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断雨景微愣 片刻后才摇头无奈地笑道 嗯 你说得对 所以你说没说啊 石升有些着急地问道 断雨景也谋闪了闪 反问 你不想让齐也知道吗 还是说 觉得我们的关系见不得人 我哪有 石升否认 随即郁闷到 主要让齐也知道了很麻烦 他那人就喜欢各种找事 这倒是真的 齐也就是事多 断雨景笑道 那看来你对我们的关系 还挺上心的 石升 他闷闷地不说话了 怎么个事 好像又被断雨景绕过去了 石升偷偷瞥了眼断雨景 想起今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断雨景就跟长在他身边了一样 几乎是寸步不离 他好像非常想要个名分 石升眨了眨眼睛 断雨景他 好恨家哦 他强迫自己 将目光转移到篝火上去 同事们已经开始把烧烤用具拿出来 将处理干净的海产品 放到烤炉上 开始制烤了 香料一洒 扑鼻的香味散发出来 把旁边铜莲馋的口水 都要流出来了 他一个人孤身闯入其中 爆了三大盘的烧烤回来 给自己 石升 还有断雨景 一人一盆 快吃快吃 吃完了再去抢 不然就被抢没了 夜间烧烤成功把气氛 推上今晚的另一个高潮 只是他们都没能在海边待太久 天气说变就变 刚还是晴朗爽快的天气 等天彻底黑下去之后 空气便越来越湿润 海风中也多了些其余的气味 要下雨了 看远处聚集的乌云 估计雨势还不小 童连抓紧时间 多往自己嘴里扒了几口烧烤 正要去拉着石升回酒店 就看见石升黏黏地 把装了一小半烧烤的烧烤 递给断雨景 声音可怜巴巴的 吃不下了 断雨景什么也没说 三两下解决掉这些烧烤之后 站起来拉着石升的手就走 童连 这小两口压根不需要他呢 他摇了摇头 决定再给他俩制造单独相处的时间 于是刻意落后了好几步 将三人的距离越拉越远 期间 童连似乎还看到断雨景回过头 递给了他一个欣赏的眼神 童连 原来断总也是心机男人 走到半路上 石升总觉得自己应该忘了什么 但断雨景忽然就变得很画牢 总是能提起话题 让他把刚要想起来的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 于是一直到回到酒店刷房卡进去 看到空荡荡的酒店房间之后 他才猛然反应过来 不对 童连呢 他亲爱的姐妹去哪里了 断雨景一脸淡然 不知道 可能是走慢了 还没回来吧 而且 童行有很多你工作室的同事 他不会有危险 我担心的是这个吗 石升有些绝望 我没有等他就提前离开了 他回来之后 肯定要生气的 文言 断雨景想起那姑娘自发后退的模样 温声安慰道 不会的 放心 石升一脸笃定 他会的 断雨景一善 那好吧 他说着便转移话题 朝石升张开双臂 脑袋微微弯起 笑盈盈地问道 今天伺候了石 小姐一整天 不打算给我点奖励吗 石升眨了眨眼睛 他靠在门框上 神色看起来天真无比 是你自己要伺候的 又不是我主动提的 而且你说了 喜欢一名女孩 是心甘情愿对她好 而不是想从她身上谋求什么 段大哥 前后矛盾了 断雨景沉引了一会 嗯 是这样 他摇了摇头 笑容温雅 可是我想要的 只是一个拥抱 这样也不行吗 男人谋色深沉 和往日在商场上 运筹帷幄的样子 大不相同 他张开双臂等待的样子 颇有些傻气 此时 那张挑不出任何错处的俊脸 正微垂着 薄唇明起 很有些不报就不离开的耍赖模样 要是换个人 石升可能会觉得他无理取闹 但面前这个是段雨景 他奇异地没有生出任何反感的心思 石升脸红了红 你闹什么呀 赶紧回去 段雨景声音低下来 尾音甚至有些发颤 听起来可怜的要命 真的不可以吗 石升在原地站了一会 然后又看了他许久 可恶 只是抱一下而已 又不会少块肉 这么想着 他心一横 往前走几步 直接将自己 送进段雨景的怀抱 双手环抱过段雨景的腰 几乎是下一瞬 石升就感觉到 自己被整个包围起来 男人温热的体温 从肌肤相接的地方传递过来 鼻尖是清爽的海盐气息 男人胸膛宽阔 被完完全全地掌控着 这个拥抱很紧 石升脸颊稍红 他甚至能感觉到 男人正低着头 鼻尖 唇瓣 还有下颌 都抵在他头顶 密不透风的拥抱 终于被放开的时候 石升觉得自己的体温 停留在了一个 极其灼人的温度 酒店走廊深处 开了一扇窗 此时清浅的月光 从窗口洒落进来 将石升脸颊上的 红韵照得清清楚楚 女孩看上去有些羞难 被放开后 眼神飘忽 左看看右看看 就是不看断雨景 断雨景倒是脸皮厚得很 漆黑的眸 专注地定格在石升身上 欣赏着对方的囧态 石升被看得有些生气 你抱完了 还不回去吗 闻言 断雨景语气忽然低沉 窥探道 刚抱完就要被赶走 我好可怜啊 石升气恼 你好无聊啊 说完就转身走进自己房间 装作十分绝情的样子 要立刻把门关上 但临到那时 女孩又停下来 一张雪白的小脸 半边掩在门板后面 可能是皮肤太白的缘故 她眼眶周围都是红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断雨景禽受欺负她了 小姑娘很小声地说了句晚安 然后才把门彻底关上 断雨景在门外站了一会 也低声到了晚安之后 这才离开 童连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二十分钟之后了 她在路上玩的风 还喝了点小酒 进门的时候 晕晕乎乎的 但当童连看到石升之后 她那点酒精 一下子就醒了 将石升上上下下 打量了一通之后 童连笑嘻嘻地问 生生 刚才干嘛了 脸这么红 石升狐一地摸了把脸 很红吗 不至于吧 已经过去很久了 你脸皮薄退的就慢 童连说着 一把坐到石升旁边 来 和姐姐说说 我不在的时候 你和段总做了什么 打拨了没有 石升刚要往下退的脸色 又有升起来的趋势 你不要乱说 我可没有乱说 童连伸了个懒腰 今天在海边上 段总和你表白了 石升抿了抿唇 没说话 不说话就是默认 童连兴奋的身上汗毛 都竖起来了 OMG 我的小生生 你是一生不想干大事啊 他真心实意地 朝着石升竖起大拇指 你以后要是嫁入豪门了 可千万不要忘记我 这个与你共欢难 走过来的好闺蜜 车子 我也不要太贵 劳斯莱斯就很好 房子 我也不要太高端 汤尘一品就很妙 至于其他的什么 LV香奈儿巴黎世家 我也不是那么虚荣的人 你钱给一下就好了 石升 他无语 你大白天的 做什么梦呢 童连挺起胸脯 我的要求很过分吗 他亲热地搂住石升 声声 你和段总把日子 过好比什么都强 石升无奈 不要乱学网上的烂梗 童连哼了声 他在床上不想动了 人生由此闺蜜足矣 他还需要奋斗什么 好不容易把这个话题掠过去 两人准备洗完澡就去休息 童连一把游戏正在打团 便催着石升先进去洗 石升围着玉京走进去 头发用鲨鱼夹夹起来 刚拧开花洒开关 却发现没出水 他愣了下 然后试了好几次 发现这花洒 好像真的坏了 童连听到动静后 就举着手机进了浴室 让我看看怎么个事 他绕着花洒看了一圈 然后说道 打电话问问前台 两人联系了酒店的工作人员 对方了解情况之后就说 现在太晚了 维修工人过不来 问能不能今晚先去别的房间 对付一晚 明天早上 他们就派维修工过来修花洒 石升正犹豫着 要不要答应 童连眼底忽然亮起诡异的光 一口答应下来 好好好 麻烦你们哈 接着挂断电话 石升缓慢地眨了下眼睛 然后慢吞吞道 我们旁边就是女同事的房间 我可以去那里问 去那破的做什么 童连打断他 为什么要舍尽求远呢 你看看我们对面是不是段宇景 石升沉默了一会 你管 这叫舍尽求远 童连阵有词道 你不是说段总现在在追你吗 那这起步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什么机会 他追我的机会吗 童连摇头 当然不是了 生生 是你考验他的机会 石升 童连语气激动 在这个夜凉如水 激情似火的夜晚 我们的女主角 生生因酒店房间的花洒出了故障 于是到男主角段总的房间内 接浴室一用 此刻 正是考验男主角道德和人品的最佳时刻 到底是恪守礼法 还是狼性大发 让我们敬请期待 今晚九点半的大型纪录片 石升摇着童连的肩膀 强迫他闭嘴 你能不能正经点 童连一脸无辜 我已经很正经了 眼见石升还是不赞同 童连赶忙说道 我说真的 圣圣 难道你不想试试吗 看看段总的真面目 石升老实道 段总是好人 好人可以伪装的呀 童连认真说 事实到底如何 还要看你今晚的表现 话音刚落 小七就在两人腿边叫了两声 像是在赞同 石升一点点被哄骗 既然小七都同意了 那他确实应该去 考验一下段余景 听说男人骨子里都是坏东西 如果今晚段余景 有一丁点不对劲 他就 他就 他就做什么来着 石升有点搞不明白了 但不等他想清楚 自己已经被一人一狗 给推出了酒店房间 都到这一步了 石升干脆镇定地 走到段余景房间门口 然后轻轻敲了两下 敲完门 他才反应过来 自己身上现在只围着玉京 石升猛然一惊 顿时就开始后悔 一边祈祷这两声段余景没听到 一边琢磨着打道回府 结果这个念头刚蹦出来 面前的门板就被打开了 石升吓了一跳 打了半天的副稿脱口出 我房间的花洒坏了 请问我可以建立房间的浴室 用一下吗 话音刚落 他目光就停留在了段余景身上 随即正住 段余景他 同样只为了条浴巾 男人明显比他要更随意一些 浴巾只为了下本身 上本身是裸着的 可能是刚洗完澡出来 段余景头发还湿着 水滴从发烧流淌到脖梗 锁骨然后是胸膛 十分完美且美形的肌肉线条 石升学的艺术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也做过时装设计师 对于人身体三围的测量 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来 段余景的胸围 目测应该在102左右 石升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现在自己震惊的心情 为什么会这么大 石升完全移不开自己的目光 就那样愣愣地盯着 再往下一点 是垒块分明的腹肌 整整齐齐的八块 不多不少 不偏不倚 男人整个上半身 呈现出十分完美的倒三角形状 上宽下窄 肌里细腻 肉眼看上去尽受有力 都一不开视线 一直到段余景含笑的声音响起 在看什么 石升才猛然回过神来 他脸还红着 在开口时 还有些结巴 没 没什么 段余景眼底性味盎然 他端向了片刻 并不矜持的小姑娘 随即往门后退了几步 不是要接浴室吗 进来吧 石升僵硬地走了进来 他脸颊稍红 几乎都快忘了自己的装扮 其实和段余景差不了多少 但失态的 却好像只有石升一个 段余景仍旧是彬彬有礼 毫不于举的样子 石升觉得丢脸 可恶 说好的来测试段余景的道德观呢 怎么现在把持不住的 变成他自己了 干 内心在如何咆哮 表面上石升 还要装作冷静的模样 找到浴室走进去 女孩说话磕磕巴巴的 我借了你的浴室 你不会觉得不方便吧 不会 段余景笑着说 能帮到你 我很高兴 但不知为何 石升看着他唇叛的笑容 总觉得这男人 现在似乎有些不怀好意 可具体是什么 他又说不太出来 最终还是一声不吭的 老实进了浴室 带门板关上 段余景面上神情 才松懈下来 他低头看了眼 摇头苦笑着 从浴室门口离开 段余景想 是不是他平时表现得太好了 才会让石升这样毫无防备的 只围着浴巾就来敲门 但事实上 无论平日里表现得在温厚油里 脱下了那层外衣 他也是个实实在在的男人 是男人就有欲望 段余景这种单身了近三十年 还搞了场漫长暗恋的老男人 尤其如此 他有些烦躁地将额前头发撩起 正准备去换身体面的衣服穿上 却在下一秒停下脚步 段余景不知道都想了些什么 于是 等石升匆忙洗完澡出来 身上严严实实穿着丝绸睡衣的时候 就看到段余景仍旧围着那条浴巾 坐在床上翻看着一本极其厚重的书籍 石升的眼睛又不争气地一步开了 怎么说 段余景的胸围真的是极品 他轻咳了两声 然后红着脸问道 你不穿衣服吗 段余景将书本合上 看过来的那双眼睛漆黑温润 笑容透着点不明显的脚霞 声声 现在是晚上 我过不久就要上床睡觉 顿了下 他说道 我习惯裸睡 石升 好吧 男人裸睡的确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 但是 他眼看着段余景 抬腿从床边走到他面前 行走时 腰部牵动着大腿 腹肌也随着呼吸一股一股的 莫名抓人眼球 石升想要矜持地一开视线 但男色或人 对于石升这种 从来都是安分守己的小女生来说 这简直是比五百万还要牛逼的诱惑 他根本移不开自己的眼睛 他故作矜持 你没穿衣服 最好不要离我太近 段余景看着石升几乎快要粘过来的眼珠子 好笑道 我要是硬要靠近呢 那你就等着清白不保吧 石升恶狠狠地说道 段余景眉毛一扬 觉得面前这小姑娘 显然是还没有搞清楚现在的状况 他们两人到底是谁清白不保 显然还有带商权 不过 段余景倒是很乐意多欣赏一会石升被他勾住的模样 他压低声音问道 那你说说 是怎么个清白不保法 石升红着脸 呲牙咧嘴故作凶狠道 你 你停下来 段余景不听 他盯着石升看了一会 然后轻巧地抓住石升的手 将之放在了自己的腹肌上 石升一瞬间就愣住了 段余景轻笑 眼睛都一不开了 不考虑直接上手摸吗 理智告诉石升 他现在应该宁死不屈 高贵冷艳地将自己的手抽出来 并怒斥段余景不守难得 但掌心那温热景色的触感实在太舒服了 石升是个诚实的孩子 他不想放手 两人一时间谁也没有动 石升手指拳了拳 修剪整齐的指甲在肌里上划过 段余景身体不受控制地动了动 男人呼吸陡然粗重起来 石升咽了咽口水 后之后觉得要把手收回来 结果刚稍微动了一下 就被段余景按着手腕压住了 他声音低哑 不多看看吗 男人语气带着诱哄 目前为止 这里只有你一个人看过摸过 不多待一会 等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石升浑浑噩噩地 从段余景房间出来了 他打开自己的房门 整张脸红得跟猴屁股一样 身体热度烫得出奇 童连看到他的第一秒 就从床上弹射起来 什么 段余景真的对你动手了 石升恍惚道 没有 他没有对我动手 是 是我动手了 童连 石升痛苦且自责道 是我 是我轻薄了他 这下童连极感兴趣地凑过来 你这么掉 来 和姐妹说说 你是怎么轻薄断总的 石升摇头不说话 他走进自己房间 将整个人都埋在枕头里 回想着之前发生的事情 段余景那斯 好像完全不懂什么是羞耻一样 他抓着石升的手 从腹肌游荡到胸膛 将整个上半身都摸了一遍 男人呼吸粗重 眼神却很温柔 唇边笑容自始至终都没退下来过 到最后 石升猛地不知今夕何夕 段余景身体也有了反应 当时他下意识要低头看 结果还没动身 就被段余景卡着下盒拦住了 他不让他看 男人粗糙的指腹 在石升柔软的面颊上 刮蹭了一会 低声说了句 该回去了 便将石升带到门口 拉开房间的门板 石升临走前 还傻不拉几地问了句 那你怎么办 段余景眸光沉沉地看着他 但笑不语 好一会才挑逗般说道 你要是想看 现在再进来 也不是不行 最后石升当然没有选择进去看 那和羊入虎口 有什么区别 他把自己包裹进被子里 脸颊烧红 过了许久才缓过进来 正当石升打算就这样睡过去之后 床头的手机忽然响了 这个点给他发消息的 还能是谁 鉴于刚才暧昧湿热的气氛 石升现在很有些警惕 过了好一会才 爬起来去购手机 点开之后 发现果然是段余景发过来的消息 但和他预想中的撩拨不同 对方好像忽然又穿上衣冠 恢复成了以往温和有礼的模样 发过来的只有短短两个字 晚安 石升盯着手机界面看了许久 这才动动手指 在键盘上同样敲下几个字来 晚安 好梦 今夜的海市 在无人知晓的凌晨下了长雨 雨水稀稀利利地落下来 又密密扎扎地砸在地板上 溅起一朵朵水花 这长雨持续到了早上八点 石升醒过来后 就打开窗户网看 漫天都是水痕 窗户和天际 都弥漫着一层浅薄的水雾 朦朦胧胧 看海都看不分明 只能瞧见模糊的蔚蓝色分界线 今天还能去海边吗 石升悟自想着 换好衣服洗漱完就出了门 他没叫童莲 对方有赖床的习惯 放假不睡到十点多 是不会起来的 石升决定 先去酒店给童莲预定一份 十点多送到的早餐 结果刚一出门 就撞见了段雨景 两人脚步齐齐顿住 对方这下装得像个人了 衣冠楚楚 眉目俊朗 唇边笑容温和 段雨景朝他打招呼 早上好 石升神情有些慌张 木讷地点了下头 就打算逃跑 段雨景没说什么 媒体昨晚的事情 也没多于追问他 跑这么快做什么 只不紧不慢地坠在他身后 目光定格在石升身上 偶尔才会敷衍地 回应旁人的招呼 不太懂这人 为什么不觉得尴尬 石升赌气地想 他的脸皮就这么厚吗 居然能装作 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跟在他后面走路 难道他就一点都不在乎 自己的清白吗 身为一个男人 连腹肌都被别人摸了 简直不守难得 虽然摸他腹肌的这个人 是自己 石升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静止跑去了酒店吃饭 顺便和适者 吩咐了十点左右 送份早餐去604 这个点来餐厅的人 不多也不少 石升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低头吃着餐食 段雨景胃口一般 坐在了石升的对面 两人都没说话 一股奇怪的氛围 在两人之间弥漫 属于是外人一眼 就能看出来的程度 混杂这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石升偷偷抬眼去了 段雨景一眼 原本是想观察观察 对方的神色的 结果眼神一个匹刹 静止朝男人的胸膛看去了 好像即便穿着衣服 那里的弧度 还是很明显 不对 他想到哪里去了 草 都怪昨晚段雨景 非要拉着他的手摸来摸去 这下好了 把他这个纯洁的小女孩 都弄得心术不正起来了 一切都是段雨景的锅 石升低头吃饭 面上的红韵愈加明显 段雨景看在眼里 却只是笑笑 什么都没说 这安静的气氛 一直持续到他们桌边 忽然坐下一个人 一个男人 应该是石升的同事 只不过平常好像不怎么说话 石升对他没什么印象 那男的一落座 就开始和段雨景套近乎 段总 我是和石小姐一个办公室的 我叫李某某 听说段总您喜欢收集名表 前段时间 我女朋友送了快表给我 您能不能帮我看看 这表是不是A货 殷勤太重 石升轻微皱起眉 转而去看段雨景的表现 段雨景显然也察觉到了 他神色淡淡 说道 你女友送的礼物 不想着好好珍惜 先送过来 给别人看看真假 话音落下 男人显然是有些尴尬 但很快就调整过来 自顾自地说 那不是他说 这个是牌子货吗 叫什么理查德 我上网查了一下 好像挺高端的 他的经济水平 也买不到这么贵的表 我也是怕他被骗了 说了一大堆 段雨景 便往他手上那块表看了眼 见状 男人连忙把手表递过去 段雨景没接 他手里握着筷子 连身体都没倾斜 只眼神移了过去 几秒钟后 段雨景 真的 闻言 男人惊奇道 真货呀 我去 他手指抹扎着表盘 连忙紧紧握在掌心 脸上的褶子 都散发着高兴的气息 但眼底又很快 弥漫上一层愤闷 我女友拿不出这么多钱的 也不知道是在外面 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话音未落 时生就把筷子一放 不满地 看向这个信里的男人 被声音吓到 那男人身子抖了下 善善道 怎么突然生气了 他说了声对不起 然后嘟囔了几句 不知道是什么的话 最后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名片 一遇递给段雨景 段总 今天多谢你了 这是我的名片 还望你以后 不用 段雨景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他慢悠悠地转过头 声音低沉 我不太想和你这种 拿了自己女朋友好处 还要百般刁难的 孬种打交道 男人身体一僵 想交好的心思落空 他脸上浮现出 尴尬的神色 时生看着他 还不走吗 是想等保安亲自来碾你 男人表情扭曲了一瞬 朝着两人点头哈腰片刻 便步履匆匆地走了 时生撇了撇嘴 怎么老友 这种恶心的男的 动不动就造别人黄瑶 讨厌死了 说着就重重插了下碗里的饭 文言 段雨景敏锐地察觉到什么 掀起眼皮看向他 经常 你被人造过黄瑶吗 这话一出 时生就愣了下 他就随口说了下 怎么他一下子就猜到了 时生抿了抿唇 然后老实道 室友 就是去京市机场的那段时间 有同事对我说了不好的话 说完又补充道 不过 我已经骂回去了 他现在出来完都躲着我 怂得很 段雨景神情淡淡 眼底神色阴郁 嗯 知道了 他口中的知道了 在此刻就意味着 有人要倒大霉了 时生还不知道 他正解决着碗里的 最后一根花椰菜 口袋里手机忽然响了 他捞出来看了眼 发现竟然是段雨宁 发过来的消息 生生 看你朋友圈 你们公司在团件事吗 我好像还看到了小景 生生 小景 现在和你在一起吗 看到这句话的一刹那 时生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满脸都是心虚 下意识将手机用力 倒扣在桌面上 察觉到他的动静 段雨景若有所思地 抬起头来 温和问道 怎么了吗 时生没答 他如临大敌地 盯着桌面上的手机 看了好一会 过了许久 才在段雨景疑惑的目光中 重新拿起来 时生眼洁微颤 盯着聊天界面看了许久 手指落在键盘上 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 他好心虚啊 虽然也不是他先开的口 但段雨景身为企业他亲哥 却来追前弟妹这种事 怎么想怎么奇怪 段雨宁是很开明的家长 但时生也不确定 他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段雨景开口说道 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吗 可以试着交给我看看吗 文言 时生忧愿地抬眸看向他 半赏都没打话 过了不知多久 他才念念道 不需要 段雨景愣是从里面 听出来了一些怪罪的意思 他微台眉梢 实相地闭嘴 默默观察时生接下来的行动 时生做足了完全的心理建设 这才一点点敲字回复 是的 段夫人 段大哥 说他也想去海市玩 就跟着我们公司一起去了 谨慎地发完这一段 时生猛地将手机关上 撑着下巴 若无其事地看向窗外 餐盘里一大堆没吃完的食物 都顾不上了 过了差不多一分钟 手机再度传来叮当声 时生紧张地打开手机看过去 出乎意料的是 段雨宁似乎并没有想太多 回复如同以往一般 亲切随和 这样啊 小景确实很久没有好好出去放松过了 既然你们在一起 有什么不方便的 直接吩咐他就是了 男子汉大丈夫 本来就该多做点事 更何况 还是他死皮赖脸 要蹭你们的公司团建 声声 别客家 他该干什么就让他干 要是小景欺负你了 和我说就是 时生看着这两段消息 感到了些许莫名的熟悉感 好像以前 段雨宁这么说的时候 主人公都是他和齐也 现在倒是变成他和段雨景了 时生感动地想到 段夫人真是好开明的家长 好随和好亲切 如果段夫人真是他娘就能好了 想到这 时生叹了口气 真诚地回复了谢谢之后 就关上了手机 与此同时 段雨景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动作微顿 察觉到对面小姑娘看了过来 段雨景露出一个温和的微笑 稍等 我出去接个电话 时生眨了眨眼睛 想到了什么 小声问道 是段夫人打过来的吗 段雨景看了眼手机 摇头道 不是 是商业伙伴 估计是我出来这段时间 又开始着急了 失陪片刻 文言 时生不着痕迹地松了口气 那好 你先去吧 我就在这里等你 好 段雨景拿着手机走出餐厅 男人衣着很休闲 大衣单薄 趁得整个人身高腿长 比例极好 站在寂寥的沉间 像是一颗鼻体而立的血松 段雨景按下接通键 将手机放到耳边 沉声道 妈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时生发现 段夫人对他好像格外关注 总是隔一会就来问他玩得怎么样 开不开心 然后旁敲侧击地问一问段雨景 对他怎么样 看着跟在自己身后寸步不离的段雨景 时生老实地说 段雨景对他很好 就差没连吃饭也亲手喂他了 段雨宁这个时候 就会连连点头 说起段雨景的时候 语气里却不知怎的有些嫌弃 段雨宁叙叙叨地说 声声啊 段雨景 这个人从小就轴 认死理 以前没交好的事情 做事情有些 有些极端 要是他突然发疯 你直接和我说就好 听到这话 时生转头去看段雨景 对方身子鼻挺 神色温润 见他看了过来 便下意识露出微笑 轻声问 怎么了吗 时生觉得段雨宁说的有些绝对 如果段雨景还不是正常人 那世界上就没有正常人了 于是他郑重地对段雨宁说道 不会的段夫人 大哥人很好 不会做出格的事情的 与其笃定 态度认真 对面段雨宁沉默了一会 在开口时 就含糊地把这个话题绕过去了 一连三天的海边旅行 圆满结束 众人精疲力尽地 迈上了回家的旅程 出于这两天的习惯 在登上飞机前 时生给段夫人发了条 他们要回京市了的消息 段雨宁回复得很快 并且热情邀请时生 去骑宅做客 看到这条消息 时生犹豫了一下 然后转过头去看段雨景 小声说道 大哥 段夫人邀请我去 你们家做客 段雨景目光 在手机屏幕上定格了一会 眼眸微变 但很快又平静下来 反问道 那你怎么想 时生抿了抿唇 垂下眼睫思考了一会 他穿着面料柔软的T恤 头顶是毛茸茸的宽颜帽子 趁着女孩温吞又柔软 大约过了半分钟 时生低声说 我反正是觉得不合适 顿了一会 他又补充道 挺尴尬的 骑宅说不定还有骑也在 到时候三个人对上面 旁边还有骑明德和段玉宁 想想多怪尴尬 反正时生是不想 段雨景看了他一会 眼眸沉黑 半晌后轻声哄道 没事的 只是去吃个饭 而且骑也这段时间 被关在祠堂反省 客厅房间都不能回 你们碰不上面 闻言 时生有些许的动摇 真的吗 嗯 段雨景说 母亲他很想你 想到温柔的段玉宁 时生咬着唇露出 犹豫的神色 过了不知多久 时生才泄气般说道 好吧 我下飞机 就和你一起回汽宅 他不安地 抓着段雨景的手臂 那你也要注意一点 不要太 太那什么 不要对他太殷勤 太暧昧 不然段夫人会看出来的 段雨景失笑 他揉了柔时生的发顶 好 从海市直达京士的飞机落地 段雨景双手都提着行李 带着时生上了机场外 来接他们的专车 到达奇斋后 段雨宁兴奋地朝时生招手 他站在门廊外 看着段雨景替时生打开车门 手里提着属于时生的行李箱走过来 段雨宁看了看段雨景 又看了看时生 亲热地拉着时生到沙发上续了回酒 没过多久 他就让时生先在客厅和小气玩会 他和段雨景上楼有话要说 时生坐在沙发上 文言乖巧地点头 好 段夫人去吧 哎 好 母子俩从沙发上站起来 朝着二楼走去 一进房间 段雨宁就收了脸上的笑 落在段雨景身上的眼神冷且凉 跪下吧 说吧 什么时候开始打的主意 段雨宁翘着腿坐在椅子上 神情有些阴沉 保养得当的葱白手指交叠在一起 使妇人看上去更加威严 她平常都是很温和的模样 如今显露出严肃的一面 才更让人意想不到 看着丛容跪在地上的长子 段雨宁心中欲气 她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 段雨景神情一如既往的沉静 并没有因为自己堪称离经叛道的行为 感到丝毫愧疚 她沉声道 记不清了 记不清 那说明很早就开始了 段雨宁钻井手掌 深感疲惫 其实不用段雨景说 她也应该能猜到 段雨景并非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她小时候英语 偏执 不爱说话 做事也十分冲动 尤其是齐也刚出生那几年 齐家父母为了照顾齐也 忽略了段雨景 让她更加不喜与长辈接触说话 好在后来 他们及时将段雨景的脾性纠正了过来 可那也不能算是完全纠正了过来 段雨景如今待人 虽然称得上温和有礼 但骨子里的疏离和冷漠 是做不得假的 这样一个人 却从石生刚进齐家家门的时候 就从各方面都多加照顾 侄子莫如母 段雨宁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 如果段雨景照顾石生 仅仅只是因为一个弟妹的身份 那早在他和齐也分手的时候 段雨景就会毫不留情地 和石生斩断关系了 因为在段雨景的观念中 像石生这种从小不在圈子里长大 毫无人脉关系的普通人 是段没有资格融入进他生活的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就算石生已经和齐也分手了 还是年年乎乎的 和跟在石生身边 早就应该有发现的 段雨宁气急 骂道 你真是心思肮脏 段雨景不卑不亢 应道 是 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段雨宁多久没见到了 上次看到段雨景犯这样的混账 还是他六岁的时候 非要把身受齐名德宠爱的 海王八顿汤喝了的时候 简直无法理喻 段雨宁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自己现在的心情 虽然 他以前的确想过 如果石生喜欢的人 不是齐也 而是段雨景 那该多好 毕竟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段雨景都比齐也的条件 要好上太多 尤其是前段时间 齐也干的那些混账事 若是换成段雨景 肯定不会让那样的事情发生 也绝不会让石生受委屈 可事情真的发生了 他又觉得荒谬 哪有身为大哥 却喜欢上弟妹这样的事情 喜欢就算了 听段雨景的意思 还是蓄谋已久 段雨景倒是不担心 这是传出去不好听 他气就气在段雨景这样 是不是压根就没考虑到 石生的感受 不管怎样 段雨景都是齐也的哥哥 齐也做出那种傻事 想也知道 石生不会原谅他了 结果刚分开没多久 段雨景这个和齐也 有着血缘关系的大傻蛋 就巴巴地凑上去了 这都什么事啊 段雨景揉了揉额脚 严肃地问道 你是认真的吗 段雨景毫不犹豫 是认真的 男人抬眸看向自己的母亲 声音沉静 母亲不放心我 段雨景气笑了 你这样 教我怎么放心你 石生几周前都还是你弟妹 嗯 段雨景漫不经心地应了声 然后问 那又怎样 是他弟妹 他就不能下手了吗 更别说现在已经不是了 段雨景闭了闭眼 甚至在心中 盘算着 要不要从墙角拿藤条出来 抽段雨景一顿 但转念一想 又觉得段雨景都这么大 28岁 不是小伙子了 和齐也那种混账成性的家伙也不一样 又有点下不去手了 想了半天 段雨景的眼神变得忧虑 他看向段雨景 问道 小景 你对声声是真心的吗 明亮的房间中 男人双膝跪在地上 脊背挺直 眼眸黑沉 沉稳内敛的五官绷紧着 他从来都是威严稳重的 无论说什么 都很让人幸福 他盯着段雨景的眼睛 淡淡反问 我看起来不是真心的吗 段雨景别过眼去 声音低且沉 我遇见石生的时间 可比齐也要早上许多 只是石生不记得了而已 不过没关系 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他会亲自创造出 独属于他和石生的未来 楼下 石生坐在沙发上 手里握着小七 强硬塞进来的爪子 颇有些心不在焉 不知道段夫人 和段雨景上去聊什么了 但就是莫名地感到心慌 总觉得 好像他和段雨景的关系 会暴露出来 然后段夫人 说不定会很生气什么的 忐忑不安的 石生将小七 凑过来的脑袋推出去 严肃地问 小七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你主人要追我了 小七歪着头 吐着舌头 看起来一脸无辜 然后夹着嗓子汪了声 石生 我和你说正事呢 你不要卖忙 小七扶低身子 把前掌从石生手里抽出来 双手抱头 正正好拦住耳朵 一副装死 也要捍卫主人秘密的模样 石生 他撇了撇嘴 说道 和你的主人一个德行 文言 小七不满地汪了两声 表示他和主人财不一样 主人明明比他狗多了 就在石生和小七 鸡同鸭讲 双方都不在一个频道的时候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 石生连忙回过头去 发现是段宇景 他提着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朝段宇景招了招手 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小生问道 段夫人没发现什么吧 文言 段宇景眉梢围台 故意问 发现什么 我们的关系啊 石生说 段宇景嘀嘀地笑出声来 他靠近石生 目光落在女孩飞红的脸颊上 问道 亲爱的石小姐 我们的关系很难以启齿吗 还是说 我已经直接跳过追求者的身份 成为了你的正牌男友 所以你才会那么害怕 被我母亲发现 男人语气意味深长 在家长的眼皮子底下偷情 石生完全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毛子水润起来 是被气得 脸颊浮上红韵 愤恨道 你又在乱说什么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 小姑娘生气了 看起来也没有半点攻击性 男人眼眸微锤 漫不经心地看着石生控诉自己 时不时点两下头 实际上连他说了什么都不知道 目光只在女孩明亮的眼睛 和湿红的唇瓣上打转 十足的禽兽模样 偏声石生还没意识到 断雨景的罪证一条条裂出来的时候 身后忽然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 你怎么在这 齐也是背着满身伤痕 从祠堂里跑出来的 此刻奄奄一息 结果还没来得及休息 就在客厅看见了许久未见的石生 他面前还站着断雨景 两人距离极近 他大哥眸子垂着 虽然面上没什么表情 但齐也太熟悉他了 那分明是纵容又愉悦的神情 患在以前 断雨景对谁这么和颜悦色过 齐也大脑当机 脱口出道 你们 你们在干什么 看这个面前忽然出现的不速之客 石生的第一反应 居然是转过头控诉的问断雨景 你不是说齐也不会出现在这里的吗 齐也 他愤怒道 这是我家 我为什么不能出现在这里 断雨景眉头轻皱 望向齐也 沉声道 你现在应该在祠堂罚柜才对 偷跑出来的 话音刚落 齐也就是浑身一僵 他着实没想到 会刚跑出来 就看到断雨景 看到断雨景就算了 竟然还看到了石生 他神情恍惚了一瞬 面上透露出些许心虚 但没过一会 猜疑和心计便涌上心头 促使齐也瞪着石生 开口问道 你 你怎么会和我哥一起回来 他们不是去海事团建了吗 一起去海事团建 团建完了之后 又一起回齐家 怎么那么 齐也心中浮现出隐隐的猜测 但又觉得荒谬 于是迟迟不敢自己说出口来 断雨景眸光沉冷地看着齐也 好一会才说道 和你有关系 话音落下 齐也一愣 他张了张嘴 似乎是还想说些什么 可惜还没张口 就又被断雨景打断 齐也眼睁睁看着断雨景大掌 孤注石生的腰 将人懒到自己身后 藏得严严实实 那双七飞的毛子 则是盯着他 声音透着点不容置疑的意味 我说过 到家后的鞭子 我亲自给你抽 还不回祠堂跪着吗 齐也现在 却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他说的话了 他浑身颤抖 几乎是不敢置信地 看着对面的两人 好扮上才从齿缝间 蹦出几句话来 你 你们现在 后整以侠地看了石生一眼 而后才又看向齐也 道 我想 这是我的私事 毕竟现在 石生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说到这 断雨景顿了顿 唇边露出一抹笑 又说 不过以后 说不定还会有关系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齐也怎能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 莫大的愤怒席卷而来 齐也浑身发着抖 唇瓣都变得苍白 这一瞬间 他连自己身上的伤都快忘了 满心满眼都是断雨景刚才说的话 什么叫 以后会有关系 从断雨景身后探出头来 洁白柔软的面颊上 泛着因气脑而弥漫上来的红韵 水润的性眸里 印着齐也的模样 似乎是下定了莫大的决心 他才犹豫着说道 还不明显吗 发着细颤的齐也 猛地抬起头来 死死地盯着石生的脸 咬牙切齿道 你什么意思 石生打量了回他的神色 心中忽然生起了些类似痛快的情绪 他抬头看了看断雨景 见男人面上神情平静 这才在心底偷偷下了决定 石生鼓起勇气 迎面对上齐也的眼神 张口便道 什么什么意思 我现在是你大哥的女朋友 没你说话的份 这话颇有些狐家虎威的意思 石生说话的时候 微微抬起下巴 努力做出一份 高高在上藐视众生的模样 浑然没有注意到 话音落下后段雨景 骤然垂下的眸子 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齐也身上 对方果不其然 被他气得不轻 那戏颤愈加明显 眸底都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他喃喃自语 你骗人是不是 怎么可能 大哥怎么会喜欢你 你们才认识多久 假的 都是假的对不对 看着妾痛苦的神色 石生红唇微敏 少自欺欺人了 我们的关系 怎么可能让你知道 前几天大哥就给我表白了 我觉得他很不错 反正比你好太多 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 话音落下 段雨景轻轻搭在 石生腰间的手掌 骤然收紧 石生身子一抖 觉得有些不舒服 耍脾气般 把他的手推了下去 但没过一会 段雨景又揽了上去 这次倒是没用力 石生见眉不舒服 便认由他揽着了 看着他们的互动 奇也失魂落魄地说道 怎么可能 他抬起眼 看向石生的目光 脆弱又空芒 他几乎忘了自己 身上还有伤这件事 浑身虚脱 膝盖一软 就跪在了地上 奇也用力咬着唇 细细蜜蜜的鲜血 从唇边渗下 他的样子太可怜了 石生一时间都有些不忍心 但只要想到那段日子 奇也给他造成了困扰 石生又觉得 是他最有应得 就在石生纠结着 不知道接下来 要说什么的时候 段雨景开口了 来人语气凉薄 来人 把他重新嫁回祠堂去 周边的下人 一窝蜂涌上来 仿佛没听见 刚才他们的对话 忠诚地 执行着段雨景的命令 将奇也整个人架起来 朝着祠堂的方向拖去 奇也神色茫然 在被脱离客厅的茶男 他像是才反应过来 转过头看向石生 顿了顿 他猛然挣扎起来 甩开稚固自己的下人 面容争鸣扭曲 企图扑向石生 我不信 你和我说明白 你和我说明白说明白 石生 下人连忙拦住奇也 一人一只手 将人给重新拽了回去 奇也的声音逐渐远去 石生这才轻轻松了口气 他抬起头来 气鼓鼓道 都怪你 说什么绝不会碰见奇也 还不是碰见了 段雨景眸光沉沉地看着他 无可无不可地点了点头 嗯 你说得对 说完 男人微微弯下腰 粗糙地指腹 俯上女孩柔软的面颊 声音含笑 嗓音低沉道 石小姐这算是利用了我吗 石生脸一红 强装镇定道 是啊 段先生口口声声说着喜欢我 连利用一下都不行吗 行 当然行 段雨景低笑起来 眸光饶有趣味地 在石生脸上打转 一点点将石生刚才说的话 复述出来 答应了我的表白 嗯 石生 我骗他的 段雨景不答这句话 他愧叹道 所以是假的 可怜我还连名分都没有 就被石小姐当了枪使 好可怜啊 石生 他面颊通红 那你想怎样啊 似乎等的就是这一句话 段雨景笑起来 那笑容颇有些异味深长 透着点不易察觉的粘换 他粗糙指腹 按压上女孩柔软的唇绊 红润的颜色 仿佛能被沾连起来 如玫瑰花般娇艳夺目 段雨景语气带着又红 要不然 石小姐赏脸亲我一口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石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 自己现在的心虚 唯一的感觉就是 脸烧得慌 他憋了半嗓 最后骂了一句 你是流氓吗 段雨景左听右听 愣是没能从里面 听出些真实的愤怒来 顶着这样一张脸 这样一把嗓子 说什么都像是在撒娇 段雨景饶有趣味地 盯着石生看了好一会儿 最后摇头否认 不是流氓 说着 他又问 真的不知父报仇吗 石生双手 抵在男人胸膛上 阻止他靠近 脸颊烧红 嗓音闷闷 都说了离我远一点了 他往四周看了眼 这急忙慌地找借口说道 段夫人会下来的 还有齐先生 不是 到底谁家正经男人会在家里 就强迫女孩子轻塔 还是在家长随时会下楼的情况下 石生越想越觉得休脑 推断雨景的力道更大了 好不容易将两人拉开一条缝 石生以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脸上笑容还来不及站开 腰间被一刀大力一带 两人又重新撞上 四 石生被撞到了额头 分明没多痛 但他还是装作很难受的模样 企图把锅再甩到段余景头上 你弄疼我了 快放开 段余景眉毛抬起 笑容听起来有些闷 他低声问道 很疼 石生 不然你试试啊 段余景洋装思考了一会 然后说道 应该不会 你身上比较软 石生 说的什么话 他嘴巴一撇 就要从段余景怀里挣扎出去 但还未动身 就又被段余景拉了回来 男人声音低沉 尾音拉得很长 破有些委屈的意味 真不能轻 石生 他闷声道 现在不能 那什么时候可以 石生想了想 说 等你正式成为我男朋友的时候 段余景故意耍赖 刚才你说我是 那是我开玩笑的 石生脸颊胀红 你现在是连完笑话 都听不出来了 段余景笑出声来 他抬头看了他四周 下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都识相地离开了 客厅里 只剩下他和石生两个人 石生还在絮絮叨叨地数落他 似乎自从他好大哥的滤镜 被他亲自打碎之后 石生眼里的段余景 就越来越不是东西了 四集此 段余景问了句 真不能 不 能 石生斩钉截铁道 好吧 段余景妥协了 石生正想松口气 就见段余景忽然弯下腰来 他当即绷紧身体 慌张之下 却发现段余景 只是将脑袋埋进了他脖梗处 段余景贪婪地嗅闻他身上的味道 呼吸间热气喷洒在脖梗上 惹得石生身体一阵战力 只觉难受 他咬牙道 你干嘛呀 段余景心说不给亲 那至少尝的味儿吧 他稍微直起身子 看向石生的面旁 对方脸色羞红得厉害 皮肤温度都是滚烫的 段余景寻思 这话要是说了出去 小姑娘估计地 羞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说到底 还是脸皮太薄了 想到这 他轻轻叹了口气 最终还是没说什么 只是低下头来 在石生脖梗间 着吻了两下 石生的身体 顿时更加僵硬了 段余景罕见地 没在照顾石生的情绪 他全身的血液因子 都沸腾起来 毛色深沉 韵着浓浓郁色 呼吸粗重 搭在石生腰间的手掌 不自觉收紧 石生吃痛 挣扎着往后退了两步 结果这仿若逃离的动作 似乎又刺激到了段余景网 他力索地将石生拽回来 鼻尖嗅着香气 那甜蜜的 从腹肉底下渗出的石榴香 让段余景神志愈加混乱 犹如石肉的猛兽露出爪牙 将好不容易捉住的猎物 牢牢按在爪下 尖牙痒的 恨不能立刻将人撕碎 但又小心翼翼地克制着 没有失了分寸 石生只感觉到 有什么温热的东西 在舔尸着他的脖梗皮肤 他僵直着身子 不敢轻举妄动 直觉让他意识到 现在的段余景并不好惹 那一下下轻柔的腹弄并不激烈 但此刻感知被放到 石生浑身发麻 手掌抵在段余景胸前 却不敢自作主张地将人推开 生怕推开后 会收获更重的惩罚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卦中响起滴滴答答的提示声 段余景这才缓慢地支起身子 睫毛平直 一双漆黑的毛子 沉沉落在石生身上 眼底透着燕族的神色 石生甚至能看到 段余景唇上晶莹的水光 他被逼得眼眶有些红 半是羞耻 半是恼怒地说道 段余景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段余景自知理亏 闷闷着没有说话 石生推开他 硬邦邦道 你走开 我要去洗脸 还要把脖子洗干净 黏乎乎地 脏死了 闻言 段余景眼眸闪了闪 在石生离开之前 他伸手抓住了女孩的手腕 等等 石生耳后连着脖梗都红成一片 你又要做什么 话音刚落 手腕上便是一阵冰凉 他一愣 低头看过去 发现那是一条橙色极好的 粉色宝石坠子 不知道段余景 从哪个口袋里掏出来的 粉宝石在灯光下熠熠生灰 细细的银色链子 如同花枝般将石生的手腕圈住 名贵又漂亮 石生眨了眨眼睛 一时雨色 瞬间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段余景眼带 欣赏地看着这条链子 夸赞道 很趁你 石生该死地觉得 被拿捏住了 他抬起另一只手 将宝石链子挡住 正思索着 如何回答段余景 就听见对方愉悦的声音 这条链子两百万拍下来的 不算亏 石生 他把用来挡宝石链子的手撤下来 转身若无其事地去了洗手间 可恶 早知道就不那么早 暴露自己见钱眼开的特性了 一条宝石链子两百万 换段余景 舔他两口 好像也不算亏 石生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回 发现他整个人都已经红成猴屁股了 沉默了一会后 他老老实实地凝干毛巾 擦拭起自己的脖子 越擦越红 想起那时候段余景低沉喘着的声音 还有那张沾染了情欲的脸 石生便却炽热 段余景 和棋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段余景的话 那他做什么都可以 你老实跟我说说 刚才楼下你在做什么 段余景凝气的脸都红了 掰着手指头 数落段余景 生生脸皮薄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原以为你 大了他这么多岁 多少也会懂点事 怎么还跟个毛头小子一样 你要不要脸啊 你这不是耍流氓吗 段余景神色淡然 任由段余景凝落他 没露出半分不满的神色 这事的确是他干得不厚的 有些流氓 但没办法 段余景当时都昏了头了 只知道 石生当着齐也的面 承认了他的身份 就绝又兴奋又躁动 但好歹还有最后一丝理智在 没真的做出什么 不可挽回的事情来 段余景问 我和你说话呢 你听见了没 段余景 他老实地点头 嗯 是我做错了 认错态度良好 段余景看在这个大儿子 平时品行端正的份上 倒也没有多加为难 他叹了口气 哦 我看生生对你 也不是全然没有情意 但实在是太突然了 我知你喜欢 可以得掂量些分寸 免得把人给吓跑了 段余景语气沉静 我知道 我心里有数 说着说着 段余景心下又觉得高兴 自从时生和齐也分手之后 他那些小姐妹 就明里暗里地 窜多着自家儿子 去把握机会 段余景看在眼里 心里着急 却又不能真正地做什么 只觉惋惜 现在倒是想清楚了 少了一个齐也 他还有段余景啊 虽然说这样一来 齐也肯定不会同意 但两个孩子要是互相喜欢 那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至于齐也的意见 段余景眉头皱起来 只觉得糟心 想那个混账做什么 今日他要是没能 在祠堂好好受罚 接下来两个月 就都别想从齐宅里出去了 想到这 段余景也算是反应过来了 你说回来之后 要教训齐也是吧 现在就去吧 免得让他出来 祸害生生 齐家家风严苛 齐也这么多天下来犯的事 的确值得一顿鞭刑 段余景点头应下 好 他将大衣外套脱下来 搭在椅背上 转身出了客厅 朝祠堂走去了 到地方的时候 齐也正被几名下人 用力压在板凳上 如一尾被束缚住的鱼 看起来好不可怜 齐也还在奋力挣扎着 眼眶通红 嘴里不甘不敬地骂着 段余景冷眼看了一会 之后才不紧不慢地走过去 诞生到 留着点力气吧 以免之后直接昏死过去 男人修长手指握着鞭子柄 身高腿长 低头居高临下地望着齐也 身上那独属于掌权者的威压 倾泻下来 叫人不敢直视 齐也顿了顿 他抬头仇恨地看向段余景 是你勾引的时生 你很早就对他起心思了对不对 连弟妹都能勾引 你龌龊 勾引 段余景觉得 这个词还怪有意思的 欣然硬下之后 倒也没因为这个生气 只轻描淡写道 你要是争点气 他也不至于这么简单 就被我勾引走 齐也双手背负 不断挣扎着 嘴唇被咬得渗出血来 模样极其可怖 段余景不感兴趣地收回目光 将肠边展开 嗅管挽至手肘 露出紧式的肌肉线条 下一秒 齐也口中一出闷横声 整个人都痛苦地蜷缩了起来 段余景没留力气 甚至因为夹杂了私人恩怨 从而用的力气更大 空旷的祠堂内 烛火飘摇 一片寂静中 唯有长边的破空声速速作响 齐也被打得掩掩一息 衣服布料被浸湿 能看出是从伤口处渗透出去的鲜血 他咬着牙 强忍着维持住精神骂道 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我大哥 我肯定 段余景垂眸看了他一眼 唇角微微上扬 声音淡然 抱歉 就算我和你没有关系 你也争不过我 齐也气急 呛壳着道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你知道他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段余景不急不缓地打断齐也 他说 你是长不大的小孩 幼稚 无理 天真 在他心里 你没有丝毫吸引力 话音刚落 齐也整个人都愣住 手指发着颤 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 段余景轻笑一声 说白了 你有什么地方值得他喜欢 齐宅 时生一直在洗手间待到脸上的红韵 没那么明显之后才出来 结果刚走到客厅 就看到段余宁脸上敷着面膜 哼着哥坐在沙发上 心情颇好的模样 刚和段余景干了坏事的时生 顿时就有些心虚 在原地愁出了好一会 都没往前走进一步 还是段余宁回过头来发现他了 这才热情的招手 声声怎么不过来啊 来来 和我说说话 时生呼吸稍微一致 确定段余宁神情自然 没有发现其他的什么之后 这才放心地走了过去 段夫人 唉 段余宁怜惜地将时生的手 放到自己膝盖上 轻轻地抚摸着 问道 脸色怎么这么差 谁惹我们生生生气了 时生有些心虚 但还是很乖地摇头说 没有 只是刚从海市回来 有点累 听到这话 段余宁立刻兴奋道 累啊 那感情好 晚点和阿姨 一起去做个全身spa怎么样 她看起来很高兴 掰着手指头数了几个项目 眼睛都是亮的 时生不想 服了长辈的兴致 只好点头 随即转移话题 聊起了其他的事情 两人聊着聊着 话题不知为何 又拐到了段余景的身上 声声啊 你说说 我家小景是不是特别优秀 段余宁看着手机里 段余景参加发布会的照片 一点的欣慰 这点时生自然是举双手赞同 他认真点头 是的 大哥是我见过最优秀 最完美的人 段余宁咧开嘴笑了起来 摆摆手 要说完美 那自然是没有 人无完人 小景 他也是有些缺点的 听到这话 刚想反驳的时生脑子一顿 想起段余景刚才做的事情 又若有所思的点头 段余宁摁面手机 慈祥地看了时生一会 然后不动声色地试探道 那声声觉得 我家小景怎么样 时生一口气没提上来 差点把自己给憋死 果然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血 这就是他和段余景 频繁搞暧昧的报应 时生安静了一会 这才说道 我当然是觉得 大哥很好了 他想了想 对上段余宁英切的眼神 隐隐明白了什么 顺着他的心意继续输出 真的 在我有限的生命里 大哥就是我前进的榜样 无论是品行还是能力 亦或者为人处事 大哥都让我叹为观止 他的存在 就像是上帝创造世界 时不小心造成的bug 才会让大哥完美的不像真人 如高领之花不可接近 听前半段的时候 段余宁非常高兴 只是最后一句话落下 段余宁连忙慌张地打断时生 说道 怎么不好接近了 生生我和你说 小景他可好相处了 你和他多待一会就能知道了 时生眨眨了眨眼睛 好 以后要待一起的时间还长着呢 想到段夫人对自己的信任 时生便觉得惭愧 于是一个劲的哄段余宁高兴 段余宁乐的呵呵笑 和时生亲热的和亲母女一样 等段余宁回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 两人依偎在一起看综艺的场景 时生还在给段余宁包着橘子 微粉的指尖被橘子汁水浸湿 涂着浅粉色指甲油的指甲盖上 已经泛起了橘黄色 看见这一幕 段余宁脚步顿了下 随即走上前 将时生手里的橘子拿走 眼睛还盯着电视屏幕的时生愣了几秒 这才抬眼去看 忽然出现在面前的男人 段余宁三两下 把橘子皮包开递给段余宁 随即抽了几张湿巾纸 握住时生与他相比格外吸收的手腕 将指甲上的汁水 一点点全部擦干净 时生睫毛颤了颤 下意识想把手给抽回来 可还没动作 就想起边上还有段余宁 本来这个行为就有够暧昧了 要是动作幅度大点 再叫段余宁发现 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 时生只被揉成一团 扔进垃圾桶 段余宁半跪在时生面前 抬起漆黑的眼眸看向他 男人眼眸沉静 睫毛平直 唇线拉得很平 这么看人的时候 有股奇怪的严肃感 时生被唬住 有些不敢动 但下一秒 段余宁就无声笑了出来 膝盖从地板上起来 坐在了时生身边 段余宁坐在沙发上 有一下眉一下地吃着橘子 目光落在电视屏幕上 好似完全没有发现刚刚那一幕 虽然心下觉得奇怪 但时生还是不着痕迹地松了口气 扭头狠狠瞪了段余宁一眼 从段余宁的角度 能看到女孩因为气脑 从而扶着浅粉的面颊 非但没觉得被冒犯到 反而还觉得很可爱 他无奈地摇头 怎么又生气了 时生阴阳怪气道 怎么 我在你那很容易生气的 这样一个凡人的角色吗 没有 段余宁诚实地说道 我觉得你很可爱 时生 什么都觉得 可爱只会害了你 他扭过头看综艺去了 很快又被逗得笑起来 段余宁从茶几上拿起一杯冰水 目光定格在时生身上 慢条斯理地喝了口 就在这个时候 他感觉到旁边有道视线 落在自己身上 段余宁抬起眼来 正好瞧见段余宁 带着不满的视线 好像是在谴责他的轻浮 段余宁不动声色地一开目光 假装自己什么都没看见 在跟着段余宁去做了全身SPA后 一身的疲惫 仿佛都被清空了 时生从行李箱里 拿出前段时间 没来得及送给段余宁的笑项话递过去 段余宁乐得何不拢嘴 直说要挂在客厅墙壁上 叫所有来往的客人都能欣赏到 话音刚落 他就叫下人来收拾屋子了 几人寒暄片刻后 段余宁看着段余景 将时生护上车子 夜色下 车灯亮起 在转弯后照亮前路 逐渐消失不见 时生坐在副驾驶上 后座的小七累了一天 睡得特别沉 他也打了个哈欠 望着车窗外朦胧的夜色 很想现在就爬到家里的床上 睡个昏天暗地 早点睡 明天还要上班呢 就在时生昏昏欲睡的时候 鼻筋忽然涌上一股奇怪的味道 有些干涩的铁锈味 他瞬间就清醒了 时生扭头看向段余景 你身上怎么有血腥味 你什么时候受伤了吗 在屋子里的时候还不险 到了外面被夜风一吹 再浅薄的味道也发酵起来 变得容易察觉起来 时生有些着急 不是在骑宅吗 怎么还能受伤 段余景身体一顿 反应过来后立刻安慰道 没事 不是我的险 强冷静下来 段余景思考了一会 如实回答道 其也的 话音落下 时生眨了眨眼睛 最后慢吞吞说 哦 那没事了 段余景扬眉 觉得有些好笑 不关心他 为什么会受伤吗 时生看着窗外 神色背蓝 和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受伤就和你有关系了是吗 段余景低声问 红韵逐渐爬上耳根 时生拒不承认 少自作多情了 好好好 段余景忍着孝顺从他 的确是我自作多情 下次绝对不这样了 文言 时生抿了抿唇 反倒有些不满意 其实 一点点也是可以的 一点点 段余景一善 笑道 那看来时小姐也没有那么讨厌我 本来就不讨厌 时生嘟囔着 被擦得干干净净的手指 交叠在一起 规规矩矩地放在大腿上 一副非常乖巧的样子 段余景轻笑了声 踩动油门 驶过面前的红路灯 大约十几分钟过后 车辆在时生的小区房外停下 段余景帮他把车门打开 然后提着行李箱一路护送他到了门外 小七撒欢跑了进去 段余景礼貌地站在门口 没有进去 男人眸光温和 那我就送到这里了 晚安 时小姐 说着便要转身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 时生连忙叫住他 哎 你等等 段余景脚步顿住 看着时生面上露出一个疑惑的神色 小姑娘朝他招招手 示意他低下头来 虽然不解 但段余景依旧听话地照做 他弯下腰来 想听清楚 时生到底想说什么 结果话音没等到 先等到一道温热落在自己面颊上 段余景顿时愣住 愕然地看向面前的女孩 刚做了放弹事情的时生 重新站直身体 红着脸颊 强装镇定地说道 其实之前在客厅 我也没有特别不想让你轻 好好好 胆子大了 会偷轻了是吧 童年在电话另一端嘖嘖称奇 又问 所以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时生躺倒在床上 思考了一会 然后小生说道 明天可能就是恋人关系咯 对面瞬间爆发出一阵尖锐狂喜的笑声 时生默默把手机拉远了一点 好不容易等童年从闺蜜成功 嫁入豪门的欣喜中冷静下来 他又激动地压低嗓音问道 所以 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有勇气直接亲上去的 你不是一直害羞地要命吗 时生撇了撇嘴 认真反驳 我没有很容易害羞 好好好你没有 童年打着白子敷衍他 随后又道 快说快说 我哪里有想那么多 时生说 想到就亲了 他又没躲 时生的逻辑 凑上去等于要亲 没亲上 但是也没躲 等于对方不拒绝 PS 只限断雨景 反正就是亲到了 时生说完那句话 就很耸地立刻关上门 站在玄关处 平复急促的心跳 他不知道门外的断雨景站了多久 只听到了些细碎的脚步声 像是在打转 似乎是在犹豫 要不要敲门进来 但可能 是为了照顾时生的面子 脚步声最后还是远去了 过了几分钟 断雨景发过来简单地晚安两个字 他惯常是克制又冷静 显得有些突兀的两个字 暴露出了他并不平和的心境 童连又和时生聊了一会 他想起了什么 又问 所以你和断雨景说了确定关系了吗 文言 时生愣了一会 然后心虚道 没有 我忘记了 主要是他当时太害羞了 亲完就关门跑路 导致这摊开的一句话 也没能讲出口 说完 时生想了想 又说 我觉得断雨景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 亲都亲了 他也不是什么开玩意就跑的混蛋 断雨景都给他发晚安了 肯定是知道他的意思了 听他这么一解释 童连也觉得有道理 挂断电话后 时生躺在床上 无聊之际点开断雨景的朋友圈 毫不意外的三天可见 好 毫无趣 时生又偷偷去看自己的朋友圈 开的全部时间可见 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 都要拎上去说一段 他休暖地关上手机 洗漱完后 靠着枕头睡了过去 很好 明天时生就要开始自己恋爱的第一天了 自认为 母胎solo二十多年的时生 因为这一点异常兴奋 第二天早上刚六点就起来了 他兴奋地起床洗漱 完事后 随便弄了点早餐吃 先是盯着手机界面看了一会 思考过后就又放了下来 决定先等一等 不要催 要矜持一点 然后时生就从六点半等到了七点三十 他等的浑身怨气都要一散出来了 结果断雨景还是没来接他上班 忍无可忍之下 时生直接打通了断雨景的号码 接通后恶声恶气地问 你今天为什么不来送我上班 吐字铿锵 语气沉重 足以表现出时生的愤怒 那边安静了一会 两久才响起断雨景的声音 抱歉 我以为 你为什么 时生打断他 越想越觉得自己可怜 你经过之后就不负责是不是 现在连上班都不送我了 我就说你们男人没个好东西 断雨景正了片刻 抬眼慢慢看向会议桌对面 早起来开会的众员工 立刻正经危坐 把好奇伸出去的耳朵给收了回来 彼此间唯有眼神相互传递 好刺激 断总这是被女朋友骂了 不对 断总什么时候有的女朋友 她不是号称异性绝缘体吗 断雨景没理会这些人 在开口时已经带上了笑意 抱歉 我只是以为昨天的事情 会让你很害羞 所以才想缓一阵子再靠近你 说着便拉开椅子朝门外走去 你等一等 我现在来接你 时生看了眼表 还是觉得生气 于是嘴硬道 不用你 我要自己走 我不会给你来接我的机会了 众员工眼睁睁看着对面 把断总的电话挂断 断总面上却没有半分愈怒的神色 只是不动声色地加快了脚步 看方向应该是朝着电梯走去了 断雨景的确没生气 相反 他还挺高兴的 毕竟对他来说 这算是时生对他的一种依赖 放纵的发脾气是小性子 这是以前的时生从来没有过的 昨晚的亲吻 似乎成了他们关系拉近的标识 十分钟后 断雨景在小区门口 看到了蹲在地上的 口口声声说着 不会再给他接送机会的时生 女孩穿着简单的衣物 看过来的一双眼睛水蒙蒙的 显然是愚怒未消的样子 断雨景不合时宜地觉得他很可爱 然后装作正经的模样去将时生扶起来 时生勉强把手交到他掌心 又在被扶起来之后 很用力地把手抽了回来 接着一不小心打在腿根处 痛得他整个人身体一抽 注意到这一幕的断雨景 贴心地问 怎么样 很疼吗 想表达自己真的很生气 结果又出球的时生红着脸别过头去 硬邦邦道 我 不 要 说完就坐上了副驾驶 断雨景挑了挑眉 露出一个笑容 油门被踩下 车辆朝着盛景的方向急驰而去 时生扣着安全带 打定主意 不和断雨景说哪怕一个字 车厢内分为初期的安静 断雨景抬手掉了手舒缓的轻音乐 当着时生的面 再次诚恳地道歉 他没有给自己找理由 只说道 对不起 今天是我的疏忽 我以后一定六点半准时来接你去公司 断雨景情绪稳定 与其温和 说起话来不急不躁 总叫人联想到和缓的山间溪流 时生闭眼装做没听见 好一会 他才睁开眼睛 偷偷朝身旁的男人看去 断雨景单手握在方向盘上 神情自然 却在经过一道红绿灯的时候 漆黑的毛子忽然往侧面一撇 两人目光对上 几秒内都没有移开 时生艰难地开口 好好开你的车 看我做什么 他在心里嘀咕着 这肯定值得一波冷战 刚谈恋爱第一天就犯错的男人要不得 至少得冷战到 到中午吧 中午就差不多了 他可以整整一个上午 不和断雨景说话 断雨景赶在迟到的前五分钟 将时生送到了盛景楼下 时生拎着包从副驾驶下去 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断雨景按下车窗 安静地望着时生离开的方向 临到拐角处的时候 时生偷偷往外面看了一眼 断雨景的车果然还停在原地 仔细看能瞧见车内男人的身影 他不由得古怪地想 断雨景这个人 是完全没有脾气的吗 好像都没有看见过他生气 断雨景发起火来 是什么样 时生没见过 并且疲痒得非常好奇 怀揣着这种心思 时生上了楼 我刚才和断雨景吵了一架 时生说道 童连立刻撇下桌上的文件夹 认真且感兴趣地问 怎么说 你们不是恋爱第一天吗 怎么会吵架 他默默攥紧拳头 还是说断雨景说了什么不好的话 时生 那倒没有 他老老实实地回答 今天早上我等了好久 他都没有来送我上班 我就骂了他一顿 文言 童连又问 他还嘴了吗 没有 时生眨了眨眼睛 思考一阵子后 时一道 他看起来还挺高兴的 童连仔细端向着时生的脸 打心眼里 觉得自己这小姐妹生气起来 估计是没有半点威胁性的 于是虎摇了摇头 接着在那短短一句话里 捕捉到了亮点 你不是说 他没有来送你上班吗 那你怎么知道 他看起来很高兴 他后来送我了 时生手里攥着笔 他来了之后 我才知道的 看了今世新闻 并且知道 其实今天有早会的童连 总觉得段总应该是撇下会议 来送时生上班的呢 呸 死裂爱脑 但这点童连是不会说的 他亲了亲嗓子 那你们事先有约定 让他今早来送你上班吗 时生无辜道 没有啊 他以前都会来送我的 好歹是恋爱第一天 我以为段宇景会来的 听到这话 童连沉默许久 好半场才问 所以 段总真的知道 你们在谈恋爱吗 文言 时生表情有些迷茫 他不知道吗 童连苦口婆心道 你不说 他怎么会知道呢 于是时生也沉默了 难道我表现得不明显吗 我昨天都亲他了 童连沉有些猜测 可能爱就是要大胆说出来 才能让人知道的 话音落下 时生感动到 好大一碗鸡汤 我记住了 他其实也觉得 童连说的有道理 童时又觉得离谱 该不会段宇景真的不知道 他们现在在谈恋爱吧 那误会可就大发了 时生心虚地拿起手机 点进段宇景的对话框 看了又看 最终还是放下了 算了 还是当面说 比较好 况且 他之前已经发过誓了 要等到中午 才能结束冷战 于是一整个上午 时生工作起来都心不在焉的 一张画完的稿子都没有 甚至只是 懒懒起了个草 后边老板经过的时候 时生立刻关掉手机界面 装模作样地动了两下笔 他焦躁地点着手指 时不时就看一眼 对面的时钟 默默数着时间 服了服了 怎么还不到中午12点 11点054分 11点055分 11点056分 时生心神不宁地等待着 好不容易分针和时针 一同指向12 时生立刻支起身子 举起手机十分高贵冷艳地 给段余景发过去一句 中午不到公司食堂吃饭 你来接我 对面回得异常迅速 好 马上就来 远在骑士的段余景 再次撇下一众 嗷嗷逮捕的公司员工 和助理吩咐两句后 便起身离开了 员工们面面相去片刻 下一秒立刻低下头 在会议桌底下 狂问手机 别说了 段总绝对是有女朋友了 不是 段总看起来 怎么那么相恋爱呢 叮当声响起不超过半秒 他就把手机拿起来回消息了 回完消息 然后立刻出去 段总已经完全忘记 大明湖判了我们了是吗 而且段总今天一个上午 都心神不宁的 时不时就看一眼手机 好好好 到底是哪个女人 把我们段总给吊成翘嘴了 是谁 甭管谁不谁了 你们没发现 依照段总现在的样子 她日后可能是个七管言吗 小群里一阵沉默 过了好一会 才有人艰难地发消息说到 七部七管言的先不提 谁有段总夫人的微信号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和她认识一下 顺便拍个马屁 让段总今年多给我涨点工资 其实员工的内部的秘密 讨论段余景并不知情 她正在去接时生的路上 小姑娘好像真的生气了 一个上午都没和她说话 段余景第一次跟随父亲 参加商业活动的时候 都没这么沉不住气过 她唯恐好不容易 吃上点肉末的心上人跑了 段余景将车停在盛景楼下 面色凝重地开车下来 正盘算着 到时候见到时生 该如何笑该如何说话 不远处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紧接着 一道纤细的身影 直直撞入她的怀抱 闻到熟悉的香味 段余景下意识张开双臂 将时生整个人搂在怀里 她还有些没回神 愣了好一会后 这才迟疑地 低头去看怀里的女孩 时生是大着胆子跑过来的 她抱了段余景一会 然后慢慢松开手 抬头去看段余景 声音轻快 不送我上车吗 段余景这才回神 她抿了抿唇 眼底流露出笑意 送 当然送 她体贴地帮时生打开车门 自己从另一边上去 坐上座位后 段余景正要发车 旁边忽然传来时生的声音 我们现在在谈恋爱 你知道吗 话音刚落 段余景眼洁微妙地一颤 她握着方向盘的手一颈 缓慢地朝旁边看去 女孩坐在副驾驶上 毫无防备地轻轻晃着脚丫 唇白棉袜下的脚踝 光洁细腻 线条流畅 段余景喉咙动了动 只见因为巨大的喜悦冲击下 从而细微颤着 她哑声问道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呀 时生谴责地看着她 我们都亲过了 你怎么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 话音落下 车厢内陷入沉寂 时生忽然觉得有点热 是那种 让人心慌的热 段余景眸色漆黑 修长有力地手指弯曲着 男人从下河到喉结 都崩成了一道锋利的弧线 像是爆发的前兆 她盯着时生 语气不急不缓地说 宝宝 那可算不得亲吻 宽阔的大马路上 一辆通体漆黑的劳斯莱斯 停靠在路边 在路边看几乎感受不到车辆的震动 细微且安静 单面玻璃 折盖住车厢内发生的一切 行人来来往往 竟都没有发现 车厢内在发生着什么 惊世害俗的事情 时生全身绷紧 鼻息间都是男人炽热的呼吸 他感觉舌尖又麻又痛 几乎快没有知觉 宽大的手掌垫在他脑后 动作轻柔 与之相反的 却是男人堪称粗暴的动作 时生一双眼浸出泪珠 雾蒙蒙的一片 没有神采 满眼都是失去意识般的茫然 他不知道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明明刚刚还在好好说话 结果下一秒 断雨景就凑了过来 不知节制地准着他 好像八辈子被吃过肉的饿狼 时间太长了 时生难免会觉得难受 他双手抵在断雨景胸前 想把人给推出去 但很可惜 收效甚微 他甚至听到了断雨景压低的笑声 浮在他耳边唇边 引起一阵战力的氧溢 时生嗓音很闷 带着点哭腔 是被轻出来的 可以了 你松开 怎么有人可以亲这么长时间呢 他胡乱找着借口 我们还 还没有吃饭 很快就好了 断雨景轻声哄着他 待会就带你去吃饭 但前提是先喂饱他 无论多冠冕堂皇的话术 都掩盖不住此刻的断雨景 是个骗子的事实 嘴上说着 很快就好了 时机又压着时生 磨蹭了很久 等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时生嘴唇红肿 一抽一抽的刺痛 他大口呼吸着 轻易就能叫人看到 洁白背齿下 软嫩湿红的舌尖 断雨景慢条丝里的 替他把弄乱的衣领 重新折叠好 眼底是不易察觉的燕祖 漆黑毛子紧紧盯着时生 目光从女孩湿润的眼眶 到肿胀的唇半 片刻后虚伪地关心道 很疼吗 宝宝乖 给你涂药 时生还有些没回过神来 听到这个称呼后 争愣了几秒钟 后知后觉地感到羞难 他吸了吸鼻子 张开口想说话 结果还没来得及吐出一个字 唇上一阵刺痛 时生只好重新闭上嘴 只用那双眼睛 狠狠瞪着断雨景 企图表达出自己的不满 断雨景仿佛没看到 他从车内抽屉里 翻出一枣备好的药膏 挤在纸腹上揉开后 轻轻地抹在时生唇半上 冰凉的膏体 和男人粗糙的纸腹 本来就被咬得格外敏感的唇半 再次痛了起来 时生偏头躲过去 憋了许久才吐出来一句 我不要你 我自己来 说着 就要去抢断雨景手里的药膏 断雨景轻飘飘躲了过去 他似乎很享受 给时生涂药的这个过程 放低了声音说道 我太用力了吗 那我轻一点好不好 时生瞪着他 觉得面前这个男人 一点都不喜欢他 怎么有人发起疯来 会把自己的女朋友 咬成这样呢 但嘴上的伤口又实在疼 不涂药行不通的 见断雨景攥着药 没有任何要松手的打算 时生思考过后 只得任由断雨景动作 算了 给他擦又不会掉块肉 第二次涂的时候 断雨景用的力气明显小了很多 怕伤到他 断雨景手臂崩直 每次碰兜 几乎是蜻蜓点水的力道 生怕时生一个不高兴 又不让他帮忙涂药了 一次简单的上药 被断雨景弄得跟拆炸弹一样 小心翼翼 等好不容易涂完了 时生心里那点火 也消得差不多了 但要说完全消掉 好像也没有 时生看着断雨景和上药膏盖子 觉得嘴唇清凉舒服一点了 就想要趁势再训斥两句 结果还没开口 就见断雨景弯腰在他面颊上亲了一口 可之前那仿佛要把他整个人 都吞进肚子里的亲法不一样 这个吻不寒一丝情欲 温柔干脆 有些像迟到的补偿 时生一下子就生气不起来了 他想了想 然后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 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亲了我三十多分钟 断雨景微笑着点了点头 正想郑重地和他说声对不起 下一秒 就见时生一脸认真的说 一分钟一百块 结账吧 断雨景 他觉得有些好笑 我亲自己对象 还要付钱 怎么 你还想赖账不成 时生瞪着他 我嘴唇都被你轻重了 这样吧 看在你善后工作 做得不错的份上 我给你抹个零 就三千块 说完 时生便将支付宝付款马量了出来 笑容狡黠 来吧哥哥 三千块哦 原本还想和时生说到 说到的断雨景 听见这个称呼 顿了顿 最后老老实实赚了六千过去 他摸了摸时生的发顶 低声道 先存着吧 下次来收 看着账户里多出来的数字 时生安静了一会 然后乖巧地把手机收回去 说 哥哥想亲多久都没关系啊 让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他的钱包受得住 真的 断雨景又带时生去照顾许霆川的生意了 不过这次 去的不是市郊 而是市中心 看着许霆州在市中心人流量最多的黄金地带盘下来的店面 时生叹为观止 他终于想清楚了 要前途不要前途了吗 断雨景点头 是这样 自从许霆川被家里赶出去之后 他麻溜地就把饭店签了位置 从外面来看 生意似乎还不错 他们进门之前 给许霆川打了电话 没过多久 时生视野中 就出现了一顶红毛 那红毛依旧穿着潮流的服饰 一身机灵狗碎的金属饰品 活脱脱一个都市潮男的形象 要不是那张脸撑着 许霆川看上去 是真像是赶潮流的精神小伙 他在两人三步之外停下 抬起眼皮 懒散地打量了 他们一会 正要说些什么 时生就听见断雨景在旁边诞声说了句 重新介绍一下 这是时生 我女朋友 花音落下 许霆川那张死人脸上的表情顿时一变 几乎就跟活了似的 他不敢置信地看了看时生 又看了看断雨景 好半场才从嘴里蹦出一句 你他妈还真把你弟的墙脚撬走了 当天中午 断雨景和时生在包厢内吃饭的时候 许霆川自己一个人去西烟区抽了五根 烟材勉强冷静下来 回去的时候 想起断雨景 不准他在时生面前抽烟 又憋屈地跑到出风口 去散身上的味 好不容易回包厢了 还没进门 断雨景轻轻一掀眼皮 出去 一身的烟味 没散干净 也赶进来 许霆川在他眼里 读出了这个意味 他气愤地转过身 又拽又耸地出去了 这次许霆川散了二十分钟的烟味 这才被允许走进自家包厢 他冷着一张俊脸 往时生边上坐下 搭拉着眼皮 看起来又倦烂又凶悍 被人盯着 时生吃饭都吃不利索 他慢吞吞咬了口水晶虾脚 随即转过头去 问道 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我脸上有东西吗 断雨景不着痕迹地 把时生的肩膀揽回来 他有病 不用理 许霆川 他忍气吞声 愤恨地把兜里的烟盒给捏乱了 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 许霆川想说什么 然后又把话咽了回去 算了 当着人女孩子的面 有些话也不适合直接说出来 见许霆川不说话了 时生便不再关注他 开始专注地解决自己面前的菜式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时生发现 自从确立恋爱关系之后 断雨景就比以前更加贴心了 不 应该说 更黏人了 这小子连烤鸭都要亲自给他骗出来 再端到他面前 时生吃得有点饱 一碗烤鸭肉没吃完 就放下了筷子 紧接着就听到身边断雨景说了句 累了吗 我喂你 说着就要去端乘着烤鸭的盘子 时生连忙拦住他 说道 不用不用 我只是有点饱 暂时吃不下东西 闻言 断雨景眉毛上挑了些许 与其听上去 竟然还有些惋惜 好吧 时生转过头去 仔细地端向着断雨景的神色 察觉到到他的目光 断雨景微侧过头 停下手里的动作 好整以侠地回望过去 笑道 看什么 时生眨了眨眼睛 故意道 不给看 断雨景失笑 给 当然给 你想看多久看多久 时生笑起来 好好 想看多久看多久 他觉得断雨景的这张脸 自己估计很久很久都看不眠 时生把自己面前的烤鸭推过去 告诉断雨景 自己吃不完了 断雨景没说什么 将这一碗烤鸭解决掉后 喝了口红茶 他看了眼表 我现在送你回去 时生点头 犹豫着说了声号 其实也不是很想回去 那个破班有什么好上的 不如和断雨景多待一会 也不用干什么 就是单纯待在一起 心情会变得更好 但转念想到 盛景给自己发的工资 又觉得这个破班 也还是值得移上 他站起身打算出去 结果没走几步 旁边传来许廷川的闷声 时生停下来 好奇地看向他 有什么事情吗 许廷川的表情 看上去有些牙疼 他盯着时生看了一会 随即撇撇嘴说道 没你的事 我找断雨景 闻言 时生回过头去 断雨景将原本搭在 一背上的大衣穿上 五官俊美硬朗 唇半抿着 看许廷川的眼神非常淡然 过了大概半秒 他将目光一向时生 眼底重新带上笑意 你先去车上等我 我很快回来 时生犹豫了一会 隐约猜到 他们应该是有重要的事要谈 于是很乖地提前离开了 包厢门打开又关上 许廷川从烟盒里摸出一根烟 不抽 就拿在手里把玩着 好伴上才说道 这是伯父伯母知道吗 断雨景看着他 知道 许廷川烦躁地择了声 问 他们同意 断雨景没直接回答 我做出的决定 他们不会管 花音落下 包厢内安静了一会 过了许久 许廷川才重新开口 好 那就算伯父伯母没意见 你有想过 其他人会怎么想吗 他语气严肃 连我这种往年 一直待在国外的人都知道 时生和你弟弟是情侣 到时候 你和时生在恋爱的消息一出 你就算了 时生会面临多少闲言碎语 你难道不清楚吗 像他们这种家庭 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 就会被新闻大肆播报 这种弟妹变妻子的戏码 不知道有多狗血 不用想都知道 到时候 那些闲得没试干的小报和营销号 会给这件事 添油加醋成什么样 断雨景他们动不得 自然就会描上 看起来无权无视的时生 说完后 许廷川抬眼去看面前的男人 断雨景仍旧是沉稳的模样 似乎没被他的言论 影响到一心半点 他垂眸看着许廷川 漆黑的毛子透着点沉郁 好扮上才轻声说道 只有废物 才会让自己的爱人 陷入那种处境 断雨景从来不是废物 他整理了下袖口 声音低沉 看在你也是为了 时生好的份上 我不说你 但我不希望再听到这种言论 断雨景居高临下地 看着许廷川 尤其不要让时生听到 本来小姑娘就有些放不下这件事 要是再让他听到 估计又要不高兴了 至于许廷川所说的那些假设 在断雨景眼里 全都不存在 齐家家大业大 难道还护不好一个时生吗 断雨景脸眸 遮去眼底灰暗的神色 简单和许廷川告别后 推门离开了包厢 原地只留下许廷川 他揉了揉额脚 心说这都他妈的什么事 站了好一会后 许廷川终于把手里 瞇了许久的烟给点上了 烟雾缭绕中 他自嘲地笑了一下 万年老木头开起花来 竟然也像模像样 石生没在车里等很久 他看着窗外的街景 正出神的时候 旁边忽然传来车门打开的声音 石生精神一震 正要喊断雨景的名字 却在注意到他表情的时候顿住了 男人刚上车 就重新把大衣脱了下来 眼底带着淡淡的躁雨 附着一层薄力 他慢条四里的抬眼 锁上车门 靠近石生 偏头吻了下去 并不温柔 但也绝不难受 是一个很深 但又很克制的吻 段雨景贴着石生的面颊 嗓音很低 带着不易察觉的焦躁 宝宝 你不会离开我的 对不对 不过是谈个话而已 段雨景又不知道受什么刺激了 回来之后 就一直不间断地吻着他 一遍遍地问石生 会不会离开他 从理智上来说 石生不确定 这段恋爱能不能走到最后 但现在这个情况 显然是 如果他的回答 不能让段雨景满意的话 他就会更加焦躁 亲吻也会更加暴烈 没办法 石生叹了口气 笨拙地回稳过去 用行动告诉了段雨景他的回答 不会的 不会分开 在感受到石生的回应后 段雨景正了正 随即更加用力地回稳了过去 稀薄的空气中 他们犹如两尾互相交缠 靠着双方身上仅存的温度活着 即将溺斃的鱼 等终于分开的时候 石生下意识伸出手 只摸了摸自己的唇瓣 这次段雨景很小心 至少没把他的嘴唇弄破皮 但是 石生抬眼偷偷去了段雨景一眼 在男人淡色的唇瓣上 发现了几道细小的伤口 瞬间就开始心虚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他是第一次回稳 有些不知轻重 也是很正常的 石生咳嗽两声 最终还是坦然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主动说道 我给你涂点药吧 说着就要去抽屉里拿药膏 结果还没动作 就被段雨景拦了下来 男人粗糙的指腹 碰了碰自己的唇 眼底划过一丝异样的神采 轻声道 不用 小伤而已 话音落下 他盯着石生看了一会 那些挥之不去的焦躁 总算散了些 察觉到段雨景周身气息 重新变得平和之后 石生松了口气 主动抱住段雨景的腰 将头靠了过去 无声的安抚 石生原本想问下 他和许廷川在里面都聊了什么的 但看段雨景现在的状态 石生还是决定先不问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 能让段雨景焦躁成这样的 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 他觉得自己 现在就像是在抚慰一只 特殊时期暴躁的大青犬 过了大概五分钟左右 段雨景主动将石生放开 男人眼眸温和 在石生面颊上 轻轻印下一吻 沉声道 抱歉 有些失控了 没事啊 石生笑眯眯地追过去 蜻蜓点水般吻了一下 说道 你不开心能来找我 我很高兴了 听到这话 段雨景拉动手杀的动作 顿了一下 而后轻笑出声 好 他抬起手腕看了眼表 从现在开始回盛景 还赶得上上班时间 段雨景不再废话 直接将石生送了回去 盛景门前人来人往 为了避嫌 他们没有在外面 搂搂抱抱 石生竟直上了楼 今天来得算晚了 石生刚坐回宫位 旁边桐莲就忽然 一脸沉重地看着他 石生 怎么了吗 桐莲眯起眼睛笑了下 宝宝 你嘴巴肿哦 好明显的 石生 他火速转过脸 你看错了 说完便手忙脚乱地 从包里摸出药膏图上 靠 本来以为不痛了 就没那么明显了吧 那岂不是许廷川也看见了 石生深呼吸 决定先把这件事放下 不然之后 这道坎就永远过不去了 只要自己不尴尬 那尴尬的就是别人 怀抱着这个至理名言 石生看着沉下心来 打算把自己 拖了一个上午的稿子画完 结果刚打开电脑没多久 手机忽然叮当一声响 石生打开来看了一眼 果不其然是段雨景 发过来的消息 宝宝 可以连麦吗 看到这句话后 石生下意识去瞥了眼时间 距离他们分开 刚过去了五分钟 石生 这么黏人的妈断总 他想了想 心说连个麦而已 又没什么不好的影响 于是动动手指回复了 等我拿一下耳机 不知道为什么 拿出蓝牙耳机的石生 突然就有些心虚 他左右看了看 确定没人再看自己后 这才安心拨通电话 结果没响两声 就被挂断了 石生正愣了一会 扣了个问号过去 对面段雨景回得特别快 不要电话 要视频 石生竟然从这段文字里 看出了委屈 行吧行吧 视频就视频 谁叫他宠段雨景呢 石生把手机放到工位上 比较隐蔽 又刚好能照到他脸的位置 将视频电话拨了过去 这次 段雨景很快就接通了 画面中 段雨景坐在老板椅上 背后是巨大的落地窗 看得出楼层很高 落地窗外是干净蔚蓝的天空 男人眉宇微微醋着 再看到石生后才 稍微舒展开 石生往后边看了眼 确定没人注意自己之后 才敢伸出手 在几本书的遮挡下 小心翼翼地抬手打招呼 段雨景看着 觉得有些好笑 问道 我是什么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 瞎说什么呢 石生扬怒 认真道 我不允许 你这样做见自己 段雨景笑起来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遮得这么严实 打个视频 还要把我藏起来 听到这话 石生左右看了看 然后身体靠近手机屏幕 小声说道 因为我们在搞办公室练情 亲爱的段总 说得煞有其事的模样 段雨景无奈摇头 我们都不是一个办公室的 那又怎样 石生严肃道 打工人打工魂 打工人谈恋爱 都是办公室恋情 说着 石生思考了一会 又说 但你也可以换一个角度 来解读我这样的行为 是什么 段雨景很捧场地问 石生嘴唇抿了抿 然后仰起来 露出一个看起来格外甜美的笑容 神神秘秘道 我把你藏起来 不正是因为 你是我需要好好珍藏的宝物吗 可不能叫别人发现了 段雨景扬眉 表示自己勉强接受了这个解释 成功把男人哄好后 石生松了口气 坐直身体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 话累了 他抬头揉了揉后脖子 伸手去垢桌上的保温杯 结果一转头 就看见童帘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那双眼睛霹雳啪啦闪着火花 无声地激动 石生 大可不必如此兴奋 在这段时间中 石生这才算是真正意识到了 段雨景所谓温柔成熟的人设权 不 都 是 假 的 真实的段雨景 其实就是一直有分离焦虑的年人大狗 分开不到五分钟 就会开始焦躁不安 一直不间断地给他发消息 或者干脆先憋着 等再次见面的时候 一次性轻垢本 每次都能把石生轻得整个人 晕晕乎乎 全身脱离 他需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把段雨景给哄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段雨景和小七挺像的 都是表面看起来威风凛凛 实际上半点都不能离人的犬系动物 酒局外 石生好不容易才挂断段雨景的电话 松了口气 童帘从拐角处走出来 帮石生整理了一下袖子 随口问道 又在和你家段总打电话 嗯 石生硬了句 童帘嘖嘖称奇 没见过哪个男人 能离人成这个样子的 声声 你都不嫌他烦吗 文言 石生看了他一眼 说道 离人是什么不好的习惯吗 反正我不觉得 童帘 你不会觉得自己 没有私人空间了吗 不会啊 石生对着化妆镜 将被擦掉的口红重新补上 我觉得挺好的 你不觉得他这样还挺可爱的吗 童帘仔细回忆了一下 慢慢道 适当的离人倒是没什么 但到你家段总这个地步的 多少有点魔证了吧 你今天陪着老板出来应酬 段余景 应该放心不下吧 文言 石生唇角抿出一个颇有些心虚的笑 低声道 其实我没告诉他我来这里了 话音落下 童帘立刻露出敬佩的神色 好好好 你就没想过 要是被抓包了 会是什么下场吗 不会吧 石生犹豫着想 只是一个酒局而已 大家一起吃吃饭 顺便谈点生意 而且 老板知道我的情况 会帮我拦着点酒 而且 石生化了淡妆的脸上 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 而且我觉得段余景 也没那么小心眼 酒局而已 还能不让我去吗 刚说完 石生的手机就响了 似乎是察觉到不对劲 段余景 发来了短短两个字 在哪 石生顿时一阵慌张 然后慢吞吞回复 就在公司加班 嗯 加班到什么时候 需要我来接你吗 不用了 到底我能自己打车回来的 说完还怕显得不够真诚 发了一个 青蛙举爱心的表情包过去 段余景回来得好 不知道姓没信 石生心里嘀咕着 总归段余景 现在也在骑士加班 哪里能知道 他去参加酒局了 这场酒局 老板是希望拿下 和某科技公司的技术合作 力求让链 与兰安的技术 更加灵动丝滑 很正常的酒局合作 定的也是非常正规的 五星级饭馆 绝对不会存在那些 花里胡哨 奇奇怪怪的酒局 把妹问话 他们工作室的老大 不仅是个正经人 还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自己和段余景有关系 就更加不会 把他推进去了 所以 这真的只是一场 很普通的酒局 但不知道为什么 在收到要陪老板 出去吃饭的消息之后 时生下意识 就选择了隐瞒段余景 可能是因为确立关系以来 段余景那超乎常人的掌控欲 让时生在面对 这件事情的时候 本能地选择了 最趋利避害的应对方式 段余景发起风来 他是真的招架不住 但是好在这个可能性 暂时不存在 时生整理了一下头发 和童帘抱在一起 冲了会店 反正段余景见不着他 怎么会知道 他在这里参加酒局呢 时生自信满满地 跟着老板进了饭店包厢 老板看起来非常紧张 他转头对时生和童帘说道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大生意 你们记住 进去之后 吃相优雅一点 不要给我丢脸 时生认真点头 童帘疑惑 难道我平常吃饭的时候 不优雅吗 老板沉默过后 递给他一个无法言说的眼神 童帘忽然就感觉 自己被侮辱了 但是又没有足够的整局 他们推开包厢门 在里面看见了等候的合作方 时生条件反射般 露出职业假笑 紧接着 他就在一众谢顶啤酒度的合作方中 看到了一张格外年轻的面孔 在大家都规矩坐在椅子上 对这次会面 秉持最高的敬意的时候 他翘着二郎腿 带着大金链子 靠在椅背上 吊儿郎当地玩着手机 是王端 时生不着痕迹地一开视线 我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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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下一秒 不远处传来王端热情的声音 时小姐 时生 这个称呼 还怪陌生的嘞 没听过 应该不是喊他 正要装作没听见 谁知道刚转过头 就对上了自家老板炽热的目光 时生觉得他看自己的眼神 就像再看一早就准备好的秘密大杀器 老板搓着手 时生啊 没想到你还认识王家的公子 时生僵硬地扯了扯唇角 想说自己不认识 但王端 此时已经凑到他面前 脸上挂着热情的笑容 早说时小姐会来啊 我就可以提前换身好看的衣服了 说着 就殷勤地把时生带到位置上坐下 时生脸上的笑容都快挂不住了 怎么就忘了呢 王端他们家里就是科技发家的 时生微微皱起眉头 趁着别人看不见 面无表情地瞪了王端一眼 你怎么在这 王端一脸无辜 被大人拉着来尝试面啊 说着 就往对面人堆里一台下巴 看到了吗 那个啤酒度最大的就是我爸 时生 他一开目光 说道 你离我远一点 王端眼底划过一抹奇怪的神色 接着又很快恢复正常 他往时生边上一座 手里端着红酒杯 笑道 时小姐 前段时间 齐也看起来失魂落魄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王端有意无意地问 我记得他和你刚分手那会 也没有这么丢魂啊 王端这人 虽然大部分时候都不靠谱 但好在这个时候 注意控制了音量 说话的时候 没叫不远处那些人听见 练语兰安工作室的老板 正在跟河座方攀谈 似乎是说到了时生 老板满脸喜色地转过头来看他 然后露出一个格外兴奋的笑容 时生默默收回视线 重新和王端对视上 心说能不丢魂吗 他这次可是和齐也他亲大哥搞上了 这是硬要说的话 也是挺炸裂的 但再怎么样 也都已经是既定事实了 反正时生不改 这么想着 他就淡淡说了句 他丢魂跟我有什么关系 时生从桌上摘了颗 轻蹄下来丢进嘴里 慢条思理地咽下去之后 这才抬起头 一双精亮银润的眼睛看着王端 问道 为什么每次我们见面你 都要提齐也 王端愣了愣 正琢磨着 找个怎样的理由 时生盯着他看了一会 从对方犹豫的神色 和欲言又止的状态中 扎没出一点不对劲来 你不会是喜欢齐也吧 话音落下 场面凝制了几秒 好半场 王端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露出嫌恶的表情 你在想什么 我铁直 王端颤抖着手 去碰桌上的红酒 想着给自己缓过劲来 时生看了他一会 又不在意地收回视线 哦 不是啊 其实是也无所谓 反正都和他没有关系 旁边的王端被这一句话 恶心地差点吐出来 喝了半杯红酒压惊后 又转过头来 自证腔圆地再次强调 我永远不会 永远 不 会喜欢齐也那个死畜生 啤酒度很大的合作方 不知道从哪窜了出来 一脸迷惑地看向王端 什么 你喜欢齐也 王端 爸 啤酒度很大的合作方 仔细想了想 说 别搞的人进阶之就行 丢脸 王端 草 合作方说完就转头看向时生 脸上带着慈祥的笑 你就是我夫人经常提到的时生吧 今日一见果然讨喜 小姑娘长得真好看啊 原本因为见到 王端不开心 所以板着一张死人脸的时生 立刻熟练地挤出 长辈最喜欢的甜美笑容 谢谢王先生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他们 今天要讨好的合作方 时生和不远处 站在老板身边的同联 交换了一个视线 随后便熟练地 和王先生攀谈起来 旁边 被忽略了得彻底的王端 满脸绝望 他继次试图插话告诉他们 自己一点都不喜欢 齐也那个狗饼 甚至看到他就想吐 但他爸和时生 从练与兰安的发展前景 聊到了这款游戏的受众群体 画密得很 完全没给王端插进去的机会 他在原地用力攥着酒杯 然后果断掏出手机 给远在旗宅黯然神伤的旗也 发过去傻逼两个字 好不容易等到 所有人都开心落座了 饭局正式开始 时生和童连坐在一起 在老板边上 当着不用说话的吉祥物 然后矜持又快速地 往嘴里塞东西 反正那些老板都上年纪了 不怎么吃东西 这一桌子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给他们这些小备点的 他们不吃就没人吃了 童连幸福的大块朵仪 还没望老板 来之前告诫他的要优雅 结果吃着吃着 他忽然察觉到一股凉气 童连抬头 正好看到对面的王端 他正冷着一张脸 死死盯着这个方向 童连满脸疑惑 艰难咽下嗓子眼里的食物后 凑到时生面前问 那大少爷 怎么一脸死了老婆的丧气样子 不知道 时生随口说着 然后低头喝了口水 不远处老板 正在跟河座坊谈事情 时生窝在角落 偶尔去给他们添茶 等他们聊到信头上 也就不再需要时生伺候了 他窝在角落里 正想着躺好消失的时候 兜里的手机忽然响了 几乎是瞬间 时生脑子里的闲崩紧了一瞬 犹豫几秒钟后 他拿起手机看了眼 果不其然 是段雨景发过来的消息 时生觉得自己 在和段雨景有关的事情上 还是非常敏锐的 他点开对话框 再拿 很好 连句号都没有了 一般段雨景 像这样冷漠地 发两个字过来 并且没有加上 亲密称呼的时候 都表示 他现在正在生气 时生决定先顺毛 再陪老板出来应酬 很快就结束了 真的 只是吃个饭而已 段雨景 那为什么一开始 不和我如实说 时生非常老实 我怕你生气 对面的对话框 沉寂了会 没有立刻发消息过来 时生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没过多久 段雨景 地址 时生盯着这两个字 看了一会 然后果断决定 打马哈哈过去 时生 我很快就结束了 欧哥哥 接着附带一个 卖蒙表情包 两秒钟后 段雨景 发了一串省略号过来 时生莫名 从这串符号中 看出了些许 圣人的压迫感 他不敢再回复 把手机扔进了兜里 只能期待 九局快点结束 让他能早些回家 安抚暴躁的大行权 但这些领导 谈事情 总是能谈很久 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 都能拎出来 扯个几十来句话 这就导致 九局总是会拖很久 因为他们时不时 还会把话题 拉到时生身上来 所以 他也不能和同年一样 中途找借口开溜 接下来整场九局 时生都胆战心惊的 但出乎意料的是 一直到九局结束 都没有出现 他以为的段雨景 一脚踹开包厢门 把他从座位上 拎出去的玛丽苏场景 跟随老板从包厢出去后 时生不着痕迹地松了口气 看来 今天是没有大问题了 段雨景应该 可能 也许 也没有那么的生气吧 他拒绝掉老板要送他回家的邀请 正准备打个车回去 手机忽然叮当一声响 段雨景 来地下车库 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 时生谨慎地发了句 你真是段雨景吗 要是被骗到地下车库 嘎腰子就不好了 对面再次发来三个点 最后段雨景 直接发了段视频过去 确定里面的人是段雨景 时生这才放心 往地下车库的方向走 与此同时 刚从饭馆里出来的 王端手里举着电话 满脸都是烦躁 想骂你就骂了 还要挑日子吗 去找时生 我他妈没见过你这么甜的 都分手了还 行航行 带你去 王端挂断电话 转而播了个视频过去 随即抬起头看向远方 刚才时生好像是 去了地下车库 我怎么知道他现在在哪 我这不是正在帮你找吗 你别催啊 你越催我就走越慢 昏暗的地下车库内 王端举着手机 觉得胳膊都开始发酸了 他一边嘀咕着 该不会是最近纵欲过度 有点虚了 一边盘算着 回去再叫下人 煮点撞扬的汤来喝 因为前段时间 发生的恶心事情 王端怕自己看到 齐也的脸就想吐 于是坚决不去看他的脸 因此也没看到 齐也那双种的 跟核桃一样大的眼睛 自从那天被段玉瑾 用鞭子抽了一顿狠的之后 他就再没有出过门了 一是因为背上的伤势在严重 二就是 心里实在太难受 齐也那天刚被允许 从祠堂出来 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跪到段玉宁面前 忏悔自己的过错 并试图劝说段玉宁 重新把自己和师生 撮合在一起 当时段玉宁气得 差点没把他重新 撵到祠堂 再挨一顿打 从这个时候开始 齐也就明白过来 这个家里 恐怕是没人和他 站在一条线上了 他决定自己争取 在得知王端被他爸 拎着来参加酒局 并且还是跟盛景合作的 酒局之后 齐也立刻就把对话矿里 一大堆辱骂王端的脏话 删除得一干二净 转而发了另一句话过去 把视频 快 秉持着想看热闹 顺便看齐也出丑的心思 王端答应了这个请求 举着手机进了地下车库 王端往自己嘴里 塞了根棒棒糖 这鬼地方还怪阴森的 话说 你看得清吗 说着 他便试图打开手电筒功能 不用 齐也咳嗽了两声 声音嘶哑 就这样吧 我能看清 王端也没抢球 行 话说你这次 怎么颓废成这样 不就是失恋吗 天涯何处无方丑 野哥 你着实没必要吊死 在石生他一棵树上 他说着 唇角的笑容愈加扩大 齐也声音阴冷 你很开心吗 我上次在酒吧的照片 是不是你发给他的 文言 王端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说什么呢野哥 我是那种人吗 他笑起来 声音清朗 没有证据的事情 可不能瞎说 齐也冷冷抬起眼皮 终于还是什么都没说 没关系 他想 他还有机会 以前的事情 他可以既往不救 至于以后 齐也钻井掌心 段宇景 一个快要三十岁的老男人 有什么好的 整日里只知道工作 一天下来 能赔石生多久 相比之下 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竞争力 勉强把自己给安慰好后 齐也松了口气 重新抬眼看向屏幕 空旷昏暗的地下车库内 又因为是隔着屏幕的缘故 视野范围极其有限 原本安静的 落真可闻的空间内 忽然传来一些奇怪的声响 齐也忽然焦躁起来 什么声音 手机另一边 却没有立刻回答 王端的表情有些古怪 两久才露出一个笑来 对于常年泡在风月场的王少来说 这声音实在太熟悉了 他咬碎棒棒糖 含糊道 估计是对野鸳鸯躲在这里 呃 动静还不小 王端百无聊赖地 踢着地下车库 有些凹凸不平的地面 继续往前走去 屏幕另一端 齐也却皱紧了眉头 为什么感觉这声音 有点耳熟 王端并不知道 齐也正在想什么 他忽然起了点恶趣味 抬腿想去看看声音的发源地 潮湿的水声响起 耳朵有些发麻 不知为何 王端的脚步忽然慢了下来 离声音发源地越来越近了 他忽然有些心慌 说不出来的 思存良久后 王端干涩着嗓音开口 要不就算了吧 好像也没什么好看的 嘴上这么说 他脚步却还没来得及停下 一个转弯 王端便来到了地下车库 较为隐秘的拐角处 低调的黑色跑车停在里面 车窗摇下来 驾驶座上的风景一览无余 事断雨景 而被他按在怀里亲吻的 王端嘴里的叼着的棒棒糖棍掉在地上 半秒过后 他才慢慢拍地想要把手机摁面 但手机刚转过来 王端就看到了齐野铁青着的脸色 他手机像素不错 齐野肯定完全看清楚了 王端一时间 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 他愣愣地站在原地 险些忘记离开 就在王端不知出于何种心理 想要凑上去看仔细些的时候 段雨景忽然抬眸看了过来 漆黑的眸子带着点诗意 凌厉又锋锐 往日端着的温润被禁束玻璃 如同一把开了刃的匕首 王端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 段雨景冷冷看了他一回 而后将车窗按了上去 什么都看不到了 王端喉咙动了动 无法抑制地想到了 石生被吻到泛红的面颊 好漂亮 他艰难地吞咽了下 缓了好几分钟后 这才重新看向手机屏幕 视频电话不知道什么被挂断了 远在郊区半山腰上的齐宅内 齐野发着风 将房间里所有东西都给砸烂了 他一遍遍打着石生的电话 但出现在他耳边的 一直都是冰冷的机械女生 抱歉 宁波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冰冷的提示音在房间内响起了几十次 齐野这才木然地按下挂断键 车厢内没有开灯 地下车库本来就光线昏暗 石生闭着眼睛 一切感知都在被不断碾磨着的唇上 段雨景今天似乎的确是气狠了 轻得格外重 石生有些喘不过气 他费了好大功夫 才把两人拉开一段距离 刚才 是不是有人 没有 段雨景哑着嗓子回答 石生不信 他奋力推开面前的男人 双手撑在段雨景肩膀上 大口患着气 段雨景一直看着他 眼底墨色翻涌 看出了他压根没满足 石生深呼吸 力求让自己看起来有些威慑力 不准再轻了 好痛 他吸了吸鼻子 这次你至少要发我八千块 不赦账的那种 段雨景笑了 粗糙指腹摸着石生的洁白细腻的下巴 说道 宝宝 这是惩罚 没有钱给你 下次去做什么 要和我说清楚 段雨景闭了闭眼 最后将头埋到了石生肩膀处 低声道 宝宝 我下午在你公司楼下 等了两个小时 我没找到你 段雨景知道自己有些不正常 毕竟哪有正常的人 会因为两个小时 没见面就发疯成这样 但他控制不住 段雨景从小就生活在 父母的高度期待下 精神如绷紧的闲 他的一举一动 都必须遵循其家所谓的规矩和理法 比起从小被放养被宠爱的齐野 生活在高压环境下的段雨景 心理状况其实并没有多健康 恋爱后更加明显 无时无刻的焦躁 萦绕在段雨景周围 只要离开石生 便会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 害怕他会悄无声息地抛弃他 然后离开 男人粗糙的指腹 在石生面颊上妈撒着 他眼底漆黑 充斥着他看不懂的情绪 段雨景声音低沉 带着点不易察觉的 对自己的厌气 宝宝 你会觉得我很烦人吗 话音落下 车厢里安静了几秒 石生抬眼看着面前 浑身充斥着不安情绪的男人 心脏抽了抽 其实 通过这些天的相处下来 他对段雨景 多少有了点更深层次的了解 石生不知道 其他人面对这样堪称窒息的相处方式 是怎么处理的 但他自己其实觉得 没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 刨除掉段雨景强大的占有欲和掌控欲 他其他地方都做得非常完美 没有任何能智慧的地方 哪里有完美的人呢 既然享受了段雨景的温柔细心 那理所当然就要接受他的一些小瑕疵 石生不觉得段雨景烦人 他抬头 动作轻柔地吻了吻段雨景的唇半 性谋亮晶晶的 眼底迎着点灿烂的笑意 又在瞎想什么呀哥哥 我为什么会觉得 你烦人 听到这话 肉眼可见的 段雨景震了一下 他直直地看着石生的眼睛 确定他没有在撒谎后 神色罕见地露出些茫然 段雨景哑着嗓子 不烦人 石生歪了歪头 你整天都在胡思乱想什么呀 你是我男朋友啊 你当然有权利管我在哪里 做什么事情了 他将两人稍稍分开了点 挨得太近了 说话都有点不利索 石生掰着手指头 一向相署过去 查岗 报备 随时打视频 问我在哪里 在做什么 吃的什么穿的什么 只要你想知道的 直接来问我就好了 女孩语气有点蛮横 这都是你身为我男朋友的本质工作呀 虽然我有时候不一定会说真话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是觉得你烦了 我只是有点心虚而已 说完 石生观察着段雨景的神色 再次重申道 你听明白了吗 段雨景何止是听明白了 他手都在微微发抖 闭眼深吸一口气 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段雨景低下头来 不间断地轻轻着吻着石生 嘴唇都在发抖 那些害怕被嫌弃 被抛弃的情绪 随着面前女孩的话音 一点点消散 缓了许久 他才重新开口问 真的 石生再次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肯定是真的了 他完全笑 伸出手捧住段雨景的脸颊 稍微用了点力 然后看着段雨景 被挤得微微嘟起来的嘴唇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安心啊宝宝 我爱你 你做什么都可以哦 石生语气格外俏皮 你还要亲吗 虽然我嘴巴已经有点肿了 但如果你想要的话 野鹅不是不可以 段雨景 他没说话 只目光沉沉地盯着他 片刻后才俯下身 轻柔地吻了上去 唤起的间隙 石生被吻得迷迷糊糊 似乎听到外界 响起一道低沉的声音 带着庆幸 谢谢 弯月高悬 繁星点缀 夜晚的惊事依旧热闹 穿过香气扑鼻的夜市 和明亮的商业街 大约晚十点的时候 他们才返回家中 段雨景今天心情大起大落 英俊的面庞上 透着点疲惫 到了 我送你上去 嗯哼 下车后 石生主动牵住他的手 嘴里哼着轻快的曲子 往前走去 看着两人交叠在一起的手掌 段雨景愣了片刻 眼神逐渐柔和下来 钉 电梯门打开 石生打开房门 换鞋进去 重新转过身 就发现段雨景 正站在门口看着他 既不说话也不走 就那样安静地看着 走廊上暖黄的灯光照下来 将男人线长平直的睫毛 拉出阴影 段雨景长相贵气 这样目光平和 安静地看人的时候 有点像贵气慵懒的免婴猫 石生眨了眨眼 迟一片刻后 犹豫着问道 要进来坐坐吗 段雨景同人微微一颤 他闽纯露出一个弧度很小的微笑 可以吗 看着他的表情 石生猜测段雨景 应该是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 所以有些缺乏安全感 他心底瞬间他陷了一块 说道 当然可以了 石生从鞋架上 拿出另一双崭新的拖鞋 换上这个进来吧 段雨景垂下眼 遮盖住眼底的神色 好 谢谢 我们之间说什么谢谢啊 石生心情轻快了些 走进客厅深处 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嗯 段雨景硬下来 换鞋走了进来 他转过身 伸手把门板关上 走廊暖黄的光 被彻底隔绝在外 玄关处光线冷白 照在段雨景脸上 有种无机制般的冰冷 但等后方脚步声响起 石生重新出现在他面前后 那冰冷又转瞬消失不见 段雨景重新恢复成 往日温和儒雅的模样 低声说了句谢谢 石生觉得 现在的段雨景很可爱 稍微有点呆呆的 说话做事也比平常慢几拍 他拉着段雨景 在沙发上坐下 拍了拍他的手 饿了吗 我去给你下面 段雨景笑了笑 的确没吃饭 但我不太想让你下厨 我去吧 石生摇头 我不要 我煮面很好吃的 你今天等我两个小时 累了吧 面很快就煮好了的 花音落下 段雨景坐在沙发上 半嗓没有开口说话 许久之后 他才慢慢道 宝宝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怜 石生一正 随即老师点头 是有点 所以你要乖乖坐好 等着时 小姐去给你煮面吃 段雨景没音这句话 他轻笑一声 那看在我这么可怜的份上 宝宝今天不能留我在这里过夜吗 过夜 石生在心底小小的纠结了一下 倒也不是说 不想让段雨景在这过夜吧 主要就是 自从他们确认关系之后 段雨景就经常逮着他亲 还亲得又深又重 每次都能给他亲得吐露皮 石生警惕地盯着他 哥哥 你很危险哦 文言 段雨景微台没烧 露出一个极为温和无害的笑容 为什么会这么想 石生继续警惕 你自己心里清楚 段雨景张了张纯 最终垂下眸子 瞬间就变得楚楚可怜起来 他本就生了张好皮囊 笑起来的时候温润如雅 若要仔细扮起可怜来 也是得心应手 明亮光线下 今日本就情绪低落的段雨景局促 坐在沙发上 一米八七的个子 趁得矮沙发更加小巧 他坐在上面 长腿伸展不开 手里用力握着玻璃杯 因为紧张和失落 手指在玻璃杯上轻轻抹扎着 石生不过是抬眼仔细看了一下 瞬间就沦陷进去了 不过就是在这睡一晚 说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是睡床 又不是睡他 段雨景都这样了 他能有什么坏心思 石生心一横就点了头 你要留下来睡 其实也不是不行 话音落下 段雨景抬起头来 却认道 真的吗 当 当然了 石生没出息地盯着段雨景的脸 保证道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段雨景又不说话了 突然想起 自己今天下午就骗了他的石生 他咳嗽了声 声音地岔开话题 我给你收拾屋子去 说着就要转身离开 段雨景也谋闪了闪 忽而开口 为什么要收拾屋子 我不能和你一起睡吗 石生脚步顿住 好半赏他才重新转过身来 不可思议地问道 你到底在想什么啊 你和我睡一起 不就是想要占便宜吗 段雨景表情平静 反问道 为什么不行 他专注地看着石生 那双漆黑的眸 指印着石生一个人 你明明才和我说过 身为男朋友 我对你做什么都可以 你说 我有很多很多的权利 那么现在 我想和你睡一张床上 就不是我应该有的权利了吗 石生 头一次有种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的感觉 两相对望着 不知过了多久 最终石生 还是无奈地允许了段雨景 进自己卧房睡觉的要求 因为段雨景和他保证过了 说他是正人君子 绝对不会干出 随意轻薄他的事情 石生信了 段雨景狡猾得厉害 他是说 绝对不会干随意 轻薄他的事情 但架不住将近三十岁的男人 风韵犹存 仗着自己有张好皮囊 睡前就穿了个宽松的袍子 在石生面前乱晃 坠着水珠的凌乱湿发 英俊锋利的五官 眼睫潮湿 眸色漆黑 袍子的胸前是开刹设计 将大半胸膛都暴露出来 走动间那什么若隐若现 石生钢铁般的抑制 不断受到敲打 内心十分之煎熬 最后反而是他先做出了 随意轻薄段雨景的事情 石生掀开的头 最后被轻哭的也还是石生 而段雨景 这个狡猾的男人 他一脸艳足 躺在床上把石生揽在怀里 轻轻哄着 这下轮到石生可怜巴巴的抽烟着了 他觉得自己完全是被美色给迷惑住了 蓝颜祸水 他以后绝对不能再被这种 低级的勾引手段拿捏住 石生一边决定 回头在视频软件上 多刷几个帅哥骚男 一边泪眼迷蒙地 把手放在段雨景胸前 嗯 软的 舒服 一日大早 石生睁开眼睛后 就自己偷偷摸摸地起床了 捏手捏脚地从床踏上下来后 他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 然后洗漱 连早饭都没做 就匆匆出了门 石生觉得自己短时间 是不会想看见段雨景了 毕竟每件一次都能想起 自己被诱惑到犯下错失的倒霉场景 简直丢脸 等坐在出租车上后 石生才敢拿起手机 给段雨景发消息 镇今天不打算重信你了 你做好一整天都见不到我的准备吧 石生 若爱飞下次再使这种低级的勾引手段 镇是绝技不会再原谅你了的 发完 他松了口气 打开手机视频软件 搜了几个关键词标 签刷了起来 都好看 好看得不得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都少了点味道 可能是因为他们 不会和段雨景一样 亲自敞开胸口 来勾引他吧 想到这 石生沉默了一会 重新关上手机 打算好好进化 一下自己污浊的心灵 到达公司后 石生刚推开门 就察觉到 不少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他脚步顿了顿 然后细以为常地 回到自己座位上 今天石生来得早 童连那个迟到大户 果不其然没在工位上 他自己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坐着 正准备先点个外卖吃吃 就看见旁边有人 小心翼翼地凑了过来 那个 石生 听到声音 石生把头抬了起来 看着面前这个 没说过几次话的陌生同时 他习惯性露出友好的笑容 有什么事吗 那同事似乎有些紧张 盯着石生看了好一会 才红着脸 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们 那个 那个张某某 昨天晚上已经被辞退了 听到这个名字 石生还愣了一会 过了几秒钟之后 才想起来 是之前那个在车上 给他造黄瑶的那个恶心男 他安静了一会 然后礼貌地说道 哦 我知道了 谢谢 成功把这个消息送出去之后 同事这才松了口气 准备离开 看起来 倒像是完成了 见什么重要的任务一样 石生没太关注他们 而是低头百无聊赖的 玩着工位上的桌大 不用想都知道 是谁做的事情 他盯着手机看了会 正琢磨着 要不要给段雨景发个消息 就看见手机顶端 但出了一则消息 昵称是一个句号 看起来格外装逼 验证消息只有简单一句话 但信息量巨大 挺有本事 小小年纪 把整个精识都掉遍了 你知道王家那个叫王端的 也喜欢你吗 是吗 我之前的确不知道呢 但你现在和我说了之后 我就知道了 谢谢啊 不过姐这么好看 谁喜欢姐都是 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其实也没觉得多惊讶 发完这些之后 石生果断把这人的联系方式 拉黑删除 开玩笑 这种一看就是来贬低他 来骂他的人 还有什么留着的必要 通过之后给他骂一顿 当然是要火速删好友啊 难不成还要给他 留发灰的余地啊 也不管对面那人 是不是气炸了 石生关掉手机 就开始画稿 等一个上午的工作结束之后 他这才重新拿起手机 果不其然 他的好友申请 已经被家暴了 对方应该是 换了很多不同的小号来家 一开始的好友申请 为了伪装 说话语气还算客气 但到后来 他见石生一直不通过 便猜测 肯定是事情暴露了 在好友验证里破口大骂 但看得出来 对方应当是有些涵养的 骂人从来不带脏字 透着点奇怪的笨拙感 石生盯着这些好友申请 看了一会 莫名觉得 这人还挺有意思的 于是朝旁边 童连问了句 一到一百选个数字 童连忙着收拾东西 去食堂干饭 随口说道 三八 听到这话 石生找到 第三十八个好友申请 通过 他非常有礼貌地 发了个小猫举话说 Hello的表情包 对面可能是一直在等 石生通过好友申请 几乎是消息发出去的刹那 对面就十分之迅速地 扣了个问号过来 紧接着就是一串很长 文字密密麻麻 挨挤在一起的对话框 你什么意思 发完那些话就删好友 闹肿 不敢直接对线的 闹肿胆小鬼 你等着 等本小姐能出来了 找到你的地址 肯定跟你线下 battle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 整天就是在齐野 那个王八蛋认识的人 里面打转勾引 看别人 被你勾住 你很高兴是吗 脏 脏死了 一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就犯了些 一想到王端那个蠢货 也喜欢你 我就生理性呕吐 石生一个字一个字的 把这串话看完 然后露出一抹笑容 对面是个女孩 她竟然还觉得挺可爱的 这么一场创画 竟然真的一点脏话 都没看到 哦对 说齐野王八蛋不算脏话 说王端是蠢货 应该也不是特别算 石生王以背上一靠 嗯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对话框上方 对方正在输入中 的字样忽然消失 几秒后 对面又扣了个问号出来 你眼瞎 石生 我两只眼睛 视力都是5.0哦 这句话过后 对面久久没有发消息过来 石生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就切出去 给段宇景发消息 告诉他自己 今天中午不回家后 那个用不知道 多少小号加他的姑娘 又发了消息过来 我能出来了 你在盛景市吧 出来见我 石生盯着这句话 看了许久 然后慢吞吞地敲字 不行 你太好看了 我出来见你会自卑的 对面再次沉寂了好一会 都没发消息过来 你是真眼瞎吧 出来 别让我说第二遍 看着他发过来的消息 石生是真觉得挺有意思的 好像还挺好玩 挺可爱的 石生最终 还是决定去盛景楼下等着 既然那小姐姐能找到 他的联系方式 那估计也是知道 他长什么样子的 他只需要在楼下 当蘑菇等一会就好 与此同时 赵家老宅 一名身高将近一米七 红发大波浪的女子 气愤地把手机 丢在了沙发上 烦躁地喊道 他到底是什么人 气死我了 说完 便狠狠瞪向沙发 另一侧拘谨坐着的女生 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真勾引了我哥和王端 林婉婉缩在沙发角落 头发乱糟 身上裸露出来的皮肤上 遍布细小的伤痕和轻肿 他眼底划过一丝极恨 而后缩着肩膀轻声道 是 是的 如果不是他刻意勾引 王少他们 怎么会看上这样家世的姑娘 赵书和双臂还胸 居高临下地打量了林婉婉一会 而后重新捡起手机 把他跟时生的聊天记录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最后又点进朋友圈看了看 目光在女生 白净漂亮的脸上 停留片刻 赵书和没说话 他重新关上手机 手指在胸前头发上卷了卷 目光沉沉地看向林婉婉 说道 你说得最好是真的 说完 赵书和拎起手提包 大步朝外走去 他是不喜欢时生 但和林婉婉那种 有手有脚 工作上有抄袭前科 还自愿被包养的女人比起来 他还是更讨厌林婉婉一点 从车库里 把红色法拉利开出来 赵书和单手握着方向盘 朝圣井的方向驶去 他倒要看看 这个时生到底是何方神圣 能把他哥和王端 兜兜迷得五迷三道 没个人样 时生下来之前 他自己会呃 还先跑去食堂买了一个煎饼 包的火腿肠和里脊肉 特大一份 他站在路边树下的阴凉地 小口小口地吃着 本来还以为会等挺久的 结果这一个煎饼 还没吃完一半 引擎声响起 大风刮过 面前忽然出现 一辆正红色的敞篷跑车 时生对这些都不太了解 但看驾驶座上 那个穿着抹胸小香裙 红发大波浪的美女 直觉这车应该挺贵的 那美女把墨镜 从鼻梁上抬起 上下打量了时生一回 用的是那种类似于 M国民girl看碧石的眼神 好一会才问 你就是时生 时生把嘴里的煎饼咽下去 然后点了点头 他举了举手里的煎饼 真诚发问 这个是我的午饭 我能吃完再上车吗 时生眼睁睁看着那美女 露出嫌弃的表情 翻了个白眼之后 又勉为其难地说了句 少浪费我时间 直接上来吃 时生眨了眨眼 这不太好吧 美女烦了 快点上来 都说了一句话 不要让我说第二次 时生顿了顿 然后老老实实地上车 给自己系好安全带 那美女重新戴上墨镜 转过头来看着她 我叫赵书和 是赵修勇的妹妹 时生还花了几秒钟 来回忆赵修勇这个人是谁 过了大概半分钟 他才想起来 慢吞吞道 原来是他的妹妹啊 时生问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赵书和一脚踩下油门 往前开去 语气很冲 我想来就来 你管得着吗 听到这话 时生识趣地没有再多问 就目前来说 这姐姐虽然脾气不怎么好 跋扈了点 但说到底 也没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 时生觉得自己 看人还是蛮准的 赵书和跟赵修勇不一样 时生看到后者 直觉就能感受到 他是个渣男 但看赵书和的时候 内心深处 却没生起半分的厌恶感 反而觉得 他这样有点可爱 时生安安静静地坐在车上 梅珍在这姐姐的车上吃煎饼 他用油纸 把煎饼包的严严实实攥在手里 确定不会有碎渣掉出来之后 这才放心 赵书和开车间隙 用余光往边上看了一眼 神情有些古怪 到底还是没说什么 法拉利在京市一家 很有名的五星级饭馆停下 下车 赵书和将包背上 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时生也慢吞吞打开车门 到这来吃饭 他心里嘀咕着 还怪大方的 赵书和在餐厅边上停下 转身正想 跟时生说两句话 然后就看到 他手里还拿着那煎饼 大小姐脾气顿时就上来了 你能不能快点吃啊 去这里吃饭你 带个煎饼 是什么意思 时生慢吞吞的抬眸 看了他一眼 也不生气 那行 然后就站在路上 开始努力解决煎饼 但他想错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煎饼个头挺大 时生胃口又小 吃了没一半就有些吃不下了 但时生觉得 初次见面 还是不要当着对方的面 浪费粮食的好 于是努力地慢慢吃 赵书和 他将头发撩起来 不是 你到底行不行啊 听见他声音 时生短暂地提升了点速度 认真说道 很快就好了 真的 声音含糊不清 赵书和心里憋屈得很 忍了半天都没想出来 些什么有攻击性的骂人词汇 他盯着时生吃东西的时候 鼓起来的腮帮子看了半天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时生已经把那一整个煎饼吃完了 他把油纸往垃圾桶里一扔 抛出纸巾擦了擦嘴 高高兴兴地走到赵书和面前 说道 我吃好了 走吧 意识到自己盯着时生 看了将近十多分钟的赵书和 他表情忽然变得很诡异 赵书和咬了咬牙 在时生靠过来的时候 猛然往后退了几步 然后恶狠狠到 慢死了 走 说完就转身朝着餐厅走去 看着他的背影 时生觉得有些好笑 听话地跟了上去 应该是提前订了包厢 整个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时生坐在赵书和对面 看了看四周 然后小声说道 我有点吃不下 你点自己要吃的 赵书和点餐的动作一顿 很想给你点菜吗 说完直接招来试者 点了几道自己爱吃的菜 试者弯腰一一记下 最后礼貌地问了句 还要什么吗 赵书和刚想说不用了 结果话音在嗓子眼里 转了圈又哽住 他不由自主地想到 在时生朋友圈里 看到的几张照片 是几道一看就知道 甜得能溺死人的甜品 旁边还有一杯椰子水 多大人了 还喜欢吃这种 都是脂肪 也不怕长胖 赵书和将菜脯举起来 眼睛上瓢落到时生身上 对面的女生坐得规规矩矩 她长得很咸小 发丝乌黑柔顺 面颊雪白 小臂搭在桌子上 鲜长的手指交叉在一起 活泼又轻快地点着 赵书和顿了两秒 才收回视线 慢慢道 再来一道提拉米苏 还有甜椰子水 听到这话 原本正在发呆的时生 慢慢眨了两下眼睛 然后抬起头来 性谋微亮 看向赵书和 赵书和摸了两下 手腕上戴着的保时链子 冷冷掀起眼皮 没好气道 泄气道 行吧 不给他吃 就不给他吃 等回家了 她让段余景做给他吃 餐厅上菜特别快 两人互相瞪着眼看了 对方没意会 就有适者来上菜了 基本都是赵书和喜欢的 她没搭理时生 自顾自地吃着 炙烤小羊排和蔬菜沙拉 提拉米苏和甜椰子水 是最后送上来的 这两样一出现 时生的眼睛 就扒在上面了 连赵书和都不看了 这个时候 赵书和饭也吃得差不多了 她抬眼看向时生 见对方一直盯着那道甜品 不懈地吃了声 心说就这破东西 有什么好吃的 也亏得他一直盯着看 赵书和欣赏了眼自己的美甲 懒洋洋说道 反正我吃不下了 这个就给你吧 花音落下 时生立刻眼睛一亮 伸手把甜点和椰子水 都扒拉到自己面前 谢谢大小剑 时生说着 就用勺子挖了一口塞进嘴里 赵书和从鼻子里哼出气来 靠在一背上 好争以侠地继续打量时生 看着看着 他心里不由自主地 想不得把脑袋都埋进去的小姑娘 真的有能力勾引住赵修勇和王端吗 听说段于景也是他男朋友 赵书和皱了皱眉 总觉得 现在在自己面前的小姑娘 和林婉婉跟他描述的那个狡猾 诡计多端的女人一点都不一样 甚至有很浓厚的割裂感 赵书和一下下点着手指 终于还是决定直接问出来 喂 听说你费尽心思去勾引了企业王端 还有赵修勇那个蠢货 是真的吗 听到这话 时生身体顿了顿 赵书和瞬间眯起眼睛 他这是什么表现 难不成他真的有意去勾引了这些蠢货 小姑娘年纪轻 还长得这么好看 和谁正正经经谈恋爱不是谈 去勾搭这些狼心狗妃的富家子做什么 愚蠢 赵书和抿了抿唇 眉间越压越深 正打算说些什么 就见对面时生抬起头来 女孩唇边还有点不小心沾上去的奶油渍 眼底是纯然的疑惑 时生真诚发问 我看起来很蠢吗 不然我为什么要去勾引那三个 不知道耍过多少女人 满脸纵欲过度 身体不知道虚成什么样的烂黄瓜 赵书和 刚才那么一场串话 赵书和听完后 好半嗓都没有反应过来 要说错了吧 好像也没有 毕竟这些个富家子弟的确是这样的德行 但要说对 那个傻逼赵修勇 好歹是他哥哥 被别人说成虚比 那这他能忍 还有王端 好歹也是以前识人不清时候的暗恋对象 赵书和沉默了许久 片刻后道 你说的对 他喝了口葡萄酒 红唇微敏 妆容精致的脸上露出些许疑惑的神色 赵书和看向石生 所以 你真的没有勾引他们 石生微微歪头 就像你说的 我又不瞎 他又不是没眼光 段宇景多好一人 他和段宇景 好好过日子不相吗 为什么还要去招惹 那几个屁本事 没有可能 还一身都是病的顽固子弟 石生觉得 那是脑子有包 才会干的事情 就比如那个林婉婉 诶 是有人跟你说了我的坏话吗 石生喝了口甜椰子水 如是问道 赵书和神情一将 看表情 应该是被戳穿后的尴尬 最终没好气道 你管得着吗 我就是来问问你 和别人有什么关系 石生笑了 哄着他 知道了知道了 他目光下移 落到赵书和的手指上 主动转移话提问 姐姐 你美甲在哪里做的呀 真好看 听到这话 赵书和手指缩了缩 面上露出些许傲慢的神色 他好整以侠地 把保养得当的手伸出来 这个可不是在普通美甲店做的 我让我爹地 请了国际一流的美甲师 上门来给我打造独一无二的款式 不然你以为那些杂门野店 能做出来这种 石生立刻点头附和 哇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 这美甲和我以前见过的都不一样 太漂亮了 好有设计感 这美甲和姐姐今天穿的衣服 颜色很大哦 姐姐审美好好 全身上下都很精致呢 好漂亮 不间断的夸奖 大大满足了赵书和的虚荣心 他咳嗽两声 娇惊 算你有眼光 赵书和抬起手来自己 欣赏了一会 没过一会 又抬起眼 透过指缝去看石生 画着细长眼线的眼睛轻轻一瞥 接着漫不经心地报了一串数字 我的电话号码 存上 微信号绑的也是这个 把我大号加上 石生放下勺子 很听话地添加了赵书和的电话和微信大号 还亮出手机屏幕 给他检查了一番 这番举动 很显然取悦到了赵书和 他唇角微微扬起一个弧度 很快又强行压下来 就这样吧 我看你也不是那种人 勉强让你做本小姐的跟朋友好了 赵书和单手拖着下巴看向石生 语调蓝伞 喜欢我的美假事吧 行 明天我让他来给你也做一个 记得看消息 正在吃甜点的石生 身体一顿 他茫然地眨了眨眼睛 啊 啊什么啊 你知道那美假事有多难约吗 要不是我出面 他还不一定乐意飞回国内呢 赵书和稍微抬起下巴 轻轻晃了晃 石生懂了 自己这估计是又抱上大腿了 身为抱大腿专业户 石生深知该如何表现 才能讨别人的欢心 立刻奉承道 原来是这样 太厉害了 我也能得到和姐姐一样漂亮的美假吗 赵书和哼了声 那当然 我都出面了 他赶不过来吗 石生声音甜蜜地说谢谢 低头把最后一口提拉米苏吃完 这种表面上骄纵 实则心底没什么坏心眼的附加千金 最好哄了 只要顺着他的心意 不说成为挚友吧 至少不会发展成敌对关系 再说了 被千骄万虫长大的女孩子 骄纵一点怎么了 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时不时还会爆金币 有什么好被讨厌的 正出神地想着 石生手机忽然响了 不用看都知道 肯定是段雨景发过来的消息 手机解锁点进去一看 果不其然是 段雨景 在哪 石生老老实实地发了个定位过去 段雨景 怎么在那吃饭 自己一个人去的 石生 不是 是赵小姐带我来的 赵书和 他人挺好的 还说要给我介绍美假师呢 接下来段雨景就没回了 不用猜都知道对方 肯定是在快马家边赶来的路上 石生遗憾地把叶子水一口干完 叹了口气 姐姐 我可能很快就要走了 正在央求爹地 把那名美假师带回来的赵书和 动作一顿 眼睛不爽地眯起来 为什么 我们才出来一个多小时 石生秀眉猝气 轻声说 我男朋友来找我了 文言 赵书和身体一顿 好办上 才表情古怪地问 男朋友 石生点头 对呀 这姐姐连他在哪都能找到 居然不知道他有男朋友 赵书和的表情更古怪了 你男朋友 不会是段宇景吧 是啊 石生石生道 还说 我以为你知道的 赵书和手指有些发抖 你真把那尊煞神搞到手了 他以为那是小道消息 是假的 怎么这姑娘来真的 他深吸一口气 你和段宇景在一起 是真心的 还是假的 石生睁大眼睛 你怎么能质疑我的真心呢 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句 我是真的爱他 赵书和 他哆嗦着 又给自己灌了口葡萄酒 好好 我倒要看看 那个温神对你怎么样 赵书和从小就跟段宇景不对付 现在这小子 装的是人母狗样 小时候可不是这样 赵书和还记得 自己以前因为不小心碰了段宇景一下 段宇景当着他的面 去洗了半个小时手的事情 简直是奇耻大乳 他冷着一张脸 跟在石生边上出了餐厅 没过多久 属于段宇景的车 便在路边停了下来 车窗降下 露出段宇景那张英俊硬朗的容颜 石生眼睛一亮 还没来得及说话 冷不丁就听旁边的赵书和开了口 段大少爷对女朋友也不怎么样吗 人生生连做个美甲都要我来帮忙 也不知道这么多钱 被段大少爷用到哪里去了 赵书和打开手机操作了两下 直接往石生账户里赚了十万 随后挑衅的抬眼瞥向段宇景 脑肿 连女朋友都照顾不好 一句话没说 莫名其妙得了十万巨款的石生 段宇景神情淡淡 没说什么 甚至没多给赵书和一个眼神 只看向石生 上车 花音落下 石生犹豫了一会 小声说了句稍等 接着就看向赵书和 钱我给你转回去吧 我自己有钱的 说完顿了顿 又到 而且段宇景对我也很好 谢谢你了 赵书和脸色很臭 显然是不相信 就这一个大冰块 能有什么好的 还有 钱也没必要还我 本小姐送出去的东西 就没有收回去的道理 十万而已 小数目 十万而已 小数目 石生神情僵硬了一瞬 深觉人与人的禁地 果然是不同的 赵书和狠狠瞪着段宇景 深呼吸缓了口气后 这才转向石生 行了 你回去吧 本小姐今天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没心思在这和臭男人浪费时间 说完就转身要走 临走前他想了些什么 唇边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容 忽然就当着段宇景的面朝 石生伸出手 赵书和轻轻热热地揽着石生 两人靠得极静 这动作来得突然 石生表情有些猛 显然还没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 紧接着 面颊上忽然一热 赵书和的唇凑了过来 这吻眉真的落在他脸上 但呼出来的热气是实打实的 从段宇景 那个角度看过来 倒像是真的轻上了 下一秒 车门开锁的声音响起 赵书和提着包就跑 还不忘转过头 给石生送过去一个飞吻 段宇景面沉如水 眼底冷得可怕 手背上青筋爆起 浑身都充斥着自身领域被侵犯的暴力 这状态着实不对劲 石生连忙安抚住他 拉住段宇景的胳膊说道 没亲我 没真亲上 他闹着顽固意气你呢 听到这话 段宇景的身体 才终于放松下来 他垂手看了石生一会 然后带着人上车 车门啰嗦 车窗上升 现在的石生 听到这些声音就发出 每次段宇景在这亲他的时候 就会先做这些准备工作 想到段宇景生气时亲人的力度 石生心中发愁 但出乎意料的是 段宇景这次的情绪处理得很好 他只是轻轻吻了吻石生的唇绊 然后将他整个人抱在怀里 脑袋埋在石生肩膀处 如同急取氧气般大口呼吸着 这副模样 倒跟求安慰的小孩差不了多少 虽然把一米八七的男人 比做小孩有些荒谬 但石生这时候 是真这么想的 他摸了摸段宇景的头顶 没说话 只静静陪着他 过了不知道多久 段宇景终于开口了 宝宝为什么会跟赵叔和在一起 昏暗中 男人将头稍微抬起 一双眸子灿若星辰 眼底迎着点点水光 看起来好不可怜 石生的心脏 顿时他陷了一块 声音于是放得更轻 他加了我的微信 本来是打算来找我算账的 结果不过是一顿饭的功夫 赵叔和就成功被我的魅力俘获 和我成为好朋友了 段宇景眼睫颤了颤 他抓住石生的手 在掌心里妈撒了片刻 然后问 我和他哪个更好 石生立刻回答 当然是你了 他反复强调 我最喜欢的 当然是你了 宝宝 你现在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 随后又在心里默默想到 还有同莲 还有段夫人 当然 这些都不能叫段宇景知道 石生隐隐觉得 如果段宇景知道了 估计又要发疯 段宇景重复问了一遍 真的吗 嗯 石生在他唇上啄吻了一口 当然是 真的了宝宝 天上地下 我最爱你了 男人眼底倒映着他的脸 段宇景仔细描摹石生的面容 眼底晦涩 不知道在想什么 其实他什么都知道 他的小女友很不爱 很善良 和他关系好的人 他都喜欢 但段宇景不一样 他骨子里就带着伤人的冷血和重力 缺乏关爱的童年 更加剧了 他扭曲的心理 段宇景只喜欢石生 也会永远喜欢石生 至于自己是不是石生的唯一 段宇景在漫长的黑夜里 也思考过这一点 但最后的最后 他还是选择了放弃 选择不执拗于这一点 石生能喜欢他 就是万幸中的万幸了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段宇景收紧怀抱 让两人贴得更近 沉着嗓音 蓝蓝自语道 宝宝 爱我 嗯哼 石生甜言蜜语张口就来 最爱你了 好 再爱我 段宇景闭上眼 又抱了石生好议会 这才回到自己座位 将车开回去 另一边 赵家 赵书和疯疯火火地回了家 刚进客厅 果不其然就看到 林婉婉那梯子还待在那 他正在插花 估计是想借这方式 讨赵修勇的开心 赵书和眼底闪过一丝恼怒 快步走过去 一声招呼都没打 直接抬手 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啊 这一下猝不及防 林婉婉直接被打翻在地 他捂着脸 不可置信地看向赵书和 你 你敢打我 赵公子不会放过你的 赵书和轻蔑地看着他 拿赵修勇做你的靠山 你也是一想天开 你知道在这之前 他有过多少女友吗 要不是你 这张据说和他 长得像的脸 你以为你能进赵家 文言 林婉婉面上划过一丝屈辱 赵书和撩了下头发 暴毙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对了 你今天怎么后说的来着 你说是石生主动勾引的 赵修勇和王端 嗯 林婉婉的身体 瞬间哆嗦了下 他嘴唇发抖 嘴硬道 本来就是 话音未落 赵书和又不耐烦地赏了他一巴掌 不耐烦地冷斥道 行了 闭嘴 林婉婉色缩在角落里 眼底藏着怨毒的神色 赵书和 你们两却实长得有些像 但跟石生比起来 你这种出卖身体的下贱东西 根本不值一提 林婉婉低垂着头 身体一抽抽地发着抖 愣是一声都没吭 赵书和看他看得心烦 说道 滚回你自己房间待着去 别在这里 林婉婉缓慢从地上爬起来 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的上楼 刚回到房间 他就连滚带爬地翻出手机发消息 哥 我受不了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你就忍心 让我继续在赵书受欺负 你回来 求你了哥 你回来 把我报复石胜 赵修勇回来的时候 正是晚上十点多 赵书已经开始吃晚饭了 他换好鞋进来 坐上位置吃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好像哪里不对劲 于是抬头去问对面的赵书和 林婉婉呢 赵书和小口小口地喝着汤 文言轻描淡写地一抬眼 说道 犯了错 被我关房间里去了 听到这话 赵修勇神情没多少变化 只淡淡应了声 便继续用饭了 等晚饭结束 他直接上了楼 赵书和目送他离开 略感无趣地撇了撇嘴 起身坐上跑车出门玩去了 二楼房间内 赵修勇打开房门 里面漆黑一片 没开灯 他在门口顿了顿 眼底晦暗 看不清神色 好一会 因为赵修勇才把房间的灯打开 林婉婉果不其然就在里面 他穿着单薄的衣服 躺在正对着大门的沙发上 是一个极具引诱色彩的姿势 赵修勇神色不变 甚至称得上冷漠 他往前走了几步 然后将门边衣架上挂着的毛巾取下来 干脆利落地照在了林婉婉身上 林婉婉身体一顿 他不可置信地转过身来 窃窃道 赵公子 赵书和说 你惹了事 赵修勇微眯着毛子看向他 只肩掐着烟 老实交代吧 惹了什么 话音落下 林婉婉心中咯噔一下 他心里清楚 如果赵诗说了 自己在这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赵修勇能留下他 赏他一口饭吃 全都是因为这张和时生有几分相似的脸 如果被赵修勇知道 他在赵书和面前抹黑时生 林婉婉打了个哆嗦 心怀侥幸地响 反正赵书和应该没有把具体的事情缘由 交代给赵修勇 他还能蒙混过去 林婉婉驾轻就熟地憋出几滴眼泪 悉情上前 露出脆弱的后颈和雪白的肌肤 他抓住赵修勇的裤管 摇着头 泪痕从眼眶落下 我见游怜的模样 赵公子 我不知道 我只是不小心进了大小姐的房间 大小姐知道后 就把我怒斥一顿 然后赶了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这么生气 我下次再也不赶了 怕赵修勇不相信 林婉婉还偏过头 露出那半张被赵书和扇过巴掌的脸 用这种方式取得赵修勇的怜悯 可他等了半分多钟 赵修勇都没开口说一句话 林婉婉后知后觉的发现 有哪里不对劲 顿了顿后 色缩着抬起头 迎面对上的 就是赵修勇那双透着英质的毛子 林婉婉被吓了一跳 猛地往后倒退了几步 赵修勇半蹲下来 即使是这样 他还是比跪在地上的林婉婉 高出不少 男人将指尖未燃尽的烟头 往林婉婉裸露在外的胳膊上刺去 火热的痛感 让林婉婉瞬间尖叫出声 鼻尖充斥着被烤熟的肉的味道 林婉婉惧怕地挣扎起来 精心梳理的发型早就变得一团糟 赵修勇冷漠地看着他 我是不是警告过你 不要打师生的主意 老是本分地待在这里 赵修勇兴许还能养上他一段时间 但若林婉婉硬要惹事 那就别怪他赵修勇手段很毒了 他重新站起来 从林婉婉的角度看去 赵修勇整个人逆着光 看不清脸 唯有硬朗的脸部轮廓 能够隐约被人瞧见 片刻后 男人低声凉薄的声音响起 今天晚上跟我出去一趟 林婉婉神情一致 接着逐渐显露出恐惧的神色 与赵修的氛围不同 石生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着客厅里多出的几个行李箱 陷入沉思 这是什么 盯着行李箱看了两久之后 石生转过头来 尽量心平气和地去问段余景 段余景表现得非常无辜 如实回答说 行李箱啊 宝宝不认得吗 石生 他深吸一口气 我问的是这个吗 我问的是你闲着没事 把行李箱帮过来做什么 段余景一扬眉毛 走上前把行李箱靠墙摆好 十分细心地 将这堆行李箱摆平整 尽量让其平行于墙壁 随后转身过来 笑着说 宝宝 你的男友向你发出了同居申请 石生 一时间竟不知道 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 石生觉得荒谬 你在做什么呀 我们才在一起半个月 嗯 段余景坦然承认 所以呢 半个月就不能同居吗 石生想了想段余景那个尿性 深觉同居就是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 他企图找些借口搪塞过去 很多情侣都是同居之后 发生感情问题的 你想想 到时候 我们住在一起 煮两个人的饭菜 家务怎么分配 要是分配的不合理 是不是要吵架 到时候生活习惯不同 产生矛盾了怎么办 段余景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 文言只轻轻露出一个笑容 饭菜和家务都是我做 你只需要每天上班就好 有什么问题吗 话音落下 石生卡了壳 沉默两久后 他缓缓开口 你的意思是 你要去做家庭主妇 嗯 段余景语气认真 不见一丝作为 我的工作可以居家办理 下班时间也很自由 我有充足的时间照顾你 他往前走了几步 将石生拉到沙发上坐下 饭菜我煮 家务我做 你上完班回家 就只需要等着我照顾你 不满意吗 说着 段余景还轻轻吻了他一口 那张俊连就在石生面前放大 深邃的眼睛和漆黑的眼睫 微微颤动时如同蝴蝶的羽翼 石生感觉自己钢铁般的意志 再次受到重创 他的确无法拒绝 这样一个长相身材都十分完美的男友 艰难保姆 深呼吸一口气 石生朝段余景老实的坦白 如果你非要住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有一个条件 段余景轻吻了声 好脾气地问 什么条件 石生在心里算了算 然后说道 你不能每天都亲我 也不能每晚睡前都抱着我做不好的事情 大概就是一周七天 你只能亲我三次 每次段余景轻得都很重 不休息几天根本好不了 石生心里算盘打得啪啪响 愣是没发现段余景的神情有些不太对劲 段余景盯着石生看了许久 眼底晦暗 最终他露出笑容 滴滴应道 好啊 就按你说的做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石生现在深深感觉到了这句话的正确性 就算是段余景这样表面优秀完美的男人 也不能免俗 他们嘴里的话 真的 一句都不能信 石生摸着自己被咬肿的唇瓣 如是想到 想着段余景那每逢亲吻 就跟八辈子没吃过肉的恶狼模样 石生不由的一阵后怕 他把自己从段余景怀里包出来 确认道 接下来的两天 你都不能亲我 听到没有 段余景眸光沉沉地盯着他 男人此时的模样 比起石生来 其实也没好到哪里去 因为之前亲得太用力 导致石生发起火来 反把段余景的嘴唇也给咬破了 仔细看的话 其实还是段余景比较惨一点 石生问完那句话后 段余景迟迟没有回他 他不由得就有些着急 抓着段余景的肩膀晃了晃 你听见了没啊 你之前都答应我了的 段余景眸光动了动 而后缓缓道 嗯 都听你的 再次得到确认的答复后 石生这才松了口气 然后又开始讨价还价 你下次亲的时候 要力气小一点 段余景一顿 然后不说话了 等了半天都没等到回答的石生 隐隐察觉到不对劲 段余景 段余景目光一向别处 石生急了 拽着男人的衣领 你快说话啊 段余景 你刚才不还能说话吗 哑巴了 段余景喉咙上下滑动 然后把石生揽在自己怀里 轻柔地拍了拍他的后脑勺 哄道 乖 该睡觉了 嘴里说着好听话 动作也极尽温柔 但就是不对石生的要求 做出回应 石生都快要被气死了 折腾了半天段余景也不说话 他干脆直接往男人胸口上 捶了一圈 段余景一声都没吭 把石生捶过的手包在自己掌心 然后轻轻吹了口气 石生 哼 没用的体贴 他反手就把自己的手抽了回来 然后转过身背对着段余景睡觉 段余景不吵也不闹 默默把手搭在石生腰上 相拥而眠 接下来的同居生活 非常的顺理成章 段余景摸准了石生的生活习惯 六点就会准时起床做早餐 任劳任务的扫地洗衣 堂堂骑士大总裁过得 像个男保姆 偏偏他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石生也想过 要不要跟段余景商量一下评分家务 结果刚这么跟段余景开了个小头 就遭到了他坚定的拒绝 段余景的想法很简单 他觉得石生的手最多最多 就是拿拿画笔或者筷子 空余时候再去做个美甲 家务什么的 完全没必要石生操心 劝说无果后 石生干脆做个快乐的小米虫 每天就是上班回家两点一线 然后享受段余景的各项服务 有了段余景无微不至的照料 石生脸颊都圆润了些 童年一边收拾桌子上的文件 一边盯着石生的脸说道 声声 最近过得很好吗 看你都红光满面的 文言 石生狐一地摸了下自己的脸 没有吧 哪里没有了 童年对着他挤眉弄眼 哎 有爱情的滋润就是不一样 脸都光滑了不少 说到这个 石生一本正经道 不是 脸的原因 是因为段余景前段时间 带我去做了spo 童年 草率了 原来是金钱堆积起来的 他朝石生一拱手 告辞 说着 就开始埋头画画 石生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 手机响了起来 他原以为是段余景的消息 结果打开来一看 发现竟然是赵书和的 美甲师到了 今天中午出来吗 这么快 石生愣了一下 前段时间赵书和跟他说 那名美甲师在国外 但回国 估计还要狠一段时间 结果这才过了 两天 真快啊 石生自然是要去体验一下 这名国际知名的美甲师的 于是欣然同意 顺便跟段余景抱贝了一下 让他中午不要煮自己的饭 段余景回了个好 石生盯着那个好子看了许久 而后慢吞吞地打字回复 好好好 你现在回复我都不耐烦了是吧 这么冷斑 这么没有波澜 你现在是完全没把我放在心里了 这一番突然发难打的段余景 猝不及防 但他并没有生气 而是一板一眼地问 那我应该怎么做你 才会消气呢 石生反手就把自己的支付宝 收款码发了过去 段余景愣了片刻 而后哑然 无奈地露出一抹笑 片刻后 石生看着手机里的 刚转过来的5200 满意地想 石生跟童连打了声招呼 就下楼了 盛景楼下 赵淑和今天没开红色超跑 而是开了一辆十分酷炫的限量版机车 主色调仍然是红色 喷漆鲜艳 后座宽敞 赵淑和将头盔递给石生 说道 上车 带你去我家 听到这话 石生的脚步迟疑了一瞬 注意到他的动作 赵淑和阳淳笑了下 怕什么 就我们两个在家 我哥那大傻春不在 闻言 石生这才松了口气 抬腿坐上了赵淑和的机车 赵家地处别墅区 占地面积十分广阔 进客厅之后 石生就看到了沙发上坐着的 一名气质优雅的女人 她穿着青色旗袍 挽着发际 神色温柔 石生有些迟疑 侧头问边上的赵淑和 这就是你说的那名美甲师 是啊 赵淑和打了个哈欠 朝那美甲师打了个招呼 说道 帮他设计一个 美甲师朝他们攻进了一点头 走过去拉着石生的手 在沙发边上坐下 将自带的手提箱打开 拿出做美甲的准备工具 见着美甲师不怎么爱说话的模样 石生便没有出言打扰 而是将手伸过去 转而跟赵淑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正说着话 石生目光落在不远处 橱柜上的一个小瓷杯上 他话音一顿 问 那个杯子挺好看啊 赵淑和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看清楚那个小瓷杯后 眼底带上一丝闲雾 这有什么好看的 破烂一个 他强硬地把石生的脑袋转回来 认真说道 别喜欢那个瓷杯 你要是喜欢 我回头给你买更好看的 石生笑了起来 说好 转而岔开话题 那个杯子 他曾经在林婉婉的手上见过 林婉婉在这里住过 想到之前 他是跟在赵修勇身边出席的晚宴 还有前段时间 莫名其妙被保释出狱 似乎一切都有了解释 石生端起茶几上的水杯 喝了口热水 面上不动声色 什么也没说 只是转头的时候 下意识往楼上看了一眼 希望林婉婉不在 他一时间有些搞不清楚 这位赵修和小姐 跟林婉婉 到底是什么关系了 关系是差还是好 就在石生犹豫不决的时候 他忽然想到 前几天赵修和 转给他账户的十万块 身体一顿 顿时就释然了 开玩笑 给钱的 怎么可能是坏人 舍得给钱的 可能是坏人 但舍不得给钱的 一定是坏人 秉持着这样的真理 石生朝赵修和 笑得更灿烂了 赵修和看那慈悲不顺眼 找了个借口 把他收到橱柜里面去了 转而去收藏柜里 拿了新的出来 然后问石生好不好看 石生点过头后 他这才满意地 把杯子放到石生一眼 就能看到的地方 美甲师在询问过 石生的审美和喜好之后 选择了彩绘的方式 对指甲进行美化 这种方式 要花费的时间比较长 石生想着 反正今天自己的工作 已经完成了 于是向老大请了假 两个多小时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赵修和中途 还点了份五星级餐厅的外卖 并且给石生揪下来 一只肥沃的蟹钱 等美甲师傅完工后 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 石生欣赏了会自己的美甲 然后拍照发给段宇景 就在这时 赵修和打了个哈欠 问道 亲爱的 要不要和我去赛车 赛车 石生问 去哪里 城郊有个无人的盘山公路 是专门给我们这种 飙车党准备的 你要去吗 赵修和将自己的 红色卷发撩起来 石生长这么大 还真没看过赛车 听说这种小型机车的比赛 会更加刺激 听赵修和这么说 难免有些激动 石生问 我就在边上看着吗 赵修和点头 嗯 你看着就好 我不放心你跟我一起上 那样太危险了 他想了想 又说 不过你要是喜欢 改天我可以带你 去专业的赛车场 穿上防护服 让你体验一下 闻言 石生不可避免的心动了 好 那你现在带我去吧 赵修和连传一笑 那就走了 他比石生高出一个头 轻轻抓住石生的手腕 将人往外面带 对于这次出行 石生确实是非常期待的 不过在此之前 他也没忘记给段雨景发消息 告诉他 自己要去盘山公路上 看赵修和赛车 消息刚发过去 段雨景一个视频电话 就敲了过来 石生坐在赵修和的机车后座 对方为了照顾他 开得不算特别快 手忙脚乱地按下接听见后 石生心虚地 只露出半张脸和一只眼睛 小生问 打视频做什么呀 我在车上吗 听到声音 赵修和的声音 透过头盔传了出来 听起来有些闷 谁呀 石生有些紧张 敷衍地胡乱回了一句 转而将视线移到手机屏幕上 看背景 段雨景应该是还在办公室 西装板正 眉宇醋着 带了几分不赞同 他声音低沉 问 宝宝 再说一遍 你要去哪里 盘山公路呀 石生小声说着 然后强调道 我不会上赛场的 我就是在边上看看 赵修和说 他会给我安排专门的位置 也不会有人来骚扰我 听到这话 段雨景神色微松 他本就是担心赛车场危险 喜欢在赛车场玩闹 还都是些不学无数的纹酷子弟 要是伤到了石生就不好了 从石生嘴里 听到赵修和的安排后 段雨景松了口气 跟石生反复确认过 他不会上场后 段雨景这才放心挂断电话 并且在此之前 还说会尽快处理完公务去陪他 说这话的时候 石生偷偷看了眼 段雨景书桌上来的老高的文件 识趣的没说什么 这么多 要能处理完就有鬼了 反正石生不信 他重新将手机收回口袋 然后抱紧了赵修和的腰 免得出事故 等到了地方 赵修和将机车停下来 长腿一跨便下了车 然后朝石生伸出手 笑道 要我抱你下来吗 石生 他深觉受辱 不用 说完 便顽强地自己从机车上爬了下来 石生觉得自己的身高不算矮 165算是标准身高了吧 但赵修和不知道吃什么长大的 硬是比他要高了一个脑袋 目测一米七多 盘山公里上的人很多 七点处聚集了一堆 骑着机车 带着专业护具的赛车狂热爱好者 现场的机车引擎声轰鸣 还有不少人在大声讨论着 刚才结束的一场比赛 被现场气氛影响 石生也觉得有些亢奋 甚至觉得 自己能带着刚做好的美甲 跨上机车 飞上好几个来回 于是 他带着这一脸 兴奋转过身来看赵修和 赵修和一眼 就看出他心中所想 他立刻双手捧住石生的脸颊 严厉地告诫 给我在给你准备的地方坐好 不准乱动 不准和别人说话 也不准私自上机车 石生 满腔激动 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逐渐别掉 他可怜巴巴地说道 哦 我知道了 赵修和习惯性摸了摸石生的发顶 然后带着石生 找了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坐下 临走前 还从旁边人群里 薅了个平时比较信任的富家公子 骂道 愣什么神 帮我看个人 那黄毛看比赛看得正起劲 忽然被拽出来 还猛了顺 随即气愤道 赵姐 你不能这么霸道 赵修和瞪了他一眼 费什么话 要是我回来发现 你把人看丢了 你看我收不收拾 你就完了 话音落下 黄毛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 随即就想硬气地再回对几句 结果还没开口 赵修和就把黄毛整个调转过去 只见一白白净净的小姑娘 坐在小沙发上 穿着规矩的卫衣牛仔裤 朝他露出一个 带着几分腼腆的笑 拜托你了 黄毛看的眼睛都直了 一把将自己的刘海撩起来 弄了个大背头造型 声音低沉且做作 老大 保护美丽的小姐 那都是我的职责所在 赵修和给黄毛翻了个白眼 看着他一脸兴奋的样子 最终还是把时生 有男朋友的这件事咽了下去 只懒懒 给他撂了个照顾好时生的任务 接着抱了时生一下 便转身离开了 见赵修和走了 黄毛的眼睛 顿时又亮起一个新的高度 美女 介绍一下 我叫Jason 你叫什么呀 他自态殷勤 透着点过分的热情 环顾四周后 没找到做的地方 找好凹了个字 认为十分性感 有男人味的姿势 撑在沙发扶手上 时生看了眼Jason的头发 决定私底下 还是管他叫黄毛 内心如此叛逆地想着 他表面却仍旧十分乖巧 你好啊 我叫时生 黄毛看时生看得心痒痒 绞尽脑汁地跟他搭话 甚至连比赛都顾不上看了 哎 你跟赵叔和那个母老虎 是什么关系啊 怎么认识的 这地方地势高 时生能轻而易举地 看到底下奔驰的车辆 他眼睛盯着车道上的机车 嘴里随意地敷衍了一句 是朋友 做美甲认识的 黄毛 能跟母老虎好成这样 妹妹你不简单 他兴致勃勃地说 这种地方 可不适合你这种乖乖女来玩 要不是有我在 那些人肯定会把你啃得 连渣子都不省 话音刚落 果不其然 就有几名富二代凑了过来 看样子 似乎是想跟时生搭话 不等他们靠近 黄毛脸色一变 你们几个 找揍是不是 那些富二代脚步一顿 看清楚黄毛的脸后 善善地离开了 察觉到这边的动静 时生的目光 才短暂地在黄毛脸上 停留了一瞬 很凶地长相 小帅 见时生终于看他了 黄毛脸上 立刻绽放出笑容 他转身给自己 装模作样地倒了杯水 然后凑过去说 妹妹 你家住哪里啊 赵叔和每次设完车 脾气都俱差 肯定会凶你的 要不就让我送你回家吧 黄毛得意洋洋道 我开车贼吻 时生静静地看着他 然后很乖地说 不用了 我男朋友 说他等一下会来接我 那不还是一 黄毛声音戛然而止 好扮上才重新开口说 男朋友 时生眨了眨眼睛 是啊 他扬唇笑起来 故意问 我和我男朋友相识的过程 可有意思了 你要听吗 黄毛满脸麻木 他仰头把刚端过来的酒一饮而尽 神情极其苦涩 阻断了这个帅气小伙 不该有的心思之后 时生放松下来 靠在沙发背上 专心致志地看比赛 赵叔和的速度很快 能看出来 技巧十分之娴熟 领先了第二名一大姐 机车的轰鸣声顺着山道 传到最上面 时生听得热血沸腾 只恨不得 自己也下场体验一下 但想到段宇景和赵叔和的叮嘱 他最终 还是遗憾地打消了这个决定 一场比赛结束 赵叔和将机车停下 长腿踩在地上 一把将头盔摘了下来 露出大汗淋漓的一张脸 他脸上的妆 在比赛前就泄干净了 清清爽爽的一张脸 五官淋漓明艳 几缕被汗水浸湿的头发 落在眉眼间 更衬得赵叔和利落帅气 似乎是感应到什么 他抬起头来 目光精准地落在石生身上 然后单手抬起来 懒散地比了个爱心 石生心头一跳 抓着旁边黄毛的袖子 你看他是不是特别帅 黄毛被抓得 差点在这摔个屁股蹲 他摸了摸可怜的自己 嘟囔道 赵叔和有什么好看的 男人扑一个 黄毛偷偷看了眼石生 还是觉得这姑娘好漂亮 究竟是谁能拒绝甜妹啊 谁啊 可惜甜妹有男朋友了 黄毛在心中 悼念自己还没开始处 就失去的爱情 见赵叔和赢了比赛 正在准备下一场 石生心情舒畅 也有心思跟黄毛闲聊了 于是他问 你英文名是Jason是吗 那你中文名是什么呀 听到这话 黄毛身体一将 问这个做什么 你只需要知道 我叫Jason就好了 黄毛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我的朋友都是心甘情愿 叫我Jason的 你不觉得这个名字 特别洋气吗 这个心甘情愿 就用得非常巧妙 石生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到底还是没说什么 下一场比赛开始了 这次来了的新的赛车手 带着头盔看不清脸 但很快就超越赵叔和 成为这场比赛的第一 石生顿时紧张起来 暗自攥紧拳头 等到后半圈 赵叔和都没能超越那名赛车手 石生有点沮丧 他自言自语 这人怎么开这么快 他不要命啊 听到这话 黄毛打了个哈欠 随口说道 王端开得快不是必然的吗 他是专业赛车手 拿过奖的那种 之前还代表金氏去参加了比赛 话音落下 石生安静了一瞬 他问 谁 王端啊 黄毛 你不认识吗 认识 那可太认识了 在石生的印象中 王端和齐野这两人 堪称狐朋狗有臭味相投 几乎是连体婴儿一般的存在 这个出现了 那另一个 一定就在不远处 石生顿时有些坐立难安 靠 齐野该不会也在吧 事实证明 他的担忧是对的 几乎是这个念头刚一落下 石生视野中 就忽然出现一道熟悉的身影 石生 没错 就是齐野 他表情一下子就垮了 齐野站在远处 似乎还有些不确定 但没过多久 就快步走了过来 直接在石生边上停下 他是好不容易才从家里逃出来的 刚出来 王端就硬 拖着他来了这里 齐野原本万分抗拒 原本是打算看完这场就走的 直到看见石生 他才觉得 这次来得挺直 他心中情绪复杂 又喜又怒 齐野深深吸了一口气 准备好好问问石生 和他哥的事情 圣圣 你老是和我交代 你和我哥他 你好我什么啊 石生微微侧着头 好整以侠地盯着齐野看 语气轻描淡写 你不是应该喊我嫂子吗 齐野瞬间手脚冰凉 他脚步顿住 死死地盯住石生 嘴唇张开又合上 似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旁边的黄毛 显然还在状况外 什么 什么嫂子 你们在说什么 没人理他 片刻后 齐野才重新开口 他眼底神色莫名 嗓音干涩 你说什么 石生看着他 觉得有些莫名 你们齐家 不是最重规矩吗 见了你大哥的女朋友 不喊嫂子 他歪着头想了想 又道 你该不会还要上来对我动手吧 齐野 别说段余景了 就算是段夫人 也不一定会放过你 齐野身体又是一僵 他不可置信地看向石生 不大相信 这竟然会是 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 齐野手指颤抖着 郝璇才勉强压制下来 他死死盯着石生 眼底神情 竟分不出是悲伤还是怨恨 你我之间一定要发展成这样吗 我以前是不懂事 但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吗 转头一言不发 就跟段余景在一起了 在你眼里 我就是个笑话是不是 旁边不知道什么时候 安静了下来 周围的来赛车的富家子弟们 看向齐野的目光 带着些疑惑和细血 认出他的身份后 又连盲脸了笑 直目光不住在他和石生身上打转 石生不喜欢这种被人观赏的感觉 他偏过头 你不是来保护我的吗 把他赶走 黄毛顿时露出 见了鬼的神情 这 这不太好吧 黄毛耸了巴基地挠了挠头发 显然是有些发怵 那可是齐野啊 齐家的小少爷 黄毛自诩身价不菲 但在京市这个阶级严明的上流圈子里来说 要跟齐家硬碰硬 明显还是不够格的 石生鼓励道 你怕什么 我男朋友是他哥哥 你知道知道齐野 那应该也知道他哥吧 黄毛动作煞事一顿 这话一出来 刚才石生和齐野的对话 再这么一串联起来 这不就完全明了了吗 黄毛瞪大眼睛 在开口时 已然有些结巴 你 你男朋友 他 他哥 石生乖巧地坐在沙发上 你不相信吗 黄毛看了眼不远处 神情动作都极其不自然的齐野 再看不出来 就是脑子有包了 他朝着石生静了一礼 说了句 保证完成任务 便气势汹汹地 朝着齐野走去了 黄毛一把 就抓住齐野的手臂 将人往外面带 齐野气急 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还有话要跟石生说 怎么可能就这么走了 黄毛充耳不闻 见齐野挣扎得厉害 于是就朝他笑出一口大白牙 齐少 你也别怪我 这不是你嫂子的命令吗 我不敢不从 齐野瞳孔皱缩 一边喊还一边挣扎 但黄毛全身的肌肉 也不是吃素的 他轻而易举 就将齐野制服 一脸抱上大腿的谄媚笑容 个别怪我动手粗鲁啊 我就一粗人 要不是你嫂子 发话了 我也不敢动手啊 你要是不服气 就去找你嫂子对质去 不对 现在不能让你过去 黄毛双手牵着齐野 以警察制服嫌疑犯的姿势 将齐野强行押送出去 齐野急得哇哇大叫 还说要喊齐家的人 把黄毛揍成黄毛饼 黄毛半点都不带出的 旁边的富家子弟 注意到这边的动静 顿时就乐了 其中一人笑起来 哟 邓国壮今天这么神气呢 连齐家的少爷都敢打了 黄毛脸色一变 眼睛匆匆忙往后看去 确定时生没听到 这才骂道 你他妈才邓国壮 你全家都是邓国壮 都说多少遍了 叫我 Jason 行想行 Jason 说吧 怎么回事啊 黄毛 我那是为断大公子 他小女朋友做事 你懂个毛线 这消息一出 瞬间就把周围的这些人 给劈了个外交里嫩 纷纷凑过来八卦 什么 你说的是断鱼锦吗 那尊煞神也能有女朋友 开什么玩笑啊 那人在现场吗 黄毛怕自己说多了 被断鱼锦揍 愣是一声都不吭了 带着齐野就离开了赛车场 你放开我 放开我听见没有 黄毛好脾气地哄着 你乖乖出去就没事了 啊 齐野气得眼睛都红了 反手就要给黄毛一肘击 结果半道就被黄毛给拦了下来 黄毛跟手在赛车到七点的那保安说了声 让他看着别叫 齐野进去 哥们 别怕出事 这是段大公子的安排 京市里还有哪个段大公子 只有段鱼锦一个 保安顿时腰不酸了腿不疼了 看着齐野的眼睛都炯炯有神起来 拦住一个齐野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 他反手就把电棍甩了出来 警告齐野不准过线 齐野 他一口气差点提不上来 险些冲上去 跟那拿电棍的保安干架 好在理智尚存 没真冲上去 眼看黄毛将他扭送到这就要走了 齐野气急败坏 捡起地上的石头 就要往黄毛身上砸 被对方灵巧地躲开后 彻底破防 你站住 站住 你是邓家的那个是吧 小心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黄毛背对着他 挥手装糊涂 什么邓家 我叫 Jason J A S O N Jason 齐野气得脑袋上差点冒烟 正要硬闯回去 身后忽然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 又在发什么疯 齐野身形一顿 他在原地站了几秒 然后缓缓转过身去 果不其然是段雨景 对方应该是刚从办公室出来 身上的西装都还没来得及脱下 英俊的脸上面无表情 似乎面前的人 压根不是他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弟弟 齐野慢慢攥紧拳头 几乎是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段雨景 而段雨景本人却气定神闲 他甚至朝旁边警惕着的保安 礼貌地点了点头 示意他可以离开了 这才将目光移到齐野身上 声音淡然 弟弟 这里不是你发疯的地方 段雨景单手插兜 居高临下地看着面前的齐野 前几天帮你办了签证 明天就收拾东西 去M国进修吧 齐家可不会要一个什么都不会 只会谈情说爱的绣花枕头 我靠 你男人好调 黄毛是一路跑回来的 虽然说他是非常崇拜段雨景 但崇拜和害怕并不冲突 并且怎么说 他也是刚威胁了段雨景的亲弟弟 多少还是有点心虚 于是在段雨景刚出现的时候 就加快速度跑了回来 什么 时生一脸茫然 我男朋友 你看见他了 是啊 黄毛点头 时生顿时更加疑惑 怎么会 他不是还有一堆工作没处理吗 黄毛耸了耸肩膀 那我就不知道了 居然还真能这么快做完 时生感到万分震惊 他忽然想起 自己最近一张画稿 都要分批次好几天才能画完 瞬间感到些许心虚 时生咳嗽了声 然后扯住旁边黄毛的袖子 哎 你是叫邓国壮吧 黄毛面色一变 什么邓国壮 没有邓国壮 我叫Jason 好好好Jason 时生问 我不太懂赛车 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结束吗 黄毛 在心底第一千零一遍 痛骂自己的名字 然后朝车道上看了眼 说道 快了 还有一圈 闻言 时生从沙发上站起来 点着脚 着急的往外面看 赵书和跟王端的距离非常近 几乎是牢牢追赶着 见状 黄毛嘖嘖称奇 母老虎最近是越来越厉害了 看样子 估计很快就能跟王端不相上下了 见比赛快要结束了 时生也松了口气 顺嘴问道 你跟王端熟吗 不熟 黄毛正气凛然地回答 他嫌弃我蠢 不带我一起玩 时生 他没忍住抬头看了眼 全身上下不知道打了多少个洞 赛博小伙装扮 但气质却莫名单纯的黄毛 说道 不跟他玩是对的 你玩不过他 黄毛黑黑傻笑 浑然不知道时生 时生是在说他缺心眼 等赵书和抵达终点 摘下头盔出来 时生正要走过去接他 结果还没走出几步 就被人轻轻抓住了手腕 不用回头都知道是谁 为了安抚容易吃醋的男人 时生转过身 极其自然地 在段宇景唇上印下一吻 乖啊 我去找赵书和 段宇景身形一顿 他后方那些留意着这边的附加子弟 灯时倒吸一口冷气 段宇景慢慢松开了时生的手 斜过眼睛 很轻地看了他们一眼 现场顿时净声 他这才将目光收回来 寸步不离地跟在时生身边 不远处赛道上 赵书和接过别人递来的纸巾 仔仔细细地擦干净自己身上的汗珠 待会还要去见时生 得把自己擦得干净一点 刚把脖子和脸上的汗擦掉 面前忽然传来一道快活的声音 宝贝清清 赵书和下意识张开双臂 将时生揽在怀里 清浅的柠檬香味探到鼻尖 几乎是下一刻 他唇角就抬了起来 赵书和幸福的都要冒泡了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在他刚下场 就扑过来给他庆祝 时生双眼亮晶晶的 一个镜夸他 我都看见了 你速度特别快 别人都开不过你 搜一下就到终点了 压完的时候特别帅 闻言 赵书和咳嗽了两声 想着戒王端来谦虚一下 结果还没开口 他忽然感到后背一凉 赵书和声音卡壳 后知后觉地抬眼看过去 果然 段雨景就在前方不远处 眸光淡然地看着自己 赵书和 他就是看不惯段雨景 这副好像无时无刻不在 装逼的死样子 挑衅般把手搭在了时生腰上 轻轻热热地说 声声下次 想体验的话 我就带你去专业的赛车场 安全又专业 让你玩得尽兴好不好 时生连忙点头 好 他抓着赵书和胸前的衣服领子 脸颊泛红 还想说些什么 结果还没开口 就被人低流着后领子拽回去了 时生一脸哀了好几声 他转过头去 正对上段雨景 那张板着的俊脸 时生扬作生气 你怎么一来就凶我 段雨景表情松正下来 没有凶 时生小声嘀咕 没凶 那你还板着脸 说着就要把自己 从段雨景手上弄下来 段雨景顺从弟兄开手 然后在时生又要往赵书和那边跑的时候 贤熟的伸手 将人揽在自己怀里 赛车场 明天我带你去好不好 时生转过头去看他 一脸委屈的央求 可是我想让赵书和带我去 段雨景安静了一会 捶着毛子看他 那我呢 宝宝你不要我了吗 时生脑子一卡壳 他扭过头去 你怎么又撒娇 嗯 因为喜欢你 段雨景弯下腰蹭了蹭时生的面颊 继续问 真的不带我吗 你现在已经对我厌倦了吗 外面的世界比我更有吸引力吗 时生被他念得脑壳痛 手动挡住段雨景的嘴 好了你不要说话了 时生无奈道 带上你就是了 理所当然的霸道语气 好像刚才央求着 要去赛车场的不是他一样 段雨景唇角扬起 低声说了句谢谢夫人 然后抬眼很轻地扫了赵淑和一眼 赵淑和 妈的 这就是挑衅吗 这一定就是吧 他气得想把刚塞进嘴里的硬糖咬碎 被段雨景这么一打搅 赵淑和也没了继续跟时生腻在一起的兴致 草草聊过两句后 便骑着机车提前回家了 时生则是上了段雨景的副驾 他给自己扣上安全带 你处理工作这么快的吗 嗯 段雨景打开拨动引擎 侧过头去看时生 眼神温柔 想来见你 所以动作快了些 时生撇了撇嘴 什么想来见我啊 你就是在提防赵淑和对不对 段雨景眉毛轻微抬起 倒是没有否认 普通的朋友 他当然不会想尽办法阻挠 但赵淑和不一样 那家伙几次三番在他面前挑战他的底线 被他防成这样 也是自作自受 车辆启动 时生看着窗外的景色 隐约觉得路线不太对 转过头来问 我们这是去哪啊 段雨景神色平静 今天跟父亲母亲说了 送七爷出去留学的事情 他们觉得晚去不如早去 就给七爷打包行李送机场了 时生 所以我们这是 段雨景露出一点笑意 是的 去机场 送七爷出国 时生被带着到机场的时候 其实还是一脸猛的状态 甚至在看到不远处身上七零八落搭着衣服 脚边一个倒在地上的黑色行李箱的 的七爷的时候 还有种虚幻般的不真实感 这个讨人厌的家伙 就要走了 出国 这么草率 时生下意识往段雨景身后躲了躲 不远处是比他们要快些到达的 齐明德和段玉宁 两人都是不苟言笑的模样 看齐也的目光古井无波 显然是还没有消气 因为齐也到现在都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段玉宁不想跟他说话 只有齐明德开口 去了M国就好好学习 我们给你选的学校 还有报的专业都很有用 不要几年后回来了 还只知道 靠着我们和你哥 齐也咬牙 抬腿踢了踢地上的行李箱 我不要出国 之前不是说好了不去的吗 就因为段雨景一句话 你们就又要把我扭送出去 段雨景是你们的儿子 我就不是了吗 段雨宁吃道 怎么说话的 那是你哥 齐也攥紧拳头 口不择言道 什么狗屁哥哥 谁家正经哥哥 会抢弟弟的女朋友 齐也 齐也冲耳不闻 再次用力踢了脚行李箱 以表示自己的不满 这一下没控制助力道 直接将行李箱给踢烂了 风口的地方凹进去一块 挨挤在一起的衣服和用品 都露了出来 段雨宁气的头都要晕了 被齐明德揽在怀里轻声哄着 他正要再说些什么 结果还没开口 就听见身后传来大儿子的声音 踢烂行李箱 你是想用手捞着所有东西去安国吗 众人皆是一愣 齐也猛地抬起头来 死死盯着慢慢走进的段雨井 段雨宁神情松正下来 小景 嗯 段雨井朝母亲微微点头示意 随即眼神冷漠地看向齐也 说道 不把行李箱捡起来吗 齐也真的很想一拳 揍到段雨井脸上 但兄长今年累月累积起来的 威压不容小觑 齐也身体不受控制的弯下 把坏掉的行李箱提了起来 竟然还往下掉了个轮子 见状 石生没忍住笑出声来 齐也的脸色更难看了 段雨宁这才注意到 藏在段雨井身后的石生 他下意识露出微笑 声声也来了 嗯嗯 石生乖巧地走了出来 大哥喊我来的 哎 知道 段雨宁眼底浮现一抹忧愁 齐也做了错事 难得你还有心来送他 石生眨了眨眼睛 笑道 应该的 毕竟无论怎么说 齐也也是他的未来小叔子 想到这 他眼底笑意更浓 偏头好争以霞地看向齐也 结果不出意料地 看到了齐也的黑脸 齐也恨不得石生不来这里 每次看到他 心里的不甘和怨对 就愈加难以遏制 仗着段雨井跟齐家父母 都站在自己这边 石生看了眼表 礼貌又客气地朝齐也说道 快到登机时间了 你还不走吗 齐也表情难看 他死死攥着行李箱的体肝 你就这么想赶我走 石生无辜道 怎么能说是赶吗 我只是怕你 误了登机的时间 一副极其贴心的模样 齐也咬住舌尖 一股血腥味在口腔中蔓延 在对面几人冷漠的目光下 齐也缓缓低下头 竟然是不敢再看他们了 知道事情没有转环的余地了 他默默抱起行李箱 朝登机口走去 石生看热闹不闲事大地 朝齐也的背影挥手告别 刚挥了没两下 头顶就压下了一只手掌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 段雨井摸了两下他的头发 姿态亲密 石生心里一戈登 连忙退了两步 用眼神示意段雨井 你爸妈还在这里呢 段雨井眼底带着笑 很想就在这里逗逗他 但看石生眼神焦急的模样 到底还是没舍得 他现在都还以为 齐明德和段玉宁 不知道他们的关系 段雨井往旁边看了眼 段玉宁果不其然 正斜着眼睛看他们 见他看了过来 段玉宁立刻轻刻着一开目光 假装跟齐明德在说话 几人目送着齐也的背影 彻底消失 这才转过身 打算离开机场 等差不多要出去了 齐明德忽然停住脚步 刚想起来什么事的 说道 对了 小景 这个月26号腾出时间来 段玉井 好 什么事 齐明德语气很轻 林家那小子回来了 据说是在帝国做了生意 资产不小 26号回国办宴会 听到这话 段玉井脚步顿了顿 石生也微微 压一地停下来 没忍住问 林家 我想的那个吗 齐明德没说话 只淡淡嗡了声 就是林婉婉的那林 闻言 石生倒吸一口冷气 那那个人 是林婉婉的什么人 段玉井替他回复了 林婉婉他兄长 石生面色复杂 那照齐明德这么说 林婉婉他哥有钱 那为什么回来 之后还要巴着齐也 跟段玉井 更别说后来 还去搭照修友 真是齐也怪在 看出石生的疑问 段玉井低声说道 林婉婉跟他哥关系不好 应该说 林家重男轻女 兄妹俩从小就关系淡漠 在帝国林婉婉他哥 能养他这么久 已经是人至义尽了 石生这下明白了 他点了点头 不再说话 段玉井继续跟齐明德 商量着26号的打算 怎么说 齐家以前也算是 和林家有点交情 这次去参加 林家大公子的回归宴 不仅是适当给点面子 也有探探着 林家大公子的底的意思 彻底出了机场后 石生跟齐家父母道别 上了段玉井车 看着大儿子的车 渐行渐远 齐明德撕了声 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什么 问 生生跟小景是不是 段玉宁腻了他一眼 称道 呆子 现在才看出来 齐明德的表情 一时间有些梦幻 他们是什么时候好上的 还不是你儿子 段玉宁肖的嘴都合不拢了 他自己争气 不然也不能再把石生拉回来 说完就哼着歌 催促齐明德快感 齐明德沉默着 听话的发动影情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但想想又觉得 这好像的确是 他这个大儿子 能干出来的事情 牛逼 时间过得飞快 自从知道了 林婉婉的哥哥 要回国的消息之后 石生就有意无意地 留意了下 和林婉婉有关的消息 不得不说 在齐明德嘴里 光鲜亮丽的林家大公子 他亲妹妹却混得这么惨 听说还在被赵修勇包养着 前段时间还带去了会所 具体做了些什么 就不知道了 石生隐隐觉得 如果林家大公子 还有那么点 在意自己这个妹妹的话 就凭赵修勇干的那些事 他都得把赵家给搞一顿 他越想越觉得担心 觉得再怎么说 那个当哥哥 都都不会一点不替妹妹出头 就连段玉井跟齐也闹成那样 都还会去送齐也上飞机呢 石生想得受不了了 就发消息给了赵淑和 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对面安静了一会 然后回道 你知道林婉婉被我割包了 看到这句话 石生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好像暴露了 他略有些心虚 最近才知道的 好在赵淑和也没把这件事放心上 回复的时候 语气轻描淡写的 一个在帝国发展的个体户 能有多厉害 要真有几分本事 早就跟国内的企业合作了 何至于还要主动办回归宴 还有些话赵淑和没有明说 因为就算那传闻中的林家大公子 格外厉害 也不一定就能撬动赵家 毕竟金氏的大家族 都是盘跟球结交缠在一起的 动了赵家 势必就要动刀七家 何王家等大家族的利益 他一个刚回国的新贵 哪里能和这几个家族硬碰硬 除非是不想活了 赵淑和觉得 这世上大概还没有人能 不自量力到这个程度 但一想到对面 问这个问题的人是石生 他又叹了口气 说道 放心好了 林家那小子 奈何不了我们 喝奶茶吗 给你点当机新品 石生的注意力 瞬间就被转移了 他立刻发了个大大的好字表情包 加上三朵玫瑰花 时间转瞬即逝 很快就到了这个月的25号 这期间 还听说林婉婉脱离了赵家 亲自去机场接了自己的哥哥 石生也知道了 林家那位大公子的真名 林昭 他颇有些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手里还端着段宇景 亲自给他煮的骨头汤 自从段宇景 以十分强硬的态度 入住了石生家里之后 他就彻底过上了 一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米虫日子 成为了自己以前 最为唾弃的那种人 可是躺平的感觉真的很爽 体验过这种生活后 再让石生放弃 是绝对不可能的 石生喝完后 就放下碗收进厨房 然后再躺回沙发 看着段宇景在对面办公 看模样 段宇景似乎是在处理文件 过了大概几十分钟 手机消息的声音响起来 无聊得要长草的石生 立刻抬起头 故意阴阳怪气地问 呦 哪个妹妹来给你发消息了 段宇景手指顿了顿 而后他从电脑面前抬起头来 意味深长地看向石生 笑着说 是我父亲 石生 哦 他尴尬地重新在沙发上躺好 段宇景不知道跟齐明德说了什么 放下手机后 就开口问道 明天和我一起参加 林昭的回归宴吗 石生悠悠道 很早就想吐槽这个名字了 林昭是龙王回归吗 天天回归回归的 段宇景失笑 所以和我一起去吗 既然段公子都发话了 石生在沙发上咸鱼翻身 那我只能却之不公了 他探出头来 要给我准备礼服 段宇景点头 好 石生 我不要和上次一样的 嗯 段宇景说 那我现在就让助理安排 石生盯着他看了一会 没忍住露出抹笑来 26号 回归宴上 听说林昭在富人区 买了一栋别墅定居 这次就是在别墅里举办回归宴 还像模像样地挨个发情帖 提前得知了这个消息的 也就只有齐 王 照这三家 其他家族收到情帖的时候 免不了一阵震惊 林昭出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林昭竟然还能卷土重来 确实是有几分本事的 想着 既然连齐家他们都去了 自己便也去看看 顺便好好会会那个林昭 宽敞的家常兵力内 段宇景握着石生洁白细密的小腿 一点点帮他把红色绑带 高跟鞋穿上 完事之后 还在石生小腿上亲了一口 石生笑他黏人 段宇景倒也没有否认 下车的时候 还要牵着石生的手 此时已经到了林家别墅的外头 石生亲密地挽着段宇景的手臂 跟着他走了进去 人来人往间 有不少目光或隐晦或张扬的 落在他们身上 石生倒是习惯了 甚至还有闲心 让段宇景帮忙理一下裙子 两人走到别墅门前 惊讶地发现在门口迎接的 竟然是林婉婉 看到两人并肩出现的那一刻 他差点维持不住脸上的笑容 石生没忍住将目光移了过去 带着点好奇的意味 看向林婉婉 对方今晚打扮得很漂亮 衣服是顶流行顶 漂亮的款式 发型和妆容都很精致 见石生在看他 林婉婉还强行弯出笑容 客套道 又见面了 石小姐 石生正犹豫着 要不要回话 段宇景温和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宝宝 口红好像掉了 石生连忙回过头 哪里哪里 段宇景唇角弯出弧度 同时脚步不停 进去之后帮你不好不好 文言 石生连忙点头 等他反应过来后 两人已经越过林婉婉 进了别墅大厅 石生隐隐察觉到点异样 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最后只说道 我的口红 嗯 段宇景弯下腰 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口红 仔细小心地涂了上去 好了 他说 石生用手碰了碰自己的嘴唇 不太相信段宇景的技术 真的吗 我要看镜子 于是段宇景又好脾气地 从口袋里 拿出一面小巧的化妆镜 大厅内人来人往 已经来了不少宾客了 正前方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举着香槟 和身边人聊着天 他不知听见了什么 动作停了下来 然后抬眼朝着前方看去 正正好落在石生身上 察觉到这道目光 石生照镜子的动作停下来 他抬头 看清楚了男人的脸 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直觉 石生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那就是林昭 男人的长相并不能说多俊秀 只能说是平凡 至少从石生这个角度 看过去的时候 他感受不到多少经验 但根据外貌判断 一个人的能力 无疑是极其愚蠢的 能在帝国打拼出资产 至少说明 林昭不是个无能之辈 想到这 石生收回了目光 毕竟无论林昭到底是个怎样厉害的人物 都跟他石生没有关系 石生觉得他再厉害 肯定也厉害不过自己身边这位 更别说段雨景 还会随身给他带化妆品 石生假装没注意到 林昭落在他身上的视线 挽着段雨景的胳膊 轻声说自己腿疼 要到旁边去休息 段雨景并不急于交际 很快就点头说了好 随后扶着石生去了旁边的沙发上 不过可惜的是 就算段雨景不主动去和这里的人攀谈 也总是有人上赶着凑过来 林昭也不例外 石生刚从桌上捏了颗葡萄放进嘴中 结果后一抬眼就看到了林昭那张脸 靠得越近 他就看得越清楚 那实在是很不起眼的一张脸 如果不是他身上名贵的西装 估计丢进人群里 就看不见了 但林昭这样毫无辨识度的脸上 竟有一道横贯了他半张脸的陈年伤疤 似乎是刀伤 从右眼眼位一直蔓延到左脸的唇角 看上去平白增添了几分凶悍 石生轻轻抓着段雨景袖子的手紧了紧 察觉到他紧张的情绪 段雨景安抚性地拍了拍他的手背 低声哄道 没事 别怕 石生抿了抿唇 想说自己其实没觉得多害怕 最后却没开口 对面 林昭举着一杯香槟 慢慢咧开唇笑了起来 落在段雨景和石生脸上的目光 显得有些阴质 无端让人遍体声寒 段总 石小姐 久仰大名 段雨景端起酒杯 很轻地跟他碰了下杯 不及林公子能耐 林昭笑起来 那笑容很容易引起人的不是 互吹就免了吧 我哪里能比得上段总 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骑士的掌权人了 您瞧瞧 能力和阅历固然是一方面 但家事也不可或缺啊 段雨景微微一笑 是这样 若林家当年没出事 恐怕林公子 如今已经可以跟我平起平坐了 这顶大帽子扣下来 林昭表情微变 最终善善道 哪里哪里 说着就将手里端着的酒一饮而尽 不再提刚才的话 转而将目光终点 放在石生身上 那双略微有些肿的眼睛 在石生身上来回打转 石生感到不舒服 又不想在这个时候 和他撕破脸皮 只好忍气吞声 往段雨景身后躲了躲 段雨景身形一顿 他眼底弥漫上一层寒霜 紧紧盯着林昭 声音冷了下来 在看什么 闻言 林昭慢悠悠收回视线 早听说段总现在有了女人 如珠四宝地捧在掌心里 今日一看果真如此 他哈哈笑起来 可惜了 原本还想着把我妹妹 介绍给您呢 林昭的妹妹 不就是林婉婉吗 石生心里烧起一团火 觉得他这样 当着自己面提这事的行为 十分欠抽 半秒过后 终于还是没忍住要枪回去 声音清零零的 林公子的妹妹 就是林婉婉吧 我知道他 刚回国的时候 就来齐家看了段夫人 跟齐先生 只是后来出了点事情 现在好像是跟在赵公子身边 他轻轻皱着眉头 一副很是为之忧愁的模样 林公子 既然你妹妹已经心有所属 还提这个 难免有些不合适 林昭笑容一致 半晌 他阴测测道 小孩子不懂事 谈着玩玩的 不能当真 石生 二十好几的人了 还当他是小孩子 看来林公子 真的很宠自己的妹妹呢 这话就有些阴阳了 只要是资历比较久 在京市上 曾混了些年头的家族 谁不知道 当年林家的那点颇事 林昭宠林婉婉 放在当年 那是要被当作 故意传出的谣言 肆意耻笑的程度 林昭攥着酒杯的手紧了紧 内心憋屈得很 看向石生的目光 已经隐隐带上几分怒意 但碍于段雨景还在场 到底是没有发作 他转看向段雨景 段总 你这小女朋友 倒是有点意思 段雨景淡淡看着他 我爱人是很可爱 跟林昭的谈话 似乎让他倍感无趣 段雨景漫不经心 把玩着石生的手 从容道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林公子就请回吧 我看那边有很多人 都想找机会 跟你聊聊天 再也听不出来 这是赶客 那林昭就是白瞎掌 这么多年的岁数 但他似乎是铁了心 要当听不懂 皮笑若不笑道 哪里 那些人怎么能有段总重要 说着就在两人对面坐了下来 石生看见他就觉得不自在 哪里都不舒服 段雨景也微醋着眉 修长手指轻点着桌面 到底是没说什么 林昭假装看不到 自顾自说道 既然段总已经有了爱人 那我之前的想法 也算是泡了汤 是这样 段雨景淡淡道 原本也成不了 林家当年的阿渣 是不是秘密 齐家看不上林家 桌子底下 林昭默默攥紧了拳头 他咬牙 平复了下面部肌肉 最后说道 不管怎么样 看在老师家的面子上 段总也该见见我妹妹吧 说着 就抬手招来了旁边的侍者 富尔过去说了几句话 那侍者点点头 走了 不用猜都知道 这是去叫林婉婉了 石生觉得挺迷惑的 这个林昭 到底为什么这么自信段雨景 一定能看上林婉婉 这个林婉婉回国这么长时间 都没能把段雨景弄到手 这说明什么 林昭真的一点都不清楚吗 还是说再揣着明白装糊涂 觉得有自己正场子 段雨景就能看上他妹妹了 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石生在心底暗自覆飞着 然后在桌子底下 狠狠钻了把段雨景的大腿 猝不及防下 段雨景被钻得撕了声 转过头不明 所以地看向自己的小女友 接着就瞧见石生那张 画了淡妆的脸凑近过来 声音恶狠狠地抱怨 招风影跌 好端端坐着的段雨景 又被骂了一通 男人阴挺地眉眼 尖划过一丝疑惑 反应过来后 主动将石生的手 扣在自己掌心 没有 段雨景低声回应 我只跟你好 画音落下 石生唇角不受控制地 上扬了些许 恰好这个时候 林婉婉也被试者带着过来了 林昭眼底浮现出一丝笑意 来了 说着还特地看向段雨景 林婉婉在林昭身边落座 笑容落落大方 半点不见以前的狼狈模样 段总 又见面了 段雨景捶着眸 用手帕细心将石生 只见的葡萄汁水擦干净 没理会林婉婉的画音 现场气氛冷了下来 林婉婉的笑容 变得有些勉强 见状 林昭声音里带上几分不爽 段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 段雨景掀起眼皮 直接掠过林婉婉 眸光淡漠地看向林昭 语气疏理礼貌 话语却半点都不客气 我夫人不准 我跟别的女人多说话 她要生气 石生手直抖了抖 耳根莫名一热 什么啊 她撇了撇嘴 倒也没有否认 对面林婉婉的表情 瞬间就垮了 林昭扯了扯嘴角 段总 你一个大男人 就这么被女人拿捏住了 未免有些小家子气 听到这话 石生眉头皱起来 本能地觉得不爽 什么叫小家子气 也是 那种家庭氛围里出来的男人 能有几个好的 石生清了清嗓子 戳了下段雨景的胳膊 是我逼你听我的了吗 段雨景温和道 没有 我是自愿的 说完 她又看向林昭 眼底竟还带着点怜悯的神色 林公子三十多岁了 还是单身 自然不明白各种意味 石生闽纯笑起来 说道 怪可怜的 林昭 她愤恨地钻紧掌心 侧过头瞪了林婉婉一眼 林婉婉全身一哆嗦 条件反射地感到害怕 她回国 其实就是为了提前给哥哥铺路 结果路没铺成 反倒把自己搭进去 闹了个笑话 如今 唯有林昭才是她最后的底气 若是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 林婉婉呼吸急促 脸上扬起笑脸 主动道 段总 我哪里有想那么多 只是说句话而已 宁夫人未免有点小气 林昭也在旁边帮着说话 段总何必这么拘谨 都是儿时的玩伴 仔细算起来 也有十多年的交情了 总不能因为谈了恋爱 就跟我们生分了 他们说完之后 石生抬手招来侍者 来杯绿茶 侍者不明所以 表示宴上没准备绿茶 石生轻声细语道 没准备 你们就不会先做吗 侍者连忙点头应试 匆匆下去 然后进了后厨 他离开后 石生重新牵住段宇景的手 温柔微笑道 你们刚才说什么 继续啊 林婉婉 他甘笑两声 拿起桌上的红酒喝了口 林昭的脸色 已经差得不能再看了 他看向段宇景 企图让同为男人的段宇景 帮着说上几句话 但很显然 段宇景和林昭 并不是同一条道上的人 他既没有依林昭的 愿去教训石生 也没有理会林昭的任何暗示 只淡淡说了句 林公子说笑了 小时候也没有多熟 算不上玩伴 说完 他不再给林昭说话的机会 声音淡漠 若林公子过来 只是为了说这些无聊的话来翻旧账 那这场宴会实在是没意思 我们可以提前走了 林昭瞳孔微微缩小 他善笑道 哪里哪里 段总不爱听 那我自然不会再提 说完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 晚晚 还不快起来 林婉婉面上划过不甘 可是哥哥 我还没 林昭赤道 让你走没听见吗 林婉婉立刻噤声 骂完后 林昭朝着段宇景 微微鞠了一躬 拉着林婉婉离开了 这模样 莫名很有些滑稽 他们走后 适者正好端着绿茶回来了 时生从他手里 把茶水接了过来 嗅闻了下绿茶的香味 道 可惜了 没能当着林婉婉的面和 段宇景眼里 终于又晕开笑意 现在也还不晚 说得也是 时生将绿茶一口饮尽 放下杯子后 就牵起段宇景的手 走吧 我们跳舞去 来了宴会 总不能就跟主人家 互相阴阳怪气氛 不好好享受吧 那可不行 时生是学过交际舞的 不仅学过 还学得很好 舞池内音乐活泼欢托 时生拉着段宇景往前走 穿过人群 到了舞池的最中央 他紧握着段宇景的手 随着音乐欢快地舞动着 段宇景大掌握着时生的腰 垂眸专注地看着他 人声鼎沸中 他们眼里唯有彼此 不远处 赵书和将手里的红酒一饮而尽 吊耳当道 我亲爱的哥哥 现在你该死心了吧 人小两口好着呢 你想插足 下辈子吧 他身边赵修勇握着高脚背 神情平静 半天都没说话 赵书和觉得无趣 转过头去 打算请警一会 结果刚转头 就看到了王端 想起自己年少不知事实 还暗恋过这个大傻春 他顿时感到一阵烦躁 索性找了个安静地方窝着了 这场宴会结束得早 林家别墅在热闹过一阵后 很快归为寂静 林昭跟他妹妹 半点好处都没讨到 只觉烦躁 时生坐上段宇景车 打算回去的时候 还在一点点小心地 帮他系着安全带 时生小声提醒 有人呢 嗯 段宇景随口回了句 起身的时候 习惯性摸了摸他的发顶 这才慢条斯理地降下车窗 有事 姿态格外转 车窗外的人正是林昭 似乎是意识到 自己这场宴会 除了跟京师的富商们 见了一面外什么好处 都没捞到开始着急了 这次他没再摆出一张 唯我独尊的臭脸 笑容甚至带着几分谄妹 段总 我这边有个项目 你要不要 不要 放下车窗 吩咐司机离开 时生正要夸他霸气 结果还没开口 男人直接将他楼井怀里 声音低沉悦耳 宝宝 今晚让我进房睡好不好 我让司机买了那个 段宇景刚说这话的时候 时生其实还没太搞懂 是什么东西 还傻乎乎点头说了声好 一间屋睡觉而已 以前又不是没睡过 况且段宇景今天表现良好 没啥好不准的 直到车辆在地下车库挺好 司机一脸严肃且正经地 把一个塑料封的东西 递给段宇景 时生才恍惚意识到 好像有哪里不对 等等 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段宇景抬眸看向他 笑容温和 小雨伞 不是说过了吗 时生 是他想的那个小雨伞吗 时生顿时感到一阵窒息 并且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这个时候 段宇景已经牵着他的手 温柔地将他带上了电梯 时生僵硬地站在段宇景身边 比对了下自己和段宇景的身高 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 几乎比段宇景小了一圈 身高差和体型差 都太离谱了 时生不由地有些害怕 他装作镇静的模样 抬头观察段宇景的面色 成功捕捉到了男人眼底的一丝喜悦 他好像挺高兴的 时生有些犹豫 他是很害怕了 但是 但是 但是听说顶端发育会抑制侧牙生长 段宇景都已经这么高了 时生猜测 他的大小应该不会太离谱 想到这 时生松了口气 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化 段宇景不动声色地拦住时生的腰 语气温和 宝宝 很害怕吗 时生一脸硬气 怎么会 我是那种人吗 反正段宇景 应该也不会太过分 时生在心底悄咪咪地想着 段宇景一直都很照顾他 就算是那种事 应该也不例外 更别说 还有他刚才下的定论 时生觉得自己 应该大概也许可能不会受苦 他喜滋滋地 抓着段宇景的手把玩 浑然没发觉 男人垂眸看他时的眼神 幽黑深邃 炽热如烈火 段宇景嘀嘀笑了声 嗯 乖 回到家后 两人交换了一个黏糊的吻 段宇景让他先去洗澡 自己后去 时生点了点头 说好 浴室内 他红着脸 把自己好好清理了一遍 出来的时候 脸蛋白里透红 水润得不可思议 时生披着浴袍 头发微湿 本来就长得很咸小 身段和段宇景比起来 更是玲珑 段宇景坐在沙发上 看见他出来后 眼底闪过一抹暗色 他站起身 伸出两根手指 轻轻掐住时生的雪白的脸颊 嗯 时生不明所以的抬起眼 眼眸清亮 模糊不清地问 你摘坐森吗 面前男人眉宇间 是愉悦的神色 没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转移话题道 来吹头发 哦 时生把段宇景的手拽下去 乖乖在男人面前坐下 过了好一会 才反应过来 等一下 你不用去洗澡吗 我可以自己吹的 我晚点去 段宇景说 不急 他永远是这样 不紧不慢 云淡风轻的样子 好像没有什么 能让他变了颜色 见他执意如此 时生便也不再劝 乖乖让段宇景 帮忙吹头发了 等头发半干后 段宇景才放下吹风机 在时生面颊上 轻轻一吻 起身去浴室 羞涩的红丛耳根 蔓延到脸颊 时生在沙发上窝着 一想到待会要发生的事情 就觉得心里烧得慌 有种被迫成长的感觉 时生紧紧揪着浴袍的衣角 物渍出着神 过了大概十分钟 浴室里忽然传来 段宇景的声音 时生一个猛字回过神来 连忙应道 我在我在 他边说边往浴室走 能帮我拿一瓶吗 时生微愣 随即乖乖道 好 说完就去外面的柜子里翻找了下 找到了备用的洗发水 然后敲了敲浴室门 原本是打算敲完门 放下洗发水就离开的 结果刚敲了没两下 门忽然从里面被打开了 时生动作一顿 浴室里水雾缭绕 其实看不太清楚 但男人的好身材一览无余 时生还维持着 弯腰去放洗发水的动作 结果一抬眼就看到 他身体瞬间僵住了 断鱼锦没发现他的异样 从时生手里借过洗发水 神色如常 宝宝 在看什么 时生结巴道 没 没看什么 说完 他慌张地往后退了两步 飞速跑出了浴室的范围 时生一路跑到沙发上窝起来 满脑子都是 说好的顶端生长 抑制侧牙发育呢 这样一来 他还怎么在断鱼锦手里活下去啊 时生手脚发软 半点都感觉不到甜蜜了 他会死的 一定会的 时生哆嗦着掏出手机 点开和童连的对话框 本来已经答应了 但是想反悔怎么办 童连 拜托 段总怎么说 也是人类高质量男性 你为何不睡 时生如实回答 太恐怖了 我害怕 过了没多久 童连扣了几个问号过来 开什么玩笑 这不是好事吗 时生沉默两久 也回了个问号过去 见状 对面的童连意识到 这事情有点难办 他转移策略 可是生生 都答应了的事情 反悔不太好吧 童连 而且 段总都将近三十岁了 这个年纪还是处 你不觉得有些可怜吗 看到这段话 时生也觉得有些心虚 他底气不足 可是我就是很害怕 不然我待会跟段雨景说说吧 他这么好 肯定会同意的 童连 童连 宝宝 你好天真哦 接下来 他就没有再发消息过来了 时生觉得有些苦恼 坐在沙发上 颇有些着急 过了不知道多久 浴室门打开的声音响起 同一时间 时生身体一颤 视野中 段雨景同样只穿着浴袍 露出大半结实的胸膛 他在时生面前停下 随后半跪下来 没打招呼 直接攥住了时生的小腿 他顿时心跳加快 时生这急忙慌地 把自己的腿抽回来 眼睫颤着 满脸都是可怜的神色 声音嘀嘀的 我们今天 先不做好不好 空气安静了一瞬 不知为何 周边气氛似乎冷了下来 段雨景抬眼 眸光沉沉地看了过来 声音低沉和缓 却带着点陌生的压迫感 宝宝 你说什么 时生拉过沙发旁边的毯子 小心翼翼地盖到自己身上 轻声重复道 就是 我觉得还是有点太草率了 我们才在一起几个月吧 可以等过些天再 就是 再深入交流 话音落下 时生抬起眼眸 期待地 看着段雨景 男人眼眸黑沉 甚至称得上平静 但越是这样 就越让人觉得遍体生寒 段雨景短促地笑了声 宝宝 好可爱 这个时候夸他可爱 总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好词 时生手指微微发着抖 他强装镇定 还 还好吧 段雨景站起来 在时生旁边坐下 声音极轻 带着几分诱哄 那你觉得 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继续 文言 时生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两声 在心里打着算盘 最少 最少也得相处一年多之后吧 说完 他还稀奇地看向段雨景 想从他口中得到肯定的答案 段雨景没说对 也没说不对 他只微微点头 然后意味不明地笑了一下 这笑声有些玩味 分不清楚是为了什么 段雨景将玉袍的领口往下拉了点 露出结实的大半胸膛 秉持着色是刮骨刀这一真理 这次时生垂着眸子 愣是一个眼神都没分过去 就在他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 而默念清心咒的时候 段雨景的声音在头顶响起 可是宝宝 这不公平 花音落下 段雨景站起身来 单手绕过时生肩膀 在他镇静 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将人一把捞了起来 段雨景声音里 带着微不可查的笑意 细听之下 还带着点咬牙愤怒的意味 我忍不了 他几乎是愧叹地说 宝宝 但当时生被完全笼罩在他怀里 不得动弹的时候 他还是产生了些许害怕的情绪 无来由的心慌 时生试图开口跟段雨景讲道理 但察觉到他的意图后 男人手臂用力 直接将时生颠了起来 强烈的失重感传来 时生害怕地抱紧段雨景的脖子 下一刻 唇上一热 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后 时生慌乱地挣扎着 双手抵在段雨景胸前 想把自己扯出来 但段雨景似乎是铁了心要惩罚他 大掌牢牢按住时生的后脑 不让他逃离 时生被轻得喘不上气 奋力偏过头想躲避开 但段雨景哪里能让他如愿 等最后被扔到床榻上的时候 时生已经一丝挣扎的力气都没了 眼底迷惘 正愣地望着面前的男人 段雨景附上来 领口敞开 面颊上晕着抹薄红 让他看起来愈加性感 原本还想在垂死挣扎一番的时生 被迷得忘了说话 半天都没能好好组织出语言 见状 段雨景轻笑出声 女孩发丝凌乱 嘴唇微张 眼睛形状好看极了 眼尾的红像是胭脂蕴染时 多出来的一笔 段雨景看在眼里 仿佛能听见 自己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 他等这一天 实在太久了 段雨景附身在时生额上 印下一吻 然后观察着他的反应 见时生不再明显抗拒之后 段雨景沉沉吐出一口气 垂手凑到时生唇边 一下一下地碰着他的唇瓣 带着点和平时 如出一折的黏糊镜 非常温柔 嗯 想着世道临头一刀切 时生闭着眼 心说该来的总该来的 既然避免不了 那就直接躺平任星号 这个夜晚并不平静 午夜的时候下了雨 急促地敲打在窗台上 晕开一时春色 等一切结束的时候 时生迷蒙着眼睛 困得睁不开 现场眼睫上挂着明显的泪珠 面颊湿红 身子时不时颤下 无意是阴明着 段雨景目光温柔 轻手轻脚地 将他抱进了浴室 晚安 劳累过后的觉 总是睡得特别沉 第二天 时生直接睡到中午才起 刚从被窝里翻出来 他就感觉到 后腰隐隐作痛 不用看都知道肯定子了 昨晚上段雨景 跟他妈发疯了一样 那块地方被窝得生疼 想到昨晚发生的事情 一股热气直冲时生脑门 他气不过 再次钻进了被子里 捂着自己的脸 又缓了好一会才敢 从被窝里探出来 房间外响起敲门声 在家里都能这么礼貌的 除了段雨景 也没谁了 想到这家伙干的好事 时生就气不打一出来 愣是憋着口气没说话 外面的段雨景 等了大概快五分多钟 都没等到时生 让他进来的生命 干脆自己推门进去了 时生绷着一张脸 谁让你进来的 我发话了吗 段雨景为扬起眉吗 诚实道 没有 那你进来做什么 时生冷斥 你在其他地方 也是这样一声招呼都不打 就进女孩子的闺房吗 段雨景语气无辜 抱歉 下次不会了 时生勉强抬眼看了他一会 接着就发现 男人手里端着碗清淡的粥 都中午了 吃点吧 段雨景说 时生抱着枕头 转过头去不搭理他 段雨景也不恼 好脾气地又问了句 吃点吧 不然待会会呃 时生阴阳怪气 我哪里需要吃东西啊 你做闹我的时候 就没想过让我吃早饭吗 现在在这献什么阴景 这话就纯属是污蔑了 但段雨景摸了下鼻子 还是没反驳 他走到床边 将枕头塞到时生后腰处 让他舒舒服服地靠着 单手捏着时生的下巴 将他脑袋转过来 声音低沉带笑 好 我错了 晚点给你赔罪好不好 说着 段雨景用勺子 舀了舀碗里的粥 宝宝 我喂你 不得不承认 无论是从外形 还是声音来说 段雨景都称得上完美 这把嗓子低沉雌性 听得时生耳朵都痒了 但经历过昨晚后 时生恐怕永远忘不了 这声音在他耳边说 骚话的样子了 段雨景平日里 这样正经一人 怎么晚上嘴巴 就是不把门呢 什么话都往外说 时生气得不行 但肚子到底是饿了 他还是勉强张开嘴 吃了口粥 段雨景唇角上扬些许 真心实意地夸道 宝宝好棒 话音刚落 时生面上的红韵肉眼 可见得加深 他恼羞成怒 恨不得抓起枕头 砸到段雨景身上 你 你不准说这句话 时生永远不会忘记 那个晚上 就是和现在一样的声音 如出一辙的语气 在他耳边说着 宝宝好棒的 时生当时修得 都快要埋到被子 和枕头里去了 偏偏段雨景 就是不肯放过他 现在 居然还能这样 若无其事地再说出来 段雨景的脸皮 是铜墙铁壁铸就的吧 时生愤怒地盯着段雨景 然后一指门外 你现在就给我拱出去 段雨景也知道 自己现在说 这话不太合适 但意识到的时候 已经晚了 好在他从来不是那种 把面子 看得比天高的男人 道歉能解决的事情 段雨景 从来不会动用武力镇压 于是他露出一抹 急意哄骗小姑娘的温和笑容 声音真诚地不可思议 抱歉 我下次不会了 他拉过时生的一只手 放在自己脸颊上 轻轻拍了拍 你要是不高兴 就打我吧 好不好 说这话的时候 男人眼尾带了点潮红 线长平直的睫毛微垂着 英俊的脸上 是恳求的神色 总之怎么看怎么可怜 时生 他默默攥紧拳头 诡计多端的男人 时生用力把手抽了回来 不再开口刁难 而是专心地 吃着段雨景送过来的白粥 并且发誓 接下来一个星期 都不要再和段雨景说话了 有时候 男人长得太好看 也不是绝对的好事 男人都是心思深重的人物 仗着自己有张好皮囊 就对着女人百般撒娇蒙骗 一直不坚定的女人 尤其是时生这种 就很容易被对方骗走 难怪自然界的雄性 都长得一副艳丽 花枝招展的模样 还不都是为了吸引雌性 时生觉得 段雨景就是其中的一把好手 不然怎么能那么娴熟地 用色相蒙骗她这个 抑制如同钢铁的女人呢 时生甩开段雨景 想要上来帮忙的手 自己顽强地扶着墙 去了卫生间洗漱 回到床上后 就指着门再次让段雨景离开 段雨景非常听话 让滚就滚 仔细给时生演好辈子之后 亲手亲脚低带上门出去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时生也严格贯彻着自己的誓言 还真就没跟段雨景说上一句话 等时生休息好能去上班后 童连在位置上红着脸兴奋地问 所以你们那天晚上上全累了没有 时生 她没好气到 怎么现在才来问 这可不像你 你不是应该第二天就打电话过来的吗 童连满脸羞涩 这不是怕一个晚上不够段总发挥吗 时生 她头疼地揉了揉额脚 你不要和我提她 文言 童连立刻紧张起来 不会吧 你怎么这副表情 我靠 段总不会是秒吧 他钻井掌心 怎么会 我看段总那身材 也不像是虚的 难不成是 那地的发育不太 时生面无表情地盯着童连 在她的眼神逼逝下 童连善善地指住话头 防止惹怒时生后 受到生命上的威胁 她改为怀柔政策 扑进时生怀里撒娇 所以 到底是什么事情吗 你快说快说啊 说给我这个母胎单身狗听听 看着在自己怀里打滚麦蒙的童连 时生的鹅脚 再次隐隐作痛 深呼吸几次后 时生在心里默念 这是亲姐妹不能杀 这是亲姐妹不能杀 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 然后一脸佩服地说道 宝 辛苦你了 说着她又竖起大拇指 你就是这个 时生无奈地别过头 少评 努力工作 努力搞钱 正在单方面和段雨景冷战的时生 是绝对不会再用段雨景一分钱的 刚想到这里 手机里传来钉的一声 时生拿过来看了眼 发现是段雨景的银行卡转账 挺多的吧 就是说 时生数了一下后面的零 不为所动 放下手机继续工作 这段时间 段雨景为了破冰 动不动就会给她转账 金额有大有小 数字还非常有意义 但时生是那种为金钱屈腰的人吗 一般情况下是的 但现在显然不是一般情况 时生是为了好好锻炼 恐吓一下段雨景 要是下次再敢搞这么狠 就不是冷战这么简单了 时生一脸平静 不是冷战具体是什么 他其实还没有想好 但气势上不能输啊 看着段雨景发过来的一堆消息 时生感叹了句 好一个恋爱脑 怕段雨景一个人发消息太寂寞 最终还是 磨磨蹭蹭地拿起手机 一丝一丝地 发了个句号过去 发完就把手机放下 嗯 他超爱 等到下班的时候 时生在工位上坐了一会 突然想着 要不去段雨景的别墅做作 他是有进屋的权限的 想也知道 段雨景没把门前指纹锁的记录删掉 说干就干 跟段雨景说了 今天下午不要来接他之后 时生就自己打车去了那片别墅区 找到那栋别墅的时候 段雨景正好发消息过来 你去我家里了 时生 是的 哥哥不允许吗 段雨景 可以 你今晚在那里过夜吗 我过来给你做饭 时生 不用了 我只是做一下 发完就把手机揣兜里 将手指放在了指纹锁上 不出半秒 门应声而开 果然没闪 时生一时间心情复杂 他觉得段雨景堂堂霸总 其实现任掌权人 未免有些太连爱恼了 那时候 他们好像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吧 想到这 时生猛然反应过来 对哦 那个时候 段雨景就已经跟他很好了 那是因为两人的身份 时生没有多想 只单纯以为是段雨景 身为大哥对弟妹的特殊照顾 但现在身份转变后 他再细细想来 就觉得 好像哪哪都不太对 段雨景对弟妹 一向都这么好的吗 时生压下心底一律 思寸片刻后 上楼 然后推开了段雨景的房门 那段时间 他们都是分房住的 他还真没进过段雨景的房间 初次踏入 时生还有点小紧张 他深呼吸一口气 朝着正对着自己的书桌走去 看着那被收拾得干净整洁的书桌 时生心里忽然有种强烈的预感 总觉得自己应该能在这里 发现些什么不一般的东西 在自己家里 段雨景没有给柜子上锁的习惯 所以时生只是轻轻一拉 书桌的柜子就开了 但这柜子刚刚打开 他又觉得不太合适 这样随便翻东西 似乎不太好 想到这 时生又把柜子给关上了 他没做多余的事情 就在段雨景常坐的这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面前是一台轻薄的笔记本 银色外壳 看上去还挺漂亮 时生闲着无聊 上手摸了两把 冰凉细腻的触感 还蛮舒服 想着 反正段雨景一时半会应该过不来 时生便从座位上起来 走到了段雨景的书柜前 木制书柜上摆满了书籍 大多都是世界名著 以及大量的金融贸易书籍 非常符合段雨景的逼格 时生目光一寸寸一过去 最终在一本白色封皮的书面前停下 那个好像是 时生点起脚尖 费尽地从书柜高层 把这本书取了下来 那是一本儿童文学 并不出名 作者是F国的一名小众作者 但时生以前很喜欢这本书 也很喜欢这本书的作者 原来段雨景也看过这个吗 一想到段雨景那样的人 会捧着一本妙趣恒生的儿童文学看 时生心里便升起一股违和感 他没忍住笑出来 重新将注意力放到手里的书籍上 翻开第一页看了起来 看着熟悉的措辞和笔墨 时生感到些许的恍惚 为什么会喜欢这本书呢 因为在那段阴暗 仿佛毫无出路的大学时光中 是这本书将他的精神从泥沼中拉了出来 母亲早逝 父亲是赌 唯一的亲人死去后留给时生的不是房子和车子 而是一屁股仿佛永远都还不完的债务 对于刚刚勤工俭学赚足大学学费的时生来说 这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 但他不喜欢把苦难拿出来说 因为这没有意义 还很容易变成旁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时生只能带着笑脸 麻木地将这些事情压在心底 表面上若无其事地继续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呢 时生都在思考 要不要从大学里退学 毕竟每次外出兼职的时候 都被赌债的人拦在校门口的样子 非常丢人 直到时生去了一次校图书馆 在空余的桌子上 看到了一本白色封皮的书 当时是期末 图书馆里坐满了复习的大学生 因为家境和自卑心理 时生不是很想跟他们坐在一起 在转了一大圈后 终于找到个不知为何没有一个人坐的桌子 时生坐了上去 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书 桌上没人 这种书显而易见 是上一个学生看完后忘记收起来的 想着反正没事做 时生便翻开书看了起来 那是一本幼稚至极的儿童文学 没有多少华丽的词枣 单纯讲了一支画笔的历练故事 甚至带着点日漫的热血和励志 煽情片段不少 通篇下来 让人感受到的情绪 都是积极和阳光 时生看着看着 眼底竟然弥漫上一层雾气 挺不可思议的 毕竟换个 跟时生同样大的学生过来看了 都会觉得 这书幼稚的可笑 F国的这名作者不出名 不是没有原因 他的作品实在算不得多出色 比起初版儿童文学 他更适合去写清小说 但这样朴实无华的文字 偏偏让时生感触颇深 不知是不是巧合 书中主角的遭遇 竟然和他的有些相似 越看越觉得悲哀 越看越觉得伤感 时生一边在心里唾弃自己 一边趴在桌上无声哭泣着 害怕被别人看见 他还把脸埋在了臂弯里 但哭过一场后 似乎心里没那么难受了 从回忆中脱身后 站在断雨警房内的时生 敏唇笑了下 觉得当年的自己 确实是有些毛病在身上的 他摇了摇头 继续翻看着书中的内容 只是越看就越觉得不对劲 这本书给时生的感觉 好熟悉 不是内容的熟悉 而是书页上的某些细节 时生秀眉青醋 观上书仔细观察了一阵 这本书并非崭新的书籍 相反已经很旧了 白色的封皮有些泛黄 书页的折痕也很明显 古怪的想法越来越重 时生干脆把书翻开 继续查看起来 很快 他就在书页的中间位置 发现了一些皱巴巴的痕迹 有点像是水滴在上面 但是没有及时擦干导致的 时生 他心里一咯噔 不是吧 怎么会这样巧 时生假装没看到 又往后面翻了几页 然后翻得有点急 书页中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 时生动作一顿 他把书盒上 垂手看向地面 那是一张很小的纸片 看得出很有些粘头 纸片泛黄 边缘粗糙 时生抿了下唇 蹲下来把纸片从地上捡了起来 翻过来一看 上面的自己端正锋利 只削一眼 他就看出了 那是断雨井的字 今天 有个小姑娘未经允许 擅自看了我的书 居然看哭了 好蠢 不过哭得怪可怜的 擅自 看了 我 时生整个人都僵住了 在原地挣了好几秒后 他才恍然回过神来 慌里慌张地 要把纸片放回书页里去 时生心乱如麻 连怎么思考都忘了 只觉得好荒谬 结果他刚把书盒上 一声清脆的开锁音响起 就在自己身后 时生身体僵住 接着就是男人 不紧不慢的脚步声 在看什么 断雨井的声音 时生拿着书本的手紧了紧 半天没应声 也半天没转身 见状 断雨井微微抬起眉毛 想到了什么 他朝前走去 揽住时生的肩膀 将人转了过来 不出意料 看到了小姑娘通红的脸 觉得可爱 断雨井笑了笑 目光下一落到 时生怀里抱着的书上 他顿了顿 说道 怎么真被你找到了 时生结巴道 时 什么叫真被找到了 男人修长手指点了点 那本有些年头的书 唇边带着点微笑 书啊 六年前我去过一次 京大图书馆 本来是去跟京大校长 谈事情的 结果早上起得匆忙 带错了书 刚落座 就又被人叫了出去 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 说到这 断雨井声音顿了顿 看着时生越来越低的脑袋 指负微痒 最终遵从本心 在他脸颊上刮了刮 这才含笑继续说 回来的时候就看到 有个小姑娘看了我的书 然后被这本儿童文学 惹得哭了半个小时 关于那个时间点的记忆 就连断雨井 自己都没意识到 他竟然能记得那么清楚 午后的阳光温暖舒适 靠窗的位置 被阳光晒得滚烫 在人满为患的图书馆 这是唯一一个 还算得上情景宽敞的位置 而刚离开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断雨井 就在这张桌子上 看到了名不速之客 女孩趴在桌子上 肩被抽动的弧度很小 但只要细心看了 同样能发现 她是在哭泣 不过 见她死死捂着 不准别人看的模样 断雨井 还是礼貌地决定 不再上前打扰 她看了眼周围 埋头学习的大学生 叹了口气 往书柜后面站了点 想着自己的书 估计还在那女孩手里 断雨井便没有离开 打算等她情绪好点了 再去拿 于是她就在原地站了许久 期间也百无聊赖地想到 自己那本书 似乎是儿童文学 侄女上次来家里 完不小心落在书桌上的 内容断雨井 也粗略地翻看过 并不觉得 有什么好感动 这小姑娘倒是感性 想到这 断雨井便颇绝有趣 就在她等得有些不耐烦 想要直接上前 把女孩叫起来的时候 桌上的姑娘 自己抹干净眼泪 直起了身子 断雨井于是又站了回来 静静地观察着 女孩的眼尾有些红 额前头发微湿 脸颊粉粉的 嘴唇也透着薄红 看起来可怜又可爱 断雨井最先注意到的 是她的眼睛 稍微有些肿 里面水光炼焰 想到 是她是因为看儿童文学 才哭鼻子的 断雨井一时有些忍俊不惊 她站的位置 对那小姑娘来说 是视角盲区 所以一时半 会还真没发现她 那女孩从椅子上站起来 手辅在那本书的书页上 看起来很是喜欢的模样 断雨井想着 这本书要是被她拿走了 大不了 她就重新买一本 还给侄女 几秒钟过后 那姑娘放下书本 慢吞吞地从座位上离开了 她一直低着头 脚步迅速 因为身高的原因 撞到断雨井的时候 那姑娘也没抬头 估计是怕被看到哭了鼻子 痛得撕了声 但很快镇定下来 细声细气地说了句对不起 接着就继续往图书馆出口走去 嗓音带着点哭腔 黏糊又可爱 断雨井一时间竟没反应过来 等到那姑娘离开了 她才恍惚回过神来 原地静默片刻后 断雨井走到桌前 把那本杯泪水 沾湿了些许的书拿起来 书上还残留着一些 之前没有的柠檬香味 估计是那女孩带过来的 断雨井又不受控制地想到 她小巧精致的脸 和那没擦干净的泪痕 恍惚片刻 她垂下毛子 将书本盒上 从图书馆走了出去 这便是他们的出狱 只有断雨井一个人记得的出狱 自那以后 她便经常去惊大闲逛 偶尔也会在树荫下 看见那女孩的身影 但这座高校实在太大了 断雨井不一定每次都能碰到她 连续几天的蜈蚣而返后 她终于还是没忍住 命人去找了那女孩的档案 原来她叫石生 原来她的家境并不好 当时的断雨井并没有意识到 那是一见钟情 准确来说 其家的大公子 对于情爱的事情一概不知 还以为是自己的善心作祟 总喜欢对这陌生又可怜的女孩 投以注意 并暗中施以援手 直到 直到某一天 她的弟弟领着石生进门 说那是她新交的女友 断雨井的目光越过其野 落在她身后那个和初见识一样 带着点羞涩和不安的女孩 几秒钟后又收回 淡淡地点了点头 说了句 好好待她 自那以后 无休止的启梦在深夜辗转 梦中面容清晰可见 极度 怒火 不甘 化作枷锁将断雨井缠绕其中 迫使她坠入无边地狱 曾经引以为傲的教养和美德 在意识到自己龌龊心思后 被全部击溃 原来她并不如父母口中和旁人称赞的那样 光风际月 她只是个 卑劣的 觊觎着自己亲弟妹的出生 每逢看到时生站在其野身边 言笑艳艳的模样 断雨井表面不显 使得内心极度地要发疯 她知道这样不对 但若感情能够控制 那段雨井 就也不必痛苦这么长时间了 好在老天还算眷顾她 从回忆中抽身 断雨井将书本放下 转身把时生搂进怀里 在她发顶落下一吻 当上面的一切 坦白在时生面前时 那段时间的 一切都有了解释 段雨井过于严重的分离焦虑 还有她对你时生 堪称恐怖的包容度 似乎都有了解释 她不自觉 轻轻拍着段雨井的背 低声说道 所以你这么害怕我离开 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料到 我会真的和你在一起吗 段雨井没说话 她安静了一会 声音低沉 很闷 是 刚跟时生在一起的段雨井 总会在夜晚中 惊悸而行 她清楚 时生和其野是自由分手 但内心的谴责 仍旧让她夜不能寐 甚至会有种 是自己将时生 带入歧途的痛感 越是这样想 心就越疼 察觉到段雨井的情绪 时生有些着急 点起脚尖 轻了轻她的唇瓣 急切地哄到 瞎说什么呀宝宝 你要是来得早一点 主动一点 哪还有其野什么事啊 段雨井喉咙动了动 嗓音沙哑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时生心一横 干脆把实话都说了出来 这么跟你说吧 其野其实 只是我的协议男友 要不是为了还债 我都不会跟其野在一起 我对其野 从始至终一点感情都没有 我喜欢的只有你哦 话音落下 段雨井瞳孔皱缩 他手指开始颤抖 声音都在发颤 当真 时生笃定道 当然是真的了 我骗你做什么 他松开段雨井的背 抬眼打量着面前的男人 见他眼眶里竟然有泪 顿时忍俊不惊 时生笑起来 像抚摸一只乖巧 听话心思细腻的狗狗 语气真挚 我喜欢的自始至终 都只有你哦 硬要说的话 只有段雨井 才算是我的初恋 知不知道 好不容易把段雨井哄好了 时生这才从男人怀里出来 他没着急走 而是饶有趣味的 去看段雨井的眼睛 那里果然是水光盈盈的一片 很明显 段雨井真的有在极力控制 不让泪水掉下来 但似乎没什么效果 段雨井眼形很漂亮 含蓄的单凤眼 眼尾上翘 晕着薄红的部分很好看 线长平直的睫毛 有些湿润 当他垂着毛子看过来的时候 时生觉得自己的心 都在砰砰跳 他感觉段雨井 就是上天派下来 勾引他当昏君的 不然怎么会每一处 都让他喜欢 时生在心底叹了口气 随后点起脚尖伸出指腹 在段雨井睫毛上 拨弄了两下 男人的身子瞬间僵住 他睁着眼睛 睫毛轻颤 眼底清晰 倒映着时生的模样 有点痒 段雨井低声说 时生 痒不是正常的吗 我再摸啊 不痒才奇怪吧 时生让他忍着点 于是段雨井抿了抿唇 还真就一句抱怨的话 都不说了 摸完睫毛 时生又用指腹 碰了碰段雨井的唇绊 察觉到男人变成了气息后 他又若无其事地 把手收了回来 说道 好了 不伤心了 时生牵住段雨井的手 学着他往日 最喜欢做的那样 在他手背上印下一吻 我都已经在你身边了 并且许诺过 只爱你一个人 还有什么好伤心的 说完便自问自答地说 不伤心 不伤心 段雨井唇角不自觉上扬 他笑出声 沉沉地嗡了声 好 不伤心 话音落下 段雨井弯下腰 将时生整个抱起来 调整好后 让他坐在自己壁弯处 背包太多次了 时生习惯性将手 搭在他肩膀上保持平衡 眼看段雨井就这样 抱着他走出房间 时生好奇问道 我们去哪呀 段雨井声音含笑 很晚了 不饿吗 文言 时生摸了摸肚子 这才后知后觉得感到饥饿 他撇了撇嘴 胡乱发着脾气 谁让你一直拉着我追一往西 你都不知道 你有多难安慰 段雨井点头 认真附和 好好 是我做错了 现在就给宝宝做晚餐 说完他便偏头吻了时生 然后将人放回在沙发上 自己走进厨房做饭 时生拉过大沙发上的 毯子盖到肚子上 玩了好一阵手机后 才反应过来 自己之前 好像是在跟段雨井冷战来着 他扣着手直想了想 觉得刚安慰完段雨井 就给他脸色看不太好 时生又往背子里缩了缩 然后默默在心里想着 算了 暂且放过段雨井吧 他闷闷地想 要不是段雨井实在貌美 他是不可能那么轻易地 就原谅他的 时生叹了口气 拿起手机给童连发消息 我就是只眼狗 童连 现在才发现吗 大傻春 时生 我恨你 发完就把手机揣进兜里 认真等段雨井开饭 为期一个多星期的冷战 在这个夜晚宣告结束 并且再回小区的路上 段雨井再次对时生 发出了同床共枕的邀请 时生冷着一张脸 你不要得了便宜就卖乖 再让你跟我睡在同一张床上 我就是猪 段雨井语气很有些无辜 宝宝 我不做什么 他胡一道 真的假的 段雨井笃定 真的 思来想去 时生觉得身为男朋友 却不能和女友 在同一张床上睡觉 还是挺可怜的 他不由地卸下防备 好吧 也不是不行 要是连个觉都不准睡 那还得了 说出去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时生欺负男朋友呢 时生搂着段雨井亲了亲 得到他的再三保证后 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他舒服地坐在车上 想到今天发生的事情 还是觉得有些梦幻 原来段雨井这么早就认识他了 当时他怎么就不抬头看看呢 说不定就能对段雨井一见钟情了 这样也不算是输给段雨井 都怪段雨井长那么高 不然他肯定能看到段雨井的脸 时生在心底默默吐槽着 想起当年的事情 还是觉得很神奇 怎么就这样巧呢 自己看儿童文学看哭了就算了 怎么还刚好就被段雨井看到了 不对 他当时好像哭得还挺厉害的吧 时生眉头皱了皱 那段雨井 能对哭成dog的他一见钟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挺厉害的 所以段雨井才会在企业第一次 带他回家的时候 态度就这么好 之后还一直照顾他 帮他出头 留他同居 做饭 接送上下学 越想 时生脸就越红 本来没觉得有什么的 可一旦跟段雨井暗恋 自己这么多年的事情串联起来 好像一切都不对劲起来 不是大哥对弟妹的照顾 分明就是对心上人的 时生一下子就耿住了 原来这么早的吗 自己是木头吗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 时生越想越觉得不好意思 干脆碰了碰段雨井的胳膊 红着脸忐忑问 你 你一直对我那么好 但我一点都没发现你心思的时候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 他换位思考了会 觉得 如果是自己的话 估计会在心里骂不解风情 此时正好是红绿灯 段雨井将车停下来 月辉从车窗漏进来 将段雨井阴挺的侧脸 勾勒出轮廓 他专注地和时生 对试着 声音温和 当然是庆幸了 时生一愣 追问道 庆幸什么 段雨井低笑出声 没被镜片遮盖的眼睛深邃幽黑 但又藏着点晶莹的笑意 庆幸我的小姑娘 没有发现我的心思 不然 他那么薄的脸皮 只不定要跑得远远的 再也不跟我见面了 话音落下 时生半天没说话 他在副驾驶上坐着 耳根连着后颈 越来越红 好办上 他才闷闷地说道 才不是 我脸皮没这么薄 时生抬起头 看向段雨井 尤其是对你这种 刻意长了这副皮囊来勾引我的 你告诉我 你喜欢我 我立刻就要扑上来亲你了 我怎么觉得 一个中午不见 你们好像变得更黏糊了 童连坐在宫位上 好争以侠地看着时生 眼底带着点条笑的意味 闻言 时生下意识把手机收起来 声音含糊 啊 有吗 童连伸手戳了戳时生的脸颊 没好气到 你嘴角都快脸上天了知道吗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得封病了吗 还有 你手机都快捧半个小时了 请问时小姐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嗨嗨 时生心虚地一开视线 双手放回键盘上 打着马哈 马上了马上了 真的 我现在就开始工作 说完就拿起电容笔 在数控板上勾画 时生在心里暗自唾弃自己 唾弃完 又开始唾弃断雨景 都怪断雨景 乱他倒心 不然怎么会让他到现在 都还只勾了个线 刚起草莓多久 时生忽然想起 自己还没跟断雨景说 自己要去工作了 正打算拿出手机编辑条消息 动作到一半就停下来 谨慎地去观察童连 确定的娘们在认真工作之后 这才把手机拿出来 时生 我要工作了 你先自己玩会 消息刚发出去 前方忽然想起怕 得一声 吓得时生 以为自己摸鱼被发现 赶忙把手机往桌上一丢 慌里慌张地 在数位板上 胡乱画了的爱心 惊魂未定之际 前方传来工作室老板的声音 各位都停一停啊 介绍一下 这是林氏的董事长 最近打算跟我们工作试谈合作 林氏 怎么又是这个性 时生现在 对姓林的人都有PTSD了 连忙抬起头看了眼 视线中 是一张略有些熟悉的脸庞 他动作顿了顿 是林昭 时生没间清楚 直觉这人来者不善 保险起见 他低下头 假装没看到林昭 认真在数位板上画画 前面老大正滔滔不绝地讲着 林总最近刚回国 对国内的东西 都有点陌生啊 这次来主要是跟大家先熟悉熟悉 后面的那些呢 是林总要跟我们合作的团队 要是林总有什么不知道的 你们都好好跟林总解释一下 听到没有 同事们嘻嘻啦啦的音 听 道 时生闭嘴不说话 生怕被林昭注意到 旁边童连狐疑地看着他 干什么呢 一会没看你 你就退化成安纯了 时生 他微脑 你别说话了 好好好不说话 童连哄着他 嘟囔了声 就转过身做自己的事 可惜时生不想惹事 不代表林昭不想惹 男人在整个办公室逛来逛去 东看看西看看 偶尔还会问些问题 这么转着转着 很快就要到时生宫未边了 时生抿了抿唇 心说 身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那还不如坦然面对 至少不会让自己 显得那么怂 这么想着 时生便坐直了身子 讲状没注意到外界的动静 手上动作不停 林昭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最终在时生的宫位旁停下 果不其然 低沉的男生响起 带着点野鱼 哟 看看这是谁 不是我们大名鼎鼎的石小姐吗 时生 这阴阳怪气的语气 原来林昭还没被国内的大佬打死吗 这一点都不可学 他勉强放下笔 有气无力地应了句 林总 下午好啊 不早 林昭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我还以为石小姐整日跟在段总身边 在盛景多少也是个经理的职位 原来还只是个小员工吗 时生表情平静 并没有因为林昭一句话 产生多大的情绪波动 他脸上扬起笑 林总抬去了 年纪和资历摆在这 我怎么可能这么早就当上经理呢 更别说 身边还有这么多优秀的同事 和英明的领导 大家都是公平竞争 哪里是一句话就能往上爬的 说着 时生眼底闪过微妙的神色 毕竟不是谁都跟林总一样优秀的 对了 林总 您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在做什么 想必已经在发家置业了吧 听到这话 林昭的脸色立刻难看下来 他在时生这个年纪的时候 正好是林家有没落前兆的时候 林家察觉到上头的风声 又不愿归还 应该付给工人的巨额工资 贪污腐败欠下的漏洞 一时间也填补不上 到处走访求人 结果没一个愿意帮忙的 到年末的时候 林昭跟林婉婉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帝国流浪做小事工 这段经历 毫无疑问是林昭的耻辱 他暗自攥紧拳头 眼底浮现出晦涩的恨意 紧紧盯着时生 这个时间说出来 很难不让人怀疑 时生是故意的 但时生的表情无懈可击 纯真又无辜 等了一会见林昭始终没有要回答的意思 便十分自然地转移话题 哎 我们自然是没法跟林总比的 林总 你有什么要问的吗 只要是我知道的 我肯定置无不言 林昭面部肌肉僵硬 他皮笑若不笑地扯了扯唇角 不用了 时小姐有这份心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说完 他直起身子 最后看了时生一眼 转身去了别处 等林昭离远了 刚才一直低头装死的童帘 这才抬起头来 我的天哪 这林昭不像好人啊 本来也不是 时生撇了撇嘴说道 他手里转着笔 私心觉得 所有跟他不对付的都不是好人 时生抬头朝前方看去 林昭已经转完了 此时正在跟工作室的老板谈话 看样子是在聊合作的事情 时生有些泄气 怎么偏偏是跟林昭合作啊 换一个不行吗 而且都已经有了齐家的投资 还有王家的技术支持 这么一看 他们练语来岸的阵容 好像还挺强大 就是林昭欠妥 而且林昭还带了团队过来 时生眉头青醋 跟童帘对视了一眼 难办 这种半途加进来的团队 本来就不熟悉原本的游戏业务 还要跟他们这些原来的员工一起共识 这未来会发生的摩擦 可想而知 时生叹了口气 天凉了 林家该破产了 事实证明 他们之前的猜想是对的 林昭带过来的团队 何止是跟他们有摩擦 那简直是把他们原本的工作计划 搅得一塌糊涂 也不知道林氏集团整个的企业文化是怎样的 但就时生这段时间的观察来看 这群说是来帮忙的团队 简直是把自高自大写在了脸上 明明之前没有策划以女游戏的经验 可偏偏很喜欢指手画脚 觉得自己的建议 天下第一队 旁人说的都是一滩狗屎 就比如现在 时生双手护住自己的数位板 死活不让林氏团队的话失动 他气得脑袋都要冒出火来了 不许碰 游戏设定就是金色的耳钉 你非要改成紫色是几个意思 林氏的那名女画师扬起眉梦 一脸高 紫色耳钉能让整个的画面更具协调性 使原本的色调更加跳跃活泼 有什么不对吗 时生执拗道 那又怎样 设定就是这样的 不能改 女画师翻了个白眼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死板 本来就不可以 时生想跟他解释清楚 这个耳钉是男主跟女主时的信物 有特殊意义 而且已经在前段时间 作为游戏爆料公布给了玩家 是绝对不能改的 女画师皱起眉梦 只是一个耳钉而已 有必要吗 改一下颜色 玩家哪里会上纲上线 这么简单一个物件 他们还能天天盯着看不成 时生斩钉截铁道 嗯 他绝望道 你到底懂不懂啊 擅自改设定 我们是会被玩家骂成狗的 女画师 有这么严重吗 你想多了吧 时生好好好 对牛弹琴 这姐们是完全不知道 以游玩家的战斗力啊 时生把数位板护得更紧了 反正不能改 他搬出杀手锏 而且你要改的话 得先给老大打报告 果不其然 女画师的表情出现了些裂缝 他咳嗽了两声 说道 那还是算了 时生这才把手从数位板上移开 那女画师一脸挑剔地 看着时生电脑上的话 择了声 最终表情不爽地离开了 见状 时生这才松了口气 他宝贝似的摸了摸自己的数位板 低声念叨了句 事惊 就是 童连在旁边附和 他也刚刚打发走一个过来较劲的临时团队的队员 此时感觉身心俱疲 气恼道 这个团队到底是过来干嘛的啊 说是互帮互助指点 但他们压根就没有做过英语游戏 还喜欢到处指手画脚 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很搞笑吗 估计是不知道 时生摇头 他想起了什么 说道 听说文案组那边也不堪其扰 他们这个团队不是有很多男的吗 人间反应过来 不会吧 他们还要改台词 油腻语录 时生狠狠点头 以女工作室 特别是文案组 从原则上来说 是不能有男同事的 就算有 也必须得是三观证 尊重女性的男同事 因为以女游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变相媚女 任何会引起女性 不适合厌恶的台词或者卡面 都会被工作室筛选掉 临时团队的队员 很大一部分都是男人 能够进入以女工作室的男同事 至少从品格和三观上来说 再加上林氏团队上下那眼 就能看出来的字符 由那些男性逐笔出来的台词 不用想都知道会糟糕成什么样 时生偷偷站起来 看了眼办公室的另一端 正巧看到文案组的那个小姑娘 用力拍得下桌子 指着林氏队员的人的鼻子在骂 凶得很 时生又默默坐下了 同时心底一律更甚 和林氏合作 盛景到底是图什么呀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盛景都比林氏要强了不止一心半点 实在想不通 时生干脆打开手机 开始摸鱼 出于习惯 他脑子都还没转过来 手就自动点进了 跟段雨景的聊天框 时生顿了顿 想着反正都已经点进来了 那就继续呗 他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打字简单 跟段雨景说了说 然后问出了刚才思考的问题 等了大概一分多钟 段雨景回复道 为什么我不清楚 但你可以去问问 你们工作室的老板 时生 会不会有点冒昧 段雨景 不会 你尽管去问就好 看到这句话 时生想到段雨景 给工作室投的钱 再想想自己 和段雨景的关系 很好 瞬间赶到心安理得 时生从座位上站起来 朝老板的办公室走去 还在工位上的童帘 注意到他的动静 立刻抬头看过去 不消片刻 他扶置心灵地了解了 时生的内心想法 朝他比了个加油的手势 转角的时候 时生朝灵士团队的方向 看了眼 在他们注意到之前 很快收回目光 咚咚 进来 时生推开门走了进去 老板的头发 已经有些稀疏了 此刻正低头看文件 脸上带着喜滋滋的笑意 一抬头看见时生 那笑容顿时 更加热烈了 哟 时生啊 你来做什么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位肯定就是他们 投资方铁板钉钉的夫人了 当然得客气点了 时生乖巧地 跟老板打了声招呼 目光从老板那 有些图的发悬处一开 问道 老大 我们为什么要跟 临时的人合作呀 听到这话 老板笑起来 这个啊 说是合作 其实就是他们来学习了 文言 时生微微一正 学习 是啊 老板嘴角扬起老高 他们是花了钱的 还不少 不过临时那边要面子 硬要我说是合作 我寻思他们企业刚上市 给他们点面子 也不是不行 就答应了 怎么对这个事情有兴趣了 时生 感情就是一来学习的学生啊 那他们 整天拉着一张脸 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做什么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是来视察的呢 无语 时生眼底闪过摩脚侠的光 往前走了几步 神情乖巧 老大 我跟你说件事 你别跟别人讲 什么 他们真的是这样做的 老板一拍桌案 如此怒吼道 时生连连点头 当然了当然了 老大你都不知道 他们整天对我们指手画脚 都快踩在你头上去了 刚才还硬要我私底下 改掉男主的设定 还是我搬出了你的名号 他才放弃 你说说 这是不是存心 不让我们工作室好过 这么一听 老板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是啊 居然还让他的人 去改男主设定 这不就是想砸他们 练语来安的饭碗吗 老板再次一拍桌子 好恶毒的商战 竟然都已经打进内部了 见状 时生赶紧趁热打铁 继续给老板灌输自己的观念 老大 这种人 恐怕是不能在公司长留啊 老板 你说的有道理 只不过他们交了钱 恐怕不能那么早就打发走 时生沉阴片刻 也是 不过老大 我这有个法子 什么法子 老板很感兴趣地凑过来听 时生 我们这样 然后这样 再这样 原来如此 好办法 等时生踏着小碎步 往工卫上赶的时候 童年抬头看了眼 被气氛感染 连忙低头 怎么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为什么 一脸做了贼的表情 时生回答 没做贼 我这回当了刺奸臣 童年 这么酷 时生正重点头 一脸高深莫测 你且看吧 文言 童年立刻正经微作 等待着时生安排的好戏 过了大概十分钟 工作室老板从办公室出来 估计是为了展示官微 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给自己抹了层发胶做出发型 身高立刻拔高了一个档次 老板站的笔直 在前方用力拍了拍手 安静 都安静 有事情要说 办公室里逐渐安静下来 同事们齐刷刷将目光移到老板身上 几个文案组的姐妹 几乎是迫不及待的 就甩开临时团队的人 嘀咕了句老大来了 抬头紧紧看着老板 生怕眼睛一斜 临时团队的人 就又要围上来 直手画脚 时生侧头看过去 见不远处站着的 正是那个之前 对男主设定 直手画脚的女画师 嘴角缓缓上扬 小样 准不死你 确定办公室里的员工 还有前来学习的临时团队 都看了过来之后 老板满意的点头 说道 众所周知啊 目前我们的游戏还在研发阶段 并且距离公测上市 仅仅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大家都很着急 工作量呢 也比以前翻了几倍 作为领导 我十分体谅大家的付出 正好 临时团队 最近不是来我们这学习吗 也算是我们的半个合作伙伴 既然都是合作伙伴了 那分担一下工作 共同进步 应该是没问题吧 原办公室的同事面面相去 不知道老板这具体是什么意思 倒是临时团队那边 有个男队员沉不住气 喊了声 我们是来合作的 言下之意便是 他们不是来学习的 老板全当他放了个屁 没理 继续说道 这样 我们这边还有很多 游戏背景没完成 临时团队的画师 你们最近就负责这个吧 对了 记得要跟我们整体的美术风格相近 听到没有 至于文案组 老板反手从背后 抽出一打厚厚的台本 笑眯眯的 像个慈眉善目的弥勒佛 你们就负责 把我们原来的文案 在电脑上打出来 我们的台词风格 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呀 你们要学习的话 这是最简单粗暴的法子 当然 这一打台本 只是冰山一角 我办公室还有很多 为什么不发电子版呢 主要是怕你们有人偷懒 对学习也没有任何好处 是不是 老板将那厚厚一打台本 放到临时团队的领头人怀里 笑着说道 年轻人 就是要有干劲 你们那边 美术组一天 至少要完成 100幅背景图的绘制 文案组那边呢 一天少说 也得来个两到三万字吧 临时团队 他们巨视一脸 仿佛吃了屎的表情 那领头人着急了 老板 这不太合适 我们都是 你们都是来学习的吗 我懂 老板搓了搓自己的眼角 学习 就要有个学习的样子 好好干 啊 不要偷懒哦 我可是看着呢 一天的任务量没完成 可是要留下来的加班呢 话音落下 工作室的某些憋不住的同事 已经把脑袋低下来 闷闷地笑了 临时团队后来又开始抗议 但刚开口 就被老板四两拨千斤地带了过去 最终 还是没能逃过既定的命运 时生观察着他们的面部表情 只觉得无比可笑 在那名女画师察觉到之前 她迅速把头转了回来 然后 跟童连积了个掌 从这个时候开始 临时团队 果然不像之前一样清闲了 也没有时间来找他们做妖 整日都是 埋头在电脑面前 生怕没能完成一天的任务 几乎是机械地 重复着死板的工作 这里面肯定会有 时生哼着歌 心情愉悦地想着 他们老板别的不说 严厉是真的严厉 他要求的事情 手下人要是没做到 那是一点都不心思手软 该怎么罚就怎么罚 更别说临时此番是来学习 本来就属于弱势 等下班时间到后 时生卡着点完成工作 每每将最后一个地方上好色 提着包跟童连一起出了办公室 离开前 还朝临时团队的人挥了挥手 时生笑得极其甜美 信念弯起来 看着真成极了 加油 我相信你们很快就能完成了 临时团队的人抬起无神的双眼 用堪称怨恨的目光盯着他们看 见状 时生赶紧带着人溜之大吉 加班的打工人惹不得 惹极了 还真有可能精神失常 然后跑上来咬他们一口 赶紧跑赶紧跑 进电梯后 时生跟童连对视一眼 没忍住 通通大笑出来 到盛景楼下 段余景果然已经早早等在那了 时生跟童连到别后 上车就开始跟段余景 讲今天发生的事情 段余景很认真地听着 竹字竹句听完后 还夸他做得很好 很有头脑 正当时生飘飘然之际 段余景在他额上亲了口 笑着说 宝宝 我工作还没完成 你来我公司陪我吗 宽敞的车厢内 光线明亮 原本古板正经的车前座 已经有了好几个呆头带脑的越狱图搭 正在时生波动下 轻轻晃动着 时生侧着脑袋 看向段余景 原来你还有工作没完成吗 那你还来接我 段余景笑了笑 来接你的时间还是有的 时生半真半假地说了句 不务正业 然后又问 那我在你公司做什么呀 在我办公室陪我 我也可以让秘书 带你到公司到处逛逛 段余景启动车辆 随你的想法 你开心就好 时生眨了眨眼睛 嘟囔道 那我当然是选择陪你了 不然我们段大总裁 一个人孤零零的工作 多可怜啊 说完 他伸出手只点了点越狱车搭 看越狱图幅度 轻微地上下点头 段余景眼眸微动 眼底笑意欲深 嘘寒问暖 不如巨额打款 段余景一顿 扬起眉毛 承诺等到了公司 就把钱打过去 谢谢哥哥 时生在段余景 脸上亲了口 然后乖巧地坐回副驾驶 重新系好安全带 骑士的商业大楼 建在京市最豪华的CBD地段 从前时生 只在打车路过的时候 会往那边看上一眼 这还是第一次 站在这栋大楼底下 时生看着被层层 把守起来的大门 居然少见地 升起了些拘谨的情绪 他往后退了一步 谨慎地说道 感觉里面全部都是高精尖人士 段余景摸了摸时生的发顶 将他拉到自己身边 让时生挽住自己的手臂 说道 没有 都是普通人 宝宝 你是今大毕业的 你才是高精尖人士 说完 他声音微妙地一顿 带了点委屈 还有就是 宝宝 你不要离我太远 不然他们都以为我没有老婆 时生 他脸微微一红 故作镇定 知道了知道 真黏人 段余景滴滴笑出声来 带着时生 一起朝着骑士大楼走去 骑士大楼 果然与时生预想中的一样繁忙 光是大厅 走动的人员就不少 皆是步履匆匆的模样 有人首先注意到段余景 手里还抱着一达文件 连忙走过来 刚开口说了句 段总 我这边顾客说 话音未落 他目光落到时生身上 然后 又看向两人紧紧贴着的胳膊 顿时卡壳 段余景倒是很耐心 他停了下来 唇角带着点笑意 问 什么事 那员工喉咙动了洞 低着脑袋 余光一直往时生身上飘 眼底六分震惊 四分疑惑 说话都结巴不少 说到一半 他就开始冒冷汗 段总最凡手下报告的时候 说话不利索 出现这种状况 他都会第一时间冷声 让人回去 把说话练好之后 再来跟他报告 但直到那员工说完 都没听见段余景的斥责 甚至最后 还听到段余景夸了他一句不错 他抿了抿唇 心中大为震撼 员工抬起头 镇定道 段总 这位是 话音刚落 他就看到了段余景 唇角疏忽站大的笑意 只见段余景偏头看了眼那姑娘 微微点头说道 是我未婚妻 员工瞅了眼段总 那不值钱的笑 连忙奉承道 段总未婚妻就是好看 段总 这以后 就是我们老板娘了吧 段余景矜持地点头 是 时生挽着段余景的手紧了紧 也朝那员工露出一个笑容 看见这一幕 员工神情有片刻的失神 随即立刻害怕地低下头来 他们这边的动静 很快吸引了大厅所有人的注意 不知多少双眼睛朝这边看 时生内心一震 不是 段余景谈的恋爱 至于引起这么大轰动吗 搞得他都有点紧张了 这么想着 时生再次往段余景的方向靠了靠 段余景侧头看了他一眼 再转回来时 神色淡了下来 好了 都去工作吧 感人的时候 都感觉亲切了不守 众人心照不熏地交换视线 纷纷一开目光 目送着总裁和未来的总裁夫人 走进电梯 门关上后 众人立刻一无风地讨论起来 我靠 那就是段总喜欢的女孩 长得也太水灵了吧 我就说 段总绝对是谈恋爱了 没看见前段时间 看了眼手机就魂不守舍的模样 原来长这样 原来长这样 怪不得给我们段总调成翘嘴 笑死 段总平时说话有这么温柔吗 没 段总平时说话 跟冬天飘雪缠冰沙 现在直接呈出春河风了 爱与不爱 真的很明显 那个谁 你不是要去段总办公室送文件吗 快去 打探到情报后我们说 快 其实大楼的高精尖人士 沉迷八卦不可自拔 而另一边 石生松了口气 你家公司的人都好有活力啊 差点以为自己 要被他们吃了 段余景温和地纠正 宝宝 是我们公司 文言 石生很乖地点头 知道了 说话间 两人已经到了顶层办公室门口 段余景推开门 让石生先进去 这里 就跟段余景本人给人的感觉一样 简单大气的黑白色调 宽敞又冰冷 整洁的不像是有人常年在这办公 石生摸了摸自己的手臂 觉得有点冷 但等他转过头 就看到段余景将门关上 侧过身来看见他后 眼底忽然蔓延开笑意 忽然就觉得 好像也没那么冷了 他蛮唇 习惯性握住段余景的手 问道 你现在开始工作吗 嗯 段余景点了点头 在正对面的老板椅上坐下 桌子上是堆积起来的文件 电脑开着 屏幕上是一堆密密麻麻 挨挤在一起的字符 石生正侧着脑袋 去辨认屏幕上的法文 结果一个不留神 腰间忽然缓上一条手臂 稍微用力 石生整个人便倒在了段余景怀里 他吓了一跳 连忙扶住椅子扶手 缓过来后便无奈道 你不是要工作吗 嗯 段余景将他抱得更紧了点 下巴搭在石生肩膀上 声音低沉和缓 就这样工作 段余景说到做到 接下来还真就抱着石生工作了好久 下午的办公室宽敞 夕阳透过落地窗照进来 打在两人身上 显得格外温馨 段余景身形高大 石生靠在他胸膛上 手里捧着Peddy刷视频 累了还会闭上眼睛睡一会 他觉得段余景 有点像自己的巨型抱枕 窝在里面还蛮舒服的 几十分钟过去了 还在腰间的手就没取下来过 始终以一个不轻不重的力道 按着 石生闲着无聊 按了按段余景的胳膊 帮应 然后不感兴趣地收了回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他难免觉得无聊 石生打了个哈欠 嗯 还有多久结束啊 你今天下午是不是一直在摸鱼 都没工作 文言 摸了摸轻声哄道 很快的宝宝 只剩一点点了 听到这话 石生抬眼看向桌子上 雷起来的文件 怎么看都不像是 很快就能完成的样子 段余景还十分沉着地 将那一堆文件往旁边推了推 不是 就这点距离 谁能看不到啊 石生严重怀疑 段余景是在拿他当傻子 他气闷道 行了 你快点工作吧 不要老是对他动手动脚的 写几个字就亲他一口 哪里能做完工作啊 这个念头刚落下 段余景就垂手在石生面颊上 印下一吻 石生 他无奈摇头 算了 他要亲就亲吧 段余景总不能真让他在办公室陪个晚上 总要一起回家的 等文件批得差不多了的时候 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敲响 段余景头都没抬 进来 咔嚓一声响 那员工就进来了 这次是个模样清秀的女员工 进来后 第一时间就看向石生 在看清楚两人的姿势后 他脸上划过微妙的神色 嘴角要扬不扬 声声遏制住后露出了个略显猙獰的表情 他把脑袋低下来一点 脚步从容地将文件递到办公桌上 段总 这是您今天上午吩咐交过来的文件 放那吧 段余景头都没抬 手中刚笔不停 女员工也没在意 目光悄眯眯地落在石生身上 注意到他的视线 石生抬起眼睛 和女员工对视上 怎么说 好热气的眼神 石生眨了眨眼睛 犹豫着伸出手朝那 女员工灰了灰 见状 那女员工的眼睛 一下子就亮起来 嘴角笑容再也抑制不住 夸张点说 都要脸道尔后跟了 就在他犯花痴傻笑的时候 前方忽然传来压低的咳嗽声 女员工一个哆嗦回过神来 正巧看到段余景 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睛 他装作若无其事地 把签好字的合同拿走 速度急慢地 走到办公室门口 离开前还不经意地透过门缝 最后看了眼办公室里的状况 只见他们总裁夫人 露出一个无奈又宠溺的笑 伸手托住段总的下巴 然后抬头轻轻吻了上去 他们段总低着头 金丝眼镜 不知道什么时候摘了下来 女员工苦哈哈地把门关上 等坐电梯 回到原来的锁鼠楼层交差 旁边立刻围了一堆人 问办公室里的状况 女员工愤恨道 夺妻之仇 不供待天 等段余景把所有工作完成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时生坐在副驾驶上默默吐槽 谁家好人跟你一样 披个文件怀里 还要抱个吉祥卧 听到这个比喻 段余景没忍住笑出声来 顺着他说道 嗯 是我 所以 宝宝 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时生的注意力勉强被转移 思考了一会说道 想吃山药炖排骨 好 一会就去买 段余景探过身子 帮他系上安全带 启动车子朝家的方向感 看着窗外的夜景 时生轻轻点着地 突发奇想到 要不 我们今天去你家里吧 段余景在红绿灯前停下 语气和缓地说 嗯 好 顿了两秒后 又补充道 那里也是你家 如果你没有实感的话 我可以把房子的产权转给你 话还没说完 时生就无奈地打断他 好了好了 亲爱的段总 你是什么级别的恋恋脑啊 这可不是能随便交出去的 为什么不可以 段余景问 绿灯亮起 段余景继续向前开车 似乎是想说什么 但看了眼还在路上的车子 最终还是决定等 回家之后再说 中途时生跟段余景 去超市买了一款山药 排骨家里还有冷冻好的 其他菜也不缺 等到了家 段余景将车子开进车库 自己围了围裙进厨房 让时生先去洗个澡 吃过饭后 段余景回房间翻找了一阵 然后带着一个小包出来了 时生盘腿坐在沙发上 听到动静后 转过头去看了眼 问了句 拿着什么呀 段余景美说话 等到了时生面前 才用身体 把放着搞笑综艺的电视机拦住 然后将小包打开 时生扬起眉毛 什么东西啊 还不说话 搞这么神秘 话音刚落 他就眼睁睁看着段余景从包里 掏出好几张银行卡 段余景面颊微红 将银行卡 郑重其事地交到了时生手上 这个给你 时生 他吓得差点从沙发上跌下来 说话都结巴了 你 你给我的是什么啊 银行卡 段余景说着 便拉过时生的手 将银行卡交到他手里 现在这是你的了 我以后要买什么 从你这里拿钱 好不好 说完 不等时生反应过来 段余景又打开电脑 给时生展示了 骑士集团一整天下来的营收 说道 去除发给员工的工资 剩下的都是你的 段余景将银行卡密码 一一告知时生 往日深邃平和的眸子 此刻带着点激动 期待地望着时生 看着手里的各色银行卡 颜色极其瞩目的黑卡 还有电脑屏幕上 格外骇人的数字 时生一时间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就在他好不容易组织好措辞 打算好好跟段余景 说道说道的时候 门口忽然响了 段余景的声音传过来 儿子 妈妈过来看看你 都多久没回家了 我们都 哎 生生 这一瞬间 时生满脑子都是 完了完了 被看到了 晚上两个人在一起 就算了 这满桌子的银行卡 怎么解释 时生手一抖 差点把银行卡掉在地上 还是段余景眼几手快 帮他接住 然后从沙发边站起来 平静又极其自然地 面对段余宁和齐明德 爸 妈 怎么突然过来了 段余宁的表情 看上去有些尴尬 他整理了下病角的头发 然后缓慢走过来说道 这不是想着来看看你吗 身后的齐明德 看天看地 就是不看面前的儿子和时生 明眼人一眼 就能看出来的尴尬 时生硬着头皮 站起来打招呼 齐叔叔 段夫人 晚好啊 哎 晚好晚好 段余宁一叠声地说着 见身边人没动静 就狠狠戳了一肘子过去 齐明德这才反应过来 僵硬地点了下头 随即又把目光放到别处 两人在沙发上坐下 这么点时间 压根来不及把银行卡收回去 看到沙发上散落的银行卡 时生双眼一闭 几乎想要原地去世 为什么会这么尴尬 为什么 这个情形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段余锦在做什么了吧 他想着 要不要解释一下 维护一下自己 跟段余锦的清白 让这段恋情 不要这么早曝光 谁知道还没开口 就听见段余宁笑呵呵地说了句 这是在看银行卡呢 时生刚打好的副稿 瞬间破功 不是 段夫人 这么直白的吗 他把原来想说的话 咽进肚子里 僵硬地点了下头 嗯 是这样 说着 时生侧过眸子 看了眼段余锦的反应 在注意到他平静的神情时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但当着段余宁跟齐明德的面 又不太好意思做些什么 只能隐忍地作罢 段余宁依旧笑眯眯的 原来是这样 生生 你别怕羞啊 段余锦这小子 就是有钱 银行卡而已 你看看没事 拿着用也没关系 时生 嗯 不是 啊 他一下子就猛了 什么叫拿着用也可以 不是 有钱人家的银行卡 都不是银行卡 只是一张薄薄的卡片吗 到底是为什么能对着一个 他轻而易举地说出 拿着用这三个字的 时生大脑当机 张嘴吐出了几个零碎 又结巴的短剧 神情肉眼可见的恐慌 甚至偷偷攥住了段余锦的衣袖 目睹一切的段余锦 无奈摇头 顺势牵住时生不安的手 抬眼看向段余宁 妈 别吓他了 段余宁顿时破功 坐在沙发上 笑得花枝乱颤 旁边的齐明德也咳嗽两声 不自然地把目光移了过来 三人都是一副了然的模样 唯有时生还紧张地游离在状况外 时生在桌子底下 用力牵着段余锦的手 左看看又看看 都没等到解释 有点着急 就在他万分茫然的时候 段余锦忽然牵着他站起来 用格外郑重的语气说道 爸妈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时生 时生一顿 更紧张了 他惶恐转过头 看向段余锦 用眼神逼问着段余锦 不是 就这么说出来了 就这么说出来了 他还没准备好啊 时生慌得不行 艰难开口道 那个 段夫人 行了行了 知道了 段余宁笑得一双眼睛都弯起来 看段余锦的眼神带着点瞠怒 还让我别吓声声 你才是吓得最厉害的 说完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 朝时生走去 接着抓起沙发上的银行卡 重新放到时生手里 笑得慈祥 反正都是段余锦的东西 他给了你就拿 他以后要是不给 你跟我说 我提着棍子 都让他把卡拿出来 你说是不是 齐明德 后面的齐明德老脸一红 带着几分屈辱和不情愿地 点了两下头 这下时生彻底搞不清楚状况了 他愣愣地 下意识问 段夫人 不生气吗 这话一出 段余宁眼底漫上愧疚的神色 他摸着时生的手 傻孩子 生什么气啊 你能跟我们好好的 我就谢天谢地了 说完 他也从包里拿出银行卡 放进时生手里 这个是段夫人给你的 密码室 以后改口叫妈的时候 还有一张 知道不 时生还没反应过来 眼眶倒是先湿了 闷闷地说了声 谢谢 以后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谢不谢的 段余宁感叹 还是交给小景 最让人放心 他拍拍时生的肩膀 说道 别不自在 小景一开始就跟我们说了 不用藏着掖着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看到子女高兴 幸福就好了 其他的都不在意 生生 你很好 千万不要有压力 时生鼻头一酸 抿了抿唇 身边段余景靠他近了些 轻柔地抚摸着他的手背 是个安慰的动作 时生最终还是没憋住 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下来 这可把段余景和段余宁心疼坏了 一个把人抱怀里哄 一个摸着时生的头发 将手腕上的翡翠镯子 往他手上戴 齐明德在边上手脚 不知道往哪放 最终笨拙地掏了一打现金 出来放桌上 时生感觉心脏的地方又酸又涨 如同鼓道极致的气球 原先空洞的地方 在日复一日的浇灌下逐渐充盈 终于在今日被彻底填满 甚至保障的要溢出来 和阳光的未来 谢谢 时生事业中一片模糊 声音急闷 执拗地重复着这两个字 过了不知道多久 等他的情绪稳定下来 段余宁才笑着说 果然还是小孩子 感动了就爱哭 时生脸颊粉红 文言有些不好意思 偏过头去擦了擦眼泪 段余宁笑道 行了 我也不打扰 你们小两口了 以后我们过来啊 会提前给你们打招呼 免得忙都忙不应 段余景平稳点头 嗯 几人互相道别 别墅的大门被关上 段余景将时生搂进怀里 吻了吻他湿润的眼角 低声问 宝宝 你想什么时候结婚 如果患在往常 时生肯定会犹豫一番 毕竟婚姻大事 怎么也不能草率决定 他跟段余景 也才谈了不到一年 时生这方面的观念 比较保守 觉得恋爱 至少得谈个三年 才能走结婚的路子 但现在 时生摸了摸自己 还没擦干净的眼眶 又抬头看向段余景 似乎是觉得自己问的 有些冒昧 段余景停顿几秒后 缓声道 当然 如果觉得太快乐的话 也不勉强 我们可以慢一点 一边说 还一边用手 轻轻拍着时生的呗 时生有点不好意思 他自己把眼角残留的泪水擦干 然后说道 半年后吧 半年后就可以 话音落下 段余景身体一顿 他语气有些急促 真的吗 你愿意 有什么不愿意的 时生毛子动了动 去了段余景一眼 然后迅速挪开 又不是什么坏事 至少嫁给段余景 不是坏事 想起段余景 无微不至照顾他的模样 时生低着头 从段余景的角度 只能看到 女孩耳根上的薄红 遮都遮不住的程度 他了然 将时生往自己怀里带 随后在他额头上 印下一吻 宝宝 我们到哪里办婚礼 文言 时生一点点抬起头来 眼睛水润润的 里面清晰的 倒映着段余景的模样 他小声说 找个靠谱的酒店不就行了 我之前又没结过婚 我又不知道 段余景笑出声来 他摸过时生的发尾 又问 那结过婚之后呢 我们去哪里度蜜月 两人坐在沙发上 低声讨论着不久的将来 过了不知道多久 时生打了个哈欠 段余景 才勘勘停下 他垂眸盯着时生看了许久 然后在他唇上咬了口 起身时整理了下时生的袖口 将那橙色顶好的翡翠镯子戴好 再把沙发上的银行卡 一张张放进时生包里 宝宝 密码都告诉你了 以后 都自己拿着用 时生刚刚才哭过 又兴致勃勃地聊了这么久 夜深后便愈加抵抗不住困意 眼皮子上下打架 含糊不清地嗡了声 段余景心里澎湃的情潮 却久久不能平息 抱着时生带他洗漱完 放到床榻上后 他心中痒痒 最终还是没忍住 拿出手机 又给时生绑了张亲属卡 额度调到最高 其家的男人 无一例外 都是宠媳妇的 无论是齐明德 还是段余景 房间内光线昏暗 段余景走到窗边 将窗帘拉上 打开光线柔和的小夜灯 走进浴室洗漱过后 在回来时 身上纸披着浴袍 他轻手轻脚地掀开被子上床 小心翼翼地将时生揽在怀里 依偎着入眠 自从这天晚上过去 时生便发现段余景 开始搜寻各个地方的资料 国内的国外的 知名的不知名的 似乎是在挑选婚后的蜜月场所 甚至还在询问过时生的意愿后 请了国内知名的设计师 按照时生的尺码 制定了一套标准的中式婚服 初稿出来的时候 段余景迫不及待地 就发给时生看 在得到时生的肯定回复后 眼底的笑意都快要溢出来 他还去学了盘发 说等婚礼的时候 要亲手给时生盘发 看着段余景忙上忙下 时生慢慢拍地反应过来 也想着要不要给段余景做些什么 思来想去 随即反应过来 自己好像还没真正地 送过段余景什么东西 时生想着给段余景那个一个惊喜 于是就没直接问他 自己偷偷摸摸在网上 搜了各种五花八门的礼物 觉得都欠点意思 等看到眼睛都觉酸痛的时候 时生捧着手机发了会呆 觉得应该先问清楚 段余景喜欢些什么才对 在床上躺试好一会后 时生才凭住呼吸 去给段余景发消息 宝宝 你喜欢什么 段余景回消息的速度一向很快 喜欢你 时生 话是挺好听的 可惜一点能用的信息都没有 时生怕再问下去会露线 到时候就没有突然送礼物的那种惊喜感了 值得把手机放下 有时候真的挺纳闷的 段余景那样的人物 说起肉麻话来 怎么会这么自然呢 虽然吧 他觉得段余景说的也没错 段余景喜欢他 没毛病啊 时生耳朵红红的 在被子里转了几圈 想了会后 再次打开手机里的绿色软件 点开许廷川的对话框 许先生上午好啊 请问你知道 段余景平日里出了表之外 还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吗 时生算盘打的啪啪响 段余景喜欢表 已经是圈子里人尽皆知的事情了 只要是给段余景送礼 礼品单子里肯定都有名表 当季限量的 以前绝版的 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段余景书房里 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用来放表的展览柜 时生觉得 再送表就没有新意了 他想找些更有意义的东西送 过了大概十多分钟 许廷川才终于慢悠悠地回复 问我 时生连忙回复 嗯嗯 你不是他的好朋友吗 另一端的许廷川看见这话 只觉得可笑 心说还好朋友 他怎么感觉不到 估计是 拿他当小破海耍呢 许廷川懒洋洋的扣字 再次确认 真的问我吗 时生觉得有些古怪 当然了 许廷川 成 等着 看见这句话 时生松了口气 赶紧发了个感激的表情包过去 同时心底也有点疑惑 什么礼物推荐还要等呢 这一等就等了几十分钟 时生都快要忍不住发消息催促了 手机聊天界面 终于有了动静 许廷川 火 让丈夫狼性大发的内 一推荐 火 许廷川 要想俘获男人的心 从贴身衣物入手 许廷川 火 夜里寂寞难耐 这套衣服竟显情趣 火 时生 他两眼一黑 怀疑这人就是在捉弄自己 气氛道 你在干什么呀 你找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许廷川回复的语气 看起来格外掉锒铛 不是你说要我推荐的吗 许廷川 段雨景就喜欢这个 我敢打包票 时生 不管打不打包票 许廷川发过来的动静 都很炸裂好吧 时生忍着羞耻 发过去一句话 没别的了吗 许廷川 你还想要其他的 看到这句 时生瞳孔地震 连忙回复 不要 我是问其他的 许廷川 许廷川 你不会真以为 段雨景 是什么老实男人吧 他要是想玩 估计玩得比谁都花 时生有些生气 你不准污蔑段雨景 许廷川 对面沉默良久才发过来一句 你认真的吗 许廷川 你给我老实想想 你真是那么觉得的吗 看到这句话 时生反倒心虚了 想起上次夜晚的经历 他往被子里缩了缩 好像确实算不上多正经 但是 但是 时生觉得这些事情 他说可以 让别人说就不行 于是 他开始睁着眼睛说瞎话 都说了 不要抹黑段雨景了 小心我告诉他 许廷川 许廷川 说了 你还不信 七 你找别人去吧 这忙我反正是帮不了 那边的许廷川 觉得自己 好心当成驴肝肺 这头时生却觉得许廷川 一点都不正经 找他半点用都没有 去问段夫人 好像也不太合适 还有谁呢 时生手指点着屏幕 慢慢下滑 颇觉苦恼 最后终于还是找上了童连 但刚问出口 心里就生起不妙的情绪 果不其然 童连的回复迅速且一本正经 请 兔女郎衣服看看吗 时生讹脚一抽一抽的疼 你们为什么都这么不正经 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啊 童连敏锐的捕捉到关键词 你们 你还找别人问了 他开始发疯 你遇到问题之后 居然不是第一时间来找我了 我不是正宫了吗 时生你给我说清楚 时生吓了一跳 赶紧把手机倒扣在床上 缓过境后 这才重新拿起手机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一通解释 才把童连安抚好 重新回归正题 所以我应该送什么呀 童连 我还是觉得兔女郎 时生 你闭嘴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们都觉得 段雨景会喜欢这样的礼物啊 不觉得变态吗 童连 时色性也 你懂个球 而且 段雨景看起来就是很能干的那种类型 时生连忙打断他 好了你不要说了 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 说完就关掉手机 自己对着墙壁发呆 所以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该送段雨景什么 有点气馁 段雨景对他的喜好了如指掌 但他好像却对段雨景的事情一无所知 虽然知道段雨景不会在意这个 但是他自己却无法不在意 思考良久后 时生打开手机 在浏览器上搜了段雨景的名字 首先跳出来的是 好几页的人物百科 网页上的照片 似乎是很久以前照的了 段雨景穿着西装 二十一二岁的样子 刘海没有被撩上去 对着镜头浅浅微笑 看上去很是青涩 但那是少年意气仍在 算算时间 那应该是他刚接手骑士的时候 看完下面一长串的人物介绍之后 时生再次将目光落到照片上 他点进去 很快就在段雨景手腕上 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东西 是串雪白的菩提手串 段雨景以前还带过这个 时生将照片放大仔细看了看 菩提串背盘得很有光泽 绕了几圈缠在男人手腕上 趁着旁边突出来的腕骨 莫名有几分性感 他不争气地咽了下口水 反应过来后 时生放下手机 总觉得段雨景带菩提串 不过为什么后来他都没看见过 这串菩提串 时生觉得蹊跷 最后再次点开许霆川的对话框 将之前保存好的图片发了过去 你知道段雨景后来 为什么不带菩提串了吗 许霆川回消息奇慢无比 时生耐心等了好久 他才半死不活地回了个问号 许霆川 怎么突然要问这个 时生冷哭道 你尽管告诉我就行 许霆川 前几年被个颠簸缠上了 偷走菩提串子珍藏 发现后他嫌脏 就给丢了 过了一阵 许霆川又说 蛮贵的这个 还是我们家里送给他的 后来他就不带这种饰品了 菩提串的价格说不上贵 小几百大几千的都有 但色泽光滑 轮廓圆润的菩提串也不好找 真找到了 是可以继续升值的 时生好像知道 自己该送段雨景什么了 菩提手串 时生上网搜了搜 最后选定了品种 他觉得买一串的诚意不够 几番犹豫过后 还是决定自己手工做一串 无患子手串 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菩提子 盘久了 黑衣中发红 很漂亮 不想让段雨景知道 时生偷偷在购物平台 买了制作菩提子要用的电钻 和一切工具 接着自己订了一张去南方的机票 联系当地的寺庙 准备去摘无患子 没别的 出于迷信 时生觉得 长在寺庙里的无患子 会更有灵性一些 有了想法后 之后的一切就顺利多了 打孔的工具和串绳 都准备好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跟段雨景解释 自己去南方是做什么了 这天午后 时生如往常一般 窝在段雨景怀里 手里捧着本伞文集看 伞文集已经看了一大半了 只是今日 他的心思却不在这上面 段雨景手里 是一本金融书籍 石叔的手臂还着时生 另一只手边上是 刚到的咖啡 偶尔会垂眸看眼时生 从他的角度 能清楚地看到 时生线长漂亮的睫毛 就在段雨景 认真欣赏自己的小女朋友的时候 时生带着点试探的声音响起 宝宝 我明天要去一趟南城哦 段雨景动作顿了顿 而后温和道 嗯 好 我现在订机票 文言 时生连忙制止他 不用不用 我已经买好了 段雨景抬眼看向他 然后问 有帮我买吗 时生一噎 心虚道 我是自己一个人去哦 阳台上沉默下来 段雨景将书放下 凑过去清了清时生的唇半 表情平静 称得上温和 声音如同往常没有变化 眼底神色却变得晦暗 宝宝 为什么不带我 因为要给你一个惊喜 这话当然不能直接说出来 时生遮遮掩掩道 不是不带你了 只是我想自己去 好像还是没差 时生有点心虚 抬头一看 果不其然 段雨景就那样垂眸看着他 眼底神色不明 细看之下 还带着点委屈 他问 有区别吗 时生扪心自问 觉得没有 但那能怎么办 他真不能带段雨景 带了就什么都暴露了 思来想去 时生最终故作深沉说道 男人不能太黏人了 不然会被厌倦 然后被抛弃的 段雨景身体一顿 他没说什么 只是深深地看了时生一眼 然后将他抱得更紧了 一定要去吗 段雨景问 时生斩钉截铁 一定 段雨景闭了闭眼 心中再次掀起波澜 焦躁一点点 将他吞噬殆尽 强行将之压制后 段雨景开口 哑声道 什么时候回来 时生在心里算着日子 摘无患子 其实要不了多长时间 但他摘了无患子 还要亲手做呢 若是直接带到京士来做 不就全部暴露了 一天肯定是不够的 时生磨磨蹭蹭 最后竖起三根手指 给段雨景看 段雨景 三天 时生羞涩摇头 三个星期 段雨景 他张了张嘴 还在时生腰上的手收紧 时生吃痛 但又不想 在这个结果眼上 再让段雨景伤心 于是只好 先强忍着 但没过多久 段雨景自己就察觉到不对劲 主动松了力道 男人深吸一口气 鹅角轻轻微微跳动 像是在强忍着什么 半晌 他声音柔和下来 跟时生打商量 三个星期太长了 一个星期好不好 时生掂量了下自己的手艺 觉得一个星期 实在不够他把菩提手串做好 于是坚定摇头 不能 太短了 段雨景语气带上几分哀怨 宝宝 你去南城做什么 要三个星期这么久 时生缩了缩脖子 当然是大事了 不然我去那么远的地方做什么 段雨景垂眸 认真道 可是我们要结婚了 你要是赶不回来怎么办 时生 他无语道 我们结婚是半年后 我怎么可能赶不回来 段雨景抿着唇 不说话 面上神情带着几分倔强 时生察觉到不对劲 身体动了动 抬头看去 竟然发现段雨景 眼眶有些红 这下把时生心疼坏了 连忙起身去擦段雨景的眼睛 哭什么 又不是不回来 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好不好 时生有点着急 真不能再少了 说完就帮段雨景 把眼泪全部擦干净 双手捧着他的脸 用极其严肃的目光 盯着段雨景 段雨景一致 正要偏头再擦一擦眼睛 就听见时生不自觉念叨了句 好像哭起来还挺好看的 再哭一个我看看 这姿态 比段雨景还要霸道总裁 段雨景闭了闭眼 说 两个星期 嗯嗯 时生点头保证 就是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 我要是没回来 之后一个月都不能和宝宝睡在一起 段雨景抬眼看他 眼神说不出的忧怨 这到底是在罚他 还是罚他 疲了一通的时生笑起来 哄着段雨景 好了好了 两个星期我要是没回来 你直接飞南城 提着我衣领 把我揪回来好不好 段雨景神色缓和了一点 他亲了亲时生的额头 说 我把你抱回来 时生正了正 趴在段雨景怀里笑了出来 登基这天 段雨景一整个早上都磨磨蹭蹭的 做早饭的时候也奇漫无比 端菜的时候脚步都放得很小 时生吐槽道 亲爱的 其实你步子可以卖得大一点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唱戏呢 段雨景抿了抿唇 没礼 还是看了眼表之后 才不情不愿地走快了点 往日连吃饭时间 都会严格控制的段雨景 这次却少见得拖了三十多分钟 要不是时生知道 段雨景不是那种 又知道故意拖延时间 让他赶不上飞机的人 还真会着急 毕竟 就算段雨景已经这样闹脾气了 还是会卡着点乖乖 把他送去机场 从段雨景的车里下来的时候 透过车窗 时生看到了男人沉着的脸色 怪可爱的 时生故意问 你不来送送我吗 段雨景吐出一口气 打开车门下来 接过时生手里的行李箱 一路将他送到了后机室 两个星期后要回来 段雨景再次强调 时生点头 好好好 段雨景 每天至少要给我打三次视频 时生 没问题 段雨景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不能拒绝 时生 当然了 他忍着笑 感觉自己在跟一个幼稚的小朋友沟通 但是笑过后 距离登机时间越来越近了 时生心里也开始生起不舍的情绪 人来人往的后机室 时生红着脸 点起脚尖在段雨景唇上亲了亲 轻声说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自己一个人在家要好好的 不要总是跟小七吵架 段雨景抿了抿唇 我没有和小七吵架 好好好 时生哄着他 我知道你没有 很快就到了登机的时候 时生提着行李箱走上飞机 快要进去时 转头看了眼 段雨景长身玉立 无论是身高 还是长相在人群中 都非常显眼 时生笑了笑 朝着他挥了挥手 人生嘈杂中 段雨景看着自己的小女友 一点点在自己面前消失不见 他脸了笑 下河微崩 几乎是瞬间就有了要打视频的冲动 但最终还是按捺住了 段雨景在原地站了回 然后转身走回停车场 他亲自盯着那辆航班的信息 等到了目的地 段雨景要第一时间给他打视频 明明才分开 但已经开始想念了 段雨景闭了闭眼 手掌握住方向盘 正要踩下油门发动引擎 余光中忽然看到一抹洁白 一张纸条被夹在了窗户缝隙内 段雨景顿了顿 伸手把纸条取了下来 上面是极其眼熟的自己 娟秀漂亮 一看就知道是出自时生之手 出门办事第一天 家里冰箱有我给你做的小蛋糕 记得让人取出来吃哦 爱心 南城的秋天跟京市很不一样 京市已经开始 有些冷了 时生是穿着风衣过来的 但刚下飞机 热空气一吹 时生立刻就把外套给脱了下来 搭在行李箱上 出了机场后 满城道的金红枫叶 空气湿润清新 时生在北方长大 在此之前都没有来过南方 他拖着行李箱走在路上 好奇地打量 这里的一草一木 南城也是国内著名的旅游城市 街道干净漂亮 路边风树满从 八长大的叶子 铺在红砖人行道上 看着别有一番风味 时生不自觉露出微笑 正要打开手机叫车 手机忽然弹过来一通视频电话 不用看都知道是谁打过来的 接通后 段雨景急切的声音 从手机另一端传过来 宝宝 时生立刻接过话头 我也想你了哦 那边声音顿了顿 接着带上几分笑意 嗯 好 我也是 出来的时候万般不情愿 结果真到了这个时候 一句话就能哄好 时生觉得段雨景好可爱 他清了清嗓子 我现在准备叫车了 段雨景黑眸专注地看着时生 好 我看着你 时生被看得有点不好意思 低头点着手机开始打车 他联系的寺庙 在南城很有名 叫清静寺 寺里有南城最大的无患子菩提树 方丈说 已经给他收拾好了房间 这段时间 时生可以一直住在寺庙里 买来的制作菩提手串的工具 已经提前送到寺庙里了 网约车很快就到了 上车前 时生带着段雨景 一起看了眼网约车的车牌号 然后才上车 段雨景看着时生唇边的笑容 问道 怎么这么高兴 是要去酒店吗 时生兴致勃勃道 我不住酒店啊 我住寺庙 寺庙 段雨景重复了一遍 有些疑惑 为什么住在那里 时生撑着下巴 盯着自己小男朋友的脸 说道 当然是因为我就在寺庙里办事了 小段同志 你话好多哦 段雨景眼洁微颤 唇角抿出点笑意 是吗 可能是因为我实在太想你了吧 文言 时生扑斥笑出来 花言巧语 段雨景 嗯 是 他没有否认 毕竟只有这样 我的未婚妻才能每天都更喜欢我一点 时生脸颊微红 抿了抿唇 然后开始为自己辩解 我现在已经很爱很爱你了 段雨景点点头 那我争取 让你再多爱我一些 听到这话 时生鼓起脸颊 那你呢 你有没有很爱我 段雨景身体一顿 原本有一搭没一搭转着的钢笔 也停了下来 时生眼也不眨地看着他 段雨景笑起来 黑眸温和 说道 宝宝 你是在静静的情义中生长 没有一点声响 话音落下 时生正愣片刻 而后捶着毛子 会心一笑 你是在静静的情义中生长 没有一点声响 你一直走到我心上 什么啊 搞这种 时生觉得自己 要是笨一点 可能就听不懂了 明明还隔着层手机屏幕 但两人却好像比面对面时 更加害羞 时生半张脸埋在衣服里 只露出双小鹿一样明亮的眼睛 眼尾跟面颊都泛着粉红 眼底的光银润闪烁 段雨景喉咙动了动 他不自觉伸手摸向屏幕 接着滴滴说了句 早点回来 时生面颊发烫 他嘟囔了声知道了 其实 不用段雨景催 他也会抓紧时间回来的 搞得好像 他就不像段雨景一样 怎么可能呢 在到达寺庙之前 时生借口将视频电话挂断了 不为别的 就是心虚 网约车司机在驾驶座上呵呵笑 说道 小姑娘跟男朋友打电话 怪黏人的嘞 时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摸着手机屏幕 他经常说段雨景好黏人 可在这一点上 时生自己其实也不遑多让 半斤八两罢了 清静寺的落点在南城市中心 繁华的街道上 吵闹喧嚷的车辆和人群 唯有在经过这里时会自发的安静些 时生提前给方丈发了消息 下车的时候 方丈已经亲自在寺门口接他了 也不怪方丈上心 时生未表诚意 在来清静寺之前 就已经捐了一笔不菲的数目 女施主 双手合十 朝时生微微欠身 时生笑着和他打招呼 拖着行李箱走在方丈边上 方丈的年纪不小了 五十多岁的样子 留着山羊湖 穿着僧衣 一副先锋倒鼓的模样 这就是清静寺啊 时生边走边欣赏着庙里的景色 夸赞道 布局好巧妙 都好漂亮啊 方丈微微一笑 施主喜欢就好 他们首先去看的是 寺庙后院那棵 据说有几百年历史的菩提树 树棺几乎遮盖半了个院子 周围四四方方的房檐 将菩提树围起来 从下往上看 是极其绝妙的一幅矿景图 时生饶有兴致地 看着树上团团聚在一起的菩提子 兴奋地问道 我可以现在就开始摘吗 方丈点头 当然 安排寺里的僧人来帮你摘 时生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手里还提着行李箱 连忙点头 方丈很细心 安排的房间就在后院 离菩提树很近 从屋里的窗户 能一眼看到外面的参天菩提树 想着只有两个星期 时生想在今天就挑好全部的菩提子 如果有空余时间 就去将菩提子煮熟 然后进行接下来的工程 僧人们拿着长木杆和梯子 将丛丛的菩提子打下来 时生头上戴着帽子 在下面一点点挑着菩提子 他要找最圆润最规整的菩提子 这样做出来的手串才能好看 后院中 无患子落了满地 地板上堆着的箩筐也落了薄薄一层 时生蹲在地上 纤长的手指拨弄着菩提子 面上带着点笑 侧脸甜静美好 他正竖着自己挑出来了多少菩提子 耳边却忽然想起一道清朗男生 姐姐 需要帮忙吗 听见声响 时生转头看了过去 那是一个看起来才十八九岁的孩子 刚上大学的样子 一头卷毛 一脸青涩的少年模样 看着他 时生不由自主地想起 前些日子 在百度百科上看到的断雨景的照片 时生唇角轻轻一弯 笑了出来 秋日艳阳下 参天菩提树 折盖住寺庙的大半后院 剩余露下来的阳光斑驳 形状大小不一地 洒落在时生头上身上 趁着笑容格外明念 那少年瞬间就看待了 不等他回过神来 时生便委婉拒绝道 不用了 我自己忙得过来 旁边还有这么多帮忙的人手呢 话音落下 那几名僧人纷纷点头 卖力地拾捡着地上的菩提子 从中挑出对圆润规整的 那少年挠了挠头 声音低下来 嘟囔道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吗 姐姐 我不会打扰你的 见时生表情犹豫 少年眼一臂心一狠 张口便道 况且 我是来捡菩提子坐手串的 姐姐 你总不能不让我捡吧 南海眼眸明亮 祈求地看向时生 听见这话 时生微微一愣 随即心里生出莫大的警惕 玩球 这小孩也是来捡菩提子的 本来能用来 做手串的菩提子就少 这下还多了个人来跟他抢 他点怎么就这么背呢 但这寺庙里的菩提树 到底不是时生一个人的 断没有不准别人来捡的道理 没办法 时生笑容淡了点 客客气气地让那少年过来了 得了准允 那少年立刻跑了过来 就蹲在时生身边 敷衍地翻了翻地上 堆着的菩提子 心神却不在这方面 每隔一会 就要跟时生搭话 得知时生是来这捡菩提子 做手串之后 少年面上的喜色一闪而过 他觉着 这不是歪打正着了吗 既然两个人 都是来捡菩提做手串的 以后肯定会有很多共同话题 少年舔了舔嘴唇 绞尽脑汁 想着跟菩提子有关的故事 想跟时生多说几句话 但好不容易开了头 姐姐 话音未落 就直接被时生打断了 嘘 你先别说话 忙着呢 时生神情严肃 正仔仔细细地盯着手里 一颗好不容易挑剪出来的菩提子 他得细心再细心 就成手串 毕竟在这树下待了这么久 他才找到一颗 那少年只得性性地闭了嘴 那颗菩提没有瑕疵 时生松了口气 将菩提郑重地放进兜里 这便是第一颗菩提子了 他眼角眉梢蔓延上喜色 终于不容易啊 因为这个好不容易才挑出来的菩提子 时生心情愉悦多了 转过头去看那少年 问道 嗯 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少年看着他又失了神 结结巴巴半句话都说不出口 时生以为他是天生的结巴 便没有在意 善解人意的宽慰道 没事 等你组织好了 语言再来跟我说话 少年 过了不知道多久 那少年终于屡顺嘴巴 蹦出了一句话 之后小心翼翼地开始交谈 时生这才知道 这少年姓陆 叫陆子瑜 土生土长的南城人 大学也是在南城上的 这菩提手串 是陆子瑜打算送给自己爹爹的生日礼物 出于礼貌 时生客气地跟他说 提前助他爹生成快乐 陆子瑜便红着脸 嫩嫩地说好 时生觉得这孩子火气还挺大 从开始到现在那脸蛋 都跟猴屁股似的 稀奇 菩提子随处都是 但要找好看的菩提子 那可就着实地费一番功夫 所以 一直到下午两点多 时生才堪堪找到 能做成手串的半束菩提子 个个饱满圆润 毫无瑕疵 时生看了眼表 觉得差不多了 便拍拍手从地上站起来 打算去寺庙里吃点斋饭 见状 陆子瑜也连忙起来 一步一驱地跟在时生后面 注意到他之后 时生随口问了句 你中午不回家吃饭吗 陆子瑜摸着口袋里 被他强行挂断的电话 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中午一般都是在外面吃的 不回家 这样啊 时生应了句 倒也没兴趣深究 走到一半 时生忽然想起什么 脑子咯噔了下 坏了 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 这期间 他的手机都放在房间里 没拿出来过 段余景打电话了没 想着来之前 自己信誓旦旦地说 不会不接段余景的电话 时生顿时心虚 不顾身后的陆子瑜 加快脚步跑向了房间 陆子瑜在原地愣了片刻 也跟了上去 进了房一看 手机果然亮着屏 还是视频电话 时生赶忙接下 接通的瞬间 就看到了段余景 那张紧皱着眉头的俊脸 他瞥了眼段余景深处的地方 居然是机场 时生大害 连忙解释 我没事 真的 我刚才忙去了 没带手机 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的 段余景脚步慢慢停下来 他黑沉的毛子 透过屏幕 紧紧落在时生脸上 唇线平直 抿得很紧 过了许久 段余景低沉的声音才响起来 带着几分委屈 我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 你现在才见 时生心顿时就软了 他伸手摸了摸屏幕 再次道歉 对不起 宝宝 我今天下午 肯定随时都把手机带在身上 保证不离身 好不好 段余景看了时生很久 这才勉强同意 嗯 好 他说 我差点就要飞南城来找你了 时生看着段余景背景里 人来人往的机场 也松了口气 还好没来 他无奈地摇头 以后不要这么冲动了 我都这么大人了 还是在寺庙 不会有事的 嗯 我知道 段余景捶着眸子 只是想确认一下 想看看你 时生笑着 两个星期后就回来了 别急吗 话音落下 那边段余景看他的眼神很深 似乎是还想再说些什么 但还没开口 时生身后忽然传来 一道热情的男生 姐姐 你在做什么呀 声音清晰地传到电话另一头 远在千里之外的段余景耳朵里 他眸光末地一沉 时生没察觉到这一幕 转头看向陆子余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好了 一起去吃饭吗 陆子余脸上带着笑 在门口站着 很有礼貌的 没有擅自走进去 而是在边上问 姐姐 我可以进来吗 时生想了想 说道 可以 进来吧 小孩人还不错 进来就进来吧 也不坏事 正想着 手机屏幕里 段余景淡然开口 宝宝 那是谁 时生开的是免蹄 听见这个称呼 陆子余瞬间抬起头看过去 在寺庙这边 遇到的一个小朋友 时生如实回答 然后微微侧着头 笑着问 要介绍给你认识下吗 段余景 将手中刚笔的笔帽盖上 咔哒的清脆声响起 他勾唇浅笑 眼底意味深长 好 他们的对话 尽数落入陆子余的耳朵里 他抿了抿唇 心中惊涛骇浪 正准备说些什么 就看到时生转向了他 面上笑容明媚 小鱼 过来吗 陆子余眼睫颤了颤 手掌钻紧着 最终下定决心走过去 好 隔着一层薄薄的屏幕 两个男人见了面 段余景靠在车椅上 背后是漆黑 反着微光的真皮座椅 能看到一点绚丽明亮的星空顶 甚至就连万表表盘上 都镶着钻 男人西装革履 五官英挺俊朗 眼底带着点微不可查的蔑视 一点点打量着 面前这个连毛都没长气的毛头小子 段余景轻笑了声 或者说 嘲笑更合适 但因为那过于云淡风轻的气质 不仅时生没听出来 就连陆子余也没听出来 他说 小鱼 宝宝 你喊他喊得好亲切 时生笑起来 本来就还小嘛 刚成年吧好像 是不是 陆子余眸光明灭 微低着头羞涩道 嗯 刚成年 现在大一 听到这话 段余景轻痴 小屁孩 陆子余正愣住 随即委屈的偏头去看时生 什么也没说 表情却是明晃晃的可怜 时生见了只觉得无奈 对段余景说 好了 才刚见面 你就不要逗他 段余景一审 实话实说罢了 闻言 时生想到段余景的年龄 好吧 在他面前 陆子余好像的却算是小屁孩 那也不能这么说 时生数落到 段余景不和他吵 很听话地点了下头 好 我错了 你别生气 时生横了他一眼 哪敢跟段总生气啊 尾音上扬 模样娇俏可爱 是在喜欢的人面前 放松任性的模样 段余景 嘀嘀地笑出声来 旁观他们二人的相处 陆子余慢慢攥紧了拳头 原来 他有男朋友的吗 看起来似乎感情很好 他心中沮丧 却又不甘心 就这样放弃 目光忐忑又渴望地 落在石胜身上 正看得出神 皮肤忽然一阵战力 陆子余若有所觉 一开视线 正好看到屏幕中的段余景 男人眼底含着淡淡的警告 看着莫名叫人不爽 这个人很提防自己 意识到这点后 陆子余眼中敌意 瞬间变得浓郁 他还什么都没做 摆出这副脸色 是什么意思 陆子余撇了撇嘴 他的心智 着实算不得成熟 对方仅仅只是一个眼神 就能让陆子余方寸大乱 做出失态的新卫来 见石胜还在毫无所觉的 跟对面那个男人聊天 陆子余心里不舒服 但又不想表现得太明显 于是小心翼翼地提醒道 姐姐 再晚一点的话 我们估计连最后的斋饭 都没得吃了 听到这话 石胜立刻反应过来 他下拉手机看了眼时间 顿时傲慢 光顾着和你聊天 都忘了还要吃饭了 断于景眼眸动了动 他看了眼表 明媚道 现在是两点一十五 你还没有吃中饭 石胜心虚一目 这不是忙得太过忘记了吗 赶在断于景开口啰嗦之前 石胜先一步打断他说话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吃饭 说着就站起身来 往寺庙饭堂的地方走去 陆子余见他 还举着手机 脚步微妙地一顿 然后问道 姐姐 你不挂电话吗 石胜心说自己哪敢挂 之前几十通电话一个没接 现在接通了才聊这么会 断于景 指不定心里偷偷生闷气呢 他摇摇头 不挂 吃饭又不耽误聊天 陆子余 他暗自咬牙 到底是没说什么 说多了不就暴露了 陆子余抿着唇 一路上都没吭声 就听着石胜跟那个男人谈天说地 听着听着 他心里就一阵绝望 虽然他觉得 那就是一老男人 但不得不说 老男人的学识跟阅历都很丰富 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 能被他说得妙去横生 极富韵味 陆子余还没来得及自卑 忽然反应过来 能接上断于景的话 石胜好像也不简单 这俩不管哪一个 似乎都不是陆子余这种 绞尽脑汁想菩提子典故 还想不出来的大义学生能比的 好好 更自卑了 两人带着一个被装在手机屏幕里的断于景 很快就走到了饭堂 此时只有零星几个僧人在吃饭了 石胜打了一份斋饭 端到靠窗的位置坐下 清净似的饭菜有水很少 没有肉 味道很是清淡 说不上多好吃 但也不能算难吃 石胜一边吃一边点瓶着 味道吗 不做评价 但菜色都好新鲜的样子 断于景微笑着点头 寺庙里的菜一般都是自己种的 自然新鲜 原来如此 石胜嘀咕着 咬了一口白菜帮 旁边的陆子余却吃不惯 吃一口眉头能夹死苍蝇 表情痛苦至极 注意到之后 石胜有些担心 不喜欢吗 也是 你们这种小年轻 确实吃不惯这种寺庙里的摘饭 要实在吃不完 可以先胜着 陆子余心里不是很服气 因为他觉得 石胜也没比自己大多少 我不是小孩子了 摘饭而已 我吃得完 话音刚落 电话里就传来笑声 断于景慢条斯里的喝了口茶 声音含笑 莫名有种正宫的气场 他说 小孩子就是爱逞强 陆子余 什么叫小孩 他陆子余都十八了 还是小孩吗 陆子余气得蹊蹺冒烟 手里拿着的筷子 都在躲个不停 不就是比他早出生的几年吗 就这么白谱 老男人到底有什么好的 说白了 陆子余就是受不了 有人说 自己年纪小 特别是在他喜欢的女孩面前 陆子余能给自己气得 当场晕过去 但在石胜察觉到 什么转过头来的时候 陆子余又立刻控制住表情 捏着筷子若无其事道 这白菜还挺好吃的 石胜看了眼 他嘴里叼着的胡萝卜 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没说什么 小孩 其实也挺可爱的 石胜对段余景说 好了 你不要乱说话了 段余景不置可否 脸上是微妙的无辜 石胜哪能不了解他 这家伙表面上 成熟稳重的一笔 实际上却是装无辜的 一把好手 最喜欢的 就是暗地里搞事 面上却还装的 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石胜叹了口气 干脆绕过这个话题 聊起别的东西来 这期间 陆子余就闷着一张脸 坐在石胜对面 埋头专注地吃饭 感情上已经这么受挫了 吃点难吃的斋饭 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过了不知道多久 终于等到石胜挂断了电话 陆子余亲了亲嗓子说道 姐姐 她都这么大人了 怎么还这么黏练 文言 石胜眼底的笑意 带上几分羞涩 她是比较黏人 一会儿不见 就得打电话 陆子余 不会觉得麻烦吗 有什么麻烦的 石胜扬起眉毛 她是我爱人 爱人缠着我 为什么会嫌烦呢 说着 石胜看向陆子余 你呢 如果你女朋友 一直缠着你 你会嫌烦吗 听到这话 陆子余不由自主地 开始大胆想象 要是石胜每天 每隔一会 就要来打电话看她 听她说话 跟她撒娇 陆子余简直不敢想象 自己会有多爽 她信信地摸了摸鼻子 你们感情真好 石胜眼睛弯起来 是啊 我的菩提手串 就是给她做的 只是得偷偷摸摸的 不能让她知道 陆子余干嘛八道 哦 知道了 碗里的饭吃的 差不多了 陆子余三两下 把剩下的全部干掉 然后起身 带着自己跟石胜的碗 一起放进旁边收碗的盆子里 见状 石胜眼底一暖 果然是个听话懂事的孩子 就是不知道为时 么段雨景刚见面 就喜欢针对她 想不通 她干脆就不想了 摸了摸兜里的菩提子 发现才那么一点 顿时就有些气馁 赶紧去捡吧 争取今天挑完 对了 还要多挑一点 免得到时候打孔出错 浪费菩提子 石胜现在是一点时间 都不敢浪费 生怕两个星期 没做完回不去 然后段雨景亲自过来逮她 那可就什么都完蛋了 接下来的时间 石胜都在那棵参天菩提树下待着 认真挑剪着菩提子 她非常认真 也非常专注 以至于就连陆子余 在旁边看着都没发现 等好不容易凑齐 足够数量的菩提子 已经是晚五点了 数了数确定没出错后 石胜这才松了口气 她从地上站起来 因为蹲得太久了 眼前一阵发黑 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 期间还接了段雨景的几个电话 不过都是语音电话 毕竟要是打视频电话被看到了 那这惊喜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石胜转身朝着自己房间走去 结果刚转过来 就看到寺庙走廊内坐着一个人 正是陆子余 她双腿交叠着坐在地板上 靠着墙 眼皮合着 小卷毛在秋日的清风中微微摇晃 显然是一副睡熟了的模样 石胜不由敏出一抹笑 她亲手亲脚地走过去 拍拍陆子余的肩膀 少年嘟囔了两声 终于悠悠转醒 她稍微有点起床气 以往这个时候 嘴里总要骂点什么解解气 但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 就跟提前预兆了一样 陆子余嘴巴张了半天 愣是一句话 都没脏话都没蹦出来 而后眼睛彻底睁开了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石胜 她吓得瞬间就清醒了 醒来之后第一反应是 摸了下嘴巴看有没有口水 石胜好奇地问了句 怎么在这就睡着了 这个点了 不回家吗 陆子余不敢说 自己看着她看入迷了 但是看着看着 又想起来她有男朋友 于是一边入迷一边伤心 伤心着伤心着 结果就睡着了 等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石胜站在自己面前 一脸好奇地盯着她 陆子余吸了吸鼻子 确定自己睡觉的时候 没有露出丑态后 这才松了口气 嫩嫩道 要回去了 我马上就回去 听到这话 石胜想起陆子余的年纪 有点担心她 是不是跟家里闹矛盾了 于是旁敲侧击地问了句 你不是说 要给你父亲做菩提手串吗 怎么今天都没见你捡菩提子 嘴上是这么说 其实石胜自己捡菩提子的时候 就想到了这个 但出于私心 于是就没有提醒 可 石胜难免有点心虚 结果 就听见陆子余撇了撇嘴 说道 我爸刚才打电话 给我骂了一通 我想清楚了 什么菩提手串不手串的 我猜不送 文言 石胜没忍住笑出来 果然还是小孩子脾气 他摇摇头 劝道 都这个点了 回家去吧 或者你是住宿舍 陆子余闷闷道 我自己在外面住 石胜点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两人又聊了会 很快就分别了 陆子余在寺庙后院站了一会 身上落了点菩提液 最终还是叹口气 颇为不甘地离开了 他倒是要回去查查 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跟这位姐姐 又是怎么认识的 送走了小朋友 石胜低头数着怀里的菩提子 感觉自己现在还不是很饿 就打算先把菩提子煮熟 再去吃饭 或者说 今晚就先不吃饭了 争取早日 把手串做完 结果菩提子刚入锅煮 石胜拎着小板凳坐在边上 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段雨景的视频电话 石胜这次没有转成语音 接通后很开心地朝着对面挥手 段雨景微台眉梢 观察了会他背后的环境 接着悠悠然道 宝宝 吃晚饭吗 吃饭了吗 石胜心里一阵紧张 他开口就是胡粥 吃完了 当然吃完了 屏幕里段雨景看着他 黑眸深沉 有种说不出的一味 他只问了一句 真的吃了吗 石胜 他小声坦白 没有 不是 段雨景是怎么知道的 他人不是在京市吗 到底是怎么看到南城来的 石胜觉得离谱 但又不好意思表现在脸上 于是微微低着头 在心中付费 这一幕被段雨景看在眼里 他嘀嘀笑着 宝宝 偷偷在心里骂我吗 被戳中心思 石胜表情一僵 抬起头若无其事道 没有啊 我怎么舍得骂你啊宝宝 你是我最喜欢的宝宝 说完 石胜偷偷把火关掉 说道 我要去吃饭了 好 段雨景点头 我也要回去了 石胜看了眼他所在的地方 发现他竟然还在办公室 想想以前 这个时候段雨景 已经到公司楼下接他了 石胜感叹 果然离开我之后 你的工作效率都低了好多 段雨景没有否认 急着见你 自然会快一些 石胜怀疑段雨景的情话 都是批发来的 不然怎么会每天 都这么能哄他开心 因为有段雨景 时不时地打电话监督 石胜也不敢 不好好照顾自己了 一日三餐按时吃 就算很着急 把手串做好 也不能熬夜 最近打视频 段雨景最常说的就是 他瘦了 如果让我来照顾你的 肯定不会瘦成这样 石胜捏了把自己的脸 钻了一手的肉 他觉得段雨景的话 有势偏颇 明明何来的时候 没什么两样 之前石胜就隐隐有种感觉 段雨景跟他妈一样 一阵时间没见 就说他瘦了 喜欢关心 他吃得怎么样 穿得怎么样 睡得怎么样 看不见他就心神不宁 怪好玩的 石胜辩驳道 我没有瘦 段雨景笑了下 只说道 清静寺的摘饭好吃 还是我做的饭好吃 这不是废话吗 石胜回忆了下 清静寺没有油水的饭菜 又想起段雨景 亲手做的大肘子 简直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他可怜巴巴的 你不要再诱惑我了 事情没有完成之前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段雨景微微汗手 嗯 我知道 我会等我的爱人回来的 石胜红着脸 轻轻挂断电话 他看了眼手上 即将完成的菩提手串 无患子磕磕饱满圆 黑的发光 一磕磕紧挨在一起 看着格外喜人 只剩下最后几个 要穿孔的了 因为这些繁琐的工作 他掌心在这段时间里 起了些粗糙的茧子 倒也起了个保护的作用 至少现在打孔的时候 石胜的手 没以前那么疼了 两个星期的时间一到 段雨景就卡着点发消息过来了 段雨景 回家吗 给你订了下午的机票 怕你早上起不来 看着安心 放在小盒子里的无患子手串 石胜闽唇一笑 回到 当然回家 当天下午 石胜就坐飞机离开南城 前往京市 刚下飞机 他就在茫茫人海中 精准找到了那个 逆流而上迎接他的人 段雨景像是一早就来这等了 没有穿上班时的西装 一身休闲大衣 驼色围巾在脖子处搭着 身高极其醒目 两人目光同时对上 石胜拖着行李箱 朝他飞奔过去 段雨景自然地张开双臂 将他的小姑娘搂进怀里 石胜兴奋的耳朵都红了 当然也有 可能是冻的 他冷得跺了跺脚 一个劲把自己 往段雨景的风衣里藏 张口就是一阵白气喝出 好冷好冷好冷 怎么经是气温这么低 段雨景倾促着眉 将石胜的手包进掌心 发现那冰凉一片 心疼道 怪我 回来的时候 忘记让你多天建衣服了 石胜抱住他的腰 拼命把自己往段雨景的怀里藏 嘴里念叨着 好冷 段雨景心疼得不行 最终脱下大衣 将织罩在了石胜肩膀上 顺便把围巾也摘了下来 给他围上 去车上吧 那里开了暖气 段雨景的大衣 相对于石胜来说 还是大了不少 雪白的一张小脸 被围巾遮了大半 只露出眼睛和一点鼻梁 此刻眼尾面颊都红红的 眼神依恋的 看着面前的男人 段雨景的心软的一塌糊涂 主动牵起石胜的手 帮他把行李箱也接过来 带着他朝机场外面走去 石胜另一只手藏在大衣里 掌心握着一个小木盒 里面装着给段雨景的礼物 上车后 段雨景第一时间打开暖气 然后在驾驶座那边的小抽屉里 翻找些什么 趁此机会 石胜将自己的另一只手 从大衣下面抽出来 双眼放光地 递到段雨景面前 彼时 段雨景正拿着护手霜转过身来 接着就看到了石胜手里的小木盒 他微正 而后仰起眉毛笑道 是从南城带给我的礼物吗 石胜眨眨眼睛 你打开看看 不就知道了 段雨景轻笑 好 他顺从地打开木盒 接着 神情一致 这是 菩提 石胜用力点头 然后吸气地观察着段雨景的表情 不想放过他面上每一寸的表情变化 段雨景眼底一点点浮现出浅淡的笑意 他将菩提手串 从小木盒里拿出来 拿在手里把玩了片刻 而后说道 这是你专门送给我的礼物吗 何止呢 石胜面上是得意的神色 我去南城 就是专门给你打造这件礼物的 文言 段雨景又是一证 不是说是工作 石胜 哎呀 我说是工作 你就真以为是工作呀 他摸着段雨景的手 这个无患的手串 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石胜颇有些妖功的意思 挑剑菩提子 打磨 煮熟 穿孔 串绳 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我厉不厉害 段雨景眼睫微微颤着 他心头一片滚烫 抬眼看向石胜 眼底神色柔和 毫不吝啬地夸赞 厉害 我们生生最厉害 气温日渐转凉 今世内生活的人们 早早都穿上大衣 裹上围巾 呼吸间都是喝出来的白气 那无患的手串 被段雨景时刻戴在手腕上 除了洗澡的时候 基本都不会摘下来 甚至为了方便 他还将以往 从不离身的腕表取下来 尽受有力的腕上 只缠着一串黑的 能反光的菩提子 再无其他 不仅如此 段雨景还逢人就炫耀 从不将手串 放在袖子底下被遮挡 偏要时时刻刻 露出来一脚 心里才舒服 若是碰上董祥的人了 对方问一句 哦 段总 这不是无患子吗 段雨景 便要矜持地微微汗手 肯定后再添上一句 是 是我未婚妻亲手穿的 偶尔这种场合 时生也在场 他脸颊有些泛红 又是无奈 又是高兴 他们的婚期在半年后 这个消息通知了 段雨明跟齐明德之后 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当天晚上就喊着 时生他们回老宅吃饭 顺便商量订婚日 和半年后具体的成婚日子 齐家从上至下的行动力 都尤其可怕 时生坐在副驾驶上 他望着窗外的景物 还是觉得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有些魔幻 我们就这样 要订婚了吗 好快 时生与齐婆有些不可置信 虽然并不觉得有哪里不对 但他还是掰着手指头数了数 他们在一起 好像也才三个月 这么一想 又觉得 其实在一起蛮久的了 时生忽然就开始患得患失 我们这么早结婚 你要是以后不喜欢我了怎么办 听到这话 段雨景薄唇威名 然后将车靠边停了下来 眼看窗外的景物停止后撤 时生猛了一瞬 怎么停了 段雨景将车子熄火 接着解开两人的安全带 手臂发力 将时生整个人抱了过来 你做什么 段雨景眸光很深 盯着时生有些许紧张的脸看了会儿 然后滴滴地笑出声来 时生觉得他好像有点毛病 半用力地拍了拍他肩膀 你干嘛啊 开车啊 段雨景微微歪着头看他 答非所问 不会喜欢别人 闻言 时生愣了片刻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他说的是什么 他一时间有些慌张 不知道说什么 最后笨拙地安卫道 我就是瞎说的 我当然知道 你不会喜欢别人 段雨景凑过去 蹭了蹭他唇脚 低声道 只喜欢你 时生被他说的 耳朵都开始发痒 缓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段雨景似乎是要趁这个机会亲他 顿时反应过来 抵住段雨景胸膛 坚决地将人推了回去 严肃道 说了不准亲 你别耍小聪明 前几天亲得有点狠 嘴唇都肿了 来之前时生就三令五身不准亲了 清凉酒疼 段雨景之前还企图讨价还价 问亲一点可以吗 时生说不行 于是段雨景就乖乖答应了 那会时生还疑惑 怎么答应得这么快呢 原来在这等着 还真是瞅准了机会就要占便宜 段雨景还不承认 他转而亲在时生脸颊上 说 我没有要亲 时生心说哄着你也不是不可以 便道 好好好 没有要亲 所以现在可以开车了吗 段雨景没立即回答 而是将时生牢牢抱在怀里好一会 才轻声说 不要说那些话了 我会觉得 是不是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时生眨了眨眼睛 敏唇笑起来 知道了 以后不会了 我错了宝宝 在他脸上亲了好几口之后 段雨景才勉勉强强被哄后 将时生放回座位 再挤上安全带 继续向前开去 段雨宁一大早就吩咐下人去准备午饭 显然是对即将到来的订婚宴重视不已 时生他们刚进老宅的院门 就看到段雨宁跟齐明德在门口等候着 见他们来了 顿时高兴地快走几步下来 段雨宁更是亲自将时生从车上接了下来 时生乖巧地笑着 段夫人 哎 在呢在呢 段雨宁脸上的笑容遮都遮不住 只怕再过几天 我们生生啊 就要改口叫妈了 时生脸一红 没好意思再说下去 他抬眼看向段雨景 只见那家伙跟孔雀开屏似的 下车第一件事 就是把袖子稍微往上折了点 露出无患子手串 时生 算了 他高兴就好 齐明德站在段雨景身边 开口就是讨论公司里的事情 段雨景那串无患子手串 在他面前晃荡了半天 齐明德愣是没看见 还问了句 你今天怎么回事 手抽筋了 段雨景 他面色稍微有些淡 微笑道 没事 爸 你说你的吧 齐明德愚是接着说了 时生坐在段雨宁边上 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他偏过头去 发出压抑的笑声 结果很快就被段雨景察觉了 时生立刻正惊危坐 假装自己刚才什么都没干 段雨景目光含着点无奈 摇摇头 最终什么都没说 段雨宁倒是没发现 他们之间的互动 只高高兴兴地说道 生生啊 我们已经提前找大师定过了 这个月的25号 28号 还有下个月的11号 都是凉晨吉日 我们就在这三个日子里 挑一个订婚好不好 时生还没来得及点头同意 就听见旁边段雨景 语气干脆又利落 这个月25号 反正越快越好 话音刚落 段雨宁就白了他一眼 你小子就这么恨假 也不问生生的意见 段雨景眸光顿了顿 然后看向时生 被他这么可怜巴巴的一看 时生哪里能说出其他的话来 就这个月25号吧 其实他也挺恨假的 段雨宁高兴地眯起眼睛来 好好好 那就25号 生生 今天我带你去挑些金饰品好不好 五金总得到位 时生点点头 欣然同意 正说这话 旁边段雨景忽然站起身来 袖口往上折起一点 露出完整的无患子手串 他将时生面前的杯子拿起来 洋装不经意地问道 还要喝水吗 时生愣了会 想说不用了 然后就听见旁边段雨宁 挨压了一声 小景啊 你不是很久之前 就不带菩提手串了吗 怎么今天又带上了 见终于有人注意到 自己手腕上的菩提手串 段雨景唇边 扬起一抹很浅的笑意 啊 是吗 还好吧 只是因为这是生生亲手做的 所以只好带上罢了 段雨宁 齐明德 时生默默从段雨景手里夺过杯子 喝了一口水降降火 大哥 你炫耀的意图 未免太明显了 就连他都有些沉默 过了不知道多久 齐明德慢慢从鼻子里 哼出一口气出来 说道 出息 段雨宁也满脸无语 去去去 去你的 说完就拉着时生的手 继续说些提及的话 总之就是不理段雨景 段雨景也不在意 成功把无患子手串 秀了一遍之后 他躁动的心裁 终于平静下来 坐在沙发上 安心地喝了口茶 旁边齐明德还是生气 便悄悄对段雨景说道 不过是一个手串而已 你未免太没出息了 听到这话 段雨景缓慢掀起眼皮 看向自己的老父亲 接着慢条思理道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 有人因为 得了老婆送过来的一颗糖 就得意地 在我面前接连转了好几圈 是谁来着 齐明德 他差点绷不住严肃的脸 心说 孩子是真长大了 竟然这样不尊敬自己 但仔细一想 孩子变成这样 似乎也有他的责任 于是便愈加自闭 不想说话了 本来就挺沉默一人 现在更加沉默 段雨景 倒是习惯了他们的相处方式 和时生商量了 订婚的事宜之后 立刻就拍拍手 准备给各家发邀请函 看着这一家人 满怀期待的模样 时生也不觉得发展快了 也在心中 默默期待订婚日的到来 格尔西要订婚的消息 顺便邀请他们 来参加自家的订婚宴 然后踩着守命人去做邀请函 天知道段玉宁 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以为自己大儿子 是要孤独中老的 谁知道他家生生冲进来之后 半路一个转弯 又闯进段雨景的怀抱 真真是稀奇 可也不是什么坏事 段玉宁关掉手机 让生生也邀请自己的朋友 来参加订婚宴 时生这才反应过来 说了生好之后 就给童连发了消息 过了没一会 童连 童连被雷了个外焦里嫩 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自己的感受了 这么快 你们下一步 不会就是结婚了吧 什么时候 时生老老实实地回答 半年后 童连再次一连 扣了好多个问号 童连 不是 你们进展神速啊 见过家长了 时生开心地回答 早就见过了 童连打出一串省略号 觉得颇有些魔幻 明明不久前 我们还是快活的青春女士 一转眼不见 你都要变成别人的妻子了 怎么可能不感到震惊 时生 其实我自己 也觉得挺突然的 但也还好吧 所以我订婚的时候 你来不来 童连 来 不来是孙子 说完又觉得不太妥 不是 那种层次的豪门世家 我过去会不会有些突兀啊 时生 不会 我给你准备礼服和首饰 你跟在我身边就好 童连这才松了口气 发了个OK的表情过去 时生又去通知了赵书和 这才跟着段余景 他们一家人去了奢侈品店的专柜 他们比对了无数个品牌 最后征询了时生的意见 才选定最后的品牌 金耳环 金手镯 还有金脚链 这便是订婚五金 段余景陪在时生身边 耐心地等待着时生挑好 时生对这些饰品 其实没有多少明确的喜好 每一样都要去问段余景意见 前四样的时候 段余景没给太多的意见 直到最后去挑金脚链的时候 他才轻声细语地给了建议 时生拎起其中一条 这个怎么样 段余景看了看 然后说道 看起来太粗了 带着会不会有些重 也是 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重要 话是这么说 但时生还是把这条金脚链放了回去 我又不是每天都要带着这个 多不方便 你说是不是 段余景没回话 只是轻轻地笑了一下 这笑容颇有些意味深长 但时生此时正在信头上 因此并没有发觉 种类太多 实在挑花了眼 最后还是由段余景出手 挑了一个最贵也最精细的金脚链 很细的一条链子 但花纹刻画绝不马虎 有一定的重量 触手冰凉 不知道是不是时生的错觉 他总觉得段余景看这条链子的眼神 有点奇怪 时生伸手在段余景面前晃了晃 奇怪道 你在看哪里啊 段余景目光一向他 笑了笑 怎么了吗 没咋 时生犹豫道 就是觉得你眼神有点奇怪 文言 段余景眉梢抬起了点 唇角上扬 露出一个有点愉悦的笑容 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 笑眯眯说道 没有哦宝宝 我只是太高兴了 说完 又揽着时生的腰 看向砖柜里的链链 缓缓询问道 要不要多挑几条 时生觉得 这种东西多来几条 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于是摇头拒绝道 不用了 这些就够了 文言 段余景神情有些许的遗憾 但并没有完全表露出来 接着就将这五金 小心地装进了 红丝绒手势盒里 等吃过晚饭后 段余宁兴兴致上来了 说道 哎 声声啊 今晚在我们这睡好不好 给你留的那间房 我们一直有在定时打扫的 直接就可以住 时生眨了眨眼睛 想着 反正明天放假不上班 便开心地想要点头同意 但脑袋还没开始动 就听见旁边段余景开了口 不用了妈妈 小七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喂 今晚上等不到我们回家 估计吃不下饭 听到这话 时生微微一顿 心说 小七什么时候这么多愁善感了 段余宁听了之后虽有不满 但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算了算了 一条狗 倒被你养成亲儿子了 段余景淡笑不语 等两人上了车 时生才开口问 我怎么不知道 小七这么离不开人 段余景轻笑一声 是我离不开人 花音落下 他离时生近了点 贴在他耳边压低了声音问 宝宝 今晚上我帮你把链子戴上好不好 时生很早就知道 自己的男朋友不太正经 但在此之前 他也绝没有想到 段余景会那么的不正经 那条冰凉的黄金脚链 在他脚踝处缠绕着 触感冰凉 偏偏段余景的指腹 又是火热的 正细腻又缓慢地抚摸着 那一段突出来的踝骨 时生想把自己的腿抽出来 但当才有动作 就被段余景轻巧 但不容置疑地攥住 再次缓慢拖了回来 男人嗓音低沉 不舒服吗 时生摇头说没有 小声道 我觉得有点奇怪 段余景笑了下 嘴唇顺着小腿 轻到怀骨 唇瓣和精炼接触 冷得更冷 热得更热 时生全身皮肤都泛着薄粉 看上去有点可怜 没事的宝宝 段余景与其漫不经心 不走心地安慰道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吗 时生眼底带着懵懂和疑惑 下意识地把这句话问了出来 当然 段余景掀起眼皮 嗓音含着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时生此时混沌的大脑 有点不中用 仔细想了一下 觉得好像是没有 于是成功被骗进了段余景的圈套 连哄带遍地上了段余景的贼船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被吃得连渣都不剩了 时生又生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气 但段余景在这方面异常地执着 虽然认错非常积极 但当时 生问他 下次还敢不敢这样哄骗他的时候 却开始语言不响起来 时生拿他没有办法 只能自己一个人生闷起 段余景安前马后地伺候他 私底下却买了很多条漂亮的戏链子 金的银的 红绳或是带铃铛的 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要是没发生上次的事情 时生恐怕不会觉得 这些有什么 但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时生现在看这些 如看到洪水猛兽 说什么都不愿意待 直到后来段余景 在他面前半可怜哭了一通 时生才勉强松口 那句话怎么说的什么 男人的眼泪 就是最好的黑丝 时生觉得 哭得梨花带雨的段余景 才是最好看的 比平常穿着西装 叱咤风云的时候 要涮一万倍 日子转瞬即逝 离他们订婚的时候 越来越近了 时生被重新拉进了 其家的家庭小群 还有被拉进了一个 更大的家族群 被迫在线上 认识了其家的其余长辈 知道他是段余景的 准未婚妻后 其家的家族群 直接炸开了锅 长辈们表示祝福 欢欣雀悦 那些年纪小的 却直接把时生的微信 给家暴了 真是段叔叔的女朋友 段叔叔能有女朋友 这个世界怎么了 段叔叔不是应该 孤独终老吗 看着这些留言 时生又是无奈又是好笑 最后拿着手机 去给段余景看 段余景眯着眼睛看了会 唇角勾起抹 意味不明的笑容 暗自记下了这些 发消息的小辈的名字 然后摁灭手机 将时生牢牢抱在怀里 说道 小孩子就是爱乱说话 是是是 时生顺着他 但同时也有点好奇 不过 你之前到底是什么形象 怎么他们看你脱单 就跟看个鬼一样 段余景装无辜 不知道 我都是为了他们好 结果他们都不喜欢我 时生摇了摇头 你正经典 好好一个大总裁 怎么一到他跟前 就各种装可怜 摆出这副模样 给谁看啊 时生手指不由自主地点 向段余景比凉 嗯 他就吃这一套 订婚的一切流程 都在有条不紊的准备着 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 那个家族小群和大群里 其也都在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那家伙几乎打爆了 段余景跟齐明德的电话 似乎是铁了心 要破坏这场订婚仪式 还专门打电话给时生 但时生一个都没接 段余景听说 他要从M国回来 直接联系了M国那边的手下 把齐也死死扣住 不准买回国的机票 也不准踏出M国一步 据说齐也在那边伤心欲绝 甚至割腕威胁 但只子莫如母 段余景怎么会不知道 自己这小儿子有多细命 从小齐也就被宠得无法无天 从董事起 就为了达到目的 伤害过自己的身体 那时候的段余景母爱上头 担心得不行 齐也这么做了 他就要什么给什么 但现在不行了 齐也的所作所为 无论哪一条 都成了齐家的耻辱 若齐也学不会低头认错 那段余景大可没这么个儿子 况且 性格使然 齐也不可能自己放弃 齐家二公子的身份 果不其然 一段时间的棱处理后 齐也在M国安分了不少 再也不吵嚷着要回国 也不再幼稚的割腕了 时生和段余景的订婚日 终于能够如期举行 当天京市所有 有头有脸的人物 几乎都来了 酒店内坐满了人 巨市穿着高昂礼服的名流 这场订婚宴 还在京市媒体上 进行了全程直播 相当于向外界高调 宣传了这件婚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对时生的肯定 齐家的族人坐在主桌上 小辈们也不玩手机 就可敬 瞧着舞台上的俩人瞧 高的那个男的是 他们段叔叔 没错 矮的那个 长得巨可爱 巨漂亮的那个 段叔叔的女 不是 未婚妻 段叔叔真有未婚妻了 这个冷面无情的大魔王 竟然没有孤独终毛 从小就被段余景奴役的 小辈们风中凌乱 看着桌上的饭菜 也毫无胃口 直到时生走完流程 从舞台上下来准备吃饭 和段余景一起坐上主桌的时候 才有离得近的小辈 偷偷靠近他 小生问 姐姐 跟段叔叔订婚 你是自愿的吗 时生 他低下头看着 坐在自己身边的小姑娘 见他一脸的紧张 顿时就笑了 时生耐心回答 当然是自愿的 你段叔叔对我特别好 超级会照顾人 听到这话 那小姑娘的脸色 跟被打翻混在一起的 调味料一样精彩 见鬼 段叔叔竟然值得 这么高的评价 想起小时候段叔叔 拎着戒齿打他掌心 斥责他 要占有战相 坐有坐相 吃饭时候 这不准那不准的时候 小姑娘两眼一黑 同一个人 这场订婚宴 长辈们在饭桌上谈话 偶尔会关心一下 时生的工作 在听说是在 盛景稳定工作后 他们蠢蠢欲动 拐弯抹角地问他 想不想升职 他们口中的升职 非常简单粗暴 比较常规的手段 就是空降上层总经理 时生心里清楚 于是委婉地拒绝了 还是自己稳扎稳 打上去比较实在 他这个年纪 多在基层沉淀一会 也是好的 况且 就算没有外界插手 凭借时生在盛景的资历 其实也够得上 捞个小关当当 毕竟他大学刚毕业 就来盛景了 再加上业务能力出色 自己在某大眼软件上 也是很出名的绘画大处 画风独特 且极其受追捧 上层早就有透露过 等盛景有新的理由 或女性向游戏 要研发的时候 就让时生去当主美 时生不觉得自己 需要靠齐家来升职 他自己可以 长辈们挨个给时生 和段雨景敬酒 出于礼节 时生想着都喝了 但段雨景不放心 中途向大家解释了一遍 剩下的酒 都是由他来带喝 长辈们谈笑风生 小辈们却交头接耳 自以为隐蔽地去着时生 看一眼 红脸低下头 再看一眼 再红脸低下头 坐时生旁边的 那个小姑娘 尤其如此 她轻轻扯了扯 时生的礼服袖子 成功吸引了 时生注意力后 这才红着脸说道 姐姐 你跟段叔叔 是怎么认识的 叫她是姐姐 却叫段雨景叔叔 这关系乱的 不过时生 也没有纠正 耐心地跟小姑娘 讲着自己 跟段雨景图书馆 初见的时候 当然 是美化过的 时生口中的 自己是个极其坚强的 小女孩 绝对不会做出 被儿童文学感动的 哭上半个钟头 这样的蠢事 甚至是她率先 发现了段雨景的难处 没带足够的现金 被工作人员刁难 而时生挺身而出 啪的一声摔下现金 留给段雨景 一个初见时 高贵冷艳的背影 可以说是 改得面目全非 除了地点 是没被篡改 其他地方 都进行了 微妙的艺术加工 这故事 把小姑娘 哄得一愣一愣的 小姑娘严肃地说 姐姐 段叔叔 不会做出 这样的蠢事的 文言 时生心里一慌 以为自己编故事的事情 要被揭穿了 结果 就听见小姑娘 又接着往下说 肯定是段叔叔 那个大坏蛋 从刚见面的时候 就算计姐姐 在姐姐面前装可怜 给你一个好印象 太狡猾了她 时生 时生心虚地看了旁边 正在与长辈交谈的 段余景一眼 然后重重点头 嗯 你说得对 一大一小两的女孩子 成功熟络起来 开始热切地聊天 原来这个小姑娘 叫齐一安 算是段余景的表侄女 是齐家的分支 原本是不怎么受重视的 但因为这小侄女 从小就很聪明 受到了主家的重视 这才慢慢发展起来 时生还挺喜欢 跟着小姑娘聊天的 齐一安人小鬼大 小小年纪读了不少书 但却不是古板的性子 说起话来格外有趣 带着点小孩子独有的天真 一双眼睛明亮清澈 很有灵气 两人说起话来没完没了 后来还是段余景 不动声色地 把时生的注意力转移走 齐一安才 堪堪把话头止住 然后偷偷愤恨地 瞪了自己的这位叔叔一眼 又敢在段余景 注意到之前 慌忙一开视线 偷偷瞪是一回事 被抓包 又是另一回事了 到时候肯定又要抄书 什么散文古今啊 还有金融书籍 抄个几十便能累死 齐一安是在读书上很有天分 但并不代表 他就很喜欢读书 这场订婚宴的氛围特别和谐 毕竟没有哪个蠢货会不长眼的 专门跑到齐家的场子上闹事 和齐家桌子离得近的 都是今世少有的 能和齐家并列的大家族 王家许家 还有赵家 赵家桌子上 还做了个童莲 是时生特意嘱咐赵书和照顾的 赵书和的照顾非常简单粗暴 饭桌上不停地给童莲加菜就是了 童莲吃饭吃得饱饱的 基本就没有吃不到的菜 他多看了哪道菜 一眼都会立刻被赵书和察觉 然后干脆利落得端到他面前 童莲含泪吃了个八分饱 剩下的两分不吃 是怕肚子把礼服撑起来 变得不好看 订婚开始的同时 京市媒体就向全城的人们同步直播 在京市这一小片地域掀起了轩然大波 尤其是盛景的员工 他们早就知道 时生跟齐家关系匪浅 但这才过去多久 上次齐也带着那什么小三 来盛景找时生麻烦的事情 才过去多久 时生这就跟齐也大哥订婚了 昔日情人变成自己的嫂子 爆炸性新闻啊 这种带着豪门恩怨的消息 总是流传的最广 很快就占据了热搜头条 但没过多久就撤了下来 直播画面中 齐家现任掌权人 表情冷淡且客气地与旁人交谈 唯有自己的未婚妻凑过来的时候 神色才会稍微舒展 唇角抿出笑意 任谁都能看出他们关系亲密 感情好得不容插足 订婚宴结束的时候 齐家的长辈挨个都给时生包了大红包 满脸的慈爱 齐岩回去的时候满脸不舍 强行挣脱父母的手 跑到时生面前加了个微信 最后在段宇景的温和 却疏离的目光下落荒而逃 不过好在微信是加上了 酒店内的宾客逐渐散去 段宇宁和齐明德两口子 也早早回去休息 放任段宇景跟时生自己出去玩 时生今天有好好打扮过 头发用雕花柳苏木粘盘在脑后 露出洁白纤长的后颈 粉白色的鱼尾群修 是出凹凸有致的身材 是一眼能被人记住的热烈明媚 她站在段宇景身侧 亲密地挽着她的肩膀 抬头依恋地问道 我们等下去哪里啊 很奇妙的感觉 订婚宴过后 段宇景就是她的准备婚夫了 这种玄之右玄的关系 牵动着时生的心 甚至让她觉得 今天的段宇景和以往都不一样 说不出来 但就是不一样 段宇景轻笑了声 直起她的手亲了口 正式婚礼的阵仗 显然要更盛大一些 地点选在七家老宅 偌大的院子被装点得很漂亮 大红的丝带和窗花 金红的地毯铺满走道 舞台搭得很大 背景是龙凤城墙的 红底金线勾勒的格外精致 时生坐在劳斯莱斯幻影车后座 有些紧张地掖了掖裙摆 她穿着红色的婚服 考虑到待会段 余景要从车上将她抱下来 所以这件婚服的后摆并没有很长 设计非常简约 妈呀 我的好姐妹要出嫁了 时生闽纯笑了出来 是啊 我要出嫁了哦 她不说还好 一说 童连那点眼泪就完全都不住了 哗哗往下掉 给前面副驾驶上的赵书和 嫌弃得不行 行了 闭嘴吧你 只是出个假而已 又不是以后都见不到了 童连红着眼睛 我就是难过吗 你怎么管这么多 我哭一下你都要骂我 赵书和 没骂你 童连 那你还让我闭嘴 赵书和深吸一口气 最后闭了脉 时生看着觉得好笑 安抚了惠儿童连的情绪 好了好了 没事的 别哭鼻子了 你可是我的伴娘啊 听到这 童连这才勉强摸摸鼻子 止住眼泪 时生只请了两个伴娘 一个是童连 另一个则是赵书和 此刻赵家大小姐坐在前面 指尖夹着一根烟 不断揉搓着 她本就是混不拎的性子 如今在时生面前 倒是能安下心来 嘴角擒着一抹笑 有一搭没一搭地哼着歌 这场婚礼会有多精彩 赵书和再清楚不过了 时生在长辈那里 也许并不出名 但在那些纹裤圈子里 别提多有名气了 这还得多亏了齐也那个傻叉 带着女朋友 在自己弟兄面前晃 也不知道是真蠢还是假蠢 能跟齐也玩在一起 能是什么好东西 要不是因为齐也身份摆在那 那些纹裤子弟 不敢明着抢 要不然还得了 他歌赵修勇 王家那傻逼王端 还有终于被允许 从M国回来 参加大哥婚礼的齐也 好热闹啊 赵书和甚至都想 现在就抽根烟 抑制一下心绪 但到底顾念着 时生不能闻烟味 不知过了多久 车辆终于停在 齐家老宅的院门口 远远的就听见 里面压低的聊天声 似乎大家都在兴奋着 时生默默攥紧了拳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终于 车门被打开 此前被遮挡的阳光 争先恐后地从车外洒进来 时生被晃得有些睁不开眼睛 等他好不容易 适应了光线睁开眼睛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段宇景那身 同样红底金线勾勒的婚服 再往上 是段宇景俊美无涛的脸 黑眸里 运着浅淡的笑意 目光专注地 落在时生身上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段宇景的面部轮廓 更加阴挺俊秀 偏薄得唇微微上扬 似乎是喝了点酒 面颊泛着点薄红 眼底的笑意和浓情 几乎要溢出来 时生拳了拳指尖 故意找茶 你是不是喝酒了 那你还能抱得动我吗 段宇景微台眉梢 轻笑道 试试才知道 他朝时生伸出手 阳光给他勾了一道 暖茸茸的金边 时生红着脸 将手搭了上去 他心里想着 大概段宇景的怀里 也是暖茸茸的吧 也许还会带着点 阳光的清香味 段宇景单手用力 直接将时生抱了起来 速度太快 时生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直到感觉稍微稳当了些 才重新睁眼 院中宾客不少 全部都饶有兴致地看着 被段宇景抱起来的时生 这次来的人 估计比上次订婚宴来的人 还要多 时生朝着他们 腼腆地笑了笑 同时搂进了段宇景的脖子 段宇景牢牢抱着他 一同走过 那长而华丽的红毯 周边欢呼叫好声 不绝于耳 带着大家真挚的祝福 他们心里都清楚 和其余的商业联姻不同 齐家这个大公子迎娶的 是他真正会用一生 去爱护的女人 段宇景那个的性格 他们再清楚不过了 以往旁人碰一下 都要退避三社的性子 能这样 亲密地抱着一个女人 足以窥见段宇景 和齐家的重视 还有就是这小姑娘 年纪很轻 但长得特别讨喜 听说小小年纪 已经是盛景的老员工了 盛景内部竞争激烈 能在那站稳脚跟 这小姑娘的手段 恐怕也不低 听说还是精大毕业 高材生啊 除了看热闹的宾客外 人群中 还有另一部人马 齐野目光 紧紧落在被段宇景 抱在怀里的石生身上 紧紧攥着手中的玻璃杯 旁边王端看见了 一把将玻璃杯抢了过来 不耐道 你能不能安分点 生生大喜的日子 你弄坏一个杯子试试呢 齐野眼眶微红 看向王端的目光 带着点兄弟 别人结婚你 倒是挺重视 王端唇角上挑 心上人结婚 我能不重视吗 他这算是 直接把所有话都挑明了 齐野心头火大 一个没控制住 直接排出站了起来 王端唇边笑容讥讽 怎么 你是想再提前被遣返回M国吗 这句话一出 直接把齐野交了得七零八落 是啊 他要是再惹事 好不容易争取到的 回国参加婚礼的机会 也要没了 齐野心脏一抽一抽的疼 眼睛却还是死死盯着王端 恨不得将他削成千片万片 旁边赵修勇快要被烦死了 你们要吵出去吵 打扰老子 看婚礼头都给你们削掉 齐野在心中骂了句 草 两个死田狗 他重新坐了下来 紧紧攥着拳头 婚礼流程一向向过去 时生被童连和赵书和附近房间换衣服 这次要换的衣服 较之刚才要更盛大 红色托尾 很长很有质感 头顶的份官份量不虚 时生脑袋都有点抬不起来 好看是好看 就是有点受罪 赵书和端向了时生一会 而后掏出口红给他补妆 很快就好了 坚持住 时生很乖地点了下头 到底是人生唯一一次的婚礼 他还是非常重视的 腰桃浓礼 早和良缘 这场亲一家之力举办的婚礼 盛大华美 坐中宾客耐心地等待着 最后新娘的出场 气氛严肃庄重 年纪较小的孩子 被家长死死抱在怀里 有一下没一下地轻轻逗弄着 谁都不想惹乱了这场婚礼 房门外 时生一席金线勾勒的大红嫁衣 身披金丝薄烟翠绿纱 头顶金冠灿灿 碧玉龙凤钗鞋插在发间 身后脱尾极长 身边旁边是童连和赵书和 是人类优质男性 等要结婚了 就变成老男人了 时生摇摇头 你多冒昧啊 童连吸了吸鼻子 就是觉得有点不甘心 自己看了这么多年的大宝贝 就这样跟别人跑了 虽然那人各方面都称得上完美 但等真到了这一天 还是觉得不真实 最好的朋友要结婚了 以后他可能就不是 时生天下第一最最好的人了 一想到这个 童连就莫名伤感 旁边赵书和轻飘飘翻了个白眼 低声说了句幼稚 细心地将时生脸上的一根头发抹开 时生没有双亲 于是牵着他上台的长辈 便换成了齐明德 他稍微有点拘谨 小声喊了句叔叔 向来严肃的齐明德 眼底也染上笑意 好了 以后就该改口了 时生威愣 随后低头笑了起来 随着庄重的古典音乐响起 大门缓缓打开 宴会厅内灯火通明 富裕甜美的香气 在宴会厅上空弥漫 彩带和红色丝带 从旁喷射出来 不多 除了红托氛围外 并不足以对人造成影响 时生挽着齐明德的手 在未来公共的带领下 一步步朝着前方舞台走去 舞台正中央站着的 正是司仪和段于景 对方穿着同志士的防骨婚服 腰部掐紧 脊背挺直 此时眉眼温柔地 望着不远处走来的时生 更趁得他温润如玉 谦谦君子 众兵客瞧着他那眼睛一眨 不眨的模样 全都会心一笑 算算年龄 段于景掌权时间算是很久的了 在人前总是成熟稳重的模样 还是第一次在他脸上 看到这样的表情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 他们才会想起来 齐家的这个大公子 今年也才28岁 30不到 就已经做到这个成就了 真是令人叹服 一步又一步 最终时登上舞台 齐明德松开他的手 将时生交给了段于景 男人大掌宽后 稍一用力就将时生的手 整个包在掌心 轻而易举地 将人牵到自己身前 时生脚步有些亮呛 但很快就被段于景 察觉到 另一只手扶住他的腰 帮忙稳住重心 最终安全地走到舞台的正中央 台下响起整齐而含蓄的掌声 时生朝下面看过去 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头 脸都看不清楚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点 他竟然一点都不紧张 时生倾笑了声 转头重新看向段于景 接下来的流程 一切如常 两性联姻 一堂地约 良缘永结 匹配同称 看此日桃花灼灼 一世一家 补他年瓜蝶绵绵 耳长耳赤 仅以白头之约 书向红尖 好将红叶之盟 载名冤谱 此证 誓词落下 掌声雷动 时生跟随段于景走下舞台 再次换了身轻便的衣服后 在主桌坐了下来 等待着其他人挨得过来敬酒 其家的长辈和小辈都过来了 一直到最后 挤上来的是一张格外熟悉的面孔 其也面上带着点薄红 像是喝了酒 看样子凉还不少 手里举着酒杯 在时生跟前半天 没说出一句话来 段于景 慢条斯里的抬起眼眸看他 时生也不动如山 好整以挟地看着其也 旁边段于宁语气冷淡 怎么 见了嫂子 连话都不说了 其也喉咙动了动 他自嘲地扯出一抹笑 抬手将酒杯递过去碰了下 声音嘶哑 嫂子 弟弟敬你一杯 自从婚礼过后 时生就很长时间 没有看见过其也 听段于宁说 是参加完婚礼 就重新去了M国读书 也不每天嚷嚷着要回来了 每逢过年过节 都会有条恭敬的祝贺短信发过来 客气且丝毫不于举 倒真像是个和嫂子 没有过多 焦急的好弟弟了 除了朋友圈里 偶尔会亮起的 属于其也的点赞 就没有别的 能了解其也现在生活的地方了 这天晚上 时生赖在段于景 怀里画画 画累了 退出界面切到微信 点开朋友圈后 刷新的第一条 就是其也的 这家伙都多久没有发朋友圈了 怀抱着一种八卦的想法 时生点开了这条朋友圈 没有任何文案 发布时间是三分钟之前 M国那边正是白天 视频也很短 大概只有五秒多钟 拍的是蓝天白云下的大海 一阵阵的海浪从相机前拍过去 蔚蓝的海和洁白的浪花 海鸥盘旋着低垂 十分宁静祥和的画面 时生扬了扬眉毛 这小子构图还算不错 他抬头问段于景 宝宝 你弟弟去M国学的是什么呀 段于景翻过一页书 摄影 怎么了 哦 那没事了 时生无聊地关掉平板 我就说他以前拍照拍的根室一样 怎么会突然进步这么大 段于景唇脚往上抬起 轻笑了声 时生喃喃自语道 话说都好久没看见齐也了 你说他会不会从此一蹶不振吧 一想到这个可能 时生就有点心慌慌 到底也算是一家人 段于景淡淡道 不会 他惜命得很 这一年多 待在M国的齐也非常安分守己 国外本来就没国内安全 齐也每次出门都一再小心 毕竟那小子在国内 虽然看起来很浪 但其实连赛车都不敢 生怕一不小心就出车祸死了 时生一想 觉得也是 随即便不再想其他 而是专注地再次画起稿子 玩归玩 闹归闹 别拿事业开玩笑 婚后一年半 时生成功从小支援 升级成小经理 全权负责盛景新出的 二次元抽卡游戏的美术指导 至于练语兰安 这游戏上线后 就凭借精湛优美的画风 和官方良心的态度 成功继身国内一线已游 打出了盛景潮女性向 合影游脉步的第一枪 成绩还算不错 时生现在负责的 这个项目也还不错 虽然尚在内测 但玩家们现有的反响 还算不错 但到底如何 还要看游戏 正式上线后的评价 时生看着自己上涨的工资 内心满足得不止一心半点 也算是成功打拼出来了 也不枉他坚持 在盛景工作这么多年 如今总算熬出头 时生感叹一声 察觉到耳边 有人在贴着他后 顺从地抬起脸 让段雨景亲了口 旁边小七敏锐地抬起头来 朝着段雨景汪了声 充满警惕 时生安抚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不怕不怕 今天没事 每次段雨景欺负他的时候 小七都在房间外挠门 很长一段时间 都看段雨景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时生好一通安抚 才让小七的反应没那么大 他笑了笑 干脆把平板放在一旁 安心撸起狗来 窗外夜风有些凉 段雨景看了眼时 声光脚盘坐在地上的模样 无奈地摇了摇头 起身将窗户给关上了 然后将时生 完完全全抱在怀里 一点碰不到地面 小七嗷呜了声 直直地往时生怀里钻 但他太大支了 时生抱不动 最后只能将脑袋和前肘 搁在时生腿上 在女主人轻柔地抚摸下 舒服地眯起眼睛 冷吗 段雨景问 时生嗓音里带着笑 我都被你捂成这样了 哪里还冷 段雨景轻笑 过阵子会更冷 今年我们在家里装上低暖吧 时生歪了歪头 好啊 对了 我生日要到了 你今年准备送我什么呀 秘秘 段雨景说着便偏过头吻了他 低声道 是我给你过的第二个生日 时生 那以后还有吗 有 段雨景轻声说着 今年 明年 后年 岁岁年年